男人在比武招亲现场看热闹 见着小妞一见女流 竟在擂台上打得一群男人经脉寸断 立马眉头一皱退至众人身后 谁知下一秒自己就成了全场焦点 沐晴青朗生道 吓一个 就是你了 萧一看了眼两边众人暗骂一声 发个呆的功夫自己怎么就站在了最前面 这沐晴青可是继承了神兽血脉 普通人哪是他的对手 萧一边摇头边后退 丢脸总比丢命强 沐晴青眼眸闪过一丝不屑 又是一个没种的男人 谁知下一秒传来一道机械般的声音 丁 千命之主系统启动 转身逃跑当懦夫宿主获得基础小礼包 上台挑战沐晴青宿主获得神级大礼包 萧一愣在原地 原本准备后撤的腿猛地往前踏出衣服 沐小姐说谁没胆子呢 沐晴青诧异地看了眼萧一 这小子怎么突然自信起来 废话少说 有本事你上来跟我打呀 来就来 恭喜宿主完成任务获得神级礼包 修为奖励出击翠补剂 技能奖励绝对领域 武器奖励王权剑 攻法奖励王权剑 萧一猜到系统奖励能让他有把握对付沐晴青 却没想到居然硬生生把一个凡人之体 直接拔到了翠补剂 要知道即便是沐晴青这样的修炼天才 在不少单要法宝加持下 也是修炼了十余年才达到巅峰翠补剂 萧一查看任务奖励只不过几个部期间 沐晴青却以为他在拖延时间不敢上台 你个大老爷们磨磨蹭蹭什么呢 萧一笑笑没有回应 只是一个起身飞到擂台上 刚上台脚都还没站过 沐晴青直接就带着石城功力出走 习向萧一 他很是探不惯这人假装淡定的样子 只想一招把他打下擂台 狠狠打他的脸 太慢了 萧一气静神闲站在原地毫不躲审 台下观众都替他捏了一把冷汗 这小子该不会被吓傻了吧 你倒是躲开啊 有人忍不住高喊提醒他 话因为落沐晴青就已经来到了萧一的面前 眼看那仙长秀美的御手 即将重重攻击在萧一身上 台下有些人忍不住闭上眼睛 绝对领域 时间的流逝在萧一眼中瞬间放慢了树 他甚至饶有兴致地仔细看了眼沐晴青 近在咫尺的绝美妝脸 看到沐晴青脸上露出的自信笑容 萧一发出了一声倾笑 这才是诗然往旁边跨出一股 就这么轻松简单地躲过了沐晴青 这事在必得的意境 而沐晴青没收住进差点掉下擂台 这怎么可能 沐晴青不敢相信地看向萧一 你不过才出击脆骨剑 怎么可能躲得过我的全力意境 沐晴青不信邪 再次提长弓向萧一顿攻势凶猛无比 擂台上被沐晴青砸出好多个大坑 却没有一掌落在萧一身上 看着萧一脸危险 悠然地站在不远处 沐晴青气得胸口发闷 他怎么都想不通 这人到底是怎样躲开他那密集如语的攻势 明明看上去就像随意左子 可偏偏就是那子 令他始终毫发无伤地站在他面前 丁 您有新的任务请查看 迎娶沐晴青抱得美人归 是否接受任务 娶沐晴青 萧一没想到做个任务 居然还要他现身 看着沐晴青那一副气得快炸毛的模样 这二小姐除了脸好看身材前凸后翘之外 其实也就那样 算了 为了奖励我吃点亏吧 沐晴青看着泰然自若的萧一 气急败坏道 你就只会躲着我 你个缩头乌龟 萧一回过神来笑了 这不是怕伤到了我这位过门的小娇妻 你你 沐晴青别在腰间的鞭子赫然飞出 灯涂浪子 你这是找死 我 鞭子上瞬间发散出淡红色光芒 什么 沐晴青竟然起了血脉之力 之前那些上台挑战之人实力都比萧一够 可都没能让沐晴青动用血脉之力 这萧一真的惹恼了沐晴青 萧一看到沐晴青拿出武器 就你有 他意念一动 剑柄自虚空破碎而出 这个人是什么来头 竟然可以召唤武器 他应该有空间法器 不过空间法器就连沐家也只有三个 沐晴青这么受宠都没有 这个人我从来都没见过 怕是影视高手的徒弟出来历练 擂台下修炼者们议论纷纷 对萧一的身份充满好奇 而萧一也没想到 自己这么快就要拿出王拳子 萧一握住了剑柄 看着通体漆黑的王拳剑 盈盈感觉到些许剑气和杀戮之气从剑中渗透出 不愧是远古大门锁 若不是这把剑被封印了九层电压 以他现在的修为 怕是无法靠近死 而擂台下的观众风啸一片 搞了这么大动力 就整了这么个黑不溜秋的玩意 我还以为多厉害 结果是个破铜烂体 还不如我奶奶家的杀猪刀 沐晴青看着萧一的剑不仅一脸不泄 甚至有点恼羞成怒 感觉萧一是在看不起他 故意拿出一把破剑出来羞辱他 用这种破剑对付我的刺金古鞭 简直是不自量面 沐晴青挥舞着手中的长鞭 空中处处都是古鞭残艺 让人根本分不清虚实 不过在萧毅的绝对里面前 一切幻影都一目了然 萧毅直接用王拳剑挡下了这一次 古鞭也借力缠到了王拳剑手 沐晴青眉头紧重 没想到萧毅这把破剑 竟真能扛住他的权力一击 并且毫发无损 随即萧毅运行起了王拳剑 他开始感受到王拳剑 在慢慢吸取他的斗刺 每一剑的杀伤力也越来越强 沐晴青也更加吃力地 对抗着王拳剑的剑气 这家伙的破剑还挺厉害 看了这么多场 还是第一次看到沐小姐这种事 这小子有点邪门 你们说沐小姐会不会败在他手里 这不可能 这有什么不可能 观众一下子分成了两派 甚至开始对赌起来 台下的议论也传到了那台上的二人 萧毅倒是毫无想法 但沐晴青却是气恼万物 胸中的怒火一长再长 台下这群臭男人 居然敢当他的面 拿他公然做 而自己近到现在 也没将这个讨人厌的家伙 送下来去 众多情绪交织在一起 沐晴青的怒火 全都向着萧毅倾泻而去 他不再留守 出手一次比一次狠辣 萧毅看到沐晴青眼中 一闪而过的战役 他嘴角微巧 心中有了一个主意 他开始慢慢降下了 自己的攻击速度 一是怕伤到沐晴青 毕竟这可是他未来的小媳妇 闹着玩打打就行 二是他能感到 随着他出剑的次数增加 王拳剑的威力 也在逐渐加强 而这剑吸收他斗气的速度 也是越发猛烈 继续这么下去 再支撑几招自己就要被掏空了 沐晴青剑萧毅速度放慢 还以为萧毅是体力不支 心头掠过一丝窃息 此刻的二人距离只有三尺 靠得很近 沐晴青心里开始得意起来 右手的骨鞭将萧毅的手中的剑丝死缠住 他抬起左手 猛然朝着萧毅挥出一阵 想要立刻结束此战 然而萧毅却是嘴角异样 在他出手的瞬间身形挪一开来 躲开沐晴青攻击的同时 嘴巴靠近了对方的脸上 巴唧 沐晴青彻底呆住了 刚刚那个感觉是怎么回事 我的脸碰到了什么 我被亲了 沐晴青彻底呆愣在原地 混账 台下的沐晴夜看到了自己的女儿 竟被一个不知从哪冒出来的矛头小 亲了脸蛋占了便宜 直接果然大怒 来人 将这个不知死活的小子拿下 沐晴夜胡子都要气歪了 我乐的娘 这小子牛逼啊 这兄弟真是条好汉 明年今日我定会去你红头上香 以示敬佩之意 可惜了这小子 怕是要被沐家二小姐大卸八块 才能消停下来 台下观众都被萧毅这不要脸的嘴中 也听到 各种起哄叫摔之声不绝于耳 父亲请吧 沐晴青的声音瞬间将众人的思绪拉了回来 他一脸复杂的看着面前淡然的萧毅 悠悠开口道 这毕竟是皇上下者替我招的亲 不能贸然动手 虽然他轻薄了我 但也的确突破了我的防线 进了我的身 是女儿输了 沐晴青虽然在意被萧毅轻薄 可输了就是输了 被人突破防线本就是不可饶恕的失败 即便他再不情愿 该承认的事实他也不会耍败 但是嫁给眼前这个让他极为讨厌的家务 沐晴青实在不甘心 萧毅挑了挑眉 既然我赢了 关于在下迎娶慕小姐之 我不嫁 他话还没说完便被沐晴青直接打破 紧接着就看到沐晴青咬破了手指 滴出一滴精血 我沐晴青在此立下心头是 命死不下这个登徒子 而此时台下的沐亭叶反倒有些为难起来 心头誓言一旦发下便不可更 违反就会遭天气 沐小姐何必如此决绝 萧毅也没想取你 由于不可抗因素任务自动更改 新任务迎娶慕慕青的姐姐沐晴越 任务失败扣除寿命一宝 魔兽决定 一袭紫沙凤仙群的沐晴越 低头很是认真地擦拭着手中长剑 她的脚边赫然躺着一具 仰灵静火龙蟒的尸体 主子 天井城急爆 一道黑影突然出现在沐晴越的面前 低头恭敬地对她行礼 什么事 沐晴越动作不变 仿佛面前没有这人一般 二小姐比武招亲被打败 当众发下心头 是不嫁此人 圣上施压 沐大人他 暗卫说到此处 迟疑了一下 哼 我知道了 沐大人他为了不负黄浩荡 于是就想到我这个大女儿 虽将我许给了那人 是也不是 沐晴越事件的动作一顿 嘴里发出一声冷笑 她都不用听完 就知道 她那位偏心的父亲大人 会做出何种决定 是 暗卫深深地低着头 不敢多言 让沐七去试探下那人的深浅 若是可以 杀了最好 沐晴越风轻云淡地 给暗卫下了命令 手中事件的手帕 已经满是血污 她随手往地上一扔 退下吧 重新恢复光亮的长剑 在日延的照射下 泛出丝丝冷光 沐晴越继续往深处前进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变强的决心 沐浮 萧义自从皇宫回来后 就一直宅在沐家提供的院落里 反正吃喝都有人负责 他两耳不闻窗外事 很是认真专心地睡觉修炼 萧义的行为 在沐家人眼里 显得格外不知上进 天天除了吃就是睡 就是养猪 也不过如此 这让原本还挺看好萧义的沐亭 后悔也没有了退路 楚阳帝的圣旨以下 而外面关于萧义赢了比武昭青 却不娶沐家二小姐 转身迎娶沐家大小姐一事 早已经在外面传得沸沸扬扬 沐青青最近一出门 耳边都是各种风言风语 那些人看向他的目光都十分诡异 这让他憋屈的不行 就算他发火 将那些言行大胆的人狠狠教训一顿 但是天井城这么大 他不可能堵住所有人的嘴和眼 憋屈的沐二小姐最近连门都不想出 心头的怒火无处发泄 整个人变得愈发暴躁 西南角那位又睡了 是啊 我刚去收拾 那位又把门关起来 睡大觉去了 就这副德行 究竟是怎么打赢我们家二小姐的 沐青青闲得发慌 在花园里到处乱晃 走到拐角处 突然听到两个人躲在假山后面 窃窃私语 原本到嘴的呵斥 在听到西南角时 声声咽了下去 他站在原地 竖起耳朵 好奇地听了起来 结果听了半天 原本就郁闷的心情 更加雪上加霜 沐青青满腔浴火 顿时找到了发泄的方向 直接掉头 冲去了萧毅所在的院落 萧毅 你给我出来 光 光 光 萧毅早在沐青青出生的时候 就立刻清醒了过来 他缓缓起身 皱眉看向 似乎下一秒就会被拍碎的大门 沐儿小姐有何贵干 门开得猝不及防 沐青青措手不及 直直地朝着萧毅的胸膛拍去 啪 萧毅手急眼快地一把 将沐青青的手抓住 面上露出些许不耐烦 二小姐 请自重 我可是你姐夫 这话说的 让沐青青为之一愣 随即立刻就反应了过来 翘脸瞬间涨得通红 你胡说八道什么 沐青青甩开萧毅的手 温热的触感 还残留在她的手背 她掏出自己的帕子 狠狠擦了擦 二小姐倒是说说看 我哪句胡说了 萧毅的反问 让沐青青掖住 她说的当然是萧毅那一句 请自重 但是 刚刚她的手 的确是朝着人家胸膛上落去 沐青青虽然性格冲动 但又不傻 知道在这上面扯不清楚 什么狗屁姐夫 还没娶到我姐姐呢 这就摆起架子来了 真够不要脸的 好在沐青青总算想起来 自己是来找茬的 大眼一转 立刻就换了个方向 萧毅看着一脸愤怒的沐青青 嘴角扯了扯 她算是看出来 这小妞纯粹是跑她这发泄不满来了 萧毅可没这闲心思陪她闹 有这功夫 挂机攒惊艳 她不香吗 你还真当你跟你姐都是香伯伯 是个人都看得上 沐青青 我警告你 没事别来找我 真把我惹恼了 我能娶你姐 也能把她给修了 哐当 萧毅说完 看都不看沐青青一眼 直接把门给甩上 你 你 你怎么敢 沐青青被萧毅的话气的话 都有些说不利索 看着再次闭合的房门 她真想上前一脚给踹开 但是脑中闪过萧毅刚刚说那话时 冷漠的脸 犹豫了一下 要是正因为她今日的无理取闹 导致日后姐姐被休憩 不行 这话她一定要告诉父亲大人 不能让姐姐嫁给这种人 沐青青跺了跺脚 急忙转身去找沐亭夜 前院 书房 沐亭夜双手复在身后 烦躁的来回走动 傅建 傅建 何时这般毛毛躁躁 沐亭夜看着急冲进来的沐青青 没有什么好脸色 一想到就是因为她当众聚婚 事情才会闹到如今这般棘手的地步 沐亭夜就生气 就是那个萧毅 我刚刚去找她 她居然说出日后 要休了姐姐的话 父亲您听听 她这简直就是 不把我们沐家放在眼里 姐姐不能嫁给这种人 沐青青原以为沐亭夜 听到她的话会很生气 结果沐亭夜 只是一脸平静地看着她 休妻 那也得先能成了亲才行 圣上仙沐家 在一个月内完婚 你姐姐倒好 居然不肯回来 她这是想干嘛 她是想让我沐家 满门被斩不成 提到大女儿沐亭夜 就感到头疼 原以为这是个听话的 她派人去召回 沐青月一定会乖乖跟着回来 没想到 这一个两个都这么不听话 沐亭夜如今一心只想着 如何才能让大女儿回来完婚 把眼前的难关先度过去再说 对于萧毅休妻一言 哪里会放在心上 更何况 她又不是不了解沐青青 一定是她先惹恼了对方 萧毅才会放下这种话 想到这里 沐亭夜立刻狠狠地瞪了眼 一脸不以为然的沐青青 这一个月里 你给我在府里老实点 不许再去找萧毅的麻烦 沐亭夜此时庆幸的是 萧毅说的是休妻 而不是连这个亲都不成了 若不然 她这新娘子都没搞定 又得去费心安抚新郎关了 沐亭夜头疼的是 萧毅一点也不知 对于沐青青时去的离开 她很满意 至于沐青青会不会将自己的话 告到沐亭夜面前 萧毅并不放在心上 因为她知道 就算她这么说了 沐亭夜依旧会让她取沐情月 沐亭夜不敢抗制 所以 当沐亭夜出现在她面前时 萧毅略微有些诧异 这是来训斥她的 没想到这老家伙 心里还挺在乎沐情月的嘛 就在萧毅这么想的时候 沐亭夜完全没有提到下午的事情 只是吞吞吐吐吐的 把沐情月暂时回不来的消息告诉了她 魔兽绝地 萧毅脑中回忆着小说中 关于魔兽绝地的信息 那里是修炼之人 必去的一座历练之地 常年死气缭绕 进入其中 可谓是一眼望去 皆无生机 是啊 我家院现在就被困在绝地之中 放心 老夫已经派出人手去解救院 等把人救回来后 立刻就安排 你们俩人成亲 被困在绝地 萧毅撇了眼谎话连篇的沐亭夜 嘴角滑出一丝弧度 沐情月这么厉害的一个女人 区区一个魔兽绝地 怎么可能会将她困住 恐怕是人家不想回来成亲嘛 说起来 萧毅忽然想到 按剧情发展 沐情月似乎在那里得到了不少造化 自身实力提到了这的变化 不过 其中最大的一个造化 却是被男主给截了糊 萧毅眼中掠过一道金光 女魔头的造化 被男主截糊 那她就去截了男主的糊 这样 女魔头的仇恨值 只会放在男主身上 好处却被她得了 岂不美哉 想到这里 萧毅恨不得立刻就动身前往魔兽绝地 穆大小姐既然归期不定 那我也没必要再待在府上 就此到此 萧毅朝着穆廷夜一拱手 转身就走 待在穆家虽然吃喝不愁 但又怎么能比得上天才地宝的诱惑 虽然萧毅不愁修炼 但是好东西谁不想要 哎 这怎么行 萧公子留步 留步啊 穆廷夜大惊 赶紧伸手拦住萧毅 那一个还没回来呢 这一个怎么能再放跑了 萧公子 你可不能走 你得留下来 等萧女回来完婚啊 穆廷夜压根就没想到 萧毅居然想要离开穆府 早知道萧毅会是这反应 他今晚何必走这一趟 穆大人 我出来是为了历练的 从历练中获得各种修炼资源 才能提升我的修为 可不能将时间 白白浪费在宁府上 你天天不是吃就是睡 什么时候对修炼这么上心了 穆廷夜听到这话 心里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门口安排的那两位说是保护 实则是监视萧毅的高手 可是每天都会跟他 汇报萧毅的一举一动 不就是要东西吗 他给 是老夫思虑不周 近日来所是繁多 忘记让人将萧公子的 修炼奋力给送来 一会儿我就让人送过来 包括前几日的一期补上 这么大方 萧毅虽然惦记着男主的机缘 但是这白给的 修炼资源当然也不能错过 他想了想 小说中男主获得那造化的时日 离这还远 在幕府再待几日 也未尝不可 这 萧毅故作一副为难的神色 穆廷夜在心里催了他一口 面上却一副笑眯眯的样子 就这么定了 萧公子再多待几日 好好巩固下修为 再出去历练也不及 看到萧毅很是勉为其难的点头答应 穆廷夜不敢再多留 生怕再多留一会儿 又得出点血 走时 特意叮嘱门口的两个人 将萧毅给盯紧望 这才带着一脸肉疼离开 当晚 萧毅就将从木亭夜手里 坑来的修炼资源 吸收得一干二净 再加上系统的外挂 萧毅在睡梦中 直接突破到了养灵境 并且不止 养灵境一重天 二重天 一直到三重天 萧毅体内的气息 才缓缓稳定了下来 丑时三刻 萧毅惊醒 却并没有立刻睁开双眼 他感觉到 屋内有一股陌生的气息 正在慢慢向他靠近 这人想杀他 萧毅十分敏锐地捕捉到来人 那若有肆无的杀气 心中立刻一领 就在那人手中 立刃朝着他袭来的瞬间 释放出了绝对领域 他一跃而起 绕到此人身后 刚想伸手将人打晕 绝对领域的控制时间 却骤然缩短 那人感受到身后袭来的恶风 眼前的大床上 已经没有了萧毅的身影 就知道自己被发现 立刻闪身躲过 萧毅皱眉 看着黑金蒙面的男人 丝毫不慌 心里思存着 究竟是谁派来杀他的 也不过一瞬 萧毅立刻将怀疑对象 锁定在了自己的未婚妻 大反派苏秦月身上 毕竟他出来乍到 还没来得及在外得罪人 就被带回了幕府 看他不顺眼的 除了穆家人别无二选 穆婷也不可能 他巴不得自己活得好好的 穆卿卿虽然有动机 但是以他的性格 只会自己亲自动手 绝不会假以他人之手 只有穆晴月身边培养的大量暗卫 可是替他出手 解决了不少阻他路的人 萧毅察觉到来人是杨灵镜的高手 心里不由万分庆幸 幸亏自己今晚突破到杨灵镜 要不然就惨了 看着此人目露凶光朝着他扑来 萧毅二话不说 换出王权剑御敌 二人瞬间缠斗到一起 剑气四处横飞 屋里一片狼藉 两个杨灵镜之间的争斗 动静不可谓不大 早已歇下的穆亭业与穆青青 立刻被惊动 两人胡乱套好衣服 就朝着萧毅这里赶来 什么人 门口两个用来监视萧毅的守卫 看着从房内冲出来的黑衣人 提刀便向他砍去 一脸惊怒的大声质问 黑衣人避开二人的攻击 却不回击 只一心将所有攻击 落在萧毅身上 垃圾 萧毅余光看了眼那两个护卫 心里暗暗骂了一句 同时杨灵镜 黑衣人以一敌三居然 还能专门追着他看 而那两个护卫的攻击 显然没被黑衣人看在眼里 该不会是杨灵镜大圆满吧 这穆青月 可真看得起他 萧毅将王权剑武的密不透风 将黑衣人的攻击 化解得一干二净 好大的胆子 居然赶来我幕府刺杀 穆廷叶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时 萧毅注意到 黑衣人的身形 有一瞬间的僵硬 就是此刻 萧毅抓住时机 脚下几个闪落七身 主动靠近黑衣人 绝对领域再次展开 扑 兵器入体的声音 传进了每一个人的耳中 黑衣人睁大双眼 不甘地看着萧毅 萧毅面无表情 干净利落地将王权剑抽回 冷酷地看着此人 无力地栽倒在地 滴答滴答 血迹沿着剑身 滴落在冰冷的青石板上 逐渐晕成一滩 萧公子 可有受伤 穆廷叶第一时间 就来到了萧毅的身边 很是紧张地问道 无碍 萧毅摇头 表示自己没事 你 你居然踏入仰灵静 沐晴轻愣愣地看着萧毅 不敢置信 萧毅现在可没心思理会他 走到黑衣人的身旁 弯腰伸手 一把摘下了黑衣人的面巾 他 嗨嗨 他也不知道 是谁这么大胆派来的 萧公子放心 老夫一定会派人好好去查 穆廷叶看到黑衣人的脸庞后 脸色有一瞬间的异样 脱口而出的话 硬是转了个弯 这老家伙还想替穆琴月遮掩 萧毅原本只是猜测 但是穆廷叶的反应 却完全证实了他的猜测 这人果然是穆琴月派来的 查 这人不就是穆大小姐派来的吗 穆大人还要怎么查 穆廷叶和穆琴青 同时震惊地看着萧毅 穆廷叶是震惊萧 是怎么知道这是穆琴月的人 穆琴青则是震惊 萧毅为何会这么说 你不要血口喷热 我姐姐才不会做这种事情 穆琴青大声反驳道 穆廷叶倒是有些心虚 这还真是他大女儿身边的一个暗卫 但是他能当着萧毅的面承认吗 显然不能 萧公子是不是哪里误会了 小女此时正被困在绝地之中 自救都来不及 哪里会派人来刺杀你 而且就如亲儿所言 月儿他不会做这种事情的 萧毅站直身子 抬眼似笑非笑地看着穆廷叶 你说不是就不是吧 但是穆大人 萧毅目光冰冷地看着穆廷叶 不要把别人都当成傻子 穆廷叶一头冷汗 心里暗暗叫苦 看萧毅这模样 无论他再如何狡辩 都会认定是穆勤月下的手 大事不妙啊 萧公子 穆大人不必多言 天亮以后 我就出发去魔兽决地 你要走 萧公子 你之前可是答应留在府内的 妇女二人同时出生 穆勤青自然又是那个被忽略的人 此一时比一时 萧毅主意已定 无论穆廷叶怎么说 都无法改变他的决定 最后穆廷叶只能放弃 转而开始安排人马 要一路护送萧毅去魔兽之地 萧毅心知肚明 说是护送 恐怕是担心 他出了幕府 以后就阴性全无 用来监控他的 对此 萧毅并没有拒绝 毕竟他也没有说谎 他确实是要去魔兽之地 穆廷叶安排的人手 正好替他打点 这一路上的吃穿住行 顺便震慑一下 某些不开眼的萧小之徒 能省很多麻烦 力大于弊 萧毅觉得自己 没有拒绝的道理 穆廷叶忙活了一上午 最终选出了一千兵马 跟随萧毅前往魔兽之地 就在临近出发之前 穆廷叶却又把穆廷青 给色到了队伍之中 复剑 为什么我也要去 穆廷青不满 又不解地问着穆廷叶 满脸的抗拒 他抗拒的不是去魔兽之地 相反要是平时他 绝对会欢喜不已 他抗拒的是 穆廷叶要他随时随地地 跟在萧毅身边 我怕这小子在路上跑了 你替父亲将他看牢了 跑了就跑了呗 正好姐姐可以 不用嫁给这个家伙 不是挺好 穆廷青不以为然地说道 好个屁 他跑了谁来 跟你姐姐成亲 圣之以下 萧毅要是不娶你姐姐 咱们幕府就彻底完了 穆廷叶气地伸出手指 不停地点着穆廷青的小脑袋 这丫头 要是能有大女儿 一半的聪明劲就好了 不过 也是因为穆廷青 没有那么多心严子 穆廷叶才会格外地宠爱他 穆廷青张张嘴 不知道该如何反驳 心里也清楚 这是他闯的祸 冰马 浩浩荡荡荡地出发 对于穆廷青的出现 他只是皱了皱眉 并没有说什么 因为他知道 说了也没用 你能不能离我远点 看着一脸不情不愿 却始终没有离开 自己三尺以外的穆廷青 萧毅忽然来了恶趣味 不能 我父亲让我接 好好保护你 穆廷青心不在焉 差点把穆廷叶的交代 给说了出来 话道一半反应过来 就算是保护 也没必要离我这么紧 我知道你的心思 但我是你姐夫 我们这辈子都是不可能的 你还是早点死心 不要再这样缠着我 穆廷青差点没把自己的肺 给气炸了 你 你胡言乱语什么东西 谁要跟你有可能 谁要缠着你了 穆廷青那小暴脾气 哪里能忍得 萧毅这般胡言乱语 手中的刺金骨鞭 立刻就朝着 萧毅挥了过去 欧巴摩睡网 恼羞成怒了 可惜 你打不过我 萧毅轻轻松松避开 脸上挂着不正经的笑容 继续欺负着穆青青 一个打 一个躲 两人一路这般打得闹闹 原本枯燥的赶路 也变得很是有趣 当然 这是萧毅单方面的认为 穆青青可一点都不觉得有趣 她简直快被萧毅的无耻和自恋给气死了 魔兽绝地 穆勤月并不知道 自己的妹妹和名义上的未婚夫 正在往这边赶来 主子 穆青失手了 穆青月的情绪没有半点起伏 她如今已经进入到魔兽绝地深处 暂时歇息在一个山洞之中 看来这人有点实力 暗卫在洞外等待两久 才听到穆勤月开口说话 暂时先不管她 将父亲的人打发了 我要继续往前 是 暗卫有心想劝穆勤月回头 继续往前太过危险 但她知道自己不能劝 也没有资格开口 魔兽绝地外围 总算到了 穆青青很是高兴地 看着近在咫尺的魔兽绝地 头一次觉得这地方这么可爱 萧毅一行人 进入魔兽绝地 已经好几日 一直未曾见到穆勤月的身影 不过她也不急 本来她的目的也不是来找穆勤月 她看了看手中 穆廷叶提供的魔兽绝地外围地图 选定了一个方向 一群人继续朝着深处走去 喂 你想好了呀 里面可是很危险呢 穆青青半是兴奋 半是纠结地说道 出发之前 穆廷叶可是千叮咛万嘱咐 让她一定要将 萧毅完好无损地带回去 虽然她心里 也很想进入魔兽绝地深处看看 但是却没把握 能够带着人全身而退 你要是怕了 就在外面待着 我有什么好怕的 我是怕你 万一缺胳膊少腿的 我不好跟父亲交代 穆勤青气恼地甩着手中的骨鞭 将一旁的荆棘丛 给打得七零八落 搜搜搜 好几只疾风狐 突然从荆棘丛中窜了出来 飞快地从穆勤青脚边跑过 将她吓了一跳 该死的畜生 你们还傻站着干嘛 还不赶紧捉了 正好中午加餐 看着大小姐驾驶十足的穆勤青 萧毅懒地搭理 自顾自地走着 反正只要她不停下 幕府的这些人 势必得跟着她一起进去 穆勤青狠狠地瞪着萧毅的背影 心想等找到穆勤月后 一定要她给自己出气 穆勤月的修为 可是比自己高出不少 她打不过萧毅 她就不信穆勤月还能打不过她 萧毅越往里走 越感觉不对劲 总觉得自己似乎忘了什么事情 哎 怎么回事 这些畜生 怎么接二连三地往我们这里跑 像是商案好一起来送死似的 听到穆勤青的嘀咕 萧毅脑中灵光一闪 猛然止住脚步 她想起来了 兽巢 哎呦 你干嘛呀 突然停下也不打个招呼 穆勤青一直紧紧地跟在萧毅身后 她停得突然 她没注意 直直地撞在她宽阔的后背上 萧公子 护卫队队长木虎 先是一脸疑惑地看着 突然跳到树上的萧毅 随即立刻点了几个人 让他们跟着上去查看 魔兽绝地的古树 生长得格外粗壮高大 萧毅顺着树干 纵横跳跃 很快就来到了最高点 这可真是壮观 兽巢距离萧毅这里 还是有些距离 但凡是长了眼的 都能看到极远处 那乌泱泱的黑影 随着不断倒塌的古墓 正在飞快地朝着这里汹涌来 我去 那是什么东西 我的天 快 快下去通知队长 慢了几派的护卫 站在另外几棵古树树顶 一眼就看到那疯狂的一幕 纵然看不清是什么东西 但也知道大事不好 当下就连滚带爬 来到木虎面前 回报着刚刚看到的恐怖一幕 看不清 但是速度极快 身形极大 木虎根据手下的反馈 正猜测着 耳边就传来了萧毅的声音 欧巴摩睡网 是兽巢 什么 兽巢 木轻轻一脸 你在开什么玩笑 而木虎不愧是护卫队的队长 立刻就安排后撤 来不及了 十人一组 百人一阵 朝这个方向转移 萧毅脑中 飞快计算了一番 虽然在树顶 看似兽巢距离此地甚远 一半就会被追上 好在他在树顶时 特意看了眼四周的地形 就在三点钟方向处 屹立着一座高山 这 听到萧毅的命令 护卫们并没有动 目光只放在自家队长身上 萧毅 你该不会想趁机 我可不是你 是人命如草剑 木轻轻的话都没说完 就被萧毅给声声对了回去 你 听萧公子的 木虎知道自家二小姐不靠谱 第一次越过他 下达了命令 就这么短短几句话的时间 他已经感受到 脚下大地的震动感 越来越强烈 木轻轻感觉到自己的威严被挑战了 气得想大声喝骂 但是不远处群兽 传来的滔天气息传来 让他立刻闭上了嘴巴 迅速跟在萧毅身后 不敢再多言 再晚一步 他怕自己的小命 真会被留在这里 前面有人 他好了 蓝羽柔满身狼狈的 被陆修半抱半拖 一路狂奔 在距离山脚步远处 看到了萧毅一行人 脸上露出了欣喜的表情 陆修眼中警惕之色 一闪而过 清俊的脸上 很快换上了同样的星系 萧毅自然也看到了 正朝着他们奔来的这对男女 若有所思 他不会这么倒霉吧 等听到陆修爆出姓名 萧毅嘴角隐晦地抽了抽 还真是男主 难怪受潮早不来晚不来 偏偏这时候来 萧毅都不知道该感慨 自己这运气 到底是太好还是太坏了 放他们过来 多一个人 多一份力量 萧毅淡淡地吩咐了一句 是 萧公子 陆修听到他们的对话 原本看着沐清清的目光 落到了萧毅的身上 看起来 这个男人才是这支队伍的首领 陆修看到萧毅的第一眼 心里就有些不太舒服 不知道是因为萧毅长得比他帅 还是因为蓝雨柔的目光 一直放在这个男人身上的缘故 总之 他看萧毅不怎么顺眼 多谢萧公子 陆修脸上挂着假笑 冲着萧毅拱手道谢 萧毅还没说话 沐清清却忍不住撇了撇嘴 你谢他干嘛 这些都是我幕府的人手 要谢你 也该谢我才对 陆修听到沐清清的话 不知为何 心底忽然松了口气 眼神略微有些微妙的 看着一脸冷淡的萧毅 原来是这样 陆某多谢母姑娘心善 来了 冷冷清清的两个字 打断了陆修的客套话 陆修脸色有一瞬间的不悦 不过此时 谁都没空去看他 所有人的心神 全都落在了奔机此处的黑色洪流之中 萧毅他们转移及时 背靠大山 只需要硬从两侧分流冲击而来的魔兽即可 可就算如此 才刚一个照面 顶在最前面的百人团 直接被冲散 场上顿时响起了一声声的惨叫 稳住 萧毅并没有坐以待毙 安安稳稳地躲在最安全的后方 他唤出王拳剑 朝着最混乱的地方 轻轻一挥 看似轻飘飘的一剑 所及之处 魔兽立刻翩翩倒下 这大大的缓解了众人的压力 也让众人收起了暗藏在心中的轻视 特别是陆修 看到萧毅如此风轻云淡 出手的威势却如雷霆 心中升起了浓浓的忌讳 原本以为是个靠脸吃软饭的小白脸 看来 这男子并不简单 陆修压下脑中的思绪 侧头对一旁的蓝雨柔轻声道 你在这好好待着 我去帮忙 有了陆修的加入 幕府护卫的伤亡有所缓解 加上萧毅在后面坐镇 每每出手都在关键时刻 一群人苦苦支撑了小半日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萧毅看着仿佛无穷无尽的兽巢 微微眯起了双眼 系统 你能不能规划出一条安全的逃生路线 他在脑中跟自家系统交流 其实萧毅并没有抱多大希望 只是试探一下 爹 辅助功能已开启 正在为宿主规划路线 路线规划完毕 萧毅的眼前顿时出现一张虚拟地图 上面一条加粗红线 正是系统为他规划出的逃生路线 没想到系统这么给力 萧毅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 萧公子是想到了什么好法子吗 路线精疲力尽地退回到后方 额头上的汗珠不停滑落 颇有些狼狈 转眼瞥到 萧毅没有丝毫劳累的模样 心里就是一睹 再看到萧毅脸上的笑容 总觉得他是在嘲笑自己 实力不尽 萧毅没想到 路线会针对自己 诧异地扫了他一眼 他好心将人放进来 之后两人之间也未曾有过交流 这人怎么似乎有些看他不太顺眼 难道是 极度自己长得比他帅 什么毛病 我打头 从左侧突围出去 想要活命的就跟紧了 突围 你疯了 沐清清差点把手里的骨鞭 往萧毅身上甩 他们光是抵御就耗尽了全力 这还是因为有这座高山的存在 只需顾及两侧即可 离开了这座山 那望不到头的寿巢 瞬间就能把他们给淹没了 这跟找死有什么区别 要走你自己走 我不走 你们也不许动 沐清清打心底里 怀疑萧毅是想要将他们幕府的人 全都葬送在这里 这样正好可以摆脱他们的监控 随便你 我并没有询问的意思 萧毅差点气笑了 冷冷地看了沐清清一眼 转身就走 哎 你 你也不许走 眼看萧毅是真的要走 沐清清急了 二小姐 我同意萧公子的决定 木虎犹豫了一会儿 眼看萧毅已经快走出众人的防御圈 终于硬着头皮上前说道 你敢不听我的 沐清清的怒火 顿时有了发泄口 他奈何不了萧毅 还能奈何不了木虎 不过好在他还记得此时正值生死关头 手上多少留了力 木虎哪里敢躲 硬生生的受了这一边 却仍然坚持跟随萧毅一同离开 萧毅停下脚步 转头看着木虎在挨打 直摇头 这木晴清真的是被宠坏了 秦老 我要不要跟着这个萧毅一起突围出去 陆修觉得现在暂时还算安全 但是他心里也知道 这样子并不能撑太久 对于萧毅说要突围出去 他其实是赞同的 只不过 他对于萧毅这个人有些抵触 他选择的没错 从那边一直往东走 有个山谷 那里才是最好的避难的 一道苍老的声音在陆修心中响起 声音透出了些许的惊讶 陆修垂眸凝视着左手上的一枚戒指 这是他身上最大的一个秘密 这个戒指里 隐藏了一个绝顶高手的残魂 他自称秦老 也正是有着秦老的存在 陆修年纪轻轻 就已经达到了养灵境的修为 跟那些家族重点培育的精英子弟不相上下 原本他还有些自傲 但是萧义的出现让他感受到了极大的威胁 陆大哥 我们 我们该怎么办 蓝宇柔窃窃的拉着陆修的衣角 很是不安的看着大发脾气的沐晴青 我决定跟着萧公子一起突围出去 你放心 我一定会尽全力护你周全 说吧 陆修带着蓝宇柔往萧义的方向走去 木虎还在苦苦劝着沐晴青 身上已经挨了好几边 皮开肉绽 看着有些吓人 你闹够了没有 你想死 也别拖着这么多人一起陪葬 时间紧迫 萧义开口制止了沐晴青发疯 哼 萧义我告诉你 休想趁着这个时机摆脱我 我是不会让你得逞的 沐晴青也看出 他今天就算把木虎当场打死 他也不会听自己的 只能恨恨地收起骨鞭 萧义完全无视沐晴青的话 深吸一口气 将体内的斗气疯狂输入王拳剑中 在场的所有人 在某一瞬间 全都感觉到一股无形却庞大的威压一扫而过 陆修心惊地瞥向萧义手中的 那把毫不起眼的黑剑 不过 此刻并没有多余的时间让他思考 萧义一马当先地 冲进了滚滚兽巢之中 跟上 二小姐 快走 萧义身后 陆修拉着蓝宇柔紧紧跟着 木晴青没想到 萧义说冲就冲 连个招呼也不打 顿时落后了一步 木虎推了他一把 带着剩余的木斧 护卫紧随其后 挡在萧义眼前的魔兽们 先是被王拳剑的威压 给死死压制住体内的疯狂 不过刚清醒 就被无数道剑影 给送上了黄泉路 有那么一瞬间 萧义的面前 生生被他杀出了一条真空地带 但是魔兽无穷无尽 很快这条空隙 就被后来居上的魔兽 再次给填满 萧义一行人 就趁着这个档口 顺利地从中杀了出来 所有人跟着萧义的步伐 一路往东 仓皇奔逃 真的 逃出来了 我还以为 我们都会死在那里 萧义原本一身干净的白袍 原本红润的脸颊 此刻一片苍白 此时此刻 他体内的痘气激进干涸 要是再被拖延一段时间 他都不知道 自己能不能撑下去 萧公子 你还好吧 陆修安抚好蓝与柔 注意到萧义脸色苍白 试探地问道 无碍 萧义淡淡地看了陆修一眼 总觉得这个男主 似乎对他有些敌意 他独自一人走到一旁 盘膝坐下 开始打坐 其他人的情况 也好不到哪去 原本就是强撑着一口气 此时心中那骨气一泄 不少人直接瘫软在地 倒是一直被众人护在中心的 沐晴青 状态还不错 原本对于萧义 居然真的能带着他们逃出来 沐晴青心里 多多少少对他有些改观 但是看到 他这一副高冷的模样 心里的气又不打一处来 这狗男人可真会装 陆修对于萧义 这不冷不热的态度 很是不满 倒是蓝语柔 看向萧义的目光里 带着好奇 他原以为陆修的修为 在这个年纪 可以说是顶尖的了 没想到这个萧义 居然比陆修还厉害 众人休整了好一会儿 就打算继续启程 这里离寿巢太近 只能暂时停留 江湖如今完全把萧义 当成了主心骨 主动开口询问他 接下来该怎么走 萧义沉吟着 他记得没错的话 寿巢之后 不久就是高原藏墓开启之时 他看了眼 玄于左上角并未消失的小地图 确认了方向 地图已经用不上了 往哪儿走都一样 就这个方向吧 萧义看似很随意地 往南面一指 沐清清刚想开口说什么 就见萧义转头盯着他 你要是不愿意 就自己走 瞧着丫头一脸的不服气 肯定没什么好话 谁 谁不愿意了 沐清清嘴硬道 心里却泛起了嘀咕 他怎么知道 我要说什么 话都没说出口 就被萧义给堵了回来 他有些气闷 但他也知道 就算自己怎么闹 萧义都不会顺着他 那个木虎更是不会听他指挥 索性闭上了嘴 陆大哥 我们要不要继续跟着他们啊 蓝宇柔悄悄扯了扯陆修的袖子 低声问道 秦老 你知道那个木葬在哪里吗 陆修在心里联系上秦老的残魂 不知道 高原葬母每次开启的位置都不一样 这个只得看你自己的运气 但你小子运气一向不错 陆修听到秦老这么一说 心里顿时有了决定 如果继续跟着他们 固然大大降低了危险 但是万一遇到了他的此行的目的 也增加了他得手的难度 更甚至 要是他们仗势欺人 他可能连根毛都捞不着 陆修对于自己的运气十分自信 他相信自己单走的话 一定会找到高原葬母 留下来必大于力 最重要的是 陆修看着萧毅眼神一阵闪烁 他不愿意成为萧毅的附属 还是不要给别人添麻烦了 如今已经脱离危险 我们也该离开了 蓝宇柔其实有些想继续跟着萧毅他们 毕竟安全 刚刚他真的是有些吓坏了 但是陆修已经做了决定 他乖乖地点了点头 没有反对 欧巴摩睡网 看到蓝宇柔这么乖顺 陆修因着萧毅产生的玉气 得到了一些舒缓 他带着蓝宇柔走到了萧毅面前 与他道辞 这就走了 萧毅挑眉 似笑非笑地看着陆修 陆修直觉萧毅话里有话 微微一正 难道他想把自己留下来 为什么 陆修觉得萧毅不怀好意 仔细回忆了之前 自己有没有露出什么不该露的宝物 引起了这人的注意 看到陆修眼中的警惕 萧毅暗自骂了句 忘恩负义 好歹我也算救了你们 连句谢谢都没有救走 陆公子真是 萧毅话只说了一半 但是剩余的其他人 哪还有听不懂的 陆修没想到 萧毅居然会在意这种 虚头巴脑的东西 不过 也确实是他没想到这点 被他拿住了画饼 感觉到周围落在他身上的微妙眼神 陆修仿佛脸上被人打了一耳光 火辣辣烧了起来 我 他张了张嘴 不知为何平日张口就来的话 在看到萧毅那张脸后 愣是吐不出来 对不起萧公子 是我太过惊慌失措 陆大哥一心安慰着我 一时没来得及跟你道歉 蓝羽柔上前一步 一脸歉意地看着萧毅说道 很感谢萧公子的出手相助 对了 这是我自己制作的青鹿丸 算不上贵重 只能表个心意 希望萧公子不要嫌弃 看看 人家妹子可比这男主会说话多了 有了蓝羽柔打岔 陆修迅速调整好自己的情绪 就算心里不悦 认为萧毅根本就是故意找他的茶 面上也丝毫不鲜 他顺着蓝羽柔的话 也掏出了一个玉瓶 递到萧毅的眼前 是在下的错 多谢萧公子救命之恩 这是我在拍卖行 重金所得的怒气丸 请萧公子收下 怒气丸 这倒是个好东西 可惜他并不需要 这玩意虽然能瞬间提高一倍的战斗力 但是也就一刻钟 过后 整个人就像是被榨干了一样 得休养个三四天才能缓过来 临出发 慕婷叶可是给了他不少好东西 萧毅所谓重金拍下的怒气丸 他还真看不上眼 萧毅嘴角勾了勾 一句道谢就够了 多余的并不需要 萧公子 行了 要走就快走 我们也要赶路 陆修一口气憋在嗓子眼 上不上下不下的 很是难受 总共就跟萧毅说了几句话而已 但是此次他都处于下风 这让一路走来顺风顺水的陆修 很是气恼 看到陆修那一副响怒 却又使劲忍住的模样 萧毅的心情格外的好 原本还想着 该怎么甩掉这两个麻烦 陆修主动提出离开 萧毅哪有不答应的 刚刚不过是 心里有些不痛快而已 毕竟 他哪怕就条狗 狗还会对他咬咬尾巴 可看陆修那一副理所当然 一点感激都没有的样子 萧毅就不想让他太舒坦 萧毅转身走得潇洒 被他落了面子的 陆修胸膛快速起伏了几下 在蓝宇柔察觉之前 将情绪深深地压了下去 陆大哥 萧公子他 蓝宇柔咬着下唇 面色也有些难看 他没想到 萧毅居然会这么不给面子 他身为悬疑中的掌门弟子 无论走到哪里 都是被人捧着的 这还是第一次 有人拒绝接受他的好意 叮 您有新的任务 请查看 斩杀一百只魔兽 获得炼丹炼器材料 是否接受任务 接 必须接 这不是白给的任务吗 宿主接受任务成功 任务成功奖励 可控制完整的天地黑雷炎 任务失败惩罚 未知 奖励居然是天地黑雷炎 萧毅努力绷住想要上扬的嘴角 心里已经乐开了花 在这个世界中 有乾坤自成能量 名为天火 天火蕴含之中 蕴含着各种不同的能量属性 冰 雷 风 而系统奖励的天地黑雷炎 乃是天火中的变异天火 比之寻常雷火更胜一筹 此火在天火榜上排名第十三 萧毅清楚记得 陆修这小子 就是在这魔兽绝地之中 得到了一道天地黑雷炎 仅仅是一道 就让他在往后的日子里大放异彩 完整的天地黑雷炎 这是不是意味着 系统奖励的是 天地黑雷炎的本源 萧毅越想越觉得兴奋 不由询问起系统 请宿主自行摸索 干巴巴的一句话 把萧毅的所有问题 统统给堵了回来 也让他从兴奋之中 彻底清醒了过来 行吧 究竟是不是本源 等到他完成任务之后 自然有的是时间慢慢琢磨 原本萧毅打算闷头赶路 以最短的时间 赶到高原藏墓附近 现在接了系统的任务 他只能放慢脚步 虽然他们已经远离了寿潮 但是绝地之中 到处都能碰到一小群 忙着逃命的魔兽 这倒是正好方便了萧毅 眼前刚好冲过来十几只魔兽 木轻轻不愿在这上面浪费精力 刚想避开 就看到萧毅二话不说 拎着王拳剑上去 就是一通乱看 萧毅 你干嘛呢 你这是杀魔兽杀上瘾了 我做事不用你管 要跟着 你就老老实实地跟着 不想跟 就自己掉头回去 你 你太过分了 木轻轻被萧毅一次两次这么落面子 心里头的委屈 一下子冒了出来 眼角有些发红 我还有更过分的 萧毅忽然凑近木轻轻 右手捏住他的下巴 让他被迫抬起脑袋 两人四目相对 温热的呼吸 喷洒在木轻轻娇嫩的肌肤上 让他感觉非常不适 从小到大 这还是第一次 有男子距离他如此之境 哦 不对 是第二次 第一次是这家伙打着打着 忽然就偷亲了他一口 木轻轻忽然就想到了 当初在擂台上的那一幕 胸膛里的那颗心脏 冷不丁跳得飞快 快的 让他有些呼吸困难 看到木轻轻一声不吭 萧毅顿觉有些无趣 原本还想好好警告他一下 谁知道这丫头 居然哑火了 真是个直老虎 直到萧毅放开 从他的身旁离开 木轻轻这才感觉到 呼吸一下子畅快了起来 他俯了俯自己的胸口 还是跳得好快 不过 比刚才已经好多了 他这是怎么了 木轻轻摸了摸自己发烫的脸颊 眼睛下意识地追逐着萧毅的身影 愣愣地发起了呆 萧毅让木府的侍卫 将魔兽身上那些用得上的材料 都替他收拾了 如今 他的心里只有任务 只要木轻轻不再跳出来作妖 萧毅哪还有心思管他 木轻轻一反常态地沉默 木虎又完全听从萧毅的指挥 整个队伍一时之间无比地和谐 走走停停 萧毅一边往南前行 一边不停机杀着路上遇到的所有魔兽 很快 斩杀一百只魔兽的任务就完成了 恭喜宿主萧毅 完成任务 任务奖励已发放 萧毅感觉 左手有一瞬间的威马 他立刻抬起手 只见左手掌心处 有一朵小小的黑色莲花 时影时现 神石轻轻朝着黑莲探去 一股欢喜雀悦的情绪 顺着萧毅的神识涌去 萧毅简单尝试了下 天地黑雷炎 顺着萧毅的指令 在他体内快速游荡了一遍 简直如必食指 这天地黑雷炎 仿佛原本就是 他身体中的一部分 如今只是物归原主而已 萧毅被自己脑子里 这忽然产生的念头 给吓了一跳 随即就觉得自己这个想法 可真够一想天开的 很快 这个念头就被他抛之脑后 就在萧毅琢磨天地黑雷炎时 距离他们不远处 一道新红光芒直射天际 无论远近 此时在魔兽绝地的人 都能十分清晰地看到 那道红光 高原藏目开启了 萧毅望着眼前的新红 悄无声息地动了动嘴角 陆大哥 快看 那是什么 蓝雨柔看着远处 那新红四血的光芒 轻轻撇起了绣眉 这颜色让他很不安 总有种不祥的感觉 陆修 快去 高原藏目开了 还不等陆修询问 秦老主动开口 声音里带着隐隐的激动 好 陆修听到 秦老确认是高原藏目 精神顿时一震 没有注意到秦老的异常 应该是绝地中的某个机缘开启了 宇柔 我们赶紧过去吧 陆修说完 也不等蓝雨柔回答 率先动了起来 蓝雨柔感觉到陆修的急切 只能将心底的那一丝不安 强行压了下去 萧毅一行人 原本就离得很近 很快就赶到了光芒附近 却没想到 他们居然不出第一个到达的队伍 是姐姐 沐晴青一眼就认出了 人群中最亮眼的那个人 沐晴月 一定会跟沐晴月遇上 但是萧毅没想到 这么早就会见到沐晴月 明明 在原剧情里 是陆修先进入高原藏墓 现在陆修没出现 反倒是沐晴月率先来到了这里 萧毅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就在萧毅思索时 忽然感觉一道冰冷的视线 落在了自己的身上 萧毅顺着视线回望过去 正是沐晴月 对于沐晴月冰冷的眼神下 暗藏的汹涌杀鸡 萧毅的眼神平静中 含着一丝淡淡的欣赏 毕竟 抛开那些外在因素 沐晴月的那张脸 绝对是萧毅见过最好看的一个 沐晴月没注意到 两个人之间的眼神交战 兴冲冲地 跑到沐晴月的面前 扯着她的衣袖 不停撒娇 这还是萧毅第一次看到 沐晴月在人前露出这副娇俏的模样 哪怕在沐晴月面前 沐晴月都未曾如此过 沐晴月将视线从萧毅的身上移开 拍了拍沐晴月的脑袋 一会儿跟在我身边 别乱跑 对于沐晴月的出现 她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意外 萧毅怀疑 沐晴月是不是早就知道他们的到来 好 姐姐 那个人她 我知道 眼下的事情重要 沐晴月直接打断 没让沐晴月说下去 感觉到沐晴月对于萧毅的不在意 沐晴月顿时朝着萧毅 抛去了一个得意洋洋的眼神 心里也略过一丝窃喜 萧毅看着沐晴 那找到靠山后得意的小模样 摇了摇头 这丫头也就这点出息了 不过说来也怪 沐晴月这个黑心女人 冷心冷肺 后期就连自己的亲生父亲都没有放过 但是对于这个妹妹倒是颇为照顾 始终一直护着她 直到沐晴清为爱投入入休的怀抱 背叛了沐晴月 咦 所以导致沐晴月最后黑化的那么彻底 其中也有沐晴清的因素吧 而且这因素 估计还占据了不小的影响 萧毅灵光一闪 暗自做了一番猜测 看着沐晴月 没有丝毫搭理她的模样 萧毅也不是那种拿热脸贴上去的人 想来沐晴月也肯定不会带着她 一起进入高原葬墓 这倒是正中萧毅的下怀 她巴不得跟沐府的人分开 你们府上两位小姐都在那边 不过去 萧毅的话让沐虎一政 萧公子 您不过去吗 沐虎想当然地以为 既然找到了沐晴月 那他们两支队伍 自然会合并为一支 但是萧毅既然这么问 这话里的意思就很明显了 不去 萧毅肯定地回答 让沐虎有些不知道该说什么 想到自己此行的目的 沐虎摇头 萧公子竟然不过去 我等自然是守护在萧公子的身边 欧巴摩睡网 是守护也是监视吧 萧毅对于沐虎的决定不置可否 反正进入高原葬墓后 可不是他们想跟就能跟得住 萧毅将注意力放在了那道光芒上 沐虎看到萧毅的反应过来 心里偷偷松了口气 要是萧毅刚刚硬是要赶他们去沐晴月那边 那他们只能撕破脸了 沐晴清在看到沐晴月后 早就将沐晴月交给他的任务 给忘了个一干二净 也可以说 找到沐晴月后 在他心里 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毕竟 萧毅是沐晴月的未婚夫 要盯着萧毅那也是沐晴月的事情 萧毅与沐晴月都不是话多之人 现场只有沐晴清抱着沐晴月的胳膊 叽叽喳喳地说着一路上的凶险 让有些僵硬的气氛 显得没有那么沉闷 是萧公子和沐小姐他们 陆修在看到萧毅的瞬间 脸色有些不太好看 他之前跟萧毅这群人分开后 跟着自己的感觉 选了个方向走 原本以为自己走的是对的 直到看到红芒 才知道自己走错了 好在错得并不离谱 只是绕了点弯路 总算赶了过来 在看到高原藏墓并未开启时 他一路提着的心放了下来 陆修的眼神从萧毅身上一开 扫到沐晴月的身上后 再也挪不开 那绝美的容颜 修长的身段 清冷的气质 一一击中了陆修的心脏 在这一瞬间 陆修的眼中再也看不到旁人 只有沐晴月的身影 陆修炽热的眼神 沐晴月如何能感觉不到 不过对于这种眼神 他早已习惯 一个眼神都没给陆修 仿佛这个人不存在 甚至沐晴月心里忽然觉得 那个所谓的未婚夫 初见自己时的表现 居然还不错 陆修一点都不清楚 自己被沐晴月拿来 跟萧毅做了对比 并且落下了很不好的印象 陆修很快就察觉到了 自己的失态 立刻收敛了情绪 只不过几个呼吸的时间 他自以为自己遮掩得很好 没有人知道 但是萧毅在他出现的那一刻 注意力就全都放在了他的身上 将他所有的表情 都收入眼中 他若有所思的 将视线在陆修与沐晴月 两人之间来回移动 看来陆修这样子 并不像剧情里 写的那样对沐晴月 无动于衷啊 反而沐晴月才是 萧毅越来越觉得 很多事情 与小说里描写的出入很大 不知道是因为小说中的故事 太过片面 还是因为他的到来 影响了剧情的走向 萧公子 穆姑娘 我们又见面了 陆修率先开口 打破了平静 萧毅微微点了点头 算是回应 又是你们啊 沐晴清对于陆修和蓝雨柔的印象 不好也不坏 随意地回了一句后 就对转头对沐晴月说道 姐姐 这两个人 就是我刚刚跟你说的 陆修听到沐晴清喊那名女子后 眼神一亮 本以为沐晴月会跟他们打招呼 陆修心里略微有些紧张 脑中飞快地组织语言 希望能够在这名美丽的女子面前 留下最好的印象 谁知 沐晴月只是淡淡恩了一声后 再无反应 这让陆修火热的心 一下子冰凉 陆修感觉有些尴尬 甚至还有一丝难堪 蓝雨柔感觉到他情绪有些不对 却不知道是为何 看到有些冷场 主动站了出来 跟沐晴清说话 原来这位是沐大姑娘 我叫蓝雨柔 是玄义宗的弟子 之前多亏了沐二姑娘 和府上的护卫 蓝雨柔性情温和 说话的语调也是温温柔柔 沐晴月对于蓝雨柔的态度 倒是还可以 虽然话不多 但也算是有回应 轰隆隆 就在几人说话时 天地间仿佛被人狠狠地撕开了一道口子 原本还阳光明媚的天空 瞬间暗淡无光 整个魔兽绝地在这一刻 陷入了昏暖之中 萧毅抬头紧紧地 盯着虚空中的裂缝 心道 来了 原本只有小臂粗细的裂缝猛然扩散 原本直射天际的星红光芒 急速闪烁 晃得让人睁不开眼 红芒闪烁的频率越来越快 然后忽然消失 不知去向 而虚空中的那道裂缝 已然变成了一道 威然高耸的巨大石门 之雅 随着一声刺耳的声音响起 那两扇石门 仿佛正在被一双无形的大手 缓缓推开 走 沐晴月抓住沐青青的手臂 带着人第一时间进入石门 我们也快些进去 陆修有些懊恼 自己落后一步 但是一想到沐晴月那绝美的容颜 那点懊恼 很快就消散了 但是他却不想再落后于萧毅 带着蓝雨柔 飞快地从萧毅身边经过 脚步飞快地踏入了石门 萧公子 木虎疑惑地 看着一脸淡定的萧毅 心里头有些替他着急 这别人进去了 他怎么还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这好东西 可不等人啊 萧毅瞥了眼木虎 有些好笑 这正是皇帝不及太见急 这高原藏墓 可不是谁进去越早 得到的宝物最多 走吧 一进入石门 萧毅眼前一黑 整个人晕眩了一秒 随后便感觉到 双脚踩到了石地上 一道道烛光 翘无声息地亮了起来 将原本的黑暗驱散 萧毅打量了一下 发现自己 站在一个永道之中 只有他一个人 其他人并未瞧见 对于这点 萧毅早就心知肚明 所以丝毫不慌 他往身后看了看 一片黑暗 只有前方被烛火点亮 左右皆是雕刻着 精美图案的墙壁 这不是明摆着 只有一条路 虽然萧毅看过小说 知道原剧情 但他只知道 陆修和沐晴月 会遇到什么样的场景 对于自己现在身处哪一处 即将面对什么样的危险 一无所知 系统在我进来之前 特意发了个任务 将天地黑雷炎 送到我的手里 应当足以让我保命了 萧毅其实有些琢磨出 自家系统 发布任务的一些规律 这个系统绝对不想看自己死 想招法地 给他增添保命的手段 所以 萧毅心里还是挺有底气的 哒哒哒 整个涌道 只有萧毅一个人的脚步声 哒哒哒 萧毅走了很久 具体多少时间 他并不清楚 他望着仿佛没有镜头的前方 忍不住皱了皱眉 该不会就让他 这么一直走下去吧 萧毅将心底 升起的烦躁压了下去 嘴角紧敏 面无表情 哒哒哒 哒哒哒 原本单一的脚步声 忽然出现了重叠 仿佛在他的身后 还跟着另外一个人 来了 萧毅脚步丝毫没有停顿 依旧保持着 跟之前相同的频率继续走着 也没有回头去看 哒哒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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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毅越走 身后的重叠的脚步声 也越来越多 仿佛不断有人在加入 紧紧地跟在他身后 随着时间的流逝 萧毅身后的脚步声越来越多 落下的声音也越来越重 单一且乏味的脚步声 不知什么时候 让萧毅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 动 动 动 不好 萧毅脸色苍白 额头上不知何时 已经不满了冷汗 他猛然发现 不知何时 自己迈出的脚步频率 已经被影响 逐渐与自己的心跳声 越来越吻合 就在他察觉的那一刻 心脏处隐隐传来细微的痛感 萧毅有种直觉 要是等到那诡异的脚步声 与他的心跳声 完全保持在同一频率时 就是他丧命之时 不能再继续走下去了 萧毅果断地停下了自己的脚步 就在萧毅停在原地不动后 身后的脚步声也同时消失 好像从未出现过一般 呼 一道阴冷至极的微风 从萧毅的耳边拂过 就像是有人 在他耳畔轻轻地吹了口气 什么鬼东西 居然调戏他 萧毅怒了 直接唤出天地黑雷炎 向自己的身后扫去 涌道并不狭窄 却也没有多宽敞 天地黑雷炎 直接将整个涌道站满 萧毅转身看去 滔天明亮的火光 将原本的黑暗照得明亮无比 原本消失的脚步声再次出现 不过这一回 就没有之前的那般平稳整齐 明明眼前没有任何东西 但是那错综杂乱的脚步声 仿佛无数人在争先恐后的逃命 无数道脚步声在萧毅的心里 脑子里 耳朵里不停地响起 那一瞬间 萧毅感觉自己的脑子都快要炸了 他死死地咬紧牙关 将王拳剑换了出来 王拳剑一出现 剑身上无形的微压 缓缓从萧毅四周荡开 萧毅脑子里 那密集如骨的疼痛 终于得到了缓解 等他有些缓过神来 这才发现 那些杂乱无章的脚步声 正在一个接一个的消失 萧毅试着增加天地黑雷炎的威力 脚步声消失的速度也随之加快 直到最后一道脚步声停止 萧毅狠狠松了口气 将天地黑雷炎收回到体内 这天地黑雷炎的消耗 也不比王拳剑小 萧毅皱着眉 对比了下使用王拳剑矢所消耗的斗气 得出了这个结论 这要是两者同时使用 以我现在的修为 仅仅只能支撑三分钟 时间有点短啊 萧毅掏出从幕府所得的养灵丹扔到嘴里 快速恢复着体内挥霍一空的斗气 原本被天地黑雷炎照耀过的涌道 又开始渐渐暗了下来 黑暗朝着萧毅无声蔓延过来 扑扑扑 墙壁上燃烧的烛火 随着黑暗的前行 一根接一根的开始熄灭 这让萧毅的心里有些发毛 还来 养灵丹在萧毅体内发挥作用 但是以目前的速度来看 萧毅想要再次出手 有些困难了 萧毅原本半依靠在墙壁上 稍作休息的身体 立刻紧绷 手里紧紧抓着王拳剑 转身朝着明亮的前方 快速奔跑而去 直觉告诉他 千万不能被身后的黑暗 给沾上一丝一喉 原本萧毅还以为会跟之前一样 永无止境地奔跑在这条永道之中 谁知 他跑出去没几步 就撇到左右两边 居然出现了另外两个通道 他跑得太快 一时间收脚不及 直接错了过去 萧毅赶紧刹车 转身又往回跑 就在他回到十字通道口时 那片黑暗也已经距离他越来越近 眼看就要将他吞噬 没有任何思考的时间 萧毅朝着右边冲了过去 就在他冲进右边通道后 只听身后传来一阵机关转动的声音 一道断笼石重重落下 彻底断绝了萧毅的后路 也阻断了那片黑暗的侵袭 感觉到危险消失 萧毅吐出一口浊气 直接坐了下来 刚刚那是什么东西 原剧情里好像并没有提到 萧毅心中闪过一丝后怕 原以为自己熟知剧情 便能安然无恙 刚刚的遭遇却让他知道 纵使窒息一切 也不可能随意妄为 还是小心点 要是因为大一番车 丢的可是自己的小命 萧毅一边休息 一边调整着自己的心态 半晌 睁开眼 萧毅起身 周深的气质与之前似乎有些不同 细看却又仿佛没有改变 长长的涌道 看着与之前并无区别 就在萧毅以为 又要漫无目的地走上半天时 前方不远处出现了拐角 顺着拐角继续走 行至一半 两扇高大精美的木门 出现在萧毅的眼前 看到木门雕刻精美的朱雀图案 萧毅脸上露出了淡淡的笑容 没想到 我居然找到了这里 高原藏墓之中 有诸多墓室 里面各有乾坤 但是 除了主墓室之外 就属青龙 白虎 朱雀 玄武 这四个墓室之中的宝物 最为可贵 他记得在剧情之中 陆修最后获得的 就是这朱雀墓室之中的 一道天地黑雷炎 难道是因为我 刚刚使用了天地黑雷炎的缘故 陆修能够找到朱雀墓室 也是机缘巧合 不能说是他找到 他是在逃命的过程中 被意外传送到朱雀墓室之中 怎么看 那天地黑雷炎 都是作者大大强行送到陆修手里的 萧毅妈撒着下河 思考自己该怎么进去 陆修是直接掉进墓室里面的 所以剧情里压根就没提到过 如何打开这道墓门 想了想 萧毅再次召唤出天地黑雷炎 试探着粪出一缕 附到了墓门上 没反应啊 看来不成 萧毅收回天地黑雷炎 有些遗憾地看着纹丝不动的墓门 举起了手中的王拳剑 既然不能取巧 那就只能以利破之 就在萧毅准备暴力开门之时 就见原本紧闭的墓门 悄无声息地打开了一条戏缝 萧毅目测了一下 正好容纳他一人走进去 有意思 这是墓门有灵 还是说 这个高原藏墓那里有人控制 萧毅并没有放下手里的王拳剑 也没有 立刻就走进墓室 修长的食指轻点着剑柄 萧毅将脑中 关于高原藏墓这个副本的剧情过了诱过 还是没有整理出什么头绪来 不过 对于自己的猜测 萧毅更倾向于后者 说不出什么缘由 只是他的直觉这么认为 对于自己的直觉 他很相信 似乎察觉到了萧毅的犹豫 墓门再次往里拉开了一些 原本有些狭窄的戏风 变得宽敞了不少 这是怕我不进去 这么反常的举动 萧毅提高了心中的警惕 不过 这朱雀墓室他既然已经找到 那就没有放过的道理 男主的造化 能抢一个是一个 打定主意 萧毅紧握王拳剑 一步一步缓缓走入了朱雀墓室 秦老 现在该怎么办 陆修此时颇有些狼狈 原本整齐的头发有些散乱 身上的衣衫也变得破破烂烂 此时 他正身处于一间墓室之中 正中央的棺果已经被打开 内里空空如也 而整个墓室里 除了陆修之外 还有许多双目赤红 面色清白 四肢僵硬 却速度极快的僵尸 这些僵尸的境界 居然都在养灵境 若是一个两个 陆修自然能够对付 可是他们一出现就是十几只 要不是陆修手里好东西不少 哪里能撑这么久 陆修此时 心里有些后悔 那棺果之中的法器 不过黄品 他不过是 抱着不拿白不拿的心态 将之收入囊中 结果没想到 会引出这么大一个麻烦 可惜 你现在还未获得天火 若是有天火在手 也不会如此被动 这不是说的废话吗 陆修心里忍不住骂了一句 不过他很明智地 将这句话给屏蔽了 没有让秦老听到 虚空话服你 也未学会 没办法 你只能用霹雳子了 秦老有些嫌弃陆修的修为太低 以至于很多术法都无法施展 霹雳子 陆修一个闪身躲过右侧 向他扑来的僵尸 一箭将身后的偷袭的僵尸 给劈到一旁 很是有些不舍和心痛地 掏出了秦老口中的霹雳子 这一霹雳子可是保命力气 它总共也只有五颗 霹雳子乃是上古大能制作而成 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各种意外 霹雳子的制作方法早已失传 如今世上仅存的霹雳子 那是用一颗就少一颗啊 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 霹雄不死心地再次问道 如果你还有引雷符的话 秦老说完就闭上了嘴 心里有些看不起霹雄的小家子气 要不是引雷符用完了 他至于问他吗 霹雄差点没憋住心里的火气 但是一想到之后 还要仰仗这个残魂 再生气也不敢冲着他发火 只能将手里的霹雳子扔进僵尸堆 随后飞快地向木门跑去 爆 轰咙咙 霹雳子的威力比露修想象当中的还要巨大 哪怕他已经在身后布上了好几层屏障 却还是瞬间就碎裂 露修整个人被直接炸飞 随着身后四散的残肢断骸 一起重重地摔落在涌道之中 扑 露修胸口一阵发闷 一口血喷了出来 脑中一阵晕眩 最后还是没撑住晕了过去 嗯 萧义才将那一道瑟瑟发抖 原本属于露修的天地黑雷炎给吞入体内 就感到整个墓室都在微微颤动着 这是要他了 怎么露修收取天火的时候没这反应 萧义有些纳闷 不过防止自己被活埋 他还是迅速退出了朱雀墓室 颤动很快就停止 等到萧义再次退回到涌道那时 朱雀墓室的大门骤然闭合 下一秒 刻有朱雀图案的墓门便直接在他眼前消失 仿佛从未出现过一般 平整光滑的墙面 看不出丝毫的破绽 也不知道 我那未婚妻现在怎么样了 截胡了陆修的机缘 萧义转念又惦记上了木晴月 至于木晴青 他压根就没想起来 萧义望着眼前忽然出现的插道口 陷入了沉思 往左还是往右 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第一次遇到插路口 他来不及思考 随意选了个方向 躲过了致命危机 还截取了陆修的天火 算是他运气好 这第二次遇到插路口 要是选错的话 萧义想到自己之前的猜测 如果高原藏墓这个副本之中 隐藏着一个 可以操控整个藏墓的人 那无论他选左还是选右 是危机还是机缘 都是由那个人说了算 既然如此 那就没什么好纠结的了 萧义想通之后 果然迈出了脚步 走向了左边 果然如此 就在他完全进入左勇道之后 断龙石再次落下 阻断了他回头的退路 叮 你有新的任务请查看 获得神农鼎 成为炼丹师 是否接受任务 自从他进入高原藏墓后 就一直沉寂的系统 突然跳了出来 神农鼎 这可是属于沐秦岳的机缘 系统不会无缘无故发布任务 那说明 这条永道连接的是青龙墓士 萧义从系统发布的任务 推断出了这个信息 至于之前朱雀墓士出现时 为何系统没有反应 萧义归结于 因为他本身 已经拥有了完整的天地黑雷炎 解 之前系统让他斩杀魔兽 就是为了让他有材料练手 萧义越来越觉得 系统发布的任务 都是替他量身定制的 宿主接受任务成功 任务奖励 完整的神农要点 任务失败惩罚 未知 听到任务奖励 萧一眼中神光闪烁 他知道沐秦岳得到神农鼎后 花了很大的力气 才获得了神农鼎的认可 神农鼎的气灵 附赠了他一份神农要点的残本 这也是沐秦岳之后 能招募到各方高手的最大仪仗 他凭借着神农鼎和残本 一举成为了这个世界 仅有的几位高级炼丹师之一 高级炼丹师在这个世界 可谓是凤毛麟角 如果不是天大的死仇 一般情况下 很少会有人会去得罪 所以 哪怕之后 看不惯木秦岳的人有许多 但是大多数人都选择了避让 或者袖手旁观 除了陆修 一是因为陆修是男主 那必然是得跟大魔头死磕到底的 二是因为陆修日后 也成为了高级炼丹师 所以 压根就不怕得罪木秦岳 要是能将陆修成为 高级炼丹师的机缘 也一并抢来就好了 这样对于两边都公平一些 神农顶还没获得 萧伊已经想着以后了 就在他有些走神时 脚下忽然一空 整个身体往下坠去 意外发生得极快 他刚想提起网上 就发现全身的斗气 居然无法掉动 萧伊一开始有些慌乱 但是随即便想起来 原剧情有过这种情况的描写 木秦岳进入青龙牧师时 正是他现在这种情况 于是马上镇定了下来 很快坠落感消失 但是萧伊并没有踩到实地的感觉 他仿佛就这么定定地漂浮在半空之中 被黑暗和寂静包裹 等了许久都没有丝毫动静 萧伊十分沉着 并且直接在虚空中盘膝而坐 将王权剑搁置在双腿之上 索性开始了冥想 这小子倒是胆子够大 高原藏墓的某一个角落里 忽然发出一声轻哼 真没意思 萧伊是被摔到地上的 一点给他反应的机会都不给 他就这么硬生生地屁股着地 这让他在心里恶狠狠地问候了一声 藏墓的掌控者 萧伊完全可以肯定 这个躲在暗处的掌控者 刚刚一直在监视着他 沐清月当初根本没有这一遭 萧伊嘴角微抽 任命地从地上站了起来 不过也可以肯定 藏墓掌控者 似乎对他没有什么恶意 这种恶作剧不算 要是藏墓掌控者 真的对他有恶意 那他就不只是紧紧被摔一下了 萧伊想到 原剧情中陆修 遇到的那个副本大boss 只能在心里暗暗祈祷 那玩意儿 还是继续留给陆修比较好 四周依旧是一片黑暗 萧伊有些摸不着方向 不过很快 他就发现在自己的左前方 有两缕悠悠的鬼火 正散发出绿盈盈的光芒 时影时现 萧伊眼睛一亮 召唤出天地黑雷炎 在前方开路 直奔那两缕绿光而去 还好我反应快 一睹看不到高度的石墙 突兀地出现在萧伊的面前 急行中的萧伊 硬生生脚下一拐 从侧面绕了过去 随后调整了一下方向 继续朝着鬼火冲去 不知为何 如果他没有以最快速度 到达鬼火所在之地 那神农顶就会与他失之交臂 就在他分神的一刹那 又一堵石墙从天而降 难怪 那鬼火时影时现 原因就在这些 神出鬼没的石墙上了 那两缕鬼火看着不远 但是因为石墙的阻碍 消一时不时就会偏移方向 反而离鬼火越来越远 真是麻烦 沐晴月红唇紧敏 看着挡在眼前的石墙 眼中露出的不耐烦 他索性停下脚步 斗气聚集在右手上 狠狠一拳冲着面前的石墙打了过去 一拳 两拳 三拳 轰隆一声 原本阻碍在沐晴清面前的石墙 轰然倒塌 哼 沐晴月冷哼一声 静止朝前走去 还有其他人 一定是沐晴月 石墙倒塌的动静很大 消一在第一时间停下脚步 朝着发出声音的方向望去 当然 什么也看不到 真是个暴力的女人 消一直觉认定 造成动静的人 除了沐晴月之外 别无他选 毕竟 这原本就是 属于他的机缘 那就比比看 谁快了 消一也不再保留 天地黑雷炎探路 王全剑开路 紧紧一剑 没有沐晴月的声势浩大 石墙直接化为了粉末 飘飘洒洒间 被天地黑雷炎给焚烧的一干二净 仿佛从来未曾出现过 消一前进的速度陡然加快 但是 他体内的斗气 也在飞快地消耗着 不能让沐晴月抢先 消一趁着石墙还未出现之时 掏出养灵丹的玉瓶 一股脑的全都倒进了嘴里 仿佛吃的不是养灵丹 而是普通的糖豆 消一这边一动手 沐晴月立刻就感觉到 距他不远的斗气波动 这也让他知道 此间不只有他一人 沐晴月表情不变 仿佛并不在意 只是破开石墙的速度 稍稍有些加快 消一率先一步抵达 但他体内的斗气 也消耗极大 而且由于一次性吞噬过多的养灵丹 此时经脉处正隐隐有些胀痛 不过 先机已得 这点小痛 消一并未放在心上 他朝着沐晴月的方向望去 隐约间已然能看到 不远处那曼妙的身姿 消一勾起嘴角 毫不犹豫地凌空飞起 直接将整个身体 撞向了右边那缕忧火 就在消一与忧火相碰的瞬间 消一与忧火同时消失在了原地 沐晴月只看到一个侧影 就失去了消一的踪迹 是他 他轻轻撇着两道绣眉 没想到 自己居然持人一步 看着虚空中仅剩的那道忧火 沐晴月已经没有选择 虽然细节上有出人意外的变化 但是大剧情上依旧不变 消一打量着四周 满意地点点头 原剧情中 沐晴月真是选择了右边 十分轻松地就拿到了神龙顶 而某个倒霉鬼 被迫选择了左边 悲催地陷入了无边的恶战之中 左边那道忧火之中 设有五行大阵 金木水火土 每个都得来走上一遭 才能通往真正的青龙墓室 而右边这个 则要简单很多 这里就是一个简单的石室 中间摆着这个反品的炼丹炉 一旁放着一个暗机 上面摆着五份数量相同的炼丹材料 最边上则是放着一纸单方 消一知道 只要将材料用尽之前 将单方上的丹药炼至成功 就算他通过 这考验主要是用来 剔除毫无炼丹天赋的人 对于消一来说 这就是纯纯地让他炼个手 虽然从未炼过丹 但是消一认为自己 绝对不是那种毫无天赋之人 没错 就是这么自信 消一夺步走到暗机前 先将丹方熟记于心 这第一道考验的丹方 便是养灵丹 半赏 他放下丹方 胸有成竹的盘膝 坐于炼丹炉前 隔空将第一份材料 投入进了炼丹炉 应该不会炸炉吧 消一小声地嘀咕了一句 翻手将天地黑雷炎 送入炼丹底部 第一步 材料提纯 原本消一觉得 这是最简单的一步 没想到他 直接在这上面翻了车 望着面前的一堆黑炭 消一的脸色 同样有些发黑 居然第一步就失败了 明明他看小说的时候 沐晴月直接一步到位 就完成了这个最简单的单方 是了 沐晴月身为幕府大小姐 自小就开始 有无数材料供他练习 大意了 消一忽然觉得 他要是选择了 左边的五行大阵 凭借着王权剑 和天地黑雷炎 完全可以选择暴力通关 速度上也不定会慢上多少 现在再后悔也无用 他也不能重新再选一次 稳住 我可是有系统的人 我炼丹天赋一定不差 要不然 系统也不会发布那个任务 只是没经验而已 消一在心里安慰着自己 再次拿起药材 开始再一次的尝试 整整三次之后 消一终于成功了一次 这一次的成功 让他有些摸到了 药材提纯的上的操作细节 虽然之后 消一也有失败 但是随着次数的增加 他操作的越来越熟练 失败率也越来越低 接下来 消一没有立刻炼制仰灵丹 而是打坐片刻 凝神尽气 顺便在脑子里 仔细推敲着之后的每一个过程 最后缓缓吐出一口气 开始了第一次的尝试 这就成功了 消一心里早就做好了失败的准备 结果没成想 第一炉直接就成了 望着掌心那十颗圆滚滚的仰灵丹 看着那九道明晃晃的丹纹 消一觉得自己真是个天才 居然直接是九星黄品 如果换一个炼丹炉的话 可能品质还能有所提升 他若有所思的 对仰灵丹品质起了最大作用的应该就是他了 天赋我有 看来还不错 天火也有了 看来如今就差这神冬顶了 消一拿起一颗自己炼制的仰灵丹 扔进了嘴里 尝了尝效果不错 至少比慕廷叶送给他的仰灵丹要好许多 体内斗气恢复的速度明显得到了提升 忽然 时室内的炼丹炉和暗基凭空消失在消一的眼前 紧接着 一个新的炼丹炉与暗基再次出现 消一知道 这是第二关的考验 第二关是轻入丸 第三关是浴血糕 第四关是怒气丸 第五关是破胀丹 随着单方的难度增加 每一次实施中提供的炼丹炉等级也越来越高 这让消一体会到了不同品质的炼丹炉在炼丹之时的区别 第二关 第三关 消一轻松通过 直到第四关的怒气丸 消一第一次炼制时已失败告终 难怪能上拍卖行 这怒气丸果然没那么好炼成 消一并不慌乱 失败了一次 他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第二次炼制时很快就成功 并且因为炼丹炉的品质提高 更有着天火的加持 成功的这一炉怒气丸 直接达到了第级五星 当初陆修拿出来表达谢意 口中重金拍卖的怒气丸 也不过是玄机三星而已 对于接下来的破账丹 消一很是期待 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炼制出天品丹药来 天品炼丹炉 这高原藏墓的主人可真富有 看着新出现的炼丹炉 消一心里忽然有些羡慕 他如今手里只有一把王全剑 虽然很实用 但是外观丑就不说了 对于斗气的消耗太大 以他如今的修为 实在无法长时间使用 消一甩了甩头 将脑中杂念抛开 努力截胡 努力做系统任务 他相信往后属于他的法宝 会越来越多的 看不出来 这小子炼丹天赋居然这么高 看他这么轻松 要不要再加点难度呢 暗处 一面铜镜悬空 铜镜的正面赫然是消一的身影 一道黑影 正在聚精会神地盯着镜面 自言自语 萧一正在享受着炼丹的快乐 被萧一坑了一把的慕情乐 则在五行大阵中艰难地破解阵法 而那个自己把自己给震晕过去的陆修 也终于从昏迷中清醒了过来 陆修刚清醒 就感觉到有无数道不知名的东西 在他身上游走 什么东西 四周漆黑一片 他下意识地拿出了赵明石 卧槽 待看清楚身上的东西和四周的环境 陆修很没有形象地抱了句粗口 果然将赵明石收了起来 蛇 很多很多蛇 他如今并不在昏迷前的涌道之中 而是不知何时落到了蛇窟里 可惜 哪怕他速度再快 在他附近游荡的群蛇都已经被惊动 陆修看不见 但是对于声音却越发敏锐 他能听到周围的那些蛇 正在快速地向他游来 陆修体内斗气急速运转 将身上的蛇全部弹开 随即掏出一把蛆兽粉洒在附近 稀稀索索的声音渐缓 陆修擦了擦额头的冷汗 再次拿出赵明石 打量起四周 陆修只看了一眼 浑身的鸡皮疙瘩都竖了起来 虽然他并不怕蛇 但是如此壮观的蛇群 他还是第一次看到 左右都是石壁 他只能将希望放在未知的后方 好在围在陆修身边的 只是一些低尖魔蛇 威胁不大 就是数量惊人 赵明石距离陆修五步左右 替他照亮着前方蜿蜒曲折的道路 路上到处都是各种游荡的魔蛇 陆修不敢下杀手 只能将它们用斗气弹开 他担心自己一旦动手后 面对的就是无穷无尽的蛇巢 虽然没看到高尖魔蛇 却并不代表没有 而且就算没有高尖魔蛇的存在 光是数量 累也能把它给累死 陆修之前被自己认出的霹雳子 给震伤了内腹 一清醒就发现自己身处蛇窟 急着找出路 还未来得及自己疗伤 只能先暂时吞了几颗青鹿丸 让身体自行休养 七弯八拐的 陆修一路上遇到不少洞窟 越走越是心惊胆战 越走越是将自身的气息压制到了极点 这一路上 光是仰灵镜气息的魔蛇 就感应到了五六条 更别提还有鱼龙镜 甚至是四象镜的魔蛇 零零散散也有好几条 好在他们都安安分分地 待在各自的洞窟里 仿佛在冬眠 陆修哪里敢招惹这些存在 就算他全胜时期能越界战斗 那也是一对一的情况下 更何况 他此时还有伤 陆修现在哪里 还敢去想什么藏墓里的宝贝 只想赶紧从这里出现 找到个安全的地方 先把身上的伤势给解决了 萧毅完全不知道 陆修此时的情况颇为悲惨 他现在的注意力 完全都在手上那张单方上面 表情严肃又认真 还带着一丝疑惑 什么情况 我记得清清楚楚 剧情里木晴月完成破障单之后 就见到了神冬顶了 为什么到他这里多出来一罐 回魂闭玉单 这玩意儿 是我现在这个境界能练制的 萧毅想要骂娘了 回魂闭玉单 这种单药 可是木晴月达到高级练单之后 才能练制的 他一个才刚刚学会练单 连一品练单师都不算的人 怎么可能练得成功 萧毅非常怀疑 是有人在暗中给他使绊子 他有些气得牙痒痒 却又无可奈何 难道他真的要与神冬顶失之交臂吗 不 他不甘心 丁 检测到宿主在任务过程中 遭遇到未知因素影响 系统将提供模拟实验室体验服务 模拟实验室 萧毅一听 心里就有谱了 原本僵硬的面颊 终于露出了一丝笑容 模拟实验室体验服务开启 请问宿主宿主是否使用 用 萧毅回答的那一刻 神识就被拉入了一个虚拟空间之中 与他现在身处的时事没啥区别 就连练单卢都是一模一样 模拟实验室体验服务倒计时开启 宿主剩余体验时间23.59分59秒 系统 我在这里体验24小时的话 外面怎么算 萧毅有些担心时间上的问题 模拟空间内时间与现实时间流速10比1 现实时间一分钟 模拟空间内10分钟 那就好 要是流速一样 萧毅怀疑就算自己炼制成功 沐晴月也早就破了五行大阵 萧毅不再多问 立刻开始尝试炼制回魂闭玉单 光是回魂闭玉单的药材提纯 萧毅就一直在失败中 这些药材可不同于之前那些 只有几十年年份的普通药材 百年珍惜药材 可不是那么好处理的 光是提纯这些药材 萧毅就在这上面花了不少时间 直到再也没有一丝失误 这才停手 还剩15个小时 失败 失败 还是失败 萧毅心态再好 也忍不住有些颓废 回魂闭玉单果然极难炼制 萧毅一口气不停歇 整整炼制了10个小时 没有一次是成功的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萧毅也越来越焦躁 还剩最后两小时 萧毅还是没有成功 但是他不得不停了下来 不行 必须休息一下 脑袋疼的仿佛要炸开 长时间精神高度集中 让他的大脑很是疲惫 萧毅盯着眼前的炼丹炉 脑中一直重复 回忆着自己每一次的操作 原本萧毅只是想整理一下思路 但是身体却形成了肌肉记忆 无意识地操控着药材 再次投入进炼丹炉中 像之前的一样 开始了炼制 等到萧毅回过神来 猛然发现炼丹炉中的药材 已经融合到了90% 之前最成功的的一次 也不过是融合到了60% 就直接炸炉 萧毅平住呼吸 稳住狂跳的心脏 小心翼翼保持着当下的频率 神识不敢有任何多余的举动 撑 撑 撑 真是可惜了 融合率达到99%的时候 萧毅没忍住心情一个激动 在最后一步 还是失败了 不过这一次的失败 却让萧毅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问题 萧毅抬眼看了下剩余的体验时间 还剩最后一小时 再来 我一定可以 这小子怎么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的 难道是放弃了 黑暗中的影子 盯着铜镜中的萧毅 半晌都未曾看到他有所动作 不就加了一点点小难度 现在的年轻人真是没用 看来这神农顶会落在那女娃娃手里了 纤细的手指凌空一点 铜镜中的萧毅就变成了沐晴月 此时的沐晴月 原本整齐的衣衫 有些许的凌乱 原本清冷的气质 带上了肃杀 更让人望而生畏 女娃娃实力不错 都已经最后一个大阵了 黑影在沐晴月的身上多停留了一会儿 之后再次切换画面 陆修 蓝雨柔 这些人的身影在铜镜之中一览无余 石室内 萧毅原本僵直不动的身体 忽然微微一震 低垂的眼瞼抬眸时 眼中神光异矣 系统提供的模拟实验室体验时间已经结束 它被自动弹出了虚拟空间 玲珑石 鬼燕草 月雪莲 没有丝毫停顿 萧毅手指平动 将暗机上的药材一一投入净链丹炉内 天地黑雷炎换出 保持着稳定的温度 持续断烧 一套动作下来 行云流水 没有丝毫的质色 整个人似乎分成了两个 一个在控制着自己的肉身 如同机器一般 机械式的按照指令 一步一个动作 无比精准 另一个则在一旁冷眼旁观 仿佛开着上帝视角 俯瞰着时事内的所有动静 这种感觉十分的奇怪 龙玉的药香弥漫 萧毅额头的冷汗也不停往下滴落 手中控制着天地黑雷炎的温度 时高时低 体内的斗气也在不停地输入 一颗钟过去了 两颗钟过去了 萧毅此时整个人被汗水打湿 身上的衣衫湿漉漉的紧贴在身上 让她有些难受 但她此时什么都顾不上了 萧毅所有的精气神权 都凝聚在即将成型的回魂碧玉丹上 口中养灵丹不曾停下 萧毅体内的经脉胀胀痛无比 身体开始微微抽搐 眼儿口鼻皆有丝丝血迹缓缓流出 身体上的痛处 却刺激的萧毅精神上越发亢奋 此时她的心中只有一个信念 我一定能成 破 一声清喝 随着沐晴月的话音落下 围困住她的大阵内部开始缓缓向外崩塌 沐晴月小脸冷宁 警惕地站在原地 等待着新的大阵出现 少请 在沐晴月的前方出现了一座高大的石门 上面刻画着一条威武庄严的龙形图案 结束了 沐晴月双眸紧盯着眼前的大门 若有所思到 随即她毫不犹豫地就向石门走去 伸出双手 就在她即将碰到石门的刹那 石门消失了 还不等她反应过来 下一刻 眼前一暗 一亮 沐晴月难得脸上出现了怒意 嘴里冷冷吐出了两个字 我就说我一定会成功 萧毅看着手里的那一粒回魂碧玉丹 再抬头看向矗立在眼前的神农顶 眼中满是萧毅 丝毫不知道 如若她再慢上一秒 出现在她眼前的神农顶 就会落入沐晴月的怀中 萧毅拿出玉盒 将回魂碧玉丹装好 随手使了个清洁术 将狼狈地自己收拾了一下 绕着神农顶转了一圈后 终于将心里的兴奋镜给消散了一些 收 萧毅此时体内斗气所剩无几 实在是无法当场将神农顶炼化 只能先收进口袋 恭喜宿主萧毅完成任务 任务奖励发放 任务奖励 神农要点已发放完毕 系统提示音说完 萧毅就发现自己的尸海之中 多出了一本书籍 封面上赫然是神农要点 四个大字 萧毅将神农顶收走后 她就被传送出青龙墓室 扑通 咳 原以为会回到之前的永道内 谁知居然会直接掉进了水里 萧毅猝不及房间 被狠狠呛了一口 但是她不禁反省 水啊 玄武墓室不就在水域之中 该不是故意送我过来的吧 萧毅有些不解 那暗中之人的举动 很是有些奇怪 若是对她示好 可在之前的炼丹试炼中 硬是给她加了个大难关 若是对她有恶意 可每每 她都能碰上正确的法宝墓室 至今 除了刚入葬墓时 遇到了那条诡异永道之外 萧毅一路走来 可以说是一帆风顺了 原剧情中 也未曾提到过这人 一个未知的存在 躲在暗处窥探着她 这让萧毅心里有些不安 更是觉得对方有点变态 算了 管她呢 到我手里的东西 就别想再让我拿出来 抛开这个问题不去想 此时萧毅正面临着 另外一个很是严重的问题 她体内的斗气 真的不多了 本打算回到永道内之后 好好恢复一下 结果计划赶不上变化 她被直接扔到了这里 她可是记得 这个水域之中 藏着一个大家伙 想要进玄武墓室 得先将那个大家伙 给解决了才行 萧毅此时的状态极差 精神力和斗气消耗巨大 身上所携带的养灵丹 也已经不多 而且 由于大量吞浮养灵丹 加上时间间隔太短 她体内的经脉不少 已经裂开 至于单独的影响 倒是没让萧毅放在心上 一粒破账单 就能解决的事情 萧毅将从木听叶手里 坑来的一艘玉舟放了出来 当初她有了截胡的想法 就早早地将一些准备 给做好了 要不是她出来乍到 身上也没什么钱 一定会准备得更加齐全 只可惜 她一来就进了木甲 所以也只能逮着 木亭叶这一只羊蒿了 翻身上了玉舟 打开防御阵法 萧毅再也撑不住地 闭上了眼睛 她只希望能好好休息一下 千万不要那么倒霉 正好碰上那只大家伙 有系统 这个外挂在 萧毅的身体 自动修炼痘气的同时 得到补充的痘气 也在缓缓修补着破散的经脉 滑 滑 幽暗的水面上 一艘小舟随波逐流 缓缓朝着某个方向飘去 该死的 秦老 你想想办法 不然我一定会死在这里的 陆修一脸惨白地 躲在一个山洞之中 洞口她布置的防御法阵 正在高速运转 洞外一条鱼龙静魔蛇 正在不停攻击 阵盘上的下品灵石 正在快速暗淡 很快就化为了粉尘 陆修顾不得心疼 飞快地将手中留存的 中品灵石给装了上去 原本隐隐有些溃散的防御阵法 一下子又坚挺起来 灵石总有用完之时 她不能永远躲在这里 坐以待毙 明明她已经小心又小心了 但是很明显 自从进入高原藏墓之后 她原本一直不错的运气 似乎并没有起作用 好不容易避过了一条 四象镜的魔蛇 结果转头 就撞上了一条 刚刚苏醒的 鱼龙镜轻隐魔蛇 要不是她反应快 看到轻隐魔蛇的那一刻 就贴上了两张神行符 恐怕此刻她已经半个身子 都被这魔兽给吞了 宝物没拿到多少 自己原本的存货 倒是用了许多 陆修想想 就觉得此行太亏了 秦老 你说的机缘 到底是真是假 要不是秦老一再告诉她 高原藏墓之中 宝物众多 甚至有神器的存在 她怎么可能眼巴巴的 特意跑过来 现在倒好 别说神器了 连个玄机法器 她都没见到 只有之前在那个僵尸墓室里 捞了几个黄瓶法器 还搭上了如今世间 少有的霹雳子 奇缘自然是真的 老夫骗你有什么好处 不过 这高原藏墓 却是有些古怪 秦老对于陆修的语气 有些不满 但是也知道 他现在的心态有些糟糕 并没有多说什么 此时他的心中也有些疑惑 这高原藏墓存在已久 每五百年开启一次 当初他就想进来 可惜因为一些事情错过了 能够进入其中 有安然出去的人不少 其中虽然有不少危险 但对于达到 仰灵境的修士而言 只要运气不是太差 都能活着出去 要不是 他后期偶然间 从某处得知 高原藏墓之中 还暗藏着神器 他也不会坚持 让陆修来到这里 只是 现在怎么看 都能发现 这里的情况 与外面流传的 有些相差太多 又或者 只是因为陆修的运气太差 秦老暗自嘀咕着 好像自从陆修 遇到兽巢开始 这小子的运气 就一直不太好 可是 明明之前 这小子的运气 一直好得爆棚啊 秦老眉头紧皱 残魂忽然从戒指中 飘了出来 秦老 怎么了 陆修看着 在自己眼前 现出身形的秦老 有些不安的问道 秦老的魂魄残缺 必须待在运魂界里温养 除了第一次 得知他的存在时 秦老现身过一次后 他就再也没见过 这是秦老第二次出现 瞧着秦老脸上的凝重 陆修还以为是 刚刚自己语气太冲 惹得这位大佬心里不爽 刚想他刚想开口道歉 就听到秦老说道 你的气运在流失 气运在流失 怎么回事 难道我中了什么邪术不成 秦老您能破解吗 陆修将一路上的经历 都回忆了一遍 并没有找出什么异常来 你身上并没有任何邪术 气运流失的速度也并不快 而且 秦老说道 这里停顿了一下 从他这里看到 陆修消失的气运 并没有去往别处 而是回到了天道 而且什么 都什么时候了 这死老头子 还说话大喘气 陆修焦急地看着秦老 不停追问 是天道在收回你之前 过剩的气运 你的气运一直在下跌 所以进入这里之后 秦老有些同情地看着陆修 剩下的话不用说完 陆修就明白了他的意思 所以 进入高原藏墓之后 他才会这么倒霉呗 陆修心里其实有些不太相信 好端端的天道为何 无故要收回他的气运 他又没做什么伤天害理之事 碰 洞口处的防御阵法 再次受到冲击 陆修不得不再次补上灵石 气运什么的过后再说 先摆脱眼前才是最重要 我教你一招 以你现在的修为 勉强能施展出来 只不过 秦老将弊端和陆修说得很清楚 如果你能在这里 获得高阶魔兽弹的话 此行也不算太亏 蛇窟里这么多高阶魔蛇的存在 秦老相信魔兽弹一定不少 原本并未想到这一层的陆修 听到此话 眼里顿时一亮 反正都打算拼命了 怎么也得捞点东西 回个本才行 秦老 之后就拜托你了 东 玉州碰到岸边的岩石 微微一震 萧毅清醒了过来 体内充盈的斗气 让萧毅感觉到无比的舒爽 如果仅凭他自己的话 恐怕体内的斗气 连一半都不满 有系统就是好 重新恢复精力的萧毅 望着岸上那巨大洞窟 从周上一跃而起 连路都不用我找 我有这么招人喜欢吗 玄武墓室 原剧情当中 是属于陆修的机缘 里面有一颗神兽弹 被陆修 当成了高阶魔兽弹 原本是想出去之后卖掉 结果意外与之契约 想到陆修 萧毅有些好奇 也不知道这男主 现在怎么样了 他如今已经获得 朱雀牧师和青龙牧师的宝物 眼前的是玄武牧师 既然他还身在此间 那就说明 神兽弹无主 陆修并没有获得 难道他先得到了 白虎牧师的东西 要说 萧毅心里不着急 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想到白虎牧师中的法器 萧毅倒是有些可有可恶 就算真的被陆修拿到 也不会那么心痛 相比之下 他觉得神兽弹价值 和作用更大一些 萧毅大步往前走去 走了几步 身后忽然传来 众物砸到地上的声音 扑通 他立刻心生警惕 扭头看去 是个人 还是个女人 这衣服看着挺眼熟 萧毅将整个身体转了过来 右手摸着自己的下额说道 萧毅 你就这么看着 还不赶紧扶我起来 死 木晴轻艰难地抬起头 没有错过萧毅眼中 那一闪而过的幸灾恶祸 顿时弃了个道样 我凭什么扶你起来 萧毅就这么站在原地不动 看着木晴轻那惨样 并没有什么同情心 你个混蛋 木晴轻看到萧毅 站在那里无动于衷的模样 心里不知为何 突然觉得有些委屈 你都叫我混蛋了 要是不对 你做点什么 感觉有些愧对这个称呼 萧毅挑眉 嘴角微扬 笑得有些坏 木晴轻猛地闭上嘴 警惕地看着萧毅 直觉着人不怀好意 你要对我做什么 你 你可别忘了 你可是我姐姐的卫文夫 你 艾迪锦号人民币 百分号锦号人民币 木晴轻眼睁睁地 看着萧毅手中浮光一闪 紧接着 就感觉自己身体被定住 他居然对自己 使用了定身符 他瞪大双眸 看着萧毅一步一步 朝着自己走来 色力内忍地 对他发出警告 萧毅走到木晴轻的面前 蹲下身子 伸出双手 扯住木晴轻那娇嫩的小脸 嗯 死 李 木晴轻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 心里又羞又恼又憋屈 实在没忍住 眼圈一红 眼泪刷的一下就流了出来 萧毅倒是被他这一哭弄得 很是有些措手不及 这木晴轻不是一个很骄傲的人吗 怎么就这么当着他的面哭了 难道是他下手太重 萧毅下意识地松开手 看到木晴轻白嫩的小脸上 那又红又粗的指印 眨了眨眼 这脸也太嫩了 他都没有使劲 不过 这小脸的手感到是真不错 萧毅回味了一下刚刚的触感 那软滑细腻的感觉 似乎还残留在他的指尖 再哭 就把你扔水里去 原以为说出这句话后 木晴轻会实相地停下来 结果这丫头瞥了他一眼后 哭得更大声了 萧毅可不惯着他 说到做到 抓着木晴轻的后衣领 就把人给拎起来 往岸边走去 不 不要 格儿 木晴轻一看萧毅这架势 是真的会把他扔进水里 赶紧憋住眼泪 结果憋得太急 直接打起了格儿 萧毅差点没笑出声来 要是木晴轻此时能够转头 就能看到萧毅那平日里冷漠的脸上 此时满是萧毅 不想被我扔水里 不 不想 木晴轻一边打着格儿 一边小声地回答 那叫声好听的 我听得舒坦了 就放过你 木晴轻心里脑恨得不行 但是人在他手里 不能不低头 只能不甘不愿地小声叫了一句 姐夫 你说什么 大声点 听不见 萧毅将木晴轻的身体 移到了水面上 抖了抖 威胁着说道 姐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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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晴轻在心里将萧毅骂了个狗血淋头 嘴上却是拼命的大喊 还一脸喊了三声 这样才怪 早这么老实不就好了 萧毅将木晴轻放到地上 收回定身符 脸上的得意让木晴轻直冒火 你这什么眼神 挑衅我 没有 木晴轻的嘴比脑子快 回答得无比顺流 显然是怕了萧毅 再弄出什么幺蛾子来整他 他身上有伤 现在可不是萧毅的对手 大丈夫能屈能伸 等他日后实力超过这个狗男人 他一定要狠狠地报复回来 木晴轻在心里暗暗发誓 萧毅一看他那表情和眼神 就知道木晴轻此时心里在想什么 没办法 这丫头什么心思 全都在脸上写着 别人想猜不到都难 和木晴月那个黑心大魔头相比 木晴轻实在是太过单纯 什么事情都是直来直往 凡事都想用武力来解决 第一 你有新的任务请查看 获得神兽玄武弹 任务奖励激活玉林空间 玉林空间 萧毅本来想问系统 但是又想到之前的问题 系统就扔给他一句自行摸索 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神兽弹他是肯定要拿到的 这个玉林空间看名字就知道 也能猜到个大概 你跟着我干嘛 萧毅一边查看着系统任务 一边往洞窟走去 听到后面传来的脚步声 才发现木晴轻一直跟在他的身后 我都叫你姐夫了 身为姐夫 保护我是你的责任 叫都叫了 木晴轻觉得自己不能白吃这个亏 立刻理直气壮起来 嗯 说的还挺有道理 萧毅还真无话反驳 随便你 萧毅不傻 没有接他这个花茶 真要遇到危险 他自己都自顾不暇 哪里还有空管他的死活 欧巴摩睡亡 木晴轻鼓了鼓小脸 恨恨地瞪了眼萧毅 好在他原本就没指望 萧毅真的会保护他 不把他扔出去当沙包 他就谢天谢地了 只是让他一个人待在外面 他心里总觉得有些不安 如果遇到的是姐姐该有多好 木晴轻有些沮丧地想着 萧毅刚踏入洞窟 就感觉到有些不对劲 无数股强大的威压在不停地碰撞 脚下的泥土不停震动 里面的魔兽自己打起来了 萧毅脑中掠过这个想法 转念就被他否定 原剧情中有过描述 这里的高尖魔兽 常年处于冬眠状态 就算偶尔苏醒 也不过是一两只 虽然会有相互吞噬的状态 但是此时洞窟内那混乱杂毒的威压 显然不是一两只能造成的 该不会有人进来后 蠢到一口气 将里面的魔兽都招惹了吧 萧毅觉得自己的想法挺幽默 殊不知 完全猜中了事实 陆修在勤劳的帮助下 祸水冬应 从轻隐魔蛇的堵截中逃了出来 原本以为两条魔蛇相互争斗 无暇顾及与他 谁知 那轻隐魔蛇哪怕 正在被另一条魔蛇攻击 也不肯放过他 陆修不停地逃窜 屁股后面跟着两条不停扭打的魔蛇 人面中的其他魔蛇惊醒 一条接一条的魔蛇加入了战斗中 陆修此时只感觉心好累 最开始追着他的那条魔蛇早已丧命 但是 眼下的情况却好不到哪里去 越来越多的魔蛇苏醒了过来 那庞大的威压让他始终提心吊胆着 身上的脸吸服根本没有停过 只是 原本就背的不多 如此奢侈的用法 脸吸服很快就要见底 好在陆修在逃命的过程中 还真捡了好几个魔兽蛋 多少让他心里好受了不少 只是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身上沾染的魔兽蛋气息太多 原本正在打群架的魔蛇们 纷纷朝着他的方位追了过来 看着萧毅毫无犹豫地继续往里深入 慕青青脚下有些愁愁 这么强大又混乱的威压 让他心生恐惧 有些不敢继续走进去 但是 看着萧毅那无谓的背影 他咬了咬牙 还是跟了上去 要是遇到危险 好歹这人还能挡一挡 慕青青如是想到 不知为何 虽然萧毅一直欺负他 但是慕青青心底里总有种感觉 真到了危险时刻 萧毅绝对不会不管他 萧毅可不知道 慕青青居然对他 还抱有这种想法 他眼观六路 不停寻找着原剧情中所提到的场景 只是这里的分支差路实在太多 每条都大同小异 就让他很是有些头大 我去 大乱斗啊 萧毅毫无头绪地 在宛如迷宫一般的洞窟里走着 明明已经尽量远离那庞大的威压所在方向 但是重新选择了一条分叉路后 才走到一半 前面已经无路可走 前路被暴力截断 形成了断崖 萧毅探头往下望去 就看到底下疯狂的一幕 陆修 他居然也在这里 萧毅很快就注意到 那一闪而过的身影 立刻就把人给认了出来 看来 这里的混乱 就是这蠢货闹出来的 萧毅是真没想到 陆修居然会搞出这么大的动静来 刚想幸灾乐祸一下 就看到陆修居然朝着他所在的方向移动 而在他后面 则是跟着十几条边打边移动的魔蛇 萧毅可以肯定 这陆修绝对没有看到自己 所以 他只是无意识地往这边跑 却把混乱也带到了萧毅这边 果然是男主 谁碰到谁倒霉 萧毅哪里还有看热闹的心思 二话不说 转身拉着陆修居 就是一路狂奔 啊 陆修居只来得及尖叫一声 身不由己地随着萧毅跑了起来 直到感受到身后越来越近的危险 陆修居哪里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轰隆隆 身后岩石爆裂的声音不断响起 脚下的路也在不停地崩塌 忽然 木轻轻脚下一空 萧毅只感觉又必被重重地拉扯了一下 当即一个转身将人使劲拉到怀中 真是个麻烦 萧毅索性直接将人打横抱起 脚下纵横跳跃 显显避开几道裂缝 木轻轻此时有些呆愣地窝在萧毅怀中 抬眼望着萧毅线条杆极为分明的下颌 一丝红韵悄悄爬上了脸颊 卧槽 迎面撞上一条巨大的魔蟒 那比萧毅高尚好几节的威压 直接将萧毅压的身子无法站立 碰 萧毅死死地扛着 丹西跪倒在地 嘴角缓缓流出一丝鲜血 而在他怀中的木轻轻比他更惨 原本就有伤在身 虽然萧毅替他抵挡了大部分的威压 但他还是一口鲜血喷在了萧毅脖梗下的衣服上 萧毅艰难地动了动手指 将疗伤丹药往木轻轻的小嘴里塞了好几颗 小姨子 你可撑住了 不过都这个时候了 这人也没有把他扔下 转身就跑 木轻轻突然觉得 萧毅这人除了嘴巴太坏 脾气不好之外 心性倒是挺好的 不好 萧毅只来得及将全身的斗气一瞬间 全都注入到王拳剑中 将王拳剑挡在两人的身前 耳边传来的嘶鸣声 就像有人拿着一根针狠狠在他石海中扎了一下 下一秒 他就失去了意识 滴答滴答滴答 萧毅醒来时 大脑有一瞬间的空白 有些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谁 在哪里 要做什么 直到全身骨裂般的疼痛 向他席卷而来 这才让他彻底回神 穿越至今 萧毅还是头一回 受到这么严重的伤 脖子以下几乎不能动弹 萧毅那时查看了一番 情况不太好 肋骨断了好几根 右腿骨折 左手骨折 一个字 惨 萧毅扭头就看到木轻轻躺在自己不远处 气息极其虚弱 仿佛下一秒就会断气 也是 他好好的都能伤成这样 更何况他这伤上加伤的 没当场毙命就算是老天保佑了 能不能撑到我疗伤完毕 就看你的命了 萧毅有气无力地说了一句 他现在连起身都困难 更不要说挪过去给木轻轻续命了 也不知道他昏迷了多久 不过看看体内恢复的斗气 想来应该只是过了几个时辰 陆修那个摔神 他的下场最好比他更惨一些 萧毅在心里 给予了陆修深切的问候 随即闭上眼 开始处理身上的伤势 好在之前在青龙牧室时 有炼治疗伤效果极好的浴血膏 此时正好用上 眼看着木轻轻的气息越来越弱 弱到几乎要感觉不到的时候 萧毅从地上一跃而起 直奔到他的身边 你也是命大 真撑到这个时候 木轻轻若是死了 萧毅最多道一句可怜 然后就地把人给埋了 但是眼下这人没死 萧毅还做不出见死不救的事来 毕竟好歹也是自己的小姨子 长得又好看 这么漂亮的脸蛋 以后再也见不到 想想也是怪可惜的 木轻轻的伤势比萧毅严重许多 那剩下还有一大半的浴血膏 萧毅全都用在了她的身上 再加上一颗回魂碧玉丹 木轻轻人虽然没醒 但是整个人的气息都稳定了许多 至于为何木轻轻依旧昏迷 萧毅想到自己临昏迷前 听到了那一声嘶鸣 估计她的神识伤得挺严重 这个萧毅就没有办法了 修复神识的灵丹 可是极为难得 木廷夜可不会拿出 这种好东西给她 系统奖励的东西 至今都没见到过什么灵丹妙药 木轻轻想要醒来 就只能靠她自己了 萧毅原本想将木轻轻留在这里 但是 这人是她好不容易就回来的 要是遇到意外 把小命给丢了 这不是白瞎了她一颗回魂碧玉丹 和那一大半的浴血膏了 若是再凑巧一些 木轻轻要是被陆修捡去 这救人的功劳 岂不是要落在那个摔神头上 不怪萧毅想太多 男主光环这东西 就是会让这些凑巧的事情发生 萧毅最后还是决定带上木轻轻 亏本的买卖她才不干 萧毅看着眼前数十条大大小小的岔路 很是头大 自从进入这个蛇窟之后 她就一直在打转 现在又被那魔莽一尾巴 不知道给扇到了何处 再这么乱走 该走到猴年马月去 系统 你能不能定位神兽弹的位置 萧毅没抱希望的 随口问了一句 叮 系统开启寻宝定位辅助功能 请稍等 萧毅脸色顿时一黑 宣真的能定位 那她折腾了半天 到底是为了什么 这破系统 有定位功能也不说一声 系统 你能定位 干嘛不早点开 宿主之前并未要求开启 很好 这个理由她给满分 感情这锅还得她自己背着 萧毅磨了磨牙 决定不跟着系统一般见识 系统 你还有什么其他辅助功能 一次性说全了 萧毅有些后悔 此前没有多研究研究这方面 不过 她好像也第二研究 每次都是她问了之后 系统才会得回应 都没有个功能面板什么的 让她自行查看 请宿主自行摸索 干 又是这局 萧毅额角青筋秃了秃 终究还是把到了嘴边的问候 给吞进了肚子 算了 以后要仰仗这系统的地方太多 还是别得罪了 万一这系统是个小心眼 就麻烦了 叮 寻宝定位辅助功能已开启 萧毅看着眼前的虚拟地图 上面星星点点 布满了各色小点 红色圆点最为鲜亮 也唯有一个 看来这个就是神兽弹的位置 系统 开启导航 导航开启 一位宿主规划最优路线 虽然这系统不够智能 但是功能还挺齐全 能用就行 萧毅觉得自己 对他的要求不能太高 只不过 这不就是 我刚刚醒过来的地方吗 萧毅抱着沐青青 兜兜转转 跟着导航越走越觉得熟悉 直到导航 提示他已经来到目的地附近 萧毅一脸无语 早知道就在这里 他刚刚还瞎转有个什么劲 可是 这里他早就查看过 别说神兽蛋了 连根草都没见到 看着地图上的红点 萧毅将沐青青靠墙放好 绕着这地儿 转了一圈又一圈 难道 在这下面 还是说 这里有什么机关 萧毅没有什么头绪 原剧情里的线索 现在 压根就找不到 他与陆修的路线并不相同 陆修走过的那条路 他之前就未找到 现在就更加找不到了 就在萧毅想着 要不要把脚下这块地 直接炸掉时 忽然发现他之前躺过的地方 原本从他体内流出的血迹 已经消失不见 他立刻转头 去看母亲亲之前的位置 那里的血迹依旧还在 该不会 真是要巧吧 这小子运气简直逆天 这都能被他歪打正招的得手 黑影的语气颇为诧异 之前炼丹考验中 他私自增加了难度 原本以为萧毅一定不会通过 结果最后一秒被打脸 蛇哭也是他故意 把萧毅扔过去的 里面有个小子 比他先进去 按照他的预估 怎么着 那小子也该找到玄武丹的所在 眼看着入了宝山 最后宝物却被别人所得 也不知道这小子会骑成什么样子 可实在没想到 另外那小子实在是又蠢又废 好好的局面 被他给搞得乱七八糟 虽然他本意就是想要惩罚他一下 谁让这小子下手这么狠 直接炸了他一座墓室 霹雳子留下的威力 可不是那么好修复的 那座墓室所在之处 可算是彻底废了 废了一座墓室 对于他来说并不算什么 可是陆修的行为 对他来说 就像是有人冲进他家里 不仅要抢他的宝贝 还要把他家的给砸成废墟 这就实在是不能忍了 有些不对劲 明明应该是那小子的机缘 怎么救 话音渐渐落下 黑影再次引入了无边的黑暗之中 萧毅心里有了一定的猜测 为了证实自己的想法 他掏出一把匕首 狠狠心 在左手掌心划了一刀 血液一滴接一滴落到地上 初时并未有什么变化 就在萧毅咒没打算放弃之时 地上那一小滩血迹 一点一点正在慢慢消失 速度极为缓慢 若不是萧毅 眼睛眨也不眨地一直盯着 一时之间还真看不出来 萧毅的伤口并不深 很快就不再流血 他此时有些犹豫 因为不确定 自己得放多少血 才能喂饱底下 那个吸他血液的玩意儿 虽然有90%的可能 那玩意儿 就是他想要得到的玄武蛋 毕竟没看到食物 萧毅怕最后竹篮子 打水一场空 呃 不够 还要 忽然 一道微弱的神识 向萧毅发出了催促之意 声音满是稚嫩 能沟通 这就好办了 萧毅刻置住心里的些许激动 淡淡地发出了询问 你是玄武 我是 小家伙的语气里带着骄傲 喝了我的血 从今往后 你就是我的瘦了 血气是最低等的契约方式 机器容易被修为高的修饰给吸去 又或者灵兽修为比主人高时 很容易就会被反噬 若是可以 萧毅觉得把这小家伙哄好了 到时候换成灵魂契约是最保险的 行吧 玄武说的很有些勉强 似乎有些看不上萧毅 那你先发誓 与我定下灵魂契约 任我为主 若有违背此生 永无进阶之时 萧毅才不相信口头承诺 万一要是小家伙喝饱了 给他来个翻脸不认人 他也拿他没办法 你居然不信我 我堂堂玄武 岂是那种言而无信之徒 小家伙有些生气 原本就勉勉强强 此时就有些不想理萧毅了 但是想到萧毅的血 那味道让他很是不舍 既然不会言而无信 那又为何不敢发誓 除非你本就存着反悔的念头 心里有鬼 所以才不肯 说的好有道理哦 玄武一时之间有些猛 总觉这话似乎有些不对 但是又说不出来 虽然他早已产生灵智 如今也不过是相当于 人类五岁又童的智商 想不了太过复杂的事情 你说的对 那我就发誓吧 玄武哼哼唧唧 最后还是向萧毅 不对 应该说是向萧毅的血妥协了 萧毅得到了保证 等玄武立下心头誓言 他力索地挽起袖子 立刻开始放血 放着放着 萧毅就感觉有些头晕 但是小家伙一直没喊停 他只能接着在手臂上划刀子 顺便掏出两颗补血丹 扔进嘴里 之前受伤就流了不少的血 疗伤时得到的补充 此时全都贡献给了玄武 出去以后 得好好补补 萧毅脸色发白 脑子里想着 不屑丹 萧毅的脑子里 晕眩感也越来越强烈 他不禁有些怀疑 这玄武是不是想将 他全身的血液都给炸干 这不是玄武 这怕不是知饕铁吧 你够了没 就算没狗我也不放了 萧毅说完就立刻给自己止血 压根不等玄武回答 打定主意 就算玄武说不够 他都不会再搭理他了 你真孝欠 因为喝了萧毅不少血 原本一人一兽之间微弱的联系 此时加强了不少 玄武埋怨营的时候 冷不丁还打了个宝格 听得萧毅都气笑了 明明是你太贪心 萧毅毫不客气地对了回去 这小家伙有些欠条叫 萧毅觉得日后得好好教育教育 不能怪我 要怪就怪你的血太香了 玄武明显说得有些心虚 他待在这个暗无天日的地方 好久好久 成长的速度也十分缓慢 可是在喝了萧毅的血液之后 他能感觉到自身的状态 得到了加速的提升 这让原本有些看不上萧毅的他 忽然觉得 如果今后萧毅时不时 给他提供他的血液的话 就这么跟在他身边 似乎也没有那么糟糕 香 他一个大老爷们 有什么香不香的 就那一股子血腥气 他怎么没闻到 那里有什么香味了 欧巴摩睡网 对于玄武的话 萧毅有些莫名其妙 你是神兽 是玄武 不是吸血鬼 行了 你赶紧出来 萧毅不想再耽搁下去 他找不到去往玄武当位置的路 那就只能让他自己出现 好吧 好吧 你让开点 玄武奶声奶气地指挥着 萧毅让他站远点 萧毅起身时身体晃了晃 湿血造成的晕血 让他此时很不好受 他身上只有低阶不屑丹 效果有些慢 晃晃悠悠地走到慕晴青的身边 他一屁股坐了下来 撇到慕晴青睡得香甜的小脸 他忍不住上手捏了一把 算是缓解一下被放血的郁闷 萧毅耳朵忽然动了动 他仿佛听到了撞击声 咚咚咚 一声接一声 越来越近 也越来越响亮 我来了 随着玄武的神识 在萧毅脑中响起 萧毅也看到了 刚刚那处的地面被破开 一颗闪着淡淡光运的弹 从中跳了出来 紧接着 还不等萧毅说什么 那颗弹在原地转了两圈 随即像颗小钢炮似的 直接冲进了萧毅的怀中 你想谋杀主人不成 萧毅如今正虚弱着 玄武的冲击 让他后背重重地撞到身后的石壁上 这一下 差点把他撞出那伤来 主人 明明是你太弱了 玄武丝毫没有犯错的意识 反而很是嫌弃萧毅的实力 哼 我再若 那也是你主人 萧毅一句话 直接让玄武淹了 就在玄武弹冲破束缚 上去找萧毅时 陆修跌跌撞撞 靠着秦老的指点找了过来 秦老 这里什么都没有啊 陆修看着这间极为普通的耳室 除了中间有个蒲团之外 再无任何东西 这里满是神兽弹的气息 怎么会没有 秦老满是震惊地说道 此时秦老的身影 与命在此地 秦老不得以强行出手 替他扛过好几次致命危险 这让他原本就在修养中的魂体 有些不稳定起来 就在其中一次出手时 他强大的神识 敏锐地感觉到了神兽弹的气息 带着陆修紧赶慢赶 总算找到了这里 那里有个洞 神兽弹他跑了 陆修看着顶上破开的一个小洞 气急败坏地说道 追上去 这里气息那么浓郁 说明他才刚离开不久 眼看就要到手的神兽弹 就这么莫名非了 两人心里都不甘心 秦老的话正是陆修心里所想 只要得到那颗神兽弹 那么他进入高原墓葬 所遇到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萧毅强撑着虚弱 刚刚与玄武截下灵魂契约 就感觉到下方传来的强烈震动 那摔神不会又来了吧 他第一个反应就是 陆修右双弱拙地 跑到他附近 强行碰瓷来了 赶紧走 要是单一个 陆修他虽然现在有些虚弱 但也不是打不过 怕就趴在那倒霉鬼后面 还带着一连串的麻烦 萧毅想要避开陆修 但是还不等他将木轻轻抱起 陆修为了追上神兽弹 不惜浪费一张极品灵符 速度极快的一口气 直接暴力冲了上来 是你 放下这颗蛋 它是我的 陆修第一眼就看到了萧毅 第二眼就紧紧地落在萧毅肩上 那颗来回晃悠的蛋上面 此时的陆修 哪还有当初见面时 那副偏偏着是家公子的模样 吃 你说是你是的 我开口居然就是这么无耻的一句话 萧毅 你识相点 看在之前你帮我解围的份上 我可以放你一面 但是 这蛋 今日你必须给我 若是平日里 陆修也不会这么急躁 在人前露出这幅面孔 但是自从进入高原藏墓后 他处处不顺 又被这蛇库里的高阶魔蛇给折磨的精神 都快要崩溃了 此时 看到自己心心念念的神兽蛋 居然落在了极为不顺眼的萧毅手中 心底里那股怨气再也忍不住 彻底爆发了出来 我与他已经结气 就算没结气 陆修 你以为 你算是个什么东西 到我萧毅手里的东西 凭什么让给你 开玩笑 他进入魔兽绝地的目的 就是为了截胡这男主的机缘 怎么可能还给他 虽然他知道 陆修看着实力与他差不多 但是手里有不少好东西 但是他可是有外挂的人 真打起来 谁输谁赢 还不一定呢 再说 就陆修这说话的态度 萧毅毫不怀疑 就算他把玄武让出去 这祸也一定会对他痛下杀手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陆修注意到 萧毅脸色异样的惨白 猜测这人必定有伤在身 虽然他此时状态不在顶峰 但是凭着勤劳 还有那些法宝 拿下一个同境界的修士 还是绰绰有余 对于这种杀人夺宝的行为 陆修心里没有半分的愧疚 机缘之下 人人皆可出手得知 弱肉强食 胜者为王 陆修打定主意 全身杀鸡四亿 出手毫不留情 招招致命 左手掐绝 斗气化龙 带着威猛无比的气势 朝着萧毅袭去 右手欲剑 剑气成瘾 将萧毅所有的退路 全都封锁 萧毅挑了挑眉 陆修这一手 着实漂亮 若不是对手是他 他都忍不住 想要拍手叫声好 陆修攻势如急语 萧毅却丝毫不慌 甚至第一时间不是御敌 而是率先给昏迷在一旁的 沐晴青套了的防御罩 自大 看着萧毅对他如此轻视 陆修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 哼 他修炼的可是上古引龙诀 斗气不仅霸道无比 还能吞噬对方斗气 越战越勇 萧毅既然如此轻敌 何该化为他剑下亡魂 陆修恶意满满地盯着萧毅 就等着看萧毅斗气 被吞厚的惊恐 和临死前的痛苦 萧毅抬头看向陆修 眸中寒光凛冽 嘴里轻轻吐出四个字 绝对领域 就在萧毅释放领域的那一刻 藏身在戒指中的秦老 立刻就被惊动 不好 此子居然在仰灵静 就形成了自身领域 陆修你要小心 什么 领域 陆修刚仰起的嘴角 顿时将在那里 瞳孔一缩 心里又是极度 又是惊慌 他怎么都没想到 萧毅一个仰灵静的修士 居然已经形成了领域 陆修被萧毅的领域给惊到 神思有些混乱 并未注意到自己的斗气 正在一点一点的慢慢消散 陆修你在干什么 快把斗气收回来 秦老一声怒吓 让陆修回过神来 怎么可能 他不过是一个谎神 他那席向陆修的龙形斗气 此时龙手已经消失 绝对不是被打散的 陆修此时额头隐隐有些冷汗 这个萧毅好邪门 如果斗气被打散 四周定会有残余的斗气飘散 但是陆修此刻什么都没感觉到 这种情况 其实他并不陌生 他的斗气 将别人的斗气吞噬后 也是如此 难道这萧毅修炼的功法 也如他一般 你的斗气被他吞掉了 但他修炼的绝对不是隐龙诀 秦老的话证实了陆修的猜测 麻烦了 同样都是吞噬斗气 结果却是他的斗气被吞 这让一向仗着隐龙诀 无往不利的陆修 心里很是难受 陆修被萧毅展现的实力 给一下镇住 萧毅自己也被自己的斗气 给吓了一跳 我去 这什么情况 我这斗气 还有这效果 这系统送的功法 怎么感觉不太正经的样子 说起来 除了刚来这世界 与木琴轻一战后 萧毅的修为 是蹭蹭的往上涨 但是正经架 可真没怎么好好打过 之前也一直是仗着 王全剑自身的威力 刚刚还是他第一次 使出所修功法的招式 没想到会有意外的惊喜 萧毅的斗气 转瞬就被填满 甚至还多出了许多 只是 毕竟不是自身修炼出来的斗气 多少让萧毅有些不太舒服 萧毅想到了陆修的引龙诀 那功法最大的优点 就是能快速练化 不属于自身的斗气化为己用 这样看来 他的功法比之陆修 似乎差上了一些 只是 他这斗气 居然能连将陆修的斗气都能吞噬 好似比那引龙诀更为霸道 从这方面看 他又压了陆修一筹 萧毅脑子里念头转得飞快 但是手下的动作可没有慢下来 他可不是那种 被人打了还不会还手的人 萧毅一向喜欢礼尚往来 以往都仗着王全剑的自身的威力 来破除危险 萧毅看陆修的目光顿时有些变了 陆修被萧毅那诡异的目光盯着 冷不丁打了个冷战 随后便有些恼怒 就算他有领域又如何 他不过才是于龙境 能够施展几回 陆修稳住心神 翻手掏出一枚小印 嘴里念着咒诀 转瞬 小印变大 将萧毅袭向陆修的攻势 牢牢挡住 青阳印啊 萧毅对于陆修身上的宝贝 早就牢牢记住 如今他一史出 便立刻知道这是哪件法宝 青阳印乃是修真界曾经的一方大佬 青阳道君的成名法宝 青阳真君陨落后 这件法宝辗转转多人 最后不知所踪 被陆修在一个小摊贩手里 给捡漏所得 想到剧情里 类似如此轻而易举 就被陆修获得法宝 还有不少 萧毅就忍不住有些嫉妒 想他辛辛苦苦这么折腾 除了系统送的王权剑兜里 就只有一个没有炼化的神农点 果真是人比人气死人 越想越生气 萧毅将这个境界能施展的招式 给使了出来 一招接一招 丝毫不给陆修喘气的机会 萧毅一招摩心指 让陆修心里杂念丛生 心神顿时失手 好在他头上的那只青灵簪 自行运转 使他及时清醒了过来 又一招允星斩 繁星永坠 万千流光绽放 光滑流转让陆修一时迷了眼 直到感受到 那无边的肃杀之意 这才猛然惊醒 这是何种功法 我竟未曾见过 将注意力全都放在萧毅身上的黑影 狭长练艳的双眸中 满是好奇 不提那一招一世间的威力 黑影感兴趣的是 那招式起落间的华美 将萧毅本就英俊不凡的样貌 称得更加俊俏 这招若是让我来使 是不是会我显得更加漂亮 如若那九天仙子 水云 你说是不是 漂浮在空中的镜子微微震动 随即一道少女娇娇的声音响了起来 主人 您当然是最漂亮的 就你这小嘴最甜 被称为主人的那道黑影 听到静灵的吹捧 咯咯咯笑得格外开心 罢了 看在他这么养眼的份上 就不跟他计较破坏蛇窟的事情了 萧毅与陆修打得正憨 战斗的余波也对四周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可不能再让他们折腾下去了 不然我这魔蛇窟非得塌了不可 主人挥了挥衣袖 心念一转 正打得难舍难分的两人 一下秒就失去了对方的踪影 搞什么 萧毅看着再次出现变化的场景 很是有些无语 他这打得正上头呢 结果转眼就失去了陆修的身影 而他此时正站在一座巨大的宫殿之内 一柄散发着冲天战役的几灵空 漂浮在大殿之中 天伐几 萧毅看着柄身上雕刻着龙飞凤舞的三个子 脸上的表情很是一言难尽 他这是被开了后门 直接给放进来了 明明他记得 陆修进入这白虎大殿之前 可谓是过五官斩六将 弄得伤痕累累 这才走到最后 萧毅看了天伐几一眼 又一眼 他不知道 那暗中之人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之前还给他增加难度 现在又直接把这半神器 白送到他眼前 是的 天伐几现在只能算是半神器 粗看天伐几 只会被他全身 那滔天的战役给吸引 若是细看 就能看到整个几身 都密布着细小的裂痕 这天伐几就算到了手里 连原本的一半实力都发挥不出 还不如用一件顶级的天平伐器 想要将它修补完好 更是需要不少天才地宝 有些都早已绝技 就是在原剧情中 陆修也不过是偶尔将天伐几 拿出来装装逼之外 然后扔在角落里吃灰 这玩意儿 在萧毅看来 就是食之无味 弃之可惜的鸡肋 算了 不拿白不拿 陆修的东西多抢一样 就是赚 如果说抢了慕晴月的机缘 萧毅多少心里还会有些不安 但原属于陆修的机缘 萧毅强起来 那可是毫无心理压力的 更何况 那陆修之前 先一步将那些宝物收入囊中 增加自己在这个世界的自保能力 可从未曾想过 将陆修击杀 一劳永逸 我还是太善良了 萧毅摇头夸了自己一句 随即将心思都放在了眼前的天伐几上 脚下一点 凌空飘到了天伐几的面前 伸出手握住了他 刹那间 萧毅的神识 被那滔天的战意和无边的杀意 给全部占据 战 战 战 滔天的战意 将萧毅自身的意识 冲刷的支灵破碎 只于灵台仅剩的一点 清明在死死的苦撑 杀 杀 杀 无边的杀意 携带着身浓厚重的血腥气 将萧毅压得根本喘不上气 原本很是清亮有黑的同谋之中 此时一片血色 一股暴虐的欲望 自萧毅心底生疼而起 让他想要杀人 杀妖 杀掉所有的一切 撑住 我一定要撑住 萧毅此时什么都想不起来 脑子里只有这一个念头 不停抵抗着清洗而来的战意和杀意 但是他并不知道 此时的他双眸赤红 右手紧握天伐脊 一步一步正缓缓朝着殿门走去 哎呀 看来这小子 这回终于灾了 完全被天伐脊给控制住了 主人看着水云镜中 杀意滔天 仿若杀神降临般的消逸 颇有些幸灾乐祸 主人 他要是从里面出来了 秘境里那些人 恐怕全都得死在他手里了 静灵小声说道 死就死呗 每次藏墓开启后 这里没死过人的 只是这一回死的 多了点罢了 主人说的毫不在意 仿佛说的不是人 而是些鸡鸭猪狗 可是 天伐脊若是 吸收了那么多的魂魄和怨气 魔化会变得更严重 到时候 主人您 静灵担心的 自然不是那些修饰的死活 他担心的是 自己主人要是玩过头 最后不小心翻了车 那就难办了 嗯 你担心的也对 有了 大不了直接把天伐脊扔出去 让外头那些人头疼去 不就行了 嗯 静灵一时间 不知该说什么 自家主人任性的事情 干的也不是一回两回了 他只是一个小小的静灵 操心这么多干嘛 叮 系统检测到 宿主此时精神处于异常状态 开启修养空间 萧毅的意识 直到被系统拉进修养空间 那疯狂的战役与杀役 还在脑子里不停地盘缓 半天才缓过神来 太可怕了 这是萧毅真真正正 第一次感到的恐惧 不过 他果然赌对了 天法级这么危险 萧毅看过小说 怎么可能会不知道 陆修能够得到天法级 是因为有个随身老爷爷 还有个专门守护神石的法器 他什么都没有 只能把希望放在系统身上 他就是赌这个系统 绝对不会让他出事 果然 就在他的神石即将守不住 要被那战役和杀役彻底搅碎之时 系统及时出手 将他收进了系统空间 休息两久 萧毅忽然发现 自己的神石似乎增加了一些 不多 但是笔之之前要厚实上不少 萧毅眼睛一亮 似乎找到了一个 锻炼神石的好法子 虽然这个法子痛苦了点 系统 放我出去吧 萧毅话音刚落 神石再次回到了自己的身体 他神石不在的这段时间内 身体完全被天法级里的杀役所控制 此时正在不停攻击着电门 看着那摇摇欲坠的电门 萧毅心里清楚 这道电门拦不住天法级多久了 他必须要抓紧时间 不然等到天法级控制着他的身体 去到了外边 那些人可就危险了 萧毅脑子里刚闪过这个念头 神石就再次被杀役的轻染 叮 系统检测道 呼 太痛苦了 我后悔了 这天法级能不能不要了 萧毅摊在系统空间内 成大自行 双眼无神地直钉着空无一物的上方 喃喃自语 没有人回答他这个问题 萧毅也知道他并没有退路 眼下只有一条路 从此以后被天法级控制 成为一个只知道杀录的疯子 要么就是将那战役和杀役收为己用 顺便还能将自己的神石锻造一番 叹似两个选择 其实萧毅压根没得选 他怎么可能会让自己落到一个 只知道杀人的疯子这种地步 他的目标可是登临绝顶 再来 一次 两次 三次 萧毅都不知道自己经历了多少次 内心早就已经麻木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神石虽然增长了一大截 但是那杀役实在太多 萧毅再度回到空间内 有些抓狂 系统 你有什么办法吗 萧毅只能把脱困的希望放在了系统身上 之前的经历让他太过顺遂 以至于完全小看了天法己的威力 让着摸索到系统能保护他 一个劲的在作死的边缘反复横跳 如今总算是把自己给坑了一把 系统商城有封印符 宿主可以使用积分兑换 这回系统没有立刻回答 而是过了好一会儿 才慢吞吞地给出了回应 有商城 赶紧打开 萧毅悄悄捏紧了拳头 如果这系统有实体 他绝对要敲爆他的脑壳 激活商城需要系统升级 系统升级需要二十积分 请问宿主是否升级系统 他应该有积分吗 萧毅不确定地想着 毕竟好歹多多少少 也完成了好几个任务 我现在有多少积分 永恒宿主 萧毅 体质 五 虚 颜值 一百非完美 精神力 九 虚 境界 养灵境 垃圾 积分 五十 未使用属性点 二十五 萧毅盯着自己的属性面板 陷入了沉默 特别是括号里的垃圾两个字 让他感受到自家系统对他的深深嫌弃 伤害性不大 侮辱性极强 萧毅注意到了未使用属性点 心里有些想法 不过这个暂时不急 升级系统吧 扣除宿主二十积分 系统开始升级 叮 系统升级完毕 一级系统伤成以激活 一级 说明后面还有二级 三级 算了 就他手头上那可怜巴巴的积分 暂时是不用去想了 萧毅远以为系统升级会等上好一会儿 谁知道眨个眼的功夫 他就好了 有一说一 虽然这系统滞胀的地方挺多 但是执行速度倒是非常快 萧毅迫不及待地打开了系统商城 卧槽 一百积分 这么贵 萧毅看着封印符下面的积分价格 倒吸一口冷气 这得做多少任务才能攒到一百积分 这系统任务可不是想接就能接到的 完全是随机发布 他点开封印符的介绍 封印符 封天封地 封神魔 一切皆可封 这妖牛逼 怪不得要一百积分 萧毅忧愁地直盯着封印符 忽然灵光一闪 系统 我要奢账 宿主可以奢账 备注 奢账后 宿主任务失败后 惩罚加倍 加倍就加倍 他努力完成不就行了 萧毅没把这条放在心上 急匆匆地点了购买 流光一闪 他的手上就多了一张轻飘飘的符路 想到这封印符的威力 萧毅忽然觉得 把他用在天法戟上 实在是太奢侈 太浪费 太可惜了 但是没办法 他在商城里看了一圈 能解除他眼下困境的 只有封印符了 萧毅仅仅犹豫了一秒 便直接将封印符 用在了天法戟上 再次回到自己的身体里 十海之中 总算恢复了清明 他抬起右手 将变得暗淡无光的 天法戟放到眼前 你可是让我负债累累啊 没好气地伸出手指 戳了戳柄身 随后就将天法戟收了起来 转头看着四周 断圆残壁 遍地狼藉 萧毅 与我无关 这可不是我干的 拍拍屁股 转身就走 这小子 真是越来越让我感兴趣了 主人眼看着萧毅已然发疯 明显是被天法戟给控制住 开始肆意破坏 他都已经准备 把人扔出去了 结果一眨眼 就恢复了正常 看他如今双眸血色消失 一片清明 就知道 他已经将天法戟给收服 究竟使了什么手段 居然翘无声息 连我都看不出来 主人若有所思地 盯着萧毅的声音 嘴角忽然绽放出笑容来 既然难得遇上一个感兴趣的 不若就让他试试 主人 您真的要让他试试 万一 他要是真的成功了呢 静灵听着自家主人的自言自语 很是有些惊讶 成功了那不是最好 我有种预感 跟着他 说不定我的心愿能了 主人的心愿 静灵沉默着 不再说话 该拿的都拿了 再过几日 应当就能出去了 高原葬母开启只有七天 七天之后 所有人都会被弹出这个秘境 萧毅此行的目标已经完成 现在只想找个安全点的地方 闲于躺 不过 自从进入高原葬母后 就没了时间的概念 到底过去了多久 小义说不好 只能大概做个估算 也不知道穆琴青这倒霉丫头 还活着没 可千万别浪费了 我那颗回魂闭玉丹 小义一直紧绷的心弦松了下来 此时才想起他被转移之前 依旧处于昏迷状态的穆琴青 该做的我都做了 能不能活下来 就看他的命了 小义知道 穆琴青在原剧情里 一直活到了后期 但是如今有他横插一脚 原本不应该受到重伤的穆琴青 险些丢了小命 他就有些不太确定了 这地方不错 小义进入到一座耳室之中 里面空空如也 也不知道是不是已经被人扫荡过了 他掏出了一条被子铺在地上 又掏出一个枕头 惬意地躺上了上去 出门旅行必备啊 还好我走之前多拿好几套 小义将王全剑抱在怀中 叮嘱了一句 你好好守护我 王全剑在小义怀中 发出了嗡嗡之声 仿佛是在回应他 小义当下就闭起眼睛 不过一会儿就进入了梦境 就在小义成沉睡去的时候 整个高原藏墓内的所有生物 都在同一时间倒地不起 纷纷陷入了沉睡之中 开始了 可不要让我失望哦 主人手里拿着一面 玲珑小巧的绣镜 只有八掌大小 镜身正散发出盈盈白光 指尖他指尖倾点树下 小小的绣镜 顿时光芒大涨 将此间的黑暗瞬间打破 隐约间只看见一道朦胧的 嵌影化为一道流光冲入镜中 虚余光芒逐渐消失 黑暗再度笼罩 快走 快走 藏云宗今日收徒 错过了可要再等三年 小义被人撞了一下 回过神来 看着眼前陌生的场景 有种熟悉的感觉跃上心头 我这是 又穿了 他不可思议地看着周围人的穿着 再低头看向自己身上 跟之前完全不一样的风格 这让他有些风中凌乱 不是吧 他这好不容易才刚迈出成功的第一步 现在又要让他在新世界里从头来过 这老天爷是不是在逗他玩呢 还是我这是在做梦 系统 系统 系统你在不在 爹 你有新的任务 请查看 破除牵势幻境 成为高原藏墓秘境之主 是否接受任务 友情提醒 该任务为隐藏任务 积分获得翻倍 接 就冲那最后一句 小义必须得接 他如今可到欠着系统八十积分 什么任务他都得接 更何况 还是个积分翻倍的任务 宿主接受任务成功 任务奖励 顶级幻术秘籍一本 任务惩罚 未知 由于宿主存在奢障因素 惩罚翻倍 幻术秘籍 牵势幻境 萧毅根据系统提到的内容 顿时明白过来 自己不是又穿越了 也不是在做梦 而是被拉进了一个幻境之中 这在原剧情里 根本就没有 这让萧毅觉得自己的金手指 被废了一个 不过 看着人物面板上写着 成为秘境之主 不由让他心底激动了起来 虽说最好的宝贝 都已经在他的兜里 他拿到的 也仅仅只是原剧情中提到过的 那些没提到过的呢 就算已经没有什么好货色了 但是手里多出一个秘境来 那也已经是转翻天了 现如今 要炼制出一个秘境来 不仅需要高深的修为 还得四处找寻各种材料 炼制秘境的材料 哪里是这么好得到的 现在这个时代 能够拥有自己秘境的大能 不过寥寥 很多都是因为材料凑不齐全 才一直搁置 原剧情中 陆修后期 也想炼制一个属于自己的秘境 最后 因为缺少材料 也就不了了之了 也可能是因为大后期 作者写着写着 忘记了 萧毅收回散漫的思绪 将注意力集中到任务本身 话说 幻境该如何破除 这是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 萧毅很是深沉地站在原地 严肃地思考着 半上都摸不着头绪 这也不能怪他 他是个半路休闲的 对于修真界的那些常识 半点不知晓 完完全全地野鹿子出身 系统 你知道怎么破解幻境吗 萧毅不抱希望地问了一句 他估计 这系统还是那个答案 请宿主自行摸索 萧毅仰天翻了个白眼 清源 让你久等了 我们这就走 忽然身后传来一个声音 萧毅的肩膀被人拍了一下 嗯 萧毅扭头就看到一个 没清目秀的小少年 正笑呵呵地看着他 清源 这喊的是他 没等多久 萧毅不动声色地回答道 那我们快走吧 今天去苍云宗拜师的人一定很多 小少年似乎与萧毅 现在这个身份的人很熟悉 而且是个画廊 一路上 萧毅旁敲击 从高生也就是这个小少年的嘴里 套出了不少信息 首先 他现在叫陆清源 是陆家村人 而高生同样也是陆家村人 不过他家是外来户 高生自小在村里 就经常被排挤 陆清源偶然间替他解围过一次 自此高生就成了陆清源的小尾巴 陆家村处于苍云宗管辖范围内 每三年收一次 每个村乡城镇的名额都有限制 陆清源家在陆家村不太受欢迎 而高生家比他家更不受欢迎 所以这两人才拖到现在 才有机会前往苍云宗拜师 好多人啊 望着眼前长长的队伍 萧毅抬头看了看天上耀眼的太阳 拿出手怕抹了把额头似的汗水 如今他这身子 就是一个平凡的普通人 没有一点点修为 夏日的酷热 也只能生生的受着 来来来 别傻站着了 赶紧过来登记领牌子 领完牌子 去那边排队 一个穿着苍云宗道袍的小道士 很是不耐烦的 冲着两人嚷嚷 来了 来了 麻烦小仙师了 高生一点都不在意那小道士的态度 恶呵呵地抓住萧毅的手腕 拉着他一道过去 看着高生那歪歪扭扭的狗耙子 萧毅忍不住嘴角抽了抽 等到他提笔写上自己名字的时候 萧毅嘴角抽得更厉害了 看着自己跟高生不相上下的鬼话符 萧毅下定决定等出去之后 一定要好好练习毛笔子 拿到号码牌 走到指定的队伍后面 萧毅看向旁边的另外两只队伍 有小到只有几岁的志童 被父母抱在怀中 也有年纪明显已经二十来岁的青年 萧毅眼神好 更是看到离他们挺远的地方 有一支队伍 全都是女子 萧毅收回视线时 就看到不少人 频频往那个方向看去 一群LSP 他在心里狠狠唾弃着 清源 你看那边 好多女子啊 高生说话的时候 依旧是搭着嗓门 周遭的人瞬间目光全都聚集了过来 人群里隐约传来了不少的笑声 萧毅更是听到几句 香巴老 土包子之类的话语 不仅萧毅听到了 高生也听到了 小少年清秀的脸庞 此时仗的通红 镊如着嘴巴 有些慌张的看着萧毅 嗯 比村里的翠花好看多了 萧毅脸色不变 转身拍了拍高生的肩膀 示意他不必在意那些人的话语 高生的心理素质显然不过关 之后整个人都变得奄奄的 原本爱说话的他 变得很是沉默 萧毅没有管他 这才只是刚开始 要是真入了这苍云宗 日后的日子 恐怕会更加难过 萧毅虽然没有进入过宗门 但是他小说看得多啊 那些个修真类小说里面 哪个门派里面没有窝桌 特别是底层弟子之间的竞争 格外激烈 手段也是层出不穷 简直就是男人版的攻心计 时光飞逝 眨眼萧毅已经在这幻境之内 度过了半个月 早在半月前 他跟高生都通过了苍云宗的测试 只不过 两人资质都不是很好 所以被分到了外门 萧毅始终找不到 如何离开幻境的方法 倒是经过这半个月来的 苍云宗的教导 都是补全了一些修真界的常识 这让原本一心 想要早点离开的萧毅 心底的焦虑减少了不少 并且 他还发现 沐晴青和沐晴月两姐妹 也出现在了这个幻境之中 别问怎么发现的 他俩的容貌并未出现变化 是个人都能认得出来 不过 这两人混得比他好 那身上明显的内门弟子服侍 让萧毅看得格外心生极度 真是同人不同命 对于当初测试出自己资质不佳 萧毅内心是拒绝的 他满心以为自己的资质天赋 绝对是上上等 要不然 他怎么会被系统看中呢 结果 现实很残酷 苍云宗的测试结果 一度让萧毅有些自闭 一直缓了好久才恢复过来 某日 沐晴月两姐妹偶然间路过外门时 被萧毅看到 他曾试探着教母情亲 结果两人一脸莫名地看着他 沐晴月一反在魔兽绝地时的冷漠 一脸温柔地告诉他认错人了 他们两个 一个叫芳瑶 一个叫姜蓉蓉 萧毅百般试探 最后沐晴清也就是姜蓉蓉 很是不耐烦地将芳瑶拖走 隐约间还能听到沐晴清抱怨的话 跟这种外门弟子有什么好说的 我看 他就是借机想攀上我们 是不想承认 还是两人真的失忆 萧毅更倾向于后一向 难道就我还保留着原来的记忆 萧毅躲在树荫下乘凉 顺便思考问题 首先 他已经确认环境所处的时代 正是所谓的上古时代 这个从苍云中的典籍中 轻易就能确认 其次 除了他和穆晴清俩姐妹外 当时在高原藏墓中的其他人 也全都被拉进了这个幻境 在这半个月内 他陆陆续续遇上了好几个幕府侍卫 最后 将所有人拉入幻境的背后之人 应当就是那个在藏墓之中 时不时给他捣乱 又给他开后门的那个人 萧毅觉得 这人应该就是高原藏墓的主人 至于原因的话 萧毅觉得 应当是那人 想要找到一个继承人 这是萧毅根据自己看过的 那些修仙小说所得出的结论 再加上系统的明确任务 也可以侧面证实 要不然 那藏墓主人好端端的 拉这么多人 一起进换进干嘛 又不是吃饱了撑的 那小子真惨 又被郭池他们给堵着了 这是这个月第三回了吧 谁让那小子傻乎乎的好欺负呢 哎 你猜那个叫高升的 能坚持多久 上一个被郭池他们盯上的 坚持了半年 就灰溜溜的回家去了 高升 萧毅立刻站起来 将从他面前路过的 那两人给拦住 你问高升啊 切 凭什么告诉你 马脸弟子刚想回答萧毅的问题 就被身旁方脸弟子 给拽了拽衣袖 看到同伴连连对他使眼色 当下闭了嘴 你想怎么样 萧毅紧盯着方脸弟子 带着萧毅问道 眼神却十分冰冷 打听消息嘛 自然得一丝一丝了 这点规矩都不懂的吗 方脸弟子 一脸贪婪的看着萧毅 眼神中透露着不屑 真没想到 那个高升居然还有朋友 不过看他朋友这怂样 真是物以类聚 行 那我就一丝一丝 萧毅很是认同的点了点头 对着方脸弟子招了招手 方脸弟子很是得意的 走到萧毅面前 冲着他伸手 下一秒 一声惨叫还未冲出口 就被萧毅给死死的捂住了嘴巴 嗯嗯 手臂脱臼的痛楚 让方脸弟子的脸 整个都扭去了 马脸弟子一看不好 赶紧想上前帮忙 却被萧毅一个眼神 给定在了原地 不敢动他 杀意 那疯狂的杀意扑面而来 仿佛他再往前一步 就会横尸当场 萧毅将这个敢敲诈他的人 狠狠地痛揍了一番 随手往地上一丢 警告他了一番后 不再理他 转头冷漠地看着马脸弟子 我 我 我告诉你 我全都告诉你 你不要打我 马脸弟子忽然扶制心灵 都不用萧毅开口 直接把高升的事情 全都说了出来 你比这蠢货聪明多了 萧毅得到想要的信息 转身就离开 马脸弟子心惊胆战地 目送萧毅离开 直到再也看不到他的身影 这才赶紧将方脸弟子 给扶了起来 并且心底打定主意 以后看到这个人 必须得让他走 这是个狠人 萧毅找到高升的时候 那些欺负他的人 早就已经离开 只看到高升 坐在那里抱头抽气 哭什么 高升诧异地抬起头 看到是萧毅 很是慌乱地 用衣袖胡乱地 将脸上泪痕擦去 没 就是不小心 你被人欺负了 不是疑问 而是肯定 清源 没关系的 是我不小心撞到了他们 我已经道过歉了 我 高升在萧毅的眼神下 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小 整张脸慢慢涨得通红 他不想给陆清源带去麻烦 从小到大 都是陆清源在保护他 以前在村子里 大家都是孩子 可现在是在苍云宗 陆清源跟他一样 才不过入门半个月 那些欺负他的人 都已经有了修为 不是陆清源能对付的 老实说 萧毅有些不耐烦 语气很差 虽然萧毅知道 这里只是幻境 高升在他眼里 也不过是个NPC 但是这个NPC 在这半个月里 把他照顾得很好 萧毅心里 已经将他画到了 自己的语意之下 他的人 怎么可以被别人欺负 高升对萧毅的情绪 十分敏感 当下就知道 他这是真的生气了 立刻老老实实地 将自己的遭遇 给说了一遍 跟那个马脸弟子 说得差不多 顶多就是再具体了一些 你知道那些人住哪里 萧毅的心思 不在苍云宗 所以这半个月来 都没怎么跟这里的人 打过交道 外面的事情 大多数都是高升 回来以后 在他耳边碎碎念 才让他有了一些 模糊的概念 知道是知道 但是清源 那个郭池身后 有人撑腰的 高升口中 所谓的有人撑腰 也不过是个 小小的外门直视 苍云宗的外门直视 不过只是脆骨镜 还是那种 几乎无望境界的那种人 萧毅本身 好歹已经是个 养灵静的修饰 哪里会把他们放在眼里 高升眼看劝说无果 只能忐忑地带着萧毅 去往了郭池所住的地方 你小子胆子大了 居然还敢往我面前凑 说来也巧 就在高升带着萧毅 闷头走时 路上就遇到了 刚从直视堂回来的郭池 和他那一帮子小弟 怎么 这是找了个帮手 过来替你找场子的 郭池长得一副 五大三粗的模样 斜眼瞅着高升身边的萧毅 发出了痴笑 我 我 高升紧张得一直结巴 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 看到郭池后 身体一直隐隐在发抖 这副模样 落在郭池等人的眼中 更是让他们哈哈大笑起来 你离远点 萧毅看着高升 这一副没出息的样子 也觉得他有些丢人 但是他可以嫌弃 对面那些人嘲笑高升 就是他们的不对了 萧毅走到高升面前 将他挡在了自己的身后 郭池看着萧毅那张英俊的脸 心里很是不爽 小白脸 就凭你还想别人出头 郭池一个眼神 小弟们心领神会 迅速将两个人给包围了起来 萧毅看着郭池眼中赤裸裸的嫉妒 忍不住伸手摸了一把脸 长得帅 就是容易让人嫉妒啊 就凭我一只手 就能干翻你们全部 萧毅十分淡定地看着郭池 与身后一脸惶恐的高升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兄弟们 给我上 老子今天要好好教训教训他 特别是那张脸 给我做成猪头 听到萧毅的大话 郭池气急败坏地下了命令 一只手 这不是摆明了 瞧不起他们 是 老大 郭池的小弟们齐声应道 随后朝着两人 就猛扑了过来 住手 宗门之内 何时允许你们可以 私下斗殴了 一道轻力的女声 突然从众人的头顶响了起来 萧毅准备反击的动作 硬生生停了下来 抬头往上看去 真漂亮啊 只见一名穿着内门服饰的女子 站在飞剑之上 阳光在她身上 布上了一层金光 小巧可爱 红润的双唇微微紧敏 乌黑浓密的绣发尘的脸庞格外白皙 在萧毅遇见的女子之中 慕晴月的容颜算得上是顶尖 但此时 在她眼前的这位女子 与慕晴月相比 丝毫不落下风 如果说慕晴月是 挂在天上的角角明月 那这女子 就是红尘中的祸食妖姬 眼波流转间 魅意横生 哪怕她此时正肃着一张脸 冷眼瞧着 都像是在给人按送秋波 好一个天生有物 萧毅在心里发出了感叹 随即就感到一阵的可惜 如此绝带家人 如若未能真至地境 恐怕早已作骨 真是遗憾 这世间少了如此一道美色 是 是秦宛若 秦师姐 听到郭池这边的人 惊慌失措的声音 萧毅顿时明白了 该女子的身份 秦宛若 苍云宗掌门之女 如今才十八岁 便已经修炼到杨玲靖 天赋根骨极佳 是苍云宗小辈弟子中的 领军人物之一 还不知道人家的身份 所以说 高升这个小管家 萧毅觉得 还是挺有用的 秦师姐 您听我解释 是他们 是他们两个 故意来挑衅我的 郭池下的脸上冷汗直流 没想到自己运气这么悲 欺负人居然被 掌门之女给撞到 要我安 秦宛若一看他那样子 就知道他心里有鬼 哪里会信他的鬼话 眼神一转落在了 萧毅的身上 周围人皆是战战兢兢 只有他 气定神闲地站在原地 直视着他 目光十分的平静 甚至还带着一丝可惜 他在可惜什么 秦宛若因为长相的原因 基本上看到他的人 多多少少 都会带些异样 此时萧毅与常人 不同的表现 让他心底 升起了一丝兴趣 难道自己的魅力失效了 虽然秦宛若 很讨厌那些人的目光 但是萧毅这般如此平淡 却也让他一时间 对自己产生了些许的怀疑 你说 秦宛若指着萧毅 这让郭池心里 不停地咒骂 见祸 莫不是看中了这小白脸 想要给他撑腰 萧毅语速极快 却又给人一种 慢条思理的感觉 将事情大致讲述了一番 他就是受害人 高声被萧毅 从身后拉了出来 不敢乱说话 只能一个劲地点头 为何不上秉执试堂 要私下来巡视 秦宛若瞧了高声一眼 就觉得一点男子气概都没有 懒得再多看 目光还是挪回到了 萧毅的身上 这么多人 也就这个看起来顺眼一些 秦宛若绝对不会承认 自己是个严控 那些人长得太过辣眼睛 只能看着萧毅那张脸 来洗洗眼 郭池乃是赵怀定直视的外甥 萧毅淡淡地回到 语气里没有一丝情绪 秦宛若心里顿时了然 此事既然被我遇上 我自当为你们做主 自从秦宛若替萧毅和高声撑腰 严惩了郭池一挡后 萧毅这人就在外门弟子 被贴上了不好招惹的标签 高声的日子好过了起来 对于替自己出头的萧毅心里头 更是感激万分 照顾得也越发用心 这些萧毅都没放在心上 让他感到有些困惑的事 秦宛若这个天之娇女 好好的那门不带着 三天两头往他这里跑 一会儿送一袋上品零食 一会儿送一些常用的阵盘服录 还时不时地叮嘱他认真修炼 这让萧毅很是有些莫名其妙 他倒是想拒绝 可人就把东西往他怀里一扔 听到他说不要 就给他来一句不要就扔了 扔是不可能扔的 人家一番好意 萧毅又不是不识好歹之人 也只能就这么收了下来 但是他深信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秦宛若之所以对他这么好 一定是有所图谋 虽然萧毅暂时还没想明白 他一个一穷二白的外门弟子 有什么可值得人家图的 这样下去 我可真成小白脸了呀 破解幻境的方法有多种 改变 清醒 萧毅这几日一直泡在藏书阁中 找到了许多关于幻境的典籍 多少有些眉目 幻境分为许多种 但究其根本还是以人的记忆为主 根据身处的时代来看 不可能是他们这一批人的记忆 那就只有那位一带暗处的神秘人 这个幻境是以他的记忆为蓝本创造出来 只有找到他 改变他原本的剧情走向 让他逐渐意识到 这里并不是真实世界 让他清醒过来 所以 现在的关键就是要找到那个人 只是这人究竟是谁 萧毅可以肯定的是 这人一定苍云中的弟子 毕竟 他们这一批进入高原藏墓里的人 大多数都聚集在苍云宗内 至于那些没看见的 估计在藏墓之内时 就已经丧命了 苍云宗内门七大风 沐晴月在刘月风 沐晴青在子燕风 陆修在竹阳风 就他混得最差 待在了外门 扯远了 萧毅将放飞的思绪赶紧拉回来 他最初得知破解幻境之法 最重要的 其实是将那个人找出来后直接击杀 这样幻境自然就破了 不过 在翻阅过多本典籍之后 放弃了这个想法 这是最下诚风险 也是最高的一种办法 暴力破解幻境 极有可能对他的神识 同样造成严重的创伤 因为他如今也是幻境的一部分 除非他如今的神识 比这幻境主人的神识高出一大截 否则不可能不受伤 神识受伤可比肉体受伤难至于多了 硬的不行 那就只能悬软的来了 只是这偌大的苍云宗 光是外门弟子就有几千人 内门弟子百人以上 再加上各封各殿的执事 长老 杂役 萧义直接把手中的毛笔给摔在了桌上 这要怎么找 完全就是大海捞针 萧义对于上古时代那些出了名的大佬 两眼摸下 一个都不了解 他又不是这世界的土著 对于这个世界的大背景 仅限于小说中偶尔提到过的那几句 出名的大佬不清楚 那些不知名的隐藏大佬萧义 就更是没有方向 上古时代 群鹰会脆 有些人大气晚成后 默默继续安静地待在宗门内 直到那一场大战的到来 才纷纷站了出来 所以 谋脱不了嫌疑 秦云 你准备得怎么样了 第一次要进秘境 我好紧张啊 高声带着兴奋又忐忑地过来找萧义 看着他一脸烦躁的模样 有些奇怪 有什么好紧张的 到时候 你跟静我别乱跑就是了 此时的时间已经来到了半年后 萧义只是睡了一觉 某日早上睁开眼 高声出现在他面前时的修为 达到了行器进五层时 他才反应过来的 他对于中间直接跳过的时间 没有一点记忆 但是从高声的嘴里 他是实实在在地度过了这半年 这让萧义心里有种紧迫感 可能会有什么重要事件发生 而这事件 应当是幻境主人经历过的某种转折点 幻境里的时间 会随着不知名的原因跳过和加速 萧义思考着 如果能找到这其中的关系 或许就能更进一步推测出 他是谁 我一定会紧紧跟着你 绝对不乱跑的 高声对于萧义的话 言听计从 乖得不得了 这是萧义对他最满意的地方 最近有什么事情发生吗 萧义懒散地问道 竹阳风的钱师兄带队历练回来 死了好几个 秦宛若师姐从闭关中出来了 成功进阶 萧义从高声的叙叙叨叨中 提炼出不少有用的信息 秦宛若 萧义在心里在这个名字上 打了个问号 这个女人行为很古怪 所以嫌疑也是最大的 对她突如其来的各种好 让萧义只有防备和警惕 就在萧义心里想着秦宛若时 秦宛若已经来到了她的院落 陆清源 我闭关半年你这修为 怎么还是这么点 秦宛若很是不高兴地盯着萧义 丰满的红唇微微嘟起 已经很快了 高声才是最慢的 你怎么能和他比 秦宛若很是嫌弃地看了眼高声 让站在一旁的高声 感觉心口被狠狠扎了一刀 他就知道 他不应该待在这里 秦师姐好 我突然想起来 我还有事 先走了 高声打了声招呼后 麻溜地离开 秦宛若对于高声的时趣很是满意 很自然地走到萧义身旁 靠着她坐了下来 龙玉的香味 从秦宛若的身上传了过来 迅速占据了萧义周身的空气 对于秦宛若的过于靠近 萧义不动声色地挪动了一下自己的位置 秦师姐 叫我宛若 秦宛若打断了萧义的话 她自然注意到了萧义的小动作 嘴上没说什么 只是身体随着萧义的挪动而挪动 直到将萧义逼到了墙角 退无可退 这女人到底想干嘛 萧义眉头微皱 我还能更近的 萧义 她是不是被调戏了 也许是萧义眼神中的诧异太过明显 秦宛若娇俏的脸上浮现出了淡淡的红郁 只是身体依旧不动 不用了 这样就好 秦 宛若师姐 我只是一个外门弟子 自知有限 不知 你为何如此看中我 在秦宛若的眼神威胁下 萧义很是实相地改了口 不过是一个称呼 这个不是重点 重点是 萧义决定不再跟秦宛若绕圈子 决定打开天窗说亮话 看看秦宛若究竟想要让她做什么 不知为何 陆清源 你是真傻 还是假傻 秦宛若一开始 听到萧义改口叫她 宛若心里顿时十分开心 可是听到她后面的问题 脸色一下子变了 柳眉倒树恶狠狠地直瞪着她 萧义 你除了送我东西 就是拉着我闲扯 鬼知道你要做什么 恕我愚钝 实在不明白宛若师姐是何意 我都表现得这么明显了 陆清源 你 你 你真是气死我了 这女人到底怎么回事 说来说去 半天都说不到重点上面 萧义一心认为秦宛若接近她 别有所图 满心都在琢磨着 这女人究竟想要让她做什么 压根就没想过别的 直到嘴角处传来的柔软触感 萧义总算明白了过来 萧义 我居然被个女人给吃豆腐了 这怎么行 萧义手比脑子快 在秦宛若想要退后时 她一把扣住了她的脑袋 薄唇压了上去 萧义 这种事情 她怎么能占据下风 缓缓松开了秦宛若 有些意犹未尽地盯着她 那略有些红肿 还闪着水光的红唇 秦宛若下意识地 退开了一些距离 小手捂住自己的嘴巴 眼神还有些迷离 空气中满是暧昧的气息 萧义从一时冲动中回过神来 轻了轻的嗓子 宛若失减 咣当 房门传来了巨大的声响 秦宛若瞬间消失在萧义的面前 整个房间里只留下萧义一人 跑了 萧义也有些发愣 明明是这女人先主动的 怎么就跑了呢 不过 不说别的 那小嘴还挺甜 萧义下意识地伸出手指 抹扎着自己的嘴唇 魅力太大 可不能怪我 自恋了一会儿 萧义很快就将心思 放到了正式上面 她觉得 秦宛若也许是个不错的突破口 自从那天秦宛若跑了之后 萧义直到动身前往秘境 都没见过她 高声曾暗戳戳地问她 俩人是不是吵架了 被萧义随便找了个理由 忽悠了过去 看 是秦师姐 顺着高声手指的方向 萧义一眼就看到了 人群中很是耀眼的秦宛若 不只是是她 沐晴月俩姐妹 还有陆修 他们都在 此次秘境 是苍云宗某位大佬 特意为低阶弟子 所打造的小秘境 名为天罗秘境 流传已久 秘境仅限翠骨镜一层 及以下弟子进入其中 不过 这次似乎有些不太一样 那些人 不是我们苍云宗的吧 萧义早就注意到 另外一边站着的那些人 身上穿的道袍 与苍云宗并不一样 说的促进各大门派之间的交流 这次秘境历练 还有其他宗门的弟子 与我们一起进入 高声很快就打听出了消息 萧义直觉 这次秘境之行 恐怕会有危险 十五人一组 五位内门弟子为首 十位外门弟子 各大知识长老 迅速地将底下弟子划分组队 萧义和高声 自然被分在了一起 而跟他们 在一组的内门弟子 其中一人 正是萧义的未婚妻 穆勤月 还有 压制了修为的秦婉若 萧义看到秦婉若时 面色无常 仿佛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 而秦婉若的目光 则有些闪躲 却又时不时地 往他的方向扫一眼 进入秘境之后 你就跟在我的身边 别乱跑 传音入耳 是秦婉若的声音 这话有点熟悉 萧义当初 就是这么叮嘱高声的 真没想到 自己居然还有 被人照顾的一天 虽然这里是幻境 所有的一切都是假的 但是 萧义此时心底 还是有一些感触 对着秦婉若点了点头 表示自己知道了 天罗秘境内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萧义看着眼前 重伤昏迷的秦婉若 很是无语 他前脚刚踏入秘境 后脚时间 就直接跳过了好几日 这让萧义很是猛逼 睁开眼就在一个山洞之中 洞口被布置着 一个高阶防御阵法 应当是秦婉若放的 此时秦婉若的气息极为不稳 萧义将手中的疗伤丹药 喂入她的口中 将自身痘气镀进她的体内 帮助她加快疗伤的速度 秦婉若虽然被压制了修为 但好歹是仰灵静的修士 按理说 在这个天罗秘境之中 应该没有人受能伤害到她 可偏偏 她就受了伤 还是重伤 一切只能等秦婉若醒来后 萧义才能知晓 也不知道女魔头和小姨子怎么样了 可别真死在这里 在幻境中丧命 现实世界中也会同样死去 慕卿月可是关系着她的任务 而慕卿轻可是让她浪费了一颗丹药 所以萧义希望这俩人 最好能活到最后 至于其他人 就不在萧义的关心范围之内了 特别是陆修 最好直接死在这个幻境之中 那也省了她以后不少事情了 可嗨嗨 秦婉若总算醒了过来 挣扎着想要起身 却有心无力 萧义见状便将她绊抱了起来 辛苦你了 秦婉若十分清楚自己的伤势 感觉到此时体妹的状态 知道是萧义替她聊过伤 对着她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她以往红润的脸颊 此时一片惨白 丰润的嘴唇也毫无血色 不过才说了一句话 便是一连串的咳嗽 你还是别说话了 先好好养伤吧 看到秦婉若如此虚弱 萧义就算有再多的疑问 此时也问不出口 你放心 我一定会尽快好起来 秦婉若从储物袋中 掏出高阶疗伤单 对着萧义说完 便抓紧时间恢复伤势 忽然一阵狂暴的声音和威压 从遥远的地方传来过来 这让萧义心头一紧 由于距离较远 威压波及到萧义身处的山洞时 被洞口的防御阵法轻松挡下 只是萧义的心头却并不轻松 距离这么远 那瘦的威压还能传过来 怎么想 此瘦的修为不可能再行气景 萧义有心想要外出查探一番 可有些不放心 将秦婉若独自留在此地 外面太过危险 你还是与我待在一起 我有些担心高盛 外面这种情况 是啊 谁能想到 秘境居然出了这么大的问题 居然不知何时连通了上谷兄弟 也是我们倒霉 在萧义的寻寻诱导之下 秦婉若并未察觉到萧义的异样 将萧义想要知道的情况 全盘说了出来 上谷兄的 萧义心中猛然一惊 这个他知道 原剧情中 陆修中期误入过一次 九死一生才逃出生天 其中十分危险 这苍云宗里的小秘境 居然和上谷兄的扯到了一起 也不知道是不是原剧情里 陆修进入的那个 萧义脑中快速回忆着 有关于上谷兄弟的剧情 原剧情中只简单地叙述过 上谷兄弟一共分为四块 这四块当初的源头 是当时神魔大战时的主战场 具体的那作者也没写 只是当时陆修进入其中一座 上谷兄弟时 略微提了一两句 而上谷时代 之所以会有一场大破灭 似乎也是因为这四座 上谷兄弟的原因 但是具体的 作者没写 萧义来这个世界的时间 又实在太短 所以并不清楚 萧义追这部小说 虽然已经写到了大后期 但是依旧还处于连载状态 这让萧义忍不住 想要吐槽一句 就不能等他看到 完结再穿过来吗 待我伤好一些 我想办法通知宗门长老 秦婉若说的有些累了 萧义便让他好好谢谢 只是 外面的动静越来越大 萧义最终还是决定出去看看 要是危险朝着这边过来 还能及时转移 若真被堵在山洞之中 那才是必死的结果 秦婉若虽然不放心 萧义独自一人出去 但是此时他重伤在身 无法动弹 加上萧义说的颇有道理 只能无奈点头答应 萧义速度极快地穿梭在丛林之中 静止朝着那凶器滔天之处而去 路上还看到不少苍云宗 和其他宗门子弟狼狈逃窜的模样 只是一直没看到 那几个认识的人 好家伙 这是个什么丑东西 萧义赶到附近 一眼就看到那庞大怪异的身躯 双头 四手 八条腿 一只虎头 一只狼头 四只眼睛赤红一片 眼神疯狂 没有一丝理智 周身散发着一股暴虐的气息 距离越近 似乎就越容易被影响 萧义强压下心底那蠢蠢欲动的破坏欲 眼尖地看到 在距离这个怪物不远处 地上躺着的那一抹倩影 是沐晴月 只见他摇晃着身子 努力站了起来 苍白的脸上 嘴角鲜血不断涌出 一看就知道受伤不清 救 若该任务目标失去生命 主线任务之暴德美人归 自动判定为失败 宿主将获得任务惩罚 萧义 这不是逼着他救人吗 任务失败的惩罚 是什么来着 哦 寿命扣除一百年 他现在处于负债状态 惩罚翻倍 那就是两百年 卧槽 这惩罚下来 我岂不是要凉凉 统公他现在也只有大概两三百年的寿命 这个任务失败一扣 万一换进这个任务再失败 救 必须得救 方瑶眼睁睁地看着那怪物 挥舞着一条手臂 朝着自己狠狠砸来 他却已经无力闪躲 下意识地举荐挡在身前 心中满是绝望 他从未想过 自己居然才不过刚起步 就要命丧于此地 心中总有一道念头告诉他 不该如此 他不该死在这里 忽然一道闷横声在耳边回荡 随即一道强有力的胳膊 紧固住他的仙腰 方瑶只感觉自己 陷入了一个宽阔的怀抱之中 脸颊上传来一滴又一滴的温热 带着熟悉的心情 方瑶缓缓睁开眼 看着上方的张英俊却陌生的脸庞 眼中露出了不解 他没想到生死关头 居然有人会不顾自己的死活 冲过来救了他 萧一眼看穆秦月就要命丧当场 一个飞身站在他面前 硬生生接下了那怪物的一击 好在 王权剑的剑林 跟着他一起进入了这个幻境 一直隐藏在宗门统一发下来的佩剑之中 这才让他有底气 接下刚才那要命的一击 将人救下后 萧一抱着穆秦月就飞快地往后退去 哪里还敢继续待下去 好在那怪物虽然实力恐怖 但是没有理智 并没有追过来 而是将注意力放在了其他人的身上 对此 萧一只能在心里说一声抱歉了 身边的树影在飞快地倒退 方瑶也总算从震惊之中回过神来 一言不发地掏出丹药来 安安静静地在萧一怀中恢复伤势 只是总有一股轻烈的血松气息 营绕在他的鼻尖 让他时不时有些分神 他知道是这人身上的味道 第一次与一个男子如此亲密接触 这让方瑶心里多少有些抗拒和不适 但他不是不知好歹之人 这人正带着他努力逃命 他只能紧抿着双唇 努力忽略心里的感受 只是略微加速的心跳 让他有些不知所措 那是 萧一眼肩撇到熟悉的身影 原本打算直接回到山洞的脚步一顿 往左边拐了过去 死了好多人 太可怕了 清源也不见了 我也要死了 高声一边哭着 对着眼前的妖兽发动攻击 只是眼前的妖兽速度极快 他除了身上又多了几道伤口之外 并没有对对方造成任何伤害 高声一个失误 直接被妖兽扑倒在地 眼看着那妖兽张开了血盆大口 心臭的口气熏得高声反胃的差点吐出来 就在他以为自己将葬身受负 连个尸骨都没有时 眼前妖兽的头忽然高高飞起 从他脖梗处喷洒出的热血 直接将高声淋了一脸 还不赶紧起来 躺着卫下一个妖兽吗 听到这个声音 高声猛地从地上弹起 清云 清云 真的是你 太好了 高声被血糊了一脸 视线有些模糊 激动之下并没有注意到 萧毅怀中还抱着一个人 直接跑过来 想抱住萧毅狠狠地哭诉一番 这两日的悲惨遭遇 你离我远点 臭死了 萧毅抱着方摇 一脸后退好几步 很是嫌弃地 看着化身为阴阴怪的高声 心底一阵恶寒 一个大老爷们 哭成这副模样 也不嫌丢人 清云 你 咦 这不是内门那个方 还不赶紧将身上收拾了 赶紧走 你还想引别的妖兽过来不成 高声总算看到萧毅怀中还有一人 很是惊奇地说到一半 就被萧毅给无情打断了 哦 对对对 赶紧走 赶紧走 高声赶忙施展清洁术 将身上的血迹全都清理干净 而萧毅早就已经转身 跟上 哎 清云 等等我 萧毅出去一趟 就捡了两个人回来 秦婉若没有说什么 只是眼神一直放在 被萧毅抱在怀中的方瑶身上 原本就不太好的脸色 此时更为难看 谢谢 萧毅将方瑶放下的瞬间 方瑶小声对她道谢 对于秦婉若那有些敌意的眼神 方瑶自然察觉到了 只是有些莫名 不知道自己哪里得罪了这位秦师姐 此前 两人并未有多少交集 秦师姐对她的态度也并无一样 那这敌意究竟从何而来 你受伤了 秦婉若看着萧毅嘴角未来的急擦拭的血迹 有些心疼的说道 顺便还隐晦的瞪了方瑶一眼 她有种预感 萧毅身上的伤势 绝对和这个方瑶有关 方瑶被秦婉若狠狠瞪了一眼 又见她如此关心这个叫清云的男子 心里顿时有些明白了过来 喂 你怎么样 萧毅完全没注意到 秦婉若对方瑶的敌意 关切的问道 秦婉若可是他们之中的最大战力 若是能早些恢复实力 他们的安全也有了极大的保障 看到萧毅这么关心自己 秦婉若的心情一下子好了起来 就是怎么看这个方瑶都有些不顺眼 但是 这方瑶毕竟是宗门的内门弟子 天赋极高 萧毅能够把人救回来 也是替宗门挽回了一大损失 秦婉若虽然心里有些不顺畅 但也不会因此针对 只不过 她在心底打定主意 要减少这两人之间的接触 自从上次在萧毅的房内 发生了那件事之后 秦婉若在心里 已经把萧毅当成了自己的所有物 本来想等萧毅修为再高一些时 再挑明确定两人之间的关系 现在看来 不能再等了 高升人虽然有些憨 但是自从进入这个山洞之后 就感觉到气氛有些不对 很是安静地待在一旁 不敢出声 她左看看秦婉若 又看看方瑶 最后视线落在了她的好兄弟身上 缩了缩脖子 心里给萧毅比出了一个大拇指 真不愧是陆清源 两大美人在怀 彼此间还能相安无事 她就知道她这兄弟 是个有大能耐的人 萧毅一回头 就看到高升一脸佩服地看着自己 直接白了她一眼 压根就不知道 这小子对她已经有了极大的误会 出去一趟救了沐晴月 挽救了自己岌岌可危的任务 萧毅想到 还有个沐晴清 只能在心底叹了生气 都出去找过了 结果没能遇上 她觉得自己也算是人之一尽了 只希望那丫头运气够好吧 一夜无话 各自休整 天明时分 萧毅猛然睁开双眼 与此同时 方瑶和秦婉若也同时睁开了眼睛 除了修为最低的高升症呼呼大睡之外 这三人都感觉到了危险 正在朝着他们这个方向逐渐逼近 马上离开这里 秦婉若直接做出了决定 只是她伤得太重 哪怕服用了顶级疗伤丹药 这一时半会也没有一战之力 你怎么样 萧毅转头看向方瑶 方瑶毫不意外 又收到了秦婉若的敌意眼神 看到萧毅眼中的担忧 心里隐隐有些奇怪的波动 但是她面上表情十分平静 你照顾秦师姐即可 萧毅原本就是这意思 要是方瑶还不能动 她打算让高升带着她 却不知道这两个女人 心里都对她刚刚的话产生误会 萧毅将秦婉若背起 几人从山洞内出来 远远就能看到一个庞大怪异的身躯 正是昨日里 萧毅和方瑶遇到的那个怪物 走 几人快速朝着怪物的反方向飞驰而去 只是行之一半就不得不转移的方向 只因前方又出现了另外一头相似的怪物 一头就让他们难以对付 没想到这秘境之中还出了第二头 萧毅的心中沉甸甸 怕只怕如今已经连通上古兄弟的这个小秘境里 并不止这两头怪物 救命 救命 一道身影跌跌撞撞地朝着他们奔来 身后还跟着一个双头怪物 是荣荣 方瑶没有半点犹豫地冲了过去 一把拉住江荣荣就跑 方瑶 你想将我们全都害死不成 秦婉若没忍住立生斥责 方瑶抬眸看了她一眼 没有说话 若是别人方瑶 自然不会去管那人的生死 只是在看到江荣荣的那一刻 她想都没想就冲了过去 对于这一点 她自己也很纳闷 方瑶清楚知道自己的本性 并不像平日里表现出来的那般良善 她骨子里其实十分凉薄无情 只有这个江荣荣 再见到她的第一眼 就想把人护在自己的羽翼之下 方瑶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 但是萧毅却一清二百 她心底对于沐晴月 对沐晴青的疼爱之情有些扎舌 没想到这个女魔头 都已经失去了所有的记忆 下意识还是会护着自己的妹妹 看来沐晴青在沐晴月心底的位置 比她以为的还要重要许多 算了 都是同门 就都救了 萧毅出声道 想要安抚秦婉若 反手拍了拍她 秦婉若顿时将在那里 整张脸一下子红郁弥漫 脸颊发烫 就差冒烟了 萧毅查觉到手上的触感不太对劲 这秦婉若看着瘦瘦小小的 这背上肉还挺多 眼神落在追来的怪物身上 萧毅脑子里想着 该如何带着一对伤残安全摆脱 第一时间并没反应过来 秦婉将头死死的埋进了萧毅的肩膀处 小色狼 萧毅头上冒出了一个巨大的问候 听到秦婉若在耳边的娇撑 总算将心神拉了回来 啊这 他可真不是故意的 反应过来的萧毅连忙将手给收了回来 可 我们往回跑 将他引到另外一头怪物那边去 好在其他人的注意力都放在了眼前的怪物身上 并没有发现这两人之间的猫腻 宛若师姐 我 刚刚不是故意的 萧毅边跑边轻声解释 他可是个证人君子 这误会一定要说清楚 不是故意 那就是有意的 萧毅一行人将两只怪物聚到了一起 随后成功跑路 去秘境入口处 宗门长老正在想办法打开 强行打开入口 秦婉若手里捏着传讯玉符 总算断断续续与秘境之外的长辈取得了联系 萧毅 他能说他并不知道秘境入口在何处吗 好在 路上偶然遇到另一队得到同样讯息的队伍 萧毅所幸就一直正在人家后面 这家伙命可真够大 萧毅一眼就瞧见了人群之中的路修 心里暗叹可不愧是男主 死了那么多人 他还好端端的活着 甚至比他还先到了秘境入口 入口处隐隐传来波动 就在各弟子交集等待入口开启之时 不同方向传来了此起彼伏的嚎叫声 是那些怪物 声音随着那暴虐疯狂的气息 不断朝着入口处接近 似乎是那些怪物 发现了他们要逃离 快点 快点 师兄 快去让老龙快一点啊 我不想死 人群中有心理素质差的 已经有人开始崩溃 甚至掏出了法器 想要攻击入口 期望能够下一刻就能打开 住手 这样会让长老们更难打开 还好此次秘境之行 魄力开放给了其他宗门子弟历练 苍云宗未防止有意外发生 让好几个仰灵径修士 压制修为跟了进来 及时制止了这种不理智的行为 并且将激动的人群给安抚好 放我下来 秦婉若拍了拍萧义的肩膀 不放 你重伤 现在的实力还不如高升 乖乖的趴着 萧义大概能猜到秦婉若想要做什么 不仅没松动 反而将人紧固在背上 哎 你 秦婉若美眸原争 没想到 萧义居然敢不听自己的 小手轻轻捶了几下 语重心长的和他说了几句 萧义还是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 他也只能作罢 虽然觉得萧义这样有些不太好 只是心里却有些甜滋滋的 萧义看着人群中 有人一开始一直在朝着他们这边张望 他记得那几人 当时是与秦婉若站在一起 应该就是另外几位养灵静的修士 只见他们交头接耳了一番后 就有人朝着萧义走了过来 婉若 婉若师姐重伤 有事你们自己商量着来 别找他 来人被萧义的话噎住 眼神很是不爽的 上下打量着他 这还是他第一次遇到 说话如此不客气的外门弟子 齐修 你别介意 他只是担心我 秦婉若没想到 萧义跟他说话不客气就算了 跟其他人说话 居然更加不客气 看着齐修有些不爽的脸色 他悄悄在萧义的腰间软肉上 狠狠凝了一把 嘶 这女人怎么回事 下手居然这么狠 萧义紧紧绷住脸上的表情 显得更加冷漠 婉若重伤 我看你状态不错 一会儿跟着我们一起抵御怪物的攻击 让那门弟子和其他宗门的人先撤退 不行 秦婉若第一个反对 怒视着齐修 他都舍不得让萧义受伤 凭什么现在要被他拉去做赶死对 婉若 现在不是你意气用事的时候 可不止他一人 还有其他弟子 而且 我们几个都会留下 他一个外门弟子 又没有受伤 让他走 我留下 行 秦婉若和萧义同时开口 入清源 这是听我的 萧义没有说话 只是将秦婉若轻轻地放了下来 看着他面露焦急 轻轻一笑 随后便把人给打晕了 你这是 齐修诧异地看着萧义 将秦婉若交到了方瑶的手上 并且叮嘱方瑶一定要带着秦婉若 第一时间离开秘境 原本还以为有秦婉若挡在前面 这小子会顺势当个缩头乌龟 没想到 走吧 萧义一脸平静地看着齐修 没有丝毫的害怕 心里却将眼前这人狠狠地骂了一顿 骂归骂 萧义之所以答应了下来 也是清楚知道他身为苍云宗的弟子 既然享受了宗门给予的好处 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如果拒绝了 恐怕不仅是要背上懦夫的骂名 也很可能会失去解开这幻境的机会 萧义心底的直觉告诉他 这里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入口处的波动越来越强烈 而不远处 萧义已经看到了两头怪物的身躯 正在越发向他们靠近 他此时身在人群的最前方 周围皆是苍云宗弟子 剩余三位仰灵静的弟子 各自带领他们组成大阵 不求能够灭杀这两头怪物 只希望给身后的人 争取活着离开秘境的时间 吼 吼 怒吼声在耳边炸开 大脑有一瞬间的晕眩 眼前忽然出现一片湿山血海 名神 震启 萧义受到的影响极小 很快就摆脱了幻影 他猜测 可能是因为此前 他在天法级的那一片杀意中魔力过 其他人就没有那么快 还是被领阵弟子发出的道音给唤醒 随着大阵开启 两道由众人斗气组成的庞大身影 逐渐成形 轰 斗气组成的巨人与怪物碰撞在一起 余波将四周的花草树木全都扫平 组成大阵的弟子修为有高有低 高一些的只感觉胸口一阵发闷 低一些的弟子直接口吐鲜血 却仍旧死死站住 体内斗气继续释放 没有人后退 没有人临阵逃脱 哪怕下一刻 他们就会死去 这就是宗门吗 萧义一直以来游离在外的心态 此时此刻 忽然就有些融入了进去 这种感觉十分的微妙 心口有些略微发烫 心情有些格外的激荡 萧义忽然觉得 他估摸了一下 这次碰撞的威力 若是再来个几下 恐怕这阵就得散了 只是此时除了硬抗之外 他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一下 两下 第三下的碰撞 直接让巨人的身影消散了一大半 阵中弟子倒下了三分之一 萧义感觉到喉坚一甜 嘴里泛起一股铁锈味 他死死的咬紧牙关 若是此时退去 他尚有保命的机会 只是 原本一向惜命的他 胸中激荡的那股劲 让他不想退 不肯退 不愿意退 开了 秘境开了 你们快回来 身后传来的呼唤 让原本绝望的人 一下子全都燃起了希望 怪物似乎也察觉到 属于自己的猎物将要逃走 狂躁地再次发动攻击 巨人的身影彻底消散于空中 大阵被迫 所有人如同下饺子般 不停往下坠落 萧义刚想稳住身形 顺便拽住身边的同伴 眼角就瞥见一条粗大的手臂 向着他的方向横扫而来 干 萧义立刻将手里的同伴给甩飞出去 题内紧剩的斗气 全都输入到手中的配件之中 王权剑林似乎感应到了萧义的危险 比以往更快速地吸收着萧义的斗气 在他身前聚成了一道剑杖 以后这种逞英雄的事情 可不能再干了 这是萧义昏迷前停留在脑中的最后一个想法 萧义再次睁开双眼 被日光晃得有些眼疼 微微眯起双眼 坐起身子后才发现 自己躺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 我应该没死吧 还在幻境里 没有任务失败的提示音 萧义松了一口气后 发现自己在幻境中的修为 已经到了仰灵境 这时又给我跳过了 这回时间跨度跳得有些大了呀 在这幻境里的时间 过得又快又慢 最让萧义头疼的就是 每次跳过 期间的她都得不到任何记忆 总觉得 她与别人有些不一样 像沐晴月 她失去了自己的记忆 却有着芳瑶的所有记忆 哪怕是时间快速跳过 这期间的记忆她也丝毫没有少 麻烦 她推开房门 走到院中 小院不大 仅适合一人居住 只是此处灵气却十分浓郁 远远不是 她在外门居所能比的 她四处转了转 可以肯定 她现在居住的地方 是在内门 当务之急 还是得先找到高升 了解一下情况 萧义一路往山下走去 路上遇到许多不认识的人 都冲着她不停地说着恭喜 恭喜 她一头雾水 直到找到高升后 高升开口的第一句 就让她震惊当场 秦云 明月就要成婚了 紧不紧张 什么情况 她怎么就要成婚了 跟谁 她可是有未婚妻的男人 萧义摇摇头 拉着高升远离人群 开始了惯例套话 距离当初的秘境之行 又过去了半年 萧义从秘境中被救出后 整整昏迷了两个月 当初那一批留下来死战的弟子们 都得到了苍云宗的奖赏 而她则是被破格收进了内门 进入内门后 她的修行一日千里 很快就突破到了养灵境 与此同时 她与秦宛若的感情 也是与日渐增 我一听完后嘴角抽了抽 有些无话可说 神特么的感情与日俱增 她哪里对秦宛若有感情了 这怎么莫名其妙 又多出来一个未婚妻 萧义心头忽然闪过一个念头 这穆秦月出去之后 会不会借这个理由 当场把她给寡了 算了 现在考虑这个问题有点早 能不能出去 还是两说 秘境 秘境当初就被长老们给封住了 之后就被列为禁地 不过经常能看到 有长老在其中出入 高升说着说着 话题又转回到了萧义成婚上面 我怎么看你好像不是很高兴的样子 她疑惑地盯着萧义 没有从她脸上 看到一丝即将成为新郎的兴奋感 没有 高兴 我很高兴 萧义扯了扯嘴角 对她露出了一个假笑 她高兴个鬼 虽然秦婉若是个绝色大美人 但这人早就死了 不知道几千几百年了 她娶个死人 她有什么可高兴的 萧义很想问这个 婚能不能不成 入夜 萧义躺在屋顶 看着高悬的明月 长长地叹了口气 你真的要嫁给我 她忽然出声问了一句 秦婉 你怎么了 一道倩影 落在萧义身旁 正是秦婉若 早在秦婉若靠近的时候 萧义就察觉到了她的气息 我只是怕 我给不你了 你想要的 萧义定定地看着秦婉若那张 吹弹可破的脸颊 眼底闪过一丝暗光 怎么会 我只要你能一直陪在我身边就好了 秦婉若笑得灿烂 随即微微皱了下眉 你 难道不想跟我在一起 女人的直觉果然恐怖 你喜欢陆清源 萧义没有回答秦婉若的问题 而是反问了一句 这个问题让秦婉若觉得有些奇怪 但是也没多想 自以为萧义因为明日成婚 所以有些紧张和不安 我当然喜欢陆清源啊 那你喜欢我吗 问题越来越奇怪了 秦婉若学着萧义的模样 侧躺在她身边 伸出手指点了点她的鼻尖 你不就是陆清源 我当然喜欢啊 若是不喜欢 我怎么可能跟你成婚 如果我不是陆清源呢 你在说什么呢 你今天好奇怪啊 你就是陆清源啊 哪有什么不是 秦婉若探头 在萧义的脸上亲了一下 你不要胡思乱想了 明日就成婚了 早点睡吧 我回去了 说完也不等萧义回答 秦婉若转身便离开 萧义看着她远去的背影 若有所思 第二天 一群人涌入萧义的小院 将她折腾了半天 换上新郎的大红色礼袍 簇拥着她 往官里抬而去 哎 那就是新郎吧 她运气可真好 谁还能娶到秦师姐 听说她以前只是一个小小的外门弟子 人群中各种各样的眼神 全都落在萧义的身上 有嫉妒 有羡慕 还有看不起 看不起她 萧义斜眼朝着那道目光看去 只见一个长得还算英俊 只是那一脸的妒忌 完全破坏了此人的美感 这估计是秦婉若的爱慕者了 今日秦婉若大婚 简直是碎了一地的少男星 萧义虽然内心是拒绝的 但是剧情都已经走到这里了 她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萧义静止走上了官里台 不久 远处就传来两声清脆的贺鸣 一道火红色的人影站在飞鹤上 向着这里飞来 快看 秦师姐今天好漂亮 屁话 秦师姐哪天不漂亮了 站在台上的男人 换成我该多好啊 底下前来官里的各封弟子 瞬间化身为柠檬精 酸得不行 萧义牵起秦婉若的手 一步一步走向李台中央 苍云中掌门也就是秦婉若的爹 半事高兴半事地不舍地 深深看了一眼秦婉若 随后开始说贺词 就在气氛一片喜庆之时 忽然一道慌乱的声音 打破了此时的安静 掌门 不好了 禁地 禁地的封印被破了 场上一阵哗然 苍云中掌门和此时正在官里的其他长老们 二话不说 直接去往禁地处 典礼只能暂时搁置 原本的高兴热闹的气氛 全都被惶恐的情绪所代替 各封弟子速速回去 听从各封首席弟子安排 不得擅自行动 秦婉若看着下面乱糟糟的一团 迅速发号施令 长老们不在 就让各封首席弟子暂时领头 做好防御准备 萧一看着 并未流露出半分沮丧和不满 而是镇定自若指挥大局的秦婉若 心底升起了佩服 不愧是掌门之女 关键时刻 丝毫不掉链子 不多时 禁地之处传来一股扑天盖地的血腥之气 将整个苍云宗都笼罩在其中 那股血腥之气 带着一股子恶丑浑浊 闻道之人 轻则头晕目眩 重则抱起伤人 好在苍云宗的大能 很快就再次布下层层封印结界 将这股血腥之气 给逼退了回去 只是 萧义看着那结界之中的鸿芒 其中的凶器 哪怕隔着结界 都能感受到 这苍云宗 怕是要玩 果然不出萧义所料 当天夜里 苍云宗掌门便下达了 让所有弟子 分辟离开苍云宗的决定 萧义从秦婉若那边得知 其实早在发现上古兄的 连通了苍云宗秘境之后 宗门内便开始寻找新的气息地 只是一直未曾找到满意的地方 毕竟 如今苍云宗所处之地 可是当年开派祖师爷 花费了极大的心思 才布置出来 再经过后代仙辈们的不停完善 和时间的酝酿 才造就了如今的仙门圣地 总有一天 我们会再回来的 秦婉若站在山门前 回首凝望着自己 从小带到大的地方 眼角隐隐有些泪光 此后的日子异常忙碌 萧义与秦婉若被打断的婚点 就这么被拖着 萧义是无所谓 甚至心底还略微松了口气 秦婉若身为掌门之女 兼首席弟子 更是忙得脚不沾边 连人影不见不着 苍云宗戚风外加一个外门 弟子过万 一座城池根本放不下 只能让他们各自组队 前往苍云宗管辖范围内的 其他较远城池暂时安置 而距离苍云宗最近的飞双城 则成为了前线防御的第一站 这就是鱼龙境 萧义打了个盹 醒来就发觉了身体的异样之处 秀婉直接来到了鱼龙境 一个他本身未曾到达过的境界 因为不是自己修炼所得 所以萧义还是花费了一些时间 来适应体内暴涨的斗气 有些担心自己一个打盹的时间 又被迫快静跳过了不少日子 等调整好自身状态 萧义推门而出 依旧是熟悉的住处 看来自己没有换地方 芳瑶 你们这是去哪儿 萧义一出门就看到穆晴月 带着一对弟子急匆匆地走过 陆师兄 恭喜你进阶成功 芳瑶听到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声音 转头一看是萧义 眼神一下子略微有些复杂 曾几何时 萧义还是一个小小的外门弟子 修为也不过才行气静 不过才多久 他还在仰灵境踏步 此人居然已经突破 进入了渔龙境 他们之间的差距 也越来越大了 芳瑶心里有些受打击 他一向自负 此前从未将别人放在眼里 但是自从被萧义在秘境之中救过之后 他发现自己 总是会时不时地关注着他的消息 甚至当得知他与秦婉若要成婚的消息 他心里一直有个声音在说 他不该娶秦婉若 这个念头一直在芳瑶的心间回荡 让他好生烦恼 陆青元与秦婉若两情相悦的事情 苍云宗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他怎么会生出这种念头 若是他不该娶秦婉若 那该娶谁 难不成该娶他芳瑶不成 第一次出现这样的念头时 芳瑶十分的慌乱 强行将这种不该有的心思摒弃 只是 每当夜深人静之时 这种念头 总会是不是冒出来骚扰着他 他怀疑自己是不是喜欢上了那个男人 所以心有不甘才会这么想 可是 真的喜欢吗 芳瑶十分迷茫 他从未喜欢过别人 并不清楚 喜欢一个人应当是何种感觉 说自己喜欢他 心底总有种别扭的感觉 说自己不喜欢他 又总觉得 人家该娶的是自己 芳瑶整日里 被这两种思绪左右拉扯 就连修炼都无法静下心来 甚至 偶尔晃神间 总觉得周围的一切都不该是现在这样 他不应该在这里 时间越久 芳瑶对于这个世界 越来越有种格格不入的感觉 有魔道之人破坏封印 封印被撕开一脚 里面不少怪物跑了出来 我们前去支援 听到芳瑶的话 萧义便提出与他们一同前往 芳瑶心里其实想要拒绝 他并不想见到陆清源 但是 他没有拒绝的理由 萧义能够感受到 芳瑶似乎对自己有些抗拒 暗暗地扫了他一眼 心里有些犯嘀咕 这慕情月 好歹还欠自己一份救命之情 怎么感觉有些不待见他 他也没哪里惹着他吧 不愧是女魔头 心思诡异 要是能把任务对象 从女魔头换成秦婉若该多好 亦能直接完成任务 二来日后也不必担惊受怕 生怕哪天女魔头一个不爽 就把自己给灭了 可惜啊 一行人还未赶到飞双城 在路上便遇到了 从封印中逃出来的怪物 好在这怪物 比之当日在秘境之中 遇到的那两头怪物 要弱小得多 萧义打头 其余人从旁辅助 很快就将怪物当场斩杀 还好有陆师兄在 要不然 光凭我们肯定没那么快 就杀了这头怪物 不仅几下就杀了这头怪物 还没有一个人受伤 除了芳瑶 其他弟子纷纷用崇拜的眼神 看着萧义 继续赶路吧 萧义听了一堆的彩虹屁 心里美滋滋 不过面上 还是一副淡然的姿态 这让那些弟子 对他的印象 顿时又拔高了不少 一路前行 又遇到好几只怪物的袭击 有强有弱 都被萧义一一斩杀 只是 有几个弟子不慎受了伤 不能再往前了 找个地方休整一下 萧义看着其他人脸上露出的疲惫 和那几个受伤的弟子 做出了决定 可是 其他人脸上露出了犹豫的神色 他们原本就是为了 前往非双城去支援 如果休整的话 多少有些耽搁时间 没有可是 按现在的情况来看 前路还有指不定 还有多少怪物在等着我们 就算能一路杀到非双城 那时候 你们有没有余力 在发挥什么作用 萧义话里的意思很明白 如果不保持好自己的状态 他们就算尽快赶到非双城 一时半会 也派不上用场了 那就听路师兄了 往前不远处 正好有座破庙 几人便在那里暂时歇脚 将受伤的弟子安置好 萧义让其他人都去休息 守卫的事情交给他 闭上眼 方瑶半天静不下心 索性睁开眼 一眼就瞧见了远处 独自一人坐在月光下的陆清源 清冷的月光洒在那人身上 越发显得这人寂寥冷漠 好像与世隔绝一般 方瑶不知道 看到陆清源心里 会产生这种感觉 只是在这一刻 让他觉得自己与陆清源 似乎是同一种人 与这个世界 有些格格不入 萧义察觉到 一道视线始终落在自己身上 不曾移开 疑惑地扭头看去 就看到方瑶眼神迷茫地看着自己 这才惊醒过来 微微抿着双唇 最后起身坐到了萧义的身旁 陆师兄 嗯 怎么 萧义看着神色颇为纠结的沐晴月 心底有些好奇 也不知道什么事情这么烦恼 居然能让一向不洗心余色的女魔头 情绪外露 萧义一开口 原本笼罩在他身上的冷漠 便悄然淡去 你 偶尔会不会有种感觉 自己与周围的人或是 总是有种隔阂 方瑶也不知道为何 或许是月光太过温柔 他此时突然就对陆清源 萧义挑了挑眉 没想到沐晴月居然这么厉害 察觉到了不对劲 难道就是女人的第六感 看他这样子 应该是什么都没想起来 不然就绝对不会 对他如此的和颜悦色 你时常会有这种感觉吗 方瑶摇头 不是时常 以前没有 那次从秘境出来之后 偶尔会产生过这种奇怪的感觉 我 他抬眸看了萧义一眼后 飞快地垂下眼帘 后面的话不能说 萧义奇怪地看着沐晴月 这人怎么说一半留一半的 这不是吊人胃口吗 但是人家现在明显不想说下去 他也不好逼迫他 那真是挺巧的 我自那以后 偶尔也会对这个世界 感到很是陌生 真的 方瑶惊喜地抬头 直直地看向萧义 原来不止他一个人会这样 真的 不止这样 有时候我甚至觉得 我并不是陆清源 而是另外一个人 是不是很奇怪 萧义仔细留意着沐晴月的反应 看到他突然紧握的手指 和眼神中闪过的慌乱和激动 心里有底了 不 不奇怪 不瞒陆师兄 我最近也会有这种感觉 可是 这是为什么呢 萧义的话完全说中了自己的心事 沐晴月不由卸下了心中的防备 两人有着共同的心事 无形中让他对于萧义比其他人 多出了一份信任 沐晴月满脸的疑惑 微微歪着小脑袋 眼神亮晶晶地看着萧义 萧义 聊天就聊天 突然卖萌做什么 心脏在那一刻跳得有些快 萧义看着沐晴月那张绝美的小脸 有一瞬间的失神 陆师兄 看着萧义突然盯着他发起呆来 方瑶伸出手 在萧义眼前晃了晃 美色果然要人命 自己居然恍神了 萧义安骂自己没出息 随即觉得不对 眼前这位可是他的正牌未婚妻 多看几眼又怎么了 这么一想 萧义看慕晴月的目光更加理直气壮 没事 就是没想到 居然有人会跟我有同样的困惑 是啊 我也没想到 萧义的目光一直紧盯着他 这让方瑶不由 生起了一丝害羞 想躲却又觉得这样不太礼貌 方瑶难得露出一丝小女儿太的娇羞 亲历的他多出了一抹魅态 萧义看着慕晴月 这百年难得一见的模样 不由想起两人初见时 他那冷若冰霜的样子 也就现在能看到女魔头这一面了 等出去 等等 等出去之后 这女魔头会不会因为在自己面前 流露出真性情 而想要杀了自己吧 萧义觉得 按照慕晴月的性格 那是完全有可能的 思及此 萧义心里就打了个冷战 我此前被这种感觉所困惑 偶尔会产生一个极为可笑的念头 我说出来你 可别笑话我 萧义很是一本正经的开始胡说八道 方瑶直摇头 表示自己不会 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之外 会不会还有另外一个世界 我们会不会一直活在别人的 梦里面 萧义最后犹豫了一下 还是没有直接说出幻境两个字 他怕慕晴月一下被刺激过了头 也担心幻境会因为自己太过直白的话 而产生什么变化 方瑶呆呆地看着萧义 半场都没回过神来 世界之外还有世界 你是指仙界 神界这样的世界吗 方瑶努力找回着自己的声音 你心里清楚 我说的不是这种 萧义平静地看着她 方瑶再次失神 不再说话 曾 怎么可能呢 方瑶嘴里嘀喃着 很是不可置信 但是她的心底有道声音在告诉她 陆清源的话才是对的 萧义起身 将空间留给慕晴月 让她慢慢冷静 她知道 慕晴月应该不会立刻就会恢复记忆 只不过 她已经在她心底埋下了怀疑的种子 她迟早都会把一切都想起来 只是时间上的问题 有时候 你的直觉才是最准确的 萧义留下最后一句话 便朝着远处 从黑暗中 逐渐露出身影的怪物走去 我的 直觉吗 经过半日的休整 一行人总算在天明时分 赶到了飞双城 清源 你怎么来了 秦宛若杀了一夜 双眸中有了些许血丝 刚刚回到飞双城 刚想去歇息一会 便看到萧义的身影 让她脸上露出了高兴 刚好遇上增援队伍 就随着他们一起过来了 萧义也没想到自己刚到 就这妖巧地碰上了秦宛若 秦宛若拉着萧义 回到了自己住处 房间里满是秦宛若的味道 和秦宛若聊了一会儿 了解了此事飞双城的情况后 萧义便离开 让秦宛若好好休息 从秦宛若处出来 萧义抬起胳膊闻了闻 总觉得自己身上 也有一股子花香味 封印还未修复好 里面源源不断涌出的怪物 让萧义杀到手软 整整一天 萧义脑子都木了 总算等到了苍云宗的大能 将封印修复好的消息 只是冲出来的怪物太多 他们只是击杀了绝大部分 休息一夜后 萧义带领着一支队伍 朝着飞双城附近的乡村进行搜寻 特制的巡摇盘 专门用来寻找从封印中逃出来的怪物 萧义看着手上指引方向的巡摇盘 带着人一路追寻到一座小村落 正值黄昏时分 正该是家家户户吹烟升起之时 此时村子里却是一片寂静 萧义心底一沉 有种不太好的预感 陆师兄 其余人心中也猜到了 纷纷将目光放在萧义的身上 进去吧 看着倒塌的房屋和遍地 被撕扯的四分五裂的尸体 萧义深深吐出一口气 真的是该死啊 要不我们把他们麻了吧 有弟子不忍心地开口提议道 现在多单个一秒 就可能会多死一个无辜的人 萧义当即驳回 带着人继续往里走去 这座小村落靠山 巡摇盘带着他们一直进入到深山 小心 萧义看到手中巡摇盘的光线 忽然直指他们的身后 心中一灵 离开来到最后一个弟子背后 当的一声 佩剑挡住了怪物的突袭 有了萧义这一挡 他身后的弟子 立刻就反应了过来 纷纷掏出法器 向着怪物发起了攻击 这怪物灵敏异常 大多数攻击都被他躲了过去 只有少数几刀打在他身上 不痛不痒 解放御震 你们不要落单 这怪物速度极快 萧义再次帮一个弟子 挡住了怪物的攻击 下了命令 其余弟子也看出来 此时不给萧义拖后腿 就是他们最大的付出 毕竟 他们连怪物的身影都捕捉不到 萧义凭借着自己原本的身法 紧紧地跟着那头怪物 让他只能将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 无法再去攻击其他人 只是那头怪物实在太过快 萧义暂时只能防御 打出去的攻击 多数都落了空 这让他皱起了眉头 不知道 在这里能不能释放领域 萧义握紧手中箭 找准机会 闪身来到怪物面前 绝对领域 怪物的身影顿时慢了下来 猙獰的脑袋冲着萧义发出了咆哮 似乎察觉到了自身的处境不妙 攻击 随着萧义的一声令下 早已叙事待发的弟子们 朝着看上去像是被定在原处的怪物 发出了数道攻击 萧义补上了最后一击 随着怪物的死亡 缓缓落到地上 消耗比之前大上许多 而且 效果也不如在现实世界中 萧义平复好呼吸 脑中默默对比着 在幻境之中使用出绝对领域 和现实中的区别 刚刚不过才驶出来数秒 差点就被那头怪物 从领域之中给挣脱 也不知道是因为幻境的原因 还是因为这怪物的修为太高 不过 能驶出来就好 几人将怪物收进专门的储物袋中 再次回到了山下的小村落中 在村委处找了一处空地 将尸体一一埋葬 陆师兄 发现俩小孩 一男一女两个幼童 紧张又害怕的 跟在出生的那个弟子身后 胆怯地看着他们 先带回去 这个村子里的人都已经死光了 他们不可能放任这两个小孩 继续待在这里 外面的怪物还未清理干净 谁都说不准 这里会不会再有怪物袭击 只是 萧义盯着其中的小男孩看了一眼 心里头总有种奇怪的感觉 但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萧义让那名弟子 带着两个小孩先行回飞双城 他带着其他人 继续搜寻怪物的下落 直到确认他所负责的区域 寻摇盘再无任何动静 萧义这才带着人 匆匆赶回了飞双城 深夜 萧义正在闭目打坐 忽然被一股惊天而起的凶器给惊动 那曾经在苍云宗感受到的血腥之气 再次席卷而来 甚至比上一次更为凶猛 缝音又破了 萧义立刻走去房间 附近的其他人也都纷纷走了出来 啊 师兄你怎么了 一个弟子满身是血 捂着自己的肩膀 跌跌撞撞地从房间里跑了出来 身后一个穿着苍云宗道袍的弟子 手执配剑 剑上还有血液残留 双目通红地追杀了前头那名弟子 师姐 师姐你冷静啊 就仿佛是一个讯号一般 接二连三的差不多的场景 出现在萧义的面前 甚至身旁站着的一人 原本好端端地 突然之间红了眼 抽出自己的配剑 就朝着萧义砍了过来 萧义侧身躲开 直接把人给打晕 顺手扔回了房间里 愣着干什么 还不赶紧把人给打晕 萧义的呵斥声 将那些被惊住的弟子给唤醒 不多时 那些失控的弟子 全都被打晕过去 你们没事吧 管事长老急匆匆地赶了过来 听到众人七嘴八舌地叙述完 刚刚的场景 不由抹了八脸 好在除了几个受伤的 没有人死亡 光打晕不行 使个昏睡咒 把人全都绑结实了 打晕了还能醒 就怕他们醒来 又是一阵闹腾 管事长老此时顾不上这些人 只能喊他们 统统把人给绑好 其余完好 没有出现异常的弟子 都被他带到了城主府 外面的街道一片混乱 地上到处都是鲜红的血迹 很显然 刚刚的混乱 不止他们那一处 萧义看着头顶 升起的防御大阵 有些疑惑 按理说 防御大阵一直开着的话 应该能够隔绝掉 那股凶器的侵袭 难道 刚刚护城大阵出现了的问题 萧义自从来到飞双城后 就一直未曾停止过忙碌 那日护城大阵确实出现了问题 而封印之所以再度失效 看着眼前苍云宗弟子的尸体 萧义记得他 没错 就是他 真是没想到 那个小孩居然是魔道之人假扮的 尝尽师弟对他那么好 真是白死 站在萧义身旁的弟子 眼圈发红 面上满是愤怒 真是乌露偏逢连夜雨 萧义最后看了一眼尸体 沉默地走了出去 苍云宗 最后的结局 必然是负面了 就是不知道 最终是毁在魔道之人手中 还是灭在了抵抗上 古兄弟的路途之中 明明他知道 萧义一直以为自己始终保持着 置身事外的心态 只是 如今想到苍云宗那必然的结局 心头却有些微微发堵 真是让人沉迷 难怪不肯醒来了 萧义看着一群群苍云宗的弟子 来回奔波 纵使满脸疲倦 身上带伤 眼神却始终带着坚毅与希望 视线最终落在那道 缓缓向他走来的倩影身上 秦宛若抬头就看到萧义直直地望着自己 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冲着他招了招手 本想走到萧义身旁 结果才走到一半 就有弟子匆匆过来将他叫走 秦宛若只能无奈地回头看了萧义一眼 眼神满寒歉意 转身却走得格外坚定 如今的情况 由不得他再将心思放在情情爱爱之上 如果 改变了结局 你是否甘愿醒来 萧义轻声低难的话 飘散在风中 无人听到 苍云宗将飞双城彻底搜查了一遍 并且下令将所有飞苍云宗之人 全都搬移到其他城池之中 就连飞双城的城主都被请走了 原本定于在飞双城之中 接待来自各方宗门代表 现在也改了地点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上古兄弟之中的怪物们 冲击封印越发开始频繁 封印一改再改 却一破再破 始终无法真正有效地 彻底将上古兄的给封禁起来 而随着正道宗门弟子的伤亡加重 原本只是躲在暗处悄悄搞事情的魔道之人 也开始越来越明目张胆地 四处截杀葛宗门弟子长老 简直是不知所谓 那些怪物彻底冲出封印后 难道会对他们手下留情 这些魔道之人脑子是不是都有病 就是啊 难不成他们觉得 这些怪物还会分正道和魔道 看着杀不成 萧毅将剑上的血迹甩开 看着那几个魔道之人的尸体 眼神中有着同样的疑惑 现如今 他们不仅仅要对付那些怪物 还要不停搜查着神出鬼没的魔道之人 以防他们在背后下应手 不知从哪里传出来的消息 说是上古兄弟之中还遗留着上古魔器 所以那些人都疯了似的 一个个都想撕开封印进去找魔器呢 身后的几名弟子一边处理着尸体 一边嘀嘀咕咕 上古魔器 萧毅想到了天法己 不禁摇头 这玩意儿哪是那么好找的 就算找到了能不能收服 还是两说 哎 照这么说 有上古魔器应该也有上古神器的吧 好在我们正道没人动什么心思 要不然 萧毅原本只是听个热闹 结果听着听着忽然皱起了眉头 真的没有人动心思吗 他想到 不管怎么加强防备 那些魔道之人 总能找到空子 偷偷将封印撕开 原本还不觉得有什么 此事一想 不得不让人有些怀疑 如果真是这样 细极思恐 萧毅心底一沉 看来事情并没有他想的那般简单 苍云宗覆灭的根源 可能还有其他原因 如果真是他猜测的那般 那可真是太悲哀了 欧巴摩睡网 回到飞双城后 萧毅就去找了秦宛若 你怀疑正道之中 有人暗中与魔道勾结 秦宛若震惊的看着萧毅 有些不敢置信 不可能的 你一定是想多了 这怎么可能呢 他下意识的直接否定 为什么不可能 魔道能为了所谓的上古魔器 一直不停对我们下手 你又怎么能保证正道之中 没有人会为了所谓的神器 而心生贪念 犯下错误 萧毅十分平静的说道 不 至少我们苍云宗 绝对不会有这种心思之人 秦宛若无法反驳萧毅的话 甚至心中也有了些许动摇 苍云宗你可以保证 那其他宗门呢 若是有万分之一的可能 是我猜测的这种情况 我们如今的一切努力 不过都是一场笑话 让我想想 你让我好好想想 秦宛若手扶鹅脚 心绪很乱 你慢慢想 我不打扰你了 萧毅看秦宛若这样子 就知道 他一时半会儿 还难以接受 便先行离开 原本以为秦宛若会过两天 才会来找他 谁知 晚上他就被带到了掌门的面前 宛若已经将你的猜测 都告诉了本作 你是因何对此产生怀疑的 苍云宗掌门 一脸温和地看着萧毅问道 上午外出巡逻时 遇上几个魔道弟子 将之斩杀后 听到几位同门在闲聊中得知 魔道之人如此疯狂的行动 是为了上古之地的摩弃 萧毅原原本本地 将事情叙述了一遍 苍云宗掌门听完后 带着欣慰与赞赏的目光 看着萧毅 你很聪明 也很敢想 其实本作与其他长老早 有这种怀疑 什么 纠结半天 最后还是去找了自己的老爹 苍云宗掌门听完秦宛洛的话 并没有对他多说什么 只是让他将萧毅叫了过来 此时秦宛洛轻而听到自己的亲爹承认 萧毅的怀疑确实没错 一时间便有些失态 萧毅没有说话 静静地看着苍云宗掌门 我知道你现在肯定疑惑 既然有此怀疑 为何我们还依然如此被动 说到此处 只见掌门重重地叹了口气 没有证据啊 没有证据 更不知道这背后与魔道勾结的人是谁 是一个还是几个 又或者 其他宗门的人或多或少都参与了进去 苍云宗掌门让秦宛洛和萧毅 将这件事情暂时埋在心里 不用再对其他人提起 你们两个不用去想这件事情 自由我们这些老家伙来操心 你们现在的目标就是努力修炼 努力提高自己的修为 好好活下来 秦宛洛的神色一直有些恍惚 也不知道有没有听到掌门的叮嘱 萧毅却从掌门的话里感觉到了一丝沉重 掌门他似乎很不看好苍云宗的未来啊 注意到萧毅落在自己身上的视线 掌门对着他微微一笑 眼神中满含着鼓励与期待 随后示意他先回去 萧毅看了眼情宛弱 知道掌门应该会好好开导他 便不再逗留 这日之后 也不知是不是苍云宗的高层做了什么 此前小动作很多的魔道 忽然之间沉寂了下去 除了一些小鱼小虾时不时来骚扰之外 非双城没有像往常一样 遇到频繁的攻击 就连封印之地也安静了许多 不再时不时被人为破坏 这让其他弟子心头大大的松了口气 觉得师门长辈很快就能解决眼前的问题 他们回苍云宗指日可待 结果这一等就等了好几年 苍云宗的弟子们始终驻守在飞双城之中 原本的万千弟子在这几年之中凋零无数 封印之地虽然不再频繁遭到破坏 可是一年之中总会有那么一两次 被魔道的人得手 将里面的怪物给放出来 那些沾染了上古兄弟气息的怪物 实力一年比一年强横也越来越难以对付 这也是造成苍云宗弟子们大量伤亡的重要原因 没有苍云宗灵山伏地的灵脉加持 众弟子的修行速度日益减缓 效率达不到最高 能够突破的人少之又少 但是萧毅却是个十足的另类 这几年的时间在他眼里完全没有任何感觉 他的时间一直在被快尽重 闭上眼打个座再睁开眼 已经到了第二年 而他的修为也随之来到了鱼龙境巅峰 出去打了几架 杀了几个凶名在外的魔头 给自己刷了刷存再胆 一回头 他直接跳到了四项镜 若是现实之中 修炼速度也是如此 那该有多好啊 萧毅欣喜自己能提前感受一把四项镜的境界 随后心里很是嫉妒 他知道自己修为提升得如此之快 全都是因为这幻境 是按照原生陆清云的真实速度所映照出来的 这陆清云是打了鸡血了 人家都在寸步难行 甚至原地踏步 结果他倒好 修为蹭蹭往上涨 这要不是一直身处苍云宗 肯定要被人怀疑修炼了什么魔功 萧毅自己有系统自带的修炼外挂 那修行速度可以说是非常之快 但是比之这个陆清云 他还是觉得有些自愧不如 他甚至怀疑原生 怕不是这个时期的天命之子吧 陆清云 城外有弟子遭遇魔道伏击 你速速带领弟子前往营救 萧毅刚在执事堂提交完这次的任务 就被一冲出来的长老给抓了撞钉 包括在场那几个没受伤的弟子 一起被分配给了他 行吧 能者多劳 随着萧毅的修为快速飞涨 丢到他头上的事物也越来越多 像这种临时营救的任务 长老们都特喜欢找他 只因凡是萧毅出手 基本能把大部分人都给带回来 萧毅手里捏着通讯玉符 时不时地根据玉符提供的定位来调整方向 完了 姜蓉蓉眼看着那魔修的剑朝自己落下 绝望地闭上眼睛 啊 什么人 耳边传来那魔修的一声惨叫 姜蓉蓉睁开眼 就看到他手里的剑显之又显的 从自己脑袋旁飞过 插进了大地中 吓死他了 还不退后 傻站着在那等死 萧毅远远就瞧见木晴青 差点就被人给一剑劈了 赶紧出手 总算及时将人给救了下来 同为四相镜 那魔修却全然不是萧毅的对手 跟着萧毅一同过来的弟子 完全没有任何用武之地 就眼睁睁地看着他 三下五除二就把人给宰了 所以 他们究竟是来干嘛的 我终于知道到 那些跟陆师兄组对后 为何那些同门 一直对其念念不忘了 没错 跟着陆师兄 真是太轻松了 其中一名弟子发出了感慨 其余人纷纷点头附和 这可是四相镜的修饰 在陆师兄的手里 就像是切西瓜一般 随随便便动两下 就给直接解决了 也不知道 他们什么时候 才能像陆青园这么厉害 萧毅瞅着那几个一脸钦佩 看着自己的弟子 有些纳闷 这几个不赶紧过来救治伤员 在那唠啥课呢 陆师兄 刚刚 真是太谢谢你了 姜蓉蓉受的伤不重 就是刚刚临近死亡的那一刻 将她吓得够呛 现在终于回过神来 赶紧跑到萧毅面前 跟她道谢 难得看到陆青青 这么乖巧的一面 萧毅觉得很是有些稀奇 小辣椒 你转性了 居然还能这么有礼貌 陆青青就算失忆 得了姜蓉蓉的全部记忆 但是性格还是原本的性格 那火爆的脾气 在宗门内也是出了名 人送外号小辣椒 姜蓉蓉没想到萧毅会调侃她 原本惨白的脸色浮现了两朵红韵 也不知是羞的还是骚的 这陆师兄 怎么和传闻中的不太一样 姜蓉蓉此前在秘境之中见过萧毅 但是当时大家都忙着逃命 哪里有空认识 她早就忘记了很久很久之前 陆青源跑到她面前 将她认成了另外一个人的事情 随着年纪和修为的增加 萧毅越长越帅气之外 身上的气质 也与最初时有了巨大的变化 别说姜蓉蓉一个 萧毅的变化有些大 我 我一直都是很有礼貌的好不好 陆师兄 我是真心感谢你的 萧毅看着沐清清 有些委屈地瞪着她 心里不禁有些感到好笑 行行行 你最有礼貌了 看着萧毅很是敷衍的态度 姜蓉蓉心里很是有些不爽 但是眼前这人刚刚才救了她 若是以往她早就对回去了 只是现在 她只能狠狠地憋着 这个陆青源 真是讨人厌 莫名的 姜蓉蓉觉得 这股讨人厌的感觉 有些熟悉 陆师兄 不知道为什么 你总给我一种好熟悉的感觉 我们以前是不是认识 姜蓉蓉是个心里藏不住话的人 越想越觉得奇怪 直接开口问道 萧毅惊讶地瞥了她一眼 还以为这丫头 会始终无知无觉呢 说不定我们前世认识 姜蓉蓉没想到 陆青源居然会这么说 源睁着一双大眼 眨呀眨呀眨了半天 不知道该说什么 什么吗 这家伙 难道是在调戏她 姜蓉蓉美好气地瞪了她一眼 紧捏住自己的小拳头 气呼呼地对着她举了举 这要是换成别人 她绝对早就把人给做趴下了 此时不是说话的时候 萧毅有心想多点她几句 但是看她这副模样 想了想还是算了 以沐晴青那智商 她还是将期望放在沐晴月身上 比较靠谱 忽然一道带着敌意的目光隐晦地 落在自己身上 萧毅收起了嘴角的笑意 壮似无意地转过身看去 陆修 似乎没想到 萧毅会在此时转身 陆修心里一惊 急忙收回自己的视线 扭过头与身旁的人说话 欲盖弥彰 萧毅看着她那做派 心里发出一声吃笑 这是把她当傻子呢 这么做作的眼界 她好意思表演 她都不好意思看下去 看陆修那遮遮掩掩的意思 萧毅原本只是有些猜测 此时却可以肯定 她一定是恢复了自己的记忆 真不愧是男主 也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记起来的 萧毅琢磨了一下 之前偶尔几次碰上陆修时 她的表现没有任何一样 所以这应该是最近的事情 陆修眼角余光始终注意着萧毅 看到她只是朝这边扫了一眼 就看向了别处 心里偷偷松了口气 她真没想到 自己居然会陷入幻境中 毫无所觉的过了这么久 对于自己能够苏醒 陆修想了半天才隐约想起 当初勤老指引 她从某个遗迹之中 得到过一个很是鸡肋的法宝 那件法宝 就是正门针对幻境 幻术之类的法术 由于此前陆修 都未曾遇到过这方面的对手 所以这件法宝 就一直被她扔在角落里 她自己都差点忘记了 这个萧毅 应当还深陷幻境编织的记忆中 没有清醒吧 陆修眯着眼 躲在人群后 仔细地观察着 萧毅的一举一动 还真是好命啊 陆修眼里不自觉地流露出嫉妒 凭什么萧毅在幻境里的身份这么好 如果 他们能够活着离开幻境 就凭着她提前感受过于荣镜 四项镜 这两大境界的感悟 萧毅只要潜心修炼 就能一路连破两镜 丝毫没有任何的阻碍 绝不能让她活着离开 陆修眼底暗潮涌动 一定要找机会 直接让萧毅把命留在这个幻境里 否则 日后此人绝对是对她威胁最大的敌人 萧毅等到重伤的弟子得到妥善的救治后 刚想带着人离开 就感受到一股若有肆无的杀意 想都不用想 萧毅就知道是陆修 看来他是被男主给盯上了 不过 早在当初 他想从自己手里抢走玄武之时 两人的两子就已经结上 萧毅虽然觉得有些麻烦 倒也没有多怕 最多 以后多勤奋一些 将男主那些机缘一个不落的 全都给放进自己口袋 原本还想偷个懒 只打算挑些重要的机缘拿走的萧毅 心中暗暗想着 陆修的记忆恢复 让萧毅心中的紧迫感越来越重 倒不是怕他暗中给自己使绊子 而是担心 万一要是到最后 幻境被陆修破了 高原藏墓最后落到他的手里 那就糟糕了 只是如今的形势 他就算心里着急 也没有办法 原本之前 苍云中的高层 都已经找到了一个 暂时能落脚的山脉 只是后来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 除了那些刚入门 修为太低的弟子 被转移了过去 其余人等 依旧驻守在各座城池之中 入夜 秦婉若拎着一壶酒 敲响了萧毅的房门 心情不好 有家回不去 只能日夜望着 心情怎么会好 秦婉若在人前始终笑意盈盈 就算再苦再累 都没有露出过疲惫的神色 只有在萧毅面前 才会卸下伪装 流露出惆怅 你说 我们还有希望回到苍云宗吗 秦婉若一杯 接一杯地喝着 凉酒 悠悠地吐出一句话 回不回去 真的重要吗 萧毅拿起酒杯 轻轻抿了一口 反问道 怎么不重要 那可是我的家 我在那里出生 在那里成长 怎么可能不重要 秦婉若被他问得很是生气 酒杯重重地放在桌上 伸出手 似乎想要去掐他 萧毅连忙一把 将他的手给抓住 紧紧地握在手心没松开 开玩笑 秦婉若现在都已经是 太义无量尽地修饰了 这若是 真被他掐一下 不得疼死 我只是觉得 虽然回不去苍云宗 但是只要人还在 苍云宗就在 如果人都没了 就算夺回了苍云宗 也不过一个空壳而已 随着时间的流逝 苍云宗这三个字 迟早被掩埋在历史之中 没有人记得 萧毅说的 正是现实中 苍云宗的结局 至少他在原剧情中 是一句都没见到过 有关于 苍云宗的事迹 他敢打赌 外面的现实世界中 除了这个幻境的主人之外 已经没有人知道 苍云宗的存在 秦婉若沉默 他知道 萧毅说的一点也没错 只是 心里还是说不出的难过 我知道你的意思 只是心里不甘心 那么多宗们 怎么偏偏就是 苍云宗呢 这话他也只能 在萧毅面前说 若是被有心人听去 只不定地惹出 什么麻烦来 萧毅无奈地看着秦婉若 知道他就是嘴上抱怨 也没真想得到他的回答 索性闭上了嘴 该说的他都说了 再想不开 萧毅也没办法 说再多 都无济于事 秦婉若的心结 终究还是需要实力 才能够真正得到解决 你怎么还不松手 我的手很好摸 秦婉若想要去拿酒杯 这才发现 自己的手 还被萧毅紧紧抓着 还好 挺软的 萧毅脑子里正在思考 以自己现在的实力 该怎么做 才能将上古兄的这个大麻烦给解决 下意识地回了一句 我其他地方也挺软的 你要不要也摸摸看 秦婉若似笑非笑地 看着萧毅说道 听到秦婉若的话 似乎有些不对劲 萧毅这才反应过来 顺便扫了眼某个重点部分 倒也不必 萧毅将掌心柔软的小手松开 温热细腻的手感 依旧存留在手中 婚礼 在未回到苍云宗之前 我暂时是没有心思再举办了 不过 若是你想 的话 我 不好意思 眼神闪烁 吞吞吐吐吐地说着 不敢去看萧毅 萧毅 这话题 怎么就歪到这上面来了 果然 这孤男寡女 同处一室的 真是非常容易出问题 秦婉若是真的秦婉若 可她不是真的陆清元 若是真在幻境里办了那事 萧毅觉得自己可能真的 无法活着离开幻境了 就算这幻境主人不介意 萧毅还担心自己婚前出轨 被女魔投出去以后算账呢 一切都能尘埃落定之后再说 外患当前 我岂是那种沉与享乐之人 那样对你也不尊重 萧毅一脸正经地拒绝 秦婉 我就知道 你不是那种人 我没看错你 秦婉若满脸感动地看着她 萧毅 好家伙 原来是有坑在等着她往下跳呢 要是她脑子一热就硬了下来 秦婉若该不会狠狠地 把她揍一顿吧 这女人 真是坏得很 萧毅暗自付费 停完了 早些回去吧 还是赶紧把人给赶走 眼不见心不烦 秦婉若丝毫没感觉到萧毅的敷衍 来世不顺的心情 此时好了很多 也就不再多逗留 第二日一早 萧毅照例完成了外出的巡查任务后 再次遇到了沐晴月 看着她温和中 带着不易察觉的冷漠 萧毅摸了摸鼻子 主动走到了她的面前 将人给拦了下来 你 是不是想起来了 沐晴月抬头直直地盯着萧毅 半赏点了点头 嗯 果然 恢复了记忆的女魔头 一点都不可爱了 哦 那挺好 看着沐晴月那不冷不淡的态度 萧毅总觉得 自己像是上赶着来找她似的 算了 女魔头既然已经恢复了自己的记忆 也就不需要她再多操心什么了 我还有事 先走一步 说完萧毅就想开溜 等等 却不料沐晴月反而叫住了她 嗯 萧毅止住脚步 不明所以地看着沐晴月 谈谈 萧毅到底还是将沐晴月带回了自己的住处 他们两个要说的话 还是不太适合待在人多口杂之处 坐 我这只有粗茶 将就着喝吧 说是粗茶 萧毅在苍云中的待遇可是不低 手里的茶叶乃是上好的春雷 毕竟 她不仅头上顶着秦婉若未婚夫的名号 还是年纪最轻的四项进修士 谢谢 两人对坐两酒 萧毅都没等到沐晴月开口 那一杯茶 喝了半天还剩老多 萧毅算是看出来 沐晴月压根就没有主动说话的意思 你妹妹呢 前几日我见到她的时候 她觉得我有些熟悉 但是看模样 似乎还并未发现有什么不对劲之处 萧毅率先打破了沉默 没有 萧毅 她觉得 这天可能没法聊下去了 沐晴月似乎察觉到了萧毅的无语 抬眸看了她一眼 我对你有些意见 所以并不是很想说话 萧毅 你大可不必如此直白 既然如此 那我们也没什么好谈的 萧毅心里清楚 沐晴月对她存了什么意见 无非就是因为两人之间的婚约 这事怎么怪 都不能怪到她身上 当初比武招亲的是沐晴 当场反悔的也是沐晴清 她都说了 此事可以作废 结果那皇帝硬生生插上一脚 最后婚约对象变成了沐晴月 沐晴月心有不满 她还觉得委屈呢 抱歉 是我的问题 我跟你道歉 嘴里说着道歉 萧毅怎么看都没看出沐晴月脸上有任何的歉意 算了 人都这么说了 她也不是那种计较的人 说回正事 你有什么想法 萧毅懒得跟她这上面多说 直接把话题又拉了回来 沧云宗的情况十分糟糕 沐晴月思路非常清晰 简单明了的指出 沧云宗此时处于父辈受敌的状态 萧毅纵使对沐晴月此前的态度 很是不爽 但是对于她的头脑 还是十分佩服 真不愧是以后要做女帝的人 很多事情都是萧毅身在其中 无意中察觉到不对劲 这才抽丝剥茧后 慢慢推测出来 谁知道 沐晴月居然这么轻易的 就将事情看得明明白白 还是得找出关键之人 我有几个人选 你呢 我猜是秦宛若 秦宛若 我对她的怀疑也是最大的 不过沐晴月说到 这顿了顿 看着萧毅挑了挑眉 她不是你的未婚妻吗 你才是我的未婚妻 萧毅脱口而出 一时间房内很是安静 沐晴月放在茶盏上的手指 微微有些收紧 面无表情地收回了自己的视线 嗨嗨 那个 若不是正好上古兄的出事 打断了你们两个的成婚大典 此时 你怕不是早就没人再怀了 沐晴月嘴角露出一丝嘲讽 我不是 我没有 你别瞎说 萧毅怎么可能会承认 反正事实就是 她跟秦宛若并没有完成婚礼 再说了 秦宛若要嫁的人是陆清源 她深吸一口气继续说道 我是我 陆清源是陆清源 虽然我此时是陆清源的身份 但我始终不是陆清源 这事情现在可一定得说清楚 要不然等她娶了沐晴月 要是时不时被拿出番旧账 想想就头大 沐晴月看着萧毅一脸严肃的辩解 心底闪过一丝好笑 跟她说这么多做什么 难不成她真的以为 自己以后会嫁给她不成 沐晴月忽略了心底涌现出的一丝愉悦 打断了萧毅的话 你们两人是真是假 与我无关 现在最重要的是 该如何离开这个环境 怎么能说无关呢 你可是我的未婚妻 与你无关呢 与谁有关 萧毅脾气也上来了 沐晴月越是不想提 她就越是要提 你若是这么说 那就没法谈下去了 沐晴月说着便起身 想要离开 哎 别 这又不是我掀起的头 萧毅小声嘟囔了一句 不提这个 我们还是继续说回正事 别再扯那些有的没的 我们还能好好谈 沐晴月用警告的眼神 看了眼萧毅 咳 行 萧毅清了清嗓子 摆出一副严肃的模样 秦婉若你最熟悉 你有什么想法 按照现有的信息来看 沧云宗必定是覆灭了 但是秦婉若肯定不愿意 看到这样的结局 原本我打算想的法子 将这个上古兄的给解决了 这样 沧云宗也不会走向灭亡 只是 只是 现在的情况 已经不单单是 上古兄的这个威胁 沐晴月接过萧毅的话 继续往下说道 应该说 上古兄弟 已经不是沧云宗最大的威胁 那些心怀鬼胎之人 才是导致沧云宗灭亡的根本 萧毅真想给沐晴月鼓个掌 你能猜到是 谁在背后捣鬼吗 当萧毅问出这句话的时候 沐晴月冷笑了一声 眼神中满是讽刺 看来 你还挺天真 萧毅觉得 要不是面前这人是他任务对象 一定要娶到手的未婚妻 他已经把人给丢出去了 说话就说话 老是讽刺他 做什么 怎么说 萧毅尽量无视沐晴月眼神中的嫌弃 催促他 赶紧把话一口气说完 话说一半 吊人胃口 是要遭雷劈的 沧云宗一直以来都占据着盗门魁首的位置 你真以为那些宗门甘心一辈子 都被沧云宗压在头上 那自然是 不甘心的 萧毅似乎有些明白沐晴月要说什么 只是 若真是他想的那样 那可真是悲哀 沐晴月看到萧毅露出了深思的表情 心里暗道 还不算太蠢 至少 比他那蠢货妹妹强多了 现在外面私下里都在流传 上古兄弟之中有神器 哪家 要是得到了神器 宗门势力必定大增 说来说去 都是为了那子虚乌有的神器 神器岂是这么好的 有没有命拿到都是两说 他们怎么就 这么丧心病狂 萧毅想了想 勉强只能用这个成语来形容 自古财帛动人心 富贵险中求 这是一个多么好的机会 是啊 多么好的机会 既能夺了宝物 又能将眼中钉给趁机铲除 这就是所谓的正道同盟 萧毅摇头 果然 人心难测 难怪 掌门那边始终都没有动静 若是一个两个败类 勾结魔道在暗中出手 苍云宗不可能到现在都没有找到任何的线索和证据 但若是 勾结魔道的不是一两个人 而是除了苍云宗之外的所有道门 彼此都心照不炫地同意了将苍云宗除去的话 他跟你说了 穆勤月听到萧毅提及苍云宗掌门 好奇地盯着他直看 不是 是我之前发现有些不对劲的地方 他知道后 只让我别管 旁的也并未多说什么 这样啊 穆勤月的脸上露出了明显的失望 你怀疑所有宗门都参与进来 有什么证据吗 证据 我哪有什么证据 我不过才恢复记忆没几日 哪有功夫 还去找什么证据 原本还是方瑶的他 心里可能对于苍云宗有着强烈的归属 但如今 他已然恢复记忆 对于苍云宗的一切 他都不再有任何的感触 要不是知道景平自己 无法离开幻境 他连萧毅都不会找 说到恢复记忆 你似乎很早就清醒不来了 穆勤月清醒之后 就将发生的一切 重新梳理了一遍 发现早在他们刚入苍云宗后不久 萧毅就曾经到他面前试探过 是啊 我拜入苍云宗后 某天晚上打坐冥想之时 突然就将所有都在记了起来 萧毅被穆勤月问的心里一慌 还好绷住了自己的表情 没有让穆勤月看出什么破绽来 那你还真是幸运 穆勤月就看着萧毅在他面前装模作样 并没有揭穿他 反正他对于这个说辞 是一点都不相信 那个陆修 他应该也恢复了记忆 不过具体什么时候清醒过来的 我就不得而知了 平日里我跟他几乎没有交集 那天也是凑巧 你妹妹那个队伍发出了球员 正好是我过去 注意到他看我的眼神不太对 欧巴摩睡网 这么一说 萧毅觉得还真巧 之前除了他之外 没有一个人清醒过来 这怎么 突然之间 一个两个都在这时候恢复了记忆 陆修 谁 穆勤月略有些茫然的看着萧毅 没想起来这人是谁 啊 就是我们在高原葬墓门口时 后面赶来跟你妹妹打招呼的那个 萧毅这么一形容 穆勤月想了想 总算是有些印象了 他跟你有仇 你这么特意告知我 是这人有什么不妥之处 真不愧是穆勤月 他什么都没说呢 就被他猜中了七七八八 我之前与他在藏墓之中遇到过 他想抢抢我的东西 我们交了手 不过很快就被转移到了其他地方 总之 他很有可能会对我下手 说到在藏墓之中遇到 那个抢先我一步的人 就是你吧 原本穆勤月并没有想起来这一茶 但是被萧毅这么一说 他猛然间就想了起来 可嗨嗨 萧毅说了那么多 有些口渴 刚端起茶掌喝了一口 就被穆勤月的话给呛到 这么激动做什么 难道是 怕我现在想起来 之后暗中对你下手不成 穆勤月侧坐着身子 左手撑在桌上拖着下颌 斜腻着萧毅 那不会 你不是那种人 虽然没怎么和穆勤月相处过 但是他 可是有外挂的男人 原剧情里 穆勤月这人 虽然心狠手辣 冷酷无情 又心机深沉 但是 这人不喜欢玩鹰的 不知自信还是自负 穆勤月比较喜欢用实力 姐妹两人都挺像 穆勤月更加喜欢用阳谋 来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 说得好像 你有多了解我似的 穆勤月愣了愣 别过头 语气很是冷淡 秦月就先到这里 我先走了 萧毅看着那远去的背影 若有所思的自言自语了一句 他难道是害羞了 还不等萧毅再次与穆勤月 碰面商量出一个章程来 上古兄弟的封印 便再次出了问题 这一次 不像之前的小打小闹 整个封印大阵 几乎完全被破坏 镇守封印的太上长老 二死一伤 活着 被送回非双城的那位太上长老 也处于重伤垂危之中 始终昏迷不醒 萧毅站在城墙上 望着那密密麻麻 真不断向着非双城 冲过来的怪物们 头皮有些发麻 搞得跟丧尸为成似的 真甚人 最后面看似走得摇摇晃晃 前进的步伐 却丝毫不慢的四五个大家伙 让萧毅回忆起 当初在秘境之时 被惨虐的经历 更远一些 封印大阵之处 除了留有一位 在非双城镇守的太上长老之外 其余苍云宗现存的三位 太上长老 皆在此处 萧毅朝封印大阵眺望 什么都看不清 浓烈的鸿芒直射天际 原本就毫无理智的怪物们 在鸿芒凶器的影响之下 显得越发狂暴 好在因为这些怪物没有了理智 所以全都聚集在南城门这里 只会一个劲的 对着护城大阵猛撞 这倒省了 苍云宗弟子不少事情 只要正在城墙上 对着下面扔使劲扔法术就行 反正下面全都是怪物 随便乱扔都能砸中几个 只是 当那几个格外庞大的怪物 加入了攻击护城大阵的队伍之后 萧毅看着不停荡漾起波纹的光影 心里有种不妙的预感 再这样下去 怪物没杀死 护城大阵首先会撑不住 不知何时 沐秦月来到了萧毅的身旁 轻声说道 秦宛若呢 沐秦月转头看了眼四周 并没有发现自己要找的人 他闭关了 正在冲击太乙无量镜 这可真是不巧 萧毅点点头 不再说话 眉头紧皱的 看着那四五个大家伙 随后忽然感觉 有好几道视线落在自己身上 扭头看去 原来是另外几个 同为四向镜的苍云宗弟子 领头的那名弟子 朝着萧毅指了指城外 随后便遇见飞出了护城大阵 在他身后的那几人紧跟上 萧毅瞬间就明白了 沐秦月看到萧毅往外踏出一步 下意识地拉住了他的衣袖 你要干什么 自然是去杀了那几个大怪物 萧毅没想到 沐秦月会拉住自己的衣袖 听到他难得惊讶的语气 回头对着他笑了笑 示意他放手 你 沐秦月原本到嘴边的话 在看到萧毅脸上的笑时 犹豫了一下 没有说出口 你 小心 你放心 我还等着离开这里后 把你取进门呢 怎么会舍得死在这里 沐秦月当即立刻就松开了自己的手 面无表情地看着萧毅 你还是赶紧走吧 这么直白的嫌弃 果然 这才是沐秦月的正确打开方式 萧毅不再多说 遇见朝着那几个弟子追去 在护城大阵之中 几乎感受不到 那鸿芒之中的凶器影响 只是 刚一出阵 那铺天盖地的凶器 简直让人窒息 好在萧毅经过天法几的磨练 对于这种神识上的侵袭 只是适应了一小下 马上就习惯了 但是前面那几位 显然就没有萧毅这么轻松 萧毅飞到他们身边 只听到一个个嘴里 都在念着 不停念着清新咒 每个人身上不是吊坠 就是发簪都在 微微散发着银白的光芒 显然这些都是 凝神静心的法器 你没受影响 离萧毅最近的那人 十分诧异地看着他 这一脸轻松的模样 忽然就觉得有些丢人 大家同为四相镜 为何萧毅就显得 如此与众不同 有点影响 但是问题不大 萧毅耸耸肩 随意地回了一句 这话让其他听到的人 都纷纷将目光都移了过来 眼神很是诡异地看着萧毅 这个交给我 余下的你们分吧 萧毅随手指了个最近的怪物 说完便掐了个箭诀 脚下飞剑当即离他而去 在空中留下一道残影 飞快地朝着怪物 当头砍去 枪 一道刺耳的声音响起 萧毅看着头上 仅仅只是被砍出 一道白痕的怪物 嘴角一抽 这怪物练得是铁头弓不成 脑瓜子居然这么硬 他现在使用的飞剑 是自己在突破之四项镜后 秦宛若看他 还用着宗门分配的制式飞剑 特意去帮他从掌门私库里扒拉来的 虽然只有两品 但他可是地级 纵使他刚刚并没有催动王权剑灵 但也不该就这么伤害 好 被萧毅当头敲了一下 那怪物显然不干了 登登登 迈着坚定不移的步伐 朝着萧毅直冲过来 随后大嘴一张 一道凶猛的火焰 就对着他喷了过来 卧槽 这怪物进化了 居然还会喷火 萧毅显显地避过后 赶紧出声提醒另外几个 之前交手的那些怪物 基本全都是算是物理攻击 只会靠着几只拳头蛮干 这冷不丁突然来了 都会法术攻击的家伙 要不是萧毅反应快 指不定就被烧到了 而且 这火里还带着一股难言的腥臭味 这是多久没刷过牙了 我特喵的 没被这火烧着 倒是要被这口臭给熏晕了 萧毅赶紧平住呼吸 心头还是有些犯恶心 小心 多亏了萧毅刚刚的提醒 另外几人心里有了戒备 并没有太过于手忙脚乱 他们回过头来 刚想跟萧毅道谢 就看到萧毅对付的那头怪物 脚一蹬离地而起 朝着萧毅的方向狠狠扑举 绝对领域 王全剑 萧毅也被吓了一跳 没想到这怪物气性这么大 不会飞 也要硬生生地跳到他面前来 结果不到三秒 绝对领域就失去了原本的作用 不过这对于萧毅来说 三秒够了 去 有了剑林加持的佩剑 一瞬间就有些不一样了 光是散发出来的威压 就将眼前的大家伙给压的 原本因为鸿芒的原因 而失去了恐惧的怪物 在那一瞬间 眼神中愣住出现了一谋害怕 只是此时在想逃走 已经来不及了 哦 有着王全剑林加持的飞剑 这一回披在怪物的脖梗处 顿时 鲜血肆意飞剑 那怪物的脖子上 被划拉出好大一道口子 怪物嘴里 一声接一声地发出痛嚎 真可惜 看着挺笨重的身体 居然还能闪得这么快 萧毅独自单挑一个怪物 靠着王全剑剑林的加持 很快就将那怪物打成重伤 其余人却没有萧毅这么轻松 两三人联手一组攻击一个怪物 打得险象还生 更甚至有人差点就陨落当场 萧毅分心注意着他们 手急眼快地出手挡了一下 多谢 多谢陆师弟 被萧毅救了一命的弟子 出了一身的冷汗 回过神来后急忙道谢 小心一下 等我处理完这头怪物 就来帮你们 萧毅的话让那几名弟子打起了精神 原本有些绝望的心态 瞬间又被注满了希望 不过 他们心里都有些纳闷 大家同为四项镜的修饰 甚至他们都比萧毅要更早进入四项镜 可是为何 萧毅看着就是比他们厉害那么多 人家直接一对一单挑 而他们连手都打不过 果然 人跟人是不能比的吗 萧毅若是知道他们的想法 一定会大笑不已 他可是个假的 不能再假的四项镜 若不是幻镜的原因 他就是个仰灵镜的小修饰 连于龙镜都不是 随着伤口的增多 怪物的身形也越发缓慢 身上几道深可见苦的伤处 鲜血不断流出 嗯 这是 萧毅最后一剑 将怪物那颗猙獰的头颅消飞 刚松了一口气 就看到附近那些小怪物们 仿佛受到了什么刺激一般 争先口后的 朝着轰然倒下的尸体 飞奔来 眼看着底下的小怪物们 大口大口的直接啃食着尸体 这残酷又血淋淋的画面 让萧毅打心底犯起了恶心 萧毅打算收回视线 转身去帮其他人时 眼角于光撇到 有几个小怪物 一边啃食着尸体 一边相互攻击 本能地停下了动作 情况似乎有些不对 萧毅微眯起了双眼 只看到其中有个特别强壮的怪物 在杀死了身边的同类后 暂时放弃了原本的尸体 几下就将同类的尸体吞吃入腹 接着再次投入到了 啃食大军的步伐中 没过一会儿 他又再次将身边的同类杀死 萧毅紧紧地盯着那头怪物 脸上的神色有些凝重 怎么感觉 似乎像是在扬骨 萧毅发现 这头怪物身上的气息 越来越强 他恍然明白过来 从封印之中走出来的 那几头巨大的怪物 是如何而来了 不能再让他继续下去 手起见落 趁着这头怪物还没成长起来 萧毅一见就将他直接击杀 只是情况 却并没有得到好转 这一头怪物倒下 底下还有成千上万头怪物 在不停地相互吞噬 就这短短的时间内 萧毅感受到好几股怪物的气息 陡然加强 这可真是 没完没了了 萧毅顿感头大 除非能一下子 将这些怪物全部击杀 否则完全是在做无用功 萧毅有心想要去帮助其他人 但是若放任眼前的情况不管 等他们累死累活地 将剩余的几头击杀后 恐怕马上又有新的巨怪出现 鲁师帝 其他人注意到 萧毅将他负责的那头怪物击杀后 半天没过来帮忙 飞到他们身边将刚刚自己观察到的情况 简单明了地说了一遍 怎么会这样 现在该如何是好 说话的人因为分心 差点就被巨怪的爪子给拍到身上 显之又显地避过去后 萧毅趁着巨怪对那弟子穷追不舍时 在他背后狠狠地来了一下 先把眼前的这几个处理了再说 你们拖一下 我先把情况跟长老汇报一声 之前跟萧毅用眼神交流的那名弟子 无奈地说道 原本对付这几个怪物就已经很是吃力 谁会想到还有意外发生 他们只能希望 星怪出现的时间没有那么快 否则 眼前的还没干掉 下面又不停地再新增 累都能把他们活活累死在当场 萧毅道有个不是办法的办法 他的天地黑雷炎 特别适合这种大规模的屠杀 只是原本使用天地黑雷炎 就特别地消耗斗气 而如今在幻境之中 更是翻了几个倍 就怕他将斗气耗光 这场上恐怕还会剩下许多 而且 就算真要这么做 首先还是得先将这几头给解决了 几人合力之下 再次倒下一头巨怪 萧毅的额头 有点点稀罕冒出 他抬手将飞剑罩了回来 注意到手上的飞剑 出现了细微的裂痕 看来今日 这把剑的报废在这里了 王权剑林的威力太强 这柄剑有些承载不住 除了萧毅之外 其余几人身上都带着伤 不过 他们不敢耽搁 飞快地往嘴里扔了几颗疗伤药 就飞到了另一头巨怪的面前 等到再次将一头巨怪击杀 萧毅的脸色 已经有些微微泛白 其他人更是好不到哪里去 有几人已经历劫 仅剩的一些斗气 只能维持着 让他们继续凌空而立 不至于掉落到下面的怪物堆中 只是明显 已经没有了再战之力 场上还剩余两头巨怪 原本对付他们的弟子 还在苦苦支撑 长老那边怎么说 长老并没有回应 恐怕城内应该出了什么变故 那名弟子再次拿出通讯玉符 上面并没有闪动任何光芒 该不换 是这个时候吧 萧毅嘴角微动 说出来的话 只有自己能听到 他想到 城内如今只有一位太上长老坐镇 另一位仍旧昏迷之中 若是那些心怀不轨之人 此时出手 确实是个很好的机会 而至于在封印之地的 那几位太上长老 萧毅觉得 他们的情况 恐怕也好不到哪里去 你们几个先回去 其他伤势比较轻的 跟我继续战断 萧毅深吸一口气 压下心底的不安 开口说道 如果城内真的出现变故 那回不回去 其实也没差了 反正到哪都是要打的 内忧外患 现在还是先把这外患给除了吧 萧毅相信 城内的虽然出了变故 但是情况应当还好 因为 沐晴月比没有联系自己 若是情况真的糟糕至极 他相信沐晴月 应该会给自己传来消息 嗯 应该 好歹两人也算是同盟的关系了 萧毅如是想着 那女人应该不会一声不吭的 自己跑路 萧毅话音刚落 不远处一道强大 却极为不稳定的气息出现 瞬间让所有人的目光 都吸引了过去 有些快啊 那里是萧毅斩杀的 第一头巨怪尸体之处 新的巨怪显然已经诞生 萧毅算着时间 等到他们将另外那两头巨怪 斩杀完毕 恐怕又会多出来新的两头 如此恶性循环下去 最后失败的肯定是他们 回去 萧毅当机立断 做出了决定 可是 你是想把命白白丢在这里 萧毅毫不客气地 打断了那名弟子的话 没有我 你们也杀不死他们 这话就有些扎心了 不过 事实就是如此 萧毅要是不管他们 直接转身离开 他们继续留在这里 也没有什么作用 我断后 你们将带几人接回来 赶紧撤退 萧毅的话说得斩钉截铁 他的语气让众人明白 这不是在跟他们商量 这是在通知他们 就按你说的 陆师弟 你自己多加小心 明白萧毅是一番好心 众人也不再矫情 对着萧毅抱全行了一礼后 开始准备撤离 萧毅一人扛两怪 压力顿增 在没有之前的游刃有余 好在他的目的 也只是暂时将他们拖住 两怪失去了原本的目标 只剩下萧毅不停在身边骚扰 时不时来上那么一下 打完就跑 这让他们异常的愤怒 而另外一边 新出现的巨怪 似乎被这两个巨怪的怒嚎声 给吸引了注意力 正朝着这边缓缓走来 萧毅将遇见飞行 玩得跟滑滑板似的 各种花式乱窜 眼看着第三头怪物即将加入 而不远处新的怪物又将出现 好在萧毅目测苍云宗 那群四象镜弟子 差不多已经快进入了护城大阵 当即不再继续溜怪 在空中一个大拐弯 直接跑路 身后传来大地的震动声 三头怪物目标一致 全都奔着萧毅而去 一路上踩死小怪无数 这也算是个意外之喜 萧毅抽空回了下头 看着身后对他穷追不舍的 三头丑八怪 忍不住刺了下牙 别人穿越都是被妹子追 就我穿越是被怪物追 真特喵起人 越想越郁闷 萧毅很快就飞到了护城大阵的边缘 却没有立刻进去 而是将飞剑掉了个头 调动体内剩余的斗气 将飞剑再次握回手中 对着那几头怪物 就是狠狠地批出一剑 萧毅手中飞剑剑气暴涨 剑盲犯着青白色的冷光 化为一道巨大的剑光 穿过第一个巨怪后 去世不减 紧接着第二头 第三头巨怪的身体 接连被穿过 最后消散在数十米之外 看着怪物身上的伤口 耳边满是响彻天际的哀嚎 萧毅很是满意 挥霍一空 当萧毅落到城墙上时 脚下打了个亮枪 卢师兄 你没事吧 卢师兄 你真是太厉害了 卢师兄刚刚的样子 真是好有魅力 最后一句 显然是为女弟子所说 萧毅寻生看了过去 只见几名容貌秀丽的女弟子 站在一处 各个眼神冒光 神情兴奋地盯着她猛看 失算了 刚刚脚下打滑 没人注意到吧 萧毅脸上瞬间挂起温和的笑容 冲着身边围观她的弟子们 微微点头示意 在得到萧毅的回应后 那几个女弟子 更是连连低呼 卢师兄 刚刚挺威风的 穆琴月的声音 在萧毅背后响起 明明是夸人的话 萧毅愣是听出了些许嘲讽的意思 还好 还好 萧毅自以为谦虚地说道 没想到一向优雅的穆琴月 当即就对她翻了个白眼 冲着她冷哼一声 转身不再搭理她了 萧毅 女魔头这是怎么了 她又哪里惹到她了 萧毅愣了愣 不明白出去的时候还好好的 她回来只说了一句话 这人就莫名其妙给她脸色看 惹不起 惹不起 萧毅嘀咕归嘀咕 但双脚还是很诚实的 自己追上了穆琴月的步伐 哎 你别走啊 你快告诉我 我不在的时候 城内出了何事 这里的其他人 萧毅都不熟悉 熟悉的人都没看到 萧毅自觉与穆琴月之间的关系 已经得到了极大的缓和 也不再像之前那般陌生 至于穆琴月刚刚才给了她脸色看的事情 萧毅已经自动忘记了 女人嘛 谁还不爱耍个小性子了 要是认真 那就输了 你们出去之后没多久 其余三个城门方向 汇集了大批魔道中人 东城门和西城门的领头之人 都是太乙无量进的修士 而北城门那边 来了位圣经大能 太上长老被逼了出去 穆琴月没想到 萧毅人在城外战斗时 居然还有空闲得知 城内出了事情 很是诧异的看了她一眼 随即开口说道 我猜也是魔道之人在搞鬼 现在如何了 太上长老是输是赢 情况不妙 东城门和西城门那边各有输赢 不过好在还有护城大镇做依靠 输的那位长老及时退走 并未陨落 只是伤势颇重 说到这里 穆琴月忍不住皱起了眉头 南城门那边不清楚 似乎太上长老担心 圣经之间的战斗余波 会影响到护城大镇 所以将人给远远的引开了 萧一点点头 表示自己明白 没有消息 说不定才是最好的消息 你安慰我做什么 别人不知道 我还能不清楚 此战 那位太上长老兄多几手 还有前往封印之地的那几位 真是一群蠢货 这么明显的调虎离山都看不出来 苍云宗最后会被覆灭 也不是没有原因 在穆琴月看来 苍云宗的高层 全都是一群愚蠢之人 拼死拼活的战斗在最前线 将封印上古兄的视为己任 其余宗们大多都躲在 苍云宗的庇护之下 虽然或多或少也会出点力 只是很明显 没有伤筋动骨 自身实力依然保持完好 哪像苍云宗 中低层弟子 近些年来不停陨落 高层如今更是出现了伤亡 上古兄的出事 若不是苍云宗 早早地就将责任抗在己身 成为了别人的眼中定肉中刺 事情又怎么会演变到 如今这种地步 穆琴月这一席话 萧毅沉默地听着 并未反驳 虽然穆琴月话说得难听 但是萧毅却很是赞同 他也觉得 苍云宗这群人 简直就是一群傻子 只是不同于穆琴月认为的愚蠢 萧毅只是觉得 这些人傻得让人佩服 为了所谓的大义与苍生 就将自己的性命都搭了进去 也在所不惜 萧毅自觉他永远 也无法成为这样的人 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 他不介意出手帮忙 但若是情况 一旦超出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外 他就会及时止损 他是个很惜命的人 不说这个了 还是想想之后该怎么办 我有种直觉 这个幻境即将到了结束的时候 若是到最后 我们都没能出去 恐怕所有人都会死在这里 萧毅一脸凝重地说道 苍云宗如今仅剩的几位太上长老 很有可能在此时出世 若真的被全军覆没 没有了大能坐镇的苍云宗 不过是别人案板上待斩的鱼 离分崩离西 也快不远了 就在萧毅与穆琴月商量事情的时候 远在封印之地的苍云宗修士 此时的情况 正如萧毅所预料的那般 十分糟糕 你们 真的是疯了 苍云宗掌门抬手 擦了擦嘴角溢出的鲜血 将秦宛若牢牢地护在了自己的身后 对着面前的人愤怒地说道 怪只怪 你们苍云宗自不量力 挡了所有人的路 才会有今日的下场 一身翠绿色长衫 长相十分斯文的男子 摇晃着手里的扇子 很是得意地说道 千鹤宗 担心们 苍云宗掌门的目光 一一掠过眼前这些人身上 最后落在了 那一群明显是魔道之人的身上 你们这些堂堂正道仙门 居然堕落到与魔道相互勾结 就为了一个子虚乌有的神器 简直就是愚蠢至极 苍云宗掌门的胸膛剧烈起伏 心中愤怒异常 原本 他只是以为其他宗门内 有个别几个心怀不轨之人 在暗中出手 可是抽丝剥茧地查探了这几年 总是到关键时刻 就失去了头绪 还以为是对方太过于狡猾 真是没想到 最终的结果 居然是因为几个宗门私下里达成了协议 一起联手 四文男子发出一声冷笑 看着苍云宗掌门 眼里露出了极为兴奋的光芒 你们苍云宗一直以来都占据着仙门第一的头衔 将所有宗门都始终压在脚底下 那么风光 那么得意 恐怕从来没想过会有这么一天吧 极度 不甘 怨恨 苍云宗掌门从这些人的脸上看到了这些情绪 心底不禁感到一阵悲哀 他们这些人 眼里只看到苍云宗表面上的风光与荣耀 却看不到他们背后的努力与伤亡 仙门魁首 岂是那么好的 沉重的责任始终压在苍云宗的身上 修仙界一旦出现重大危机 所有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苍云宗 苍云宗的修士永远冲在所有人的最前线 替他们抵挡危险 护佑苍生 结果 到头来 却是这样的结果 在这一瞬间 苍云宗掌门感到了深深的无力和心灰意冷 爹 秦婉若被护在身后 看不到他爹脸上的神色 却敏锐地察觉到苍云宗掌门此时的情绪 一会儿 我带着几位长老拖住他们 你和寻安突围出去 将这里的发生的事情 告知赤云太上长老 放弃飞双城 带着门内弟子 逃吧 能逃多少是多少 苍云宗掌门心里明白 这些人既然敢在他们面前现身 不再掩藏 金月恐怕凶多吉少 他不怕死 死前能将这些败类拉着一起陪葬 便算是赚宝 只是他心忧苍云宗如今现存的那些弟子 他们还年轻 正是前途无量的时候 却要毁在这些人的野心之中 秦婉若耳中传来他爹的命令 他眼圈发红 死死地咬住嘴唇 他不想走 他想留下来 纵然会死 也要与他们死在一起 可是李志告诉他 他必须要听他爹的话 若是没有人将这里的消息传递出去 飞双城里苍云宗那成千上万的弟子 恐怕 姐姐 你们正道的人 就是喜欢说那么多的废话 赶紧把人解决了 我们可是说好了 苍云宗那些弟子 都是属于我们魔道的 听到这句话 苍云宗修士们的心里 结实已沉 若是死在这群败类手里还好 要是落在了魔道的手里 想到魔道这群人 修炼的各种血腥残忍的功法 秦婉若深吸一口气 努力稳住自己的情绪 爹 您放心 女儿一定拼死 都会将消息带回飞双城 苍云宗掌门回头 深深地看了眼秦婉若 这也许 是他看他的最后一眼了 几位太上长老 被托入了上古兄弟之中 苍云宗视频 若是对方再多一位 圣境强者在此坐镇 恐怕他们连送人出去的机会都没有 杀 苍云宗掌门早就传音 告知了其他几位长老们死战的命令 一声令下 所有人都动了起来 在场的苍云宗修士得到命令 身形互换挪衣之间 三套组合杀镇 顿时立刻成形 这就是苍云宗成名已久的 玄源珠魔大镇 果然不同凡响 魔道之人各个兴奋地 盯着眼前的苍云宗大镇 死前心里已经尽量高估了这个大镇的威力 可是直到此时亲眼所见 才知道自己还是低估了 没办法 修仙界太平了不知多少岁月 就算偶尔闹出点事情来 也不过是小打小闹 这套杀镇 他们都未曾见识过 眼前苍云宗这几位都是太以无量境修为 杀镇成形后居然达到了圣境 这就有些出乎他们的意料了 怕什么 咱们人多 后都能把他们给耗死 魔道之人看到身边盟友那难看的脸色 痴笑不已 鬼压到人说得不错 咱们又不是没有什么准备 这大镇威力能达到圣境 恐怕所消耗的斗气也是极大 等到他们的斗气全都耗光 结局只有死路一条 秦宛若和另外一名弟子寻安 趁着玄渊珠摩大镇 将所有人都暂时挡住的机会 立刻飞身迅速朝着飞双城的方向飞去 第一 好在秦宛若始终未曾放松警惕 在危险来临的那一刻及时挡住 不过也因此被迫停了下来 哟 还真有漏网之鱼逃了出来 还是个大美人呢 一高一矮 两个两名修士出现在秦宛若的面前 在看到秦宛若的脸后 两人不约而同地露出了硬邪的表情 大美人 乖乖束手就擒 一会儿哥哥们好好带你体验一把极乐之境 那两人嘴里说着话 手下的攻击丝毫不含糊 秦宛若哪里听不懂那话里的意思 翘脸寒双的出手反击 招招致命 寻安 快走 秦宛若以一敌二并不落下风 只是却被拖住了脚步无法离开 只能催促着另外一名弟子先行离开 好 寻安神色纠结了一下 闭了闭眼咬牙音下 转身疯狂地催动着体内的斗气化为一道流光 消失在了他们的面前 秦宛若看到寻安的离开 心底略微松了口气 无论是谁 只要有人能够回到飞双城就好 哈哈 大美人你不会天真到真以为只有我们两兄弟 守在这周围吧 该死 秦宛若听到这话 顿时明白了过来 心里不由着急起来 手底下的攻击越发猛烈 生气了 生气了 大美人就算生气也还是那么好看 不知道一会儿躺在我们兄弟俩身下的时候 会不会更加漂亮 这兄弟二人配合极为默契 一手一弓 将秦宛若的攻势全都化解 两双眼睛极为猥亵地落在秦宛若凹凸有致的身体某些重点部分上 无耻之徒 那赤裸裸的目光让秦宛若有种身上的衣服被扒光地错觉 恶心至极 哎 此言诧异 这种事情怎能说无耻呢 这明明是 卧槽 你个贱人 老子一会儿不将你干得要死要活 老子就不是男人 原本还想言语羞辱秦宛若的高个子大腿 被秦宛若的暗器打中 要不是他闪得快 位置偏了一些 这一下差点让他断子绝孙 这小娘皮就是欠收拾 等咱们兄弟享受完 把他迈进欢喜门 让他日日夜夜当新娘 矮个子看到自家兄弟受了伤 同样十分生气 不再收力 全身气势暴涨 秦宛若瞬间落为下风 秦宛若心底一沉 没想到刚刚这两人居然还隐藏了实力 刚刚自己的权力攻击 对他们来说根本就是个笑话 如今仅是一人就让他勉励招架 若是等到另外一人再参与进来 秦宛若心底闪过一丝悲哀 今日恐怕就要陨落在此地了 他不怕死 他只怕原本答应了爹爹的事情 自己做不到 落到那两人手中的结果 可想而知 秦宛若绝对不会让自己 沦落到那种地步 那就只有自财 阿爹 小心点 别让这件人自财 高个子收拾好身上的伤势 一眼就看到秦宛若眼中 闪过的决然之意 立刻开口提醒 大哥放心吧 矮个子对着秦宛若 露出了一个阴险的笑容 让秦宛若当即觉得不妙 立刻准备自断心脉 体内斗气却忽然消失一空 怎么回事 失去了斗气 秦宛若整个人飞快地往下坠落 余光看到高个子正在自己这边飞快 伸手就要将他抓住 秦宛若心头大害 既然无法自断心脉 耳边突然传来一声惨叫 随即他的身体停止了坠落 被人拉进了一个熟悉的怀抱之中 秦宛 秦宛若看着陡然出现在自己面前的肖义 没忍住心底的激动 眼角划过一道泪痕 我来了 没事了 肖义也没想到 自己居然赶来的正是时候 抱着秦宛若轻声安慰道 同时 一心二用 指挥着王权剑林 将剩下的那个矮个子 也一并解决了 你 你又突破了 秦宛若很快就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现在的肖义修为已经与他同出一个境界 啊 今日刚刚突破 肖义掏出一个玉瓶 将里面的丹药 喂到秦宛若的嘴里 不过一会儿 秦宛若体内的斗气便又回来了 说起突破 肖义也是颇为无奈 他那时候还在跟沐晴月说事情吗 说着说着就感觉不对劲 还好当时他已经回到了飞双城 若是他在城外再拖个一时半会儿 恐怕就得边打边突破了 那可是极为凶险的 肖义突破之后就有些怀疑 当年的陆清源是不是就是占到一半之时 临场突破的 导致他这一次突破的这么潦草 快 快回飞双城 秦宛若急切地抓着肖义 将封印之地中的事情快速地讲了一遍 就催促着肖义跟他一起回去 这样的话 你回飞双城 我去看看 肖义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再回飞双城 他赶过来的目的 就是为了阻止沧云宗那些人死在这里 还好此时他突破了境界 过来的话 没有那么危险 再加尚目秦月和自己都推测 今日绝对是个关键 所以这才一突破完 就急匆匆地赶了过来 想到刚刚秦宛若的样子 若是自己没有及时赶到 真不知道秦宛若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心情 肖义此时真的有些害怕 若是不然改变一些关键点 让秦宛若自己发现清醒过来 事情就糟糕了 你过去有何用 你不过是刚刚才突破太乙无量镜而已 里面那些人都是 秦宛若不明白 肖义究竟想要干什么 你信我 也许我有办法 能够将他们多救出来 你 你在说什么 秦宛若听到肖义的话 不敢置信地睁大了双眼 救出所有人 除非是圣境强者 否则怎么可能 难道是赤云太上长老也来了 秦宛若立刻左顾右看 但是并未瞧见 除了肖义之外的其他人 没有 只有我一人 不行 你这是去送死 秦宛若听到肖义说 只有他一人 哪里肯同意 没把握的事情 我不会去做 秦宛若 再当得下去 你想看着他们再死一次吗 肖义拉开了他的手 神色平静地问道 那你答应我 如果是不可为 一定要平安回来 秦宛若望着肖义那有黑深邃的眸子 知道自己劝服不了他 只能让他给自己一个承诺 至于肖义话里的最后一句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 被他给直接忽略了 好 我答应你 肖义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随后遇见往封印之地飞去 秦宛若痴迟地望着他 远去的背影 直至消失不见 口中喃喃自语 希望 你真的能成功 肖义感到的知识 正是激战到白热化的时候 扎了数位围攻他们的阵魔两道修士 不断有人从空中坠落 地上七零八落地躺着数十具尸体 鲜血如同细雨不停洒落 将土黄色的泥地染成红色 乍一看 此时明显是苍云宗占据上风 但是肖义看着阵内面色惨白的诸位长老 心中他们已经撑不了多久 这修为突破的可真及时 要不然 这局可真是无解了 太义无量镜 以阴阳之气化 太义之力 体内斗气一分为二 一声阴 二声阳 三合太义 太义可以以星辰之力为己用 此位无量 太义无量镜之前 修士只能使用自身斗气 无法借用天地之力 而突破到太义无量镜 便是一个质的飞跃 太义无量镜之后 修士便可以自身斗气 沟通山川河流 日月星辰 天地万物之力暂时借用 只不过由于当初的神魔大战 将这个世界打得四分五裂 诸多传承纷纷灭绝 如今的修仙界 关于天地之力的倒数功法 几乎销声匿计 其余大多数修士 踏入太义无量镜后 只当此境界 不过是将原本的斗气升华 并且自身体内的斗气储存量 得到了极大的扩充 这样比起来 后世之中 由于有无数前辈的摸索 反而另创出不少 天地之力的倒绝功法 可比这上古时代要好上许多 肖义之所以在秦婉若面前 说自己有把握 都是因为他从系统那里 获得的那部功法 里面赫然就有关于 太义无量镜 引用天地之力的数法阵 这部烙印在肖义时海中的功法 每当肖义突破一个境界 便会自动解封该境界的相关内容 若是境界味道 便是一片模糊 肖义想提前查看都不行 所以当肖义在飞双城中 临时突破后 便立刻大致粗略地看了一遍 发现其中有座剑阵 十分适合他使用 系统出品 果然不凡 就在苍云宗修士们 艰难地维持着手中大阵的运转 眼前开始有些渐渐模糊之时 隐约间似乎看到 阵外有个穿着苍云宗道袍的人影 飞到了那些人的上空 那是谁 其他人努力睁开疲倦的双眼 想要看清来着何人 心里颇有担忧 苍云宗掌门 首先就认出了那人 陆清源 他怎么会在这里 苍云宗掌门张嘴 急忙想要呵斥陆清源 让他速速离开 就见对面那群人的身影攻击 忽然在这一刹那 变得奇漫无比 就好似敌我双方 正处于不同的时间流逝之中 那是 领域的波动 苍云宗修士原本绝望的此刻 猛然爆发出最后的斗志 下意识地将体内所有斗气 全都压榨了出来 利用大阵朝着地方 轰出了最后一击 与此同时 萧亦释放自身领域后 立刻抛出满是裂痕的飞剑 口中念念有词 一道 三道 九道 整整365道剑影 密密麻麻出现在众人上方 青白色剑影在空中不停变换位置 上中下三层 占据着不同位置 随着九宫未成形 阴阳顿举已成 明明是晴朗白日 众人却惊讶地看到 道道有阴海手臂粗细的星光 从空中降落 注入到刚刚组成的剑阵之中 星辰之力 他 他居然能够借用天地之力 苍云宗众人 此时各个瘫软在地 他们神情激动地望着那道挺拔坚毅的身影 都有些说不出话来 他们 似乎 得救了 太乙九宫阴阳绝杀阵 萧一半合着双眼 口中轻声念出了剑阵的名称 嗡嗡嗡 数百道剑影化为流光 朝着被围住的敌人而去 在那些人惊恐的目光中 刺入了他们的身体 不 不 他们被萧毅的绝对领域所笼罩 就连一句完整的话语都说不出来 下一秒便永远闭上了嘴巴 离开了人世间 真美啊 好像流星雨 萧毅脸色泛白 豆大的汗水 不停从鹅角滚落 只是脸上的表情 却十分高兴 他低头望着此时正血流成河的下方 感受着这奇妙的天地之力 五 四 三 二 一 一边维持着绝对领域 一边施展着绝杀剑阵 饶使萧毅 已经是太乙无量进的修为 也仅能施展五秒时间 五秒之后 领域消失 剑阵轰然破碎 而下方除却苍云中那些人之外 无意活人 所有人的尸体上 纵横交错 遍布剑痕 浓郁的血气向四周扩散 众多鲜血流动汇集 如同小溪般涓涓流动 成了 萧毅身形不稳 摇摇晃晃的从空中 缓缓降落至沧云宗众人的身旁 掌门 你们没事吧 众人摇头 示意自己只是有些脱力 沧云宗掌门将哆嗦着嘴皮子 下意识地脱口而出 清源 你这见证 嘿嘿 抱歉 我失言了 这次多亏有你 我们才能活下来 他原本是想问萧毅 这见证从何而来 反正肯定不是沧云宗所有 好在他立刻就反应过来 这是属于个人的机缘 他不该去问 虽然各个心中都对萧毅刚刚施展出来 见证好气无比 可都识趣地没有询问 几位太上长老呢 萧毅对于他们的反应很是满意 随后有些疑惑地问道 刚刚说话间 他就已经用神识探查过四周 完全没有其他人的气息 他们 将人引入了上古兄弟之中 听到萧毅提及几位太上长老 众人的脸上露出了沉重的神色 这就 没有办法了呀 萧毅没想到 居然会是这样 一时间有些沉默 不过就算那几位 未曾进入上古兄弟盛进之间的战斗 萧毅就算身上奇招频出 也知道他无法介入 所以他一开始的目标之一 就是将眼前的这几位保住就好 完成了一个目标 那现在 就剩下另外一个了 太上长老他们 无需我们担心 至于这里 苍云中掌门目光苍苍地 看着一片狼藉的战场 深深地叹了口气 还是得封起来 纵使最终得了个背叛的下场 让他们心灰意冷 但是眼下 他们还是坚持 要将封印修好 掌门 他们如此做法 不是为了他们 谁想管他们的死活 苍云中掌门咬牙切齿地说出这一句 感觉到身体恢复了一些力气 起身走到萧毅的身后 轻轻地拍着他的肩膀 是为了那些无辜的人 只要上古兄的还在 那些怪物便也会一直存在 萧毅忽然想到 那些被怪物袭击过的一个个村落 想到那些幸存者脸上的悲痛和恐惧 紧拧着双唇 没有说话 他似乎有些明白 却似乎更加迷茫 值得吗 萧毅如此拼尽全力救他们 真遇上这种情况 或许 他大概率会选择逃离 没有什么值不值得 这是责任 清源 你要记住一句话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苍云中掌门一脸怜爱地看着萧毅 仿佛在看自己不太懂事的孩子 温和地指引着他未来正确的道路 我 能暂时彻底将上古兄的封印上 这种封印 他们无法破坏 只是 萧毅心里 其实并没有特别认同苍云中掌门的话 但是潜意识里 将他的话牢牢地给记住了 只是什么 暂时是多久 听到萧毅有办法 能够彻底封印上古兄弟 众人纷纷开口问道 多久无法保证 不过百年内应当没有问题 百年 够了 原本以为萧毅会说个几年 结果这时间完全出乎了他们的意料 众人脸色怪异地看着萧毅 这孩子是不是对暂时这两字有什么误解 你还没有回答我是什么 苍云总掌门及时克制住激动的心情 注意到萧毅还没有回答第一个问题 太上长老他们 也将无法出来 此话一出 众人脸上原本的轻松与激动顿时消失 个个沉默了下来 苍云总经此一劫 宗门内原本昌盛的圣境强者已经所剩无几 尽管他们都知道 进入上古兄弟之中 能够活着出来的几率极小 更何况 他们还是与敌人一同进去 苍云总掌门深深地吸了口气 再缓缓吐出 闭了闭眼 再次睁开后 心中有了决断 再等半日 若是半日后 太上长老们未曾出来 便去坐吧 苍云总掌门艰难地说出了自己的决定 萧毅定定地看着他 半赏点头 好 你不要有任何自责 太上长老们若是知道 必定不会怪你 萧毅眨了眨眼 没有说话 他有什么好自责的 萧毅对此没有太大的感触 只是感慨 这苍云总的掌门 真是有大魄力之人 几位圣境强者 他居然能说放弃就放弃 若是因为私心他 反倒觉得不奇怪 可是这些人 萧毅将他们的反应都看在眼里 虽然各个面色沉痛 有几位女长老更是红了眼眶 却没有一人站出来反对掌门的决定 这就很神奇了 萧毅只能认为 能够成为苍云总核心长老之人 都是有大觉悟的人 半日很快就过去 封印深处 始终没有任何动静传来 青云 爹 诸位都没事吧 太上长老没有等到 他们反倒是将秦婉若他们给等来了 多亏了青云及时赶到 我们都无碍 苍云总掌门拍了拍 扑入自己怀中的秦婉若 随后将他推到一旁 冲着为首的赤云太上长老行了一礼 青云 你做到了 你真的做到了 你好厉害 秦婉若没有丝毫顾忌的 双手紧握住萧毅的大手 异常激动 嘴里翻来覆去 皆是对萧毅的赞叹和佩服 那些人都是你杀的 等到心情稍稍有些平复下来 秦婉若这才注意到 另外一半死状凄惨的敌人 嗯 萧毅看着秦婉若红扑扑的小脸 眼神闪烁 刚想开口说些什么 就听到有人跟自己说话 你叫陆清源 正是弟子 赤云张口欲说 却猛然咳了起来 似乎是身上的伤势引起 不过瞬息 他便恢复了正常 去做吧 不用担心任何事情 萧毅看了掌门一眼 知道他已经将事情都告知了对方 你要去做什么 秦婉若疑惑的看着他 将上古兄的真正的封印起来 只是简单的说了一句 萧毅并没有多解释 秦婉若今日一天遭受了数度的惊吓 此刻的内心已经开始有些麻木 你要陪我一起进入深处吗 萧毅原本只打算自己一个人进去 但是没想到 秦婉若会再次赶回来 想了想开口问道 可以吗 会不会影响到你 不会 既然萧毅都这么说了 秦婉若自然同意跟他一起进去 至于其他人也想跟在萧毅身后 想看看他是如何做到的 却被萧毅委婉地拒绝了 走吧 秦婉若牵着萧毅的手 两人并肩一同朝着封印伸出走去 等到了上古兄弟外围入口 当初的天罗秘境 早就已经被上古兄弟给同化 成了他的一部分 萧毅松开秦婉若的小手 伸出左手持平展开 秦婉若知道萧毅这是开始了 很是乖巧的 往后退开两步 安静地站在那里 点点光晕 微微从手心之中 散发出柔和的光芒 萧毅闭着眼睛 努力沟通着自己石海深处 天罚己上的那道封印符 四周鸿芒弥漫 耳畔仿佛听到若有四无的无数残魂在哭号 鸿芒中蕴含的凶器越发强烈 不停冲刷着萧毅的神石 想要将他的理智吞噬 变成那些丑陋的怪物 萧毅略微有些紧张 他凭住呼吸 将天罚己上的封印符 极为缓慢地掀开一脚 原本暗淡无光 十分安静的天罚己 浑身一阵 丝丝缕缕的杀气与战意 争先恐后地跑了出来 萧毅快速地控制住 天罚己泄露的气息 将它们导出自己的石海 操控着天罚己的力量 按照封印符上的咒纹 给一点一点描绘了出来 很快 萧毅就感觉自己的神石 有些恍惚 只见他笔直地站在那里 浑身僵硬 身上的道袍 早已被汗水打湿 整个人仿佛刚从水里 捞出来一般 只能这样子了 以萧毅的实力 根本无法将封印符 一比一完美地复刻出来 此时他只感觉脑海里 仿佛被无数根针扎似的 疼得他差点无法集中精力 所以 萧毅也未曾注意到 上方的天空时不时 就会产生道道裂痕 萧毅停了下来 最终也只是将封印符 复刻出三分之一 但 就是这充满了天罚己力量的 三分之一咒纹 就将他四周的鸿芒给逼退 三丈之内 再无凶器地侵蚀 去 萧毅指使着咒纹 朝着尚古兄弟的入口处飞去 不知是不是天罚己敢 印到尚古兄弟的气息 原本就躁动的力量越发狂躁 源源不断的力量 拼命从封印符 那被撕开的一脚流出 复刻的三分之一咒纹 直接被天罚己给控制住 将萧毅的神识 狠狠给弹开 一瞬间 萧毅脑海仿佛被重拳垂击 整个人在此刻失去了所有意识 而在此时 慕晴月 慕晴清 还有陆修等人 若有所感的 纷纷抬头望天 整个世界在此刻 全都被红光所覆盖 所有人的 除了那红到低血的光芒外 再也看不清其他 耳边传来什么东西破碎的声音 还不等他们去思考 去猜测 整个世界又瞬间陷入了黑暗中 这是成了 还是没成 萧毅只是在一瞬间失去了意识 随后 就马上清醒了过来 左右看了一圈 除了黑暗还是黑暗 他试探的张口 喊着秦宛若的名字 无人应答 所以 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萧毅烦躁地抓了抓脑袋 动作忽然一顿 他发现自己的修为 不是太义无量镜 而是回到了最初的仰灵镜 出来了 他试着召唤王拳剑 很快王拳剑便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成功了 萧毅紧紧握住王拳剑的剑柄 脸上露出了高兴 如果 当初真的是这样 那该有多好 一道悠悠的女生萧毅的身后传来 他心里一惊 猛然转身看去 在此之前 他并未发现身边有其他人的气息靠近 果然是你 秦宛若 看着眼前熟悉的人 萧毅脸上略过一丝复杂 你很好 跟陆清源那傻子不一样 本来就不是同一个人 没有说出口 只是在心里暗暗嘀咕 最后 只有你活下来了吗 萧毅愁愁着 还是将这个问题问出了口 是 那你现在 萧毅看着秦宛若 总觉得哪里有些不对劲 我现在只是一道残魂 原来如此 他就说 秦宛若给他的感觉怪怪的 你知道高原藏墓的由来吗 秦宛若的心情似乎还不错 仿佛一个朋友一般 拉着萧毅闲聊 不知道 萧毅摇头 十分配合他 开玩笑 秦宛若现在 虽然只是一道残魂 但是萧毅直觉 对方如果想要杀他 就跟捏死一只小鸡一样简单 该从心的时候 就得从心 好歹他在幻境中 与秦宛若相处了一段时间 他想聊就陪着呗 高原藏墓 是我用三分之二的 苍云踪炼制而成 好家伙 厉害了 萧毅看到秦宛若脸上 露出的追忆的神色 很是识趣的 没有开口打扰 梁九 你想要吗 秦宛若回过神来后 突然问了一句 想 萧毅老老实实的点头承认 说不想肯定是假的 这话说出来 鬼都不信 只要你答应我 日后能够尽全力完成我的心愿 我就把高原藏墓送给你 你该不会是想要 我重新建立一个苍云宗马 萧毅听到秦宛若说到心愿 他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 你果然聪明 秦宛若笑着点头 所以 你答应了吗 萧毅能选择答应吗 当然不能 好在建立一个宗门虽然麻烦 但也不是做不到 就是以他现在的情况来看 暂时还没有那个实力 萧毅没有直接答应 建立苍云宗 还得等我实力上去之后才行 那是自然 就你现在的修为也不够格 秦宛若并没有意识到 自己这句话 在萧毅的心上狠狠扎了一刀 那 等等 高原藏墓若是送给了我 那你呢 萧毅的意思是想知道 秦宛若是不是会就此消失 但是 秦宛若似乎误解了此话的含义 我 当然也是你的了 秦宛若笑得很是妖娆 飞身来到萧毅的面前 鲜鲜御手扶上了他的脸庞 很是暧昧的冲着萧毅抛了个媚眼 嗯 这话该不会是他所想的那个意思吧 萧毅眨了眨眼 定在原地 不敢有什么动作 秦宛若虽然言语 动作都显得十分暧昧 但是身上微压 却丝毫没有收敛半分 我只是想知道 你会不会就此消失 没有别的意思 听着萧毅一本正经的解释 秦宛若伸出一根手指 点了点他的额头 没有别的意思是 什么意思 难道你不想要我 你小子可是在幻境里占过我便宜的 怎么 亲过就不承认了 当初到底是谁占谁便宜 是你先亲的 萧毅开口指出事实 秦宛若顿时一噎 暗暗翻了的白眼 你这人好没意思 他将手从萧毅的脸上挪开 衣袖一挥 萧毅眼前重现出现了光亮 他发现自己正身处于一间墓室之中 墓室的正中间却并没有摆放光谷 而是被一张十暗所占据了位置 十暗桌面仅放着一盏莲花灯架 花心部分悬浮着一颗晶莹剔透的黑水晶 萧毅根据秦宛若的指示 将神识烙印在黑水晶之中 恭喜宿主萧毅完成完成任务 任务奖励已发放 在萧毅成功获得高原葬墓时 系统的提示音也跳了出来 换到极点 萧毅只是扫了眼名字 便暂时将它放到一旁 脑子里奇奇怪怪的东西 越来越多了 你 是气灵 他睁开眼看向不知何时 变成一张美人踏 正侧卧在上 有些百无聊赖的秦宛若说道 不然 你以为我一个残魂 何以能活到现在 行吧 想想陆修身边跟的残魂是个老头 好歹他身边这是个养眼的大美人 这次的魔兽绝地之行 算是圆满 不 是超额完成 辛苦了这么久 也是该打到回府了 不过 在此之前 萧毅心面一动 控制着高原葬墓 将依旧处于其中的人 通通给甩了出去 萧毅也同时离开了葬墓 悄无声息地混入了人群 而整个高原葬墓 冲进了萧毅的左手掌心 萧毅抬起左手 感受到其中蕴含的力量 微微勾起了嘴角 左手有着高原葬墓的加持 恐怕一拳出去 直接能把人给打爆了 萧毅 一道清清冷冷的声音响起 萧毅收起脸上的笑容 转头看了过去 是沐晴月 而在他身边 站着一脸惨白的沐晴青 嘴里正不断发出哼几声 看来是没什么大碍了 萧毅环视四周 并未瞧见陆修的身影 跑得倒是快 何事 萧毅走到沐晴月俩姐妹身前 沐晴月欲言又止地看着她 最后还是什么都没问 谢谢 不客气 萧毅条眉略有一丝惊讶 她是真没想到 沐晴月会特意跟她道谢 姐 你谢她干嘛 沐晴青听到两人的对话 一脸疑惑和不爽地看着萧毅 她在幻境时 始终未曾恢复自身的记忆 直到幻境被打破 接着就被甩了出来 此时还有些处于迷糊中 没心没肺的臭丫头 好歹我可是救了你 逆着沐晴青美好气地说道 你救我 你什么时候救我了 你明明就是一直在欺负我 沐晴青下意识地反驳完 才想起来自己在幻境里时 萧毅的确是救过自己 顿时有些心虚 在蛇哭的时候 要不是我拿出仅有的 一颗回魂碧玉丹给你吃 你以为救你那小身板 真能从那磨莽的攻击下活下来 萧毅一脸你仿佛在逗我的表情 细血地看着沐晴青不停变换的脸色 努力绷紧脸皮 不让自己当场笑出来 这小丫头脸色变得极快 又是震惊 又是后怕又是 穿剧变脸都没她这么丰富多彩 沐晴越没想到 其中还有这么一出 若单是萧毅打破幻境 将他们全都解救出来 她心里顶多只是觉得 此人手段极为了德 要说真的感谢 倒也没有多少 毕竟 她若是不打破幻境 自己也会死在里面 之前开口道谢 也不过是基于她 沐府大小姐的修养而已 但是 当得知她居然舍得 用回魂碧玉单救母琴卿 沐晴越心里 是真的对此产生了一丝感激 至于真假 沐晴越对自己妹妹 还是十分了解的 看她那小表情 就知道是萧毅不是在瞎说 等回去之后 沐府定当奉上谢礼 沐晴越抬头 摸了摸沐晴清的脑袋 开口对萧毅说道 语气比之前柔和了许多 也是时候该回去了 趁着如今沐晴越 还受制于皇帝 赶紧把任务给做了 要不然 时间拖得越久 这个任务完成的几率就越小 何时回去 萧毅立刻问道 沐晴越从她的语气中 感受到了一丝急切 抬眸瞥了她一眼 你很着急回去 按照她的原本的计划 高原藏墓结束之后 她依旧会继续朝着 魔兽绝地的深处前进 只是现在 沐晴清的状况 显然不太好 陛下只给了一个月的期限 沐晴越原本平静的眼神 瞬间变得锐利 萧毅假装自己没看到 而且 这丫头得回去好好养养 沐晴清因为心虚 之后就一直没有说话 此时听到萧毅拿她当借口 忍了忍 还是没忍住 翻了个大白眼 鼻尖发出一声 哼 说来说去 还不是急着回去 想要跟她姐姐早日完婚 她就知道 这家伙在看到她姐姐后 一定会被姐姐给迷住 沐晴清丝毫没有遮掩住 眼里的鄙视 萧毅将她的神色 尽收眼底 这丫头又在挠不些 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了 萧毅心里责了一下 反正肯定没把她想好 怎么说 回去可以 婚约的事情再说 沐晴月缓缓开口说道 随你 萧毅没有再说什么 看沐晴月这态度就知道 她回去之后 一定会搞事情了 不过好歹人 算是被她带回去了 至于之后的事情 那就见招拆招了 萧毅一行人 回到天井城幕府 距离一月期限 已经过去了大半个月 出去时浩浩荡荡的一千多人 归来时连三分之一都不到 大部分人都彻底买骨于魔兽绝地 沐晴月对此倒是没有在意 当看到沐晴月也在归来的队伍中时 脸上的笑容就没停下过 就是在得知沐晴青差点丢了小命后 这才收起了笑容 萧毅看着沐晴月这急忙慌地 喊来了数位医师 给沐晴青看着 那小眼神时不时地飘向一旁静静而立的沐晴月 似乎想要斥责 却偏偏又要忍耐下来的样子 觉得很是有趣 就沐晴月这偏心偏地 如此明目张胆 萧毅心底一阵唏嘘 也难怪沐晴月最后对他不理不睬 任由他自生自灭 已经算他脾气好的了 看了会热闹 萧毅就回到了原先幕府安排给他的愿望 眼看着沐晴月 如今满心满眼都是沐晴青 无暇顾及到他这边 萧毅正好趁着这时候 好好睡上一觉 萧毅这一睡 直接睡了三天三夜 要不是 萧毅的气息始终平稳如常 沐晴月得知后 差忍不住把人给叫醒了 真舒服 萧毅刚醒来 还未曾发现已经过去了三日 伸了个懒腰 浑身骨头发出了噼里啪啦的爆响 等到他一走出房门 便立刻有人飞快地去通知了沐晴月 萧公子 你可总算是醒了 沐晴月匆匆赶来 身边还跟着管家 劳木大人惦解 萧毅没想到自己刚醒 沐晴月就这么快出现在自己面前 他摸了摸自己的肚子 此时只想好好大吃一顿 沐晴月注意到萧毅的小动作 眉毛抖了抖 转头对着管家吩咐 让人将膳食送过来 听到让人把吃的送过来 萧毅顿时觉得 穆廷夜还挺伤到 穆廷夜看着此时 萧毅身上的气息 归来时 还是仰灵静初期的修为 睡了三天后 如今赫然已经变成了 仰灵静巅峰 心里不由大吃一惊 他是真心没想到 萧毅从魔兽绝地历练过后 修为居然提升得如此快速 惊讶过后 穆廷夜心里便是一阵高兴 如今 沐晴月已经回来 他已经让底下的人 开始准备婚礼的事宜 对于穆府的助力 那就越大 如何能够不高兴 贤婿不必如此客气 我还要感谢你救了情情一命 若不是你舍得 老夫就要白发人送黑发人了 提起此 穆廷夜话语里的感谢之意 格外的真诚 只不过 萧毅被他那一句 贤婿我喊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心里头一阵吐槽 没太注意 虽然没有另一颗回魂碧玉丹 但是其他好东西 穆府还不少 这里就当是对贤婿的补偿和感谢 希望贤婿不要嫌弃 穆廷夜叙叨叨说了一堆的场面话 萧毅淡然的一只耳朵镜 一只耳朵出 假装自己听得很认真 直到最后 看到穆廷夜拿出两个储物袋 递到他面前 萧毅这才回过神 毫不犹豫地接了过来 不嫌弃 穆大人这一番心意 小子就收下了 穆廷夜送的开心 萧毅收的 那就更开心了 粗粗地用神识扫了一下那两个储物袋 萧毅心里顿时乐开了花 这可比当初他故意敲诈穆廷夜时 丰盛不少 果然 迫不得已和心甘情愿拿出来的东西 就是不一样 哎 还叫什么大人 应该改口叫岳父了 看着萧毅脸上的满意 穆廷夜笑呵呵地 俯着自己长长的胡须 开口说道 萧毅脸上的笑容微微一僵 在穆廷夜察觉到之前 立刻调整好 毕竟还未成婚 现在就改口 我怕大小姐知道了 会害羞 穆廷夜要是知道这婚还没成 他们两个就已经开始 女婿岳父的喊了起来 恐怕想杀人的心都有了 萧毅赶紧将穆廷夜拎出来扯皮 听到萧毅提及穆廷夜 穆廷夜脸上的笑意明显淡了许多 不过也没再多说什么 看到下人端着一盘盘膳事进门 他也不再多逗留 只是常规性地叮嘱萧毅 最近不要到处乱跑 待在家中好好休息之类的话后 便离开了这里 七日后就完婚 萧毅一边大口往嘴里塞肉 一边思考着穆廷夜告诉他的消息 穆勤月就这么认命了 不应该啊 他才不相信穆勤月 那女人会听从穆廷夜的安排 就这么乖乖地嫁给他 想了半天 也猜不到穆勤月究竟想干嘛 萧毅索性不去乱猜 想那么多干嘛 等到时候穆勤月出手后 不就知道了 萧毅以为穆勤月出手 必然就在这几天 可是一直到距离他们大婚前一天 无论幕府外还是幕府内 皆是毫无动静 难道他想通了 不打算搞事情了 萧毅盘腿坐在床榻上 摸着自己的下颌不断妈撒 他的眼神直直地落在一旁 挂着的大红色新郎袍上 心里总有些不安 直到大半夜 萧毅被叫去大唐 他心里就一个想法 总算来了 新罗王朝和苍玄国 同时向我们开战 两方纠结了大量的修士 突袭边关 萧毅听到这则消息 下意识地瞥了穆勤月一眼 心里百分百可以肯定 这一定是穆勤月的手柄 新罗王朝和苍玄国 正是穆勤月幕后 隐藏大量人手的两个国家 为了不嫁给他 穆勤月这一回 也算是大手笔了 直接就发动了战争 这女人果然不容小觑 一不小心 就给你来个大动作 萧毅就知道 自己想要完成这个任务 颇有难度 陛下下令 所有行期进中期以上的修士 全都必须赶往前线 共同抵御两国入侵 哦吼 这一拖起码 得拖上个百岳以上 只不定穆勤月再狠心一些 这仗估计能打到过年吧 国事当众 你们二人之间的婚礼 等到战争结束后再以 现在收拾好药袋的东西 即刻就去城外报到 萧毅倒不需要收拾什么 主要是穆廷叶 吩咐管家在库房里 挑挑剪剪好一会儿 给萧毅 穆勤月和穆勤青 各自备上了好几个储物袋 里面有大量的零食 各种效用的丹药 以及少量的中低阶法器 东西拿到手 三人便马不停蹄地 赶到了城外的大营 萧毅他们到的时候 已经有不少人站在那里 哎 跟着穆家两姐妹来的那个男人 是不是就是穆勤月的未婚夫 应当是了 长得一副小白脸的模样 实力也就跟我差不多吗 萧毅三人一到场 瞬间就成了众人八卦的中心 一道接一道 或是嫉妒 或是好奇 或是不屑的眼神 不停地落在萧毅的身上 等到萧毅回望过去 那些人又即可收回了自己的视线 看天看得看其他人 就是不去看萧毅 此地无银三百两 萧毅隐晦地翻了个白眼 都是一群吃不到葡萄的人 姐姐很快就完毕 清点完人数后 一群人便浩浩荡荡地出发了 他们这拨人 暂时被分到了 对抗新罗王朝的战场上 这一路上 萧毅最大的烦恼 就是每天都有人会跑到 他面前阴阳怪气一番 若不是队伍明令禁止私下斗殴 萧毅还真想让他们 好好尝尝他铁拳的滋味 这还只是一小部分 我姐姐的爱慕者 可远远不止这些哦 穆轻轻故意走到萧毅面前 在他面前炫耀着 自家姐姐的魅力 哼 那又如何 最后跟你姐姐有婚约的人 还不是我 萧毅没有压低音量 周围的人都听到了他的话 纷纷冲他头来愤怒的眼神 新罗王朝位于天延帝国南方 中间隔了一座沼泽森林 森林后方是一处天险山脉 名曰 断魂 断魂山啊 萧毅站在城墙上 远目眺望着 那隐约可见的山头 心里琢磨着 关于断魂山的剧情 原剧情中 的确有这么一段战争的剧情 只不过不是在这个时候 很明显 由于他这个蝴蝶的作用 让原本的剧情给提前了 原本这时候 陆修也该在这里 结果现在变成了他 我怀疑陆修也会来到这里 萧毅觉得自己 应该把怀疑两个字去掉 断魂山可是个好地方 身为男主的陆修 是必定会来到这里的 哪怕没走完剧情的路线 也一定会有其他理由 驱使他往这里赶来 看着底下密密麻麻的尸体 和不远处正在有序撤退的军队 萧毅第一次见识到真正的战场 那瞬间 体内的血液都沸腾了起来 也不知是受到了体内天法戟的影响 还是受到了边关将士们 那昂然战役的影响 他整个人都兴奋无比 脑中除了杀 还是杀 今日大战已结束 对方出战实名修士 萧毅一人便连杀四人 其余人仅是将对方打伤或打残 若不是对方撤得及时 萧毅这边又不准追得太远 恐怕那剩余的六人 都可能把命送在这里 萧毅出名了 那小子看着文文弱弱的 没想到一出手那么凶残 萧毅回到特意为他们 这群修士划分的住处时 听到别人正在议论着什么 有那么夸张吗 今日未曾安排上的人 一脸的怀疑 比我说的还要夸张 你是没看到 当时那小子脸上的兴奋 要不是队长死死将他拉住 他都要冲到对面大营去了 嗯 萧毅摸了摸鼻子 意识到自己似乎就是 他们八卦的对象 听说你今天很威风啊 沐晴青不知从哪里蹦了出来 拍了拍萧毅的胳膊 边关很长 战场被分割成好几处 他们这一群人刚到边关 就被打散 安排到了不同的队伍里 沐晴月和沐晴青各自分开 也没有与萧毅在同一个队伍中 沐晴青刚从战场上下来 就听到了身边人都在讨论 今日战场上出了个杀神 一问之下才知道 原来这人居然是萧毅 此时看到萧毅的身影 自然而然的来到了他的身边 你姐呢 萧毅朝着四周看了看 没有见到沐晴月的影子 不知道 我也刚从战场上下来 沐晴青摇头表示不清楚 哎 你别转移话题 大家都在讨论你呢 你说说 你当时 萧毅觉得自己完全就是正常发挥 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人 居然这么没见识 仿佛他干了什么了不得的大事似的 随意的说了几句 想要将沐晴青敷衍过去得了 谁知 沐晴青一改之前的态度 一下化身为萧毅的小尾巴 死活黏着他 非让他讲讲当时的具体情况 果然 八卦是每个人的天性吗 萧毅看着沐晴青亮晶晶的眼眸 眼神赤薄薄的写着快告诉我 快告诉我 很是有些无语 好在萧毅所在队伍的小队长走了过来 将他从沐晴青的身边解救了出来 队长 什么事 萧毅的队长 修为在鱼龙镜中期 长相一脸方正 性格有些严肃 名叫徐静 萧毅并未在原剧情中看到过这个名字 只能说明 他这位队长 应该是个炮灰中的炮灰 萧毅 今日你锋芒太陆 兴罗那边一定将你记住了 之后在战场上 你一定要小心防备 最好不要溜太远 徐静板着张脸 不知情的人 看到他们两个这般严肃 都在偷偷猜测 萧毅是不是在挨训 萧毅正了正 他原本也以为徐静找他 是为了训斥他 今日在战场上的冒失 没想到这位队长 还挺为他着想 多谢队长关心 我第一次上战场 有些太过兴奋 之后一定注意 萧毅说得很是真诚 难得有人出见面 就对他释放善意 他觉得这徐静 要不是另有目的 那就是天性如此善良 萧毅更倾向于第二种 来人也是有直觉的 直觉告诉他 徐静这人可骄 你自己注意就好 徐静看萧毅明白了他的意思 就不再多说 冲他点了点头 就转身回自己的营帐去了 哎 你俩刚刚说什么呢 你是不是IP了 沐清清一直没走 站在不远处 不停瞅着萧毅这边 等一看到徐静离开 立刻蹦了过来 你怎么还在 你不去找你姐姐 赖在我身边做什么 你该不会 萧毅故意拉长了语调 用一种微妙的眼神 注视着沐清清 该不会什么 沐清清的小脑袋 完全没有跟上萧毅的思维 有些茫然的看着他 哎 沐清清你 现在后悔已经晚了 你还是死心吧 你如今可是我的小姨子 我们之间是没可能的 萧毅说完就立刻闪人 身后传来了沐清清愤怒的咆哮声 萧 义 你个混蛋 你给我站住 你别跑 小丫头真不惊斗 一斗就炸 萧毅怎么可能傻乎乎不跑 不仅没有站住 反而跑得更快 将沐清清了个半死 清清 你这是怎么了 沐清清被萧毅气得牙痒痒 刚要抬脚追上去 身后就传来沐清月的声音 姐姐 她 她又欺负我 沐清清转身冲着沐清月告状 就看到沐清月身旁 还站在一位俊朗的青年 这就是你妹妹 挺活泼的 青年冲着沐清清礼貌一笑 谁知沐清清并不买账 狠狠地瞪了她一眼 沐清清有点看着人不爽 她觉得这人比萧毅还碍眼 沐清清走到沐清月的身旁 直接将青年给挤到了一旁 手挽着沐清月的小臂 姐姐 她谁啊 我们小队的队长 白掌清 白队长 这是我妹妹 沐清清 沐清月仿佛没看到沐清清故意的小动作 脸上挂着疏离的微笑 给两人做了介绍 白掌清 没听说过 哪个家族的 白掌清皱了一下眉 很快就松了下来 她不明白 为何第一次见面 沐清清对她就有那么大的敌意 白队长 我跟我妹妹先走了 不等白掌清回答沐清清的问题 沐清月便礼貌告辞 好 看着两姐妹的背影 白掌清眼底划过一丝势在必得 脸上的表情有一瞬间的阴冷 在别人察觉之前 很快又恢复了儒雅的模样 你又跟萧毅杠上了 耳边是沐清清在不停地 说着萧毅的坏话 沐清月脸上的笑容虽浅 却比之前真实了许多 谁跟她杠上了 明明就是她老是欺负我 沐清月瞥了自家傻妹妹一眼 每次都被欺负 偏偏还老是喜欢往那人面前凑 要不是知道沐清清 只是因为当初输给了萧毅 心底始终憋着口气 想要找回场子 沐清月都要怀疑 自家这傻妹妹是不是后悔 喜欢上那人了 你好好修炼 什么时候能打过她 就不用被她欺负了 嗨呀 姐姐 你变了 以前都是你帮我揍回来的 沐清清撅着个小嘴 不满地使劲摇晃着沐清月的手臂 所以才导致 你修炼一直这么懒散 结果输给别人 还坑了我 提到这个 沐清清顿时心里发虚 不敢再接这一茬 她当时就是脑子一热 怎么也没想到 会把自家亲姐姐给坑了进去 好在沐清月对她依旧如前 要是因此 沐清月生她的气 就此不再理会她 她都不知道会难过成什么样 我错了吗 姐姐 我 我之后在父亲大人面前极力反对 可是 可是 沐清清的声音到后面越说越小 越说越觉得自己对不起沐清月 好了 不用说了 这事情是陛下做主 由不得我们沐府不同意 话是这么说 沐清月心里可不是这么认为的 纯粹就是为了安抚沐清清 沐庭夜若是真想反对这门婚事 有的是办法让楚阳递改主意 不过是代价太大 沐庭夜觉得不值得罢了 沐清月早就将自己的父亲 看得一清二楚 所以 她压根就没把希望 放在自己那个所谓的父亲身上 萧义 虽然她对那人 有了些许的改观 但是 想要让她嫁人 绝无可能 她的命运 只能掌控在她自己手上 萧义不知道 沐清月心中早已打定主意 不嫁给她 此时她刚填饱肚子 舒舒服服地躺在床上 闭上眼早早地入睡 身体陷入沉眠中 萧义的食海 却十分热闹 上学那会儿 我都没这么认真 萧义早就规划好了自己的学习时间 一个时辰学习 神冬要点上的理论知识 一个时辰学习 换到极点 一个时辰修炼 九星魔道武学中的术法 最后一个时辰 利用天法戟锻炼自己的神识 最后一点时间 留给了被折磨的死去活来的神识 好好休息休息 要不然第二天的状态 绝对好不到哪里去 呜呜 号角声响起 新的一天 新的战斗即将拉开帷幕 萧义再次来到战场上 遇见飞行至半空中 视线紧紧地盯着对面 就是你小子 昨晚连杀了我们四个人 刚一见面 对面率先开口 直接把萧义点了出来 萧义上的挑衅与不服 萧义显得格外淡定 那毫不在意的态度 让对面开口那人很是生气 哼 今日你就别想 活着回去了 杀你者 新罗赵峰 大话谁不会放 看你求死心窃 我就成全你 萧义其实觉得 对面那人有些傻气 别人都不冒头 偏他一人站出来 耽搁着出头鸟 不是实力过人 就是大脑发育简单 萧义感觉到 这人与他一样 同为仰灵进巅峰 所以将赵峰 直接定义为后者 王权剑在手 他还有一个领域 萧义可以毫不客气地说 他基本上属于同阶无敌 便是跨阶战斗 他也没在怕的 果然有两手 怪不得那几个废物 都死在了你手里 俩人交手不过几招 赵峰脸上便露出了 凝重的表情 有点意思 萧义的攻击 打在赵峰身上 全都被他身上的 一件防御法器 给通通抵消 只见那赵峰身上 时不时地就会爆发出 一团灿烂的光团 打了半天 此人身上依旧毫发无伤 你就这点本事 那就别怪我送你归西了 赵峰自觉 已经摸清了萧义的门路 觉得也就这样 没什么特别厉害的 昨日那些人 将此人吹嘘的那般厉害 不过是为了掩盖 自己无能的表现 萧义捕捉到赵峰 看自己的眼神中 透露着一丝不屑 嘴角微钩 心里骂了句 丑人多作怪 刚刚的交手 他可是都没催动 王权剑的威力 原本想试试看 这赵峰到底有多少能耐 才敢当着众人的面放狠话 结果 搞了半天 就是仰仗着他身上 那件高等级的防御法器 他那些攻击看似凶猛 实则后劲不足 萧义极为轻松的 将之一一化解 不完了 你不行 萧义再次躲开赵峰的攻击 懒洋洋的说了一句 气得赵峰体内的 斗气运转都挺了一下 你猜不行 赵峰话音刚落 眼前便失去了萧义的身影 瞳孔不由 猛的一缩 心中大惊 怎么会这么快 他下意识地转身防守 原以为萧义会出现在他后方 结果眼前依旧空空荡荡 赵峰左右扫视 都没有见到萧义 心脏砰砰直跳 三大脸 眼光忽然掠过一道黑影 赵峰想到 没想对着右边 发出猛烈的攻击 错了 我在这边 萧义的声音出现在赵峰的左边 吓得他赶紧收手 转向左边防守 又错了 你可真笨 这次萧义的声音 出现在了赵峰的后面 赵峰再次转向 心里的愤怒不断上涨 你特娘的是缩头乌龟吗 就知道躲 有本事站着 跟大爷我真道正枪的干啊 赵峰的谩骂声 将其他人的注意力 都吸引了过来 随即 无论友方还是敌方 皆是一脸莫名加怪异的 看着赵峰 只见萧义一直稳稳当当的 站在赵峰的正前方 没有动作 但是赵峰却像个无头苍蝇一般 不停地在原地打转 时不时对着空气 扔出几道攻击 嘴里还有不停地辱骂 这是抽的奶门子疯 离萧义最近的一个队友 忍不住笑道 新罗修士看赵峰如此出丑 顿觉失了颜面 有几人纷纷叫喊着他的名字 赵峰却始终仿若未闻 看来 我这幻术修炼的还行 萧义近日来刚学了点幻术皮毛 正愁无处施展 此刻恰好拿着赵峰来练练手 如此一看 效果还不错 怎么回事 这赵峰听不见我们在教堂 看着似乎有点不对劲 萧义听着两边修士的议论 笑而不语 幻术一道在如今这个时代 传承已经没落 并且被大多数人视为小道 颇少有人会特意去学习 而且就算是想学 幻术功法寥寥无几 偶有流传出来的功法品阶 也十分垃圾 无甚大用 对于大部分修士来说 幻术这东西就是个鸡肋 障眼法而已 意志坚定 神思清明者 自能破除 这是如今的世人 对于幻术一道最大的误解 达到了自己想要的效果 萧义便不再继续 可不能让人将自己的底细 给摸清了 而被幻术迷心的赵峰 此时已经有些疯狂 杀了你 我杀了你 还不死 为什么还不死 我明明已经杀了你了 在他的眼中 他明明已经一见 刺中萧义的要害 眼看着他当场断气 可是下一秒 萧义却又再次活着 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不可能 不可能 为什么你能一直复活 魔鬼 你是魔鬼 赵峰已经不知道 自己这是第几次灰剑 此刻 他双目通红 面色极为争鸣 心境不稳 导致自身气息紊乱 不好 再这样下去 他要入魔了 星罗修士眼看不好 想要出手解救赵峰 他们的对手第一个就不答应 你这是看不起我 居然还有心思救别人 感觉到自己受到了轻视 天眼的修士们怒了 他们比不上萧义 难道还比不上星罗的那些杂碎不成 忽如其来的怒气加持 原本悟开的战斗 顿时往一面倒 只见天眼的修士们仿佛打了鸡血一般 个个打得凶猛无比 啊 卧槽 你不要命了 不行 不行 打不过 战斗一下子变得白热化 星罗那边接连陨落了好几个 其余人自顾不 谁还有空去管赵峰的死活 萧义也被场上的变化搞得一愣 原本还打得有来有回 结果转头就直接变成了混战 甚至还有两个被打昏头的 直接往他这里跑 还给你 萧义看着紧追过来的队友 也不好意思抢人头 抬脚就把人给踹了回去 哈哈 谢了 兄弟 队友乐呵呵的操着手中的法器 很是干脆的直接了断了 还在蒙圈中的敌人 兄弟 要帮忙不 不用 你去帮其他人吧 那人也是客气一下 看萧义那一副游刃有余的模样 也知道 这里不需要他的存在 转身就去寻找落鱼下风的队友帮忙去了 萧义将注意力再次放回到 明显已经有些疯癫的赵峰身上 就这么一会会 赵峰的状态变得更差了 直接让他死在幻术上肯定会引起注意 还是算了 他嘴里轻声说道 王拳剑出手 一丝让人心头压抑的威压 微微向四周荡开 如今的萧义 对于王拳剑终于有了那么一点点的控制 至少在他使用王拳剑时 其中蕴含的威压 他能尽量控制住 不会扩散至太广 不像刚开始那样 一激活王拳剑 那股威压就铺天盖地的 要将四周的一切都对他跪拜臣服 这就实在太过招摇 太过高调了 有些不太符合萧义想要低调的追求 虽然 似乎他一直以来做出来的事情都不太低调 外表有黑 带着斑斑绣迹的王拳剑 以一种四慢十快的速度 眨眼就来到了赵峰的身前 赵峰却仿佛并未瞧见 仍旧挥舞着自己的法器 对着空无一人的四周 发出无谓的攻击 不好 反而有危险 远处 新罗大军的后方阵营 其中一座营帐内 正在入定打坐的一个中年道士 猛然睁开双眼 眸中爆出金光 朝着赵峰所在的地方望去 他的眼神穿过重重障碍 直直落在萧义的身上 什么东西 萧义只感觉忽然间心头一阵猛跳 一股强大的危机感油然而生 但他却不知危险从何处而来 这让他的头皮一下子炸开 而此时 王拳剑已然与赵峰身上的防御法宝 产生了剧烈的碰撞 王拳剑缓慢而又坚定的插入 赵峰的防御法宝不停爆发出强烈的光芒 却依旧抵挡不住王拳剑的入侵 敢伤无二 小子该死 一道幽远的声音在萧义耳边炸开 直接将他震得蹊跷流血 使海一片混乱 撤 你马直视连脸都不要了 萧义心中只有这一句 就在他以为自己玩脱了 即将命丧当场之时 左手心忽然一阵发烫 紧接着一股温暖的气息将他全身笼罩住 隔绝了那个高阶修士 对他施加的威压与伤害 赵元凯 你敢私自破坏规矩 一声巨大的咆哮 响彻天际 无论是上方正混站在一团的两方修士 还是底下厮杀在一起的双方兵士大军 此时全都耳鸣振振 双眼一片模糊 那对萧义忽然出手的高阶修士 似乎知道自己理亏 一声不吭 施加在萧义身上的威压也逐渐消散 萧义抬起左手看了眼 掌心中够雷出的小小牧师 心中呼出一口气来 多谢 他知道是秦宛若关键时刻出手 护住了自己 原以为危机已过 下一刻 萧义闹钟警铃大作 连思考没有 本能地换回王拳剑 身形立刻暴退后撤 体内斗气运转到了极致 其他人都还在晕乎中 就看到萧义过快的身影 在空中拉出一道极长的残影 哼 一道冷哼在他耳边响起 好在秦宛若并未撤消对他的保护 萧义脑中只是晕了晕 并未再次受到伤害 萧义眼前忽然一按 抬头看去 心里发沉 一只巨大的手掌 突兀地出现在了战场的上方 而他正处于这只剧长的掌心之处 这明显是要对他赶尽杀绝 萧义拼尽全力想要远顿 只是无奈 实力相差太多 恐怕在那剧长落下 他都未能够跑出这只手掌的覆盖范围 赵远凯 你当我是死人不成 这是萧义第一次体会到实力上的绝对差距 哪怕有着秦宛若的护持 他依然产生了浓浓的绝望 似乎无论他怎么逃 都无法逃过这一击 毕竟 秦宛若虽然强悍 但如今只是一道残魂 身为高原藏墓的气灵 自他成为高原藏墓的主人后 秦宛若的实力也大打折扣 好在天炎王朝这边坐镇的高阶修士 也不是吃素的 关键时刻 总算出手拦住了空中的那道剧长 所有人速速退去 萧义是第一个收到攻击 也是第一个狼狈逃回来来的人 他站在城墙处 狠狠地将脸上的血迹抹掉 冲着远处那只剧长 狠狠地催了一口 这是萧义穿越以来到现在 第一次吃亏 赵峰 还有赵远凯 他记住了 高阶修士的忽然出手 今日之战 无疾而终 不过好在除了萧义首当其冲 伤势重了些 其余人并不是那位高阶修士的针对目标 全都活着退回到了云阳关内 萧义正在自己营帐内 专心疗伤 徐静匆匆赶了过来 队长 找我有事 徐静依旧一副严肃脸 不过看着萧义的眼神中 透露出了些许的关心 你如何 郑丘道君 许你过去问话 无碍 我这就过去 萧义心中已经猜到了徐静的来意 立即起身 郑丘道君 正是此次坐镇云阳关的三位高阶修士之一 也是之前怒斥 并且出手拦住赵远凯的那位 好 徐静看萧义 只是脸色有些发白 脚步却依旧沉稳 点点头 带着萧义直奔郑丘道君的营帐而去 路上的直指点点萧义一律无事 很快两人便来到了郑丘道君的营帐之外 进来 两人刚站定 还未出声 帐内之人便出声 让他们直接进去 说说吧 你小子做了什么事情 惹得赵远凯不过脸面和规矩 也要对你一个小小的仰灵镜出手 萧义一进营帐 便感受到了一股若有四无的威压 从眼前的白发老者身上传来 小子此次出战遇到的对手 名叫赵峰 萧义抱拳微微弯腰 对着郑丘道君行了一礼 随后只说了这一句话 原来如此 这倒真是怪不上你 郑丘道君听到赵峰的名字 就明白了缘由 当着两人的面 丝毫不顾忌身为高阶修士的涵养 直接朝天翻了个大白眼 萧义看着郑丘道君 上下嘴皮翻得飞快 却听不到丝毫声音 猜测这位道君 估计是在问候那个赵远凯 只是不想让他们听到 诺 你小子也算是无妄之灾 这个给你好好疗伤 之后在战场上多杀两个人出气 郑丘道君随手扔给萧义一个玉瓶 是 多谢道君馈赠 萧义明白 今日之事也就这样了 他以无量进的道君们很少出手 一般都只是来作证而已 到了他们这种境界 若非必要 不会轻易动手 啊 今日之事 纯粹是个意外 那个赵峰 日后再遇上 打残了就行 不用打死 就在萧义躬身准备退下之时 郑丘道人有些不爽地叮嘱了一句 话是对萧义说的 眼神却是看着徐静 徐静明白 这是让他对其他人也交代一声 免得到时候跟萧义一样倒霉 也受到那位赵元凯的迫害 前一日的风头还没过去 今日的事情 又让萧义的名字 挂在了所有人的嘴边 不过 今日萧义多了个倒霉鬼的外号 大多数人都对萧义的遭遇报以同情 少部分人则是幸灾乐祸 木琴亲下了战场之后 听说此事 立刻拉着木琴月来到了萧义的营帐 美其名曰探望 萧义认为这丫头纯粹是来看他笑话的 不过 这男人是谁 萧义看了眼跟在木琴月身后 一起走进来的男人 微微皱起了眉头 第一眼 他就从这人的眼底 发现了一丝若有肆无的敌意 萧义 萧义 你怎么样 伤得重不重啊 让你失望了 你来得再慢点 我的伤就彻底好了 萧义扯了扯嘴角 皮笑若不笑地回答道 啊 我听他们说你伤重的都爬不起来了 木琴青绕着萧义走了两圈 确定他不是在逞强之后 与其中还真带着点丝丝遗憾 虽说心里却是有些担心萧义 但是木琴青多少还是带着点看热闹的味道 再来的路上就想好了 到时候该如何好好地嘲笑他一番 让他在自己面前老是一副优越的样子 结果人算不如天算 说好的重伤 结果好像连轻伤都不算 所以说 流言不可信 若是只有木琴青和木琴月 萧义还会将郑丘道军赠要的事情说出来 但是多了的陌生人 萧义的态度就有些冷淡了 哎 对了 给你介绍下 这位是白长青 我姐姐的队长 木琴青看不到萧义的热闹 随即就失了兴致 看到白长青安静站在木琴月身后 大眼珠子在眼眶中一转 立刻为两人做了介绍 你好 白长青率先开口 跟萧义打招呼 你好 萧义不知道这人有什么目的 态度不冷不淡 昨日就听说了你的事情 心中颇为好奇 今日正好碰上青月过来看你 索性就跟着一起来凑个热闹 没有提前约见 你不会介意吧 介意 萧义这话一出 气氛顿时将在那里 场面一时间有些尴尬 不过在场四人 尴尬的只有白长青一个 木琴月面色不变 依旧如常 她自来都不知晓 尴尬为何物 木琴青眼底闪着兴奋的小火苗 甚至想要再加点火 反正这两人 她一个比一个看不顺眼 木琴青将自己对萧义异常的行为 通通归著于看不顺眼 萧义则是一脸冷淡 若是以往 她并不会这么吓人面子 只是这位不告而来的白长青 说出来的那番话 让她心里很是有些不得劲 萧义心里不爽 自然也不会给什么好脸色 这白长青 真以为她隐藏得很好吗 萧义 我只是好心来看你 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 我跟你不熟 白长青脸上闪过一丝难堪 眼神落在木琴月身上 还带着一丝委屈 抱歉 今日是我唐突了 那你们聊 清月 我先走了 萧义看着她那做做的表情 心里一阵腻歪 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擦 好一股浓浓的茶味 萧义可以确定 白长青眼底的那股敌意 从何而来 这人就是冲着木琴月去的 真想叫她强角 这是想要害她完不成任务 舒可人神可忍不了 这就走了 我还以为能吵起来呢 白长青离开后 木琴青很是遗憾的 冲着自家姐姐说道 萧义嫌腻了她一眼 这丫头 真是唯恐天下不乱 当着我的面这么说 你是把我当死人 回应萧义的是 木琴青的一个鬼脸 好好消息 木琴月是被木琴青 硬拖过来的 既然此行目的已经完成 她也不想都逗留 至于刚刚白长青和 萧义之间的不对付 她完全没有放在心上 哎 姐 你等等我 木琴青紧跟着木琴月一起离开 原本还有些热闹的账内 一下子恢复了安静 白长青 赵峰 赵远凯 萧义口中念着这三个人的名字 手指反复敲击着膝盖 白长青跟我不是一个队伍 基本没有太大的交集 同一阵营 不可能明目张胆地对付我 赵峰不足为惧 麻烦的是她身后那个赵远凯 很好 刚来战场第三天 喜提敌人三个 萧义觉得自己挺厉害 脑中搜索着 关于与这三人有关的剧情 虽然时间线被迫提前 但是该出场的人物 却没什么变化 很快她就找到了这三个人 各自的剧情部分 小说中 白长青利用植物之变 时常出现在慕晴月身边 嘘寒问暖 企图造成二人有所暧昧的假象 而慕晴月早就看穿白长青 不过是想借着她 进入到天延王朝的权势中心 只是她心中另有所图 所以对于白长青的所作所为 听之认之 不主动 不拒绝 不负责 这慕晴月妥妥一枚扎女 萧义看得有些牙疼 当初看小说时 还没什么感觉 如今慕晴月可是顶着她未婚妻的名弦 她下意识地摸了摸头顶 要不是知道她一生未嫁 从未对任何男子心动过 这任务打死劳资都不会做 萧义嘀咕了几句 很快就把注意力又拉了回来 这白长青也就前中期出现了几回 被慕晴月利用着办了几件事 结果之后 某次失手就直接下县令和饭去了 怪不得对这人没什么印象 这么早就死了 就是一个小炮灰 诡计的他 这人可以不用管了 反正自己会把自己做死 陆修艰难地将守护妖兽击杀 往嘴里塞了几颗疗伤药 恢复了些许力气 便打算摘下赤灵果 谁知 身后忽然传来脚步声 一个星罗修士出现在陆修的面前 此人一眼便瞧见了地上正在的妖兽尸体 下一刻 炽热的眼神便落在了那颗赤灵果上 他无比嚣张地拔剑 便对着陆修下死守 陆修本救 陆修虽然成功杀死了此人 但也同时得罪了一位太乙无量镜的高手 他心知 一旦自己离开这断魂山 必然要面临一位高阶修士的狂木 好在 天无绝人之路 陆修意外找到一座残缺的传送阵 在秦老的指点下 他将传送阵法修复完毕后 立刻就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应当就是这里了 萧毅有些无语 搞半天 原来这赵峰是专门去给陆修送人头的 甚至第一次出场 连名字都没有 直接就挂了 比白掌青那炮灰还炮灰 早知道我就收敛一点了 萧毅只想截湖男主的宝贝 可没想过将男主的敌人一起截胡 谁能想到 他在战场上随随便便遇上一个人 就是男主剧情点的关键人物 当时 萧毅还想着赵峰这名字听都没听过 肯定是个与剧情无关的小人物 杀了也就杀了 下次见当的傻逼 还是绕着走 反正陆修会解决的 萧毅觉得这个烫手山芋 还是还给陆修比较好 如此一想 心里顿时轻松了许多 睡觉 睡觉 说到底还是实力不够 可不能再摸鱼了 阿帖 陆修一脸打了好几个喷嚏 抬手揉了揉酸胀的鼻子 难道是宇柔想我了 从魔兽绝地出来后 陆修损失可谓惨重 带着蓝宇柔在附近各大城市拍卖会上频繁进出 总算补齐了一些保命装备 不过 却也因此被一些萧小之徒给盯上 好不容易将那些麻烦都解决掉 正打算带着蓝宇柔去往下一个地点 结果蓝宇柔接到师门传训 不得不暂时与陆修分开 陆修独自踏上了前往断魂山的路途 哎 听说了吗 这才开战第二天 就有大能出手了 你才知道啊 这消息都传遍了 我跟你说 陆修一路走来 听到最多的消息 便是云阳关战场的各种小道消息 他对此不是很感兴趣 他一心只想早日赶往断魂山 找到秦老提到的那棵赤灵树 生怕在路上担得太久 他要是晚去一步 赤灵果成熟后 必然会落入那守护妖兽的腹中 这赤灵果 可是他突破血脉之力的关键 所以陆修绝对不允许出现任何意外 只是陆修纵使对前往战场漠不关心 但也架不住 走哪都有人在议论 等听到云阳关那边有多位 太以无量进修士坐镇时 忍不住皱紧了眉头 那云阳关距离断魂山 说近不近 说远不远 让他有些担心 那些修士会不会打着打着 打到断魂山去 原本常年累月无人问津的断魂山 让陆修以为自己 只要准备好 对付那未知的守护妖兽就好 可惜 人算不如天算 就这么的巧 新罗王朝选在此时 对天延王朝发动战争 如今的断魂山附近 可谓是热闹无比 这让原本还想在城中 休整一夜的陆修 心底非常不安 直接连夜出城 急急赶路 只为早日到达断魂山附近了解情况 近日来 新罗王朝频频发兵 早中晚各来一场 比吃饭还准时 这一日 再次打过一战后 徐静发现 萧义却没有归队 正站在血腥卫急浓的战场上发呆 萧义 你在这里做什么 萧义指了指脚下的大地 队长 你看 看什么 徐静觉得 萧义不会无地放逝 很是认真地盯着他脚下看了半天 却什么也没看出来 看不出 你直说 这里近来一直在大战 血腥气这么重 但是你不觉得 血迹却似乎有些太少了些 萧义说着 随手拿起旁边一杆长枪 往土里一插一番 徐静瞳孔一缩 有些明白 萧义想要说什么 被萧义翻开的泥土 出了遍遍那一层鲜红的血迹 那里依旧是泥土原本的颜色 丝毫没有被大量血液浸泡过的痕迹 徐静学着萧义的动作 将四周都翻了一下 都是如此 明明空气中 还弥漫着大量的血腥味 但是流入地底的血液 却仿佛凭空消失了一般 跟我回去 此事怪异 徐静需要立刻向上禀报 萧义满意的点点头 跟在徐静身后 回了云阳关 他是故意等着徐静来找他 好发现这里的异样 前几日被绞了心神 差点就忘记 小说中关于这段的描述 好在系统突然又发布了任务 让他阻止新罗王朝的阴谋 云阳关这处战场底下 可是被人刻画了一个极为邪恶的献祭大阵 新罗王朝胆大包天 与邪修勾结 想要借此一举摧毁云阳关的防御 当然 原本应该是由陆修发现 及时禀告上去 避免了天延十万大军命丧于此 获得了好大一份军功 因此获得了爵位 现在战争提前发动 陆修没有及时回到天井城 与大部队一起守护云阳关 此事人都不知道在哪里 这事 萧毅就勉为其难地替他承担了 还是那位赤云道军 听完徐静的禀报 他又问了萧毅几句 行 此事我知晓了 等查明后 自会给你们记上一大功 赤云道军活了这一把年纪 一听就猜测出 这事估计跟邪修有关 功劳属于萧毅 与我无关 徐静直接摇头 表示他并没有做什么 萧毅眼角于光看了他一眼 心中赞叹 真是个好上司 不管徐静是真心还是假意 这句话说出来 同时得了赤云道军和萧毅双方的好感 这个再说 你们先回去 等到二人离去 赤云道军拿出通讯预检将事情 告知了其他两位道军 随后便悄悄来到了战场上 哼 果然如此 新罗王朝还真是一如既往的 让人恶心 心里有了怀疑 赤云道军在地下几千米之处 发现了一个正在缓缓运转的大阵 神石锁过之处 只感觉阴风阵阵 大阵之中无数阴魂被拘禁在其中 嚎叫哭泣 赤云道军脸色难看 他就说 总感觉哪里不对劲 以往跟新罗也不是没打过 每一次对方都整出些幺蛾子来 这一次居然这么太平 让他好生不习惯 却没想到 原来幺蛾子在这里 真是新罗那帮老皮肤 真是越来越没有底线了 赤云道军抬手就想将这座大阵给摧毁 身上的传讯遇见却在此时发了消息 他听完后 黑着个脸 却没有继续先前的打算 与其他两位道军会合后 三人商讨一番 决定将计就计 在那大阵中做些手脚 暂时掀布打草惊蛇 入夜 新罗王朝的大营之中 来此坐镇的三位道军齐聚一手 打了这么多场 差不多了吧 差不多了 那就定在明日 可 我这心里总有些不踏实 赤云他们应当没发现吧 三人之中 有人提出了疑虑 赤云老鬼的脾气 你还不知道 若是被他知道 定会在第一时间 就将那大阵摧毁 哪能像现在这么安安静静的 说这话的人士 正是赵元凯 也对 那人一听 想想赤云以往的作风 点点头不再有疑问 明日极为关键 赤云我有把握对付 另外两个 你们自己小心 鸡侠我能拖住 就是另外一个 始终不知是谁 盘横道军你 我会盯住 临行前 陛下特意赐下 拼到盘横透露 天罗皇帝 居然将重宝交予给他 赵元凯和另外一人眼中 都流露出了羡慕 赵元凯心中 更是生起了一股嫉妒与不甘 不过他隐藏得很好 并未让人察觉 此物也只有在盘横道军的手上 才能发挥出最大的威力 此战兴罗必胜 兴罗必胜 赵元凯回到自己的营帐时 赵峰恰巧过来找他 爹 什么事 这么高兴 作为赵元凯的儿子 尽管他爹脸上 看不出什么表情 但是赵峰依然能感觉出 他此时的心情 很是不错 没什么 你过来做什么 对于赵峰 赵元凯虽然宠溺 但是在大事上 却很清醒 不该告诉赵峰的他 绝对不会多说 赵峰只不过就是随口一问 看他爹不肯说 也没有继续追问下去 而是把自己来的目的 给说了出来 我要上战场 上次那小子 我一定要杀他 当初被赵元凯 及时救下 赵峰很是后怕 对于上战场一事 便有些抵触 但是之后几日里 时常看到有人 对他指指点点 他让身边的人去打听 得知自己面对 萧逸时壮落疯癫 扬相百出的模样 被所有人都看在眼里 顿时心里的愤怒 压过了害怕 只是赵元凯 却不愿再放他 去战场上厮杀 若是前几日 赵峰提出 他还不会阻拦 只是明日却是万万不可 不行 明日你哪里都不许去 只能乖乖待在营帐里 赵峰哪里肯 闹腾了半天 却发现 赵元凯是真的不会松口 爹啊 赵峰两个眼珠子四处乱转 赵元凯一看 就知道 他越是不松口 这小子 就越是会搞出事情来 你乖一点 明日有大事 过了明日 之后便全都随你 真的 赵峰急忙扯住 赵元凯的衣袖确认道 你爹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嘿嘿嘿 我就知道爹最好了 爹你放心 一天的时间 我还是能熬过来的 一日 萧义这几日每次出战 心中十分警惕 他相信 云阳关的三位道军 肯定已经做了相应的防范 但是战场上 随时都会有突发情况发生 因为他也不清楚 新罗王朝那边 究竟会选择哪一天动手 小心防备总是好的 他只是一条小小驰鱼 可不想被殃及 上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 听到身后传来收兵的号角声 所有人都十分默契的同时停手 打了这么些日子 双方休士都已经脸熟 各自谨慎的后退三十丈 这才转身准备离去 就在萧义有些放松之时 他敏锐地察觉到 一股奇怪的能量 在战场上起伏波动 他们要动手了 刹那间 明媚晴空被乌云遮蔽 天地间一片昏暗 阵阵阴风四起 天延王朝还未撤退的十万大军 被一片红光所笼罩住 不要惊慌 保持镇定 统统站在原地 不许乱动 萧义开始还能听到主帅的声音在咆哮 只是没过一会儿 那些声音全都消失 他往下看去 只能看到那些兵士脸上强作的镇定 和一张义和的嘴巴 怎么回事 快下去救他们 就在修士们反应过来 打算救人之时 却被徐靖及时制止 原地待命 随时保持警戒 修士们略有骚动 但是徐靖身为队长 他们只能选择服从 但还是有人想要质问他 结果话还没出口 就被一声声惨叫给打断 萧义寻声望去 只见数十道黑影 从地底破土而出 嘴里不断发出哀嚎 嘴里不断往外吐血 更有人刚出来 便一头栽倒在地 浑身抽搐 没一会儿便气息全无 这些 应该就是与新罗王朝勾结的邪修 萧义迷了眯眼 猜测这群邪修应当是受了反噬 随着这些邪修露面 原本的意象统统消退 乌云退去 红日当空 天地间再次恢复明亮 而大地上围困住十万大军的红光 也渐渐消失 造杂的人生 再一次出现在众人的耳边 哈哈 新罗王朝的老匹夫 这一回可是失望了吧 赤云道君得意的笑声 传遍了整个战场 真是没想到 一向也豪爽得名的赤云道君 居然也会耍这种手段 一道音侧侧的声音 从新罗王朝那边传了过来 萧义直觉认为 这个声音的主人 就是那位赵元凯 两位道君隔空对峙 徐靖却暗中接到了命令 将那些黑衣修士通通拿下 众人口中硬着 身子已经纷纷向下飞去 速速撤离 徐靖卢在最后 飞身来到十万大军面前 衣袖一挥 便轻飘飘地送了他们一程 修士战斗的余波 可不是这些人能够承受的 新罗那边似乎也得到了命令 只比他们慢了一拍 就立刻往这边冲了过来 看来是赶不上吃午餐了 萧义嘴里抱怨着 手上却丝毫不含糊 术法丢得比谁都快 将新罗那边 冲在最前面的几个 阻了又阻 先把这小子解决了 说这话的人 萧义瞧着很是有些眼神 似乎在前几日并未见过 随后他便看到 那人与新罗那边的带队队长 一起向他杀了过来 身上爆发出的威压 赫然也是鱼容镜 擦 新罗的不要脸是祖传的吗 绝对领域 萧义借着自身的领域 闲闲地避开这两人的攻击 毫不客气地 反手就给了他们一人一剑 到底是比萧义高了一个大街 绝对领域的效果 仅仅维持了几秒就结束 但是王权剑的攻击 却让他们避无可避 硬接了下来 两人各自发出一声闷哼 看向萧义的眼神中 带上了些许惊讶 萧义在新罗那边 也算是出了名 他们知道萧义很强 但也不过是强在仰灵镜 本以为他们两个鱼容镜 同时出手 必然能将此人拿下 谁知轻敌之下 反而自己吃了个闷亏 好在只是内府受到些许震荡 斗气流转间 便恢复如常 徐镜也在这时候赶了过来 你们的对手是我 萧义盯着挡在自己身前的徐镜 眉毛高高扬起 自家这队长 真刚 欧巴摩睡网 这还是他第一次 被人给护在身后 感觉真是新奇 不过以一敌二 不是萧义看不起徐镜 光是那新罗队长 实力就与徐镜差不多 这新冒出来的一人 看着就不是善差 徐镜挡不住这二人多久 萧义自然不会把徐镜独自留下 在徐镜跟新罗队长交手时 他将另外一人给拦了下来 看来你很有自信 那人眼神极为不善地盯着萧义 眼中满是杀意 一个小小的仰灵静修士 居然敢拦他 看来是在天眼活得太舒坦了 彼此彼此 萧义就像看不到这人眼中的杀意 很是谦虚地回答 仿佛俩人现在不是在战场上 而是在街上偶遇的老朋友 受死 话音都未落下 三条由痘气化成的火蛇 争先恐后地带着炽热的火焰 朝着萧义飞了过来 萧义看到这人的痘气是火属性 差点没乐出声来 这要是换成其他属性的痘气 他还真可能会应付得极为吃力 可这火焰嘛 萧义右手掌心朝上 体内痘气不断朝着右手涌去 一条由黑色火焰凝聚而成的巨龙 出现在萧义的面前 迎面来的三条火蛇在巨龙面前 形体上的差异就让人一眼看出 明显是萧义的黑龙更为厉害 事实同样如此 还不等三条火蛇的主人 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就看到黑龙张开大嘴 直接将三条火蛇给吞入腹中 甚至还很人性化的打了个宝格 破 你 你明明只是个养灵镜 斗气都未化成实质 怎么可能提前就有了属性的变化 火蛇被吞 直接与他这个主人断开了联系 反噬之力让此人喉坚一甜 吐出一口血来 他满脸不可置信地看着萧义 嘴里不停地发出质疑 你猜 萧义可没那个义务回答他的问题 笑眯眯地从嘴里吐出两个字来 让他人气得更狠了 一连两次轻敌都让自己栽了跟头 此人总算意识到萧义这人 并不能将他按照寻常仰灵镜来看待 天火 没想到你这么幸运 境界如此之低 居然能够有幸得到天火 此人很快就想到了 脸上露出的贪婪 让原本还算端正的五官 一下子丑陋无比 想得倒是挺美 萧义看他那表情就知道 这人想干什么 连陆修都没能从他手里讨到好处 就这么一个连名字都没有的炮灰 还挺能想 天火的诱惑是在太大 明知萧义的实力有些古怪 此人却还是义无反顾的连连出手 只可惜 哪怕他的境界比萧义高尚许多 却抵不过天地黑了眼的威力 该死的 这小子太奸诈了 半天没能将萧义拿下 反而自己越发显得狼狈 此人嘴里骂了一句 眼中闪过一丝疯狂 萧义面上一片轻松 心里却始终保持着警惕 紧紧盯着对方 看到他眼中的疯狂 顿时打起了十二分的戒备 看这样子 估计要是什么大招了 这想法刚出现 眼前便失去了对方的踪影 萧义下意识地释放出领域 在身后 他猛然转身 那人距离他不过一丈左右 手中的剑 差点就直接刺穿他的身体 去你大爷的 萧义被他吓出了一声冷汗 手起剑落 趁着对方还在他的领域中挣扎 王全剑毫不客气地 直接将那人给抹了脖子 不 你 呵 呵 一双眼不甘心地瞪着萧义 他怎么都没想到 萧义的领域 居然这么快就能释放第二次 他想要说些什么 只是嘴里的鲜血 将他所有的话都堵住 他抬手向萧义的方向抓了抓 眼神渐渐失去光亮 萧义将领域收回 那人的尸体便直直地坠落在大地上 发出沉闷的撞击声 只是短短几个瞬息 一场生死间的较量便落下了帷幕 萧义重重地喘了几口气 将黑底黑雷炎和王全剑一起收回体内 太耗费斗气了 此时 萧义体内的斗气已经去了三分之二 若是那人沉住气 再拖延一会儿 萧义还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能够将他一击击杀 萧义趁着这个空荡吞下回复丹药 准备上前去帮助徐静 不好 那不要脸的又想偷袭 一股庞大的威压瞬间席向战场 将天炎这方的修士死死压制在原地 无法动弹 兴罗修士得了机会 瞬间好几人便命丧当场 好在赤云道军也及时出手 萧义提起斗气 急急挥出一击 将徐静推离原地 使他躲过了致命一击 多谢 徐静只来得及回头 对萧义到了深陷 下一刻 所有人都被两股强大的斗气 给甩飞了出去 萧义努力想要稳住身形 只是这两股斗气 就仿佛汪洋大海 而他只是 漂浮在大海中的一夜偏舟 只能随波逐流 无法自主 两股斗气相互搏异 造成的斗气漩涡 拉扯着所有人在其中晕头转向 好几人承受不住其中的压力 直接当场晕死了过去 晕死 自己一个忍不住给吐出来 眼前阵阵发晕 让他恨不得也能够昏过去 但是他不能昏 勉强保持着意识的清醒 这时候要真昏了过去 估计就再也没有醒来的时刻了 只是现实却不是他想 怎样就能怎么样 感觉到身体被甩出了一个优美的抛物线 萧义再也坚持不住 两眼一闭 晕了过去 曹 换成大摆锤了 这是他昏迷前的最后一个想法 蓝天 白云 骄阳 还有 鬼面蜘蛛 干 萧义差点被眼前那巨型蜘蛛给瞅得再次晕过去 鬼面蜘蛛似乎也发觉自己的猎物已经醒来 口气大开 丝丝口弦不停往下滴落 高昂的锋利前肢朝着萧义狠狠扎去 萧义想躲开 此时才发现自己被白色的蛛丝紧紧包裹着 正挂在半空中一张巨大的蛛网之上 枪 王拳剑飞去 直接将那快要落下的前肢给斩断 天地黑雷炎将覆盖住萧义的蛛丝烧了干净 萧义狼狈躲过鬼面蜘蛛发狂的攻击 双脚落地时 脚下一软 差点没当场趴地上 打不过 打不过 赶紧溜 脑子里还在不停地发晕 体内斗气运转都有些不流畅 萧义很是从心地选择了暂时撤退 这鬼面蜘蛛看着瞅 身上的气息可是于容颈 萧义哪怕实力再巅峰都得小心应付 更何况此时他的状态极差 一路跌跌撞撞到处乱窜 差点又招惹到其他妖兽 还好萧义及时换了个方向 跑了好久 直到再也感觉不到鬼面蜘蛛的气息 他这才松了口气 直接摊在地上 不停地大口呼吸 这是他穿越以来 最狼狈的时候 总算缓过神来 萧义开始打量起四周的环境 这里是沼泽森林 不 不对 那边是山脉 这里是断魂山 没想到阴差阳错 直接从战场被甩到了这里 飞得可真够远的 原本打算找个时机 偷偷溜过来 现在好了 来得可真是光明正大 看来 那赤灵果 命中注定就是我的 萧义休息了一会儿 等到脑袋不那么晕 这才起身 打算寻找一个暂时的栖息之处 运气不错 萧义朝着不远处的山脉走去 很快便发现了一个隐秘的洞穴 里面并没有什么妖兽盘踞 看着地上那一层厚的灰层便知道 这个洞穴始终未被人发现过 施展清洁术 将洞穴收拾干净 萧义从储物袋中 找出一个低阶防御阵盘 放在洞穴空激活 萧义这才迷迷糊糊的 从睡梦中醒过来 洞穴里一片昏暗 随身携带的传讯预检上 不停闪烁着光亮 是徐静 沐晴青 还有沐晴月 一一回复 说明了自己所在位置和情况 省得他们替自己担心 还不等萧义放下传讯预检 徐静很快就发来了新的消息 你今晚暂时就先找个地方 好好躲藏 明日我带人来接你 好 这正中萧义下怀 他收起洞穴口的阵盘 打算出去打个崖祭 行之不远处 有一条瀑布 不大不小的水潭里 不少个头级大的鱼儿 在里面游荡 野兽就不指望了 烤鱼也是能将就的 断魂山里头的妖兽等级都挺高 萧义不想多惹事端 晚饭就打算靠烤鱼来度过 就在萧义专心致志 对付手中的烤鱼时 不远处传来了一些动静 真是 吃点东西都不太平 萧义有些纠结 是继续坐着吃完 还是先出去看看情况 救命 一道清脆的声音 边喊 便朝着萧义的方向过来 看来是吃不成了 萧义叹了口气 将手中的烤鱼 搁在一旁的石块上 站起来慢悠悠地 朝着发出动静的方向走去 嗯 兽儿 尾巴 tosplay 萧义站在树上 看到那正在逃跑的娇小身影 忍不住揉了揉眼睛 这还是他第一次 见到真正的兽人呢 还怪好看的 看着少女精致的脸庞 充满了恐惧 一双妩媚的狐狸眼 此时泪水连连 直叫人看得心中满是不忍 只想替他擦去泪水 暴露怀中 好好呵护 嘶 这丫头 该不会指狐狸精吧 萧义被自己心底 突然冒出来的念头给惊到 陡然回神 再次看向那少女的目光 很是锐利 要知道 萧义的神识 当初在高原藏墓时 特意锤炼过 正常情况下 基本不会恍神 可就在刚刚 那少女的脸庞映入眼中时 她的神思有些不由自主 若不是她回神的快 恐怕此时 她已经跳了下去 将那少女给拥入怀中 是那双眼睛 就在萧义思索的时候 少女仿佛感觉到了她的目光 抬头向她望去 救救我 求求你 救救我 如气如素的娇软嗓音 配合着那楚楚可怜的神态 萧义不仅没有心软 反而心头锦铃大作 求人还有魅术 小姑娘 我瞧着很好骗吗 萧义嘴角滑起一抹冷笑 并不上当 我 我没有 我这是 让萧义解释 身后是一头仰灵镜的黑熊 正挥动着那对巨大的熊掌 朝着少女狠狠拍去 只见少女惊慌躲闪时 脚下一个亮枪便跌倒在地 她似乎察觉到 萧义并不想出手相救 绝望地闭上了双眼 泪水顺着眼角滑入双鬓 长得这么好看 死了怪可惜的 萧义的眼睛 落在那耸立在头顶的耳朵上 嘴里无声地叹了口气 最终还是换出了王拳剑 一剑穿星 黑熊庞大的身躯轰然倒地 萧义飞身来到尸体前 飞快地将黑熊给肢解得一干二净 送上门来的食材 可不能浪费了 谢 谢谢你 少女战战兢兢的声音自身后响起 脑中针盘算着轻蒸 红烧 有炸黑熊肉的萧义手里 动作顿了顿 这才缓缓回头 你怎么还在这 不走 是打算分一杯羹吗 我 我能不能 不能 少女话还没说完 就被眼前这俊俏非凡的男人 给无情地拒绝了 委屈地别了别嘴 少女不再说话 眼泪在眼眶中不停打转 好歹没有再哭 只不过 她依旧立在原地 没有离开 萧义也懒得管她 处理好黑熊尸体后 目不斜视地往回走 没走几步 萧义就拧着没回头看 别跟着我 萧义的眼神中满含着警告 少女顿时将在那里 小嘴微张 似乎明白自己无论说什么 这人都不会答应让她跟着 最后还是闭上了嘴 满是丧气地低下了头 这大尾巴 不知道手感如何 萧义的注意力 莫名其妙 被少女身后内 是不时摆动一下 看上去很是 蓬松柔软的尾巴给吸引住 好在她心性坚定 努力让自己 不去看那条大尾巴 转过身继续往前走 似乎是她的警告得到了作用 走出一段距离后 那少女依旧站在原地 并没有再次跟上来 原本少女的实相 萧义应该感觉轻松 只是心底却有种淡淡的失落感 麻烦 继续走了两步后 萧义脚下一拐 还是决定听从心底的声音 回到了少女的面前 你 你怎么 怎么又回来了 少女正独自懊恼着 眼前忽然一按 抬头就看到 原本已经走到 看不见背影的男子 如今又出现在了自己的面前 你这条命 既然是我救下的 那就是我的了 跟上 少女似乎想要反驳 可听到最后两个字 心里顿时燃起了希望 立刻屁颠屁颠地 跟在了萧义的身后 会烤肉吗 不会 少女跟着萧义 回到了水潭边 眼睛直勾勾地盯着 萧义放在一旁的烤鱼 使劲咽了咽口水 听到萧义的问题 少女回答得 很是理直气壮 萧义 那你会什么 会 会 会撒娇算不算 少女对于萧义的问题 有一瞬间的茫然 随后便绞尽脑汁的想要 找出自己比较擅长的方面 结果 令人很绝望 萧义听到这小姑娘的话 差点没绷住脸色 笑出来 当然 不算 少女很是不安的双手 不停蹂躏着身上的衣角 她害怕萧义会将她赶走 我可以学 我学东西很快的 萧义没有说话 只是掏出一块黑熊肉 架在火上 然后眼神落在了少女的身上 少女却一时间 没能明白萧义的意思 傻傻地看着她 没有动作 不是要学吗 还愣在那里做什么 啊 哦 哦 我来 我来 萧义将木千紫色到少女的手里 注意到那保养的水嫩光滑的手指头 心里头有种不太好的预感 果然 没过多久 鼻尖就传来了一股娇味 你不会给她翻个身吗 萧义美好气地指点着手忙脚乱的少女 总算在萧义的监督下 这块黑熊肉 虽然有些许的娇糊 却没有到难以下咽的地步 给你 少女刚把手里的烤肉 递到萧义面前 肚子就发出了咕噜噜的叫声 羞得她整张小脸通红不已 你自己吃 看着就不咋地 她何必跟自己的嘴过不过去 萧义眼底满满都是嫌弃 后半句话并没有说出口 以至于少女 还以为她是特意让给自己 眼里满满都是感动 你是妖族 萧义一边转动着手里的黑熊肉 一边打量着埋头苦吃的少女 原本吃得正香的少女 身体僵了僵 嘴里轻声印了一句 是 我是狐族 狐族 她就说是知狐离精吧 你不用那么紧张 你是不是妖族与我无关 吃完这顿 你就赶紧离开 我们就分道扬镳 萧义纯粹是因为第一次见到真实的妖族 所以有点好奇 现在看也看清楚了 她干脆利落地下了竹克利 她在断魂山可是有自己的目的 这狐狸精一看就是个拖油瓶 不能让她赖上自己 啊 我 我能不能 不能 萧义一口拒绝 这是没得商量 似乎看出了萧义的坚决 少女捧着手里的烤肉 一脸的沮丧 你 你怎么样才肯 让我留在你身边 过了一会儿 萧义已经吃饱 正想离开时 一直低着头的少女 不死心地再次开了口 你干嘛非得跟着我 我是人族 不会一直留在这里 我可以跟你离开的 然后呢 你倒是说说 你有什么值得 让我把你带上的地方 萧义感觉自己 遇上了傻白甜 都不清楚 她是个什么样的人 就因为之前出手救了她 就这么傻乎乎 要跟着自己走 也不怕她出去转手 就把人给卖了 我 我 啊 对了 你们人族不是有一句话 叫什么救命之恩 要以身相许 我要对你以身相许 这样就能跟着你了吧 好家伙 这都扯上以身相许了 不愧是狐狸精 也不傻嘛 萧义听到少女吭斥半天 结果就想出这么一句话来 嘴角抽了抽 我有未婚妻 不需要你以身相许 萧义拒绝的 很是义正言辞 丁 你有新的任务 请查看 突如其来的系统提示音 让萧义心中有了不好的预感 将眼前的少女 受为贴身侍女 解锁白美图 是否接受任务 白美图 这系统可真会玩 接 她当然得接 宿主接受任务成功 任务成功奖励 获得白美图属性加成 任务失败惩罚 随机扣除宿主自身属性各五点 看到这个失败惩罚 萧义差点忍不住骂娘 她的基础属性 除了颜值是一百 其他都低得令人发指 一扣就要各扣五点 这完全就是打劫 提到属性 萧义想起来 自己之前的任务 似乎攒下来不少属性点 都还没使用 不过 暂时不急 先把这任务搞定再说 萧义回过神来 看到少女一再被她拒绝后 灰暗的脸色 不由清了清嗓子 说完这句话 萧义就忍不住在心里 泛起了嘀咕 这狗系统早不发布任务 晚不发布任务 偏偏挑在她拒绝之后 跳出来这么一个任务来 她很有理由怀疑 这是存心想看她自己打自己脸 真的 太好了 我就知道你是个好人 少女抬起头 一脸欣喜地看着萧义 啊 她这就被发好人砍了 真是晦气 你先别高兴太早 你看你什么都不会 留在我身边 也最多让你当个侍女 好 我当你的侍女 侍女这回我说 少女很是自信地说道 嗯 你以前是当侍女的 从见面到现在 难得看到她露出这么自信的一面 萧义忍不住多问了一句 啊 这倒不是 我一直使唤 不是 我一直看那些侍女们工作 所以 所以大概知道要做些什么 少女差点说漏嘴 硬生生地把话拐了过去 随后还很是心虚地不停描着萧义 似乎是期望着她并没有听出来自己的口误 哼 看来这位之前还挺有身份 萧义并没有把她的话多放在心上 就在少女开口答应的时候 系统提示她任务完成 叮 恭喜宿主完成任务 解锁百美图 百美图解锁程度 2100 百美图增加属性 气韵加二 萧义有心想要看看这个百美图 只是碍于身边多了个拖油瓶 所以只能按下信字 等有空的时候再看 断魂山里除了你 还有别的妖族吗 萧义一边寻找着赤灵果的所在之处 一边随口问着 跟在身后的少女 我 我不清楚 我是从别的地方逃过来的 少女听到萧义问这个 很是有些不安地看着她 含糊地说道 别的地方 萧义脑中飞快地闪过一丝念头 难不成 你该不会是从西奥义逃过来的吧 萧义看着少女点头承认 心里有了某种猜测 她眼神有些怪异地 上下打量着这位狐族少女 若真是她想的那位 那就怪不得系统会突然跳出来发布任务了 你怎么知道 少女吃惊地看着萧义 当然是原剧情里这样写的 萧义扯了扯嘴角 避开了她这个问题 话说到现在为止 我们好像都没有互报姓名 我叫萧义 你呢 我叫白纸 白纸果然是她 萧义侧过头 眼神很是有些怪异地 上下打量了白纸一番 白纸被她看得很是心慌 歪着头懵懂地看着萧义 不明白她那眼神是什么意思 萧义则是飞快地回忆着 有关于白纸的剧情 这白纸可是男主陆修的后宫之一 狐族最小的公主 更是陆修打入到西奥玉的最好借口 只不过陆修遇到白纸 将她救下这段剧情 可是好几年后啊 之前天眼王朝迎战 新罗和苍旋的剧体 也就提前了小半年 可这白纸的剧情 居然会提前这么多 她可真的是没有想到 不对 又或许 白纸原本就一直待在断魂山里 活得还不错 所以陆修第一次出现在断魂山时 并没有白纸的剧情 一直到后面 她在断魂山实在活不下去 跑到了人族城池 这才遇上了陆修 被陆修给救了下来 这么一想的话 也不能说是剧情提前了 只能说是她运气太好 提前遇上了这位小公主 你能变小吗 就在白纸心里胡思乱想的时候 萧依这奇怪的问题 让她当场傻众 变小 你 是纸 能不能变成本体 白纸琢磨了一下萧依的意思 试探地问道 对 我怕遇到危险 你这么大个儿 万一我不小心把你忘了 能 你看 白纸一听 萧依嫌弃她大只 立刻给她表演了个原地变身 地上一只雪白狐狸 针针着那双乌黑的大眼珠子 看着萧依 萧依盯着她 没有说话 也没有动作 大眼瞪小眼了半天 最终还是白纸沉不住气 少爷 你看我这样行吗 行 这样可太行了 萧依从来都不知道 原来自己还是个毛绒控 看着白纸这一身蓬松柔软的狐狸毛 她忍了又忍 最后还是没忍住 一把拎起小狐狸的后颈 把她抱到了怀里 少爷 白纸压根就没防备萧依的突袭 狐狸脸上满是猛逼 嘿嘿 你这样挺好 你家少爷 我现在要去干件大事 你就保持本体老实待着 省得到受麻烦 萧依嘴上说得严肃 但是手上丝毫不含糊的 撸了一把又一把 白纸听得连连点头 保证自己一定会老老实实 绝不会拖萧依的后退 对于身上做怪的那只大手 白纸很是有些不适的动了动身体 却被萧依轻轻地拍了下身子 别乱动 这姿势撸毛正顺手 压根就不知道 萧依心里正在暗爽 白纸被拍了一下后 不敢再乱动 就保持着这个样子 窝在萧依的怀中 萧依就这么抱着白纸 兴冲冲地 一头扎进了旁边的小树林 结果前脚刚进去 后脚就恨不得立刻离开 是你 则 是你 真是冤家路窄 萧依看着眼前的赵峰 一脸的晦气 没想到居然在这里遇上你小子 正好 卧槽 你别跑 傻子才不跑 萧依才懒得 听他说那些个废话 二话不说 转身就朝着另外一条小路逃走了 这憨货还是留给陆修吧 他绝对不承认自己 是害怕赵峰身后的那位大佬 一切都是为了剧情的发展 剧情都快不知道偏到哪里去了 能还原一些事一线 萧依嘴里低声嘻喃着 身形飞快地 在消失在赵峰的眼里 只是赵峰哪里肯就此放过他 之前在战场上发生的事情 被他视为奇耻大辱 而萧依就是那个 让他受辱的罪魁祸首 原本就想上战场 想要再次从他身上找回场子 不同意让他今日出去 在营帐内闷得发慌的赵峰 不敢违背他爹的意思上战场 就只能偷偷跑来断魂山发泄发泄 谁知真是老天开眼 把这个萧依给硬生生送到了自己的面前 赵峰立刻就像恶狗看到了肉骨头 死死地追在萧依身后 萧依此时心里也是纳闷得很 明明前一刻已经失去了赵峰的声音 可是偏偏等他放慢速度之时 下一刻 赵峰又立刻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搞得他都怀疑 这人是不是在他身上装了定位 咦 这里是 白纸在萧依怀中被颠得有些难受 但他忍着不敢打扰萧依 直到他忽然停下脚步 嘴里发出一声惊讶 这才抬起头向他望去 少爷 怎么了 没事 就是找到了我要去的地方 奇怪 人呢 明明看到他往这里跑了 赵峰追着萧依跑进一个巨大的溶洞之中 洞窟内岔路横生 赵峰追着追着就再也看不见萧依的身影 而他也彻底在这里迷失了方向 而被赵峰惦记着的萧依 此时正接着系统再次发布新任务时的便利 开启了辅助小地图 新的任务正是关于赤灵果 只要他拿到那枚果时 系统就会奖励他一个得天独厚的血脉之力 要知道 这个世界的人 体内的血脉之力都是从初升起就固定的 并且这血脉之力不是百分百能够被激活 即使激活以后 血脉之力在修饰前期除了增加体制外 并无什么太大的用处 但是到后期 血脉之力随着修饰不断的温养以及淬炼 便能够发挥越界的强大力量 对于赤灵果 萧依那是势在必得 哪怕系统不发布任务 他也一定会从陆修手里将它抢走 不管他用不用的伤 总之不能落于男主的手里 在高原藏墓时 他跟陆修就已经算是撕破了脸 陆修多损失一份机缘 他就多出一份跟男主叫板的底气 那是 他果然来了 萧依一眼就认出了陆修的身影 下一刻 他悄然躲进身旁的一个凹槽之中 还不忘一把捂住小狐狸的嘴巴 在萧依看到陆修的那一刻 陆修若有所感的 忽然停下脚步 谨慎地看了看四周 并未发现任何异样 难道是我太小心了 陆修小心翼翼地放出神识 查探着附近的情况 萧依瞧着陆修站在原地不动 立刻掏出两张脸西服 一人一壶个贴上一张 顺利地躲避了陆修神识的探查 觉得是自己有些太过于小心 陆修笑笑 继续往前走去 萧依就这么贴着脸西服 远远地坠在陆修身后 保持着最远的距离 他跟着陆修七歪八拐 很是有些怀疑陆修会不会走错到 但是 看着小地图上面的显示 他发现 纵使陆修的路线不是最快最近 却也是不停地望着赤灵果的位置在靠近 这尼玛 要不是知道他是男主 剧情如此 我都要怀疑 这人身上是不是也带了个戏统 萧依在心里狠狠吐槽了一句 就这宛若迷宫一样的山洞里 陆修都还能精准地找到赤灵果的方位 萧依只想对着他狠狠地比出一个中指 他还是占了系统的便宜 才能确定赤灵果的方位 而陆修 哼 不能想 越想越容易嫉妒 我可是掌握着原剧情和外挂系统的男人 有什么好嫉妒的 萧依在心里默默地安慰着自己 找到了 果然在这里 前方隐约传来陆修惊喜的声音 萧依左右看了看 找到一个绝佳的位置 陆修的方位望去 一株扎根于岩浆 四人环抱才能围住的红色树木映入眼帘 赤灵果通生火红色 没有一片树叶 只有光秃秃的树干子和细小的树枝 萧依眯着眼 仔细瞧着那株赤灵果 总算在最高处 看到了一颗正在轻微晃悠的果实 这就是赤灵果了 得先将守护妖兽给引出来 萧依能够找到高挂着的赤灵果 陆修又怎么会没看见 他强忍住 想要立刻采摘赤灵果的冲动 将早就准备好的引寿粉拿了出来 萧依很是悠闲的 一边撸着怀里的小狐狸 一边看着真人版的凹凸曼大战哥斯拉 嗯 不是 是男主陆修与赤灵果守护兽 容颜俱悉的精彩对决 要是来个板凳 再来点瓜子 那就更好了 萧依如是想到 陆修的实力有待加强啊 这都打了快两小时了 还没打死 萧依估算了下时间 等得有些不耐烦 明明原剧情里 陆修只花了半个时辰 看准机会使出天地黑雷炎 脑中的剧情回忆到这里 便戛然而止 萧依有些尴尬的 摸了摸自己的病脚 将心里的牢骚按了下去 天地黑雷炎被他给拿走了 甚至还有另外一些 原本属于陆修的机缘 通通都落入了自己的口袋 那也就不能怪陆修此时 打得这么吃力了 要结束了 萧依看到陆修 似乎准备放大招 一扫脸上的蓝散 将注意力全都放在了 一人一手身上 只见陆修手中绝印翻飞 那枚青阳印 再次出现了萧依的眼前 小小的一枚印章 在飞到熔岩巨蜥上方时 赫然暴涨 轰然落下 将熔岩巨蜥牢牢地镇压在印下 无法再隐匿与岩浆之中 熔岩巨蜥剧烈地挣扎 让控制青阳印的陆修 脸色不停变换 看他这脸色就知道 此时的他很不好受 趁着现在还能压制住熔岩巨蜥 陆修赶紧掏出自己的重天剑 对着熔岩巨蜥 那丑陋无比的大脑袋 狠狠地扎了下去 扑吃 重天剑刺入血肉中 发出了一声响 熔岩巨蜥感觉到死亡的来临 猛然爆发出一股强大的力量 将青阳印直接掀飞 陆修喷出一口鲜血 眼神凶狠 将全身斗气聚集在重天剑中 一寸一寸往下 随着熔岩巨蜥的挣扎幅度越来越小 直到眼中最后一丝光亮熄灭 彻底失去了声息 呼呼 陆修紧绷地闲一下子放松 整个人差点瘫倒在地上 嘴角不断溢出的血迹 被他擦了又擦 伴坐在地上 身上的气息十分虚弱 只见他闭上双眼 似乎无力在动弹 萧伊看着陆修力竭的模样 脚下微动 却又立刻站定 并没有马上出去 白纸有些疑惑地抬头 他感觉到 萧伊对那颗赤灵果有想法 却不明白 他为何没有动作 过了好一会儿 伴坐在地上的陆修 猛然睁开双眼 身上的气息 一扫之前的虚弱 虽然比不上巅峰时期 却也能看出他此时状态 依旧还有战斗的余力 真是阴险 萧伊撇了撇嘴 他就知道有诈 虽说陆修对上那熔岩巨蜥 打得十分艰难 但要说杀了那巨蜥后 陆修再无还手之力 萧伊是怎么都不会相信的 眼看着陆修朝着赤灵木走去 萧伊轻轻将白纸放下 示意他留在这里 并且给他换了张星的脸西服 就在萧伊准备朝着陆修悄悄摸过去 打算从背后给他来一下时 一个熟悉又沙雕的声音 从另外一个方向响起 给小爷我站住 不准动 那赤灵果是本少爷的了 萧伊心下大呼好险 这憨糊再晚出来一会儿 他就要暴露身形了 脚下一拐 萧伊立刻又藏回了原来的地方 剧情虽是淡道 萧伊原本还以为 赵峰因为他的原因 不会再出现在这个地方 也不知道赵峰经历了什么 不负之前进来时的一表堂堂 整个人变得灰头土脸 应该是有些不太愉快的遭遇 你是谁 陆修重天剑横在胸前 立刻转身警惕地 朝着声音的来源处看去 看到赵峰身上不同于天眼的服饰 他眼中露出一丝疑问 随即就立刻猜了出来 这里距离两国交战这么近 此人必定是新罗王朝的修士 你记好了 小爷行不更名做不改姓 赵峰看在你识相的份上 饶你一条狗命 赵峰完全就没把陆修放在眼里 他仗着身上一堆老爹给的好东西 向来在同街修士面前横行霸道 更何况陆修此时看着就很惨 一副身受重创的模样 赵峰完全不会觉得陆修敢反抗 结果就是这么出乎他的意料 陆修发出一声冷笑 懒得跟这个突然冒出来 想要截胡的人啰嗦 众天剑在空中幻化成无数道剑影 朝着赵峰当头袭来 给脸不要脸 天眼的修士都是这么让人讨厌 赵峰没想到陆修居然不仅不离开 还敢先行动手 嘴上骂骂咧咧 随手就甩出一件法宝 将陆修的攻击轻易就化解了 不过数席间 双方你来我往打得很是热闹 赵峰越打火气越打 而反观陆修脸色就有些凝重 他看着赵峰一个法宝 接一个法宝的往外掏 眼神中遏制不住的 有些羡慕和嫉妒 陆修知道自己 这是碰上了一个修二代 也正是意识到赵峰是个修二代 陆修反倒是不敢对他下狠手 因为他知道 这种人身后 必定有一位实力强横的长辈 和昌盛的家族 杀了他固然可以解决当下的麻烦 只是之后那无穷无尽的追杀 陆修想想就感到头皮一阵发麻 只是让他就此放弃 唾手可得的赤灵果 又很是不甘心 赵峰可不知道 陆修即使受了伤 与他战斗时也未曾动用权力 甚至还一心二用的分神 去想别的事情 他只感觉 对面的小子 在他强大的攻击之下 已经有些支撑不住 只要他再加把劲 就能彻底把这家伙给解决了 赵峰不想跟陆修多纠缠 他并没有忘记他 之所以追到这里来 完全是为了杀掉 另外一个更加讨厌的人 哼 本少爷懒得跟你浪费时间 赵峰拿出了一面古朴无华的翻来 对着陆修笑得格外灿烂 当看到那面光秃秃 什么都没有的翻时 身上的汗毛 陡然间根根树立 冥冥之中 感觉到一股巨大的危机就在眼前 不能让他施展出来 陆修立刻意识到 赵峰拿在手里的那位法器 会对他造成生命威胁 手下再不留情 一改之前的敷衍 面对陆修突然间增强的攻势 赵峰一时间被打了的措手不及 没能在第一时间 将这面翻施展出来 你 你怎么 你敢伤我 萧毅趁着那两人打出真火 注意力全都被对方牵引住时 悄悄地摸到了赤林木的附近 隐身服加脸西服 真是顺手牵羊之必备良物 前面两人正在打声打死 而萧毅很是轻松自在的 就将赤林果摘了下来 放入自己的储物袋 快速回到之前的藏身之地 操起小狐狸就立刻溜之大吉 陆修原本还想留赵峰一命 只可惜赵峰不管不顾的出手 对他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无奈为了自保 只能使出秦老特意叮嘱他 不到危机关头 不得使用的术法 命是保住了 赵峰最终还是死在了他的手上 身子摇晃了一下 陆修强撑着没有倒下 这一回是真的有些脱离 好在是兴罗的修士 不然就真的麻烦了 陆修缓过近来 便转身准备去摘下那颗 令他落到如此地步的赤林果 谁 是谁 他呲牙欲裂地看着 原本挂着赤林果的枝头 如今已是空空荡荡 还有什么不明白 刚刚在这附近 还隐藏着一个人 看着他拼死拼活 扫出了一切障碍 啊 陆修又惊又怒 低声发出了怒吼 徒为他人做嫁衣 别让他知道 那人是谁 否则必定将此人碎尸万段 以解他心头之恨 叮 恭喜宿主萧义完成任务 任务奖励发放 任务奖励 随机顶级血脉之力已发放 系统的提示应传来 让萧义眉眼都染上了高兴 我得意的笑 我得意的笑 白纸偷偷探出小脑袋 侧头看着萧义 少爷 你太坏了 他心里万分同情 那个被自家少爷偷摘了果子的人 欧巴摩睡网 然后又使劲揉了揉 白纸被他揉得脑瓜子犯晕 原本想说的话 一下子全都给忘光了 萧义没走过一段路 都会停下来认真辨认 然后选择一个方向继续走 少爷 我们不出去吗 白纸看萧义越走越深 压根就不像是出去的路 忍不住再次探出头问道 现在出去 万一被人撞见 不就麻烦了 虽说 就陆修现在那个状态 不出意外 萧义完全能够打赢 但是压不住 这陆修是天道的亲儿子 没意外都能整出点意外来 反正这陆修绝对是不会轻易的 就能被他给杀死 这也是他一直不想 直接跟陆修对上的原因 虽然他有剧情 还有系统 但是目前来说 前期还是狗着点比较安全 他要悄悄发育 悄悄登顶 然后一举震惊所有人 沿着右侧 经过 笑意嘴里含糊念叨着 剧情里陆修原本的路线 辗转间终于找到了 自己的最终目标 一个残破的传送阵 原剧情中 陆修真是通过这个传送阵 来到了一个陨落道君的传承密室 不仅得了其中的传承 还顺便在此毕了个关 躲过了赵远凯的追杀 笑意就是冲着这份传承去的 也正好顺便看看 系统奖励的血脉之力 究竟会是什么 顶级啊 他记得 陆修所激活的血脉之力 就是属于顶级血脉之一的麒麟 想到这里 笑意的心中一片火热 但是对于眼前的阵法 他就有些束手无策 看来 要学的还要很多啊 虽然他不会 但是架不住 他有个好气灵啊 秦婉若睡眼惺忪的 被肖意叫了出来 盯着眼前的传送阵扫了一眼 随后用一种鄙视的眼神 看着肖意 就这么一个小破阵你都不会 我还没来得及学习阵法一道 怎么可能会 肖意回答的 很是理直气壮 哼 那你可真幸运 之前没有选到阵法那一关 肖意笑了笑没有说话 他才不会告诉他 这可不是幸运 而是他早就知晓 那两处考验分别是什么 有了秦婉若出手 不过一会儿 原本已经废弃的传送阵 就已经恢复了运行 你早点抽出时间来 宗内有大量的密法点击 可供你参悟 在回去之前 秦婉若对肖意说道 他如今可是将肖意 看成苍云宗的传承人 所以 苍云宗的那些传承 他都要盯着 肖意一一去修炼 肖意被秦婉若盯得 忍不住打了个寒战 眼前闪过一个画面 正是他被逼迫学习的样子 不是吧 他都已经换了一个世界 还要不停地被赶着去学习 真是苦命 嘴里连连答应着 将秦婉若收回到高原藏墓之中 肖意带着白纸一脚踏进了传送阵 一阵晕眩 传送的过程并不是很舒适 肖意忍着恶心的感觉 再睁开眼 便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先把这阵法给彻底毁了 防止那小子 万一顺着剧情进展跑过来 肖意将白纸放到地上 让他便回人形站到一旁 掏出王权剑后 对着传送阵一顿劈砍 确认这阵法彻底被毁得无法修复后 这才带着白纸开始探索 而就在肖意走后不久 陆修便跌跌撞撞地 来到了传送阵所处的地方 这是传送阵 怎么有些不对 秦老 您看一下 陆修认出地上这应该是个传送阵 可是这阵法与如今的又有些区别 不太确定的他 低声呼唤着正在休养的秦老 这是早期未经过改良的传送阵 此前刚被人用过 刚被人用过 陆修瞬间想到 那个偷取赤灵果的人 眼中立刻露出凶芒 他正愁没有任何方向 真是天助他也 居然让他误打误撞 碰上了这个传送阵 他一定要追过去看看 究竟是什么人 居然敢这么耍他 陆修掏出灵石放置好位置 等待着传送阵的启动 只见地上的传送阵 发出嗡鸣声 微微一亮 随后又一下子按了下去 这让陆修看到一愣 秦老 这是怎么回事 陆修不死心地再次催动传送阵 结果还是和刚才一样 不得不再次让秦老替他看一看 应当是对面的传送阵被毁掉了 这个传送阵已经废了 真是好心结 听到传送阵被废 陆修气得狠狠咬着牙 望着地上的传送阵 眼中露出了不甘的神色 最后却只能转身离开 萧毅熟门熟路地抱着白纸 走出了刻有传送阵的石室 静止来到主密室 对于途径的两间 附密室看都没看一眼 呀 这里有人 白纸冷布丁 瞧见一道人影盘坐在石床上 惊得他嗖的一下 窜到了萧毅的背后 紧紧抓住他的衣角 别怕 他已经死了很久了 萧毅转头安抚了一句后 便走上前去 白纸一步一驱地跟在他身后 悄悄探出头 仔细看了眼 这才看清石床上的人影 不过是穿着道袍 带着兜帽的一副人形骨架 这位作画于此的道君 名号武辞 原剧情中对于他的介绍并不多 估计也不是什么厉害的角色 不然也不会翘无声息地死在此处 萧毅只当这位原剧情中 被一笔带过的武辞道君 只是作者用来给陆修送资源的工具人 他按照原剧情中的步骤 接受了武辞道君的传承 并且获得了武辞道君留下的储物袋 处于对死者的尊重 和对于工具人送来的上好资源的感谢 萧毅并未立刻起身 而是端正的跪好 对着石床上的人形骨架 认认真真的刻了三下响头 丁 当萧毅刚准备起身 去往另外一间密室 打算吞服赤灵果实 什么东西从人形骨架的一袍间 滚落至他的脚边 嗯 这是 一枚雕刻精美的令牌 出现在萧毅的眼中 他有些疑惑地 将令牌捡起 看着上面银沟铁画的两个字 陷入了沉思 皈依 这难道是四宗之一的 皈依宗的身份令牌 原剧情中陆修可没有拿到这玩意儿啊 如今萧毅所处的时代 经过历史的魔力与演化 苍鸣界 也就是萧毅川书的这个世界 被划分为四大狱 而萧毅所处的地盘 正是人族昌盛的东苍狱 在东苍狱之中 最出名 也是最具权威的 便是地宫 地宫 乃是狱主所居住的地方 自地宫往下划分的势力 分别为四大宗和七大王朝 四大宗直立于地宫 而七大王朝之中 除了为首的圣诏王朝 只属于地宫 其他六大王朝 皆被四大宗所掌控 四大宗与地宫语义之下的 圣诏王朝始终屹立不倒外 其余六大王朝皆有更替 说白了 六大王朝 不过就是四大宗的人才储备点 和资源收集点 七大王朝每十年一次 都要上宫固定数额的修炼资源 给四大宗 并且四大宗会在这时候派出使者 前来收取六大王朝内 极具天赋的佼佼者 以此来补充新鲜血液 说起来 再过不久又是十年 福生宴也快开始了呀 福生宴便是七大王朝 为了争夺进入四大宗弟子名额 而进行的大比 也是七大王朝重新平定王朝实力 和各处资源山脉 划分的重大盛事 削一手指摸 缩着令牌的边缘 喃喃自语道 想要进入四大宗 成为那里的弟子 除了参加福生宴这一正规途径外 就只有运气极好者 被外出的宗门修士看重 直接收为旗下弟子 我这算是拥有了 进入归义宗的直通车门票了吧 武辞道君是归义宗的修士 而他刚刚已经继承了这位的一波 已经属于武辞道君的关门弟子 算起来 萧义已经入了归义宗的大门 嘖嘖嘖 果然好人有好报 只不过比鲁修多磕了三个头 就多出来这一份天大的好处 萧义美滋滋的将领牌收了起来 只要一想到福生宴开始后 一群天之骄子 为了入宗名额打生打死 而他只需要老老实实当个吃瓜群众 就能进入归义宗 嘴角的弧度怎么都弯不下来 走吧 萧义选择了究竟的一间密室 也没让白纸出去 就这么当着他的面掏出了赤灵果 直接啃了起来 成人拳头大小的赤灵果 被萧义两三口就吃了得干净 味道还不错 有点像火龙果 萧义伸出舌头舔了舔嘴唇 还有些意犹未尽 欧巴魔睡网 系统发放的血脉之力 已经融入萧义的体内 只要他服下赤灵果 就能百分百激活 就让我看看 系统送的究竟是什么顶级血脉 丹田处开始散发出一股股热流 逐渐流向萧义的四肢百脉 一开始萧义感觉还挺舒服 有肿汗蒸的感觉 但是随着体内温度越来越高 萧义的脸有些控制不住 发生了些许的扭曲 白纸一脸担心地 看着汗如水下的萧义 却不敢出声扰他心神 热 好热 萧义感觉自己 仿佛快要被热得融化了 体内的血液在沸腾 欢呼雀跃地快速流动着 此时的萧义 整个人都变得通红无比 好似那被煮熟的瞎子一般 与此同时 一股陌生的力量 渐渐充斥于萧义的体内 从开始的雷弱 随着时间的推移 逐渐开始加强 怎么还没完 血脉之力越来越强 萧义现在不仅感觉自己 有可能要被热死 还有可能会被这不断膨胀的力量 给撑死 他感觉自己的身体 已经快要承受不住 如此强盛的血脉之力了 干 看小说的时候 陆修很快就激活了血脉之力 并且轻而易举的就掌握了 怎么到我这里 感觉这么玄了 萧义感觉自己 被原剧情中的文字给欺骗了 他压根就不知道 原来激活血脉之力 居然还有这么大的风险存在 只是可惜 开弓没有回头见 这血脉之力 一旦开始激活 除了失败就是成功 不可能中途还给他来个暂停 就在萧义在这关键时刻 还奋出一丝心神胡思乱想之时 体内原本快要被撑爆的感觉 突然消失 身上陡然一清 后背一阵苏麻 恍惚间 萧义似乎听到了一声 来自远古的咆哮声 成功了 这 这是质疑 质疑 那是什么玩意儿 瑞兽凶兽里面 好像都没听说过这个名字 萧义重重地喘了口气 好奇地转头 想要看看 让他受到如此折磨的 究竟是何种血脉之力 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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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特么就是系统说的 顶级血脉之力 我这是被坑了吧 萧义看到自己身后 由血脉之力凝结而成的虚影 差点被弃地当场给白纸表演一个口吐白目 说好的神兽呢 说好的凶兽呢 再不计也不能给他这么的坑爹货呀 恭喜少爷 少爷你好厉害 这血脉之力居然是极为稀少的质疑 少爷 果然是天赋一饼 白纸夸赞的话语 让萧义只感觉到深深地被嘲讽了 指什么疑 瞧着圆滚滚的身材 黑白两色的毛发 还有那极为著名的黑眼圈 这特么不就是国宝大熊猫吗 萧义额角青筋 抱成一个锦字 他现在只想问系统能不能退货 很抱歉宿主 奖励一经发放 该不退换 系统马上就回答了萧义的问题 少爷 少爷 你怎么了 好像 不是很开心的样子 白纸终于欣赏完直一的风姿 这才注意到萧义的脸色 他有点搞不懂 这可是稀有杜堪比四生兽的质疑呀 为什么他家少爷一脸想杀人的模样 没有 我很高兴 非常高兴 萧义咬牙切齿地说道 脸上还挤出一个难看无比的笑容 白纸只是比较单纯 可不傻 萧义这幅模样鬼都不幸能跟高兴沾的上边 对了 你为什么叫他质疑 看到白纸似乎还想说些什么 萧义果断地转移了话题 他高不高兴很重要吗 显然不重要 血脉之力都已经激活 系统又不肯给他退换 从此以后 他就要背着这个大国宝一起战斗了 想想人家一动手 血脉虚影一线 不是什么虎豹狼 就是什么鹰雕棚 实力强不强地先不说 就是那摆出来的气势就够威风的了 而他呢 烧疑累绝不爱地收起了血脉虚影 一点都不想看到他 他一直都是叫植仪啊 少爷 你是不是没听说过他的名号 白纸感觉自己猜到了真相 怪不得自家少爷闷闷不乐的 估计是因为他并不清楚植仪的强悍 肯定以为自己的血脉之力不强不厉害 想到这里 白纸就觉得自己有义务 替自家少爷好好普及一下 关于植仪的知识 虽然 在族那时 每当上到妖族渊渊史时 他总是第一个睡着的 但好歹他也是知道的大概的 反正肯定比自家少爷强 萧逸一脸莫名地看着脸上 突然绽放出自信之光的白纸 不明白他的随口疑问 戳到这小狐狸 哪根奇怪的神经了 远古之时 植仪族强盛时期 可是能跟四圣兽比肩的存在 白纸也不等萧逸回答 就开始巴拉巴拉 说起了植仪族的历史 萧逸原本还沉浸在失望中 可是听着听着 就认真了起来 大概就是这样 再具体的 我也不太清楚了 总之 少爷你的血脉之力 是非常厉害的 可一点都不比别人差 质疑 质疑 萧逸猛地一拍脑袋 他想起来了 原剧情中 陆修崛起之后 可谓是所向屁拟 走到哪打到哪 最后的赢家只有他 只是在海外先倒剧情时 跟人产生冲突 因为一时大意 居然败在了那人手上 陆修意外受挫 自信心很是被打击 却也因此反省自身 反而稳固了道兴 当时萧逸看的时候 对于这一段一扫而过 并没有多放在心上 印象深刻的 只有后面大战 海外群先倒剧情 他只隐约记得 陆修后面不断打听 想要再找那人打伤一场 结果却找不到那人的踪迹 打听到的信息里 就有关于那人的血脉之力 是了 就是质疑 因为这段剧情在很后面 萧逸想了半天 最后总算是想起来了 这狗作者 该不会是写着写着 把这人给写忘了 所以后面压根 就没有关于质疑的描述了 萧逸在心里 狠狠地鄙视着小说作者 你怎么好歹 把质疑的样子 给描述出来也好啊 只要提一嘴大熊猫 他怎么都不至于毫无印象 好在 要不是他还有白纸的提醒 指定得把如此重要的信息 给忽略了 这可是能把男主 给压制住的血脉之力啊 萧逸一扫之前的沮丧 脸色显而易见的 变得灿烂了起来 小狐猎 你可真是太棒了 萧逸发自肺腑地夸赞着白纸 抬起右手 就对着他的脑袋 揉了又揉 虽然手感比不上他的本体 但是也还能将就 白纸听到萧逸的夸赞 心里一喜 结果萧逸的举动 让他整张脸都皱到了一起 他忍了又忍 最后还是没忍住 一爪子将那只 在他头顶作乱的大手给拍开 我头发都被你揉乱了 白纸一脸控诉地说道 看着小狐狸 原本一头柔顺的秀发 在他刚刚的操作下 变成了鸟窝 萧逸善地收回了手 摸了摸了鼻子 不过 瞧着小狐狸 那一脸气鼓鼓的模样 还挺可爱 萧逸看着把脸骨成包紫白纸 手比脑子快 那只罪恶的右手 再次伸了出去 轻轻一戳 不 小小的气音 同时在两人耳边响起 少爷 白纸一双狭长的狐狸眼 被撑得低溜圆 不敢置信地看着萧逸 嘿嘿 那什么 事情都结束了 我们该出去了 萧逸也没想到 自己居然会做出 这么幼稚的举动 赶紧先溜一步 白纸对着萧逸的背影 狠狠地翻了个白眼 狠狠地跺了跺脚 萧逸原本想直接离开 最后想了想 还是回了趟 武次道君所在的密室中 将他的尸骨 收进了高原藏墓 反正 里面牧师多的是 萧逸随便找了监控牧师 将武次道君安置在其中 等日后 他进入归义宗 便将这便宜师傅 葬入宗门陵园 也算是 让他落叶归根了 从密室出口的传宋镇中 走出来 萧逸此时 已经身处天延王朝的 南部地区 与云阳关相隔数千里 算了 还是直接回天井城得了 萧逸咕摸着 就算此时他赶回云阳关 战事恐怕也早已结束 大部队都班师回朝了 不想瞎折腾 萧逸带着白纸 从传宋镇所处的山洞中出来 将这个位置记住后 就立刻下山 萧逸原本打算问明白 回天井城的路线后 直接一路遇见而行 结果山脚下的小村落 那些村民去得最远的地方 也不过是附近的县城 对于如何去天井城 都是一脸的茫然 萧逸只能老老实实地 先带着白纸赶去最近的青安县 萧逸自认不是路痴 但是当他看到城门上 明晃晃的孤员二字时 顿时陷入了自我怀疑中 少爷 青阳县不是到了 我们不进去 白纸不知道 萧逸为什么突然站在原地 开始发呆 萧逸猛然转头看着白纸 你不识字 我当然识字 白纸觉得自己受到了妖身攻击 虽然他平日里上课 一直浑水摸鱼 但是字还是认识的好吗 识字 你管那两个字叫青安 睁眼说瞎话 也不是这么干的 萧逸看着白纸的目光 透露出一丝怜悯 真是个可怜孩子 居然没读过书 哈 这不是青安 我 我是妖族 识的当然是妖族的文字 你们人族的 文字我当然不认识了 白纸说的很是理直气壮 啊 萧逸无话反驳 甚至觉得 小狐狸这话说的还挺有道理 正好身边经过一人 萧逸将他拉住 不死心的想要问问青安县 是不是就在附近 你要去青安县 那可远了 这个时辰 你到天黑前肯定是赶不到了 还是在城里歇息一晚 明早再赶路吧 那人告诉萧逸顾原县 离青阳县 完全就是一南一北两个方向 彻底打碎了他心里的侥幸 最后还很好心的劝他 现在城里留宿一夜 多谢 萧逸奄奄的对那人拱了拱手 仰天长叹了一口气 他们现在所在的地方 根本不是预定的青安县 而是毫不相干的孤原县 他心中萧逸那原本高大上的形象 一回再回 如今跟萧逸说话 已经完全不似当初的战战兢兢 态度很是清静和随意 肯定不是我的问题 一定是因为我是遇见而行 天上的路线与地上的路线有出入 萧逸死鸭子嘴硬 坚持自己不是路池 行行行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 所以我们赶紧进去吧 白纸也不揭穿他 他现在只想进城去瞧一瞧 他还从未进入过人族的城池 不知道是不是与妖族的聚集地一样热闹 你戴好威貌 别让人瞧见了 萧逸仔细叮嘱了一番 白纸的特征太过明显 这种小地方很容易引起骚乱 萧逸不想徒增不必要的麻烦 至于到了天井城 白纸就不需要如此遮掩 虽然他在幕府没见过 但是他还是知道 天井城里那些大家族 有不少人喜欢用妖族当奴仆 知道了 白纸也知道自己的样子 在人族比较惹眼 连连点头答应 只不过 他们两个直接被卡在了进城的第一步 把围帽摘下 鬼鬼祟祟 藏头露尾的做什么 白纸听到这话 第一反应就是 转头去看自己的尾巴 是不是不小心露在了外面 没有露尾巴呀 萧逸听到白纸小声的嘀咕 嘴角直抽抽 这小狐狸又犯傻了 快点 这么磨蹭 你们一定有问题 说话的城门兵 被萧逸随手甩出来的东西砸到脸上 发出了一声痛呼 你居然敢偷袭 来人 快把他们抓起来 另外两个城门兵 原本都在看热闹 看到萧逸出手 脸色顿时一变 立刻抽出了挂在腰间的佩刀 刀尖对准萧逸大声呵斥 排在萧逸身后的人群一阵骚动 前面的人吓得拼命往后退 后面的人想要看热闹 一个劲儿地往前挤 城门口顿时 乱成了一团 少 少爷 白纸被吓到了 他从未见过如此阵仗 一把揪住萧逸的袖子 我劝你们先把那令牌捡起来看清楚了 再说话 萧逸很是无语 他原本都没打算亮出自己的身份 只想低调地入城 找到孤原县的县官 问问最近的传送阵在哪里 结果没想到 一个小小的城门兵居然如此嚣张 令牌 什么令牌 别以为你拿个什么不知所谓的令牌就能 那被萧逸砸脸的 城门兵看都不看地上的令牌一眼 跳着脚嘴里不断地让同伴 将这两人通通抓起来 送入打牢 好在 不是所有人都跟他一言蠢 另外两个城门兵 看着萧逸一脸平静的样子 再听到他的话 心里就是一个咯噔 一人上前将地上的令牌捡起 放到眼前看得无比仔细 这 这是 军中的特制令牌 您 您是 这人似乎是个老兵 马上就认出了萧逸的令牌代表的含义 半是激动 半是惊恐地看向萧逸 你认识就好 不必多说 现在我要进城 萧逸摆摆手 让他不必说出自己的身份 是 是 是 您请 您请 老兵恭恭敬敬地将令牌 双手捧到萧逸的面前 随后赶紧示意同伴放行 那个冲着萧逸叫嚣的城门兵 看着情况有些不对 心里顿时有些打鼓 但是一想到自己的靠山 又挺起了胸膛 似乎想要说些什么 结果被身边的人 一把捂住了嘴巴 给拖到了角落里 嗯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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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逸看都没看大人一眼 而是点了点那个老兵 让他带路去往县衙 少爷 你那令牌是干嘛的 怎么一亮出来 他们那么害怕 白纸到现在为止 都不清楚 萧逸是做什么的 很是好奇的问道 萧逸简单的解释了一下 这块令牌 特属于天炎军中修士所有 有着一些特权 当然 等萧逸回去以后 这块令牌就要上交了 不过此时 还是能拿出来 当畅通无阻的通行证来使用的 原来是这样啊 白纸似懂非懂 反正他只知道 有了这枚令牌 他们去哪里 都不会被拦着了 萧逸也无所谓 白纸懂不懂 就当是闲聊 很快 两人就来到了孤原县衙 咦 老张头你怎么过来了 快快快 快去通知县官老爷 有贵人临门 站在县衙门口牙役 疑惑地看着老张头身后的两个人 还想再多问两句 别问了 出什么事 我老张头一力承担 赶紧的 别耗了贵人的时间 看着老张头急得满头满脸都是汗 两个牙役互看一眼 一个小跑着进去找县官 另一人将他们迎到了一间屋子里 孤原县县令名叫关正浩 名字很大气 在见过萧毅的令牌后 很是热情地招待着两人 萧毅看了眼关正浩 又傅看了眼 神情有些复杂 大人 可是本官哪里说的不对 关正浩被萧毅连连看了好几眼 终于忍不住问出了口 没有 就是你的名字和你本人 感觉不太一样 萧毅顿了顿 努力找了个委婉的说法 这张头鼠目的模样 配这样一个名字 萧毅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长得寒称不是他的错 只是他这人从骨子里流出来的那骨子功利性 让萧毅看得一阵腻歪 啊 是这样 本官懂 本官懂 嘿嘿 大人不是第一个这么说的人了 本官虽然长相略跟名字有些出入 但是本官做人 可一直在努力向我的名字靠近 萧毅被此人的厚脸皮给惊呆了 他还是第一次遇上这种人 夸自己夸得这么奇境 他却完全没有尴尬的感觉 关正浩丝毫不尴尬 但是萧毅听得都快用脚趾头 抠出一座大豪宅了 那个婉言就不需要了 我只想知道 离这里 最近有传送阵在哪里 萧毅觉得自己 要是不开口打断 这人自顾自说到天黑 好家伙 他只不过一愣神 官正浩都已经替他安排到三天后的行程了 大人有所不知 这传送阵 除了各大边关之城 与帝都天井城拥有 其他任何城池 都不得私下架设 又长新知识了 萧毅听完官正浩的解释 心里略一琢磨 就明白了 为何皇帝不允许其他城池有传送阵了 这传送阵一架 万一有人想造反 直接就能传送到帝都了 这皇帝又不是傻子 怎么可能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只是可惜 萧毅的希望落空 看来只能辛苦一点 自己赶路回去了 你这有没有去往天井城的地图 萧毅觉得光凭一张嘴问几个人 似乎有些不太靠谱 保险起见 还是手里有张地图能安心一些 当萧毅说到地图时 就感觉到身旁一道目光落在自己身上 不用看就知道 一定是白纸 萧毅假装自己察觉不到白纸眼神中的野鱼 一脸期待地看着关正浩 这个 这个 地图本官有 只是 这地图属于机密文件 不可轻易 关正浩一脸为难 支支吾吾地说着 小眼神却不停地去着萧毅 这意思 地图也没戏了呗 萧毅皱眉 一开始并没有注意到 关正浩的一样 原本想着地图拿不到手 那就索性让人 给他现场画一个简易版的 萧毅抬头刚想说话 立刻就发现了 关正浩那猥琐的小眼神 嗯 不对 这是 哦 他懂了 萧毅神识扫过储物袋 从里面的嘎拉脚离 找出一瓶对他来说 没什么用的丹药 放到了关正浩的面前 此丹药能够增强身体 温养五脏六腑 他耐着性子 给关正浩讲明的 这丹药的效用 果然 关正浩一脸欣喜地 将玉萍紧紧捏在手里 嘴里不断说着感谢的话 随后便起身 亲自去拿了一份地图给萧毅 当然 如今天色已晚 您不如在孤圆歇上一晚 休息好精神 明早再启程 关正浩得了好处 对待萧毅的热情 比之刚刚更甚 萧毅原本的打算是 日夜兼程 感到有传送阵的城池 如今传送阵没了着落 而他 对于自己在空中认路的本领 已经有了一些认知 天黑赶落 怕不是越走离天井城越远 好 不过晚饭 不用准备的太多 随意就好 萧毅矜持地点头同意 他还记得关正浩之前 说要弄个晚宴 立刻加了一句 关正浩原本兴奋的神色一将 瞄着萧毅脸上的认真 确认了萧毅这话 确实是这么个意思 信心地点头 随后叫人去安排萧毅二人的相防 白纸听到 两人已经把事情都说完了 偷偷拉起萧毅的衣角 不停地摇晃 萧毅一开始没明白 回头瞅了他眼 啊 白纸的帽帽 把人遮得无比严实 他看了个寂寞 什么事 萧毅传音问道 我想出去逛一逛 少爷 我还从来没有来过人族的县城 你陪我一起去看看呀 这个小尾音拖的 萧毅感觉骨头都要酥掉了 行吧 行吧 虽说天色不早 但是距离晚饭还有一段时间 与其待着听着关正浩放屁 还不如带着小狐狸出门溜达一圈 你也不用陪着我 自去忙你的去 我自个出去逛逛 萧毅拒绝了让关正浩跟着 诗诗然带着白纸 就出了县衙府的大门 一路走走停停 白纸看到什么都非常好奇 不停拉着萧毅问东问西 其实说起来 萧毅从穿越到现在 好像还真没怎么好好出门逛过 这个世界与他原来的世界 有很多东西 对于萧毅来说 一样很是新奇 遇上看着跟原世界差不多的 萧毅就大概讲述一下 遇上他也不明白的玩意儿 就直接开口询问 这一趟下来 萧毅和白纸二人都大开眼见 这还是只是天延王朝内 一个小小的县城 就有如此丰富多彩的东西 哼 白白待在天井城这么久都没出去看过 萧毅脸上颇为感慨 他当初怎么就这么傻 住在幕府一天都没有出去过 如今怎么想 怎么都后悔 天井城可是天延王朝的帝都 想也知道 那里肯定比这个小小的孤原县 繁华不知多少倍 好了 差不多该回去了 这一路上 多的是城池给你逛 眼看那些小摊贩 一个个都收拾东西 准备回家了 萧毅一把拉住 还想到处乱窜的白纸 萧毅带着白纸回到县衙时 关正浩已经令人准备好了晚饭 送到我房内即可 我就不去打扰 你女尊夫人用餐了 萧毅再次拒绝关正浩 一来是因为白纸 二来则是 他不想在吃饭的时候 还要看着那张脸 耳边是关正浩喋喋不休的话语 耳朵都要起剪子了 关正浩满是遗憾地看着萧毅 不过也并没有坚持 想要献殷勤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会看人眼色 萧毅虽然看不上关正浩这人 但是也不得不说 这人进退确实有度 事业 萧毅睡得正相识 却猛然间睁开了双眼 不是吧 这么个小地方都能有幺蛾子 烦躁地抓了抓头发 感受到那股越来越近的阴气 萧毅任命地从床上爬了起来 能不能让人好好睡觉了 萧毅没好气地 冲着那道穿墙而过得鬼影说道 我死得好惨啊 这是个女鬼 眼睛不断渗出心红的泪珠 面色如刷了几层白漆似的 脖梗处有着深深的掐痕 他目光落在萧毅身上 嘴里不断弥谈 重复着那一句话 这一看就是被人给掐死的 长得倒是挺好看 可惜了 萧毅煞有介事地点评了一句 少 少爷 白纸的声音在萧毅背后窃窃地响起 当萧毅侧身转过来露出身前的鬼影后 白纸忍不住发出了一声尖叫 啊 有鬼啊 随后白眼一番 直接晕了过去 萧毅 萧毅 不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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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歹也是个妖啊 这怎么还怕鬼怕到晕过去 萧毅没有被这女鬼吓到 反而是被白纸那一声给吓得抖了个机灵 大半夜如此甚人的一声惨叫 哪怕睡得再死的人都会被叫醒 萧毅听到不远处传来的嘈杂人声 无奈地叹了口气 看在你是被人害死的份上 你走吧 我不收你 就算想搞事情 好歹等他走了再说 萧毅偷偷在心里补上一句 但是这女鬼显然没有领会到萧毅话里的意思 不知是受到了白纸那一声的刺激 还是感觉到了什么 整只鬼不负刚才的平静 变得癫狂起来 报仇 报仇 我要报仇 嘴里的话总算换了一句 随后搜的一下就消失在了萧毅的面前 这不是笔着我动手吗 萧毅真心不想沾这种破事 但是他身为天眼王朝如今的官方修士 又身在朝廷命官的家里 于情于理都得管这事情 麻烦 早知道还不如赶夜路 萧毅并没有第一时间追上去 而是先将晕倒在地上的白纸抱了起来 送回了房间 白纸现在可没有戴帽帽 就这耳朵和尾巴 萧毅可不想把那女鬼解决完 回头这小狐狸就被人给绑起来 当成妖怪给杀了 虽然他确实是只妖怪 等到萧毅慢悠悠地找到女鬼的所在之处 就看到一个男人被他直接掐住脖子 给踢到了半空中 底下的人一阵哭爹喊娘 官正好哆哆嗦嗦地护在一个女人面前 一个劲地喊着去找大人 快去找大人过来 而那女人瞧着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 嘴里不断哭喊着弟弟 快救救我弟弟 底下的奴仆婢女全都眼前的景象 给吓成了软脚虾 连路都走不动 谁还能听他们的指挥 欧巴摩睡网 萧毅瞧了眼被女鬼掐住脖子的人 忍不住乐了 这不就是那个 之前在城门口 很是嚣张拦路的城门兵 没想到他居然也住在这县衙府 想到官正好身后那女人念叨的弟弟 萧毅撇了撇嘴明白了 这是个关系户 有个仙太爷姐夫 难怪那么嚣张了 萧毅忽然想到了沐晴月 他要是跟那女魔头成婚 穆廷叶好歹 也是当场一品大臣 那这么说起来 他是不是也可以仗着穆廷叶的名号 在外头狐假虎威了 还不待他细细琢磨这其中的可行性 官正好就看到了萧毅的声音 猛的一嗓子就嚎了出来 大人啊 大人救命啊 大人 人还没死 现在嚎丧有点早了 这一个个的都这么一惊一乍 简直逼鬼都要吓人 萧毅淡定地说了一句 看着官正好的小舅子 已经出气多尽其少 知道再不动手 这人就真的要挂了 他抬起右手 二指并拢朝着女鬼打出一道斗气 斗气直接击穿了女鬼的双手 只见掐住小舅子的双手 顿时被打散成一片阴气形成的云雾 快接住啊 你们这些废物 快去接啊 女人看到自己弟弟 直直地从半空中往下坠落 吓得再也保持不住形象 私生谩骂道 萧毅显腻着那女人 嘴上叫嚣个不停 身体却始终躲在官正好的背后 不曾磨动半分 嘴里发出了一声痴笑 就在那小舅子 快到摔倒青石板上时 萧毅这才又打出一道极弱的斗气 将人平稳地接住 萧毅打出的那一道斗气 也仅仅是将人给接住 随后就彻底消散 小舅子在离地还有一米多的地方 直接给摔倒了地上 发出了一声极为清脆的咚 啊 女鬼似乎被萧毅的攻击给彻底激怒 仰天发出一声咆哮 原本只是垂落至腰间的黑色长发 猛然暴涨 脑袋一甩 黑色长发分成两股 一股朝着地上的小舅子而去 一股朝着萧毅攻了过来 你能不能清醒一下 咱们好好聊一聊 不要这么暴力啊 萧毅试图想要跟女鬼 用另外一种和平的方式 将此事给解决了 倒不是她打不过这个女鬼 萧毅只是瞧着这么一个好看的姑娘 却在最美好的年华被人给害死 心里有些惋惜 这人 不是 这鬼明显是来替自己报仇的 这里这么多大活人都没事 顶多是有几个胆小的 和白纸一样是被吓晕的 说明这女鬼并没有滥杀无辜 要是这女鬼被怨气冲昏了头脑 不管不顾的见人就杀 那萧毅肯定二话不说 直接掏出天地黑雷炎 将这女鬼焚烧个一干二净 魂飞魄散 但是她没有 这就有些难办了 萧毅一直有着自己的一套底线 有仇报仇 有怨报怨 在她看来 这女鬼跑来报仇 其实并没有做错什么 杀人者 人横杀之 错的不是这女鬼 而是那个让女鬼丧命怨恨的人 可嗨嗨 可嗨嗨 杀了她 快杀了她 地上的小舅子总算缓过劲来 眼泪鼻涕糊了一脸 她惊恐地望着半空中的女鬼 声嘶力竭地冲着萧毅不断喊道 草 这小子是嫌自己死得不够快啊 萧毅就没见过这么蠢的人 给自己拉满了仇恨值 那原本朝着萧毅攻去的那股头发 愣是在那人开口后 硬生生来了个急刹车 直接将萧毅抛弃 一个拐弯 也朝着那小舅子扑了过去 定 萧毅及时甩出一张定身符 将女鬼牢牢地定在半空中 女鬼那一头黑色长发 勘勘就停在那小舅子的面前 无法再往前一步 小舅子眼神发自地看着 这要人性命的发丝 再也承受不住连番的恐惧 一股不明液体带着心骚味道 竟湿了衣裤的一脚 咯咯咯咯咯咯 喉咙里发出奇怪的声音 小舅子知道性命得到了保证 终于两眼一黑 彻底昏了过去 萧毅脸上的嫌弃之色显而易见 捏着鼻子一挥衣袖 把小舅子给扔回了关正浩的身旁 随后目光放在女鬼的身上 萧毅有些头疼了 杀又不想杀 放又不能放 算了 还是暂时关在高原藏墓里吧 萧毅略一思考 就有了决定 女鬼正努力想要冲破身上的符咒书府 眼前一花 便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身上的定身符也同时消失 她快速地在四周穿梭 想要回到县衙府的后院 结果这地方大的仿佛一个迷宫 你就先待在里头好好玩会吧 萧毅拍了拍手 满意地点点头 转身准备回去继续睡觉 大人 大人 这 这就好了 关正浩一把推开身边 正拉着她哭哭啼啼的女人 勉强提起几分力气 迈动双腿 向萧毅走去 不然呢 你还想看 我跟女鬼大战三百回合 萧毅的语气有些差 谁大半夜睡得好好的 突然被迫拉起来营业 脾气都不会好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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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真是厉害 关正浩的马屁 那是张嘴就来 萧毅摆摆手不愿搭理她 比来之前更快的速度离开了这个院子 回去之后 萧毅先去看了看白纸的情况 这不是狐狸精 这是猪精 晕着晕着就睡熟了 萧毅哭笑不得的盯着白纸那睡得红扑扑的小脸蛋 摇摇头 一日 萧毅神清气爽的从床上爬了起来 伸了个懒腰 关了一晚上 应该清醒了吧 睡饱了的萧毅 也总算开始琢磨着女鬼的事情 一时心软 抓了个麻烦回来 也不能一直这么不管不问 事情都结了 总得要解决 萧毅神识探入高原藏墓 锁定了女鬼的位置 直接消失在了房间内 我死得好惨啊 找不到复仇目标的女鬼 再次恢复了之前的状态 嘴里不断呢喃着这一句 不停地在到处乱飘 你能不能换一句 算了 这也不是重点 萧毅的出现 立刻就引起了女鬼的注意 黑色长发无风自动 开始迅速变长 他似乎认出了眼前的男子 就是阻碍他复仇的人 双眼开始慢慢冲血 眼角血泪打开了阀门 刷刷刷地流了起来 打住 我没准备跟你动手 萧毅看女鬼 压根就没理会自己的话 依旧自顾自地 准备开启疯狗模式 赶紧利用自己身为 高原藏墓主人的特权 将女鬼给压制住 能不能好好聊慧天 女鬼 女鬼 能 他有选择权吗 明显没有 萧毅满意了 打了个响指 场景一变 直接身处一间 布置雅致的房间里 随手扯过一张椅子 萧毅坐好后 示意女鬼 可以开始说出她的故事 虽然身上的压制已经消失 但是女鬼还是能感觉到 这个地方 对她无时无刻地关注着 只要她稍有一动 压制必定随之而来 所以 她只能老老实实地 将自己身上发生的一切 通通都告诉了萧毅 故事很老套 女鬼名叫秋福 是孤原县里一个老裁缝的女儿 偶然间被孙启元 也就是县太爷 那个便宜小舅子给看到后 便起了歹心 一开始只是频频来骚扰 老裁缝知道惹不起孙启元 只能让秋福闭门不出 并且通过熟人 很快就替秋福定下了婚事 说的是另外一个县的秀才功 孙启元见不着秋福 又得知人家已经订婚 果然不再出现 原以为事情会这样过去 秋福安安心心 并且带着对未来的期待 开始秀起了嫁衣 谁知 某天夜里 孙启元喝得醉醺醺的翻了墙 正巧被企业的老裁缝给撞见 两人推荡之间 老裁缝被孙启元失手给推到了墙上 当场撞得头破血流 直接丧命 老裁缝一死 孙启元的酒也给吓醒了 刚想转身跑路 秋福听到动静后 出来时就瞧见自家爹爹 倒在血泊之中 看到孙启元想跑 他张开嘴就想喊人 结果自然是没喊成 也不知是不是杀了人 激发了孙启元心里的凶性 再加上酒意 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将秋福拖回了他的房间 先X后杀 最后在老裁缝的院子里 挖了的大坑 把妇女俩埋在了一起 急匆匆地抹出了所有的印记后 逃之夭夭 人渣 该死 萧毅原本就对那孙启元看不上眼 如今听完秋福的故事后 更是觉得这人活着纯粹是浪费空气 他要是昨晚就离开 那该多好 那孙启元没了他的插手 必然会为他曾经做过的事情 付出生命的代价 只可惜千金难买早知道 纵使萧毅手握剧情 但是对于剧情里没有提到的内容 他就无可奈何了 你一定要亲手杀死他吗 萧毅想了想 提问道 只要他死 只要他死 秋福又开始激动 血泪珠子噼里啪啦的往下掉 看来也不必要秋福亲自动手 只要那人扎死了就成 那这就好办了 不过 还有个问题 为什么说他是便宜小舅子 原来 昨晚萧毅见到的那个女人 并不是关正浩的正妻 只不过是个小妾而已 关正浩的正妻在他老家 这小妾 是他在孤元献上任后 纳进后院的颇为得宠 而孙启元在关正浩面前 完全就是个孙子 将关正浩这个便宜姐夫 舔得舒舒服服 他的小日子自然也过得无比滋润 孙启元能这么有恃无恐 无非就是仗着关正浩的事 萧毅已经想好 这事就让关正浩自己去解决 毕竟 或多或少 也是与他有些干系 萧毅从高原藏墓里出来 门外响起了敲门声 是来送早饭的奴仆 经过昨晚的事情 如今再看到萧毅 那些人看向萧毅的目光中 饱含着热烈的崇敬 言行举止上 越发的恭敬谦卑 跟你们先太爷说一声 吃过早饭 让他来见我 是 大人 萧毅挥手让他们退了出去 传言给隔壁的白纸 叫他过来 少爷 我昨晚做噩梦了 白纸一边不停地 往嘴里塞着大肉馅的馒头 一边含含糊糊地跟萧毅说道 做噩梦 这傻狐狸该不会 萧毅加菜的手顿了顿 邪腻着白纸等着他 继续往下说 我梦到一个女鬼 哇 她长得好吓人 果然不出萧毅所料 这傻狐狸 直接把昨晚的事情 当成做梦了 不是做梦 我还以为我要背 什么 白纸惯性地继续往下说 说到一半 耳朵里倒是接收到了萧毅的话 但是脑子显然并没有反应过来 只见他腮帮子被馒头 塞得微微鼓起 小嘴半开半拢 迷茫地看着萧毅 昨晚确实有女鬼 你看到后就被吓晕了 萧毅很是体贴地 将白纸当时的蠢样 给他完整地复述了出来 你说你一个狐狸精 为什么胆子比兔子都小 大家同位一类 你有什么好怕的 这个问题 萧毅问得很是真心实意 我 我是妖族 又不是鬼族 谁说妖族不能怕鬼了 怕鬼还需要什么理由吗 白纸虽然知道自己有些怕鬼 但是在这之前 还从未见到过鬼 着实没想到 自己的表现居然会这么丢人 嘴里的肉馒头顿势 一点都不香了 怕鬼好像确实不需要什么理由 萧毅耸了耸肩 眼看着白纸尾巴上的毛都炸了起来 明智地选择了结束这个话题 原本还想戏弄下他 将秋服放出来 让白纸练练胆子也好 不过瞧着白纸 这一脸抗拒的模样 还是算了 而且秋服现在的状态不稳定 难保放出来后 不会乖乖听萧毅的话 给白纸练胆的计划 还是以后再说 吃完你就赶紧回放去 一会儿那个县灵会过来找我 你乖乖待在房间里面 别乱跑 那我们什么时候走啊 孤原县就这么点地方 昨日里该逛的也逛的差不多 白纸已经迫不及待 想要去到下一个城市 啊 说不准 今日估计是走不了了 萧毅也不太确定的说道 白纸撇了撇嘴 虽然有些不开心 但也没再说什么 事情原委就是这样 你看该如何解决 萧毅说完便端起手边的茶盏 淡定的喝了口茶润润嗓子 而坐在他对面的关正浩 此时正拿着手巾 不停的擦拭着额头渗出的汗珠 这 真是没想到 事情居然会是这样 大人明察 本官对于此事 是一无所知啊 关正浩第一时间 就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 对于这话的真假 萧毅懒得去证实 反正只要将那个孙启元给解决就行 关正浩也看出 萧毅无意追究他失察的意思 脑子快速地旋转 斟酌着语句 将自己的打算说了出来 本官立马派人去邱家查看 若是真翻出尸体来 立刻追查凶手 萧毅就这么静静地 看着关正浩 也不说话 只是在萧毅这平静的眼神下 关正浩的声音越说越小 大人 不是本官不信您说的 只是这查案办案 自有一套流程 就算本官是县令 也不能 你是想渐渐受害鬼吗 这个简单 我可以给你临时开个天眼 让你 不 不 不 这就不用了 大人 我现在立刻派人将孙启元收入大牢 但是这尸体和证据确实是需要派人去 萧毅直接打断了他的话 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在你这里耽搁 其实 时间萧毅大把的有 但是在他看来 事情已经很明了了 当然该走的流程 他也知道必须要有 他之所以让关正浩来处理 一是 不想脏了自己的手 也不想让秋福 为此沾染上人命 对他以后的修行十分不利 既然萧毅都揽下了这时 自然也不会就此放秋福离开 养成一个鬼仙 好像也挺不错 那陆修的红颜之脊里头 可就有一个鬼仙 萧毅虽然想得很好 要将陆修的机缘通通截胡 但是他不能保证 自己百分百每次都能够成功 毕竟 他可不是天道的亲儿子 所以为了以防万一 也是为了增添一份实力 萧毅决定帮秋福解决此事时 心里头就已经有了将他养成的打算 下午升堂 判决 行行 早点解决此事 你也能早点安心不适 关正浩张嘴就要说不行 哪有这么快就能结案的 只是听到萧毅最后一句话 心里打了个秃秃 想到萧毅只是暂时将女鬼收走 并未直接将那女鬼打得魂飞魄散 难道要是他不照办的话 这位大人还会将那女鬼放出来 大人 大人您三思 人间自有人间的律法 那女鬼纵死的冤屈 也不能将他放出来 萧毅嘴角一抽 没想到关正浩居然想到这上面去了 他看着很像是那种一言不合就放鬼的人吗 萧毅选择性忽略了自己 就在几句话之前 还想给关正浩开个天眼 让他领略一下不一样的世界 你想多了 秋福既然被我收走 我就不会再让他网造杀念 只是 萧毅说到这 故意停下来 意味深长地看着关正浩 就是不往下说 把关正浩急得够呛 只是什么 大人 烦请大人多 指点一二 关正浩听着 总觉得萧毅那位说完的话 十分关键 这是本关组上传下来的一枚玉佩 虽然没什么用处 但是盛在雕工精致 橙色也算上等 关正浩将早就准备好的一枚玉佩掏了出来 脸上带着明显的肉疼 递到了萧毅的面前 萧毅扫了眼那玉佩 并未在意 那玉佩半点灵气都没有 对于萧毅来说 完全属于无用之物 看着确实挺精美 送给白纸玩玩 他应当会很喜欢 萧毅并没有推辞 直接将玉佩收下 就当是昨晚出手的报酬了 萧毅收走 若是我走之后呢 你敢保证 不会再有第二个 第三个萧毅的存在 关正浩一愣 他压根就没有想过 还会再有女鬼出现 他围观这么多年 一直太太平平 虽也知道修士的存在 但几乎未曾接触过 天延王朝的基层官员 依旧还是凡人之躯 不过 自周府以上 几乎或多或少都有进行修炼 世家出生的子弟 自然有本族的修炼功法 而寒门出生的官员 那就只能拼命积攒功绩 等到了一定的位置 皇室会赐下基本修行法 关正浩上风的上风 就是一名修士 当初见到后 关正浩就舔着老脸凑上去过 只是那人一脸的高傲 随即就被立刻斥责赶走 对于萧毅 他一开始只是惯性的追捧加试探 结果没想到 萧毅的态度让他很是惊喜 这跟他此前远远见识过的修士 完全不是一个样 那些人不管是年少还是年老 看着他们的眼神 永远带着轻蔑与高傲 甚至更多的还是鄙夷 仿佛多看他们这些凡人一眼 都是污了他们的眼 然而萧毅给他的感觉 就仿佛他只是 披了个修士的外皮 说话做事 完全没有带着那种高高在上 施舍一般的态度 这让关正浩不知不觉中 多少有些将他当成了 与他一般无二的普通人 昨晚的事情 让他看到了萧毅的厉害 早上听到下人传讯萧毅找他时 他那心里就不停地在打鼓 明明来之前还怕得不行 心里想着 无论萧毅提出什么要求 他都一定会去完成 结果进了这扇门 人客客气气地请他入了座 喝着茶 说着话 整个人散发着祥和安定的气息 关正浩被这股气息包围着 随着时间的流逝 心底对于修士的那种恐惧渐渐消退 能够保持着正常心与萧毅交流 对于关正浩前后之间的差异 萧毅其实有所察觉 但是他并未往自己身上去想 只当是关正浩知道 他并不打算追究他后 心里有了底气 这 这孤元县此前从未出现过鬼物 秋福应当是个意外 关正浩喃喃地说道 却听到萧毅发出一声吃笑 意外 秋福若不是枉死在孙启元手上 怨念横生 他又怎会化为厉鬼前来锁命 这算什么意外 这不过是必然会来的报应罢了 关正浩沉默了 萧毅的话让他实在无法反驳 你那便宜小舅子 既然敢杀第一次 那必然敢杀第二次 你知道这些年来 在你的庇佑之下 他手上到底攒了多少条人命 你能保证 日后 他要是再看上哪家姑娘 不会再做出同样的事情来 到时候你还会有那么幸运 有另外一个修士经过 替你们将鬼物给收了 萧毅一本正经地瞎扯着 忽悠关正浩 事不关己 关正浩护着那孙启元这么久 萧毅眼下 让他直接处决了那人 不提关正浩会不会不甘 怨气那是必然会有的 那就把事情牵扯到他自己的性命上头 就这样 关正浩要是还跟他找理由推三阻四的 萧毅都不得不怀疑 关正浩对孙启元才是真爱了 至于萧毅为何如此费劲 明明抬抬手就能将孙启元杀死于无形 还特意兜圈子 非得让关正浩去处理 还是因为萧毅依旧保留着 他原世界的思想 他要孙启元的所作所为 暴露在世人面前 他要孙启元的行径 堂堂正正受到律法的制裁 他要孙启元在众人的唾骂声中 带着后悔与绝望 离开这个人世 让一个凡人死去 在这个时间简直不要太简单 但是那样 萧毅觉得没意思 更加觉得如此做的话 简直是得不偿失 让他受到该有的惩罚 用人世间的律法来将他处置 既不用沾染上罪孽与因果 也达到了最开始的目的 一举两得 所以他觉得秋福挺蠢的 不过也不能怪他 毕竟他就是只鬼 也没办法像萧毅这么操作 作为一只鬼 能够保持自身的意识 不被怨念影响 已经很不容易了 想要让他去思考这些 属世有些太难为鬼了 大人说的对 此事太过恶劣 必须特事特办 严加诚挚 我就这去安排 关正浩一点都不想 日后再来一次昨夜的经历 再来一次 估计他就得把命给交代出去了 不过是个妾的弟弟 算他哪门子的小舅子 是他平日里太过和蔼 这才让这种恶人 赶在他眼皮子底下 犯下如此惨无人道的祸事 关正浩越想越生气 猛地一拍桌子 起身就要去叫人 关大人不怕尊夫人找你吵闹 萧毅在他身后悠悠地开了口 故意装作 不知那女人只是个妾 大人误会了 他不过是个暖床的小妾而已 不听话发卖的就是 关正浩如今一心 只有自己的小命 再宠女人 那也不会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 他熊啾啾气昂昂地 走出了萧毅的房间 心里感激着萧毅的指点 打得鸡血一般 将众人指挥地团团转 先是让人将孙启元 绑走关进大牢 随便让下人看住自己的小妾 直接进足 不许他来哭诉求情 随后带着一大群牙役 兴师动众地赶去了邱家 哎哟 这是出了什么大事了 怎么先太老爷都亲自出马了 嗨 听说了吗 昨晚上 县衙府后院闹鬼了 什么什么 闹鬼 真的假的 快说说 快说说 真真的 我有个在县衙府后院 坐下人的远方亲戚家 二大爷的小侄孙 就在里头做活 他昨晚上亲眼目睹了 众人一时间 被县衙府闹鬼的八卦给吸引 一边又很是好奇 关正浩这一行人的动静 刚开始 只是几个人远远地跟在他们身后 随着闹鬼八卦的传播 越来越多的吃瓜群众跟上了大部队的步伐 当关正浩从轿子里出来 刚想叮嘱牙医们 动手挖坑是小心点 别破坏了尸体 就被身后那乌鸦鸦的人群给吓了一大跳 这什么情况 难道有人想要聚中闹事 派人去看看 这些民众怎么回事 关正浩皱眉吩咐道 差异过去没多久 就回来了 不过脸上的神色颇为古怪 看着关正浩的眼神也有些微妙 大人 他们就是好奇 咱们县衙出动这么多人 究竟为了何事 还有 就是 就是 就是什么 有话就说 有屁就放 支支吾吾 有什么不好开口的 关正浩抬脚踹了那名牙医一脚 没好气地说道 他们都在议论昨夜 您院子里闹鬼的事情 关正浩原本就不太好看的脸色 听到此话 更是黑了个彻底 将他们都驱散了 一天天都没事干 闲得慌不如通通修和罢取 关正浩丢下一句话 懒得再去看那些百姓 烦躁的一脚 突入了邱家的院子 大人 这就是那老槐树底下 现在就动手吗 萧毅将丘服尸体所在的具体位置 告知得十分清楚 邱家也就只有这一棵老槐树 关正浩沉着张脸 看了看因为长期无人居住 而显得有些荒芜的院子 哇 是 大人 得了关正浩的指令 一群扛着铁锹的牙医们 热火朝天的 开始挖了起来 过了一会儿 尸体还没挖着 关正浩的师爷 在周围打听了一圈后 回到了关正浩的身边 大人 问过了 他们都说 邱家妇女出演门 投奔亲戚去了 但是并未有人瞧见 他们是何时出的门 至于这种说法 是从何人口中流传出来的 这还得细细查下去 那就派人去查 今日必要整出个结果来 师爷 你这是在为难我 他欲言又止地看着关正浩 很想提醒他 县衙里的人手 都被他调来挖土了 这种查根问底的活 需要大量的人手和时间 别说一日 两三日能出结果 就已经算是快的了 挖到了 有人高呼一声 关正浩与师爷 同时伸长了脖子 往坑里看去 只见一脚破碎的衣衫 混着泥土 被翻录在众人的面前 继续 小心点 别破坏尸铁 牙医们也不敢再像 刚刚那般大刀阔斧的 胡乱下手 生怕一不小心 就挖出个残肢断手出来 关正浩端着张脸 让武作在一旁候着 在两具尸体被抬上来后 保持着面无表情 瞅了一眼 迅速后退 没办法 那股味道和尸体 被冲已啃咬过后的面目 差点让他把早饭当场给吐出来 去外面找几个认识邱家的人 让他们过来认认脸 师爷始终与关正浩共同进退 听到关正浩的话 也没叫人 自己一溜烟地跑出了院子 大人初步检查完毕 两名死者 一名死鱼 武作带着一身的味道 走到关正浩的面前 很是认真的将检查结果 汇报给关正浩 并没有注意到他家的县令大人 在听他说话的同时 脚下不留痕迹 磨了又磨 嗯 你做得很好 对于邱家两妇女的死因 关正浩自然知道 如今只不过证实了而已 只是他有些忍受不了 武作身上的味道 只能尽力凭住呼吸 不想多说话 好在师爷的出现 将他解救了出来 大人 人来了 这二位是邱家的邻居 师爷带回来两个 老实巴交的中年男子 关正浩抬了抬下巴 示意他们过去 关正浩在外面忙得 连午饭都没吃上 萧毅惬意地吃饱喝足后 正坐在院子里 让白纸替他捏肩锤背 这里重一点 嗯 那里清闲 关正浩急急忙忙进来时 看到的就是这么一副场景 让他原本激动的话 一时卡在喉咙口说不出来 这人跟人的命 怎么就这么不同呢 忽如其来的一阵酸 让关正浩心下 冲起了一股委屈 一致什么味儿 好臭啊 白纸立刻收回手 往后连跳好几步 离得关正浩远远的 就算他戴着帷帽 别人看不见他脸上的神色 但只从这一句话里 就能够感受到 他发自内心的深深嫌弃 关正浩原本往里走的脚步 顿时就尴尬地停在那里 一时间 不知道是当没听到 还是退出去 臭 还好吧 萧一睁开眼 轻轻地嗅了嗅 虽然作为修士的武感 要比普通人强上许多 但也比不上狐狸精的鼻子 他只隐约闻到一股怪味 若是白纸不特意说 他可能会直接给忽略了 天气太热 两具尸体挖出来时 味道太大 本官一回来 就急着来见大人 倒是没注意这个 唐吐了这位姑娘 还请见谅 关正浩心里有些傲骂 早知道先沐个玉再过来了 没事 不用理他 你先回房去 前一句是对关正浩说的 后一句是跟白纸说的 白纸巴不得离开这里 听到萧一的话 转身走到极为干脆 没办法 作为一只狐狸精 嗅觉太过灵敏 也不是他的错 大人 确实在邱家院子里 挖出了妇女两个的尸体 等一切落实 下午就能开堂问审 萧一等关正浩说完 凭空翻出一个茶杯 拿起桌上的茶壶 倒了杯茶给他 处罚是什么 萧一对于其他的都不关心 只关心着一点 若是认罪态度良好 可判流放边疆 关正浩立刻回答 流放边疆好 只要孙启元被流放 他就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 萧一挑眉 眼神中带着明显的不满 认罪态度不好的话 又该如何 斩立决 关正浩扶置心灵 突然就明白了萧一的意思 原来 原来大人一直都是这个打算 关正浩有点回过未来 朝着萧一看了好几眼 心下一阵叹气 不再多说 作一离开 孙启元从大牢里 被滴柳到公堂上时 还一脸的猛逼 直到师爷捧着他的罪状 大声送毒后 他才明白 原来是东窗事发 天哪 这孙启元一向仗着县太爷的事 在县里惹是生非 可真没想到 连人他都敢杀 难怪始终不见邱家两妇女回来 原来是被这人给害死了 关大人平日里 没少护着这狗东西 却没想到 在大事上却不含糊 大义灭清 此举当赞 百姓没想到 今日居然会看到 他们的县太爷亲里门户 更加没想到的是 当堂审礼 孙启元背叛了个斩力诀 孙启元面如死灰的摊坐在地上 随后就被一拥而上的牙医们 押送去行星台 臣斩 快走 快走 人都押过去了 还都有假 讹得亲娘乖乖 这些太爷 什么什么时候办事这么利落了 百姓们簇拥在牙医们的身后 交头接耳 呼朋唤友地招呼着更多的人 一同前往看盏头 少爷 要出去吗 白纸探出半个小脑袋 将帷幕撩开 小眼神中带着期待 是要出去 不过 萧义看出白纸想要同他一起 有些为难地看着他 不过什么 你出去居然不想带我 白纸急了 一溜烟地跑到萧义面前 一把拽住了他的衣角 颇有一种不带上我 你也别想走的架势 不是我不想带上你 是你怕鬼啊 萧义贪手 无奈地说道 什么鬼 你要去干嘛 为什么会有鬼 果然 一提鬼字 白纸立刻就炸毛 萧义将他收了秋服的事情 简单地告诉了白纸 什么 你把那只鬼收在身边 白纸立刻收回手 紧张兮兮地左顾右盼 生怕那只鬼突然窜出来 放心 我还没把他放出来 萧义看着白纸蠢蠢地举动 想要发笑 那就别把他放出来 你不要带只鬼在身边嘛 你有我不就好了 白纸有些委屈巴巴地看着萧义 那不行 他对我有大用 以后就是你的同伴了 你不要对他那么抵触 萧义脸上笑眯眯 嘴里却说着拒绝 白纸一脸惊恐地望着萧义 以后要跟一只鬼做同伴 白纸 少爷 我做不到啊 你还要不要跟着 眼看时辰差不多了 再不赶过去 孙启元的人头就要落地了 萧义不想再和白纸耽搁下去 不去了 不去了 白纸把头摇得像只波浪鼓 很是自觉地转身 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他现在只想静静 给自己好好做一番心理建设 萧义引在角落里 阳光照射不到的地方 秋服此时正在他身边飘着 他原本想拿把伞给他 但是 想想还是算了 虽然这个角落没什么人 但是万一被人看到 也不太好 一柄凭空而立的雨伞 飘浮在他身边 怎么看都会吓到别人 秋服的目光透过人群 直勾勾地盯着 跪在行星台上的孙启元 身上的怨气控制不住地 不停往外一伞 偶尔路过的人 只感觉这个角落格外的阴朗 萧义身为修士 身体一直处于恒温的状态 但是不得不说 秋服在旁边制造的冷气 还是挺凉快的 一人一鬼 就这么静静地站在那里 直到秋服亲眼看到 孙启元的人头被斩落 滚进泥地 没有了脑袋的身体 歪倒在一旁 鲜血不断涌出 周围在那一瞬间 变得无比喧嚣 孤元县的老百姓 很少遇上这种砍头的事情 一开始只是好奇 加看热闹的天性 还有对于孙启元的怨恨 让他们兴致勃勃地 始终站在那里 直到真看到这一血腥的画面 人群里的尖叫声 此起彼伏 不少人都忍不住 跑到一边的大树旁 干呕了起来 干妮娘 一会儿就要吃晚饭了 这特娘的 还怎么吃得下去 姑娘 我再也不要看砍头了 人群中不少抱怨观政号 居然挑了这么个时间点杀人 但更多的是 对于孙启元扶法的痛快 虽然吓人了一点 不过 最重要的 还是这个祸害 总算是死了 死得好 死得妙 这种渣渣 早就该死了 不同于那些人的表露出来的各种情绪 秋福在看到孙启元死后 整个人从内到外 变得格外的平静 萧公子 谢谢你 秋福的脸上露出了一抹忌惮的笑容 虽然配着他那一张惨白的脸 看起来有些圣人 只见他飘到萧义的面前 朝着他行了一个大礼 小女子无以为报 愿能任萧公子为主 以此残身为您效力 萧义做了这么多 最大的目的 就是为了能让秋福心甘情愿地留在他身边 你和你父亲的尸身 我会让人下葬 或许 你想来个水路道场 萧义有些不太确定的问道 古代人 好像挺注重这种仪式的吧 虽然 没什么用就是了 自己超度自己 秋福瞅了眼萧义 很是坚定地摇摇头 表示拒绝 他如今已是厉鬼之身 那些凡人的超度仪式 对他而言完全没用 至于他的父亲 他早就寻过 只是当他醒来后 便未曾见到过父亲的鬼魂 冥冥之中他明白了 父亲应当在死后不久 便已去了该去的地方 既然不需要 那等下完葬 我们就离开了 好 对于萧义不出格的安排 秋福完全没有意见 感觉比白纸更听话呀 萧义看了眼秋福 心里想到 哦 对了 我有个侍女 是只狐狸精 不过 她有些怕鬼 要是她看到你后 有什么奇怪的举动 你别放在心里 想到白纸 萧义觉得 要先给秋福打声招呼 是那只被吓晕过去的狐狸精 我知道了 秋福一脸认真地答应着 听到秋福的话 萧义嘴角有一瞬间的翘起 随后赶紧压平 看笑话什么的 不是她一个主人该做的事情 嗨嗨 你就只能保持这个样子 萧义看着秋福 忍不住开口试探地问道 虽然她是不怕秋福 这么个吓人的造型 只是 如果能够养心悦目一些 那当然是最好的了 想那在原世界中 出了名的美貌女鬼 聂小倩 萧义觉得 让秋福换个造型的可行性 应当是非常高的 自然不是 秋福微微一愣 待看到萧义那略寒期待的眼神 落在自己身上 她懂了 当下一阵黑雾将秋福整只鬼都笼罩住 下一秒 黑雾消散 一直看上去 就像活人的青丽女鬼 出现在了萧义的面前 脸色虽然还是很白 但是比之前已经好上了许多 眼睛和脸上也干干净净的 不再有血泪时不时的流淌 这样子就好看多了吗 哪怕变成女鬼 还是得爱漂亮 当萧义带着秋福 出现在白纸面前时 白纸压根就没认出来 秋福就是那个将她吓晕过去的女鬼 还傻乎乎的问萧义 少爷 这是你新收的侍女 没有我好看呀 我是秋福 昨晚很抱歉 将你给下晕 我不是故意的 下晕 什么下晕 她之前有见过这个人 白纸精的一蹦三尺高 总算是后知后觉地感应到 秋福身上的是鬼气 而不是人气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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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那只鬼 萧义握拳抵在嘴边 有些没眼看白纸那副没出息的样子 我是 你不用害怕 我已经认萧公子为主 不会伤害你的 秋福努力收敛着自身的怨气 目光和善地看着惊慌失措的白纸 可 你们先培养培养感情 我还有事 萧义无视了白纸忧怨的眼神 直接把一鬼一妖精留在房里 湿湿然地溜达着 去找关正浩了 关正浩一听萧义的来意 立马找人给安排上 原本萧义不说 他都在琢磨着 那两具尸体的好好安葬 要不然 他真担心秋福半夜里头再来找他 你把事情做好就行 秋福我会带走 以后少做点亏心事 也不用担惊受怕了 萧义看到关正浩眼里的担忧 随手扔了一张最低级的护身符给他 别问他 哪里来这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 问就是慕婷燕那冤大头给的 多谢大人 多谢大人 大人的话 本官一定谨记在心 日后一定谨言慎行 关正浩小心翼翼将护身符收了起来 知道这是个好东西 嘴里的马屁 不要钱的往外撒 等到萧义再次回去 惊奇地发现 白纸和秋福 居然相处得格外和谐 少爷 你回来了 公子 白纸兴高采烈地 蹦到萧义的面前 在他回来之前 他们不知正说着什么 秋福将白纸哄得很是开心 这果然是只傻狐猎 萧义的眼神 在两人身上打了个转 没有多问 女人之间的友谊 不是他能够理解的 秋福能够搞定白纸 那对萧义来说 算了解决了一个小麻烦 不然让白纸一直闹腾 也不是个事 一夜太平 萧义在关正浩热了银矿 依依不舍地相送下 踏上了回往帝都的路途 别的地方去之外 一切都挺好 反正 类似秋福这样的事件 是再也没有发生 这让萧义心里 很是松了口气 他就担心自己 被某个小岛国的 明星小学生附体 走哪哪出事 走哪哪死人 那可真是太可怕了 少爷 前面就是天井城了吗 白纸还是一如既往的活泼 这一路走来 完全让他大开眼界 没想到人族的世界里 居然有如此之多 稀奇古怪 有好玩的东西 要不是萧义不停地催促 他多想在每个城池里 多停留一段时间 萧义一脸沧桑地看着白纸 真不知道这狐狸 哪里来的这么多精力 他以后再也不要 陪女人出门旅游了 原本只需此行 一半的时间就能回来 结果硬生生 被白纸给拖慢了行程 眼看着已经是 这个月的最后一天 萧义擦了擦额头上 不存在汗 心里感慨 总算是到了 嗯 进去后先随我去幕府 日后有机会再让你出去逛 萧义第一时间 打破了白纸的美梦 那好吧 少爷 你可要说话算话 白纸原本高涨的情绪 瞬间滴落到谷底 但是很快又期待 满满的看向了萧义 放心 不会失言 大不了 叫幕府的下人 带着这位小姑奶奶去逛 反正他可没说他会陪着 萧义过了城门 禁止往幕府走去 倒不是他对幕府 有多大的归属感 而是他当时是 直接从幕府被带去皇宫 之后便直接踏着传送阵 飞去了云阳关 压根就不知道 他回来之后 该去找谁赴命 除了找木亭业 他也想不到去找谁 哎 听说了吗 幕府现在有麻烦了 宫里头那位啊 萧义走得飞快 耳朵却敏锐地 捕捉到了旁人的言语 穆家 出事了 瞬间脚步放缓了许多 萧义壮似无意地 靠近了说话的两人 白纸紧跟在萧义身后 突然放缓的速度 让他差点一头 栽进萧义的后背 怎么了吗 他嘟着小嘴 原本抱怨的话 在萧义的眼神示意下 果断咽了回去 据说是因为木家那个女婿 人都找不着了 这婚自然就成不了 可那毕竟是那位赐的婚 萧义大致听明白了 木家以为他死在了断魂山 木亭业进宫试探着 问楚阳帝 这婚是不是就不作数了 楚阳帝态度含糊 没说好 也没说不好 但是自此之后 朝堂上谈和他的人 却是一日比一日多 一月期限 今日可是最后一天了 据说 木大人都放出话来 哪怕是台真的女婿的尸体 拜堂都行 萧义听到这话 身子忍不住打了个亮枪 这么狠的吗 木家居然连她的尸体都不放过 不是吧 这也行 这不白瞎了那位木大小姐吗 就是 就是 虽然她此时是活着 但是那些人 可都已经当她死了 欧巴摩睡网 都这样了 还要逼着木情月嫁给她 萧义都觉得 这实在是太过分了 谁说不是呢 可关键是 那萧义是死在了断魂山 指不定事故早就入了里面 妖兽的腹中 上哪儿再去找一具尸体去 那位可不是那么好糊弄的 萧义听到这里 就不准备听下去了 该知道的差不多也清楚了 看来 她今日回来的 还真是时候 要是再晚个一两日 都不知道木家会是个什么情况 站住 挨者何人 可有情甜 拦住萧义的两个下人 应当是没有见过她 也是 萧义想想自己住进木府后 基本就从未出现过 也难怪这两人不认识她 她也不好跟他们计较 我是你们姑爷 萧义淡淡地说道 本以为这么说 这两人必定会毕恭毕敬的 将她迎进门去 谁知 这两人却自己转身进了大门 这让萧义有些摸不着头脑 结果再出来 就看到这两人一人手上 提着一根棍子 大胆 放肆 两人一脸怒容地看着萧义 嘴里发出呵斥 萧义 我们家两位小姐 接袋子归中 你个臭不要脸的 居然敢跑到木府来 大放厥词 啊 萧义意意识到 问题在哪了 不就漏了两个字吗 我是你们的未来姑爷 这下总想了吧 看打 萧义意整个大无语 指尖微动 这两人还未进到他身前 自个儿先在原地摔了的大马趴 你们在做什么 在大门口吵吵冒冒 管家 有人来捣乱 这小子居然自称是我们木府的姑爷 谁不知道 咱们府上只有一位未来姑爷 已经丧命在 那两人听到管家斥责的声音 立马一咕噜地爬起身告状 什么 哪来的 姑爷啊 管家满脸怒容地 抬头看向萧义 吓一刻整个人呆住 随后那一声情真意切的大叫 将告状的两人给吓得愣在原地 面面相去 管家 好久不见 萧义也同样被老管家这一声给吓了一跳 他猜到木府的人见到自己 也许会有些激动 可没想到会如此激动 仿佛见到了死而复生的亲儿子似的 姑爷 你没死 这是太好了 太好了 老管家热泪盈眶地 一把抓住萧义的手 拉着他静止往里走去 萧义看在他这么热情的份上 也没甩开他 面目含笑地听着 他在耳边叙叙叨叨 老爷看到您 一定会大喜过望 您回来得好啊 您可不知晓 老管家激动归激动 有些话还是知道 不能从他嘴里说出口 所以说得语言不详 环时不时偷看着萧义的脸色 萧义状若不知幕府此时 正处于何等困境 因合着老管家的话 哦嗯 是吗 白纸很是自觉地 跟在萧义的身后 好奇地不停打量着幕府里的一切 耳边听着前面两人的对话 白眼翻得不停 那 真是我们家姑爷啊 完了 看管家的态度肯定是了 我们俩完了 没人去管门头 抱头痛哭的两个守卫 萧义此时已经被老管家 带到了慕廷叶的书房前 扣扣 什么事 书房内 传来慕廷叶疲惫又烦躁的声音 老爷 是姑爷 姑爷回来了 管家拉着萧义走了一路 心头的激动总算是消退了一些 努力想要镇定地跟慕廷叶禀报 只是话音里的颤抖 还是将他给出卖 什么姑爷 你 难道 是萧义 还不等管家回答 紧闭的书房门 哗啦一声被人大力地拉开 萧义 真的是你 你居然没死 瞧这话说的 萧义嘴角一抽 不知道的 还以为慕廷叶 这是巴不得他死在外面呢 慕廷叶也反应过来 自己这话说的不对 赶紧解释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只是太惊讶了 你先进来 这是我在外头收的侍女 麻烦管家安置一下 萧义回头让白纸乖乖 先跟着老管家走 随后就走进了慕廷叶的书房 萧义 你能够活着回来 实在是太好了 不过 云阳馆那边 可是派了好几拨人去寻你 都未曾寻到 慕廷叶的心性 自然不是老管家 能比的 转瞬他就压下了心里头的激动与欣喜 神色严肃地 询问起萧义的遭遇来 萧义将早就准备好的说辞 将事情大致数说了一遍 至于其中的真假 他才不管慕廷叶信不信 慕廷叶神色不变 他也无所谓 萧义说的真或假 他不过是要个说辞 心里有个底霸了 两个人各怀心思 聊了没一会儿 率先忍不住的 还是慕廷叶 毕竟 要大难临头的 也不是萧义 嗨嗨 萧义啊 当初陛下赐下的婚约 慕大人 我从断魂山死里逃生后 便日夜兼程 马不停蹄地赶回天井城 身心俱疲 而且身上还有暗伤 需得好好僵养一阵 萧义打断了慕廷叶的话 甚至为了显得自己说的话真实一些 还特意运气 将自己的脸色搞得苍白了些 慕廷叶眼睁睁看着萧义 在他眼皮子底下做假 虎目圆瞪 愣愣地看着他 似是压根没想到 萧义居然会这般无耻 你 你这话是何意 他深吸一口气 努力将想要把萧义给一脚 踹出书房的冲动给压下去 慕廷叶见到萧义后 满心只想着天不枉他木甲 老天爷在这最后一日 将这姑爷送到了他的面前 只要今晚木晴月与萧义完婚 这一次的危机也算是应付了过去 宫里头那位再怎么想 这一回也无话可说了吧 却不料 萧义倒是似乎有些不怨 木大人这话是何意 如果木家容不下我在这里休养 我自寻一出落脚地也不难 萧义一脸无辜地看着木亭叶 说到最后便起身要跟木亭叶告辞 没有 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误会了 快坐下 他能放萧义离开吗 当然是不能的 木亭叶被萧义这一手打得措手不及 却还得忍着憋屈好言好语的安抚的萧义 哎 木大人 不是我在这里跟您矫情 只是那段魂山的凶险你也知道 刚刚说的简单 只是当时为了在那里活下去 一身家当兜杂里面了 这才能让您看到一个完整的人站在这里啊 萧义是为了脱离木家这个漩涡才这么说的吗 当然不是 他顺着木亭叶的话又再次坐回了椅子上 随即便对着木亭叶开始唉声叹气的肃气苦来 好小子 原来在这里等着他呢 木亭叶活了这么久 哪里听不懂萧义那话里潜藏的含义 这是敲竹杠来了 想到之前被萧义狠狠坑过的那一笔 木亭叶下意识的右手扶上左心房 他有预感 这一回他非得大出血不可 只希望萧义刚回来 还不清楚木府如今的困境 不过 我之前刚进天井城 路上听到外边的人如今都在议论纷纷 木府如今似乎也不太好过 要是木大人囊中羞涩的话 我还是自己想办法 去外头找找疗伤的草药好了 萧义看着木亭叶脸色由红转白 由白转青 最后直接黑了下来 仍旧一脸的无辜 甚至对他露出了一抹笑容 岳父大人留步 您事情烦多 小旭自个儿走就行 对了 小旭还是那个院子吧 萧义心满意足地走出了木亭叶的书房 脸上笑得格外灿烂 还是那个院子 贤婿今日多辛苦一些 有什么需要 尽管吩咐管家就好 木亭叶脸上挂着和蔼的笑容 双手背在身后紧握在一起 若不是手背上的青筋抱起 还真以为他此时的心情颇为不错 他此时的心正在不停地滴血 要是可以 他如今一点都不想见到萧义这张脸 为了让萧义答应 今日就与木晴月完婚 他不仅得送出自己千娇百妹的大女儿 还送出了各种珍贵资源 天才地宝 法器丹药 萧义狮子大开口 统统都要 木亭叶攒了一辈子的小金库 顿时缩水了三分之一 这些可都得从他自己的账上走 要不是知道楚阳帝这回是铁了心要收拾木家 木亭叶又怎么会这么轻易地向萧义妥协 如今木家的转机就在萧义身上 木亭叶也只能吃下这个暗亏 转念想想 好歹萧义以后也是自己的女婿 算是半个自己人 就当是肥水不流外人田了 木亭叶这么一想 心里顿时好受不少 萧义才不管自己那个便宜岳父 如何坐着自我安慰 他回到居住的院落不久 木亭叶便再次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这是你要的东西 多谢岳父大人慷慨 这回可不是楚无带 木亭叶递到萧义眼前的是一枚空间戒指 这让萧义忍不住抬了抬眉 诧异地看了眼木亭叶 这便宜岳父怎么突然这么大方 这空间戒指可是连木晴晴都没有 不过木亭叶既然舍得给 萧义可没有什么不敢接的 二话不说就直接带到手上 当场认住 萧义神识落入空间戒指 大致扫了一眼 嘴角微翘 满意地点点头 随后瞅了眼木亭叶 发现他面色有些凝重 以为他这是舍不得 跟我进宫一趟 陛下要见你 楚阳帝又要见他 难怪木亭叶脸色不好 他这回来才没多久 宫里头就得到了消息 想来幕府周围一定有人监视 萧义不是很想进宫 但是他有拒绝的权利吗 当然没有 所以此刻 他正站在御书房里 恭恭敬敬地朝着书案后的楚阳帝行礼 没有人说话 萧义低着头 他能感觉到楚阳帝的视线 一直落在他的身上 意义不明 萧义面色始终不变 没有丝毫的慌张 无比淡定地任由楚阳帝打量 良久 就连木亭叶的额头 都忍不住渗出细细汗朱时 楚阳帝总算开了口 说说吧 为何无故从战场中失踪 无故 这老小子想搞他 萧义立刻反应过来 他可不相信 楚阳帝是真的不知道 他是为什么消失在云阳关的 好在他早有准备 将跟木亭叶说过的那些话 又再次复述了一遍 说完 又是一阵安静 只有楚阳帝手指不断敲击书案的声音 为何其他人都被击飞在不远处 只有你一人居然飞落进了断魂山 楚阳帝看似只是好奇地问道 但是这话的意思却很是险恶 就差明摆着说 萧义是想趁此机会当的逃兵 这就只能怪草民运气太差了 若是换个人 估计此时本身没问题 都得被这老小子给吓出问题来 好在萧义心太稳得很 不卑不亢地 把问题推托到了虚无缥缈的运气上面 实际上 也的确如此 运气差 朕看你运气倒是好得很 居然能从断魂山安然活了下来 还能站在朕面前 你这还说运气差 那普天之下 再没人运气好的人了 楚阳帝第一次见萧义时 态度十分友好 可这第一次再见到萧义 却很是不顺眼 说话也是阴阳怪气的 萧义知道楚阳帝为何看他不顺眼 心里也是很无奈 但是沐晴越是他的任务目标 这么一个完成任务的大好机会 摆在他面前 他怎么可能放弃 看他不顺眼就看他不顺眼吧 反正上面还有穆廷叶给他顶着呢 这都是沾了陛下的光 由陛下的红服庇佑 草民这才能够顺顺当当的活下来 回到天井城再见天言 萧义这一番话说出来 在场的人都愣了一下 穆廷叶面色古怪的偷偷瞥了眼萧义 没想到 这小子居然还有这么一面 不知道是楚阳帝想开了 还是萧义这一番话 让他心情愉悦 总之 楚阳帝此时的脸色 已然比这刚才好上了不少 瞧瞧 这出去一趟倒是有了掌镜 嘴就填了许多 楚阳帝一笑 御书房里的气氛陡然松快了起来 穆廷叶悄悄松了口气 知道这一茬算是过去了 你的军功正可都给你记着 赤云道军可是说你 此次立了大功 楚阳帝放过了萧义在云阳关失踪的问题之后 便开始要给萧义论功行赏 钱财自然是少不了的 最主要的是 楚阳帝给萧义封了个五品忠义将军 这忠义两字 萧义总觉得楚阳帝是在警告他 萧义对此倒是无所谓 甚至觉得这官职有些麻烦 他只想安安静静地躲在幕府 挂机修炼 这有了官职 不等于要每天出门去上班了吗 这都穿越了 还是逃不出社畜的苦逼生涯吗 好在萧义只是个五品 还是个虚职 不用像穆廷叶一样 日日都得上早朝 只需要五日上一次朝就好 有了穆廷叶的先例在前 萧义多少还是有些安慰 楚阳帝似乎觉得这官闲 有些对不住萧义的军功 想了想 最后又给他封了个爵位 九等爵 关内侯 有租税无封地 聊胜于无 也就名头上看着好看点 在这帝都 萧义一个九等爵 也就比平民强上一些 萧义内心毫无波动 面上却露出一副极为感激的模样 感谢着楚阳帝的恩赐 人生在世 全靠演技 好了 朕也不多留 你们两个 回去还得好好准备今日的大婚 穆爱卿 这么短的时间里 你可能准备妥当 目停业此时一定将楚阳帝骂了个狗血淋头 多谢陛下关心 幕府一直都在 准备着小女与萧义的大婚 所有东西都有准备 只需布置一番即可 那就好 去吧 萧义与目停业双双退出御书房 穆青青得知萧义没死 活着回到了幕府 刚想信冲冲地去找人 瞅瞅萧义有没有缺胳膊断腿的 结果下一秒就得知人进宫去了 我去找姐姐 二小姐 老爷让你乖乖待在房里别乱跑 穆青青人跑得飞快 完全无视了自己贴身侍女的呼唤 姐 姐 咦 你们在干嘛 穆青青到的时候 穆青月正被一群侍女磨磨磨围着 她一眼就瞧见 侍女手中展开的火红嫁衣 脚步步又顿了顿 二小姐 我们正要给大小姐穿嫁衣 回话的是穆青月的贴身侍女 碧玉 看到穆青青进来 穆青月挥手示意她们先下去 你怎么过来了 姐 你知道萧义回来了 穆青青问完就觉得自己说了句废话 这要是不知道 怎么可能连嫁衣都摆出来了 父亲大人派人来通知 今日便完婚 穆青月淡淡地说道 脸上无悲无喜 仿佛成婚的主角并不是她一般 什么 今日 怎么能够这么仓促 穆青青一听 立马就炸了 她虽然知道穆家最近不太好过 但是穆廷叶向来不会跟她说外面的事情 所以她并不太清楚 穆家如今究竟处于何种危险的状态 说完她就想转身去找穆廷叶抗议 她姐姐堂堂的穆府大小姐成婚 岂能如此的仓促又不是架不出去 父亲进宫了 你别乱操心了 我并不在意 就算穆廷叶没进宫 穆青青去了也无用 穆晴月的话将穆晴青定在原地 她拍了拍额头 很是懊恼 姐姐 你就是太好说话了 这怎么能够不在意 一辈子就这一次 怎么能 怎么能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在穆晴月平静无波的眼神注视下 穆晴青的声音越来越小 她知道这一切 原本都应该由她来承受 结果 就因为她一时的任性 导致如今由穆晴月替她受过 婚约的事情 一直未曾落实 穆晴青之前并没有什么真实感 而且 她一直以为 穆廷叶一定会有办法解决这桩婚事 如今世道临头 穆晴青到此刻才真实地感受到 穆晴月是真的要因为她的错误 替她嫁给那个根本配不上她的肖易 是的 在穆晴青的心里 肖易这人始终都配不上自己 更何况是比她更加优秀百倍的穆晴月 哪怕此前与肖易一起经历过种种 肖易的表现更是出乎她的意料 但穆晴青依然觉得 自家姐姐应该值得更好的男人 不用自责 不是她 也会是别人 对我来说都一样 穆晴月倒是比穆晴青看得更远 相比于和其他世家子弟联姻 肖易这人反倒是更好的人选 至少 在穆晴月看来 这人比那些世家子弟更加容易掌控 哪里都一样了 她那人 除了一张脸能看 还有什么能拿得出手 论修为 世家里面如她这般的 谁家没有几个 比她更强的又不是没有 说着说着 穆晴青就开始不断细数肖易的缺点 将肖易批判得一无是处 穆晴月看着眼前的这个傻妹妹 不知不觉歪了话题 也没有开口提醒 任由她在耳边数落着自己的未来夫君 脑中却在思考着别的事情 大小剑 碧玉进门打断了穆晴月的沉思 与穆晴青的数落 很是委婉地提醒他们 时间不多了 你先回去吧 今日乖乖的 不要惹事 要是穆晴夜说这话 穆晴青肯定嘴上答应得好好的 转身就立马捅个搂子出来 但是这话是穆晴月说的 穆晴青心里再不甘愿 也会选择听话 我答应姐姐 不惹事 但我也想走 我想看姐姐穿嫁衣 只要穆晴青不搞事 穆晴月也就随她去了 之前出去的侍女们再次蜂拥而入 将穆晴月团团围住 当当你表现得很好 穆晴夜与萧毅共乘一辆马车 待马车缓缓起步 她突然开口夸了萧毅 我只是实话实说 萧毅笑得有些腼腆 说出来的话 却让穆晴夜在心里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她真是看走眼了 穆晴夜在心里不由暗自嘀咕 原本还以为萧毅是个刚出茅庐的矛头小子 如今才发现这人不容小觑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这一技能 完全算得上炉火纯青了 这倒让她不必担心 这个便宜女婿日后在官场上的日子 就冲她能接连将楚阳递哄的开怀大笑 就知道慈子心似玲珑 不是那种死板固执之人 今日最重要的便是你与月儿的大婚 该有的全都有 你只需安安心心当好你的新郎即可 其余事情日后再谈 萧毅点头 一副听从安排的模样 很是乖巧 哪里还能看出刚回来 那趁机好羊毛的后脸皮模样 也是 好歹丢出去那么多资源 要是萧毅此时在闹什么幺蛾子 穆婷夜都不知道 自己会不会忍不住动手 萧毅知道见好就收 如今的适可而止 不过是为了 以后能耗到更多的羊毛 至于婚礼 萧毅完全都不担心 就算是不为了穆晴月 穆婷夜为了穆家的脸面 也势必会将一切都安排得妥妥荡荡 压根就用不着 他去瞎操心 一回到穆府 穆婷夜便去忙别的事情 而萧毅则被老管家给带住 先是去世穿了之前就准备好的婚服 接着就马不停蹄地 掀过一遍婚礼的一些列流程 免得到时候出现什么岔子 萧毅原本以为自己的任务 很是轻松简单 只要接了新娘子拜堂 敬酒 入洞房就结束了 结果没想到 这里的成婚礼节十分的繁琐 再加上时间紧凑 萧毅被指挥的团团转 简直比之前在魔兽绝地打副本都累 按理说 萧毅并不是入坠 应当将穆晴月 从幕府接回到他自己的宅子里 宅子萧毅倒也不是没有 楚阳帝刚赐了一座宅子给他 若是咬咬牙 硬是在婚礼之前布置出来 也不是不行 只是萧毅懒得折腾 名声什么的 他也并不在意 索性就直接在 幕府一步到位就好 萧毅如今 只想早点完婚 可以将那个拖延了 许久的任务给完成 他有种预感 若是出点什么意外 错过了今日 这个任务以后 可能都没有机会完成了 一败天地 二败高堂 夫妻对败 萧毅转身看着 被火红盖头覆盖的穆晴月 缓缓弯腰 李承 送入洞房 耳边是四夷高亢的声音 与宾客们的窃窃私语 萧毅目送着穆晴月那窈窕的身影 缓缓消失在自己眼前 脑海中总算传来系统通知 任务完成的提示音 叮 恭喜宿主萧毅 完成抱得美人归任务 任务奖励 神器山河图 残缺 任务奖励已发放至空间背包 宿主请查收 萧毅 萧毅 原本看到神器二字 萧毅心中大喜 结果紧随其后的残缺两个字 让萧毅当场猛圈 什么玩意儿 这奖励还带发残次品呢 狗系统越来越不做人了 萧毅只想找系统 好好聊聊人生 只是此时显然不是时候 后头还有好些事等着她呢 孤雁来了 萧毅满心都是关于奖励的事情 直到此刻 看到新房里 那两排水淋淋的侍女 才总算收回了心神 感觉有点谎言 孤雁 请 碧毅将玉如意递到萧毅的面前 萧毅摇了摇脑袋 拿起玉如意定神向沐秦月走去 红盖头被缓缓挑开 盖头下 沐秦月被精心装扮过的绝世容颜 出现在了萧毅的眼前 真好看 与平日里见到的沐秦月完全不同 此时的她 从那天上月化为了红尘中的富贵花 绚烂夺目 摇曳生姿 萧毅看得有一瞬间的失神 不过 很快就回过神来 照着喜娘的提点 将后面一系列的流程走完 到了喝喝井酒的时候 免不了要与沐秦月凑近 一股淡淡的香味 混合着酒味在萧毅的鼻尖弥漫 萧毅眼神落在近在咫尺的娇颜上 心里忍不住猜想 这该不会是沐秦月身上的女儿香吧 很快该走的流程一一走完 萧毅又被那群水灵灵的侍女 给恭恭敬敬地请出了新房 小四在房门厚厚着她 再次把人带回了前院 萧毅深吸一口气 知道这是到了拼酒量的时刻 穆廷叶走过来 将萧毅一把拉过去 开始一一敬酒 恭喜穆大人 喜得良絮 萧公子一表堂堂 与恋爱很是登对 说这些话的 不是穆家一派的 便是想要巴结穆家的 穆廷叶一边笑呵呵地回应 一边给萧毅仔细介绍 萧毅暂时将奖励的事情放到一旁 认真将这些人 女名字和职位给记在心中 这以后大家可都是同事了 万一走路上 人家跟她打招呼 她认不出来 那可就太尴尬了 虽然萧毅认为 以她的脸皮 到最后尴尬的那人 一定不是她 但是这种事情 还是能避免就避免 哼 不愧是穆大人 都已经到这种地步了 还能绝术逢生 好不容易活下来的女婿 穆大人可要看好了 年轻人弃盛 以后在这天井城里 可得小心着点 这是在威胁小爷 萧毅本就心里不爽 此时听到这话 更是一点都不详人 天井城乃天子之都 皇帝陛下坐镇于此 我需要小心什么 这位大人难道认为 陛下治理的天井城不够安全 连出个门都得小心翼翼 上个街都会被人随意喊打喊杀不成 这话就严重了 你 本官并未有此意 你休得胡言 那人被萧毅气得拍桌子 气氛一下子降在那里 慕廷夜站在一旁看着萧毅 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大 能屈能伸 这小子好好培养 是个能干大事的 蒋大人定是 尝我府上的美酒 一时贪杯喝多了 老子有些糊涂 萧毅你就大人有大量 甭跟他一般计较 来人啊 蒋大人喝醉了 还不赶紧给送回去 省得在这大喜之日 败坏别人的兴致 慕廷夜话未说尽 但是周围的人都明白了他的意思 那位蒋大人 顿时被这翁婿二人给挤兑的 当场甩脸而去 剩下的几人 也没想到这大喜之日 慕廷夜还这么不给人面子 脸上顿时有些尴尬 也有些留不下去 索性借口醉酒 与那蒋大人一同离去 那几个人 平日里就与我不对付 日后见到 也无需多客气 慕廷夜拍了拍萧毅的肩膀说道 对于那几人的离去毫不在意 带着萧毅便前往下一桌 慕府准备的酒 可不是普通的烦酒 萧毅多多少少 喝得有些上头了 好在慕廷夜掐着时间 看着差不多了 就麻溜的 让人带着萧毅下去 再次走到新房前 莫名的 萧毅心里忽然升起了 那么一丝丝的紧张 不紧张 我有什么好紧张的 谁还不是第一次了 萧毅嘴里小声嘟囔了一句 在碧玉的注视下 假装很淡定的走了进去 慕琴月已经梳洗好 换了一套 却依旧火红的衣裳 安静的半靠在小榻上看书 听到动静 他抬眸看了过来 回来了 嗯 慕琴月也看着他 气氛一时间颇有些微妙 姑爷 热水准备好了 您现在就沐浴吗 碧玉眼瞅着 两人都不说话 心里都替自家小姐交集 忍不住出声打破了僵局 啊 行 萧毅一回头 就看到碧玉手里捧着的衣物 顺着他的话点点头 衣服脱到一半 萧毅感觉有些不对劲 你们还在这里做什么 碧玉的存在感太低 萧毅进了里间 被热气一争 酒意又有些上头 直到此时才发现 碧玉不仅没有出去 还多了两个水灵灵的小丫头 自然是伺候姑爷沐浴 碧玉脸色如常地回答着 另外两个侍女就没那么淡定 脸上始终红韵不散 眼神时不时地描向萧毅 萧毅 大可不必如此对他 不用了 你们都出去 萧毅摇摇头 直接赶人 他可不是暴露狂 喜欢在陌生人面前果奔 可是 没有可是 出去 萧毅都这么说了 碧玉也不再坚持 带着两个小丫头 赶紧走了出去 呼 可算是没人了 系统你给我出来 尊敬的永恒宿主萧毅 您的专属系统已上线 请问需要哪些服务 我要投诉 你给我个残次品 是几个意思 摆着看吗 萧毅点开空间背包 只有五个格子 其余的都是锁定状态 还有这个空间背包 又是怎么一回事 任务奖励该不退换 最终解释权有本系统所有 贴心小提示 神器山河图 需要宿主及其材料后 手动修补 萧毅 他就知道 这狗系统会敷衍他 瞅着背包里那灰扑扑 又破破烂烂的卷轴 萧毅完全没有拿出来 看一看的心思 这玩意 连当个摆设都显得可真 他只是扫了一眼 所谓的修补材料 就立刻决定 这辈子都不会去碰着山河图 开玩笑 好多材料 都已经在这个世界绝种了 哪怕有几个人 就留存于世 那也不是 他现在能够得到的 实之无畏 弃之可惜 阿吉 萧毅嘴里骂了一句 信心地点开白美图 只能看看美女 来一次慰藉一下 自己受伤的心灵 白美图上面 慕晴月的人物 赫然已经被激活 全方位属性加一 这个倒还不错 白美图上 慕晴月一身鲜红加一 美艳大气 一双美眸拨光练艳 正眨也不眨地凝视着他 看得萧毅心头一阵火热 这可比现实中的慕晴月 更加形象生动 果然 看看美人 会使人心情愉悦 如果 外面的慕晴月 真像白美图上 展现出别样的风情 那就更好了 不过 萧毅也知道这不可能 所以 他也就想想 至于空间背包格子的解锁 萧毅一听 需要使用积分 就十分干脆地叫系统滚了 至今为止 他还道欠着系统积分呢 萧毅舒舒服服地 从里肩出来时 房间里只有慕晴月一人 我们谈谈 慕晴月似乎就等着萧毅出来 好 萧毅大概能猜到 慕晴月想要说什么 无非就是做一对 名义上的夫妻 之后的日子里 俩人互不干涉 果然 接下来慕晴月说的话 与萧毅猜测的大惊相同 没问题 萧毅答应得无比爽快 这让慕晴月很是满意 那睡觉的话 你睡床 我睡着软她就行 萧毅十分贴心地说道 慕晴月心里对萧毅的观感 一生再生 看来 以后的合作 两人之间 应该不会有多大的问题了 愉快地讨论完任后的相处模式 两人之间的气氛 也没有最初的那般僵硬 萧毅之所以如此礼让慕晴月 和这女魔头和平相处 等到她崛起之后 不要来找她的麻烦 所以 在这种无关紧要的小事上面 萧毅觉得 无需计较太多 就在俩人准备安歇就寝之时 门外忽然传来了碧玉的声音 二小姐 您怎么来了 我有事找我姐 可是 你闪开 别拦着我 慕晴清 她这个时候过来干嘛 萧毅一脸疑惑地看向慕晴月 慕晴月脸上表情不变 只是眼神之中 也透露着些许的疑问 让她进来 碧玉肯定是拦不住慕晴清的 慕晴月不想闹出动静 直接开了口 姐姐 慕晴清进来后 直奔慕晴月 顺带还恶狠狠地 瞪了站在旁边的萧毅一眼 萧毅 她好端端地 什么事都没干 怎么就又惹到这位大小姐了 你过来有什么急事 慕晴月问道 啊 就是 就是 慕晴眼神闪烁 拉着慕晴月的手不放 随口就说了件小事当借口 萧毅有些无语 不明白慕晴清 这又是抽的哪门子疯 慕晴清想方设法地与慕晴月说话 时不时还偷偷朝着 坐在另一边的萧毅头 去挑衅个眼神 萧毅一开始没懂 后面看她一直赖着不肯走 抬头摸着下巴 有些猜到了慕晴清的用意 这小姨子 该不会是 想要搅合她跟慕晴月的洞房花竹叶吧 慕晴月耐着性子陪着慕晴清 眼看时辰越来越晚 慕晴清都没有离开的意思 慕晴月朝萧毅递了个眼色过去 之前跟萧毅商量时 慕晴月就提出 在有人的情况下 两人须得装得像一些 不要让别人看出他们之间的假象 萧毅没太懂慕晴月为何要如此 但是 既然是她自己提出来的 反正她又不会吃亏 所以也就答应了 此时看到慕晴月的颜色 她就明白 这个别人同样也包含了慕晴清 只不过 慕晴月这是想让她来当恶人 赶慕晴清走 萧毅隐晦地撇了撇嘴 好在慕晴清对她的态度 一直都很恶劣 她开口就她开口吧 小姨子 天色已晚 我与你姐姐 还有别的事情要做 你是不是该回去睡觉了 萧毅不开口还好 这一开口 慕晴清的脸色就变了变 我不困 我精神很好 慕晴清完全就是咬牙切齿地说出这句话 看向萧毅的眼神都带着刀子 嘿 这丫头绝对是来捣乱的 萧毅刚刚还只是 有些模糊的猜测 现在看慕晴清的态度 可以百分百肯定了 你精神很好 但是你姐姐累了 小姨子 你还是乖一点 不要烦你姐姐了 萧毅脸上带着李洁信的微笑 冲慕晴清说道 说完也不去看慕晴清 起身走到慕晴月身旁 将人给拉起来后 就往床边走去 清儿 你还是先回去吧 明月再来找姐姐 慕晴月被萧毅的举动给吓了一跳 好在萧毅是隔着衣袖握住她的手腕 这让慕晴月并没有反感 也就任由她拉着自己 不过两句话的功夫 慕晴清就眼看着萧毅将慕晴月带到了床边 甚至把人给推上床去 顿时跳了起来 你要做什么 慕晴清一把拦在萧毅的面前 阻止她上床 自然是要做该做的事了 所以 你赶紧回去 别打扰我们了 萧毅没想到她都把人给带床上了 慕晴清居然还不肯走 接下去该怎么办 总不见得 真要在小姨子面前来真的吧 萧毅有些头疼 慕晴月在 她又不能用太过粗鲁的方式来对待慕晴清 她抬眸看向慕晴月 就看见慕晴月指了指身边的位置 哎 慕晴清没防着萧毅会动手 被她直接拨到一边 转身再看时 萧毅已经躺在了慕晴月的身边 慕晴月在萧毅躺下的那瞬间 身体有些微微僵硬 床很大 即使萧毅躺下 两人中间的也隔了一段不小的距离 再趟一个人也是绰绰有余 但是这点距离 丝毫不能阻挡萧毅的气息 向慕晴月袭去 陌生的气息萦绕在自己身边 让慕晴月难得有些不太自在 小姨子 出去记得把门带上 谢谢 萧毅笔直地躺在床上 嘴角弧度上扬 侧头朝着慕晴清 非常有礼貌地说道 都这样了 慕晴清总该离开了吧 萧毅心里想着 慕晴清瞪着萧毅 气得脸颊鼓鼓 眼珠转个不停 显然并不死心 哼 也不知慕晴清想到了什么 突然咧了咧嘴角 露出了一个坏笑 萧毅挑眉 直觉这丫头要出什么坏招了 她面色放松 身体却悄悄绷紧 戒备着慕晴清随时发难 谁知 慕晴清理所地 将脚上的鞋子踢飞 迅速爬上大床 直接跨过萧毅的身体 一屁股坐在慕晴月和萧毅两人之间 很是干脆地躺了下去 慕晴月 萧毅 萧毅 你 哼 有我在 你休想碰我姐姐 慕晴清对着萧毅低声说道 脸上是掩不住的得意 此时她满心都是成功阻止萧毅 染指自家姐姐的兴奋 并未注意到自己与萧毅仅于一拳之举 秦儿 别胡闹 慕晴月哭笑不得地看着正在洋洋得意的妹妹 压根就想不到她居然会来这么一出 要是她不在 她跟萧毅必然是分开睡的 但是被她这么一搅合 两人反而躺到了一起 慕晴月也感觉有些头疼 倒不是她不信任慕晴清 所以不告诉她与萧毅之间的约法三章 而是她知道 自家这个妹妹是个没多大成府的 很容易就被人给套话 所以 很多事情慕晴月都不会告诉她 我不吗 今晚上我就要睡你们中间 慕晴清侧身抱住慕晴月的胳膊 冲着她撒娇 无论慕晴月怎么说 慕晴清都不肯离开 显然是铁了心要破坏今晚的洞房夜 姐妹俩的动静 萧毅听得一清二楚 她倒是躺得很是心安理得 反正该说的 该做的 她都已经做了 慕晴清死活不肯走 她也没办法 新婚之夜 床上躺着媳妇和小姨子 这好像有些刺激啊 萧毅想到这点 面色变得颇为古怪 两股不同的香味不时地飘向萧毅的鼻尖 还怪好闻的 慕晴月说不通慕晴清 又不能真的把人就这么给扔出去 只能长叹一口气 萧毅 今晚轻儿就睡这里了 你不会介意吧 姐姐你管她干嘛 就算她介意也没用 萧毅被满床的悠悠心香所笼罩 整个人都有些飘飘欲睡 反应都慢了许多 当然也轮不着她说话了 早点休息吧 反正反对无效 她也不浪费这个力气 说完这句话 就直接闭上了眼睛 她连日来一直都在赶路 原本以为回到幕府能好好休息 结果刚回来 就跟慕晴月那老狐狸斗智斗勇 狠狠敲诈了一笔 紧接着就进宫去应付 那比慕晴月更难缠的楚阳帝 下午到晚上的时间 更是在连轴转 加上又喝了不少的酒 之前喜悦时被驱散的酒意 此时再次涌上头 慕晴清跟慕晴月嘀嘀咕咕了好一会儿 一转头就发现 萧毅早就已经睡熟了过去 她倒是心大 居然真的睡着了 有慕晴清隔着 慕晴月看不到萧毅那边 不过能感应到此时 萧毅的状态确实是极为放松 好了 我们也睡吧 你已经如愿留下 就不要再折腾了 慕晴月伸手拍了拍慕晴清的后背 温柔地哄着她 计划成功 慕晴清也不再闹腾 乖乖地点点头 小脑袋窝在慕晴月的肩颈 闭上了双眼 也不知是不是折腾累了 还是因为慕晴月的气息 让她十分舒服 慕晴清闭上眼没多久 就陷入了沉睡 一张床 三个人 两个人都沉沉地睡去 只有慕晴月睁着清明的双眼 目光须须地望着床顶 不知道在想着什么 不远处的两根红烛 火光摇曳 不停燃烧着自身 一日 清晨 门外传来嘻嘻嘟嘟的声音 还有侍女们的低声交谈 让萧毅逐渐醒了过来 好像有哪里不太对 怀里柔软的身躯 以及脖梗处不断呼出的热气 喷洒在皮肤上的触感 让她激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不会吧 手掌心那娇软的感觉 明确地提醒着萧毅 她现在并不在做梦 萧毅低头看向怀里的人 那张脸 让原本还有些迷糊的萧毅 陡然间无比清醒 慕晴清 她什么时候滚到自己怀里来的 萧毅下的想要赶紧撒手 却又怕惊动着姐妹两个 动作无比谨慎 又小心地将慕晴清 从自己怀里推开 随后便立刻起身坐了起来 朝着最里侧的慕晴月看去 只见慕晴月面朝墙面 背对着他们 没有丝毫的动静 看着并未醒来 萧毅的心里紧提的一口气 缓缓松了下来 就在这短短的时间里 萧毅映示出了一身的冷汗 任谁新婚第二天醒来 怀里抱着的是小姨子 都得被吓死不可 好在 慕晴清睡得特别死 萧毅动作又轻柔地 几乎让人感觉不到 所以这一幕 除了萧毅之外 并没有第二个人知道 萧毅瞅着床上的姐妹花 很是无语地摇着头下的床 一把将房门拉开 一早就等候在旁的碧毅 朝着萧毅行了一礼 他们还没醒 先别进去 萧毅前脚走出房门 后脚就把门给一把关上 随口对碧毅说了一句 四立在一旁的碧毅 努力控制住脸上的表情 但是看着萧毅的眼神 却透露着怪异 昨晚上他等了许久 都未能等到二小姐从里面出来 里头究竟是个什么情况 他一无所知 现在听到萧毅嘴里说着他们 纵使碧毅知道 以自家小姐的性子 绝对不会乱来 但还是感觉到很是荒唐 给我另外准备间屋子 我要沐浴 大清早 一醒来就要沐浴 是 姑爷稍等 碧毅低垂着毛子 不敢去看萧毅 他怕自己控制不住脸上的表情 萧毅一身清爽地 从天房回到主屋 内屋也有了动静 看来那两姐妹是起来了 昨晚上见过的那一串俏势女 亭亭玉丽地立在屋子里 看到萧毅进来 整齐华衣地对着他屈膝行礼 姑爷 早膳已经备好 是否命人端上来 嗯 萧毅想着也就一会儿 里面的人应该就能出来了 便点头同意 谁知 萧毅硬是等了大半个时辰 这俩姐妹才姗姗从里屋走出来 要不是今儿个是新婚第一天 不等新媳妇一块出来用膳不太好 萧毅早就已经自己吃完走人了 萧毅仔细瞅了瞅俩姐妹的打扮 发现与平日里并无多大区别 除了沐晴月一贯的素裙 换成了正红色 将那张清冷的小脸映照得格外娇美 女人 果然麻烦 起个床都得倒腾这么长时间 沐晴青拉着沐晴月的手 笑容满面 抬头就看到萧毅正坐在那里 脸色立刻就拉了下来 萧毅 这小姨子这段时间看来没闲着 变脸学得还挺专业 当两人走到桌前 沐晴青看到沐晴月 想要坐在萧毅身旁的位置 立刻将沐晴月给拉到了身边 离得萧毅远远的 姐姐坐我旁边 沐晴月向萧毅头来个满含歉意的眼神 这让沐晴青看得越发不爽 萧毅肚子一直在唱空成计 满脑子都是终于可以吃饭了 哪里有心思理这俩姐妹 只等人一坐下 就立刻拿起筷子 准备开动 抱歉 让你等久了 沐晴月柔柔的嗓音响起 让准备动快的萧毅顿了顿 扯起嘴角笑了笑 没有很久 等你是应该的 这姑娘是演戏演上瘾了 姐姐你跟她道什么歉 就过去小半个时辰 哪里久了 沐晴青现在看萧毅 浑身上下哪里都非常不爽 逮着机会就要开口赐她 吃饭吧 吃完饭 我得去书房找岳父 萧毅直接无视沐晴青的存在 眼神只落在沐晴月的身上 你找我爹干嘛 你是不是要告状 沐晴青一听萧毅等会要去找沐晴月 顿时一脸警惕地盯着她 不是每个人都跟你一样 闲得整天没事干 嘿 不理她 她还来劲了是吧 萧毅答应沐晴月跟她扮演夫妻情深 可没有答应过 她要忍受沐晴青的虎脚蛮缠 当下就对了回去 可能是昨晚上萧毅的态度太厚 让沐晴青忘记之前被萧毅一直欺负的事情 所以沐晴青对萧毅的态度越发过分 此时看到萧毅居然还敢枪声 当下那暴脾气就炸了 她猛地一拍桌子 大声地囊囊 你什么意思 自面意思 亲儿 别闹 沐晴月觉得自己再不压制沐晴青 萧毅估计得摔完走人了 看在她这么配合自己的份上 也不能太委屈人家 姐姐 好在沐晴月说话还是挺好使的 纵然沐晴青依旧看萧毅不顺眼 但也没有再整出点什么事情来 一顿早膳 算是在表面的和平之中 度了过去 萧毅从沐亭书房里出来 手里多了一本册子 上面记载着一些名面上 可以交好官员的喜好 以及跟沐府不对头 那几个家族的基本信息 萧毅看着册子上面那新鲜的末迹 看来这是沐亭业特意为她准备的 她现在不仅成了婚 还有了个官闲 虽然不大 但是婚假结束以后 她就要每日里去工作场地点卯 也就是俗称的打卡上班 萧毅想到这 就有点想要挑子 这怎么还越混越回去了 沐亭业不知是不是看出了 萧毅无心于官场 很是直白地告诉她 她就是个闲职 每天走个过场就行 主要还是把心思放在修炼上就行 只不过 日常的人际交往 还是得维护一下 混着吧 反正媳妇已经取到手 等到日后沐晴月 那就可以彻底地当条咸鱼了 萧毅嘴里含糊地嘀咕着 看在便宜岳父送出的那一大笔资源上 暂时就先顺着沐亭业的意思吧 就在萧毅享受着最后几天闲暇日子的时候 陆修风尘仆仆地回到了天井城 最近天井城有什么大事发生 回到陆家 陆修见过拜见过父母亲之后 喜去一身疲惫 并未休息 而是来到了书房 禀少爷 自您离开后 特意留在陆家 替他收集信息的侍卫 一板一眼 认真汇报着 自陆修离开后天井城内所发生的大小事 沐家大小姐沐晴月的未婚夫萧毅归来 进宫面圣后 当日便与沐晴月完婚 萧毅 全是她 陆修在陆家虽是嫡子 却幼年丧母 陆父很快就迎娶了新夫人 隔年陆修便获得了同父一母的弟弟一个 这让原本就不怎么得到陆父宠爱的陆修 彻底失去了陆父的父爱 新夫人看着柔柔弱弱 却很是有一手 物质上面 将陆修的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 但是私底下 陆修就连换个下人 都得经过那新夫人的同意 陆修幼时 时不时会生病一场 那时候不懂事 真以为是他自己身子骨太弱 好几次病得十分凶险 差点就熬不过去 直到他在亲娘的遗物中 获得了那枚戒指 秦老的出现 将他虚假的幸福给狠狠击碎 让原本懵懂的他 逐渐看清了人心的虚伪和丑陋 也让他脱胎换骨 踏上了修炼成为强者的路途 若不是有勤劳 陆修可能早就死在了 新夫人的阴狠手段上面 陆修想到身体里的余毒 眼神中闪过一丝狠辣 再让那对母子潇洒一段日子 等他实力再强一些 就是他报复回来的时候 行 我知道了 这段日子辛苦你了 这是给你的奖励 继续替我好好办事 我绝不会亏待你 陆修将早已准备好的钱财 递给侍卫 侍卫谢过后 便退出了书房 萧义 先暂时留着 等把眼前的事情解决后 再找他算账 想到此次回来的目的 陆修提笔写一下一封信 随后从储物界中 拿出一个造型精致华丽的发簪 命人悄悄送出陆府 木府 书房内 爹 你叫我们过来干嘛 沐晴青 沐晴月 还有萧义 此时都被沐亭业 给叫到了书房里 帝幕即将开启 莫得神器鲁魔剑的帝幕 萧义眨了眨眼 只是看着木亭叶没有作声 想来木亭叶既然将他叫了过来 那他应该也有参与 进入帝幕的资格了 之前光想着扶生宴的事情 倒是差点把这小段剧情给忘记了 与往日一样 进入帝幕的名额一共有二十个 皇家占了五个 剩余十五个名额 就是从各家子弟中挑选而出 木亭叶说这话时 主要看着萧义 木晴青与木晴月 自小在帝都长大 对于帝幕的信息 自然一清二楚 也只有萧义出来乍道 很多事情都不太清楚 三日后 皇家演舞场内会进行比武 你们这三日 好好养精蓄锐 卫父希望你们三人 都能在这十五个名额当中 爹 你就放心吧 就那帮公子哥 哪个是女儿的对手 更何况是姐姐和 姐夫了 木晴青最后那一声姐夫 喊得十分含糊 萧义暗中翻了个白眼 木亭叶并未注意到 木晴青那敷衍的称呼 眉头紧锁 一脸凝重地看着自家女儿 切不可大意 真以为自己那点实力 能够在帝都横着走了 你之所以觉得 那些公子哥不行 那是因为他们家族中 真正的精英 未曾出手罢了 木晴青很是不服气地撅着嘴 还想说些什么 却被木晴越按了下去 听父亲的意思 难道在外游历的那几个 如今都回来了 木晴越说完 木亭叶赞许的目光 便落在了他身上 还是悦儿聪慧 你啊 什么时候能有你姐姐一半聪明 为父真是谢天谢地了 回来就回来呗 我可不怕他们 木晴青很是不服气地嘟囔着 哼 到时候被打败了 你可别回来跟我哭鼻子 木亭叶说是这么说 但是看他那脸上的表情就知道 他对于木晴青 还是抱有很大希望的 月儿 回去你与你夫君好好说说 那些人的一些信息 让他了解之后的对手 省得上台后两眼摸黑 行了 你们都下去吧 除了木亭叶的书房 木晴青就蹦到萧义的面前 你不要打扰我姐姐养山 那些人的情况 我来与你说 这几日来木晴青对萧义 可算得上市严防死守 一直不停地找机会 杜绝他跟木晴月两人单独相处 恨不得常住在他跟木晴月屋子里 好在萧义与木晴月是假夫妻 对于木晴青那点小伎俩 压根就不在意 甚至还觉得挺好 他这样还省得他 整日里要对着木晴月演戏 毕竟他身上的秘密可不少 木晴月这女人 又是个聪明绝顶的 长久下去 难保他不会看出 自己身上有问题 既然如此 这三日 我就住在偏院 大家都能好好养神 萧义趁机说道 叶叶和两个千娇百妹的大美人 睡一张床 只能看 吃不着又摸不着的 那叶叶幽香扑鼻 实在是让他睡觉都睡不踏实 哈 那最好了 木晴青倒没想到 萧义会自己提出睡去偏院 但无论他什么心思 只要不和木晴月单独相处 他自然是无比乐意的 那姐姐 我跟他去偏院给他讲完就回来找你 你跟他说完就回自己院子吧 这几日别再瞎折腾了 好好谢谢 萧义眼神古怪的瞅了眼木晴月 木晴月对着他微微一笑 眼神中却暗含警告 而木晴青显示是没有听出来 很是遗憾的答应了木晴月 真是个小傻子 萧义一路都看木晴青的眼神中 都带着些许的怜悯 只把木晴青看得十分莫名 你看什么呢 你那是什么眼神 想打架吗 我看你活得挺幸福 打什么架 你又打不过我 萧义说的很是一本正经 毕竟有时候人傻也是重福气 你 我只是现在打不过你 不代表这辈子都打不过你 木晴青气得直跳脚 又无法反驳 很是不甘心的说道 小姨子啊 这白人梦呢 还是少作为妙 萧义笑着伸手揉了下 木晴青的脑袋 在木晴青拍上来之前 及时缩了回来 两个人一路吵吵闹闹的 回到了偏院 少爷 你回来了 我还以为 你都快把白纸忘记了 听到院子里传来动静 白纸心冲冲的 跑到萧义面前 张口就是一通抱怨 你这奴婢 好事没有规矩 果然 妖族就是妖族 我看你 还是把人送到管家处 好好教导一番才是 木晴青一看到白纸 就气不打一处来 萧义成婚后没几日 这白纸就寻了过来 当时他可是大吃一惊 没想到萧义出门一趟 居然带回来一个 如此貌美的妖族 养在身旁 而且还是个狐狸精 木晴青满眼 都是对白纸的看不起 白纸虽然有些傻白甜 但是木晴青身上 这么浓郁的敌意他 怎么可能感觉不到 再说 这也不是他们第一次 发生冲突了 又来了 萧义下意识地揉了揉眉心 这木晴青也不知道 是不是天生和白纸泛冲 两人一碰面 就能闹得鸡飞狗跳 我的主人只有少爷一人 他都没说我 你凭什么说我 白纸不甘示弱地对了回去 也不知为何 见了旁人白纸 多多少少都会有些羞怯 不敢多言 但是遇上木晴青 他就格外地勇 停 停 停 行了 你们两个一碰面 就跟斗鸡似的 白纸你先回房 我们有事情要说 小姨子你放弃吧 白纸在我身边 不需要学那些多余的规矩 萧义说话 白纸还是听的 只不过他 冲着木晴青哼了一声 这才转身跑回了房间 要糟 嘿 你个狐狸精居然敢 萧义你做什么 你放开我 我今日非得要好好教训 教训他不可 萧义眼急手快地 一把拉住木晴青 这才没让他冲过去 找白纸算账 好了 你说你一个堂堂的 木家二小姐 做什么和一个小丫头 过不去 你消停点吧 木晴青张牙舞爪地 想要甩开萧义 萧义一只手 差点没抓稳 赶紧将人一把抱住 强硬地 把人给带进了屋子 你放开我 混蛋 快放开我 木晴青正脱不开 萧义的束缚 气得脑子一抽 张嘴就朝着萧义的手臂 狠狠地咬了下去 我去 你属狗的不成 萧义怎么都没想到 木晴青居然会来这么一招 赶紧把人甩开 行了 别闹了 说完正事 你还是赶紧走吧 省得你俩在我院子里打起来 说来说去 你就是袒护那个狐狸精 你是不是想对不起我姐姐 萧义是真的有些无语 不明白木晴青 怎么就死盯着白纸不放了 真是皇帝不及太见解 你姐姐都不介意 你在这瞎操什么心 你到底还说不说了 不说就回去 我去找你姐姐 也是一样 要不是原剧情中 对于此次进入地墓的人员 描写得不太详尽 他哪里需要用的着木晴青 名额比武 这在原剧情中 不过一笔带过的事情 原因是 陆修沾了华银公主的光 直接用了皇室的内定名额 根本不需要跟人去一同争夺 说起来 那这陆修此时 也应该回到帝都了吧 萧义陷入自己的思绪中 一时把木晴青给望到了一旁 木晴青看着 突然神色严肃 沉默不语的萧义 突然有些心慌 红唇抿了抿 以为他生气了 我姐姐不介意 那是他大度 明明 明明就是你的错 你还生气了 大男人的 哼 说就说 说完我立刻就走 省得在这里 爱着你们主仆的眼 木晴青气恼的一咕噜 将所有信息快速说完 也不管萧义听清了多少 直接甩头 就气呼呼地走了 萧义 莫名其妙的 这又是生的哪门子气了 走就走了吧 萧义也懒得去哄 这脾气古怪的大小姐 随意找了把椅子坐下 静静地梳理着木晴青 刚刚给出了信息 少爷 那疯姑娘走了 白纸扒拉在门框上 探头探脑地问道 走了 你啊 以后看见 他就躲开点 我再还能护着你 万一我不在 当心他把你那一身狐狸皮给扒了 萧义故意吓唬白纸 木晴青当然不可能 干出这种事情 毕竟 白纸怎么说 都是他的人 但是也不能让这小狐狸 再这么得罪下去 兮兮 知道了少爷 那我们什么时候出去逛逛啊 白纸连声答应着 随后将自己的小心思 给说了出来 最近不行 三日后我要参加一场比武 只能之后再说了 啊 那好吧 白纸很是失望的低下头 脑袋上原本耸立的那两只狐狸耳 都搭来了下来 他就知道会是这样 萧义被白纸那幽怨的小眼神 看得直想笑 努力绷住神色 赶紧让他自己玩去 三日后 皇家演舞场 萧义眼前的站满了帝都各家翘楚 耳边是看台上那些世家贵妇小姐们的 窃窃私语 心里涌起一股奇妙的兴奋感 这些人 之前不过都是小说里潦草几笔就一带而过的路人甲乙饼 如今 却活生生地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这让萧义再次认识到一个事实 他现在所生活的世界是真实存在的 而不仅仅只是一部小说而已 原本有些激荡的心情也逐渐平缓了下来 喂 你该不是怕了吧 沐清清注意到 萧义的神色有益 眼神中带着野鱼 我有什么好怕的 该怕的人应该是他们才对 萧义自然清楚 能够站在此处的人 没一个是简单的 但是他完全不觉得自己有丝毫比不过他人的地方 虽说他修炼时日 尚短 但是他底牌多呀 哈 不过一坠絮 居然敢说出如此大话 也不怕傻了舌头 站在萧义附近的一人 恰巧听到了这话 立刻转身嘲讽 沐清月虽然不常在人前露面 但是沐清清那张脸 身在帝都的人 哪有不认识的 萧义跟在这二人身边 身份自然早就被人给猜了出来 况且 那日沐清清的比武招亲架势不小 见过萧义的人也不少 纵然有些人不识 也会立刻被身旁知道内情的人 给好好科普一番 一时间 萧义刚刚的话 被周围的人迅速传了个遍 你猜坠血 你全家都是坠血 让人诧异的是 萧义还没开口说什么 沐清清反倒率先跳了出来 一脸恶狠狠地瞪着开口说话的人 萧义同样也很是惊讶 没想到沐清清会在人前维护他 哼 做都做了 这还不敢承认 果然是个吃软饭的小白脸 也就只会躲在女人身后罢了 也不知道这种人是哪里来的资格 与我等一同站在这里 简直是对我等的羞辱 那人不敢对沐清清说什么 眼神时不时地瞥向沐清月 矛头依旧对准萧义 话里话外 将旁的人都牵扯了进来 萧义看着他不安分地双眼 当下就明白 这人恐怕是沐清月的爱慕者之一 这是想挖他墙角啊 你这是对陛下不满 萧义一把按住发怒的沐清清 嘴角牵起一抹淡笑 与带疑惑地问道 你瞎说什么东西 我什么时候有说过 对陛下不满了 你不要张口就是污蔑 那人被萧义的话给吓了一条 立刻连声否认 陛下亲自赐婚 圣旨上清清楚楚地写着 是我萧义取沐家大小姐木情月 而你却口口声声称我为赘婿 说到这 萧义脸上的笑意越来越大 你这不是摆明了 不把圣上放在眼里 连圣上的旨意都能随便扭曲 还说不是对陛下不满 卧槽 这是个狠人 众人此时心里同时都闪过这个念头 同时也明白 看着一团和气的萧义 压根就不好惹 不提修为 就光是这张随口就能扣下一顶大帽子的嘴 也够人喝上一壶了 我不是 我没有 你不要乱说 那人惊慌失措地连连摆手 哪里会想到 萧义会将事情直接往当今陛下身上扯去 原本只是一件口角小事 无论是对骂 或是直接大打出手 他都不带怕的 甚至他故意嘲讽萧义 就是想要在慕晴月面前 让萧义败于他手 狠狠地搓一搓他的面子 谁知 这人居然不按常理出牌 事关圣上 就没有小事 一时间急得他满头大汗 不知该如何反驳 慕晴月看在眼里 脸上神情不变 心里却暗骂了一句 蠢货 说得好 慕晴轻站在萧义身旁 拍手笑得很是欢快 他虽然始终看萧义不顺眼 但却容不得其他人在他面前欺负萧义 可是他幕府女婿的头衔 怎么能够让外人给欺辱 他欺负萧义是一回事 外人欺负 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这也是他刚刚跳出来的原因 世家弟不懂事 我替他向萧公子道歉 还望萧公子海涵 一个长得跟那人六七分相向的男子走了过来 先是瞪了自家弟弟一眼 随后很是爽快地向萧义道歉 哥 我 闭嘴 再闹就直接回家去 压下愤愤不平的弟弟 赵紫棋温和有礼地对着萧义一手 你弟弟确实挺不懂事的 不过看在你这么懂事的份上 我就不跟他计较了 萧义很是大度地说道 这话落在赵紫棋弟弟的耳朵里 却格外的刺耳 气得一张脸胀得通红 张嘴还想说些什么 却接收到赵紫棋泛着冷光的眼神 吓得一个哆嗦 低下头不敢再闹 萧义将这一切看在眼里 赵紫棋这人恐怕并不简单 陛下 一个小太监急匆匆跑到 伴在楚阳帝身边的孙公公身旁 低声说了几句 孙公公笑呵呵地转头 将萧义那边的动静 告诉了楚阳帝 慕爱卿这女婿 嘴皮子向来都是这么能说会到的 不过是年轻人之间的打闹罢了 无妨 楚阳帝听完呵呵一乐 并未当回事 看着时辰也差不多了 准备开始吧 陛下驾到 原本嘈杂的皇家言无常 随着这一声高喊 瞬间寂静无声 萧义眼角只瞅到一抹明黄色的身影 便随着众人一起跪拜在地 吾皇万岁 万岁 万万岁 萧义只是嘴角一丝一丝地动了动 至于到底说没说 只有他自己知道 而且 他敢肯定 场上如他一般的 还有许多人 就比如 他身旁的穆琴月 他反正是没有听到这姑娘的声音 平身 楚阳帝面带微笑 看着底下那一张张年轻的脸庞 不由想起了自己年轻的时候 最后眼神 在看到萧义时 顿了顿 很快又一开 例行惯例 楚阳帝说了 一连串的鼓舞人心的废话后 宣布选拔正式开始 一共三座擂台 参加此次选拔的参赛人员 控制在六十人里 二十人一组 先抽签拿号 一号对十号 二号对九号 以此类推 胜者之间再次进行对决 以此决出十五个进入地幕的人员 萧义与穆琴青 穆琴月自然是分开 一人选择了一座擂台 抽取了属于自己的号码 四号 这数字可不太吉利 穆琴青抽完自己的 就立刻跑来看萧义的号码 我是六号 去看看姐姐的 来得快 跑得更快 也不管萧义想不想去 穆琴青直接拽着萧义 跑到了穆琴月身旁 呀 姐姐是十号 那岂不是第一个上场 穆琴青刚说完 就有人站上了比武台 我是一号 十号是哪位 台上的男子一脸傲气的开口 是孙家的孙茂 看他这一脸臭屁的模样 姐姐加油 把他从擂台上一脚踹下来 穆琴青认出了那人 很是不屑 你以为你姐姐跟你一样 那么粗鲁吗 你说谁粗鲁 穆琴月看着闹在一块的两人 摇摇头竟直上了比武台 穆家穆琴月请孙公子指教 相比于孙茂那傲气凌人的模样 长得美若天仙 又气质温柔的穆琴月 显然在气度上就胜了一筹 快看 是穆琴月 什么 哪里 我女神在哪里 这是萧义第一次直观地感受到 穆琴月在帝都的受欢迎程度 除了必须要比赛的人 还在那两个比武台上站着 其余人纷纷都涌到了穆琴月 所在的比武台下 就在台下很是热闹时 台上的孙茂 见到穆琴月后 脸色顿时变了变 她没想到自己这么倒霉 第一个对手就是这女人 她败了 台上还未开始 萧义忽然开口说了一句 败了 都还没打呢 怎么就败了 虽然她肯定是打不过我姐姐的 穆琴月一脸莫名地看着萧义 还未开始 她就以心生俱异 没什么好看的 与其在这看穆琴月 还不如看看另外两个擂台上的人 哎 你怎么可以就走了 萧义不想让穆琴月抓住自己 穆琴月自然就留不住萧义 恨恨地在原地跺脚 穆琴月眼角余光撇到 那抹离去的身影 嘴角掀起一抹笑容 随后便快若闪电地 向孙茂发起了攻势 快 好快 太快了 不出所料 当萧义来到中间那座比武台时 穆琴月已经将她的对手给击败 相比于穆琴月的速战速决 另外两座比武台上的战况 就比较重归重矩 不知是因为双方实力相当 还是因为不想在第一轮就遭受重伤 萧义瞧着他们打得很是卫手卫脚 又都是这种对手 拿下这名额也不难啊 岂止是不难 萧义觉得根本就是轻而易举 萧公子看来对自己很是自信 萧义转头 说话的是赵紫琴 自己都没自信的话 又何必来这里呢 说的也是 可惜不能与萧公子在第一轮切磋一番 紫琴忠心盼望萧公子 能够顺利进入第二轮 这小子是在跟他约战吧 想要在比武台上打败他 给他那个弟弟出气 你放心 就算你进不了第二轮 我也一定会进 萧义说完头也不回的 就回到了自己的比武台下 赵紫琴冷哼一声 脸上的萧义退了得干净 十号胜 下一场二号对九号 二号胜 下一场 萧义兴致勃勃地观战了几场后 很快就轮到他自己上场 四号对七号 萧义一跃而上 另外一道身影也不慢 两人差不多同时站定在比武台上 萧义 好圆白 好圆白 萧义不动声色地打量着对方 此人在沐琴亲给的资料当中 属于重点关注对象 好家年轻一代的领军人物 之前一直在外游历 好圆白回来了 还以为他会赶不上 之前不是听说 他在炉鱼山附近出没 众人看到好圆白的出现 顿时开始议论了起来 说着说着 却突然开始同情起消逸起来 这消逸的运气可真是不好 碰见谁不好 偏偏碰上了好圆白 这要不少条胳膊 断条腿 估计是下不了这比武台了 是啊 之前还说 那孙茂倒霉 好歹人慕晴悦 只是家人给打下了比武台而已 这遇上好圆白 嘖嘖嘖 哎 你们说这消逸要是少了点什么 穆家会不会让穆晴悦修复 这都说到修复了 消逸听得 眼角都忍不住抽了抽 这帮人也太看不起他了 看着眼前面色冷峻的好圆白 消逸勾了勾嘴角 都说这好圆白一旦动手 下手绝不留情 狠纳无比 必然要让对手留下点灵剑下来 才肯罢休 他倒要看看 这好圆白到底是如何厉害 消逸眼中闪过一丝亮光 好圆白立刻就有所反应 枪 王全剑被一把有黑的大刀给挡住 一击不成 消逸立刻将王全剑召回 若有所思的看了眼好圆白手中的大刀 这柄刀不简单啊 虽说王全剑如今被封印 无法发挥出全部实力 可好歹也是把神器 若是寻常兵刃 此时早已破碎 必定是地平以上了 不过也是 好歹也是一堂堂世家翘楚 又怎会使用寻找兵刃 好圆白的反击来得又快又密 打断了消逸脑中的胡思乱想 无望三生第一刀断流年 好圆白一出手就是杀招 他从来不会看清任何一名对手 无望三生第二刀斩青丝 无望三生第三刀空于恨 场下一片哗然 这 这也太狠了吧 这完全是要阵那消逸于死地啊 这好圆白 明明一刀就能将对手解决 偏偏连出三刀 这谁能挡得了 底下人多数都已经在摇头叹息 仿佛已经见到了消逸雪剑当场 看着站在原地动也不动的消逸 慕青青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消逸 快躲开啊 他在台下大声呼喊 可惜比武开始后 擂台上便升起了灵气罩 将外界的所有的攻击与声响全都隔绝 除非裁判出手 否则消逸必死无疑 消逸的额头猛然间布满了冷汗 原本专注的心神一下子恍惚了起来 他的眼前不再是好圆白的身影 而是一个小小的身影 正踏着欢快的小步伐朝着他开心的奔跑而来 那是 周围高大耸立的现代建筑让消逸瞬间清醒了过来 这是幻术 不 不对 这是他的过去 看着那小小的身影和那几道熟悉的人影 消逸明知道此时自己应该冷静 却还是不可自控的心头一片激荡 只是转眼 那熟悉的人影逐渐开始消散 而他脑中 关于这个人的记忆也随之变得模糊起来 不 不可以 消逸明明之中有种预感 如果任由人影消散 至此以后 他将会永远失去有关于这道人影的所有一切记忆 当所有人都从记忆中被抹去 那我就成为了一个没有过去的人了 断流年 断的是他的过去 斩情丝 斩的是他的现在 空于恨 空芒未来 等待他的只有死亡 只图留他一生长恨 阴落无痕 这是要将他整个人从这个世界彻底抹出 好毒辣的手段 好阴险的好圆白 好一个无望三生 消逸从不认为自己有多良善 但以往对敌 除了在战场之上时 多少还是留有一些余地 今日不过一场选拔比武而已 这好圆白居然下如此杀手 那就怪不得他发痕了 过往的那些人事物 是他如今最珍贵的记忆 只因他知道那些人 那些事 那些物 他再也无法触及 但是那些记忆 却让他始终记得他究竟是谁 这是他的根 谁敢动他的根 他就要和谁拼命 对于台下的人来说 时间不过一刹那 除了好圆白与消逸 谁也不知道 在这一刹那的时间里 消逸都经历了些什么 只见他呆滞地站在比武台上 一动不动 整个人仿佛傻了一般 双眼中的神采正在逐渐消失 好圆白嘴角微勾 胜负已定 这三刀他苦练许久 近日刚有所成 他正好想要找人试刀 今日 无论是谁成为他的对手 他都会使出这三刀 只能说 这消逸比别人更加倒霉 好圆白已经转身 消逸在他眼里 已经是个死人 现在只等裁判定下结果 有杀气 你 这不可能 好圆白连转身都来不及 只能仓促间打出道道斗气屏障 却根本无法抵挡 秀极斑驳的剑身上 升腾着黑色的火焰 火焰之中隐约间 能看到无数细小的电光 在其间穿梭 黑色大刀 横立于好圆白身前 那层层斗气 仿佛纸片一般 瞬间就被消逸那柄 毫不起眼的破剑 给撕了个干净 不过好圆白此时却并不担心 那柄剑破不了自己的刀 破 这 怎么 明明 明明之前还挡住了呀 好圆白口中鲜血喷洒而出 他不可置信地 低头看着插入自己胸膛的那柄剑 身体一阵摇晃 耳边也传来断刀 跌落在比武台上的清脆撞击声 杀你 只需一剑 没有浩大的声势 也没有绚烂的招式名 只是简简单单 朴实无华 完全不被人放在眼里的一剑 好圆白想要用斗气修复伤势 却只是突然 剑身上附带的火焰 始终盘踞于他的伤口 无论输入多少斗气 都会被这黑色火焰吞噬殆尽 并且 他斗气输入的越多 这黑色火焰还有壮大的趋势 而黑色火焰中的闪电 也随着他的斗气 不停在体内的游走 整个身体又痛又抹 我 不甘心 好圆白的身体 重重摔落在地上 眼神不甘地看向不远处的萧毅 他还有许多底牌未出 他还有许多保命的 不对 连手中的大刀都已经锻炼 那些所谓的底牌 真的还能保住他这条命吗 四号胜 快 医师在哪里 裁判也被吓了一跳 萧毅那一剑实在是太快 连他都没有立刻反应过来 他和众人一样 都以为好圆白完全能接下那一剑 可谁知 最后的结果居然是这个样子 裁判余光扫了眼 回到萧毅手中的那柄锈剑 心知 这把剑绝不像外边那般简单 只是眼下可没空让他深思 他将身上的疗伤丹药 一咕噜地掏出来 往好圆白嘴里塞去 只是情况却越来越糟 好圆白全身无法动弹 思绪也随着生命力的流逝 开始恍惚起来 他还是轻敌了 直到此刻 好圆白才清醒地意识到 那个男人的实力究竟有多恐怖 原来 只需要一剑啊 随着好圆白最后一句呢喃 从口中落下 他终究还是无力地闭上了双眼 没救了 医师带着自己的学徒 匆匆来到比武台后 只看了一眼 就直接宣布了结果 随后便将好圆白的尸体 给抬了下去 卧槽 真的假的 那好圆白就 就这么死了 萧毅死定了 好家绝对不会放过他的 那倒也不一定 穆家可不怕好家 不过两家结仇 那是必然的了 处于议论中心的萧毅 此时并不好受 体内的斗气 在一瞬间被抽空 全都被灌注进王权剑中 要不然 那好圆白哪有这么容易 就被他给一剑杀死 能强撑着不倒下 是他最后的倔强 不过 好在裁判救治好圆白 耽搁了一会儿时间 他拼命运转心法 总算是好了一些 最起码 能支撑着他走下比武台 萧毅 你 你还好吧 穆轻轻推开身旁的人 冲到萧毅的面前 原本想抱怨 他给穆家惹了麻烦 结果 看到萧毅此时 脸色发白的模样 倒嘴的话 直接拐了个弯 不太好 纵使杀了好圆白 萧毅心间却好似空了一块 他总觉得 自己似乎忘了一个人 萧毅的语气实在算不上好 穆轻轻鼓了鼓嘴 却并没有发脾气 秦儿 那边到你了 我先带他回府歇歇 你自己多当心 穆轻月看出萧毅的外墙中竿 叮嘱了穆轻轻一番 也不留下来看自家妹妹的比赛 带着萧毅打算回幕府 是他 就是他杀死了圆白 两人才刚走到幕府的马车旁 斜次里便冲出来一群人 将穆轻月和萧毅团团围住 这些人双眼通红 满脸悲切 眼神却十分凶恶的 死死盯着萧毅 好家的人 劝你们散开 不要拦路 穆轻月虽然在外一向温和有礼 但也不代表他没有脾气 萧毅如今是他名义上的夫君 他便不能将人丢在这里不管 好家人的拦路 更是让他觉得扫了颜面 穆大小姐 此事与你无关 只要将你身后的那小子交给我们 我们自然不会拦住你的去路 好家人虽然怒火中烧 但总算多少还保留了一些理智 没有将矛头指指幕府 萧毅的身份 他们自然清楚 不过是个来路不明 姻缘巧合才成了穆家的女婿 哪里能得到多大的重视 恐怕 他们好家把人给杀了 穆家的那老狐狸指不定心里还偷着乱 高兴有人替他解决了一个大麻烦 正是抱着这样的心态 好家人懒得格外有气势 他乃是我夫君 一句话表明了穆情月的立场与态度 穆情月 称你一声大小姐 是给穆大人脸面 为了这么个小子 穆家难道真的要跟我们好家交恶 你做得了你们穆家的主吗 萧毅看着挡在自己身前的穆情月 虽然知道他这么做一定是有自己的目的 但此时此刻 心里多少还是有些许的感动 他伸手按在穆情月的肩膀上 想要自己解决 穆情月回头扫了他眼 你乖乖站着 不许说话 也不许乱动 萧毅眨了眨眼 瞬间领会了他的意思 他这是被女魔头给护上了 别说 这感觉居然还不赖 萧毅沉浸在被穆情月保护的奇妙感觉中 甚至连刚刚那莫名的情绪都给冲淡了不少 而一旁的好家人则是气急败坏 原本就强忍着怒火 只是因着穆情月才忍耐着 如今既然穆情月不肯让开 那就不能怪他们连他一起拿下了 比舞台上生死不论 陛下还在里面 你们好家就敢如此行事 你们眼里还有没有圣上吗 好家人架势拉开 就准备冲上来抓人 萧毅全身紧绷 做好了随时迎战的准备 谁知 穆情月还依然这么不急不缓地开口说话 他有些疑惑地看了眼穆情月 在他印象中 自家媳妇不是这么爱啰嗦的人 哼 这就不用你操心了 不用怕 圣上那边 家主自有说法 我们只需家人带回去就行 若是反抗泰国 就递格上 是 原本有几个听到穆情月的话 心思略微有些浮动 现在一听有家主扛着 哪里还有什么顾虑 穆 住手 萧毅刚想问穆情月 到底是什么打算 猛然间一声大喝在耳边响起 这一声大喝之下 除了被围在中心的穆情月与萧毅 那些好家人 全都被震得双耳渗出血迹 所有人脑中一片昏尘 左右摇晃 仿佛醉久的人一般 扑通 扑通 好家人一个接一个的 纷纷倒在地上 多谢左将军解围 一身银白色铠甲 高壮剑瘦的男人 出现在了众人的眼里 聚众寻性挑适 通通抓到牢里去 没有询问 没有呵斥 只有一个结果 左将军 我们是好家的人 我们 好家人哪里担心 就这么被抓进牢去 张口就要辩解 是不是好家人与我无关 选拔期间 严禁私下寻仇 严禁聚众斗殴 所有规矩早就告知的一清二楚 左将军让手下 将这些人的嘴全都给堵上 明知故犯 藐视圣上 罪一家一等 萧义坐在马车里 看了沐晴月一眼 又看了一眼 你有话要说 沐晴月原本闭目养神中 但是萧义的目光 实在太过强烈 让他实在无法忽视 你怎么知道 会有人出来 阻读好家的人 萧义脑中各种猜测 好家人竟然敢这么大张旗鼓的 来找他的麻烦 甚至连沐晴月 在一旁都毫无顾忌 必然是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一开始萧义被围上时 他就看到那一旁的 手卫敲摸摸地溜走了 肯定是得到了消息 假装没看到 圣上比你我想象中更关注你 沐晴月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说了一句似是而非的话 萧义却一下子就听懂了 他诧异地看着沐晴月 看来沐晴月手里的力量 比他想的还要庞大 沐晴月这么说 那就一定是知道 楚阳帝派人盯着他了 萧义回忆了一番 今日里所见过的人 半上 无奈放弃去推测 哪一个才是楚阳帝的人 毕竟 除了来参赛的各家俊杰 最多的可是那些侍从 丫鬟和侍卫 他在天井城内 毫无基根与自己的人手 怎么可能猜得出来 今日 多谢了 虽然是楚阳帝派来的人 替他解了围 但是沐晴月能够出面 挡在他身前 萧义还是要跟他说一声谢谢 毕竟 以两人的交情 沐晴月完全能够置身事外 别说什么 为了沐府的面子 别人不知道 萧义还不清楚 要不是沐晴月自己愿意 沐府的面子 根本不被他放在眼里 就当还了你配合的人情 沐晴月淡淡地说完 继续闭上了双眼 意思很明显 不想再跟萧义说话了 萧义得到了自己想知道的 识趣地闭上了嘴 安静地开始打坐 两人一回到沐府 就被沐庭夜给叫去了书房 你怎么下手也不收着点 直接当场就把人给搞死了 沐庭夜没好气地看着萧义 好歹有口气 让人把他抬回去 再死也成了 啊 这 萧义差点没被沐庭夜这话 给说得笑出声来 好在 他知道自己是给沐家添了麻烦 努力绷紧面皮 做出一副认真听话的模样 说说吧 当时什么情况 沐庭夜指得到最后的结果 对于其中细节 还是得要萧义这个当事人来说 是他先动的杀招 我只是自保才做出的反击 谁知道他出手这么狠利 却挡不住我那一下 直接就挂了 萧义一脸无奈的模样 让沐庭夜没忍住看了他一眼 脑中浮现的是 当时萧义在比舞台上 那一身冷漠孤傲的气势 跟此时在书房里装乖的模样 简直判若两人 究竟 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他呢 沐庭夜的心里不知不觉中 生起了一丝丝的好奇 原来是这样 我知晓了 日后无论谁找你对质 你都这么说 剩下的事情交给我 你不用管了 回去歇息吧 好好准备后日的比赌 萧义也不知道 沐庭夜这是真性了 还是只是让他拿出个 说得过去的说法就行 但 既然都说不用他管了 萧义也就知道 这事儿明面上也就这样了 少爷 你回来了 输了还是赢了 白纸一察觉到萧义的气息 就立刻跑了出来 兴冲冲的问道 你家少爷怎么可能会输 自然是赢了 哈哈 少爷真厉害 白纸很是替萧义感到高兴 知道他还要准备后日的比赌 关心了几句后 就不再打扰他 回到房中 萧义叹了口气 自己果然还是有些飘了 萧义可以肯定 好原白的杀招 对他多少还是起到了一些作用 但是他仔细查看了半天 也没发现自己的身体 究竟有哪里不对劲 说来说去 还是他如今的实力不够 纵然知道自己出了问题 却找不出来 算了 只能先放到一旁 等境界上去之后 应该就找出来了 萧义忙活了半天 最终只能暂时放弃 如今他处在养灵境的巅峰 只要跨出一步 就能突破到鱼龙境 只是他始终摸不到 跨出这一步的感觉 今日这一战 虽然十分凶险 但却让他隐隐摸到一丝头绪 开始专心修炼 萧义还没过来 穆轻轻坐不住 起身不停地在大堂内来回走动 茴儿小姐的话 姑爷的院子没有丝毫动静 哎 你就不能老老实实地好好坐着吗 别晃来晃去 晃得我头晕 穆婷夜和穆轻月二人皆是一脸镇定的端坐着 穆轻轻别了别嘴 看着丝毫不着急的两人 气哼哼地坐回了自己的位置上 再不出来就赶不上了 不行 我去看看 又过了一会儿 穆轻轻实在是坐不住了 一拍旁边的茶几就跳了起来 你要去看什么 就在此时 萧义的声音跟着她的人一起出现在了大堂之中 你可总算出来了 你再不出来 我就要去你院子砸门了 穆轻轻欣喜地看着萧义 随后便将小莲板了起来 故作生气 抱歉 让你们担心了 现在赶去应该还不晚 萧义好笑地看了眼目轻轻 知道她是在担心自己 不过这小丫头的性子 着实是有些别扭 不安 现在赶去正好 行了 过去短短两日 萧义并没有突破 但是穆廷也能够感觉到 萧义整个人的气息 比之之前沉稳了不少 看来 若是萧义有幸今日胜出 进入地墓 一定能有所收获 恐怕萧义出地墓之后 就能突破到鱼龙境了 穆廷也笑眯眯地看着萧义 越看越觉得顺眼 少年郎的潜力无限啊 穆轻月也感觉到 萧义有些不同 心里微微一跳 这萧义 很有可能会在她之前 突破到鱼龙境啊 想到这个可能 穆轻月眼中露出了一丝好声 看来自己最近是有些懈怠了 原本比她弱的萧义都要突破 而她却依然还停留在仰灵境 看来 地墓之后 她得沉下心来 先将修为给提升上去 旁的事情 还是暂且放一遍 毕竟这个世界 是用实力来说话的 萧义发现 今日落在她身上的目光 格外的多 就是她吧 跟在穆家两位小姐身旁 应当就是她了 好奇的 兴奋的 看热闹的 以及怨恨 等等 怨恨的目光 萧义一下子将转头看去 目光锁定在一个清秀的少年身上 她是谁 她呀 徐穆青 郝元白的好友 穆轻轻顺着萧义的目光看过去 看到那个少年的神色 忍不住皱起了眉头 她实力跟郝元白好像差不多 如果碰到她 你可要当心了 顺嘴说完 穆轻轻才想起来 郝元白就是死在萧义手上 就算对上徐穆青 应该也问题不大 撇了撇嘴 穆轻轻心里不由有些气馁 虽然她也如愿地通过了第一轮比试 但这是她运气好 抽到的对手 实力属于垫底 若是让她碰上郝元白和徐穆青这种 必定落败 就算一直看萧义不顺眼 穆轻轻也不得不承认 萧义的实力的确比她强 但就是明白了这一点 才让她更为郁闷 如今你可是帝都里最出名的人物了 谁不知道郝家元白死在了穆家女婿的手上 穆轻轻瞪着眼神 不停朝他们瞟来的人 你以后出了帝都可要小心了 郝家的人绝对会找你麻烦的 意思是他人在帝都的话就会没事 萧义知道穆轻轻是好意 点点头没有多说什么 心里却私存着 难怪楚阳帝这么忌惮穆家 同为世家 郝家白白损失了一个俊杰 却硬生生被穆廷也给压了下去 也不一定 按照穆轻月的意思 这里面可能也有楚阳帝的手笔 一时之间 萧义的脑中各种思绪翻转 却实在理不清这里头的暗潮 算了 想不通就不想了 传道桥头自然直 萧义甩甩头 如今实力还是太低 想那么多都没用 石身道 请各位上前来抽签 依旧还是之前的规则 萧义抽到了七号 第二组 第二个出场 依旧还是那三个比武台 穆轻轻和穆轻月的号码都比较靠后 好在 三人都没有成为彼此的对手 轻二 打不过就认输 无需逞强 穆轻月多少有些不太放心自己的妹妹 穆轻轻的 有几斤几两她清楚得很 今日能够站在此处的俊杰 除了个别几个 如同穆轻轻一般运气好的 其余人实力普遍都比她高出一截 第一天的比武 死得可不仅仅只是好圆白 知道了 我有分寸 姐姐不要太担心 穆轻轻的语气有些闷闷不乐 但也知道好歹 扯了个笑脸出来 想让穆轻月放心 笑得这么丑 还不如不笑 萧义的话让穆轻轻瞪圆了双眼 没忍住伸手对着她 就是一通乱捶 你太丑 本小姐天下第二好看 咦 你这么自大 居然甘愿屈居第二 那第一是谁 萧义说完 就想到第一是谁了 第一当然是我姐姐啊 难道在你眼里 我姐姐不是天下第一好看 好吧 她就知道 会是穆轻月 她怀疑穆轻轻是个解控 并且有证据 是 你说的没错 你姐姐就是天下第一好看 感觉到穆轻月的目光 也落在了自己的身上 萧义的直觉 让她决定 顺着穆轻轻的话说 看着萧义说这话时 那一本正经又认真的样子 穆轻月嘴角不由勾起一抹笑意 心里悄悄划过 一丝奇妙的感觉 就在他们插颗打混的闲聊下 第一场的比斗 已经落下了帷幕 第二组第二场 七号对二十四号 萧义还未动 对手比她更快一步 跃上了比武台 哦吼 原家路窄 萧义看着那人 微微眯了眯眼睛 徐木青 哎呀 怎么是她 这也太倒霉了吧 萧义是不太相信 真的会有这一巧合的事情 估计是有人 在其中做了手脚 好在 她也不怕就是了 不同于徐木青一身的阴冷和戾气 萧义整个人都显得云淡风轻 镇定从容 光是表面上看去 在气质上 萧义更胜一筹 灵气照还未开启 就听得观众席上 传来一阵阵的娇声软语 平日里觉得徐木青长得还可以 可跟这白衣少年一比 简直差太多了 你不认识那个人 不认识啊 这是谁家的少年郎 前几日 我有事未能来看 她呀 你还是死心吧 她就是那个木家的女婿 啊 原来是她 真是好可惜 这木青月也太好命了吧 就是 这萧义能击杀好圆白 实力不用说 长得还这么俊美 这般美事 怎么就落不到我头上 兮兮 就算不是木青月 也轮不到你 一开始那萧义的成婚对象 可是木青青 灵力照升起 将嘈杂声都隔绝在外 徐木青自然也听到了 那些贵女们的议论 原本就不太好看的脸色 此时更是黑成了锅底 萧义 今日 我必杀你 替圆白报仇 那恐怕不能如你所愿了 萧义轻笑了一声 这徐木青 未免也太自负了 徐木青自然知晓 萧义能够杀了好圆白 除了好圆白轻敌之外 他的实力也一定很强 所以他嘴上放着狠话 心里没有丝毫轻敌的念头 更何况 想到那件法器 徐木青脸上闪过一丝名笑 他就不相信 萧义一个区区仰灵镜 能够抵挡住那种伤害 萧义瞧见了徐木青 那一闪而过的怪异笑容 心里顿时打气了十二万分的警惕 他不怕正面硬刚 就怕这小子 藏着什么鬼欲伎俩 抽棱子给他一下 或者 好家人给了这徐木青 什么好东西 专门用来对付他 不得不说 萧义在无意中猜中了真相 这一次 萧义不再等着被动挨打 选择主动出击 徐木青眼前一花 便已失去了萧义的踪影 身后 没有 前后左右 徐木青警惕着 四周随时会出现的危险 都没有 人去哪里了 难道 徐木青想到 还有种可能 立刻抬头看向头顶 一条黑色的巨龙 携带着能融化空气的炽热高温 向着他飞快袭来 哄 比武台上的灵气照在一瞬间都发生了些许的扭曲 好在裁判及时出手稳定住 黑龙化为一片烈烈黑焰 火焰铺满了整个比武台 一时间 众人都看不清徐木青的身影 卧槽 萧义这是什么火 隔着灵气照 都能感觉到那温度高的吓人 原本挤在最前面那一排人 纷纷不断往后退去 黑色的火焰 仔细看 里面还有雷电穿梭 这该不会是天火榜上排名第13的天地黑雷炎吧 有人认出了萧义的天火 震惊的尸声喊道 天地黑雷炎啊 他从哪里搞到手的 众人看向萧义的目光顿时羡慕无比 天火难得 纵使发现想要收尾己用 其中也是凶险万分 此时看到萧义游刃有余地使用着天火 众人怎么能够不嫉妒 众人一边羡慕着萧义 一边猜测着徐木青是个什么情况 其他人看不到徐木青的身影 萧义通过天地黑雷炎清楚地感知到 徐木青的气息只是有些许的不稳定 看来并没有伤到他 萧义干脆地将天地黑雷炎收了起来 原本凭整光滑白亮的台面 经过天地黑雷炎的肆虐变得一片狼藉 密密麻麻的裂痕 凸起碎裂的台面 向观众展示了天地黑雷炎的威力 这可是特地用百里石做的地面 能够承受四象径的权力一击 天火果然名不虚传 徐木青没事 一道七彩的光晕 将徐木青整个人都笼罩在其中 随着萧义的天地黑雷炎消失 那道七彩光晕 仿佛泡沫一般 在众人眼前破碎 露出了里面略微有些狼狈的徐木青 啪 一声脆响 徐木青手中的一块精致的铜镜 碎裂成无数块 从他的指缝中 跌落到满目狼藉的比武台上 萧 义 徐木青咬牙切齿地吐出两个字 很是心痛 那明显已经无法修补的防御法器 又有些心有余悸 要不是他当时果断地将铜镜拿出来 恐怕他纵然不死 也必定重伤 欧巴摩睡网 想到好原白尸体上的伤口上烧焦的那部分 看来 就是这个黑火导致的 速战速决 不能拖延 徐木青有些心惊萧义的手段 第一次有些怀疑 凭借着自己的实力 或许未必能够打赢他 一柄长弓凭空出现 徐木青一把抓住 仰头对准萧义的位置 缓缓拉开了弓弦 这不是 这不是好家的那柄摄日弓吗 好家居然把摄日弓 交给了徐木青 看来这是一定要萧义死了 你这不说的废话 好原白是好家精心培育了多年的精锐 就这么平白无故地折在了萧义的手上 铁定对萧义恨之入骨 不过都把摄日弓给拿了出来 这倒是没想到 萧义听不到众人的议论 也不清楚摄日弓的威力 但是直觉告诉他 这把弓十分危险 无需额外的见识 随着徐木青不断将斗气输入摄日弓中 三道若隐若现的白色剑矢 缓缓出现在弓弦上 萧义自然不会干看着 王全剑在手 挥手间 道道风锐的剑气 向着徐木青急行而去 却在摄日弓前缓缓消散 这把弓 萧义皱着眉头 第一次 王全剑的剑气 居然被人如此轻而易举的就化解了 能被徐木青拿出来当必杀技的 果然不简单 看来 这一次 又得拼命了 想到上一次斗气被抽干的痛苦 萧义的脸都忍不住抽了一下 不行了 徐木青脸上汗如流水不停滑落 拉着摄日弓的双手都在微微颤抖 只是弓弦才拉开三分之一 但是他知道 以自己此时的实力 他只能做到这份上 萧义 受死吧 松开弓弦 徐木青全身颤了一下 整个人仿佛被掏空了一般 身体晃了又晃 最后还是没撑住 半跪在比武台上 只能仰头 目光追随着白色剑矢的 射向萧义的身体 成了 徐木青看着萧义在空中左躲右闪 手段平出 却始终无法摆脱 摄日剑矢的追踪 终于缓缓吐出一口气 摄日弓的剑矢 除非目标人物死亡 否则根本无法摆脱 哪怕逃到天涯海角 也摆脱不了 啊 耳边传来一声惨叫 徐木青看着三道剑矢 从萧义的身体里穿刺而过 脸上露出了痛快的笑容 哎 可惜了 萧义再厉害 也抵不过摄日弓的锁定 这徐木青拿着摄日弓 简直就是作弊啊 在场的所有人 有谁能够抵挡着攻击 场下的人看到萧义的身体 随着不断洒落的鲜血 重重地摔落在比武台上 皆是无奈地摇头叹息 不 不可能 萧义 你起来 你站起来啊 木青青眼眶都红了 即使知道萧义听不到自己的声音 也还是情不自禁地 对着比武台大声喊道 倒是作为萧义妻子的木晴月 神色十分镇定 没有丝毫的波动 这让旁边的人觉得十分的怪异 姐姐 姐姐我们快去喊停 现在应该还有救 木晴青想着 输了就输了 只要人活着还好 台上的萧义 虽然重伤 但显然气息尚存 此时上去救治 还是能够活下来的 亲儿 不要急 她还没输 木晴月并未同意木晴青的想法 看了眼一脸焦急担忧的妹妹 她微微瞥了瞥眉 怎么能不急 她都这样了 她 她 她没事 木晴青又气又怒 转头指着萧义想要质问木晴月 却在看到萧义好生生的 站在比舞台上时 一下子棱在那里 这什么情况 刚刚 刚刚明明已经躺那了 这怎么又毫发无伤了 场下的人各种惊诧和疑惑 场上的徐木青 也同样不可置信的看着萧义 随即想到 刚刚在耳边响起的 一道虚无的破碎声 她猛的转头看向一旁的裁判 只见裁判眼中露出了对萧义的赞赏 脑中快速划过一个念头 是换说 木晴月的声音在木晴青耳边响起 人群中也有其他人猜了出来 所以 所以 她没有受伤 刚刚的一切 都是假的 木晴青愣愣地看着比舞台上问道 没有受伤是真的 至于其他的 就不清楚了 幻术之所以是幻术 便是真做假实假一真 假做真实真一假 不过显然 木晴青关心的 只是萧义受伤的问题 此时得到木晴月肯定的回答 那颗掉起的心 总算是放了回去 随即便感到了一阵的羞恼 这家伙果然讨人厌 萧义完好无损地站在比舞台上 原本淡定的脸上 多了一丝凝重 在绝对领域中 那三道箭矢 正在以一种缓慢无比的速度 向着萧义靠近 萧义试着用天地黑雷炎 想要将这三道箭矢消融 却无法做到 王权剑挥出的剑气 对那三道箭矢也没有丝毫的影响 甚至因为萧义体内的 斗气消耗加剧 而导致箭矢前进的速度 更快了一些 这让萧义有些发愁 纵然徐木青此时连战斗战不稳 后继无力 无法再对他发起攻击 可他被这三道箭矢缠身 等绝对领域的施展时间一到 他拿什么来抵挡 细密的冷汉 逐渐爬满了萧义的额头 他有种预感 若是抵挡不了这三道箭矢 他极有可能就此神行俱灭 连灵魂恐怕都无法存活 穿越到这个世界以来 这是萧义第一次感觉到 死亡近在咫尺 果然 在这种世界里 不能小看任何一个人 系统 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这玩意儿 萧义在心里焦急地呼唤着系统 亲爱的宿主 很抱歉 本系统暂不提供该类服务 请自行解决 干 关键时刻没点屁用 他要这系统用何用 听到系统公式化的回答 萧义已经有些绝望了 这摄日公在原书里压根就没出现过 他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化解 当然 就算他知道 也不一定能拿条件 时间一点点流逝 众人都看出 萧义除了让那三道 箭矢减速外 似乎并没有解决的办法 徐木青原本黯淡的双眼 燃起了兴奋的光芒 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萧义 你还是放弃抵抗吧 我猜你这减速的办法 也不能一直使用下去 你迟早会死的 这摄日公 可是神器 神器 萧义斜眼白了徐木青一眼 懒得搭理这货 说得好像谁没有神器似的 就他身上 就能拿出来好几件了 嗯 萧义眼中闪过一道亮光 脑中忽然划过一个想法 只见他手中 忽然出现一个 灰扑扑的小巧颅顶 去 萧义将手中的小顶 抛向那三道箭矢 徐木青看着那毫不起眼的小顶 嘴里发出一阵痴笑 刚想开口嘲笑 结果接下来看到的一幕 让他瞳孔一阵紧缩 瘦 随着萧义的话音落下 小顶的颅盖被打开 没有任何华丽的光滑绽放 在众人眼里 那三道箭矢 仿佛是自愿朝着顶内飞了进去 只有站在小顶正前方的徐木青 在刚刚给的那一瞬间 感受到了一股极为恐怖的犀利 他整个人在原地打晃 最后双膝一软 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徐木青眼中惊恐不散 他有种预感 若是萧义的目标是他 他绝对会毫无反抗之力的 被吸进这个毫不起眼的小顶之中 成了 萧义欣喜地看着 飞回到自己身边的神农顶 不由得在心里夸自己 真是太机智了 叮叮叮 萧义脸上的笑容刚露出来 神农顶里发出了一阵声响 随即就看到手中的小顶 左摇右晃 像个醉汉似的 则 不愧是神器 果然没那么容易解决 好在那三道箭矢虽然闹腾 却始终破不开神农顶 萧义的性命算是无忧了 想了想 萧义索性将神农顶 给丢进了高原藏墓里 双重保险 有神农顶和那位看着 他就不信 那三道破箭矢 还能翻了天去 那 那是什么 难道 那小顶也是件神器 徐木青喃喃自语 整个人还处于恍惚中 徐木青 我知道你佩服我 但也不必行如此大脸 萧义抬眸就看到徐木青 面朝他跪的 那就一个笔直 很是有些无语 他还没死呢 这么着急 给他上坟做什么 徐木青这才回过神来 发现自己此时的姿态 很是丢人 顿时气急败坏的一下 跳了起来 只是还不等他怒骂出声 没心处一寒 王权剑稳稳的停在他额前 让他将原本的想说的话 都默默地吞回了肚子里 我 徐木青认输两个字 怎么都说不出口 萧义没注意徐木青的不甘心 他手一抬 那把被徐木青 跌落在地的摄日宫便 飞到了他的手里 那是我的 徐木青急了 往前踏出一步 王权剑的剑尖 便刺入了他的眉心 并且还在缓缓深入 逼得他不得不后退 现在 是我的了 萧义冷冷地回了一句 察觉到摄日宫上 传来的隐隐抗拒之力 不行 萧义 我认输 把摄日宫还给我 这摄日宫 绝不能在他手里丢失 你没有拒绝的资格 手中的摄日宫 仿佛也知道 萧义想要霸占自己 萧义感觉到一股灼烫感 传到手心 也不啰嗦 直接把摄日宫 也扔进了高原藏母 你有完没完 什么东西 多我这里让 脑海中忽然想起一道 带着脑溢的焦和 萧义下意识地摸了摸鼻子 都是好东西 我第一时间就想给你看 萧义赶紧哄了几句 也不知道 秦婉若是真信了他的鬼话 还是忙着去镇压摄日宫 反正之后就没搭理他了 徐木青看萧义不理不睬 转头就找上了 始终旁观的裁判 欧巴摩睡网 那裁判也知晓 这摄日宫 其实是好家的东西 清了清喉咙 刚想开口说话 裁判 他都认输了 你还不宣布结果 是想当众偏袒他不成 楚阳帝就在上面坐着呢 裁判被萧义的话噎住 狠狠地瞪了萧义一眼 立刻就打开灵力照宣布 这场萧义获胜 看到徐木青还要说话 裁判很是烦躁 一甩袖子 把人给送下了比武台 原本还想做个顺水人情 但这萧义刚刚 故意先踏一步开口 摆明了不买他的账 他可不想当众丢脸 行了 行了 你也赶紧下去 我这忙着呢 裁判很是嫌弃地 对萧义说道 萧义笑了笑 收回王拳剑 湿湿然地走下了比武台 萧义 我劝你赶紧将摄日宫交出来 否则好家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徐木青在旁人的搀扶下 拦在了萧义的面前 一副色力内忍的模样 看得萧义只想发笑 萧义确实也直接笑了出来 你是该夸你天真呢 还是该说你蠢 拿好家来压我 如今这天井城中 谁人不知好家与我的过节 你以为我会怕 楚阳帝听着小太监的汇报 不由发出了笑声 岂可家呀 孙公公揣摩着楚阳帝的心思 轻声开口 年轻人血气方刚 虽然脾气冲了点 但也没错 上了比武台都是牵过生死状的 好家人倒是有些仗势欺人了 楚阳帝笑容微收 手指轻点了几下 是啊 规矩早就广而不知 如今死了人倒开始不依不饶了 他家的人是人 别人家的就不是了 要是家家都如他家那般 这天井城岂不乱套了 我看他们就是 没有把我这个皇帝放在眼里 这话就有些严重了 孙公公低垂着眉眼 不敢再开口 他可是知道 楚阳帝对于那些世家心中 早就存有许多的不满 要不然之前也不会想着拿穆家开刀 只可惜 萧义的横空出世 破坏了陛下的计划 不过看陛下倒没有什么脑溢 反倒是对这个萧义有些欣赏 你让下面的人看着点 小打小闹的就不用管了 楚阳帝淡淡的开口吩咐道 奴才明白了 孙公公眼角瞥见 楚阳帝眼中闪过的一道金光 心里打了个机灵 这好家人若是聪明的到此为止 这事也就这么掀了过去 若是继续不依不饶 整出点什么事情了 恐怕陛下开刀的对象 就是好家了 也说不准 这本来就是陛下的目的 孙公公不敢再细思下去 转身就让人紧盯了萧义与好家 看楚阳帝暂时还对萧义感兴趣的份上 他得确保这小子 能够在好家人的手里 好好地活下来 什么 他把好家的摄日宫给抢了 穆廷一脸错愕地 看着前来汇报消息的人 随即哈哈大笑起来 这小子胆子可真不是一般的大 干得好 穆家与好家向来面核心不合 暗中互彩的事情可没少干 为了在明面上摆平好圆白的死 穆廷一脸可是没少忍耐 没想到这萧义转身 就又给了好家一个大嘴巴子 他这心里可真是说不出的美啊 等到萧义回府 穆廷满含得意地上下打量着萧义 光笑却不说话 把萧义看得的心里有些发毛 自家这老月账 这又是抽的奶门子疯 听说 你把好家的摄日宫给拿回来了 穆廷叶总算记起了正事 开口问道 是的 这摄日宫 萧义吃不准穆廷问这话是什么意思 回答间有些犹豫 倒不是他不舍的 而是那摄日宫明显不太听话 他担心拿出来后 这宫会闹出点什么来 既然是你迎来的 那就是你的 你放心拿着就是 我们穆家还不差这件神器 嗯 穆廷叶这无意中透露出的信息 倒是让萧义生起了一些好奇心 看来这穆家的底蕴很强啊 好家的神器是摄日宫 不知道这穆家的神器又是何物 萧义的思绪一瞬间飘得有些远 好家那边必定不会善罢甘休 进入地墓之后 你自己须得多加小心 穆廷叶是真心实意地担忧着萧义 您放心 我命硬 轻易不会被人给收走 回过神来 就听到老岳丈对自己的音音叮嘱 萧义心下有股暖流 虽说 一开始穆廷叶对他有些瞧不上 要不是楚阳帝开口这轻视 八成会泡汤 但不可否认 如今穆廷叶对他确实很照顾 有自信是好事 但凡是过犹不及 须知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穆廷叶说着 自处物界纸中 拿出一块玉爵递给萧义 此玉爵能够抵挡太上无量进三次攻击 和圣经大能一次攻击 你一定要贴身佩戴 穆廷叶原本没想把玉爵拿出来 但是看萧义一点都不担心的样子 忍不住替他犯愁 他相信 好家人就算不为了好圆白 也一定会为了摄日宫而找上萧义 好家应当不至于厚颜无耻到这个地步吧 进入地墓的名额 当日就出炉 宣指太监游走各家一一宣告 萧义自然是在名单之中 穆廷叶也在名单之上 只有穆廷青实力稍训被刷了下来 穆廷青闷闷不乐了三日 这三日谁都不见 独自在自己的小院子中生着闷气 当三日后 萧义和穆廷叶即将出发之时 他这才出现 你一定要好好保护我姐姐 要是姐姐回来 少了一根好毛 我都不会放过你的 是是 这是我媳妇 我当然会好好保护她的 用不着你瞎操心 萧义悄悄撇嘴 这小姨子还真啰嗦 深度解控 属实没救了 行了 你少说两句 你姐夫心里有数的 穆廷叶身怕这丫头在这时候 又跟萧义吵起来 将她往身后拉 时候差不多了 你们出发吧 萧义点头与穆情月一起朝外走去 冷不丁身后传来一嗓子 萧义 你要带着我姐姐平安回来 没有回头 抬手冲着身后挥了挥 事宜她听到了 在皇宫前集合 为首的赢甲将军 正是当日 及时给萧义解围的左将军 上官安正 所有人跟在我的身后 不许四处张望 不许交头接耳 冷力的声音 在每个人的耳边响起 但说完注意事项后 上官安正便带着众人进入了皇宫 一路上弯弯绕绕 不知走到了皇宫的哪个位置 上官安正总算停了下来 前安殿 萧义微微抬手 看到了金光闪闪 却带有一丝韵味的三个大字 在这一刻 他仿佛看到了一个 身着龙袍威严高大的帝王 肆意地在岸前挥毫泼墨 洋洋洒洒书写出这三个字 那一举一动 散发着难以言喻的感觉 却让萧义想要沉静其中 名神 突然 一声大喝 将所有人都拉了回来 不少人面上 都露出了迷茫的神色 萧义在声音响起的那一刹那 便立刻就警醒 他眼角余光 看到周围人的反应 明白刚刚那画面 不止他一个人看到 这块牌匾很势不凡啊 全都进去吧 别在门口发呆了 左将军只是站在门口 并没有进入的意思 萧义踏入前安殿时 感觉到暗处似乎有人扫了他眼 但是很快就消失无踪 他暗中皱了皱眉 经过一阵头晕目眩 萧义脚踏实地的那一刻 就立刻紧接了起来 睁开眼 一座华丽的陵墓 静在眼前 除此之外 别无他人 看来是随机传送啊 这就有些难办了 萧义又将目光落到了陵墓上 墓碑上 写着这位的尊号与死生日期 是天延王朝好几百年前的 一位短命帝王 反正原书中 压根就没提到过这位 萧义确认过 此处没有什么异常后 想了想将系统呼唤了出来 系统 你有地墓的地图吗 陆魔剑的确定位置 你知道在哪里吗 尊敬的宿主 该服务需要您提供五积分 请问是否扣除 系统 你变了 你之前给我地图的时候 都是免费的 萧义震惊地质问着系统 积分 他哪里来的积分 如今还到欠着系统三十积分呢 尊敬的宿主 之前因为在任务中 所以系统可以提供免费服务 以帮助宿主更快速地完成任务 现在并未有新的任务产生 额外服务需要使用积分才能提供 系统一板一眼地认真回答着的萧义的问题 那你倒是给我发布任务啊 陆魔剑难道不重要吗 这么重要的关键物品 你居然不给我发布任务 你不是在偷懒 我要投诉你 萧义倒打一耙 坚决把锅甩到系统头上 系统这一回倒是没有第一时间回复萧义 系统 系统 你还在不在 等了几分钟 萧义不耐烦地问道 尊敬的宿主 您的投诉本系统已经反馈汇报上级 本系统收到新的更新包 即刻开始更新 请宿主耐心等待更新后的服 说到最后 系统的声音开始变得一卡一卡 最后再也没有回应 我靠 我都进来了 你这才开始更新 前几天丹妈去了 萧义十分怀疑 这个系统是在撂挑子 但是没有证据 也怪他 前几天没想到提前问好系统 凭着以前的经验 原以为这系统绝对靠谱 果然 靠人不如靠己 如今只能希望自己的运气好一些 能够在路修之前找到路魔剑了 萧义长叹一声 随后凭着感觉 选择了一个方向 往前走去 地幕不知在何处 但是范围极其广阔 每一座陵木 都修建了一个单独的小院 萧义一路上 已经进过好几座陵木 却毫无例外的 没有任何收获 更是没有碰上一个人 纵横交错的小路 四周一模一样的建筑 待久了 很容易让人生出烦闷感 忽然 萧义看到不远处 一道倩影 正在向她缓缓走来 一袭精致华丽的公裙 面色冷漠 却极为漂亮的女子 走到她面前 只是眼神中 却隐隐透着一丝敌意 萧义 女子倾起朱唇 十分肯定地叫出了她的名字 这让萧义有些疑惑 这女子 她并未见过 正是在下 不知你是 华莹 华莹公主 楚阳帝的第三个女儿 男主陆修的未婚妻 只是不知 这华莹公主 是从哪里得知的她 这莫名其妙的敌意 又是从何而来 萧义带着一肚子的疑惑 面上露出礼节性的微笑 两手作衣 向着华莹行了一礼 原来是三公主殿下 陈第一次见到三公主真言 望公主恕罪 华莹看着她不说话 萧义眉头一皱 也不等她开口 自行收起了行李的双手 面上的笑容也脸了几分 哼 果然是香野小明 不知礼数 华莹从鼻尖哼出一声 看着不等自己发话 便站直了身子的笑意 很是不爽 萧义舔了舔后曹牙 心道 这女人就是来找茬的吧 原本还有些同情 华莹在书中沦为了王国公主 但是此时见到这人 这么一副态度 让萧义将为数不多的同情心 瞬间给收了回去 既然三公主 嫌为臣不知礼数 那臣就不这里 爱着三公主的眼了 说吧 萧义转身 就选了另外一条路走 慢着 华莹没想到 萧义居然转身就走 立刻将人给叫住 萧义仍耐住心底的烦躁 转过身时面色平静 只是脸上的笑意 已经全无 不知三公主有何事 你身为我天言王朝的子民 应当守护在本宫身边 护佑本宫的安危 谁允许你私自离开了 华莹公主说出这话时 脸上的表情 很是一副理所应当 甚至是在恩赐萧义样子 差点没让萧义当场给气笑了 真没想到啊 这华莹公主 居然是这么不知所谓的一个人 脸可真够大的 萧义冷冷地看着华莹 陛下可是说过 进入地幕之后 人人平等 得到的机缘各凭本事 三公主的你这架子 是摆错地方了 你 放肆 本宫让你随时在旁 是给你脸面 你居然敢 如此同本宫说话 这脸面三公主 还是给其他人吧 我才不稀罕 我不知道你对我的不满来自何处 但是我话也放在这里 老子看你很是不爽 地幕里随时都会出现意外 若是想安安全全地回去 三公主还是小心做人比较好 华莹原本弹幕的表情 因为萧义这暗含威胁的话语 终于露出了惊恶 这还是第一次 有人敢如此与他这般说话 华莹还想斥责萧义 结果人理都不理他 转身就大步地离开 仿佛他是什么惹人闲的东西一般 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这萧义果然如同阿修所言 简直就是目中无人 狂妄至极 可不是惹人闲吗 萧义便迅速远离华莹公主 心里便不停按道着晦气 遇到谁不好 偏偏遇到这么一个娇贵的主 要不是 看在楚阳帝带他不错的份上 就冲华莹那态度 萧义高低都得给他一个教训 让他知道花儿为什么那么红 听到身后传来的脚步声 萧义回头一看 那三公主居然硬是追着他而来 神经病啊 他都已经选择避开了 这女人怎么还尚赶着来讨嫌的 萧义不想跟这个脑子有病的三公主有牵扯 立刻施展步伐 看似闲听信步 实则正在飞速地拉开与花银公主的距离 左拐右拐 萧义凭着感觉乱走一气 三公主难不成看上我了 微臣可是有家世的 没想到这花银公主看着娇弱 一身修为却是实打实的 萧义居然没能成功 将人给甩掉 你想的可真美 谁看上你了 本宫想走哪里就走哪里 你还管到本公主头上来了 花银嘴上不承认 心里却打定主意 要跟着萧义 找时机故意捣乱 让她什么都得不到 萧义扯了扯嘴角 这三公主可真是摆明了不讲道理 想跟着是吧 萧义瞟了花银一眼 手中暗自掐绝 花银看萧义不说话 眼中流出一丝得意 看着萧义一言不发地继续往前 她索性拉近了距离 就在坠在萧义身后不远处 口中还时不时说几句讽刺的话 像你这种人 本宫见得多了 不过是小人得志罢了 咦 人呢 花银诧异地看着空无一人的前方 明明之前萧义还在前面走着 人怎么突然就不见了 她环顾四周 并未触发什么陷阱机关 就在花银正在为丢失了 萧义踪迹懊恼时 早就利用幻术 甩开花银的萧义症 专心地研究着 矗立在眼前的一座石碑 历史十五载 魔族 四方混战 石碑上面的文字不似如今 倒像是上古文字 萧义半蒙半猜大致 看懂了上面的内容 最下面有一个奇怪的图案 萧义动了动手指 按照图案的临摹了起来 滑到最后一笔时 萧义脑子一抽 注入了些许斗气 只见空中忽然显现出一枚 与石碑上一模一样的图案 随后这图案完全不由萧义掌控 自行飞向石碑 与其上的图案合二为一 石碑上的图案 不断闪烁着白色的光芒 最后射出一道光束 将萧义整个人笼罩其中 嗨嗨 萧义猝不及房间 就掉入了一个水池中 诡异的是 他发现自己的斗气 在这水中完全无法使用 好在他会游泳 不然堂堂一仰灵静修氏 被淹死在池子里 说出去 那可真是一笑大方了 说是池子 却深不见底 绿油油的水面 将萧义的面色 照应得有些甚人 咦 萧义刚游到池边 忽然发现 还怪舒服的 运灵池 侧头看到 立在一旁的石块上 刻着运灵池三个大字 还有底下那与之前 石碑上一模一样的图案 萧义若有所思 原本还想上岸的他 此事却不着急了 萧义猜测 这个所谓的运灵池 是专门挤仰灵静的修饰所准备的 要不然 为何这地幕飞仰灵静 不得入内呢 这应该是天言王朝的前辈 专门给王朝后辈留下的福利 如此机缘落到头上 岂能白白浪费 他立刻运转 九星磨到五穴中的肉身淬炼法 开始主动吸收了起来 若是平日里在外面 想要淬炼肉身 少不得收集大量的天才地宝 伤才不说 还效果甚微 哪里像这运灵池 不过短短一会儿的功夫 萧义的肉身繁体 便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萧义整个人的心神 都沉浸在修炼之中 也不知过去了多久 他忽然睁开双眼 缓缓地吐出了一口浊气 肉体也达到了养灵境 好家伙 就这一点 这一趟来地木就不亏了 这个世界的修饰 对于肉体的修炼并不重视 内外兼修者寥寥无几 不 应该说 这个世界关于肉体修炼的法典 缺失的厉害 就算真有人想要好好淬炼一番 也苦于没有方向 也只有萧义 获得了系统奖励的完整功法 才能将运灵池的效果 发挥到最大 真是可惜 要不是地木的等级限制 感觉还能再生一个境界 看着颜色 只是略微有些浅淡的池水 萧义能够感受到 其中还剩余着许多能量 只可惜 他无法再进一步了 从运灵池中出来 萧义麻溜了换了一套衣衫 这处地方不大 除了这一个运灵池 与池边的石块 便没有其他东西 萧义没有找到出去的传送阵 走到石块前 试探着再次用斗器 划出那个图案 果然 如他所料的一般 这图案 就是进去雨出来的钥匙 柔和的白光笼罩在他身上 再次睁眼 萧义已然回到了外面 只不过 并不是原先他进来的地方 哟 这要巧 大家都在啊 说是都在 其实也不过就几个人 萧义只认识自己的媳妇沐情月 其他的都不认识 反正他是没看到陆修 和那个讨人宴的三公主 或许 只有在外面得到了机缘的人 才会被传送到这个箭筑中来 是的 此时萧义在的地方 正是地墓中的箭筑 也是其他人 此次地墓之行的目的 只可惜 萧义对此并不感兴趣 其一是因为他知道他的目标陆魔剑 并不在这里 其二是因为他已经有了王权剑 他应该也没有机会 再得到其他剑的亲密 萧义 其他人对于萧义的话 都假装没有听到 只有个别一两个 对他点头 算是打了招呼 甚至萧义还在一瞬间 感受到有人对他起了杀意 有意思 看来好家人的手 伸得还挺长 萧义毫不怀疑 有人被好家收满 打算在这地墓之中干掉他 月儿 你认识华银公主吗 看着走到身旁的沐晴月 萧义问道 三公主 认识他没怎么打过交道 怎么 你在外面遇到他了 沐晴月不知萧义 为何忽然提到华银 如实说道 嗯 他对我有敌意 也不知为何 萧义简单讲述了一下 遇到华银的过程 只是为了让沐晴月 以后遇上那三公主后 多留个心眼 算了 不管他 你赶紧去选吧 那你呢 你不选 沐晴月听萧义这话说的有些奇怪 我已经有了 想到萧义那把秀极斑驳的剑 沐晴月难得露出了一言难尽的表情 还是试试吧 你那把剑 有个备用的也好 好歹是自己明面上的丈夫 沐晴月没有把话挑的太明 但是萧义听懂了他的意思 王全剑外表看上去实在太过寒碜 看到的人总会认为他应该退休了 不过 有个备用的 似乎也可以 萧义刚生起这个念头 王全剑似乎窥探到了他的心思 自行飞了出来 呜呜呜 王全剑在萧义面前上蹿下跳 主人的三心二意 随着王全剑的出现 一股庞大的剑威横扫过剑种 原本还在发出动静的其他剑 顿时鸦雀无声 连一丝动静都不敢再有 嘶 你可真是够霸道的 沐晴月诧异的 看着萧义面前的王全剑 陷入了沉默 他知道萧义手中的这把剑 有些不凡 毕竟也不是第一次见他用过 但却没想到 居然会如此不凡 是他看走眼了 能够凭一己之力 压制住整个剑种的剑 恐怕 这又神气了吧 沐晴月看向萧义的眼神 多了些探究 你看到了 他不许 你不用管我 萧义对着沐晴月无奈一笑 随即握住王全剑 让他不再蹦打 我不选别的剑 你乖一点 别闹 他也没想到 王全剑居然还会宣示主权 被他这么一闹 这剑种里的剑 哪个还敢再选他 好 沐晴月不再多言 只不过如今剑种的剑 因为王全剑的压制 全都沉寂了下去 萧义显然意识到了 赶紧命令王全剑 将他释放的威压收起来 没看到那几个看过来的 眼神中都戴上了刀子吗 萧义选不了剑 这剑种也并没有出口 他离那几人远远的 随意溜达了起来 嗯 走着走着 脚下仿佛踢到了什么东西 看着被自己踢飞到 机里外的不知名物件 萧义好奇地将它捡了起来 是一块剑身碎片 不过掌心大小的碎片上面 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裂纹 仿佛再用力一捏 就会被捏得粉碎 碎成这样 也不知道经历了什么样的大战 萧义感慨了一声 剑都成这个样子了 想必这剑的主人 肯定没落个好下场 只不过 这剑种的每一把剑 都有自己的位置 这碎片为何遗落在外 他环顾四周 想要给这碎片 找到原本的安放之处 谁知躺在他掌心的碎片 居然勾动了他体内的斗气 虽然很细微 但是他能感觉到 体内的斗气正在流向他 萧义很是压然地盯着碎片 并没有第一时间就把它扔掉 反而很是感兴趣地 主动驱动着自己的斗气 向碎片灌去 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不过一小会儿 萧义在看那碎片 感觉仿佛比之前多了一丝光泽 居然还不停 原本以为就这一小块碎片 吞不了他多少斗气 可现在 萧义体内的斗气 消耗了将近三分之一 这碎片居然还没有停止的意思 光是一块碎片就这样 若是一把完整的剑 想要驱使的话 得需要多么磅礴的斗气才行 似乎察觉到了萧义的心思 在萧义想要断开斗气的提供时 那碎片主动停了下来 紧接着 一股似有似无的召唤在萧义的脑中出现 萧义在原地犹豫了一下 就决定一探究竟 向着那股召唤的方向接近 这一路上 萧义捡到了十几块剑制碎片 不过这一回 他将体内的斗气 紧锁在体内 不再给他们提供 开玩笑 就那一小块碎片 就吸收了 他将近三分之一的斗气 十几块碎片 他可攻不起 越走越远 召唤他的声音 却越来越近 很快 萧义就来到了剑种的最边缘 向后望去 他甚至已经看不到其他人的身影 角落里 让萧义很是意外 这里空着一大块地方 没有其他存在 只有一座人形雕像 孤零零的处立在此 雕像经过时间的摧残 早已残破不堪 只是那一身苍茫的气息 使萧义心头忽如其来 感到一阵悲凉 也就是一瞬间的事情 还未等萧义收敛心神 这感觉又飞快地消失 这 是谁 看着雕像的衣着服饰 与东苍玉的风格截然不同 真是奇怪 天延王朝的帝王陵墓之内 居然供奉着一座 外遇之人的雕像 萧义有些想不通 暂时放弃了思索 他对天延王朝的了解十分少 大多数都来源于原书中的描写 此时他的注意力 落在了雕像右手上 一把只剩下半截的长剑 被雕像握在手里 而召唤萧义的声音 在萧义走近后 便悄然消失 那完整的半截长剑剑身上 与那些碎片一样 布满了裂痕 看来这些碎片 就是这把剑丢失的半截了 萧义试着将长剑 从雕像手里抽出 原以为会遇到什么阻力 结果却意外地顺利 只是当剑柄落入手中后 原本被放入储物界纸中的 那些碎片突破了限制 纷纷飞出 自动拼接 组成了完整的一把长剑 天严帝尊 萧义一眼就认出了 凌空而立的其中一人 正是天严王朝的开朝帝王 递进大能的天严帝 毕竟 天严王朝的皇宫内 就矗立着他的雕像 每一任帝王接手 王位后的第一剑手等大事 就是修缮这座雕像 每个进入过皇宫的人 都见过 而与天严帝尊并尖立的那人 正是萧义刚刚见过的 那座雕像本人 在他们的身后 还站立着许多人 服侍各不相同 可以看出 他们应当并不属于同一门派 那些人萧义就认不出来了 只是如今 这些人全都气势外放 一致对外的 将刀剑对准了面前的敌人 而在天严帝尊 他们的前面 还有一女子 全身都被一道七彩的光运所笼罩 看不清容貌 浑身散发的圣洁气息 萧义不过多看了几眼 心里便生出一股 亵渎了家人的诡异念头 他赶紧将目光移开 视线落在了对面 那一群魔气滔天的 似人非人的奇怪生物身上 外界的通道被强行关闭 此界已经化为一座牢笼 诸仙皆已陨落 如今除本座之外 不会再有援兵 女子柔和的声音 在每个人的心间回荡 此话一出 天严帝尊身后的那些人 多少起了些骚动 而等可以选择自行离去 也可以选择留下来 助本座多杀几个魔族 女子将话说得明明白白 是选择苟言残喘 终日里朵朵藏藏 还是选择此时放手一搏 把命留在这里 这难道就是小说中原谷的仙魔大战 萧毅怎么都没想到 那把剑居然会让他看到这一幕 萧毅内心十分的震惊 不由呼唤系统 想要问问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没有得到系统的回应 他这才想起来自家系统更新去了 这更新速度也太慢了 要是能打平分 我绝对要被插骗 萧毅嘴里小声的嘟囔了一句 试着想要移动身体 却发现完全动弹不得 既然动不了 萧毅也就不折腾了 好在他对着仙魔大战也有兴趣 索性就当个观众将这一段给看完 就当临时补习历史知识了 女子说完后 大多数人都站在原地没有动作 脸上都带着视死如归的表情 但还是有些人 脸色变换不停 最终还是朝着他们躬身一礼后 选择了转身离去 你们 不必多言 人各有志 物要强求 女子出声打断了众人 想要声讨的念头 话语里带着一股安定人心的力量 流过每个人的心间 让躁动的人群瞬间安静了下来 他到底是谁 萧毅心间疑惑 看如今的驾驶 显然众人都是以他为主 可是据他所知 关于仙魔大战的那些传闻之中 并未有提及过领袖是位女子 而且 若是他没猜错 能够与帝尊比肩而立的那位 应当就是魔族的原厂魔尊 眼前的仙魔大战似乎 与传闻中不太一样 传闻远古之时 原厂魔尊在仙魔大战即将胜利之时 背叛了人族 转头将剑指向了昔日的同伴 人族因他的突然背叛 损失惨重 精锐凋零 带领他们对抗魔族的先人 更是直接陨落 天炎帝尊拖着重伤的身躯 拼尽全力 以命相搏 才将原厂魔尊斩杀 最后更是以肉身为计 将魔族与此界的通道 给封印了起来 断绝了魔族源源不绝的支援 给此界生灵 争取到千百年的喘息 和延续机会 或许还没到那个时间 萧毅就这么看着双方人马 彻底厮杀在了一块 不知是那秉贱的情绪 还是因着此时战场的惨烈 原本抱着旁观者角度 很是有些无所谓的萧毅 不知不觉中双拳紧握 眼眶逐渐泛红 小心 明知道此时所看到的这一切 只是一段记忆而已 但是当看到有魔族 在那位女子身后突袭时 萧毅还是忍不住高声喊了一句 女子及时躲开偷袭 目光似是朝着萧毅的方位 悠悠瞥了眼 她能看到我 萧毅被这一眼给惊出了一身冷汗 巧合一定是巧合而已 虽然这么安慰着自己 但是接下来的时候 萧毅脑中时不时的 就会飘过那一双如水的双眸 天眼 原厂 时间差不多了 准备好了吗 一招将对面魔族之主逼退 女子将帝尊照致身侧低声问倒 只见天眼帝尊与原厂魔尊同实望 像正在浴血奋战的同伴 随后便收回视线 冲着那女子郑重的点头 启梦仙子 开始吧 启梦仙子 萧毅思索着 以往的那些传闻里 并未有此尊号的仙人存在 至少 他听过的传闻里 肯定没有这好人物 为什么会这样 这位启梦仙子 明显是对抗魔族之主的主力 这样的人物 居然没有流传于后世 无人歌颂 仿佛历史将他给遗忘的一干二净 不 不是遗忘 而是抹除 萧毅思及此 心里一惊 心里一堆疑惑未曾解开 随着他的思考 反而有越来越多的疑问 仿佛迷雾一般 层层笼罩在他的心头 启梦仙子与两位弟尊称三角之士 站在各自的方位上 口中法觉不停 手中不断结印 打出叨叨玄傲无比的金色符文 金色符文出现的刹那变 直奔向血流成河的大地之中 随着融入地面的金色符文越来越多 整个战场隐隐传来震动 阻止他们 对面的魔族之主 自然不是蠢的 不会任由这三人 继续这么下去 魔族想要阻止 人族一方 恨不畏死地发起抵抗 绝不让他们打断 启梦仙子他们的行动 一句句尸体不断坠落 有魔族 更多的却是人族 此时此刻 萧一直感觉自己浑身血液沸腾 若不是无法动弹 他都要怀疑自己 会忍不住想要冲上前去 将那些残忍的魔族击杀殆尽 他一直觉得自己 是一个非常理智 理智到 甚至有些冷血的人 毕竟 他对这个世界 始终有一种游离感 在他的心底最深处 一直没有承认 他是属于这个世界的 也许 是那秉渐的情绪 在影响着他 萧毅这么想着 人族的精锐越来越少 而缠住魔族之主的五位圣君 已经陨落两位 剩下的三位 也是重伤之身 可他们没有丝毫的退意 因为他们知道 一旦退却 让魔族之主阻止成功 此界最后的希望也将消失 只是就连仙人 都无法灭杀的魔族之主 以他们的修为 也不过是多拖延了一会儿时间 三位圣君相继陨落 人族一方 再也无人能够拦住他的前进 萧毅看得揪心无比 快一点 再快一点 明明想要当一个旁观者 萧毅的嘴里 却情不自禁地发出低难 仿佛听到了萧毅的催促一般 紧闭双眼的启梦仙子 猛然间睁开了眼睛 以无躯为继 神魂为似 请此界古神之力 请此界万千英魂之力 以本原话牢狱镇压诸魔 随着启梦仙子的开口 身后的两位帝尊口中 也在重复着相同的导词 三人身上同时绽放出 璀璨绚丽的金色光芒 天上 天下 无论人族还是魔族 竟接被金色光芒所笼罩 整个战场发出了一声巨大的轰鸣 萧毅眼中 除了一片金光之外 什么都看不清 耳中传来阵阵嘶吼声 随着金光的逐渐消散 也变得安静异常 人族残存的精锐 或躺 或站在不知何时 变得四分五裂的大地之上 他们全都抬头看着天上的三个身影 眼中满含泪水 全都消失在那金光之中 只剩下魔族之主 被盗到金色符纹所组成的锁链 紧紧困住 无法动弹 萧毅死死地看着金色锁链的源头 胸口发闷 那些锁链的 全部都是从启梦仙子 和两位帝尊的身体之中 延伸而出 而这三位的身影 已然从原本的实体化为了虚影 无人理会魔族之主的话 半空中 化为虚影的三人 目光最后一次 看向了满目疮痍的大地 眼中带着无限的眷恋 他 真的在看他 启梦仙子消失前 突然将目光定定地 落在了某处虚空一角 嘴角勾出一抹微笑 萧毅十分肯定 这位仙子的眼神 确确实实落在了他的身上 可是 这怎么可能 就在萧毅静意不定时 深渊深处传来了一声怒吼 想要此节安定休养 来供养封印之力 将无用封于此 你们做梦 随即一道黑光冲天起 还不等残余的人族精锐反应过来 点点黑影 瞬间便融于他们的体内 所有人在这一瞬间 全部陷入昏迷 萧毅恍惚间 似乎听到一声长长的叹息 君烈的大帝不断颤动着 金色光芒再次出现在大帝之上 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圆 昏迷的人族精锐 在这一时间 全都被甩飞了出去 萧毅身不由己地跟着他们一起 飞出了这处战场 他努力把头扭向后方 眼睛死死地看着身后 那一个完整的金色圆圈 随着所有人的离去 变得四分五裂 一块 两块 三块 分裂的大帝各自朝着不同的方位飞去 萧毅眼前一花 已然来到了另一个地方 脑中还停留在之前看到的最后一幕中 他记得十分清楚 那处神魔大战的战场 最后分裂成了五块 或许 那流传已久的上谷之地 便是由此而来 思寸间 不知何时醒来的人族精锐 突然之间 举起手中的刀剑 居然开始相互厮杀了起来 这 他们是疯了不成 萧毅惊叉地看着眼前自相残杀的一幕 不知他们为何如此 原厂身为帝尊居然背叛人族 若不是他 天延帝尊又怎会陨落 你们这些魔族的走狗 无等身为正道 必要尖等杀得干净 替天延帝尊报仇 萧毅听到那些人口中叫喊的话语 大吃一惊 这说的都是什么话 原厂帝尊明明没有背叛人族 这些人当时都在场 为何会突然这般说 哼 你们这些名顽不灵的所谓正道 口口声声 为了什么大意 不过都是一群虚伪至极的伪君子罢了 就是 你们不想投靠无主 不过是舍不得手中的权益 不想有人压在你们头顶而已 原厂帝尊为了不让我们死伤惨重 才这般作为 却贝尔等如此污蔑 你们真是该死 双方各执一词 全都杀红了眼 萧毅正正地看着 原本共同抵御魔族入侵的人 此时突然翻脸化为了敌对的两个阵营 心间一阵悲凉 不该如此 怎会如此 是那道黑光 从双方的言语中 萧毅拼凑了一个虚假的事实 而这个事实 便是广为流传在后世的仙魔大战传闻 他们的记忆都被篡改了 原来如此 怪不得 怪不得 萧毅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之中 回过神来 便发现自己已经回到了剑宠之中 看着眼前斑驳的原厂帝尊雕像 萧毅无言以对 口中轻轻地叹出一口气 不对 萧毅再次抬头看向雕像 目中很是疑惑 若是所有人的脑中 都是被篡改过的记忆 那这座原厂帝尊的雕像 又是从何而来 要知道 这里可是天延帝尊开创的王朝帝幕啊 若是所有人的记忆都被篡改过 那必定认为 天延帝尊是死在了原厂帝尊手里 天延帝尊的后人 怎会留下原厂帝尊的雕像 按照常理 原厂帝尊的雕像 肯定会被砸得稀巴烂才对啊 难道 当时还有个别人病位 被那黑光所影响 萧毅的猜想无法证实 距离那场仙魔大战时间 已经过去太久太久 除了超脱生死的 达到红尘先进界的大能之外 没有人能够从远古活到现在 就算当时有人并未被影响 还记得真正的事实 但看如今的那些传闻 可想而知 也没能改变什么 萧毅低头看着飘浮在身前 再次碎裂的剑身 伸出右手 缓缓抹扎着剑柄上刻印的两个字 和光 这正是原厂帝尊的当初的配件 原本十分霸道的王全剑 此时却十分安静 任由自己的主人手中握着另外一柄剑 没有发出丝毫的不满 我无法答应你什么 我只能说 若是有可能 我会替帝尊证明 将历史的真相揭露 萧毅自身都深陷在麻烦之中 他也向来不会轻易许下承诺 他知道 何光为什么会带他去看到真相 但他只能尽力而为 在保全自己的情况下 争取让世人都知道 仙魔大战的真相 只是他有一点想不通 何光为何独独会选择他 很快 萧毅就想到他身负的系统 又觉得和光剑选择 他似乎也并不意外 萧毅说完 感觉到指尖传来一丝颤动 随后和光剑便再无动静 他将那半截剑与那些碎片 全都收进储物界纸中 和光剑只是个意外 还是得将陆魔剑给找到才行 相比于陆魔剑凄惨的模样 萧毅可是知道 天言地尊的陆魔剑 依旧是完好无损地 保存在这剑种之中 只是这剑种该如何出去 萧毅将整个剑种都晃了个遍 总算在另外一个角落里 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图案 想到之前进入运灵池的方式 萧毅试着重复了一遍操作 白光一闪 萧毅的身影消失在了原地 沐晴越察觉到萧毅的气息 消失在剑种之中 微微一愣 抬头看了眼萧毅消失的方位 随即便再次将心神 放到手中的剑上 总算是出来了 萧毅再次被传送到了 一个陌生的地方 很是感慨地说道 其实他在剑种之中 所待的时间并不长 只是因为和光剑 让他经历了一段消失的历史 让他有种恍然隔日的错觉 好在萧毅心性不错 一道女人的身影 从传送阵中浮现 正是先前的华银公主 我还想问你呢 怎么哪里都能碰到你这家伙 萧毅翻了个白眼 好不容易再甩掉他 居然又遇到了 本宫就不计较那么多了 履行你的职责 保护好我 华银冷哼一声 一气直屎地开口道 萧毅懒得搭理这个家伙 向着周围扫尸一圈 眉头微微皱起 二人如今所处的空间 周围都是厚重的石墙 只有唯一的一条道路 但是却是垂直向下 一片漆黑 不知道通向何处 如同深渊 这个地方 萧毅可从没来过 而且并没有在原著之中记载 华银一脸熟悉的样子 点头开口道 居然来到了地墓中的独飞墓 看来我运气不错 作为楚阳帝的女儿 华银自然清楚 地墓之中的一些事情 此刻分辨出了二人所在的区域 独飞 萧毅听到这个名字 立刻回忆起来 天言帝尊的一个妻子 就是赫赫有名的独飞 在这座地墓之中 留下了一座传承之地 原著中 陆修在地墓遇见华银的时候 这位公主正式获得了独飞的传承 获得了众多好处 只不过书中只是一笔带过 并没有仔细提过 所以萧毅并不清楚其中细节 就在这时 一道系统提示音响起 叮 系统更新完毕 检测到当前永恒宿主所处区域为地墓 自动发布任务 狗系统 居然更新完毕了 萧毅顾不上华银 连忙查看系统 叮 你有新任务 请查愿 查愿 与华银公主联手 破解毒飞幕 有意思的任务 萧毅微微点头 紧接着看向系统的个人面板位置 永恒宿主 萧毅 修为 养灵镜 垃圾中的垃圾 体质 25 颜值 100 精神力 30 积分 30 为使用属性点 0 系统 以一自动完成属性点分配 狗系统 更新就更新 积分为什么还是负的 而且 原本还仅仅只说自己是垃圾 如今 直接垃圾中的垃圾了 系统似乎没有什么太大变化 只能后期进行摸索了 最终 萧毅选择接受任务 宿主接受任务成功 任务惩罚 扣除寿命200年 积分50点 任务奖励 九转神毒毒点 50点积分 居然是九转神毒毒点 萧毅神色一变 在原著中 九转神毒毒点 可是毒飞的毕生精华 华银公主 仅仅只是获得其中的第一转 就已经获得了一身 非常强大的毒术 如今 系统居然能够奖励 九转神毒毒点的完整版 而且 还有能够让自己的积分 由正变负的50点积分 你这家伙 走不走啊 一道愤怒的声音 从他的耳边传来 将他从系统中 拉回心神 话音双手插腰 鼓起小嘴 气呼呼地看着萧毅 你一个大男人 难不成要让我当前锋吗 萧毅摇摇头 笑眯眯地道 还是一起下去吧 你 你也太没有男子气概了吧 话音感受到 萧毅怀疑的眼神 顿时有些恼怒 他平日里所见的人 基本上都对他非常恭敬 就连楚阳帝 都因为宠爱他的缘故 对他脾气特别忍让 像是萧毅这样的家伙 倒是头一次见 快走吧 我可不想在这里和你浪费时间 一会儿这里 说不定会来一些别的修炼者 萧毅怂怂间 淡淡开口道 你 华音恨恨不平地跺了跺脚 停止了争辩 萧毅从储物戒指中 拿出一根绳子 固定好位置 用力地扯了扯 对着华音张开怀抱 过来吧 我亲爱的公主 我自己有绳子 不需要你带我下去 看到萧毅的动作 华音翘脸一红 连忙后退了几步 既然如此 那你就自己下去吧 不过既然这里是毒飞的墓穴 说不定会有一些毒蝎毒蛇之类的小动作 萧毅淡然一笑 看到华音的脸色随之一颤 他仅仅只是 为了完成任务中的要求 与华音一起行动 才会出此下策 可不是为了能够抬他便宜 嗯 绝对不是 你这个坏蛋 要是你敢动手动脚 别怪我让父皇赐你死罪 伴随着华音的威胁声落下 一阵相风传来 旋即一具柔软的郊区 进入萧毅的怀中 感受到怀中的柔软 萧毅心中忍不住一颤 嘴角扬起一抹笑意 若萧 你气得真润 深吸一口气 在压下一些蠢蠢欲动的浴火之后 萧毅伸出手臂 抱住那一道极品一般的银银细腰 伴随着萧毅脚尖 在悬崖上轻轻一点 耳边顿时传来剧烈的风声 二人直接向着漆黑的崖底坠落而去 你速度这么快 能够分辨清楚毒飞幕的位置吗 话音忍不住开口道 在记载中 仅仅只能清楚一件事情 毒飞幕在悬崖的一座山洞中 但是古往近来众多试炼者 却从没有发现的一座山洞的位置 当然 萧毅点点头 回应道 虽然他不能分辨 但是系统能啊 他相信 系统一定会指出位置所在 这座悬崖仿佛身不见底一般 当二人坠落片刻之后 系统的提示应突然传来 萧毅旋即脚尖一点 凭借自身控制力 稳稳地停下 叮 检测到地点毒飞幕 二人缓慢降落到一座山洞位置 安全地进入其中 终于到了 话音忍不住看了一眼萧毅 一彩连连 这个家伙 居然真的找到了毒飞幕的位置 果然不愧是父皇看中的人 是 萧毅一脸兴奋之色 天地黑雷眼闪烁而过 点燃手中的火把 率先向着漆黑的洞内走去 步伐有些小心翼翼 看了一眼漆黑的山洞内部 话音犹豫了一下 最终跺了跺脚 咬着牙 跟上萧毅的脚步 萧毅递给他一根火把 拉近二人的距离 心中思索道 这座毒飞幕 可是一直沉风着 希望 不会让我失望 大 在幽静黑暗中行走 一股淡淡的寒意 营绕在他们的周身 周围阴暗的环境 紧紧地跟随在萧毅身后 在这种恐怖的环境之下 也紧紧只有前方这个男人 能够让他多出几分安全感 终于 二人抵达了一座石门外 看样子 这里没路了 话音无奈地开口 萧毅眉头一皱 用手掌轻轻摸了一下石门 测试一下厚度 忍不住开口道 以这座石门的厚度 恐怕最起码也需要四向井修士 才能够将其强行击破 这个毒飞幕 还真是麻烦 地墓之中 只能进入仰灵境修士 乃来的四向境修士 难怪这么多年 一直没有修炼者进入毒飞幕 你这家伙 就知道用蛮力 这上面非常明显 设置了一些特质机关 只要细心一点 就能够解开 话音翻了个白眼 白皙的手掌在石门之上 缓缓地操作起来 听到这句话 萧毅眼前一亮 对啊 既然在原著中华音 能够进入毒飞幕 那么肯定有打开木门的方法 如今看来 就是机关术了 虽然华音嘴上说的简单 但是恐怕这些机关 仅仅只有帝王家的人才 能够解开 解开了 就在萧毅思索的时候 华音喜悦的声音 令他回过神来 哇 石门缓缓地上移 发出一阵震翁鸣声 一道亮光缓缓地浮现 将四周的黑暗驱散 带来光明 快走吧 华音迫不及待地 想要进入其中 却被萧毅一把拉住 撞在萧毅的胸膛上 这种亲密的接触 令华音俏脸一红 羞脑地开口道 你干嘛呀 啪 萧毅耸了耸肩 将几块石头 分成不同的距离扔了进去 在看到没有什么反应之后 才放下心进去 你这家伙 还真是紧伸过头了 华音有些无奈地开口道 多谢夸奖 萧毅淡然一笑 在高原藏墓之中 已经吃过这些亏了 自然不能再上当 二人踏过石门 顿时眼前的视线 变得开阔起来 在石门之中 是建造非常豪华的墓室 虽然看上去有些简朴与空旷 但是在墙壁上镶嵌着月明珠 正中央位置 一具棺材摆放在其中 在这种安静的氛围下 显得有些阴森恐怖 在棺材正前方的 一座青石台上 摆放着两刀玉盒 闪烁着光芒 此外 周围摆放着众多金币 与珍贵的财物 但是对于萧毅这种修炼者而言 已经不太在意这些东西了 第一个玉盒之中 是一颗丹药 根据华银判断 应当是毒飞炼制的一枚毒丹 一旦动用 恐怕太以无量镜都要陨落 啪 另一道玉盒缓缓打开 华银目光头像打开的玉盒中 神情微微一致 旋即从其中取出一道五颜六色的卷轴 居然是毒飞的九转神毒毒点 虽然仅仅只是第一转 但是已经足够让外界轰动了 这个东西 你可不能和我抢 华银一脸警惕地看着萧毅 似乎很担心萧毅 会抢夺手中的九转神毒毒点一般 放心 我并没有太大的兴趣 萧毅淡然开口 拿走了那一枚毒丹 笑话 只要这一次破解毒飞幕完成 系统会直接奖励一本九转神毒毒点 那可是完整版 比华银手中的残缺版强太多了 他会稀罕一个残卷吗 谢谢你 听到萧毅这么说 华银内心松了一口气 感激地开口道 在二人破解毒飞幕之后 系统传来了提示音 叮 恭喜宿主萧毅完成任务 任务奖励发放完毕 顿时 系统奖励了五十点积分 完整版九转神毒的信息 同样涌入萧毅的脑海中 终于扭转正负了 原本的-30点 已经变成了20点 令萧毅内心顿时有了底气 最起码 能够开四次系统导航不是吗 就在这时 萧毅身躯突然一阵 旋即迅速地转过身 目光灼灼地盯着石门的位置 脸色变得阴沉起来 好像 有人来了 什么 话音脸色随之一颤 脚步声传来 变得越发地响亮起来 萧毅 我们跟踪你们多时了 而且还真是多谢 你们带路 才能让我们 进入这座独飞墓 受到魁梧的身影 缓缓地从石门之外的黑暗中浮现 一道冷笑声 随之传来 欧阳青 听到这个声音 话音顿时银芽一咬 在月明珠的照耀下 未守者露出了他的真面目 正是天延帝国大将军之子 欧阳青 哦 萧毅注视着那一道身影 在原著中 陆修就是因为得罪了欧阳青 导致自身被追杀了很久 因此而误入地墓的核心区域 获得了陆魔剑 欧阳青 这个家伙作为大将军的长子 因为大将军全清朝野的缘故 所以平日里嚣张跋扈 就连化淫公主都不放在眼中 真没想到 自己居然在这里遇见了这个家伙 我劝你们两个 将东西乖乖交给我 化淫公主 我可以放你一马 至于萧公子 欧阳青舔了舔嘴角 眼中露出了一抹杀意 将好家的摄日宫交出来 再向我磕个头 我可以考虑给你留个全尸 你是好家派来的人 萧毅眼神一冷 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地墓之中 生死不论 好家与大将军一脉交好 正好借助欧阳青 来斩杀萧毅 夺回神器摄日宫 就算外界有人怀疑 欧阳青也可以将萧毅的死亡 推到地墓的凶险危机之中 这好家 还真是好算计 萧毅瞥了眼华盈 既然任务已经完成 那么这个脱油瓶 也可以暂时放弃了 然而下一刻 华盈轻声开口道 萧毅 刀走 别丢下我一个人 以欧阳青的嚣张程度 恐怕从始至终 就没打算放过华盈 所以留下华盈 只有死路一条 行 萧毅点点头 扫射一圈对面 好家伙 六名仰灵境巅峰 还是其中的佼佼者 这可不太好办了 哇 电光火时间 萧毅伸手一抓 斗气释放 对准远处的一枚月明珠 顿时 那一枚月明珠吸入手中 放进储物戒指 不好 阻止它 欧阳青脸色一变 立刻迈不上前 在收了一枚月明珠之后 萧毅身影迅速地转动 右手传来吸引力 将剩余三枚 准确地放入储物戒指 当最后一枚月明珠 进入储物戒指之后 独飞幕中 突然变得一片漆黑 在黑暗降临的一瞬间 萧毅抱住华盈的娇小身躯 身影如同鬼魅一般 对着记忆中的石门位置 暴射而出 跟小爷王花样 你们这些人还嫩着呢 大家都不要慌 都拿出赵明的器具 守好石门位置 面对突如其来的黑暗 欧阳青脸色一变 不过以他的头脑 当下立刻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就在几名试炼者 刚刚想要举起手中的赵明器具时 面前有着狂风闪烁而过 一道蕴含着猛烈斗气的手掌 狠狠地轰击在他们的胸口位置 顿时 几名错不及防的试炼者 跌倒在地面上 他来了 听到这句话 欧阳青脸色一变 迅速地向着后方退去 将石门所在的区域完全地堵住 在感受到一股刚风前来时 欧阳青瞳孔一缩 两只手掌微微一握 有着狂暴的斗气浮现 变成黑金色 这个家伙 还真是难缠 在问候了一遍 欧阳青的十八代祖宗之后 萧一身吸一口气 右手一握 王权剑浮现 整个人的速度暴涨起来 手臂上轻筋暴起 一股令人恐怖的力量 在急速地凝聚 绝对领域 萧一与欧阳青悍然相撞 在绝对领域的影响之下 欧阳青的身躯随之凝固起来 哄 一道黑色火焰汹涌而出 宛如黑龙一般 没入欧阳青的体内 你 欧阳青脸色一变 难以置信地看着萧一 借助凝固住欧阳青的机会 萧一强行忍住 当场击杀他的诱惑 当机立断地报警华营 头也不回地 对着独飞幕之外爆射而出 就在这一刻 数名试炼者追来 欧阳青 在你萧爷爷面前 还敢如此嚣张 萧一嘴角扬起一抹笑容 淡淡开口 轻轻打了一个响指 啪 刹那间 有着一声闷响响起 不过是从欧阳青的体内传来 啵 体内突然间爆炸的飞色火焰 令欧阳青脸色瞬间惨白 整个人身躯摇晃一下 吐出一口鲜血 那几名试炼者 立刻停下脚步 检查欧阳青的伤势 相比于追杀萧毅 欧阳青的伤势 更令他们在意 在艰难地撑起身躯之后 欧阳青长吐一口气 眼神中带着争鸣之色 狠狠地开口道 萧爷 别让我碰见你 不然我一定要让你死无权是 外界 萧毅带着花银 不断地向外逃去 手指之上 萦绕着黑色火焰 自从掌握了天地黑雷炎之后 这还是他第一次 使用如此精妙的技巧 效果 还真是出乎意料的好 最起码 能够让欧阳青 那个家伙吃亏 这一次 欧阳青与那几名试炼者 都是仰灵尽忠的佼佼者 虽然萧毅能够拼着重伤 来斩杀欧阳青等人 但是恐怕就无法参加 陆魔剑的试炼了 所以 萧毅才选择逃离 还不快放本宫下来 你个登徒子 华银翘脸如同熟透的红苹果 娇羞地看着萧毅 开口说道 这个家伙 一路上居然手脚不老实 借机会占了他不少便宜 萧毅善善一笑 立刻将华银放下来 在回到传送阵的位置后 原本死记的传送阵 已经随着毒飞幕的破解 再度亮起来光芒 萧毅二人迈入其中 眼前随之一黑 再次被传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而这一次 华银公主的身影 已经消失不见 看来这个传送阵 又是随机传送的那一种 哦 萧毅扫射一圈周围的环境 眼前随之一亮 刚才的传送 居然将他传送到 这座地墓核心区域的侧墓 即原著中的试炼幕 每百年地墓之中 就会开启一次试炼幕 陆修等人进入的这一次 正好是百年之时 试炼幕一共只有四座 原著中正是陆修 华银 欧阳青 木琴月四人 被地墓的神秘意志选中 进入试炼幕 参加地墓的试炼 只有通过试炼幕 才能够进入地墓的核心区域 接受天延帝尊留下的考验 或这位帝尊留下的传承 原著中 陆修正是最终通过了考验 获得了天延帝尊的陆魔剑 如今欧阳青那个家伙 恐怕还在独飞幕中 所以看来 是我将他的名额取代了 不过 想必其他三个人 也都已经进入试炼幕了 话音与木琴月的威胁倒是不大 就怕陆修凭借 借着老爷爷的指点 先我一步破解了试炼幕 通过了考验 作为截胡主义贯彻者 萧逸这一次 势必也要截陆修的胡 不错 小家伙 竟然能够破解这么多墓穴 进入试炼幕 实在是有些出乎我的意料 陆修谨慎地在墓室中迈步 勤劳满意的笑声 忽然在他心中响起 这个老家伙 狗叫什么 先前那么多机关 全都是陆修一个人破解 明明这个老家伙 就是不懂地墓的机关 偏偏要装出一副 世外高人的模样 要不是这个老家伙 还有些用处 陆修早就将运灵戒指扔了 省得天天听这个老家伙 叙叙叨叨 不过这些话 陆修自然不会在心中说出 反而咬牙切齿地开口道 萧毅那个混蛋 也进入这座地幕了 只希望别再像上次 在高原藏墓一样 让他抢先一步 获得机缘 你这小家伙怨气还挺大 上一次经历过险境之后 反而能让你的心性 变得更加坚韧 勤劳朗声大笑 话题一转 如同一只老狐狸一般 语气中带着诱惑力 说起来 你想不想报仇 当然 陆修淡然一笑 瞳孔中 闪过一抹森然的杀意 既然那个王八蛋 抢了我的机缘 那么这一次 我就让他 给我全部吐出来 嗡 整个试炼墓 开始了剧烈的震动 在这一刻 试炼墓的试炼 总算是正式开始了 在前方 一座古老的通道浮下出 不断有着灰尘落下 显得有些古朴神秘 当萧毅进入通道后 整个人的视野 顿时开阔起来 一片非常宽敞的空间 出现在他的眼前 在这座非常宽敞的空间之中 有着密密麻麻的黑色石柱 这些黑色石柱遍布四周 不知道通向何处 萧毅微微思考 脑海迅速地回忆 在原柱中 陆修等人的四座试炼墓 似乎各有不同 对于欧阳青的试炼墓 根本没有任何的描写 无法从原柱中进行借鉴 狗作者 该水的地方 布水一水 在进入内部之后 地面上有一些黑色的断壁 似乎由黑铁铸造 其中刻画着一些玄奥的符文 这是战魁 传闻天炎帝尊 有一位大将 擅长制作战魁 其中最为强大的战魁 足以匹敌圣境强者 如同太义无量境的强者 恐怕那些强悍的战魁都 能够直接手撕了 第一 检测到宿主 进入地幕试炼墓 发布任务中 任务发布完毕 破解试炼墓 拿到天炎令 任务奖励 战魁神路 二十点积分 天炎令 萧毅重复着这个词语 四座试炼墓 仅仅只有两道天炎令 率先突破试炼的两个人 将会拿到天炎令 进入核心区域 开启最终考验 在原著中 陆修正式拿到了一枚天炎令 与木晴月 联手破解最终考验 在其中获得了一系列好处 而这一道战魁神路 因为欧阳青 没有破解试炼墓的缘故 所以在原著之中 并没有出现 携手任务 萧毅当机立断 反正不论如何 他都需要破解试炼墓 就在萧毅进入试炼墓时 整个试炼墓中 突然传来恐怖的嗡鸣声 只见一股庞大的黑色洪流 从地底升腾而起 定睛看去 居然是如同黑色洪流一般的战魁 密密麻麻地浮现在空间中 面色冰冷 检测到入侵者 杀 好家伙 居然一言不合就动手 欧阳青没有通过试炼 与这些战魁的强度 肯定有一定的关系 萧毅安骂了一声 手中完全剑震动 战魁仅仅只是仰灵静的波动 所以萧毅还能够勉强应付一番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满地的黑色碎片布满了整片区域 这一支凶猛的战魁部队 恐怕仅仅只是那位大将的随手货 但是对于萧毅而言 依旧造成了非常大的压力 不过 幸亏仅仅只有几十道战魁 气息也仅仅只不过是普通的仰灵静 所以勉强还能够击败 一旦出现那种仰灵静巅峰的战魁 恐怕就会是一场苦战了 就在萧毅击败这一支战魁部队之后 面前忽然间有着空间漩涡浮现 一道战魁从其中迈步而出 战魁身材魁梧 手持一道黑金长枪 通体呈现出淡绿色 仿佛是由一种特殊的材料制作成 在他的身躯之上 有着一道道复杂的纹路 不过在眼眶的位置却有些暗淡无光 他的身躯之上 散发着鱼龙镜的气息 握 刹那间 战魁浮现在萧毅前方 手中黑金长枪宛如一道滑破虚空的闪电 迅速地攻向萧毅 在雷鸣滚滚中 一股强烈的压迫感浮现 以这具青铜战魁的材质 哪怕是鱼龙镜的气息 恐怕都已经能够媲美鱼龙镜巅峰水平了 萧毅手持王拳剑 其中斗气高速地流动起来 天地黑雷眼闪烁而过 毫不犹豫地催动了杀伤力最高的招式 一剑斩出 黑色火焰滑破空气 留下灼烧的痕迹 当剑与枪碰撞的一瞬间 剧烈的金属撞击声响彻 满地的黑色碎片随之飞舞 在这一次的剧烈碰撞中 战魁身躯纹丝不动 而萧毅反而倒退 很显然 这具鱼龙镜的战魁占据上风 鱼龙镜的战魁 还真是难缠 萧毅咬牙切齿 握紧王拳剑 剑气不断地击视而出 他就不幸了 以他如今的实力 区区一个于龙镜的破铜烂铁 还能搞不定吗 大 大 在战魁空间中 两道身影不断地撞击在一起 手中的剑与枪迅速地争斗着 剑光不断地释放 将周围的墙壁撕裂开一道道痕迹 萧毅面色凝重 王拳剑挥舞出道道剑光 连绵不断 宛如潮汐一般 发出具有节奏的响声 面对萧毅的攻击 那一具战魁反而游刃有余 哪怕王拳剑接连不断地攻击 但是凭借于龙镜的气势 以及特殊的材质 每一次长枪扫过时 都会在萧毅身躯上留下狠利地伤口 一人一魁击站在一起 斗气四射 显得非常激烈 萧毅如今掌握着不少手段 但是不论是换到极点 还是神农要点 或者说 最近获得的九转神毒毒点 都不能对这只青铜战魁造成有效伤害 大 在萧毅瞳孔一缩间 剑枪悍然相撞 萧毅的身躯再度被轰飞 竟然直接砸进残破的墙壁中 留下漫天的烟尘 青铜战魁持枪而立 面无表情的丁卓陆修 周身有着煞气生腾 给人一种非常强烈的压迫感 哇 就在下一瞬间 一道金色流光闪烁而过 带着恐怖的毁灭气息 从青铜战魁的后方暴射而来 刺入青铜战魁的体内 正是 原场魔尊佩剑 何光 哪怕已经经历过岁月的侵蚀 但是何光依旧保持着恐怖的毁灭力量 突破青铜战魁的防御 简直就是轻而易举 碰 青铜战魁猛然间遭受这一击 整个战魁的核心遭到了破坏 失去了活动能力 轰然破碎 化作满地的黑色碎片 总算赢了 萧毅擦了一下额头的冷汗 松了一口气 虽然这句青铜战魁 有着鱼龙镜的战斗力 但是终究不是人类 没有精于计算的头脑 刚才自身故意露出破绽 就是为了让何光剑 能够借助机会 击中青铜战魁 区区一个青铜战魁 跟小爷玩还嫩着呢 哇 伴随着萧毅击败青铜战魁 正中央位置传来嗡鸣声 有着一道石台升腾而起 摆放着天言令 叮 试炼幕任务完成 任务奖励 战魁神录 二十点积分已发放 请宿主查收 这本战魁神录中 记载着那位大将的传承 只要能够凑齐材料 以后就有机会制作战魁了 萧毅将天言令收起 前方的石门已经打开 只要自己进入其中 就能够进入最终考验了 算算时间 在原著中 陆修似乎还没有完成试炼 萧毅内心思索 回忆着原著中的内容 在原著中 陆修所面临的试炼幕试炼内容为单要考核 最终勉强通过了考核 只差一丝就会被淘汰 真不愧是天命之子 主角的待遇就是好 不过 这次萧毅必须想办法 破坏陆修的试炼 否则 一旦陆修通过试炼 就会参与最终考验 对萧毅造成威胁 同时也会抢夺 属于自己妻子慕晴月的机缘 不行 必须阻止他 可是 以原著来看 主角陆修的速度 终究比慕晴月快上一步 系统 有没有破坏陆修试炼的方法 萧毅最终将希望 寄托在狗系统的身上 第一 本系统已受到宿主反馈 系统商城开放最新商品 定身符 是否查阅 查阅 萧毅眼前一亮 轻声开口 定身符 无视一切规则 默念目标的名字即刻生效 能够定住对方的身躯 一驻相时间 好东西啊 使用定身符之后 被定住身躯的陆修 恐怕就无法成功 通过试炼了 紧接着 萧毅目光在定身符的价格上一瞥 忍不住开口骂道 狗系统 一个定身符 你居然要50点积分 这个狗系统 怎么不去抢啊 萧毅好不容易完成两个任务 刚刚将积分由正转负 仅仅只不过40点积分而已 居然又要变成负的了 系统商城价格公道 同所无期 有任何意见 请宿主进行反馈 反馈 定 因系统更新原因 反馈功能暂未开启 宿主反馈无效 黑心系统 萧毅忍不住骂道 定 检测到定身符即将下架 倒计时10秒钟 10 9 刚刚开放定身符 立刻就要下架 资本家见了都流泪 购买定身符 萧毅咬牙切齿 最终忍不住开口 买下了定身符 眼看着那40点积分变成了负数 萧毅只能在内心感叹 这个狗系统是越来越黑心了 现在都会采取营销策略了 金色符纸浮现在萧毅手中 刻画着神秘的纹路 渲染淡淡银色 似乎蕴含着一股奇异的力量 陆休 萧毅在心中默念主角的名字 将自己体内的灵力涌入定身符中 一抹幽冷的火焰开始燃烧 顷刻间定身符消失不见 希望系统的这一招能够有用 另一座试炼墓 这座试炼墓的要求 是需要试炼者在规定的时间之中 炼制出一枚三品金文龙灵丹 陆休目不转睛地盯着炼丹炉 左手时不时投入一株药材 而右手则是迅速地将炉顶中提炼出的材料 吸纳而出 装入刺瓶中 在他的脑海中 秦老的灵魂体不断地进行指点 虽然秦老因为灵魂体的缘故 不能够触碰炼丹炉 无法代替陆休 但是能够给予一些必要的指导 伴随着这一番忙碌 陆休额头上逐渐浮现出冷汗 根本来不及抹去冷汗 将一次的最后一株药材 投入炉顶之中 在经过淬炼之后 陆休将最后一份提炼出的材料 吸取而出 装进瓷瓶之中 眼看着提炼过程如此顺利 陆休终于松了一口气 紧接着开始最后一步 同时也是至为关键的一步 最后一步 熔丹 陆休双眸紧紧盯着炉顶 片刻之后 双手迅速地挥动起来 那一瓶瓶净化材料 有条不序的注入器中 在精神力的感应下 火焰生腾而起 将那些材料尽数包裹 伴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一股淡淡的丹香 正在慢慢地弥抹出 这个小家伙 果然是天赋一饼 实际这么快就要成功了 秦老察觉到那一道药香 微微点头 不过以他的毒辣眼光 自然察觉到了其中的问题所在 陆休 如果你这样炼制下去 恐怕仅仅只能炼制出银纹龙灵丹 想要炼制金纹的话 现在还不太够 看着那炉顶中涌出的丹香 陆休同样闻了一下 微微摇摇头 以如今的程度 恐怕只能炼制出银纹龙灵丹 看来只能拼了 陆休叹息一声 手中涌现出第二道火焰 尽数地进入炉顶之中 不错 秦老微微点头 赞赏地开口 不过 想要操纵两种火焰 在每一次火焰转换的时候 恐怕是最难以把握的时候 而陆休 仅仅是第一次接触龙灵丹丹方 其中有很多关键之处 还没有研究透彻 哪怕是他非常有天赋 恐怕也会很有难度 哇 炉顶之中的两道火焰 不断地喷涌而出 近乎要冲出顶部的屏障 周围的空气 都留下了灼烧的痕迹 机会来了 陆休嘴角勾起一抹笑容 手掌挥动 就要变换手法 这一切都在他的判断之中 只要抓住机会 就能够扭转胜负 在援助中 陆休正式抓住这一次机会 令这一枚龙灵丹 达到了经文的程度 与木晴月几乎是同一时间 完成了试炼 进入地幕的核心区域 然而 就在这一刻 一道金色符纸凭空出现 带着一股神秘的能量 贴在陆休的额头之上 顿时 陆休的动作停滞在了半空 不论如何用力 都无法再动弹一下 怎么可能 任凭陆休与勤劳动用任何手段 那一道符纸 就仿佛凝固了一般 根本无法移动 哦 最终 一股刺耳的声音 从炉顶中传出 两道火焰悄然无息的泯灭 一些黑色灰烬 从炉顶中倾洒而出 龙灵丹 毁灭了 萧毅的试炼 失败了 失败了 一炷香时间过去 陆休双目呆滞的盯着 龙灵丹的灰烬 双手剧烈的颤抖起来 就差一瞬间啊 明明只要再给自己几秒钟 就能够炼制成功 偏偏不知道从哪里 飞来了一个鬼画符 停止住了自己的动作 原本 陆休还梦想着 进入地幕的核心区域 通过天言地尊的考验 拿到那一把陆魔剑 让萧毅那个家伙明白 自己比他更强 但是 就这么莫名的被毁了 不 陆休欲哭无泪 不断递质问着秦老 为什么 明明就差那么几秒钟了 秦老脸色变换不定 甚至不惜耗用仅存的灵魂力量 推算着这一枚金色符纸的来历 但是 以他的手段 根本推算不出 这一枚金色符纸的来历 然而 仅仅只是接下来的一瞬间 金色符纸就凭空消失不见 就仿佛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 刚才的时候 秦老是真的想提陆休出手 但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炉顶炸掉 却无法出手帮助 一定是萧毅那个混蛋 每一次都是他破坏我的机缘 这一次 也一定是他 陆休咬牙切齿地开口道 虽然不清楚 这一枚金色符纸的来历 但是内心的直觉告诉他 一定与萧毅那个王八蛋脱不了干系 既生休 何生意 天道不公啊 叮 检测到目标陆休失恋失败 宿主要求已达成 自动扣除宿主四十点积分 等等 萧毅刚刚听到陆休倒霉时 正想要开怀大笑 但是在听到后半句的时候 脸色突然一变 急切地开口 为什么还要扣除我的积分 而且还是足足四十点 原本就是负数了 如今直接嵌了系统五十点 再一次变成了惨兮兮的被剥削者 狗系统 还有没有良心啊 最终 萧毅选择忍下这口气 毕竟 系统反馈无效 伴随着萧毅进入前方的青铜大门 一抹光明照射而出 一座大殿浮现在他的视野中 这座石殿并没有太过于豪华的装饰 反而相比于以前的那些墓室 有些格外的简单 陆休的目光 在大殿中扫射一圈 最终凝固在正中心区域 此处 有一座石棺 上方位置汇聚着浓郁的光芒 萧毅瞳孔一缩 目光聚集在那一团光芒之上 隐约能够看见 在光团之中有一道能量核心 正在不断地闪烁着光芒 伴随着光芒闪烁 大殿之内的气息也随之震动 地幕核心 哪怕早已经在原著中了解过 但是此刻 萧毅依旧内心震动 这一枚能量核心 就是整座地幕的核心 就在萧毅脚步进入其中时 一道透出冰冷气息的声音 突然在这座大殿之中响彻 这里是我先来的 滚出去吧 萧毅的脚步停滞 缓缓地抬起头 注视着半空之中 一道亮丽的身影 身材火辣 有一种出尘的美感 头也不回地开口道 正是自己名义上的妻子 慕晴月 在原著中 陆修进入核心区域 却遭到慕晴月驱逐 因为炼丹的缘故 陆修体内斗气有些不足 面对强悍的慕晴月 无奈之下 陆修让出了能量核心 但是 天炎帝尊留下的能量核心 必须由阴阳二气调和 才能够吸收入体 这里的阴阳二气 正是指男女之间的双修 慕晴月选择抽取 陆修体内的阳气 但是却被苏醒的 天炎帝尊义智体 以精神力操控 发生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萧毅才不想让陆修通过试炼 否则的话 岂不是要让自己妻子 被占便宜了 至于陆修为婚妻华银公主 到底润不润的问题 早已经被她抛之脑后 是我 萧毅无奈地发出声音 提醒慕晴月 原来是你 慕晴月回眸一看 微微松了一口气 原本她还以为是 哪个不开眼的家伙 通过了试炼幕 来到了地幕核心区域 不过 玄机慕晴月淡淡开口 声音中带着一丝冰冷 你想要抢夺能量核心 真不愧是后期的女魔头 这杀气真重 居然连自己的丈夫 都想要下手 萧毅敢肯定 如果自己表现出 想要抢夺能量核心的意思 那么恐怕 下一秒慕晴月的剑 就会刺过来了 这女人 太狠辣了 我倒是没有想和你抢夺的意思 只不过想要提醒你一句 萧毅副手而立 淡淡开口道 这道能量核心 需要阴阳之力 才能够解开 什么 慕晴月眉头一皱 明显有些不太相信 不信的话 你可以看此处 萧毅根据原著中的剧情 指了一下石棺前方的石碑 示意慕晴月自行阅读 这座石碑之上 确实写着相应的介绍 慕晴月咬咬牙 相信了萧毅的话 刚才的时候 她动用各种手段 却都没有破开能量核心的封印 如今看来 或许就是缺少阴阳之力 但是 慕晴月早已经不是无知少女 她非常清楚 所谓的阴阳之力 到底是什么东西 萧公子 慕晴月咬咬牙 声音变得柔和起来 美眸注视着萧毅 我想要借你体内的阳气用一下 等到解开封印之后 一定会给予你相应的报酬 这可不行 家师嘱咐过 在没有修炼到太乙无量境之前 不得破童子身 萧毅善笑着开口 这自然是在胡扯 她自然没有老师 也没有这样的规矩 不过 在她内心已经 隐隐有了一些期待 天言帝尊老人家的意志体 抓紧出现吧 慕晴月冰冷开口 深情中带着一丝冷漠 萧公子请放心 我有一种抽取的秘法 并不需要双修 就可以抽取你体内的阳气 来了来了 萧毅内心期待起来 果然 就在这一瞬间 一道苍老的意志体浮下出 嘴角带着细血的笑容 开口道 这种局面 可不是我想要看到的 所以就让本帝尊来推你们一把吧 嗡 意志体区只一谈 两道粉红色光点爆射而出 没入萧毅与慕晴月体内 伴随着光点入体 二人的身躯 立刻变得滚烫起来 一缕斜火 从小腹位置升起 刹那间席卷全身 不好 在萧毅的对面 慕晴月的雪白肌肤 此刻变得异常滚烫 原本清澈的一对美眸中 逐渐被一抹情欲之色所替代 充满了唇阴之力 而萧毅 则是充斥着唇阳之力 极为具备吸引力 无耻的家伙 慕晴月的理智逐渐的消退 胶躯颤抖着 咬牙切齿的开口 这只不过是规则罢了 意志体笑眯眯的开口 我仅仅只是一道意志体 谁让我那句原本的意志 喜欢玩耍一番呢 有意思 萧毅内心默默思索 那一道粉红色光点 似乎蕴含着一股奇异之力一般 不论是体内的斗气 还是各种手段 都无法减弱和驱逐 只能任由情欲迅速地上升 就在萧毅即将询问系统时 变故突然发生了 一条白皙的纤细手臂 突然搂住了萧毅的脖子 柔软的身躯 钻入她的怀中 一丝淡淡的幽香传出 令人心神大动 哄 顿时 那一丝幽香 就宛如导火索一般 令萧毅此刻双眸赤红起来 原本还在坚持的理智 随之变得薄弱起来 萧毅 你如果敢碰我 等到我清醒的时候 一定要了你的狗命 此刻的沐晴月 浑身无力地倒在萧毅怀中 原本那一座冰山 此刻已经交喘连连 动人的脸庞上带着一抹烟红 都到了这种时候 你居然还敢放狠话 萧毅脸色一变 理智已经几乎摧毁 再想到先前沐晴月 不顾自己是她丈夫 想要强行夺取她阳气的举动 立刻愤怒不已 我今天偏要征服你 不错 好小子 能够进入这座地幕核心区域 得道和光剑 也算你我之间有缘分 看在这个份上 就把这份大礼送给你了 光芒闪烁 化作一个光团 将萧毅与沐晴月笼罩在其中 在一股神秘力量牵引下 悬浮在半空 帝尊的意志体淡然一笑 满意的点点头 缓缓地消散 化作众多光点 进入能量核心之中 此刻 萧毅已经双眸赤红 理智已经全部摧毁 放下心中对沐晴月的种种忌惮 伸出手掌 一把将沐晴月周身的衣物 尽数撕碎 整座大殿之中 一片寂静 隐约之间有着春意在浮现 两道模糊的身影 在那一道光团之中 紧紧地相拥 阴阳之力释放 水乳交融 春光乍现 碰 大殿中的寂静 在持续了很久之后 终于被一道轻微的破碎声打断 指尖在那一道光团之上 一道道裂缝迅速地蔓延 最终全部崩碎 刹那间 一道身影猛然间落下 糟糕 居然一不留神 将女魔头睡了 这下要完了 萧毅额头上布满冷汗 身躯迅速地闪烁而过 精准地拿走石棺之中的陆魔剑 看过原著的萧毅 自然十分清楚 这座大殿之中 有价值的东西 只有能量核心与陆魔剑 那一道能量核心的能量 已经进入萧毅与木琴月体内 虽然如今还没有展现出太大作用 但是随着时间流逝 这些能量将不断地反补自身 不过 有一个直观的好处就是 这一刻的萧毅 已经在能量的作用下 迈入了于容颈 木琴月同样如此 如果不是因为这一道能量核心 经过悠久的历史 已经千不存一 恐怕足以将萧毅二人 堆到四项镜 拿起鹿魔剑 萧毅转身就跑 然而身后依旧传来呼啸的破空声 蕴含着恐怖杀气的光芒暴射而出 换了一身衣衫的木琴月 浑身带着极致寒意 一对美眸中布满了怒气与杀意 萧毅 你若清白 今天我必娶你性命 木琴月咬牙切齿 冰冷的声音传出 这些年来 她不知道见识过多少天才妖孽 但是这些人却从来没有让她动心过 然而今天 居然在这个破地方 让那个家伙 毁了自己的清白之身 而且 对象还是那个坠血 一想到这里 木琴月的内心 就仿佛有着止不住的杀意在生腾着 姐姐 你讲不讲道理啊 这明明是那个意志体搞的鬼 看了一眼浑身杀意的木琴月 萧毅感觉有些头皮发麻 立刻催动全部斗气 迅速迈不离开 叮 一道长级闪烁而过 带着极致的寒意 令周围的温度都随之下降了几分 凌厉的气势 划破空气破空而出 正欲击中萧毅的后方要害位置 很显然 木琴月催动了最大的杀招 哪怕是此刻的萧毅 都不敢应接这一招 萧毅咬咬牙 手掌握住尖锐的长脊 刺骨的寒意涌入体内 凭借此刻于龙镜的实力 强行止住了长脊前进的趋势 然而 木琴月的身影已经借助这个机会 迅速地来到萧毅的身前 双手中有着一道光球在酝酿 冰冷的寒意不断扩散 释放出恐怖的杀意 嗡 感受着那一道光球的恐怖威力 萧毅心头一震 就在他即将奋力一搏时 空气中突然传来一阵嗡鸣声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地幕失恋结束了 一道传送力量浮现 包裹着萧毅与木琴月 容不得二人拒绝 立刻传送出地幕 在外界 众多势力的掌控者 都已经聚集在前安殿外部 就连楚阳帝 此刻都已经出现在此处 不知道 这群小家伙 会给我带来什么样的结果 楚阳帝手指轻轻敲击着扶手 眉头皱起 微微思索着 这么多年来 楚阳帝不断派出仰灵镜的高手 进入其中搜索 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破解地幕 希望这一次 这群小家伙 能给他一个惊喜 嗡 就在这一刻 空间波动闪烁 两道身影凭空浮现 令所有人目光聚集在其中 伴随着萧毅二人传送而出 因为木琴月背对着众人 所以此刻二人的姿势 映入众人的眼中 就仿佛是木琴月 紧紧地依偎在萧毅怀中 这一幕 震惊了在场众多大人物 同时也让随之 传送出来的一众试炼者 为之目瞪口呆 大庭广众之下 朗朗乾坤之时 你们一对狗男女 这是在干什么 碰 木琴月翘脸一红 感受到周围投来的一阳目光 手中的光球 随之减弱了许多 最终轻轻地落在萧毅身上 嗡 传来距离 萧毅的身躯正飞而出 不过他如今已经迈入了于容镜 身躯在半空中一个翻滚 轻松地落在地面上 秦月 你们这是 看到这一幕 木亭叶微微一正 疑惑地开口道 没什么 只不过是简单的切磋罢了 萧毅立刻开口解释 同时迈不上前 对楚阳帝说道 臣不负陛下使命 成功破解地墓 好 楚阳帝神情激动 不再疑惑二者之间的事情 当务之急 应该是观察地墓的变化 以这位楚阳帝的心性 自然不会追查众人 在地墓中所得 否则的话 萧毅手中的核光剑与陆魔剑 足以引起一场腥风血雨 至于 这一座地墓的变化 在原著中 能量核心中的能量 几乎已经全部消耗殆尽 地墓之中的禁止随之消失 楚阳帝的属下 进入地墓中 在付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损失之后 获得了这一座地墓的众多传承 而这一次的地墓之行 也算是告一段落 除了某一位未来的女魔头 正在磨刀霍霍向萧毅之外 倒是一个不错的结局 不过 离开地墓之后 穆清月对萧毅 暂时没有什么办法了 难不成 穆清月还能去向穆廷叶告状 自己的丈夫 夺了自己的清白之身吗 那自然是不可能的事情 深夜时分 哇 穆家的修炼场中 一道道恐怖的剑光 不断地暴射而出 落在周围的巨石之上 最后在一道恐怖的剑气 狠狠地击中一道巨石 顿时裂缝乍现 整座巨石随之而崩碎 避开周围的碎石 萧毅落在地面上 衣衫就已经落在手中 抹去汗珠之后 萧毅缓缓地将衣衫穿在身上 系统 打开个人面板 永恒宿主 萧毅 修为 鱼龙镜初期 蝼蚁 体质 25 颜值 100 精神力 30 积分 50 未使用属性点 0 真是一个狗系统 萧毅好不容易摆脱了垃圾称呼的养灵镜 如今居然被称为了蝼蚁 狗系统 还那么黑心 越来越不当人了 相比而言 在迈入鱼龙镜之后 萧毅的整体素质得到了全方面提升 勉强能够在天延帝国算式中留底住了 在进行完日常的修炼之后 萧毅整理好衣衫 向着外界迈步 此刻已经深夜 整个训练场空无一人 不对 敏锐的直觉 令萧毅眉头一皱 瞳孔一缩 看向远处一座巨石 嘴角扬起了一抹笑容 萧毅慵懒地迈步前行 在月光的照耀下 望着那一道巨石之上的女孩身影 月光落在少女郊区上 映射出诱人的曲线 一双性感的眉腿 看起来格外具有诱惑力 萧毅嘴角带着淡淡笑容 缓缓地来到巨石周围 抬头仰望着俏脸上 带着淡淡怒气的女孩 小短腿 晃来晃去干啥呢 仅仅只是短短的一句话 顿时令愤怒的沐清清 翘脸一片铁青 沐清清咬牙切齿 冰冷开口道 大坏蛋 姐姐回来之后 就一直闷闷不乐 是不是和你有关系 自从地幕试炼结束之后 沐清月一直将自己锁在房门中 闭门不出 虽然沐清清不清楚具体原因 但是凭借直觉来看 一定与萧毅这个王八蛋有关系 和我有什么关系 萧毅有些心虚的开口道 一定和你有关 沐清清深深吸了一口气 竭力平复下内心的火焰 直接一步踏出 性感的长腿 滑破空气 狠狠地对着萧毅双腿之间踢来 这个小妞 居然这么狠 见到沐清清一言不合 直接动手 萧毅内心暗骂一声 连忙避开那一道撩鹰腿 看着身形后退的萧毅 沐清清嘴角扬起一抹笑容 脚尖一点 再度发起进攻 虽然面对着养灵镜的沐清清 萧毅并没有太大的压力 但是出入于容颈 还无法控制好自身的力量 她担心伤到这个小妞 所以就变成了萧毅畏缩缩的场面 再次用手臂挡下一击沐清清的鞭腿 萧毅脸色平静 内心在思考着破局之法 总不能就这样被动挨打吧 虽然沐清清仅仅只是仰灵镜 但是频繁的攻击 同样会为萧毅带来不轻的伤势 在雷霆一般的进攻中 萧毅手掌中传来一股犀利 凶猛的气流 令沐清清失去了平衡 亮枪一般的前倾几步 最终一下子与萧毅倒在地面上 你个大色狼 滚开 沐清清微微睁开眉眸 顿时翘脸一红 满脸羞奶之色 拼命地挣扎着 你 萧毅嘴角一抽 对于这个虎脚蛮缠的小姨子 心中有些无奈 虽然沐清清很动人 但是远远还没有到 将之亵渎的地步 毕竟好歹也是自己名义上的小姨子 不过 自己今晚这顿打 总不能白白瘦了吧 瞳孔一缩 萧毅嘴角扬起笑容 猛然间压下身躯 双手在那游走了一番 感受到那一道手掌的温热感 沐清清身躯骤然僵硬起来 旋即小嘴微微张开 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尖叫声 好家伙 萧毅耳膜被震得发疼 在亵渎一番之后 立刻翻身而起 迅速地向着训练场之外离去 尖叫声持续了一小会 缓缓地停住 沐清清俏脸此刻布满了羞涩 美眸中带着怒意 紧紧地盯着那一道 已经若隐若现的背影 咬牙切齿地开口道 萧毅 你这个王八蛋 我一定要将你碎尸万段 然而 萧毅离去的身影 完全没有机会沐清清的尖叫 而是消失在了视野之中 一日清晨 沐家二小姐 同样闭门不出 沐亭夜盯着紧闭的房门 在暗中 他早已经目睹一切 摸了摸胡须 半认真半调侃地自言自语道 要不 一起嫁了吧 清晨时分 在队伍之中 萧毅抬头看着面前 这座豪华的阁楼 忍不住惊叹地摇了摇头 在阁楼的牌匾之上 刻画着藏经阁三个大字 这座阁楼 正是天岩帝国最为重要的区域之一 藏经阁 与原著一样 楚阳帝在这一次地幕破解之后 奖励萧毅一行人 前往藏经阁挑选秘籍 整个天岩帝国多年来的传承 近乎全部存放在这座藏经阁中 这些秘籍 即为帝国的精华 作为最为重要的区域之一 藏经阁防守严密 平时都会被列为禁地 就算是皇室成员 一般也禁止入内 仅仅只有诸如此刻这种特殊时间 才会暂时开放 凭借敏锐的感知力 萧毅十分清楚 他们在场这些人的举动 全都会被暗中的护卫 尽收眼底 关于藏经阁的规矩 本将军只说一遍 每个人都只有两个小时时间 时间一到 所有人必须出来 同时 每人只能选取一道秘籍 一旦有人多取 或者说私藏秘籍 那么将会降罪 左将军 上官安正满脸严肃 副手而立站在高台之上 淡淡开口道 不过 作为本次破解地幕最大的功臣 萧公子可以多取一道 多谢 萧义微微拱手 在援助中 这本来就是主角陆修的待遇 只不过 如今被自己抢先了 上官安正挥挥手 淡然开口 既然都知道规矩 那么便开始吧 嗡 两名黑衣互为竭尽全力 在一阵嗡鸣声中 缓缓打开了黑铁大门 出现一条 能容纳众人进入的通道 踏入黑铁大门 光线有些昏暗 一些柔和的光芒 从周围的夜明珠中散发而出 将整座阁楼显得非常幽静 藏经阁中 有着好几条宽敞的通道 在每一条通道之中 都会有着各种各样的秘籍 在援助中 陆修凭借秦老的指导 获得了一本藏经阁中的特殊秘籍 由此实力大增 这一次 萧毅依旧要贯彻向来维持的主张 邪胡主意 贯彻到底 秦老 你确定那一道坟天神诀残卷 就在这其中吗 陆修通过意念力 与运灵界中的秦老 正在交流着 当然 秦老淡然一笑 目光中闪烁追忆之色 曾经 我来这座藏经阁的时候 就发现了其中的坟天神诀残卷 只不过当时的我 与天延帝国关系一般 同时对我没有太大的用处 所以并没有带走 在我看来 这座藏经阁中 价值最大的 应该就是这一道坟天神诀残卷 在进入一座小通道之后 陆修发现 每隔一段距离 就有一座厚重的木门 虽然此时的木门 全部都已经打开 但是木门中却有着光幕浮现 这种光幕中 相当于一种防卫设施 同时也是天延帝国的一个小手段 想要取得其中的秘籍 就需要将光幕打破 同时 光幕打破之后 只能够容纳一人进入 进入之后 立刻就会再次升起一道光幕 虽然是天延帝国的手段 但是却是实实在在的阳谋 想要获得珍贵的秘籍 那就展现出自身足够的实力 不少人 都被困在一道道光幕之外 偶尔也会有破碎声响起 令周围的人 陆修停留在一道木门册 木门上写着168号 这道秘籍 没有任何标注与名字 透出古朴的气息 就是这里了吧 在得到勤劳肯定之后 陆修脉步正要打破光幕时 一道身影出现在身侧 英俊非凡的脸庞上 勾起一抹淡淡的笑容 陆修正要伸出的手 轻轻颤抖了一下 被一道白皙的手掌推到一边 哟 陆公子 真巧啊 来者 劫胡小能手消音 你 陆修顿时神色一变 陆公子 千万别紧张 我只是路过而已 萧毅脸庞上带着淡淡的笑容 然而 就在下一秒 嗡 萧毅脚尖轻轻一点 身体负有节奏感的一个旋转 反对着光幕 右手握紧拳 发出带有尖锐声的破空之声 最终狠狠地轰击在这道红色光幕之上 九星魔拳 九星魔拳 正是九星魔宫中的一道顶尖绝学 只不过以前的时候 他的修为不足以支撑他 使用这一招绝学 如今突破到鱼龙镜之后 才堪堪足够使用 伴随着星头声音落下 萧毅的拳头 萦绕着漆黑的光芒 击中红色光幕 一圈圈连依从光幕的中心位置 宛如波浪一般 急速地向着周围扩散 破 萧毅轻吐一口气 碰 在周围众人的关注之下 红色光幕轰然破碎 打开其中的房间 不好意思 抢先了一步 在路修近乎能够喷火的眼神中 萧毅悠闲地迈步 嘴角带着一抹细血的笑容 怎么可能 路修眼眶瑕疵欲裂 如果不是规则限定 此刻恨不得直接出手 这一道秘籍 处于非常偏僻的角落 一般而言 没有人会特意地来此处 萧毅这个家伙 一定是特意来抢自己的机缘 在进入小房间之后 光线明亮了几分 正中央的石台之上 存放着一卷赤红色的玉检 只需要将灵魂力量沉入其中 就能够获得其中的信息 萧毅饶有兴趣地 拿起赤红色卷轴 淡淡开口道 焚天神诀 残卷 按照原著的剧情来看 路修通过扶生宴 进入四大宗门之后 在宗门秘境中 获得了另外一份残卷 补其之后的焚天神诀 威力巨大 不顾路修愤恨的眼神 萧毅哼着小曲 离开这座房间 再度挑选一道水影流刀术之后 结束了这一次藏经阁之行 萧公子 华银公主有请 刚刚离开藏经阁 一名打扮奢华的侍女 恭敬地开口道 哦 华银公主居然有请 还真是新奇 这个小妞上次与自己联手 破解了毒飞幕 如今应该正在修炼毒术 同时这一次藏经阁之行 也没有前来 这一次请自己前去 也不知道她葫芦里 到底卖的什么药 萧毅微微点头 淡然开口道 带路吧 萧公子 哦不 华银美眸闪烁 身姿婀娜 优雅地开口道 现在 本公主应该称呼 您为萧大人了 在破解帝幕之后 作为首要功臣的萧毅 从五品中 义将军升了一级 如今是正四品官职 挂了一个神策府都尉的贤职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萧毅算是神策府的二把手 彻底地沦为了 天延帝国的朝廷鹰犬 除了那位神策府中 诡异的云公之外 萧毅如今 就是神策府的代表人物 在帝都勉强能横着走那种 至于那位云公 萧毅隐约记得 在原著中 似乎是一位神秘高手 在天延帝国中 作为二品官员 但是与各大宗门和王朝 都有所勾结 公主太抬举我了 不敢当 萧毅恭敬地回答道 不过内心确实在骂 这个小妞 特地选这种后宫之地 还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她要是敢对话音不敬 恐怕还没有走出后宫的正门 楚阳帝的死罪就降下来了 不论如何 天延帝国这种王朝 还不是萧毅区区一个于荣静 能够惹得起的 本公主 这一次想要前往青竹书院 拜访院长 就麻烦萧都尉 陪我走一趟了 话音淡然一笑 宛如一只狡猾的狐狸 达成了自己的目的一般 正午时分 帝都北门 在原著中 这可是男主的任务 真没想到这次轮到我了 还真是麻烦 这个小妞 一定是在暴地幕中的仇 萧毅咬牙切齿 内心狠狠付菲道 她仅仅只是想抢主角陆修的机缘 但是陪华音公主 前往青竹书院这种事 还是交给主角来做比较好 而且 算算时间 根据原著剧情来看 华音公主遇刺的时间 似乎就快要到了 只不过在原著中华音公主遇刺 并不是发生在青竹书院 希望这一次 别出什么乱子才好 凭借于龙境的修为 在这个乱世 仅仅只是一个蝼蚁罢了 此刻 萧毅骑着一只黑色骏马 换上一身长袍 腰间 佩戴着两把长剑 王拳剑与陆魔剑 显得英俊非凡 陆魔剑 虽然是天严地争的佩剑 但是经过时间流逝 根本没有人能够看出他的来历 否则萧毅就不敢如此张扬了 在萧毅的身后 众多神策军握紧腰间长刀 面色严肃地迈步前行 这排场 绝了 一辆帝国的马车缓缓驶过 众人浩浩荡荡地离开北门 不错 今天的打扮有点小帅 华音掀开马车的布连 眼前一辆 满意地点点头 说起来 你就不好奇 我去庆祝书院干什么 萧毅内心并不感兴趣 不过依旧敷衍地回答道 公主殿下 前去干什么 奉父皇之命 前去读书 华音有些垂头丧气地开口道 读书多好啊 萧毅一本正经地开始胡扯 古人云 书中自有黄金屋 同一时间 帝都一座街道 酒楼中 独孤奥 帝君用华音公主来做诱饵 还真是 一名中年男人轻轻敲击着桌面 皱着眉头 吞吞吐吐地说着 在他的眼前 正是天延帝国 如今着手可热的年轻人独孤奥 年纪轻轻 就已经成为右将军 深得楚阳帝信任 修为太义无量镜 堪称恐怖 不要多嘴 独孤奥淡淡开口 神情中带着兵王 帝君的气魄 远非常人能比 自有其判断力 明白了 中年男人摇摇头 他自身也是神策府的都尉 同样算是神策府二把手 在神策府任职多年 这名都尉 实力同样不弱 四向近巅峰 如果不是萧毅立下大功 远远没有资格与他平级 片刻后 他依旧多了一句嘴 听说那个萧毅 我那名从天而降的竞争对手 负责保护华银公主 没错 独孤奥淡淡点头 听说这个家伙挺有趣的 不仅在战场中险境还生 还是沐家那个老家伙的坠续 如今破解了地幕 深得帝君喜欢 神策府都尉抿了一口酒 饶有兴趣的开口道 原本还以为是谣传 今日一见倒霉想到 竟然是真的 有趣的还有很多 比如独孤奥嘴酒 难得出现了一抹笑容 不过是一抹冷笑 他似乎有苍云宗的传承 苍云宗的传承 青木愣了一下 这可是属于传说中宗门的传承 苍云宗曾经的四大宗门之一 如果真得到了苍云宗的传承 这个家伙 身上的秘密就又加上一层了 走吧 别忘了我们这次的任务 独孤奥面无表情的 丢下结账的钱 带着青木匆忙离开了酒楼 帝都外围 在整个天延帝国都非常出名的青竹书院 就在其中 放眼望去 云雾缭绕 萧云一会记得克制一下 华银公主探出小脑袋 似笑非笑地开口道 啊 萧云满脸疑惑 似乎不太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原著中 华银公主与陆修 仅仅只是前来这座青竹书院中学习了一天 剧情上仅仅只是一笔带过 紧接着就是华银公主遇刺的剧情 狗作者 该水的地方不水 如今萧云满脸猛逼 华银眨了眨眼睛 没有过多的解释 一行人继续前行 抵达青竹书院门口 一座石碑矗立 刻画着青竹书院四个大字 一列青山学子等候多时 行礼道 见过华银公主殿下 各位不必多礼 今天我与儿等样 都只是一个普通的学子 华银公主礼节性的微笑 缓缓走下车拧 令人心情爽朗 如果不是了解这个娇蛮公主的真面目 就连萧亦 不差点被他这一副星星座太骗到了 两名老者身穿不衣 和善地笑了笑 轻轻点点头 就在萧亦打算 跟随着画银公主 进入青竹书院时 两名青山学子拦住萧亦 满脸巨傲之色 神情中隐约带着不屑 淡淡开口道 青竹书院乃是圣贤之地 朝廷英犬 一律禁止入内 哦 萧亦似乎明白了 画银之前所说的克制 是什么原因了 虽然萧亦并没有过多接触朝廷势力 但是如今 他成为神策府都尉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 那就是直接性成为朝廷英犬 还是朝廷英犬的头头 原著中 主角陆修 没有官职在身 所以陪同画银公主 成功进入了青竹书院 这是我的任务 如若阻拦 就别怪我手中的剑不客气了 萧亦迈出一步 陆魔剑出翘半分 周身气势随之爆发 风味的剑气宛如刺骨寒意 令周围的学子身躯一阵 内心瑟瑟发抖 好歹 也是鱼龙进修士 区区几名学子 哪怕有修为在身 能比得过萧亦吗 身后 众多的神策位瞬间出刀 周身爆发出恐怖的煞气 一时之间 气氛剑弩拔杖 华银公主横拦在两股势力之间 温和地看向两名老者 轻声开口道 众位先生 萧亦此行是为了保护我免受危险 除了他之外 其余的神策位 驻扎在山脚位置 这样可以吗 轻竹书院的两名老者对视一眼 无奈之下只能同意 如果华银公主 在轻竹书院中出了事 到时候 恐怕轻竹书院 也会面临楚阳帝责罚 轻竹书院 正气浩然 萧亦陪伴着华银 漫步在书生廊廊的书院中 在华银的小手中 握着一本竹简 边走边摇头 似乎领悟到知识一般 只有萧亦心里清楚 这个娇蛮公主 明显就是在装模作样 忽然间 四座石碑映入眼中 其中三座石碑刻画着三句烫金大字 另一块石碑却是空白的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迹绝学 萧亦难难自语 后面的那一句 明明存在 为什么没有补上 突然间 萧亦想起来 这座异世界 似乎因为修炼盛行的缘故 对于文之一道 反而不太注重 不过 这里的读书人 也未免太菜了 如果萧亦将原世界 那些诗词拿出来 岂不是能够成为一代大文豪了 萧亦 想不想试试 华银眨了眨眼睛 注视着这四座石碑 开口解释道 传说这是百年前 青竹文胜显灵 刻画下三句千古名句 不过唯独留白一句 来考验后人的水平 听说只要能够对出下一句 似乎能够 让青竹文胜显灵 没有兴趣 萧亦淡然一笑 虽然他心中知道答案 但是他作为一名修炼者 又不是靠着这种文道来混饭吃 没必要出这个风头 反而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关注 这可是传说中青竹文胜的亲笔 整个天延帝国 百年来从未有读书人对出来 区区一个朝廷鹰犬 一名白衣学士面带嘲讽之色 开口道 虽然没有说完整 但是所有人都明白他的意思 萧亦瞥了一眼 正是先前拦住他的那个学士之一 本来他还不想出这个风头 既然这家伙放出这种话 今天他还偏偏要对出来了 公主 在下可以一试 萧亦话题一转 对这名白衣学士开口道 这位学士 有时间的话 不如打个赌 怎么赌 我对出一句青竹文胜的下句 如果能够引起青竹文胜显灵和共鸣 那么就算我赢 到时候 你裸奔一圈青竹书院如何 在了解这个世界的规则之后 萧亦非常有把握 这座世界中的诗词 在达到一定水平之后 能够引起天地之间的浩然正气共鸣 平民 白衣学士不屑的一笑 这么多年来 不乏有一些学者 对出惊艳绝伦的句子 引起了浩然正气的波动 但是 想要引起青竹文胜的显灵和共鸣 那绝对是不可能的事情 就问你敢不敢吧 自然敢 不过要是你输的话 有什么惩罚呢 上刀山下火海 随你自行处置 萧亦淡然一笑 语气仿佛胸有成竹一般 倒是也不必那么过分 如果你输了的话 同样绕着青竹书院裸奔一圈可以吗 可以 萧亦嘴角扬起一抹淡淡的笑容 话音未落 萧亦已经来到四座石碑前方 拖住下巴 做出一副思考的状态 萧亦 你有些太莽撞了 华银公主眉头一皱 明显不太看好萧亦 周围 同样有无数学士与学者聚集而来 一睹这位神策府都尉的风采 不过在得知赌约之后 都不屑地摇摇头 这么多年来 多少学者都没有做到这种事情 就凭区区一个萧亦 又怎么可能呢 一会这名神策府都尉输了之后 给他一些面子 毕竟他代表的是帝国 远处的阁楼顶部 一名鹤发童颜的老者 神态淡然 对身侧的学者吩咐道 明白 如果萧亦在这里 或许能够认出来 这位鹤发童颜的老者 正是清竹书院这一代院长竹书贤 嗡 就在这一刻 伴随着恐怖的嗡名声 萧亦拔出修长的陆魔剑 周身风锐的剑气四射 令无数人为之瑟瑟发抖 等等 你这个朝廷鹰犬 要干什么 众多白衣学士 都为之心头一震 以为萧亦恼羞成怒 想要大开杀戒 萧亦 这里是清竹书院 不得胡来 话音同样吓了一跳 放心 萧亦给了他一个安心的眼神 挥动手中的陆魔剑 刷 剑气轰鸣 向着那一座空白石碑暴射而出 在空白石碑之上 不断地刻画着 糟糕 周围的学士脸色一变 这个萧亦 难道是想羞辱清竹文圣吗 寒光四射 陆魔剑再度入窍 萧亦神色淡然 轻轻拍了一下石碑 无数的灰尘与碎石落下 一副由风锐之气刻画而出的诗句 骤然间浮现在众人面前 华阴公主娇躯一阵 不可置信地看着那一句 周围的学士与学者 满脸呆滞之色 最令他们惊讶的事情是 第四座石碑之上 居然散发出淡金色的光泽 整个天空随之变幻 爆发出滔天的浩然正气 第四句为 为万事开太平 轰隆隆 当第四句出现的一瞬间 整座青竹山脉随之震动起来 仿佛在剧烈的摇晃一般 糟糕 动静居然这么大 萧亦满脸震惊 刚才发生的事情 与他在古籍之中看到的不一样 在古籍记载之中 一些精彩艳艳的诗句 能够引起浩然正气的波动 但是如今整座山都在摇晃 不会是真的出事了吧 该不会是第四座石碑之上 有什么机关吧 此刻 萧亦只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反正是这名白衣学士 想要和他打赌的 这一切与他无关 萧亦 你竟然真的对出来 青竹文胜的下半句了 华银捂住粉嫩小嘴 眼中充斥着震惊之色 这个朝廷鹰犬 居然真的对出来了 周围 众多学士目光都看向萧亦 蕴含着复杂的神色 青竹书院 狂暴的浩然正气 宛如风暴一般 向着整座青竹书院席卷而来 久久没有停歇 无数的学士 都放下手中的书卷 对于修行书道的这些学士而言 浩然正气就如同斗气一般 能够极大程度上提高他们的境界 欧巴摩睡网 很多人都看向了天空 究竟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多的浩然正气 难不成是有大儒晋升圣晋 好像是青竹文圣石碑的位置 传来的浩然正气 快去看看 一时之间 众多人都蜂拥而去 书院内部 一些大儒 端着热气腾腾的茶杯 正在讨论着一些学术问题 刹大间 所有人起起起起身 手中的茶杯 落在地上 发出碎裂的声音 都浑然不知 每个人的目光 都对准了青竹文圣石碑的方位 文圣四句 如此庞大的浩然正气 产生共鸣了 话音未落 几名大儒已经消失在了原地 等到他们再次出现的时候 已经是降临在石碑前方 大儒们来了 让道 伴随着一声呐喊 周围的学子 纷纷让开一条道路 让几名大儒能够进入其中 魏万世开太平 其中蕴含了太平和大同的概念 不局限于当下的太平秩序 而是用更深远的眼光 来展望万世的积业问题 此乃君子之道 几名大儒忍不住开口 神情一脸呆滞 久久地注视着第四座石碑 没有移开目光 仿佛在这一瞬间 他们的世界都静止了一般 只剩下第四座石碑上面的文字 不知道过了多久之后 几位大儒才回过神来 一名大儒口中喃喃自语 百年的难题 如今终于解开了 青竹文圣四句完整 意味着我青竹书院将再度兴盛 时隔这么多年 或许读书人的时代 又要再次到来了 一名大儒开口欺望道 而且如此磅礴的浩然正气 对我等读书人有大大的好处 面色激动的副院长 转头看向周围众多的学子 脸庞上带了一抹欣慰的微笑 这第四句 究竟是哪一位学子做出来的 众多学子面面相去 没有一个敢说话 其中大多数学子 都是刚刚赶到这里 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 副院长 一名白衣学子迈步而出 脸庞上带着尴尬的笑容 这名白衣学子 正是与萧毅打赌的人 好家伙 我就知道是你 果然不会是我的弟子 副院长笑眯眯开口 赞赏地看了一眼自己的弟子 白衣学子面色更加尴尬起来 开口解释道 老师 你猜错了 这第四句并不是我做出的 哦 众人满脸疑惑 既然不是你做出的 那么迈不上钱干什么 感受到众人疑惑的目光 白衣学子苦笑着 看向华银公主所在的位置 众人寻着她的视线看去 纷纷猜测起来 难不成是公主殿下 倒是有可能 听说华银公主闻到绝伦 不比普通学子差 既然是华银公主对出了第四句 或许意味着 我清竹书院将重返帝国 或许这是天意啊 华银公主 算是老院长的半个基民弟子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也算是书院的人 面对众人的议论纷纷 华银公主淡然一笑 解释道 各位都猜错了 这第四句并不是我做出来的 而是这位 华银白皙的手指伸出 指向萧毅的位置 顿时 众人目光齐刷刷看去 对准正要偷溜的萧毅 似乎再晚一秒 就要逃出众人的视线 此刻脸庞上正带着礼貌 而不是尴尬的笑容 萧毅身穿青色长袍 腰间佩戴着两把锋锐的长剑 这副装扮一看就不是学子 更不是读书人 令众人有些难以置信 萧毅本想溜走 但是现在却没有机会了 神策府的都尉 伴随着萧毅转过身来 不少人看见了他腰间的身份腰排 赫然是神策府都尉 如今的神策府二把手 居然是神策府的鹰犬 对出了第四句 众多学子满脸不可置信 根本不敢接受这个现实 不过 别说是普通的学子了 就连几位大儒都随之皱起眉头 见到这副神情 萧毅脸色有些不爽 果然 这些青竹书院的读书人 总是觉得自己高人一等 看不起他们这种朝廷鹰犬 明明这第四句 就是自己做出来的 他们却还不信 萧毅轻叹一口气 面无表情地开口道 古人云 三人行 必有我识焉 见闲思其焉 见不闲而内自行也 如是而已 话音未落 众人震惊 这番话的精妙程度 丝毫不亚于魏万世开太平 这第四句 顿时证明了萧毅的能力 己明大如满脸愧色 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能够说出这种话的朝廷鹰犬 那还能是朝廷鹰犬吗 明明就是一个 被朝廷鹰犬事物耽误的大如 而且还是顶尖级别的大如 该死的朝廷挖我墙脚 不当人子 最终 副院长笑眯眯开口 这位小兄弟所言即是 此番是我等受教了 请明受老夫一拜 话音未落 副院长带领着几位大如 还有众多的学子 都随之攻身一拜 刹那间 整个青竹书院 无数的白衣折腰 只为 萧毅一人 青竹亭 绿叶成荫 周围其风遍布 水流缠缠声布局而来 一行人迈步而来 进入青竹亭中 来者 正是萧毅与化淫公主 还有一众青竹书院的大如 片刻后 被惊动的竹书贤进入青竹亭 虽然 文圣第四句的风波已经逐渐平息 但是萧毅的名声 注定将会以青竹书院为中心 传遍整个天延帝国 甚至其余王朝 萧公子 能够对出青竹文圣的第四句 这份功绩 必将名垂青史 就算在史书上 一定会留下浓厚的一笔 竹书贤院长笑眠一开口 听说 你是穆廷叶的女婿 如今一见 果然不愧是一位豪杰 有文有武 实乃天言幸哉 仅仅只是片刻时间 以竹书贤的人脉和手段 就已经轻而易举地打听好 眼前这名年轻人的身份背景 居然是 穆廷叶那个老狐狸的坠婿 竹书贤只恨自己 没有这么好的机缘 能够攀上这样一位女婿 虽然说她没有女儿 但是孙女可以啊 只不过是抄了前辈的书而已 萧宜心中富匪 不过嘴上却依然谦虚道 只不过是灵溪一点通罢了 不足为耻 如果不是 她如今成为了修炼者 或许靠着抄书 也能够发家致富 灵溪一点通 几位大儒咀嚼着这五个字 顿时眼前一亮 他们如今可是彻彻底底 被眼前这名青年给折服了 如果不是这个家伙 如今是朝廷殷犬 那么他们都想拜她为师了 打者为师 能够拜这样一位年轻人为师 绝对不会是耻辱 众人聚集在青竹亭中 开始交流文学一道 萧宜始终保持淡然的笑容 尽量不开口说话 在别人看来是一副高人姿态 不过 实际上她早就已经昏昏欲睡了 听这群老家伙 在这边谈论书经 萧宜实在是听也听烦了 真怀念前世高中数学老师的讲课啊 趁没人注意 萧宜心念一动 系统面板出现在眼前 系统 有没有办法吸收和光剑 与陆魔剑中的剑圣之道 萧宜在心中默念 在原著中 陆魔剑中蕴含着天炎帝尊的剑道感悟 陆修在勤老的指点下 通过时间磨练 最终吸收了其中的剑道感悟 虽然花费时间非常长 吸收出来的也只是残缺部分 但是最终得到了非常强有力的剑道经验 毕竟 天炎帝尊 那是什么级别的人物 当之无愧的剑圣 圣境强者虽然凤毛麟角 但是在七大王朝中一样存在 但是 问天下众人 有谁敢自称为剑圣 天炎帝尊 敢 原厂魔尊 敢 陆魔剑的剑道感悟 早已经达到了剑圣的层次 而相应的和光剑 同样如此 叮 系统进行分析中 系统分析完毕 可以将王权剑与两把神剑融合 令宿主意识进入神剑中 通过系统的规则之力 汲取其中的完整剑圣之道 系统 我爱你 萧一嘴脚勾起一抹糊度 完整的剑圣之道 那是什么层次的存在 这是多少剑客 都梦寐以求的东西 更别说 自己拥有陆魔剑与和光剑 等于两份完整的剑圣之道 正在萧一狂喜之际 一盆冷水突如其来地浇了下来 叮 系统提示 鉴于以上操作的高难度水平 需要收取一百点积分 请问宿主是否需要 狗系统 你的良心何在 一百点 你咋不去抢呢 萧一近乎吐血 自己好不容易才攒了那么多积分 然后很快又被拉到了副数 如今居然又要自己一百点积分 这个狗系统 是真的不当人了 叮 鉴于宿主反馈 系统采取打折活动 五折跳楼架 只限十秒钟 开始计时 十 九 我靠 这个狗系统又玩这一套 萧一咬咬牙 表示自己宁死不屈 然后 叮 五十点积分消耗完毕 目前宿主拖欠系统积分一百点 请尽快偿还 否则将采取利息制度 真香 不过 这个狗系统 再扣自己积分方面 是越来越人性化了 如今居然还有利息制度了 叮 系统开始融合 嗯 伴随着系统传来一阵嗡鸣声 萧一腰间的两把长剑 悄无声息的消失不见 处于戒指中的和光剑 同样如此 融合 开启了 这次融合 对于萧一而言 是一件好事 王拳剑作为新手大礼包之一 虽然依旧强横 但是已经不足以支撑 如今萧一的高强度战斗 而和光剑与陆魔剑 虽然作为帝尊与魔尊的配剑 能够勉强支撑萧一的战斗 但是终究有被认出来的风险 你小子 揣着帝尊和魔尊的配剑不上交 是不是想杀头了 萧一可不相信 一那位楚阳帝的星星 真心能够将地墓中的试炼者收获 全部赠予他们 只不过 是因为楚阳帝看不上罢了 不幸的话 将陆魔剑与和光剑 摆在楚阳帝面前试试 这位帝君 恐怕直接给你安个罪名 拿走两把配剑 叮 融合完毕 请宿主命名 斩空刃 萧一思索一下 果然用了这个名字 偶尔 也要中二一把 叮 斩空刃准备完毕 剑圣之道代提取 请问宿主是否提取欧巴魔睡网 提取 萧一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提取剑圣之道完毕 检测到两份剑圣之道 融合为准地级剑刀 准地级剑刀 萧一身形微震 脑海中一片混乱 仿佛在这一瞬间 听见了手中 斩空刃的心跳声 听到了他的呐喊声 同一时间 无比庞大的记忆 涌入脑海之中 那是天炎帝尊 与原厂魔尊的剑道经验 终其一生 对于剑术的感悟 在剑气的纵横中 萧一进入了冥想状态 无数的剑向着 萧一抱舍而来 向着他发起今天的决斗 萧一人一剑 陷入无情无尽的厮杀之中 什么是剑 无剑 卫护苍生 这是天炎帝尊的回答 无剑 断裂的剑插满天地 仅仅只剩下萧一 与手中的斩空刃 死记忠 青年缓缓举起斩空刃 淡淡开口 无剑 为我而生 萧一 你没事吧 萧一 轻柔的声音响起 带着一丝紧张 萧一缓缓睁开眼眸 一张美丽动人的脸庞 映入眼中 显得有点模糊 嗡 近乎下一时 萧一拔剑 斩空刃出窍半分 嗡鸣声响彻 剑气在天地之间轰鸣 当看见那张脸庞之后 她手中的斩空刃略微 一停顿 随之偏移 轰咆咆 剧烈的浓烟 在天地之间升起 远处一座非常高的山峰 在这一道剑气之下 被切成了两半 华银公主满脸震惊 不由自主地长大了小嘴巴 这到底是什么级别的力量 为什么这个家伙的战斗力 比之前在地幕之中 更加强悍了 萧一摇摇头 终于彻底地 从幻境之中清醒过来 那座剑道幻境 哪怕萧一掌握着幻道极点 依旧没有清醒过来 最终靠着意志力 才勉强通过 那一具无剑 为我而胜 依旧在她的脑海中回荡着 仿佛形成了剑意一般 抱歉 让你受惊了 萧一神色有些淡然 将斩空刃入鞘 随即 她的目光对准了远处那一座 被切成两半的山峰 这就是准地级剑道的力量吗 果然 很强大 萧一微眯双眼 手掌不断地舒展着 剑意在整个人身躯周围 不断流转着 一招掌空刃下去 恐怕是四向镜 也不敢硬抗马 不 应该是绝对不敢 最为恐怖的地方在于 刚刚这一展 仅仅只是萧一随手一击 萧一 天黑了 耳边 清脆的声音 打断了她的思考 此刻 太阳已经落下 天色有些暗淡 很显然 那些大儒在萧一陷入沉睡后 最终因为事物而离开了 只有华银公主 还一直陪伴着萧一 让公主久等了 我们回学院吧 萧一有些歉意 没事 反正回去也只是读书 太无聊了 华银伸了一个懒腰 勾勒美好的曲线 萧一 你现在什么境界了 鱼龙竞出七 萧一淡淡开口 虽然内心早已经有所预料 但是在听到这个消息的同时 华银公主依旧有些难以置信 华银脑海中回忆起萧一那一展 疑惑开口 鱼龙竞出七 应该不会这么强大吧 恐怕只有四相境 才能够释放出你那种级别的战斗力 可能我比较特殊一些吧 萧一淡然一笑 这位公主从一开始的娇蛮专横 到如今的温柔相待 甚至对她产生了兴趣 人还真是奇妙 或许吧 华银微微点头 这位沐家坠续的身上 似乎笼罩了一层迷雾一般 令他有些忍不住好奇 总想要去探寻萧一真正的面目 有时候 华银真心极度沐晴月 能够拥有这样一个男人 夕阳西下 天色暗淡 青竹林中 两道身影不断的穿梭 正是萧一与华银 还有一会儿 就能够到达书院了 华银看了一眼路线 满意的点点头 萧一 小心 说到一半 突然被萧一打断 将华银护在身后 发生什么事情了 华银眉头一皱 能够让萧一如此紧张 绝对不是什么小事 有刺客 萧一冰冷开口 全都出来吧 我都感受到你们的杀意了 留下华银公主 滚出青竹林 冰冷的声音 从四面八方传来 似乎人数非常多 阁下 相逢即是有缘 不如出来一剑 萧一朗声开口 握紧腰间的斩空刃 我只给你三秒钟时间 竹林中再度有声音传来 看来 只不过是一群鼠辈 萧一冷哼一声 斩空刃已然出窍 嗡 恐怖的嗡银声响彻天地 一道恐怖的剑气暴射而出 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 剑气肆虐之时 另隐藏在其中的杀手无所遁形 顿时 众多黑衣人现身 尖锐的杀气席卷而来 情报不假 果然不愧是一个变态的鱼龙镜修士 为了那么点悬赏金 恐怕有些不值 起码得加钱 有意思 你就是萧一吧 杀了你 这次我的名声 就能够声名远扬了 众多嘈杂的声音 带着恶狠狠的杀意 对准萧一所在的位置 萧一眉头一皱 好家伙 人怎么这么多 天炎帝博的防护力量 难不成真的是吃丹饭的吗 就你叫萧一啊 一句经典梗传来 令萧一眉头一皱 只见 一名杀手已经按耐不住杀意 体内斗气轰然爆发 血色纹路在身体表面 闪烁着明暗不定的光泽 手中的长枪暴射而出 笼罩萧一所在的方位 一出手 鱼龙镜的气息展露无遗 堪称恐怖 但是这还不算完 如同潮水一般 鱼龙镜的气息不断袭来 这是一群鱼龙镜杀手 放在外界 恐怕也算是一只不小的势力 萧一剑撞 冷哼一声 握紧手中的斩空刃 正好领悟了剑道 没有机会施展 就拿你们施施手 身躯倒退半步 手中斩空刃嗡鸣震动 似乎有一道道无形的剑气 形成气浪 在斩空刃周围转动 而后突然爆射而出 一剑斩出 地面之上纵横出一道深深的剑痕 破 长枪刹那间被震开 恐怖的剑气顷刻间 破开这名杀手的防御 鲜血喷涌 整个身躯被这一道剑气 轰然间切成两半 现在的年轻人 都这么变态了吗 必须得加钱 杀手之中 再度传出杂乱的声音 你们这些鼠辈 还在等什么 萧一曲指一谈 将斩空刃剑身之上的鲜血逝去 目光中带着一抹冰冷之色 区区于龙镜杀手 也不过如此吗 虽然被众多于龙镜杀手围住 但是萧一很清楚 最起码在气势上绝对不能输 狂妄 众多杀手脸色一变 随之震怒 虽然不清楚 这个矛头小子哪里来的底气 但是语气中的不屑 在场每一个人 都清清楚楚地感受到了 这家伙有些难缠 大家一起上 这么多于龙镜杀手在场 我就不信 还杀不死一个 出入于龙镜的矛头小子 杀 萧一 化音公主咬咬牙 抓住萧一的长袍一脚 胶躯止不住地颤抖 如果实在太危险的话 你就不要管我了 虽然化音在地幕中得到了不少好处 但是还没有来得及消化 仅仅仰灵境巅峰的修为 恐怕只能成为萧一的累赘了 萧一眉头一皱 诧异地看了一眼华音 凭她的经验 能够听得出来 这番话是真情实感 这个小妞 关键时刻 倒是还挺仗义 这里不是地幕 而且这些杀手明显心怀不轨 如果丢下化音一个人 萧一心里绝对会过意不去 而且 丢下化音一个人临阵脱逃 恐怕楚洋帝能够致自己死罪 更何况 逃跑可从来不是萧一的风格 嗡 萧一握紧斩空刃 目光精准地扫射着周围的敌人 手机眼快地释放了三枚连射的信号弹 放心 只要我们撑住半个时辰 山下的神侧位就会赶来 而且 这里距离青竹书院很近 如此大的骚动 必然会引起注意 这一战 注定很艰难 但是 绝对不能输 嗡 萧一身躯暴视而出 宛如一道雷霆一般 向着那些冲杀而来的杀手挥剑 脑海中不断思索 目前来看 最起码接近百名鱼龙镜杀手 其中大部分杀手的服饰 都有些类似于宗门 但是却又不是一个宗门 而且与新罗王朝有关 在排除这些杀手 故意混淆视听的情况下 这群鱼龙镜杀手 或许来自于新罗王朝 在原著中 一个新罗王朝的机构 浮现在萧一脑海中 新罗王朝 暗宫殿 萧一眉头一皱 原著中 新罗王朝暗宫殿的创立者 正是新罗王朝第一杀手暗宫 一位半部盛境强者 虽然最后暗宫殿被主角陆修铲除 但是不得不承认 这绝对是一座顶尖级别的机构 吸纳众多小宗们的杀手 在培养之后 为新罗王朝所用 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上一次两大王朝战争中 暗宫殿没有出现 如今看来 当时的暗宫殿 明显是在保存力量 按照原著 华银公主应当在后续 才会碰到这些杀手 如今因为萧毅的出现 反而如同蝴蝶效应一般 导致这些杀手提前出现 而这一切 萧毅很清楚 都是那位楚阳帝做的局 该死 怎么偏偏就让自己提前碰上了 是不是把自己当成软柿子 谁都想来捏一把 萧毅内心暗骂 不过 正好 我也想看看 如今的我有多么强 萧毅深吸一口气 握紧手中的剑柄 请客间 斩空刃暴斩而出 恐怖的剑气宛如潮汐一般 接连不断地冲击而来 整个地面都随之震动起来 在这一股天崩地裂的攻击之中 数名鱼龙净修士都随之倒下 落在一片血泊之中 杀 烟尘散去 地面之上出现了恐怖的沟壑 尸体遍布周围 无一例外都是被一刀断头 好家伙 大哥 你是帝都断头王吧 不少杀手 见到这一幕都随之瑟瑟发抖 到底谁才是真正的杀手啊 杀 杀手再度吸劲而来 当当当 萧毅一手护住化营 一手不断地挥动着斩空刃 发出激烈的金属碰撞声 斗气撕裂空气 周围的轻竹都随之断裂 而就在碰撞的一瞬间 斩空刃周围的剑气 忽然间剧烈地转动起来 竟然是有肉眼可见的剑气风暴席卷而出 明明是狂风 但是其中却蕴含着锋锐的剑气 如同雷霆一般掠过众多杀手的身躯 是 击中的一瞬间 凶猛的黑色火焰释放而出 在众多杀手体内轰然释放 其中甚至有雷鸣声闪过 萧毅嘴脚沟起一道弧度 天地黑雷炎与剑气融合 等于雷剑炎暴 不得不说 准地级的剑道感悟 堪称恐怖 如今的萧毅足以自创招式 宛如浑然天成一般 雷剑炎暴所过之处 众多杀手都闪避不及 雷霆与火焰轰鸣 留下一道道惨叫声 鲜血散落一地 十多名杀手都在这一招之下 直接泯灭 就连其中那几名鱼龙镜巅峰杀手 在这种攻击之下 都留下一道道血痕 身躯狼狈的倒退 所有人看向萧毅的目光中 都带着恐惧之色 这个年轻人 随手一击 居然如此恐怖 变态吧 明明只是出入鱼龙镜才对 杀手之中 传来此起彼伏的惊呼声 刚才的一切都发生在瞬息之间 这个矛头小子 仅仅只是轻描淡写地挥了几刀 那么多人就中伤 甚至断头了 我就不信 能够发出刚才那一招 这个小杂种 一定斗气不足了 没错 一起上 不要给他喘息的机会 我们这么多鱼龙镜 围攻一个出入鱼龙镜的小家伙 如果还能让他活着回去 大家不如死了算了 下一刻 两名鱼龙镜巅峰同时出手 杀一阵战 萧毅剑撞 冷笑一声 那闪烁着剑气的斩空刃 以更加凌厉的攻势 两名杀手出刀阁挡 堪堪抵挡了下来 却依旧被风锐的剑气 冲击出数十米 手臂颤抖起来 二人对视一眼 都看出了互相眼中的惊骇之色 这个家伙如果不死的话 绝对能够达到 太义无量警 日后 或许又是一个独孤傲 势必会成为 新罗王朝的心腹大患 这次暗攻的任务 恐怕不是那么容易 能够完成的了 但是没完成回去之后 也会是死路一条 一名杀手咬牙切齿 手臂在剧烈的颤抖之后 有着鲜血喷涌而出 在击退两名鱼龙进巅峰杀手之后 萧毅略微松了一口气 鱼龙进巅峰层次的杀手 终究还是会对他造成一点压力 就在这一刻 华银的惊呼声传来 萧毅 小心身后 萧毅眉头一皱 握紧斩空刃 在他的身后 原本的暗影化做一名魁梧修士 手中的长刀已然出窍 锋锐的杀器化作实质 对准萧毅的要害位置 下一刻 长刀击中萧毅 嗡 长刀击中萧毅的要害位置 却无法再前进一寸 有着一层金色的连衣浮现 形成强悍的防御 好家伙 这家伙防御居然也这么强 还怎么打 魁梧男人脸色一变 大喝一声 快上 我支撑不住了 下一刻 萧毅持剑转身 斩空刃横向斩出 汹涌的剑气暴射而出 硬声声地隔挡开长刀 碰 伴随着一声巨响 恐怖的剑气 刺穿魁梧男人的胸口位置 最终跪倒在地 满脸震惊之色 几十年的苦修 居然一招就被击败了 另一侧 两名鱼龙竞巅峰杀手 已经接近消逸 其中一名杀手使用拳法 走的是制刚制裂的路线 而另外一人则是善用长棍 二人配合无剑 给他造成了非常大的压力 轰崩崩 恐怖的拳盲与长棍 轰然与斩空刃 不断地在半空中相撞 爆发出声势浩大的嗡鸣声 破空拳 杀手咆哮一声 用尽全身血气 爆发出凶猛的一拳 糟糕 萧毅眉头一皱 抱住华银 一跃而起 落在竹林之上 伴随着轰鸣声 整个地表随之破碎 烟尘弥漫在四周 阻挡了不少人的视线 那个小家伙 在上面 一名杀手的提醒还没有说完 萧毅的身躯 就如同流星一般 轰然下坠 给我 死 流转着雷霆与火焰 恐怖的斗气声腾 不好 魁梧男人双手脱天 磅礴的斗气席卷而出 化作斗气护照 刹那间 斩空刃与斗气护照 击中在一起 轰隆隆 震耳欲龙的声音响彻 地面再度炸裂 魁梧男人整个人身躯 没入地底 吐出一口鲜血 好强悍的斗气 他的斗气 不比我们这些鱼龙镜巅峰差 下一刻 头颅飞起 临死之际 他将信息分享出来 署名鱼龙镜巅峰杀手 都随之脸色一变 这个青年 看起来如此年轻 而且根据情报显示 应该是刚刚踏入鱼龙镜 为什么斗气如此雄厚 剑术恐怖就算了 还有如此可怕的斗气 几名杀手面露苦笑 这一次任务 必定不会简单 先抓公主 话音未落 有几名杀手 已经向着竹林之上的 华音袭来 随之 众多的杀手跟随而来 消逸脚尖一点 整个人腾空而起 下一瞬间 已经出现在竹林之上 刹那间 剑气四射 一位鱼龙镜巅峰杀手 抓住机会 手中长枪轰轰作响 如同水蛇一般 灵巧地刺来 破 消逸一个闪身 斩空刃以极为刁钻的角度 刺入这名杀手的体内 顿时鲜血喷涌 然而下一刻 一道血肉穿刺声 同样从消逸背后传来 堂堂鱼龙镜巅峰高手 居然搞偷袭 消逸怒视着身后那一名杀手 握紧手中的斩空刃 这些暗宫殿的杀手 战斗经验都算是佼佼者 同时 他们掌握着一种新之秘书 能够融入黑暗中 极大程度隐匿自身气息 援助中 主角陆修就因为这一招 吃过一次亏 如今 夜晚时分 正是他们的主场 哇 雷剑岩暴释放 斩空刃轰鸣 轰隆声落下 地面出现一道深深的沟壑 令周围的杀手脸色一变 这个家伙 居然还能够释放这一招 尘土飞扬 那名杀手早已经顿走 你的剑法很可怕 但是我的速度更快 哦 萧毅冷笑 全身斗气嗡鸣 急持密朔 话音未落 萧毅的身影 已经浮现在这名杀手身后 这名杀手面色惊恐 下意识地转头 就看到了一张隐藏在黑暗之中的脸庞 赤红色双眸中 有着火焰与雷霆在闪烁 破 斩空刃刺入 恐怖的剑气爆射 赤红色剑气 穿透他的身躯 震碎体内的五脏六腑 将后方竹林劈成两半 萧毅 就在萧毅斩杀这名杀手后 话音的求救声传来 萧毅闪身 向着华音所在的位置爆射而出 双眸中闪过一抹金芒 刚才 他发现了一个细节 这些杀手每次都会避开华音的要害位置 更加偏向于抓走华音 而不是斩杀华音 所以 萧毅才会使用急持密术 接近那名杀手 将他当场格杀 此刻 抓住华音的那名杀手面带惊恐 身躯如同鬼魅一般 迅速地逃离这片区域 想走 萧毅冷哼一声 直接追了上去 反正这些杀手的目的 并不是斩杀华音 在这种情况下 他就不用卫手手卫脚了 他可以将这些杀手逐一击破 凭借雷霆一般的速度 不可能让华音被抓走 雷霆轰鸣 萧毅握紧斩空刃 闪电一般斩落 将十多名拦路的杀手全部击中 刹那间鲜血喷涌 一招 断头 其余的杀手面面相去 没有人赶上前半步 仅仅只是片刻间 就有署名于龙镜巅峰被杀 众多杀手被一招断头 真是一个变态 明明只是于龙镜初期 但是斩杀于龙镜 如同突击狗一般 于龙镜巅峰高手 竟然连他的一剑都抵挡不住 最为关键的是 他如今居然还没有露出一点疲态 很显然还游刃有余 简直就是一个生虫 萧毅扫尸一圈 见到这些杀手都不为所动 顿时露出讥讽之色 迅速地接近华银 将少女一把抱在怀中 扑 斩空刃斩出 精准断头 鲜血洒落一地 扑通 华银小心脏不断跳动 胶躯贴紧萧毅的后背 这个男人实在是太让他有安全感了 竹林之中 萧毅手持斩空刃 将华银护斥在后方 周围众多杀手虎视眈眈 都没有赶上前 面对这种情况 萧毅丝毫不着急 剩余的这些杀手 虽然依旧会是不小的压力 但是已经不是他的对手 拖着时间反而对他有利 清竹书院与神侧位 必然会发现这里的异常 然而 就在这时 一名鱼龙竞巅峰杀手 咬牙切齿地开口 统领 还不出手吗 再不出手 神侧位就要赶来了 萧毅眉头一皱 目光扫射四周的区域 这 还有人 区区一个暗宫殿而已 我劝你们乖乖离开 否则的话 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萧毅兵冷开口 握紧斩空刃 虽然不清楚 那名暗中的统领是否存在 但是最起码 气势上不能输 一句话就到破了他们身份 众多杀手都随之脸色一变 统领 再不出手 更待何时 刹那间 轰鸣声传来 天地随之震动 一股恐怖的气势 如同风暴一般 席卷而来 苍老的声音响彻天地之间 伴随着低沉的冷笑声 小杂种 谁给你的底气 竟然敢于如此狂妄 在暗宫殿眼中 你只不过就是一个蝼蚁罢了 顿时 天地随之变色 嗡鸣声震战 磅礴的斗气暴射而出 宛如一股银白色风暴 形成恐怖的威压 向着萧毅冲击而去 一念之间 沟通四项 令天地之力为其所用 此乃 四项镜 赫然 是一名四项镜强者 哄 面对恐怖的威压 萧毅的身躯刹那间震飞 这一股恐怖的威压 近乎令他半跪在地 纵然有磅礴的斗气 抵挡威压 但是依旧受了 较为严重的内伤 嗡 最终 斩空刃猛然插在地面上 萧毅的身躯 才堪堪停下 四项镜强者 镜恐怖如斯 面对于龙镜杀手 可以砍瓜切菜 但是在四项镜强者面前 萧毅就是个弟弟 于龙镜 于月龙门 蜕变之后方成龙 此龙 就是四项镜 仰灵镜可以越即斩杀鱼龙镜 但是鱼龙镜 近乎无法越即斩杀四项镜 是否掌握天地四项之力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 更何况 萧毅如今仅仅是鱼龙镜出奇 哄 轰鸣中 黑袍身影浮现 中年人副手而立 腰间悬挂着一枚黑金腰牌 见到中年人的一瞬间 萧毅瞳孔一缩 原著中 刺杀华银公主的头目 暗宫殿统领 黑鸣罗 小子 你确实很有天赋 本以为不需要我出手 他们就能够制服你 没想到这些废物 居然如此没用 我承认 你的实力 已经远远超出九品武者 我愿称你为四项镜之下第一人 但是 在四项镜强者面前 你也不过是个蝼蚁罢了 黑鸣罗面无表情 右手向着虚空中轻轻一握 有着嗡鸣声乍响 嗡 银色长枪浮现 强烈的枪翼暴射而出 轰然对准消逸的位置 释放出强烈的杀意 小杂种 就让我来教教你 什么是对暗宫殿的敬畏之心 嗡 黑鸣罗握紧银色长枪 猛然间挥动 宛如雷霆一般迅速 刹那间 一道恐怖枪盲冲击而出 对于他而言 这仅仅只是一招罢了 但 天地之间轰然乍响 糟糕 小义眉头一皱 体内斗气在这时嗡鸣震动 磅礴的斗气 如同溪流喷涌而出 斩空刃之上 斗气凝聚闪电般 与那一道长枪相撞 秘技 谁引流刀术 当 二者相撞 金铁声震战 一道道冲击波 如同烟花一般绽放 短短不过树息之间 二人已经碰撞了数十回合 有点意思 黑鸣罗冷笑一声 下一刻 长枪骤然用力 嗡 银色长枪传来恐怖的反阵力 枪芒如同雷电一般 呼啸而出 萧毅宛如断线的风筝一般 倒飞而去 整个人的身躯 宛如撞向了山岳一般 剧烈的疼痛感 袭上心头 破 萧毅将斩空刃插入地面 堪堪维持住身形 口中吐出鲜血 仅仅只是随手一击 就破开了自己的防御 萧毅 你没事吧 华英小跑过来 翘脸上写满交集 我没事 不过这个家伙有点强 无法战胜他 萧毅的语气有些灰心 四象镜太强了 以他如今的战斗力 尚且无法匹敌 萧毅 那你就先走吧 别管我了 华英咬牙开口说道 萧毅眸光闪烁 内心思索对策 如今 萧毅掌握着层出不穷的手段 虽然无法击败黑明罗 但是勉强还能够抵挡他的攻击 所以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放心吧 虽然无法战胜他 但是逃跑应该不是什么问题 华英未落 萧毅一把将华英抱在怀中 用的是公主抱的方式 少女交呼一声 感觉整个人凌空而起 脑海中闪过一些别样的想法 坐稳了 萧毅嘴脚勾起一抹弧度 脚尖在地面上一点 整个人如同狂风一般 飞奔而出 密技 狂雷闪 嗡 雷霆一般的身影闪烁而过 在半空中留下一道道残影 雷鸣声震天而起 响彻天地 以他的修为 再加上最近领悟的身法 速度宛如狂风一般 这是想和我玩捉迷藏吗 飞明罗耻笑一声 瞬息间 已经化作黑影 出现在萧毅身后 不愧山宫殿的统领 好快的速度 萧毅神色一变 继续加快速度 随着时间流逝 在雷鸣声中 二者之间神奇地拉开了距离 黑明罗微微皱眉 神色有些不爽 区区一个鱼龙竞出气的小鬼 速度居然这么快 就连他都有些追不上了 天眼帝国 还真是人才积极 像是独孤傲那种 凤毛麟角一般的存在 如果再多上几个 日后不敢想象 就如同这个少年 若是不死 必成大患 想到这里 黑明罗全力催动斗气 刹那间双方再度拉近距离 嗡 黑明罗持枪落下 恐怖的攻势宛如风暴 席卷而来 不愧是暗宫殿统领 好强 感受到身后的恐怖的威压 萧毅内心发凉 全身都随之站立起来 在这种千军一发之际 萧毅一个闪身 显之又显得避开了攻势 轰隆隆 恐怖的轰鸣声响彻天地 那一道银色长枪 在地面上留下上百米的沟壑 逃离危险之后 萧毅迅速转身 向着另外一个方向抱舍而出 黑明罗恼羞成怒 好歹也是成名已久的四项镜修士 对付区区一个鱼龙镜初期 简直就像是碾死一只蚂蚁 一般简单 但是过去这么久了 竟然依旧 奈何不了一个小小的鱼龙镜 这简直就是耻辱 青竹山 黑明罗脸色阴沉 握紧手中银色长枪 你见识过极致的寒意吗 冰冷的声音传来 带着极致的寒意 萧毅眉头一皱 下一刻他就明白了 呼 六月之天 寒风呼啸 周围的气温骤然下降 在这种高温天气 周围居然寒风呼啸 有着极致的寒意 在天地之间升腾而起 萧毅 下雪了 话音满脸不可置信 萧毅微微抬头 天空之中 居然真的飘起了晶莹剔透的雪花 四项镜 掌握天地之力 糟糕 这时黑明罗的寒冰之力 沟通天地冰属性灵力 只有这种层次的修炼者 才能够沟通天地之力 没有任何犹豫 萧毅再度加快速度 刹那间来到几十米之外 然而 在他的后方 黑明罗宛如缩地成寸一般 伴随着黑明罗的步伐 脚下竟然有着冰霜浮现 寒碎 请客 黑明罗神色淡然的挥动 银色长枪 天空之中 一道晶莹剔透的冰雪 长枪凝聚而成 庞大的身躯之上带着雪花 宛如一只冰龙一般 带着极致的压迫感 顷刻间 冰雪长枪随之而挥动 恐怖的枪盲暴射而出 目标 萧毅 时刻注意着身后动向的萧毅 看到这一幕 倒吸了口冷气 低声骂了一句 老杂马 太狗了 萧毅双手握紧斩空刃 横斩而出 嗡 伴随着一阵剧烈的嗡鸣声 一道剑气暴射而出 在这片区域之中出现 这一刻宛如火焰王者一般 黑色的火焰 闪烁着雷霆释放而出 匿计 雷剑延爆 刹那间 冰雪长枪与黑雷火焰撞击在一起 伴随着轰鸣声 地面之上无数碎石飞溅 一座座古墓随之震随 转瞬间 这片区域已经被夷为平地 最终 雷剑延爆消散 哼 冰雪长枪袭来 剧烈的轰鸣声想撤天地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萧毅已迅雷不及而之势 显之又显得 避开了这道赤红色枪芒 不过 依旧擦过了萧毅的身躯 冰雪长枪爆发出巨大的轰鸣声 击中远处的一座山峰 顷刻间 那座山峰被从中间位置洞穿 破 血气四射 萧毅感觉体内仿佛进入了众多的冰雪一般 不断地留下一道道血痕 如果刚才击中自身 恐怕早就已经暴毙了 不过 对于此刻黑鸣罗而言 同样消耗巨大 黑鸣罗咬咬牙 再度催动银色长枪 释放出一道恐怖的攻击 小杂种 我就不信你 还能躲过我的攻击 这个老家伙 太残忍了 萧毅暗骂一声 哄 二者相撞 爆发出巨大的冲击力 天地间轰鸣声响彻 借助这股冲击力 萧毅迅速地向着远处 倒飞出几十米的距离 远远地甩开了黑鸣罗 稳住身形 萧毅握紧斩空刃 带着花鸣继续逃命 然而 这座瀑布悬崖边缘 下面是几千丈的险峻峡谷 隐约有着迷雾浮现 这座悬崖下方 是青竹山的峡谷 纵然是四向径强者掉落下去 恐怕也不能轻易活着 萧毅停住脚步 面对袭来的黑鸣罗 远处的寒冰长枪 暴射而来 使萧毅的衣衫 在半空中呼呼作响 小子 我故意将你向着深渊逼 就是为了这一刻 你若扶下我的血丹 加入暗宫殿 我可以考虑留你一面 萧毅淡然一笑 那我宁愿死亡 萧毅 哪怕是死 我也不想落在他们手上 华银同样下定了决心 落在星罗王朝手中 不仅仅只是耻辱 而且也意味着生不如死 好 那就跳下去 萧毅迈出一步 手臂抱住华银的纤细腰肢 一跃而下 不 黑鸣罗瞳孔紧缩 可恶 前功尽弃了 几千丈的深渊 就算是四向径 恐怕也会尸骨无存 这一刻 一道冰冷的声音传来 来晚了一步 谁 黑鸣罗神色一变 听到那一道冰冷声音的一瞬间 立刻握紧手中的银色长枪 一道魁梧身影 缓缓迈步而出 周身着黑金铠甲 背后是一把散发着风锐剑气的钢剑 脸庞上带着冰冷之色 独孤 仅仅只是听到这个名字的一瞬间 黑鸣罗神色一变 真没想到 自己居然会碰到这种级别的人物 独孤 天言帝国有名的战将 赫赫有名的幼将军 太义无量尽修为 我 就在这一刻 又是一柄长剑袭来 刹那间将黑鸣罗抽翻在地 发出剧烈的碰撞声 又是谁 黑鸣罗强忍着痛苦 微微抬头 眼前是一名身穿长袍 面带细血之色的中年人 神策府都位 清末 半步太义无量尽修为 在黑鸣罗抬头的一瞬间 独孤傲紧接着出手 一柄巨剑爆发出赫赫凶薇 将黑鸣罗击晕 此次是我没有预料到 对方居然能够突破我们的防御 派出四项镜强者 清末脸色有些尴尬 这一次是他犯了错误 二人周身都带着伤势 显然刚刚经历过 一场非常激烈的战斗 兴罗王朝暗宫殿 这一次绝对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如果公主出了事 帝君会给你落下死罪 独孤傲淡淡开口 一把抓住清末的衣领 到时候 我会亲手杀了你 现在说什么 也来不及了 有着吵架时间 不如快去探寻一下 那二人的下落 清末咬牙开口 回帝都之后 想打架的话随时奉陪 萧燕 你们两个人可千万不要有事 不然这一次 不知道有多少人要掉脑袋 好 独孤傲冷哼一声 转身就要离开 而就在这时 一道微小的声音传来 我说 又将军与都尉大人 你们俩有那吵架的时间 能不能先救救我们 二人神色一变 这是萧燕的声音 独孤傲立刻来到悬崖一侧 只见下方的 一根粗壮的树枝上 萧燕抱着华银 悬挂在此处 萧燕脸庞上带着苦笑 调皮的眨了眨眼睛 我无意打断你们俩之间的争吵 但是如果再继续下去的话 这根树枝就要断了 六月酷暑 当华银公主遇刺的消息 传到帝都时 无数人为之震动 一时间 人心震战 尤其是萧燕的战斗力 简直震惊了无数人 以于龙境初期的战斗力 斩杀近百名于龙境杀手 与四项境统领一战而不死 没有人敢相信 但是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所有人都非常清楚 萧义之名必将传遍帝国 而帝国天延军团 萧义的名声 已经达到了一个巅峰 神策府 义士厅 青木匆忙进入义士厅 拜见云宫 迷雾笼罩着整个身躯 云宫沙哑的声音 从其中传出 带着一丝威严的感觉 调查的如何 青木摇摇头 会报道 那名暗宫殿的统领 已经被抓到 但是萧义如今 还在昏迷之中 帝君已经派出太医 相信这个小子 很快就会苏醒了 那天 青木与独孤傲 将萧义救上来之后 重伤且斗气 消耗殆尽的萧义 直接陷入了昏迷之中 昏迷 云宫微微皱起眉头 虽然萧义 只是帝君强行 塞进来的神策府都尉 但是好歹也是神策府的人 内心还是有些关心的 根据汇报上来的情报来看 萧义所受的伤非常严重 如果是鱼龙镜巅峰 或许还有存活的可能 但是 仅仅只是出入鱼龙镜 或许不一定能够活下来 对了 听说萧义这个家伙 拥有了轻易斩杀鱼龙镜的实力 与那名四象镜一阵而不死 能够抵挡住四象的力量 青木有些难以置信地开口 哦 云公脸色一变 迷雾隐约颤抖了几分 开口道 这样说的话 或许他还有机会能够存活 如果是其他人的话 我不认为能够存活下来 但是如果是他的话 或许真的能够有机会 青木微微点头 解释道 我觉得 萧义堪称四象镜之下第一人 能够拥有这种级别的实力 或许体质也能够与之匹配 云公微微点头 看了一眼青木周身的众多伤痕 淡淡开口 受这么重的伤 和你战斗的那一名暗宫殿强者 很强吗 这一次 为了应对青木与独孤傲 暗宫殿不惜代价 派出了两名四象镜巅峰强者 并不是 我身上的伤大多数 是由独孤傲造成的 青木淡然一笑 细血地开口 独孤傲这个家伙 不愧是幼将军 如今应该已经初步掌控 太义无量镜的力量了 和他相比 我还有些差距 迷雾中探出一只白皙的手 端起一杯茶水 边喝茶边开口道 在我看来 独孤傲是你们这一代年轻人中 最有天赋的人 不过 你还是有机会 能够追上他 青木微微点头 脸庞上并没有骄傲之色 反而开口问道 那萧义呢 资质一般罢了 迷雾中 传来云宫的吃笑声 资质一般能够在鱼龙境初期 就轻易能够斩杀鱼龙境杀手 还能够与四象镜一战 青木有些疑惑 每个人都有一些秘密 云宫义有所指的开口 声音中带着一丝细血 能否成为真正的强 天赋虽然很重要 但是最终 还要看是否拥有抑制 这一点独孤傲就做得很好 抑制才是独孤傲最大的天赋 木服 萧义紧闭着双眼 躺在一张大床上 希望你能活下来 淡雅的女人 轻轻将草药敷在萧义的伤口位置 脸庞上带着冰冷之色 喃喃自语道 嗡 在敷完草药之后 沐晴月缓缓走出房门 意念力对着一枚金石之中传音道 所有人听令 搜集能够治疗四象镜层次以上 冰霜类伤害的丹药 上胶者 嗡 重重有赏 在沐晴月离开之后 一颗小脑袋探头探脑地进来 再见到没有人之后 悄无声息地进入其中 来者 沐晴轻 冰凉的小手 轻轻掀开了被子 下一刻 他呆若目击 原本白皙的皮肤之上 此刻布满了大大小小的伤痕 显得十分猙獰 简直就像是千刀万寡一般 尤其是胸口位置 露出森然的白骨 这伤口太可怕了 仅仅只是看着 少女就已经头皮发麻 一时之间 沐晴轻眼眶通红 不过 他也知道时间来不及 那些支开的侍卫撑不了多久 在萧义的周身 隐约还有一些凝固的血迹 很显然 那些侍女并不敢妄动这位孤业的身体 不过 在沐晴轻看来 就是另外一种解释了 这些侍女 居然没有照顾好萧义 沐晴轻不顾男女之别 撬脸上一片通红 用干净的毛巾 为萧义擦拭着身躯 自己好歹 也是萧义的小姨子 仅仅只是擦拭身体而已 算不了什么 忽然间 沐晴轻的身躯一震 翘脸上迅速浮现红韵 蔓延到了脖子位置 因为 沐晴轻看到了某个不可名状之物 萧义居然这么大 最终 在近乎要发烧中 沐晴轻擦拭完萧义的身体 躲开侍卫的监视 离开这座房间 后宫 公主殿 众多奢华装饰中 华银公主满脸焦急之色 刘文 萧义的身体状况怎么样了 毕竟 萧义是为了救她 才会受如此重的伤 先前那种时候 在华银看来 有无数次机会萧义可以逃离 丢下她一个人 最起码没有性命之忧 但是 萧义都没有这么做 而是选择留下来保护她 名为刘文的侍女 恭敬地开口 听他们说 萧义如今还在昏迷之中 短时间之内 恐怕不能醒来 不过 刘文画风一转 调皮地眨了眨眼睛 帝君派去了太医 开了一些药方 而且太医说 萧公子已无大碍 那就好 话音松了一口气 如果萧义有什么三长两短 那么她一定会非常愧疚 毕竟整件事情因她而起 整理一下本宫殿中的疗伤丹药 全部都给萧义送过去 还有太后赏赐的那颗无品丹药 一起送过去 找一个手脚利索的人 千万不能出任何疏漏 遵命 相反中 离去的沐清清没有注意到 萧义的手指微微动了一下 在意识的最深处 充满了黑暗与孤寂 萧义的灵魂体在其中游荡着 至于时间过了多久 她并不清楚 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 萧义同样不清楚 不过她很清楚 她如今还没有死 虽然灵魂体被黑暗不断地包裹着 但是最起码没有消失 这已经是目前最好的消息了 不过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好消息 丁 检测到宿主重伤昏迷 系统免费开放灵魂空间 灵魂空间 可以容纳宿主进入其中 进行修炼与疗伤 同时加快肉体恢复速度 一次性进入机会 狗系统 居然这么有良心了 虽然仅仅只有一次机会 但是已经足够了 这最起码 也是三十点积分的兑换品 既然暂时还无法苏醒 萧义索性开始修炼斗气 在轻竹灵魂战中 萧义经历了众多的战斗 将这些战斗总结出来 就能够再次增加不少的 这样的经验 同时 萧义体内的生命枷锁 隐隐有打开的迹象 逐渐 时间飞快流逝 在灵魂空间中 没有时间的概念 萧义就在其中不断地修行 同时 在外界 各种疗伤丹药 不要钱一般地送过来 一股脑地注入萧义体内 这些灵丹妙药 不仅仅能够治疗身体的伤势 还能够增加一定的修为 哇 当他再度睁开双眸时 体内的生命枷锁 已然打开 鱼龙镜 中期 距离鱼月龙门 掌握天地四项之力 已经不远了 现在在与那一名暗宫殿的统领一战 应该不至于如此狼狈了 萧义内心思索 已如今鱼龙镜中期的修为 同级之中 近乎算是无敌的存在 但是 想要战胜四项镜 恐怕胜算不大 或许 突破到鱼龙镜后期 可以一世 四项镜之所以强悍 就是因为 能够沟通天地之力 以及斗气的容量 对于鱼龙镜而言 斗气的容量 就是一座湖泊 而四项镜 则是无穷无尽的大海 湖泊与海 不可同日而鱼 同时 二者之间的能量形态 存在区别 四项镜掌握着天地之力 能够释放出灵力 而鱼龙镜 仅仅只能掌控斗气能量 这 才是四项镜强大的根本 灵力 与斗气在本质上 绝对不一样 如今 萧义的修行速度 正在突飞猛进 或许不需要多久 就能够突破到鱼龙镜后期 萧义 你怎么还不醒啊 都已经七天了 快点醒来吧 萧义的灵魂体一阵 这是沐晴月的声音 居然已经过去了七天 看来时间不早了 片刻后 萧义眼前出现了光 没有任何犹豫 萧义立刻离开灵魂空间 脱离了无边的黑暗 当她再度获得身体的掌控权时 一张翘脸正在缓缓地接近 作为名义上的妻子 沐晴月被沐老家主 半推半就地送来照顾萧义 依旧恼怒 但是最终还是看在萧义重伤的面子上忍了下来 房间中 沐晴月咬了一口水果 在咀嚼之后 通过小嘴 堵入萧义的嘴中 听说吃水果 能够有助于她的身体恢复 但闻迷之中的萧义 无法自行咀嚼 所以沐晴月就想出这种办法 来堵入萧义嘴中 再度咬了一口水果 沐晴月的樱桃小嘴 送到了萧义的嘴里 轻轻贴合在一起 就在这时 沐晴月突然瞪大了双眼 脸庞上闪过一抹红韵 因为萧义睁开了双眼 红韵迅速地扩散 仅仅只是片刻之间 就已经蔓延到了脖子位置 醒了 沐晴月下意识地后退几步 小心脏怦怦怦地跳动起来 尽力维持平日里的冷漠 醒了就好 萧义嘴角一扬 装作一副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 开口询问道 过去多久了 七天 沐晴月装作冷漠开口道 萧义微微点头 刚想要动弹 就发现身上有众多的绷带 一股撕裂感传来 别乱动 你的伤势还没好 沐晴月连忙开口 萧义微微点头 他非常清楚 自己的伤势非常重 如果不是靠着层出不穷的手段 早就已经撑不住 与那些鱼龙进杀手的战斗 几乎就没有受太多的伤 萧义身上所有的伤痕 基本上都是败非明罗所赐 那一种沟通天地的力量 不断飞舞着的雪花 宛如利刃一般 汇聚成冰雪长枪 造成了非常大的伤害 真不愧是四相镜 恐怖如斯 对了 沐晴月似乎想起来什么一样 开口提醒他 帝君有指 等你伤势恢复之后 前去面见帝君 势不宜迟 立刻出发吧 沐府 萧义换上了全新的长袍 来不及休息 就马不停蹄地赶去了朝廷 面见那一位帝君 自身的伤势 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只不过 如果剧烈运动的话 还会有撕裂感 虽然 对于奖赏并没有太多的兴趣 但是萧义想要全力 在原著中 这座天眼王朝充满了秘密 存在不少暗中的大人物 哪怕是到最后王国 都没有全部暴露出来 只有不断地接近权力中心 譬如达到那位神秘的云公层次 才能够勉强探究这些秘密 天眼殿 侍卫伶俐 楚阳帝特意推掉了今日的早朝 来见萧义 对于他们大多数人而言 都是第一次见到萧义 不少官员都随之讨论起来 这就是穆家的坠续萧义 看起来还很年轻爱 真的能够斩杀那么多鱼龙镜 与四象镜一战吗 这种消息一般都是夸大来说 指不定是编的 不过如果是真的 那么或许就是下一个独孤傲了 一众大臣窃窃私语 满脸的不可置信 毕竟 萧义这种战绩 与他的修为和年龄 看起来并不挂钩 堪称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萧义没有理会这些大臣 伴随着他进入大殿 立刻感受到丰锐的目光传来 那是一位青年 背后悬挂着一把钢铁巨剪 收身 杀气逼人 又将军 独孤傲 在原著中 在前期可是主角陆修的劲敌 一位太乙无量镜的高手 在整个帝国 乃至整个七大王朝 都算是赫赫有名的存在 萧义没有理会独孤傲的目光 今日的这一局 他是主角 而独孤傲 只能沦为配角 正前方 楚阳帝端座 在左右两侧 分别是太后与皇后 稍微下矣的位置 神厕府独主云宫 笼罩在黑雾中 一副生人物镜的模样 参见帝君 太后殿下 皇后殿下 见过云宫 萧义特意指出了云宫 作为如今 在这位神秘人物手下的都尉 就如同见到了自己老大一般 萧义攻身行礼 神情恭敬 年礼 楚阳帝淡然开口 神情真看不出喜怒 这位帝君作为一代明君 帝王全数完得非常溜 不过敢在自己面前 摆这样的臭脸色 等到有朝一日 天延帝国被灭 可就有你的好受了 不过这些话 只能在心里想想 不论是诸如独孤奥 这种太义无量境高手 还是隐藏在暗中的圣境强者 都不是萧义能够惹得起的 单说一个自己如今的顶头上司 神策府独主云宫 那就是一等一的神秘人物 在正式的封赏之前 已经有太监详细说明了流程 相当于 为萧义进行了一次彩牌 楚阳帝挥挥手 一名御前太监随之走出 开始宣读诏书 一切都按照公式化进行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神策卫都为萧义 正四品官职 护华银公主有功 宣读 足足持续了半个时辰 就在萧义忍不住 想要打哈欠的时候 整个宣读总算结束了 加封正三品官职 赐免死金牌一枚 赏福底一座 最终的结果 萧义从正四品官职 升为了正三品官职 能够升到这种地步 他已经非常满意了 与那位云公相比 仅仅差了一级 十权官职 依旧是神策府都位 但是 之前的萧义 虽然是神策府都位 但是仅仅只是四品 只能勉强算个代理 与轻木这种正经的三品 神策府都位 依旧有一些差距 如今 算是名正言顺了 同时 也意味着萧义 拥有了竞争神策府都主的资格 更重要的事情是 楚阳帝赏赐萧义一座府邸 意味着 萧义有了开府剑牙的资格了 楚阳帝这一次 当真是大手笔 直接将一座废弃王府 赏赐给了萧义 收拾一番之后 依旧能够使用 这些财富之类的 萧义并不太在乎 真正封赏 将会伴随着萧义座 吻神策府都位之位 彻底地落下来 按照这个样子 云公那一脉 或许要增添一名猛将了 众多大臣窃窃私语 看向萧义的目光中 带着忌惮 如此年轻的郑三品 还真是从未有知 谁让他救了公主呢 还立下了那么多的功劳 朝会结束之后 萧义沐浴在阳光下 穆廷夜这个老狐狸 笑眯眯地看着萧义 越看自己这个上门女婿 越是满意 真给自己争光 没看刚才 其他三大家族的人 脸色那叫一个难看 毕竟 萧义能够开府剑牙 意味着一座家族的成立 如果萧义能够再进一步 日后 那就是一个新的第五大家族 帝都中 经历过众多风波之后 仅仅只剩下好家 独孤家 欧阳家 除此之外 就是穆家 四大家族 屹立在帝都多年 虽然有云公这样的神秘人物存在 但是四大家族的 权势依旧不敢小觑 掌握着帝都的绝大多数命脉 萧义 来一下 一名脸庞清秀的青年 脸庞上带着和善的笑容 迈步而来 打断了萧义的思考 神策府都尉 青木 萧义与穆廷叶对视一眼 去吧 应该是云公想要见你一面 穆廷叶传音道 好 你先请 萧义拱手 答应了青木的请求 其实 对于萧义而言 这才是封赏的大头 上一次 云公就已经想要见萧义一面 只不过 由于陪同化营前往青竹书院的原因 暂时没有机会 如今却是一个好机会 神策府 义士听 对于云公而言 神策府督主 只是一个兼职 实际上 这位云公 应当是整个天延帝国的掌舵人之一 不过 神策府义士听 就是云公一脉的大本营 当萧义进入义士听时 看到了不少全是滔天的人物 其中很多都散发着不弱的修为波动 其中 甚至有几名老者 散发着太义无量境的修为 道军级的大人物 在这里却有好几位 除此之外 还有四项境修士 比比皆是 但是 当萧义进入其中的时候 顿时感受到众多敬畏的目光 慈子若是不死 日后必定有望圣境 拜见云公 以及各位大人 萧义态度不卑不亢 萧义 听说你真的斩杀了众多于龙境杀手 还与四项境一战 青木心直口快 直接开口发问 运气好而已 萧义在这群大佬面前 相对保持低调 这可不是运气好 能够说得通的 而且 你看看这个 青木将一张玉剪递给萧义 笑眯眯地开口 七大王朝中 赫赫有名的中立组织七星阁 公布的风云人物榜单 这一期你可是榜首 七星阁 萧义满头雾水 接过预检 在原著中 七星阁是七大王朝著名的中立组织 阁主为圣境强者 七星阁的其中一项业务 就是情报 不过 这和他萧义有啥关系 打开预检 萧义的画像赫然在其中 倒是有点像前世的报纸 萧义喃喃自语 预检之上 刻画着七星阁的印记 其中 介绍着萧义一直以来的事迹 包括最近的青竹山一战 将战斗情节刻画得近乎完全一样 同时对他的介绍 简直将他神化了 但是 当时那场战斗 根本就没有目击者 这七星阁 还真是有点东西 按照萧义的角度来看 七星阁就是七大王朝的全球时报 消息灵通到可怕的地步 当萧义看到本期的名称时 脸色灯石一变 天言断头王 是个什么鬼 毕竟 从现场的战斗情况来看 青木戏血开口 每一名鱼龙进杀手 几乎都是断头而死 听到这番话 周围那些大佬们煞有其事地点点头 看向萧义的目光中 都带着忌惮之色 小老爹 你自己干的什么事情 你自己不清楚吗 从现场的情况来看 满满都是断头 这个称号多么适合你 喂 你们这是迫害我吧 萧义感受到周围传来的目光 顿时有些欲哭无泪 谁让自己脑海中的见到感悟 基本上都是以一击断头为主 而且 断头 它不香吗 能够与四象镜一战而不死 你也算是有史以来第一人了 七星格的评价果然没有错 青木看向萧义的目光中 带着一丝跃跃欲试 看这个老哥的模样 如果现在不是当着云工的面 恐怕他已经向自己发出决斗了 都是吹捧罢了 萧义做出谦虚状 人怕出明珠怕状 他可不想 哪一天被不断上门来的挑战者给堵死 相对而言 还是低调一些比较好 没错 这次出明并非是好事 众多七大王朝的修炼者 都非常喜欢茗玉 接下来这段时间 挑战者将会如同潮水一般过来 这一下子你可有的忙了 画牢清目继续续续叨叨叨 听到这番话 萧义就有些头疼 停 该讨论正事了 云工淡淡开口 打断二人谈话 众人开始讨论正事 天延帝国的军务 政务乃至大大小小的事务 绝大多数都在这一座议事厅之中完成 云工一脉的权势 膨胀到了非常强的程度 新罗王朝元气大伤 不过依旧有密探潜入天延帝国 勾结众多反叛势力 需要云工并夺 天赐王朝与豫龙王朝开战 战况非常激烈 背后疑似有四大宗门进行操控 扶生宴时间已经大体上确定下来 大约在一年之后 四大宗门将开始招收弟子 在萧义这名新任神策府都尉面前 云工以及周围众多大佬 没有丝毫隐瞒 将一切全部盘涂而出 丝毫不避讳萧义 萧义仅仅只是默默听着 就已经受益匪浅 不过对于绝大多数事物而言 都是一头雾水 目前而言 萧义已经算是逐渐接触到天延帝国的权力中心了 但是层次依旧不够 云工 一名道军级人物上前 开口道 神策府六大都尉各掌南北二府 如今南府府主之位空缺 还需云工定夺 神策府分为南北二府 北府为根基所在 掌握着大部分权力 府主为青木 两名都尉级别的副府主 实际上而言 青木算是副府主 而南府则是兴建而成 权力相对而言比较小 原本的府主调人到了边境区域 如今正好有所空缺 由于资历问题 如今的萧义 虽然是正三品 但是实际上并没有身为府主 仅仅只是副府主 你有什么人选吗 云工抿了一口茶 黑雾遮挡之下 看不清脸庞上的神情 这位道军目光看向一名中年人 开口提议道 我推荐南府的副府主 紫云生 多谢道军推荐 紫云生满脸激动之色 视微一般的看向萧义 这名道军向来与他关系不错 如今正好抓住这次机会 来提拔他为南府副府主 相比之下 一个就只知道打打杀杀的毛头小子 算得了什么 如今 南府仅仅只有紫云生与萧义两名都尉 那么萧义自然会是紫云生的竞争对手 萧老爹 你看我干嘛 萧义翻了个白眼 如今萧义刚刚站稳脚步 还不想太快的升迁 这种为组织发光发热的机会 让给紫云生就是了 所以 萧义依旧在安安稳稳地喝茶 好 云公轻轻点头 目光投向其他人 各位 还有什么其他的人选吗 其实 这句话就已经表明 云公想要给萧义一个机会 毕竟 如今有资格竞争南府府主的人 基本上就只有萧义与紫云生二人了 那么 答案不言而喻了 看热闹不嫌事大的青木 果然天上一把火 云公 我觉得萧义很不错 等等 青木萧老爹 你在干什么 萧义的茶水微微一抖 差点掉落在地 看看紫云生的眼神 像是想要将萧义吃了一样 恨不得当场斩杀萧义 为他未来扫除障碍 还真是看热闹 不嫌事大 如今 萧义有正三品官职在身 年纪轻轻 就已经能够与鱼龙进一战 此次立下大功 未来前途不可限量 非常有资格掌管南府 萧都尉 确实很不错 众多大佬随之附和 破 萧义直接喷出一口茶水 在被云公以及众多大佬扫尸一眼后 默默当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大佬们 我和你们好像不熟吧 何必让我直接掺和到辅主之争啊 萧义还寻思 多在神策府摸几条鱼 过过自己的小日子 如今居然直接被推到风口浪尖 既然如此 纳府就从他们之中 选出一位来掌管南府吧 云公点点头 话锋一转 你们都跟我说说 这两人掌管南府 各自都有什么优势 青木率先开口 推崇萧义 萧义的天赋与实力 应该无庸置疑吧 南府初见 之前并没有太多的威势 需要一名能够压得住场子的人物 在下觉得不妥 那名道君摇摇头 萧多卫的天赋 在下确实承认 但是想要统领足足数万人的南府 凭借自身的强大 恐怕还不够 还需要足够的智慧 以及对南府的熟悉 紫云生在神策府任职多年 若是以他为主 萧义为府 二人合作之下 可以说是天作之和了 不错的建议 云公微微点头 并没有反驳 但是黑雾之下的那张脸 让众人猜不透其中的表情 既然如此 那就以一个月为期限 进行考察 二人之间谁的能力更强 这南府府主的位置就归谁 遵命 神策府会议结束 在这场会议结束之后 紫云生匆忙赶去神策府 而萧义则是一脸平淡 悠闲地走着 紫云生这个家伙 已经开始行动了 你就不着急吗 青木出现在他的身侧 萧义微笑着怂怂间 开口道 顺其自然就可以 说实话 萧义并没有将紫云生放在眼里 在原著中 紫云生这个家伙 是一个反派角色 想来嚣张霸道 在获得神策府南府府主之位后 更是犯下不少罪孽 最终 在一次欺男霸女时 被主角陆修收拾了一顿 这一次 萧义在 自然不会让紫云生如愿以偿 对了 有一件正事 青木开口道 在青竹山一战中 那名与你交手的四项竞强者 已经被我们抓住了 但是 他是新罗王朝这一次使者团的一员 所以我们 无法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 对他下手 所以需要你前去指认一下 小事一件 萧义微微点头 这些暗宫殿的杀手 其中很大一部分 能够进入帝都区域 就是通过这一次 新罗帝国的使者团 那名统领 应该也是其中的一员 旋即 二人前往神策府的地牢 神策府地牢 关押着众多犯人 其中不乏赫赫有名的大人物 老家伙 你看谁来了 青木淡淡开口 在其中一间阴暗的牢房中 一名四象镜修饰盘坐着 再看到萧义的一瞬间 顿时满脸惊讶之色 从悬崖之中掉下去 这个小子居然没有死 怎么可能 你居然还活着 不仅我活着 就连华银公主也平安无事 萧义微微点头 开口指认道 就是他 青木顿时冰冷一笑 看向这名统领的眼中 带着一丝寒意 如今人正无证据在 这次看你还嘴不嘴硬 地牢地久层住着一个老怪物 等下让你进去体验一下 好好折磨你一番 地牢地久层 萧义内心一动 在原著中 主角陆修在天言帝国动乱时 有一位圣境神秘高手相助 就是来自于神策府地牢地久层 没想到 居然会在这个时候碰到他 叮 检测到宿主位于神策府地牢 发布任务中 任务 见到刀圣 简简单单四个字 却蕴含着非常重要的信息 圣境强者 刀圣 紧接着 任务奖励与惩罚刷新完成 任务成功奖励 奖励刀胜绝技天心神功 积分五十点 任务失败惩罚 扣除十点积分 哦 这个任务的奖励如此丰厚 但是惩罚却仅仅只有十点积分 隐约透出一种不见义去的意思 按理说 系统都会以高强度惩罚 来逼迫萧义完成任务 这一次 却一反常态 其中 一定有问题 萧义 来帮我一把 将这个老家伙送去地牢第九层 那里存在着一个老家伙 让你见识一番 轻木自来熟地开口道 萧义微微点头 同意了下来 二人熟练地打开牢房的大门 迅速地将那名四项镜修士控制起来 即便遭到了禁锢 但是好歹也是四项镜修士 起码肉身之力还存在 如果贸然放走了 这名暗宫殿统领 恐怕不少神厕府修士 都会惨遭气毒手 据说在十多年前 神厕府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才将这名第九层的老家伙抓捕 轻木边走边说道 伴随着介绍 轻木正好借这个机会 来恐吓一下这名暗宫殿的统领 听说那一次的抓捕行动 以云公为主导 正是由于这一战 云公的灵脉被毁 如今才是凡人状态 云公居然还是修炼者 据说还是圣经的存在呢 顿时 萧义装作惊讶的样子 其实 在原著中对于云公这一神秘人物 狗作者倒是进行了叙述 云公这一角色 曾经是圣经的存在 只不过因为种种原因 萧义记得很清楚 云公灵脉禁毁 绝对不是表面上那么简单 而且 能够以如今的凡人之躯 来掌控天延帝国 数一数二的大臣集团 这样的人物 应该如何来称呼 恐怖 轻木都尉 接下来就是第九层了 我们就不下去了 周围的一众守卫全部停下 停留在第九层的入口 不再赶上前半步 哪怕那个神秘的老家伙 如今被关押在地牢之中 但是依旧令人心中胆颤 没事 轻木显然对此有经验 轻轻挥挥手 并不在意 二人扣押着暗宫殿统领 进入第九层 这座第九层十分空旷 但是除了那名恐怖的老家伙之外 又没有其他的囚犯 好了 萧义刚刚踏入其中 立刻感觉到了一股惊人的寒意 忍不住皱起眉头 头皮发麻 明明在其中燃烧着炉火 但是却令感觉到了非常深刻的寒意 令人忍不住想要后退 定睛看去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满地的白骨 在白骨尽头 是一位身穿破烂衣衫的老者 刹那间 老者睁开了双眸 赤红色的瞳孔中 展现出了惊人的煞气 嗡 顿时 一股磅礴的气势 随之汹涌而出 形成一股无形的风暴 令整个区域随之震动起来 爆发出恐怖的嗡鸣声 那一刻 萧义感觉到 眼前这名老者不像是人类 反而 是一头洪水猛兽 老家伙 安静点 青木眉头一皱 心中有一些不好的预感 郭噪 沙哑的声音传出 哄 老者铁手轻轻一挥 顿时天地之间的能量 随之颤动起来 青木整个人的身躯 微微一震 伴随着一口鲜血吐出 宛如炮弹一般爆射而出 重重地撞击在地牢的墙壁之上 在这种剧烈的撞击下 青木双眼一翻 整个人昏厥过去 旋即 老者再度伸手 糟糕 萧义神色一变 他终于明白 系统为什么会给出那样的隐形提示 因为这一次的任务 将会面临非常恐怖的危险 比如 这位刀圣 嗡 轰鸣声传来 暗宫殿统领与萧毅 直接倒飞而出 撞破了地牢的大门 被老者掐住了脖子 有趣的小家伙 嗡 没有等到暗宫殿统领反抗 就有一股恐怖的轰鸣声 在他体内响彻 宛如形成爆炸一般 将体内的器官尽数毁灭 令人惊讶的事情是 这名暗宫殿统领的尸体 化作了人干 顷刻间倒落在地面上 从尸体之中 涌现出耀眼的星辰能量 进入刀圣的体内 而萧毅 同样感觉到一股吸引力 将体内的能量 涌入刀圣身体中 此刻 系统任务已然完成 奖励发放完毕 第一 检测到宿主完成任务 奖励 刀圣绝技天星神功 积分50点 50点的积分奖励 如果放在平时 还能够让萧毅非常快乐 但是现在根本就不会这么想 毕竟这积分 要有命花才可以 否则要再多的积分 有什么用呢 天星神功 将天地之力 转化为星辰能量 化作星辰属性的杀招 紧急时刻 萧毅迅速看完了相关介绍 脑海中思绪迅速运转 星辰属性的能量 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 顶尖级别的能量 任何一道星辰属性的秘籍 都可以排出天甲 如同天星神功这种功法 足以令很多人为之疯狂 天星神功 吸纳天地之力 来转化成星辰能量 而刀圣 似乎将天地之力 换成了修炼者体内的能量 不过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 修炼者体内的能量 同样算是天地之力 想到这里 萧毅忍不住吐槽 刀圣自创的天星神功用法 不就是 所谓的北明神功 和西星大法 只不过放在了 修真世界罢了 合着您老人家 一直练的是邪功 根据现在的吸收速度 恐怕用不了几秒钟 萧毅体内的能量就会枯竭 到时候 就会化作与安宫殿 同领一样的下场 千军一发之际 萧毅运转天星神功 但是 效果并没有太好 毕竟 萧毅刚刚掌控天星神功 与掌握多年的刀圣 不可同日而语 不过 依旧被刀圣察觉 你居然也会天星神功 老者瞳孔一缩 猛然间伸出一巴掌 将萧毅拍飞出去 口中发出霹雳一般的咆哮 告诉我 你为什么也会天星神功 萧毅感觉天转地旋 脑海中传来眩晕感 整个地牢都在摇晃之中 爆发出恐怖的嗡名声 在原著中 萧毅隐约记得 主角陆修在一次试炼中 碰到了刀圣的唯一弟子 刀圣一声未曾取亲 这名弟子被刀圣 视若自己的一波传人 正是在刀圣弟子的临死委托之下 陆修前往神策府的牢救出刀圣 得到了刀圣的相助 那名弟子 似乎是一位中年人 萧毅脑海迅速运转 集中生智道 这是我师父叫给我的 这个老者太恐怖了 同时那漆黑的瞳孔中 释放出精灵 一般人根本骗不了他 所以 萧毅只能选择假扮那名中年人的弟子了 什么师父 给我说 刀圣神色更加疯狂 恐怖的能量波动 再度令周围震战起来 他的神色十分焦急 似乎对于这一门天星神功 非常的在意 脑海迅速运转 在这种紧急时刻 援助中的那些信息 仅仅只是一个名字 就能够拯救他的性命 最终 萧毅缓吐出一个名字 在这种紧急时刻 老者停下了动作 身躯猛然间一阵 周身恐怖气息消失的无影无踪 宛如一位普通人一般 他居然有弟子了 萧毅深吸一口气 内心暗自想到 虽然我们从未谋面 但是今日为了活命 就只能先冒充一下了 等到以后有机会 一定会补偿 旋即 萧毅开口询问道 前辈 与我是否认识吗 这位刀圣实力强大 如果能够从他这里 套到一些情报或者信息 那么 这次行动绝对不亏 而且 他体内的很多能量 都已经被刀圣吸取 但是把刀圣遮遮掩掩的开口 最终没有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 但是看向萧毅的目光中 带着一丝慈祥 眼前这名年轻人 应当就是自己的徒孙了 他将自己那位弟子 视若亲子 所以这名年轻人 就如同他自己的亲孙子 而自己 就是他的师祖 萧毅健壮 再度开口道 前辈 我听说您与云公一战 令云公付出巨大代价 才将您抓住 那么 您应该也是圣经强者吧 这个老家伙如此恐怖 想必除了天心神功之外 套出来几本 倒是也不负此行 圣经 刀圣森然一笑 虽然我是圣经 但是与一般的圣经并不一样 听听 这语气 简直就是 不把圣级强者放在眼中 萧毅目光闪烁 隐约记得在原著中 刀圣恢复实力之后 在圣经中 可是佼佼者 圣经同样有强弱之分 而这名刀圣 显然是 其中的第一梯队 想知道 我与你们那位云公的战斗吗 自然 萧毅微微点头 刀圣在得知萧毅是自己徒孙之后 变得十分有耐心 迅速地陷入回忆之中 云公 可并不简单 哪怕放眼整个七大王朝 也是凤毛麟角一般的人物 也是我这一生中 遇到过最为难缠的对手之一 当年 云公与我立下约定 这一战云公若是落败 就会撤销对我的通缉 如若胜过我 则是在这神策府地牢之中 关上一辈子 最终 云公以全身灵脉禁毁为代价 险胜我半招 萧毅微微点头 表示自己明白了 其实 对于这一件事情 萧毅非常清楚 可以说 正是由于看中了刀圣信守承诺的弱点 云公才有机会 将七大王朝第一通缉犯抓住 如果不是 后来天言帝国动乱 再加上主角陆修 带着刀圣弟子的委托来到地牢 恐怕刀圣还要被关上一辈子 刀圣见到萧毅陷入沉思 将心底想要说出的话憋了回去 最终 还是没有选择告诉萧毅真相 这一辈子 他都要被关在这里 是否告诉眼前这个孩子真相还有什么意义 所以 不如保命 对了 你的能量还给你 刀圣屈指一弹 那一股能量宛如光芒一般 没入萧毅的体内 似乎有些不一样了 萧毅感受着体内传来的空灵感 此刻那些能量相比于之前就仿佛洗刷了一般 周身充满了力量感 远超先前的程度 自然会如此 刀圣嘴角扬起一抹笑容 解释道 这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个小礼物 在经过淬炼之后 你体内能量的杂质被去除 才会达到这样的效果 萧毅拱手抱拳 表示自己的感谢 说起来 刀圣长叹一口气 我的境界毕竟是圣经 能量已经发生了质变 无法将体内的能量传给你 否则的话 我这一身能量倒是可以传给你 对于刀圣而言 这一辈子都要关押在地牢之中了 这一身能量毫无用处 既然如此 还不如传输给自己的徒孙 但是 可惜能量层次不一样 萧毅文言也有些落寞 但是 刀圣接下来一句话 却令他精神一震 《相遇即是缘分》 这一本修行感悟送给你 其中记录着 我对于修炼一道的众多理解 或许对你能够有一些用处 刀圣递给萧毅一本小册子 神情中带着一些西记 或许 他希望自己这位徒孙 能够有所成就吧 萧毅先聊了一会之后 带着昏迷之中的青木 平安无事地离开 这座地牢第九层 在离开地牢之后 萧毅忍不住 开口投诉狗系统 狗系统 你给我出来 这种任务明显不合理 小爷差点就死在地牢之中了 如果不是萧毅随机应变 在晚上几秒 他就会与那名暗宫殿统领一样 化作一句干尸了 钉 针对宿主投诉 本系统自动做出补偿 哇 没有等到萧毅反应过来 手中的刀圣感悟 就已经化作一缕缕白色光芒 融入萧毅的脑海之中 在记忆深处 凭空多出了一大堆刀圣的感悟 宛如从前就存在一般 没有任何的不适感 叮 系统已将刀圣感悟 融入宿主记忆中 作为奖励补偿结束 这个狗系统 还算有点良心 萧毅满意的点点头 这本刀圣感悟晦色难懂 系统这一补偿 为他节省了不少的时间 半路上 青木悠悠转醒 发生什么事情了 青木一脸猛 开口询问道 萧毅早已经准备好说辞 开口解释道 那个老家伙 想要吸收我们的能量 将你拍晕了 在这种时刻 我搬出了云宫 出于忌惮 才侥幸地逃过一截 青木半信半疑的点点头 没有继续追问下去 在抵达一个安全的位置后 萧毅与青木分别 望着离开的萧毅 青木揉了揉脑袋 双眸中闪过一抹深邃之色 这个萧毅 果然不简单 正午时分 阳光明媚 落在湖面上 波光灵灵 木家池水中 一只小舟随意地飘荡在水面上 萧毅躺在其中 惬意地闭上双眼 看似在偷懒 实际上在修炼 天星神功 记录着众多秘迹 不过对于我而言 目前只能调动天地之力 然后化作攻击爆发而出 萧毅内心思索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 掌握天星神功的萧毅 相当于有了四项镜强者的手段 天地元素之中 雷与火两种元素威力最大 若论毁灭之力 那应当是雷元素 萧毅手臂凭空一抓 天地之力随之调动起来 涌入他的手掌之中 化作一道能量团 死了 微微松开拳头 只见一道道淡蓝色电弧 在掌心中闪烁 充斥着毁灭气息 萧毅嘴角一翘 凭借对于天星神功的练习 萧毅掌握了这一招 相当于开拓了天星神功的用法 不过 与刀胜那种吸收生物体内的能量不同 萧毅是对自然之力的大幅度运用 不如 试试效果 萧毅眸光闪烁 将目标对准远处的一处假山 轰隆隆 屈指一弹 掌心中闪烁的雷电随之消失不见 紧接着远处的假山轰然暴碎 化作漫天的灰尘 弥漫在空气之中 隐约有雷光闪烁 这一招 快如雷霆 哪怕是以萧毅的眼力 都无法捕捉到 刚才那一道雷霆的痕迹 根本无法用肉眼捕捉 雷元素之力虽然很难调动 但是威力与速度 却是恐怖到了极点 如果能够运用到剑术之上 恐怕萧毅的剑 会更加恐怖 哪个家伙干的 突然间 老丈人木亭叶的愤怒声音响起 令萧毅浑身一个哆嗦 居然毁了我价值连城的假山 给我出来 糟糕 萧毅暗叫一声不好 忘了那座假山很珍贵了 似乎是帝君赐下的 价值不菲 毁了假山 恐怕老丈人该暴跳如雷了 趁着老丈人没有发现 萧毅连忙逃离犯罪现场 刚刚进入花园 一道倩吟喊住了他 萧毅 谁 萧毅一愣 自己妻子沐晴月 映入眼中 顿时 在地幕核心区域之中的场景 还有之前沐晴月 用嘴喂水狗的画面 全部在脑海中回放着 哪怕以萧毅的厚脸皮程度 依旧忍不住脸色一红 萧毅 今天天气不错 和我一起走走吧 沐晴月若无其事地开口 这一副表现 与先前地幕之中 简直就是判若两人 萧毅才不信这个女魔头 未来的女帝 会轻易地放过自己 好 萧毅立刻答应 不敢拒绝 二人悠闲地在花园中散步 都没有开口 任由尴尬的气氛 在其中蔓延着 终于 萧毅忍不住开口道 沐晴月 上次 刚刚想和沐晴月解释一下 上次地幕之中的事情 一股幽香袭来 白净的手指 抵在萧毅的嘴唇之上 你不用多说 那一次的事情 就当没发生过 沐晴月摇摇头 神情中看不出喜悟 就在沐晴月即将开口说 正事的时候 一名牧家仆人急匆匆前来 神色中带着焦急 见到萧毅二人连忙说道 姑爷 萧姐 不好了 二小姐出事了 帝都 花满楼 萧毅身穿长袍 腰间一把斩空刃 释放出无形的压迫感 萧大人 正想你找你 刚才的时候 花满楼之中发生了命案 据说牵扯到了 新罗王朝的使者团 这次的事情 要是办好了 那绝对是大功一件 一名神侧府修士 连忙迎了上来 这名神侧府修士 名叫白金英 讲述一下事情经过 萧毅淡淡开口 神情中带着一丝冰冷 功劳什么的 对于他而言 已经无所谓了 最重要的事情是 这一次 自己小姨子受了重伤 如今还在这座酒楼之中 遵命 白金英迅速讲述了 事情经过 就在刚刚 一名新罗王朝的修士 在众目睽睽之下 斩杀与重伤 众多花满楼中的修士 其中 包括 木擎青 随后 这名新罗人 封锁了花满楼顶层 不敢进入其中 这些事情 与萧毅了解的差不多 对了 萧大人 有一个坏消息 白金英犹豫着开口 说 萧毅冰冷开口 紫云生那个家伙 带着自己手下的神侧位 已经提前到了 我担心功劳会被抢走 南府之中 如今分为两派 一派 就是紫云生掌控的 众多神侧位 是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 而另一派 则是跟随着萧毅 这名新任都位的神侧位 数量上相对而言少一些 白金英 显然属于后者 无妨 萧毅并不在意 与自己小姨子的性命相比 区区一个公楼 算不了什么 更何况 就凭紫云生 也想斗过他 简直就是在痴心妄想 二人进入花满楼中 内部的景象映入眼中 酒楼 同样分为三六九等 这座花满楼 就是帝都最为有名的酒楼之一 如同前世中的 五星级大酒店一般的存在 此处的级别 十分高 就连服侍的女子 都是一些腹白貌美的存在 不过一般仅仅只有一些大人物 才能够来这里消费 普通人根本无法进入 果然 萧毅一路上 见到了不少大人物 刚刚迈进花满楼 一道冰冷的声音 在人群中响起 萧毅 给我站住 回头一看 来者是那位大将军之子 欧阳青 你有事吗 萧毅淡淡开口 脚步并没有停下 冰冷地回应道 当然 欧阳青拔出长剑 周身渐气汹涌 沉声开口道 七星阁将你评为四象镜之下第一人 前段时间我闭关突破到了鱼龙镜中期 特来挑战你 以欧阳大将军的资源 想要让欧阳青突破到四象镜中期 简直就是易如反掌 很显然 这个欧阳青对于七星阁的评价不服 再加上地幕之中吃了一次亏 所以正好碰上萧毅 前来进行挑战 至于其中是否有好家的意思 萧毅就不清楚了 不过 大概率会有 毕竟 针对萧毅这种年轻人 好家不方便直接派出强者 否则的话 华木老爷子也不是吃干饭的 但是派一些同辈人 就没有太大的问题了 同辈人之间的厮杀 生死有命 没兴趣 我有急事 滚开 萧毅冰冷开口 此刻木青青危在旦夕 哪有时间来理会这个欧阳青 欧阳青冰冷一笑 朗生开口道 今日这么多人见证 萧毅 你是不是怕了 对对对 萧毅挥挥手 如同驱赶苍蝇一般 丝毫没有理会 这个烦人的家伙 嗡 欧阳青一剑斩出 恒兰在萧毅前方 冷笑着开口道 今日 如果你不接受我的挑战 那么就别想过去了 你确定 萧毅握紧了剑柄 缓缓开口 隐约有剧烈的杀器在四周释放 整个人宛如一尊杀神一般 确定 欧阳青自信满满地开口 萧毅 别以为你被七星格评为了四项镜之下 第一人就可以嚣张跋扈 今日想过去 那就问问我手中的剑 到底同不同意 萧毅算是明白了 为啥在原著中 陆修会残忍地将欧阳青虐死 换作是他 他也想这么做 既然如此 萧毅长叹一口气 周身杀气闪烁 剑柄出窍半分 那就拔剑吧 不过 欧巴摩睡网 我时间有限 哇 宛如雷霆一般迅猛的一击 斩空刃猛然间出窍 以迅雷不及而之势 在欧阳青前方斩下 隐约有着雷霆与火焰闪烁 在欧阳青的视线中 只能看到一道剑光闪过 紧接着就失去了踪命 你 欧阳青刚想开口 自己的长袍已然碎裂 整个人完全赤裸地暴露在空气中 好快地见 这是 欧阳青能够说出的唯一一句话 如果 刚才萧毅没有手下留情 那么此刻 欧阳青早已经伸手一出 那一刻 欧阳青十分清楚地感觉到 从萧毅周身传来的剧烈杀意 周围的围观者 都随之一阵 不可置信地看着萧毅 刚才的时候 只要是明眼人都能够看出来 欧阳青明显不是萧毅的一招之敌 碰 萧毅一脚将欧阳青踹倒在地 展空刃抵在他的脖子之上 轻轻滑了一下 顿时留下一道血痕 这一刻 欧阳青很明显地能够感觉到 那一股惊人的煞气 宛如斩杀了众多修炼者一般 才能够累积起来的煞气 萧毅握紧展空刃 轻轻挑起欧阳青的下巴 冰冷开口道 记住 感兰小爷的道 下场只有一个 死 碰 欧阳青在这种恐怖的威慑之下 终于抵抗不住压力 双眼一翻当场晕了过去 至于先前挑战萧毅的勇气 早已经荡然无存 就算是醒过来 估计也会在心中留下心魔 对萧毅充满了恐惧 在场所有人 给我听好了 萧毅手持斩空刃 冰冷开口 宛如一尊杀神一般 震慑着在场所有人 在这种恐怖的气场之下 根本没有人敢喘气 今天我很生气 任何赶来我路的人 我就送他去见阎王 嗡 萧毅手持斩空刃 轻而易举地打开前方的木门 一副血腥场面印入眼中 现场十分惨烈 这道楼层是最顶层 一般只有少数的达官贵人才能上来 地面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尸体 还有一些重伤的人 足足五十多人 场面十分血腥 其中 慕晴青已经奄奄一息 在不远处 一名身穿青衫的年轻人浑身浴血 手持一柄长刀 周身散发出浓郁的血腥气息 青衫亦被染红 修为 鱼龙靖初期 一对双眸之中充满了罪意 整个人醉醺醺的 仿佛丝毫不在意这些人的性命一般 除此之外 紫云生立在一侧 但是 这位南府都尉 并没有动手与抓捕这名年轻人 萧毅上前扶起慕晴青 迅速地治疗了伤势 将一枚保命丹药 塞入她的口中 将小姐带回去 这里我来处理 声音淡然 有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冰浪 身后 幕府的管家接过慕晴青 匆忙离开 刷 下一刻 萧毅手中斩空刃 爆发出璀璨光芒 隐约有着雷光乍现 雷霆的毁灭气息释放 目标 那明星罗人 手段迅速 没有丝毫地拖泥带水 眼看着这一道致命攻击即将落下 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一道身影迅速从地面上弹起 当 紫云生手持铁棍 艰难地将这一剑抵挡下来 虎口微微震裂 脸庞上闪过一丝惊讶 哪怕是以他于龙敬后期的修为层次 抵挡这一剑 居然都如此势力 这个萧毅 果然名不虚传 萧毅 紫云生拦住萧毅 开口解释道 此人是星罗王朝的皇子 这件事情还需要调查清楚 才可以抓人 调查 萧毅冷哼一声 展空刃直指紫云生 惊人的煞气爆发而出 这名星罗人 杀害与重伤如此多的人 如今人正物正俱在 按照正规程序办理即可 而且 你觉得你提前来到这里 却不闻不问 对这些重伤者 漠不关心的行为 很对吗 如果不是萧毅来得及时 恐怕一目轻轻的伤势 今天就要命丧当场 这一切 罪魁祸首是这名星罗皇子 但是 紫云生要负很大一部分责任 萧毅 你想清楚 他可是星罗皇子 紫云生微微皱眉 回应道 天子犯法 与庶民同罪 更何况是一位他国的皇子 萧毅淡然开口 顿时 周围不少神策位与观众 为萧毅送上了掌声 萧毅 这件事情事关重大 需要云工决断才可以 不抓人 就给我一边去 别挡路 萧毅挥挥手 顿时白金英带着几名神策位 越过紫云生 将星罗皇子团团围住 紫云生脸色胀红 这个家伙 居然敢如此蔑视他 欧 星罗皇子握紧长刀 刀器一阵横扫四周 将众人纷纷逼退 萧毅挥挥手 示意白金英等人让开 手持斩空刃 缓缓上前 我记得 如果在抓捕过程中 对神策位动人 下场就是死 如果你现在敢动手 那么我就算杀了你 也是无罪 萧毅倒是巴不得 这位星罗皇子动人 这样他就有理由 当场将其斩杀来为 慕琴青那个丫头报仇 顿时 星罗皇子动作迟疑了 虽然他还在罪态中 但是早已经清醒了几分 明白萧毅所说的 到底是什么意思 而且 从周深气势来看 这名年轻的神策位 有能力杀掉自己 不敢动手 还瞎举什么道 萧毅我紧斩空刃 将长刀击飞 一巴掌扇在 星罗皇子脸庞上 庞大的力量 顿时令他口吐鲜血 其中一半脸肿了起来 敢小鬼 萧毅盯着这个没用的东西 巴不得他立刻还手 自己还能够 以拘捕的名义斩杀他 但是 这名星罗皇子 却耸得很 完全没有先前 大开杀戒时的勇气 你居然敢打我 星罗皇子 颤颤巍巍的 从地面上起来 手掌捂住疼痛的脸颊 口齿不清地说道 我可是星罗王朝 三皇子星罗兵 你知道打我之后 是什么下场吗 打你 萧毅冷哼一声 再度一巴掌打出 啪 伴随着清脆的声音 星罗兵另一张脸庞 在他不可置信的神色之中 同样肿胀了起来 不错 这样看起来来和谐多了 萧毅满意地点点头 但是 还缺一下 啊 紧接着 一声淒厉的惨叫声响起 萧毅一脚撩鹰腿 十分阴狠 直接将这个家伙废掉了 估计这辈子 都不一定能够 进行一些繁殖功能了 来人 抓走 挥挥手 一声令下 顿时有几名神侧位 上前将这家伙抓走 萧毅 你这样做 会付出代价的 紫云生冰冷开口道 记住 我萧毅做事 从来不担心后果 起码 欧巴摩睡网 萧毅不懈地摇摇头 转身离开 不会怕你的危险 在紫云生阴沉的目光注视下 一行人迅速离开 动作上丝毫没有拖泥带水 这件事情迅速地传来 帝都许多人都已经得到了消息 其中包括新罗王朝使者团 新罗使者团 驻地 署名新罗使者面色焦急 来回踱步 内心充满了不安 自己家皇子被抓的消息 已经传到了这里 皇子大人 还真是糊涂啊 应该是因为黑名罗大人的缘故吧 这可是皇子大人的恩师 在抓捕华银公主的行动中失败 被那群神侧府的猎犬抓住 死在了神侧府地牢之中 不必多说了 现在最为要紧的事情是 该怎么解决这件事 这件事可不好解决 神侧位可都是云公手下的猎犬 让他们抓住 起码也要拖一层屁 众人七嘴八舌地讨论 一时之间 没有想出一个好的解决办法 各位放心 一名德高望重的老者 迈不上前 开口提议道 我与天爷王朝的一些大臣 有一些关系 用一些价值连城的宝物来交换 我就不信 他们会不动心 如果 真的失败了 再试试一个极端的手段 神侧府 审问是 冷水 萧义看着面前昏迷的新罗兵 淡淡开口 遵命 身后 几名神侧位带来一桶冷水 释放出极致的寒意 动手 碰 一桶冷水毫不留情地 泼在新罗兵的身上 刺骨的寒意 令这名新罗皇子 骤然惊醒 周身的酒意 早已经散了七七八八 萧义端向着新罗兵 脑海中回忆起原著中的情节 在原著中 新罗兵在花满楼大开杀戒这件事情 由于紫云生的原因 所以放任了其行为 同时导致穆青青那一次差点丧命 后来 主角陆修抓住机会 在暗中刺杀了这位新罗皇子 算是为名除害 不过主要原因 还是因为陆修与穆青青之间的关系 不过不论如何 原著中心罗兵都算是没有被治罪 哪怕后来被陆修刺杀 也是很久之后的事情了 如今 既然萧义有了这个机会 那么自然不会放过 尤其是 新罗兵伤了穆青青 在天炎王朝的地盘上 萧义还是神策府的都尉 如果弄不死这个新罗兵 那么还在神策府混什么 干脆回家 歇着算了 新罗兵惊醒 顿时大声地咆哮起来 你是个什么东西 我要让天炎王朝治你的罪 我可是新罗皇子 你没有资格抓我 不 我有这个权利 萧义冰冷开口 身为神策府都尉 于公于私 他都有这个资格 是吗 新罗兵嘴角一勾 端向着周围 神色中带着一丝嘲讽 就算你抓住我也没用 你信不信 再过一回 我就能够安全地走出这里了 你可以试一试 我绝对不会辜负你的期待 萧义冷笑着开口 哪怕新罗使者团 有可能买通天炎大臣 但是 那又如何呢 这里 可是神策府 而且 萧义在 萧义面无表情地坐在太师椅上 手指轻轻敲打着扶手 开口说道 我非常明确地告诉你 今天不管是谁来了 我都吃定你了 既然如此 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新罗兵阴沉一笑 不过内心确实自信满满 行 萧义拍拍手 对着身后的白金鹰 开口道 给这个爷上刑具 来一套神策府的流程 让他好好感受一下 我们这里的气氛 小伙子 勇气可佳啊 那就来试试看看 是你的嘴硬 还是我的刑具硬 你敢 新罗兵顿时慌了 满头大汗地开口道 我可是新罗皇子 你没有权利给我上刑具 说过了 我有这个权利 萧义冰冷一笑 打了一个响指 动手 啊 七力的惨叫声 宛如鬼哭狼嚎一般 不断地在神策府之中回响 新罗兵的身躯 已经遭受禁锢 与普通人没有太大区别 此刻的疼痛难以忍受 一条龙浮物走完后 新罗兵已经接近昏迷 啪 萧义再度打了一个响指 指了指剩余的半桶冷水 周围的神策未顿时 明白了他的意思 碰 半桶冷水泼下 在剧烈的疼痛之中 新罗兵再度被惊醒 继续给我上刑具 昏迷了就用冷水给我弄醒 只要死不了 就给我往死里弄 萧义满不在乎的开口 就算死了 也算我头上 遵命 众人继续上刑具 在这种残酷的刑罚之下 身体脆弱的新罗兵 早已经接近生命极限 萧义面无表情地看着 没有丝毫地表示 小老爹 让你狂 现在怎么不狂了 让你对我小医子动手 现在知道代价了吧 幸亏今天是萧义动手 如果是沐晴月那个女魔头在 恐怕新罗兵能否活下来 都是一个未知数 虽然女魔头生性残忍 但是对于自己的家人 尤其是自己的妹妹沐晴青 可不一样 在新罗兵奄奄一息之际 一声咆哮 止住了白精英的动作 住手 沈温氏的大门打开 紫云声音沉着面孔 迈步走进来 在他的身后 跟随着不少人 其中围守者身穿华服 从衣着来看 似乎观之不小 小医微微眯起双眼 注视着来者 倒是一个老熟人 好家的副家主之一 好天雷 是谁让你们对新罗皇子上行的 刚刚进入审问室 好天雷就开口责问道 我让他 小医淡淡开口 小医 你可知道 这是新罗皇子 一旦这件事情出力不好 各位道军好不容易平息下来的战争 恐怕又会再度爆发 好天雷就没开口 关我何事 小医怒急返校 瞧瞧 这个老家伙 居然拿国家大义来压迫自己 不过 小医倒是很清楚 好家不论是在之前那场战争中 或者是以后的亡国之战中 都没有为天延帝国付出太大的代价 反而成了新罗王朝的走狗 拿国家大义来说是 区区一个好家副家主 也呸 你知道我是谁吗 好天雷以为小医不认识自己 挺直身躯 兵冷开口道 我可是好家的副家主 好天雷 哦 原来是好大人啊 小医淡然一笑 话锋一转道 不好意思 听都没听说过 这副丝毫不给面子的模样 令好天雷满脸怒气 小医 我不跟你在这里浪费时间 我现在告诉你 我要带走星罗兵 云工的命令吗 小医慵懒得开口 没有 好天雷语气一顿 那就不好意思了 这名杀人犯 造成了很恶劣的影响 没有云工的命令 我可不敢放人 小医淡淡开口 好大人 我帮您看 紫云生一副狗腿子模样 掏出一把钥匙 就要去开关押星罗兵的锁 如今 整个南府就只有 小医与紫云生 有锁的钥匙 哇 寒光一闪 斩空刃落在紫云生面前 恐怖的剑气嗡名 萧嫣 你要干什么 紫云生一惊 连忙后退 今天 没有我的允许下 谁敢动这扇门 我就找了谁 萧嫣目光冰冷 声音中带着不容置疑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 不论是谁来了 星罗兵也不可能活着离开 这座神策府 这是我说的 好你个萧嫣 最终 好天雷等人咽了一口唾沫 在萧嫣的胁迫之下 挥袖而去 看着这些消失的背影 萧嫣非常清楚 这件事情远没有结束 能够请得动好天雷 星罗使者团 就能够请得动别人 以星罗使者团的能量 这仅仅只是第一批 果然 在好天雷离开之后 陆陆续续又来了十多名大臣 其中有几位态度十分强硬 但是无一例外 都吃了萧嫣的亏 萧嫣 一直保持着强硬的态度 夜幕降临 时间已经很晚 萧嫣缓睁开双眼 这一天的时间 除了应付这些大臣之外 都在修炼天心神功 如今 萧嫣对于天心神功的拓展用法 更上一层楼 形成了一道非常强力的手段 在吩咐白金英等人 看住星罗兵之后 萧嫣离开了神策府 根据这一天的情况来看 那些大臣 应该不会再来自找麻烦了 而且 以云公的性格来看 但旧书应该很快就会下来了 判决书一出 那些痴妹亡俩都将失去手段 根据我对云公性格的判断 他绝对不会被星罗使者团收买 萧嫣喃自语 同一时间 一处凉亭 两道身影对立而坐 面前摆放着热茶 分别是郝天雷 与星罗使者团的主示人 郝大人 这是我们星罗王朝的至宝 山河璀璨卷 还请您鉴赏一番 沐沧溪从怀中取出一幅画卷 摊开之后 有着璀璨光芒释放 隐约有着光泽在表面流转 显然是一件奇珍异宝 哦 郝东西啊 郝天雷眼前一亮 内心闪过一抹贪婪之情 只要郝大人能够救出皇子 那么这卷画卷 就是您的囊中之物了 而且 上次您提过的事情 牧藏戏淡淡开口 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我也可以 带我家帝君答应下来 不错 郝天雷欣赏着山河璀璨卷 一副爱不释手的样子 郝大人 您这是答应了 可以啊 郝天雷摇摇头 开口解释道 牧兄 并不是我不肯帮你 只不过你们的皇子 被抓到了神策府 如果只是单纯的一些神策位就算了 更主要的是 你们惹上的是萧义 这个家伙 最近可非常出名 就算是我 也不可以应来 否则惹上了云公可就麻烦了 牧藏西沉映一会 开口询问道 那如果这个人死了呢 是不是就解决问题了 桌子上的热茶被端起来 郝天雷自顾自地抿了一口 他非常清楚 牧藏西的意思 而且 这也是一个借刀杀人的好机会 最终 郝天雷开口回应道 如果萧义死了 那么一切事情 就顺理成章的能够解决了 好 既然如此 那么郝大人就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吧 牧藏西攻身告退 离开了这片区域 等到牧藏西离开之后 黑暗中浮现出一道身影 赫然是郝家的当代家主 周身散发着恐怖的气息 新罗人 能够成功吗 不清楚 郝天雷摇摇头 开口道 不过如果他们成功了 不论是对云公而言 还是牧家都会造成惨重的损失 相当于断气一闭 这个小家伙 可并不简单 年纪轻轻 就已经到达这种层次 要不要多长时间 就会对我们造成很大的威胁 不过如此锋芒毕露 已经造成了不少人惦记 无妨 这一次正好借助 新罗使者团的手干掉他 即使失败了 对于我们来说 没有太大的损失 大不了就按照原计划进行 傍晚时分 牧府一座房间中 萧一端着 一夜过去 牧晴青的伤势已无大碍 这段时间 萧一并没有做太多事情 无非就是照顾牧晴青 或者继续修炼天心神功 天心神功 最本质的用法 就是调动天地之力 化作星辰 如今 萧一体内 已经集聚了众多星辰之力 一侧 牧晴青翘脸上带着笑意 不知为何 对于他而言 能够待在萧一的身边 就十分开心 一道俏丽的身影 缓缓进入 牧晴月动人的脸庞上 带着一抹温和的笑容 伤势恢复得怎么样了 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按照这种速度 估计明后天就能下床了 牧晴青期待起来 那就好 牧晴月微微点头 目光看向萧一 麻烦你了 接下来由我来照顾吧 好 萧一微微点头 伸了一个懒腰 离开这座房间 离开幕府之后 萧一直奔神侧府而去 看看时间 如今也差不多 该去看看新罗宾的情况了 半路上 一道道寒光凛冽 今夜 星光闪烁 星辰之力浓郁到了极点 萧一嘴角一勾 来到一处无人的街道 能够在这种时刻 清空整个街道的人 很显然有很大的能量 既然已经来了 那就出来吧 别藏头鹿尾的 法式了风动 萧一朗声开口 握紧斩空刃 声音向着周围回荡 嗡 伴随着嗡鸣声 一道道黑影 从周围的黑暗中缓缓出现 带着惊人的沙意 寒光在周围闪烁 哟 人数还真不少 让我为你们送上一场烟花吧 萧一嘴角勾起一抹笑容 手掌微微张开 双手朝向四周的方位 天心神功在无声的运转中 轰隆隆 刹那间 天地之间的星辰之力 急速运转 涌入萧一体内 化作粗犷的雷霆 隐约有着雷鸣声响彻 自然界代表着毁灭属性的元素雷霆 随之轰鸣 在天地之间乍响 雷霆 龙鸣 嗡 刹那间 一道无形的雷霆之龙凝聚而成 在天地之间游荡 毁灭一般的紫色雷霆 包裹着雷霆之龙身躯 在周围无数人震惊的目光中 轰然向着四周暴射而出 好 天地之间 仿佛有着龙鸣声响彻 雷霆不断地肆虐着 周围的建筑物随之破碎 萧毅站立在雷霆之龙的后方 宛如一名雷霆君主一般 英俊的脸庞上带着一抹淡然的笑容 微微摊开手掌 各位 这一场烟火 满意吗 破 在这一招之下 不少涌现而出的杀手 都被雷霆之龙击中身躯 出现了极大程度的损害 雷霆之力的伤害 可不是简简单单的事情 但是 依旧有不少杀手 避开了这招大范围杀招 杀了他 在惨叫声中 充斥着杀意的怒吼 最终占据了主流 就这么一点人吗 萧毅看着周围涌来的几十名 于龙镜杀手 微微摇摇头 内心表示强烈的不屑 如今的他 实力早已经在上一层楼 而且别说现在了 就算是以前的自己 这些人都非常轻易能够对付 根本耗不了吹灰之力 那明幕后操控者 怕不是以为萧毅伤失未遇吧 傻子 嗡 在冷笑声中 更令人震撼的事情是 一道雷霆之力 附着在斩空刃之上 闪烁着毁灭气息 雷鸣 一闪 萧毅身影流转 斩空刃已然斩出 哄 巨大的轰鸣声中 众多的杀手迅速立住身形 握紧手中的武器 试图接下这一击 但是早已经来不及了 在众人恐惧的目光中 闪烁着雷霆的剑光迅速接近 直至淹没他们所有人的视线 破 众多血光乍现 不少人连惨叫声都没发出 得意的冷哼一声 真当我弟都断头小王子的名字 是白叫的吗 仅仅只是片刻间 就有众多黑衣人伸手一触 留下满地的鲜血 一幅如同屠宰场一般的画面 令不少人为之心惨 暗宫殿 前来败坏 刹那间 一道寒冷的刀光 从萧毅身后闪烁而过 这一刀 一直隐藏在暗中 由一名鱼龙进巅峰杀手掌控 以求在萧毅松懈之际 给予他致命一击 不得不说 暗宫殿的手段确实高明 但是 使用错了人 在这电光火石之间 萧毅身躯回转 斩空刃宛如预判了黑衣人的行动一般 猛然间抵挡住那一刀 当 金属声响彻 黑衣人满脸惊讶 究竟是在什么时候 对方居然看破了自己的行动 惊讶吗 萧毅嘴角一勾 玄机身躯向下猛然间用力 还要让你更惊讶的呢 哇 斩空刃爆发出狂暴的雷霆之力 宛如雷刃一般 在黑衣人周围肆虐 仅仅只是片刻间 那一道长刀就随之崩碎 紧接着 一击断头 还以为暗宫殿的密法有多高明 如今看来也不过如此 萧毅挥了一下斩空刃 抖掉上面的鲜血 轻轻叹了一口气道 周围的众多暗宫殿杀手都目光惊讶 紧紧地盯着正中心的萧毅 这些人 接受过无数的刺杀任务 哪怕是四向镜强者 他们也杀过 但是 却是第一次遇到 如此让他们忌惮的修炼者 哪怕早已经听说过 这位四向镜之下第一人的情报 但是在真正面对的时候 就会是另外一个局面了 好强的家伙 哪怕是我们一起上 也不一定是对手 早知道就不接下这个任务了 还真是麻烦的对手 三名暗宫殿杀手神色冰冷 轻声开口讨论道 话音未落 一道惊人的煞气 突然间爆发而出 神雷闪 当声音响起的一瞬间 三名杀手瞳孔一缩 身躯迅速后退 同时 多年来的经验 让他们没有丝毫的犹豫 手中的长刀 悍然在半空中举起 当 三柄长刀同时阵战 与斩空刃横斩在一起 金属碰撞声响彻在天地之间 令三名杀手未知色变 哪怕以三人军为 鱼龙镜巅峰的实力 同样感觉到一股惊人的压力 从手中的长刀之上传来 如果是四向镜前来 或许还能够对我造成一点压力 可惜你们只是鱼龙镜 萧义淡然一笑 斩空刃再度斩出 三名杀手对视一眼 再度横刀格挡 伴随着雷鸣声 一股狂暴的雷霆之力 落在他们的身躯之上 借着这股冲击力 被冲击到远处 好恐怖的力量 一名杀手脸色阴沉 三人都能够十分明确地感觉到 那一股雷霆之力 依旧在肆虐着 不断撞击着手中的长刀 宛如排山倒海一般的力量 不断释放而出 真难缠 最终 三人拼尽全力 才将那一道雷霆之力 抵挡下来 但是整个人的身躯 早已经接近虚脱 身为暗宫殿的杀手 你们就这种程度吗 黑暗中 萧一手持斩空刃 不乏附有节奏感地走来 宛如 死神 要知道 这只是我的随手一击罢了 神雷闪 紧接着 萧一脚尖一点 整个人的速度 以音速一般的速度变快 单纯以肉眼 根本就 难以捕捉到他的行动轨迹 动手 杀 周围的杀手一拥而上 足足五位 再度挥刀前来抵挡 有点意思 萧一嘴角一勾 脚步丝毫不停 斩空刃在半空中 留下一道华丽的弧线 伴随着寒光闪烁 一道道雷霆乍线 撕裂地面冲击而来 轰隆 剑气四射而过 所过之处 地表随之炸裂 周围的杀手摒弃名神 丝毫不敢大意 紧紧握住手中的长刀 刚才的战斗 早已经足以向他们证明 这位七星格认定的 四象镜之下第一人 简直就是恐怖至极 五位杀手齐齐挥刀 却在雷霆经过的一瞬间 刹那被剑气斩断身躯 最终 一名杀手妄图反击 但是却被雷霆洞穿身躯 快走 这是一个恶魔 剩余的那些杀手 明确地知道自己不是对手 纷纷向着四周逃命 但是却早已经晚了 当他们出现在这片区域的时候 就已经被死神锁定 想逃 萧义微微伸手 一股恐怖的吸引力 向着四周暴射而出 紧接着四周那些杀手的身躯 如同不受控制一般 向着萧义所在的位置 涌去 这是刀圣的用法 悉心大法版本的天心神功 片刻后 地面上仅仅剩下众多干尸 失去了生命气息 在这种尸山血海的区域中 萧义淡然一笑 仿佛对这种场面 司空见惯一般 你们 还真是太弱了 深夜 在解决众多暗宫殿杀手之后 萧义轻松地拍拍手 收起斩空刃 向着神策府前去 这一次 在斩杀如此多的暗宫殿杀手之后 萧义对于自身的战斗力 又有了一个全新的了解 如今的萧义 恐怕就算是鱼龙镜巅峰强者 也不是他的一击之敌 不过 距离四项镜 还有一些差距 等到萧义提升到鱼龙镜后期 或许就能够轻而易举的 斩杀四项镜强者了 这一天已经不晚了 好天雷满脸笑义 轻轻拍了拍萧义的肩膀 开口道 或许这不是一个好消息 看着讥讽的好天雷笑眯眯离开 嘴里还哼着小曲 萧义的第一反应就是 这个家伙怕不是疯了 但是骗萧义对于他而言 根本没有任何好处 而且没有任何理由 难不成 新罗皇子 真的被释放了 没有任何犹豫 萧义直奔易事听 刚刚进入其中 就看到白金银苦涩的表情 急匆匆地上前开口道 萧大人 刚才的时候 那位皇子已经被释放了 我不是说过 不管是谁来都不许释放吗 萧义眉头一皱 冰冷开口 那个新罗兵杀害如此多的人 甚至差点杀了沐晴青 怎么可能轻易地放过他 这是云公的命令 白金银面露苦笑 将一份手谕递给萧义 这 萧义神情一乐 以他的经验 自然能够看出 这份手谕确实是真的 不论是字迹 还是上面的印章 都确实是出自云公 而且 那些家伙 我敢拿谁的字迹造假 也不敢拿云公的字迹造假 除非是不想活了 所以 云公下令放了这个家伙 云公 萧义满脸疑惑 按理说 以云公的手段和地位 应当不至于 怕了新罗使者团 难不成 是为了避免两大王朝开战吗 这件事情隐隐约约之间 透着一股古怪 绝对不是表面上 看上去那么简单 其中一定有云公的想法 本来萧义还想去询问云公 转念一眼 反而开口问道 新罗兵 已经走了多久了 刚刚被接走 现在应该还没有离开 神策府大门 我清楚了 萧义微微点头 哄 旋即 萧义周身宛如雷电附着一般 天星神功运转 将天地之力转换为雷霆 爆发出惊人的速度 向着神策府大门的位置 冲击而去 萧大人 你要去哪里 白金英惊讶地张开嘴巴 在问出这句话的时候 心中已经隐隐约约有了猜测 我说过 萧义的声音 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感觉 飘荡在半空中 我绝不会让这个家伙 活着离开这座神策府 白金英等人顿时心中一震 刚才的猜测都得到了重视 这位萧大人 居然是要去抓捕那个家伙 甚至 杀了他 明明云宫都已经下令了 还有那么多的大臣前来相逼 萧大人这样做 真的对吗 没错 万一赌上了自己的前程可就坏了 我倒是清楚 萧大人做得非常对 白金英回应道 眼神中闪过一抹坚定之色 咬牙开口道 不过 我们还是必须要阻止他 走 顿时 众多与萧义交好的神策位 立刻追了上去 神策府 离开意识厅 萧义的身躯宛如闪电一般 以非常快的速度飞奔在道路之上 众多神策府纷纷避让 虽然此刻已经是深夜 但是由于神策府的性质 所以此刻神策位众多 大约在几分钟之后 萧义发现了自己的目标 正是新罗皇子 新罗兵 此刻 这个家伙浑身都是伤口 被一些人搀扶着 缓缓地向前迈步 要靠就要离开神策府大门 嗡 萧义一个闪身 身躯在半空中划过一条弧线 落在一行人面前 萧义 你想干什么 欧巴摩睡网 郝天雷一惊 这我没开口道 新罗兵哪怕浑身伤势 依旧面露挑衅之色 对萧义开口道 原来 是你这名神策位 我之前就说过了 你关不住我 现在看到了吗 我也说过 你不可能活着离开 这座神策府 萧义没有理会好天雷 一步步接近新罗兵 手掌放在斩空刃的剑柄之上 隐约有着一股无形的杀意 在空气之中流淌 怎么了 难不成你要在这光天化日之下 杀我不成 新罗兵脸庞上 带着细血的笑容 对周围看热闹的神策位开口道 大家快来看看 你们赫赫有名的肖都尉 要当场杀人咯 那是你该杀 人群中 有人朗声开口说道 没错 要不是受限于规则 早就把你杀了 围观的神策位中 见到有人挑头 纷纷有人开口道 那一场花满楼之中的案件 早已经传遍了整个帝都 大部分人都知道 眼前这名皇子的罪行 要知道 那可是如此多的人面 尤其是 此人可是新罗王朝的皇子 真正意义上的敌国皇子 如果不是受限于规则 早就有人动手了 新罗兵脸色铁青 咬咬牙 最终没有在意 这些家伙的声音 在众人的注视下 新罗兵站到了神策府大门的前方 细血的开口道 我亲爱的肖大人 有本事你就到手呀 你看 我现在就要迈出这一步了 新罗兵就如同细耍肖义一般 缓缓地将一只脚 迈出神策府的大门 挑衅地看向肖义的方向 你不是说 我不能够活着离开 这座神策府吗 那么 我就让你看看我 如何活着离开的 恭喜你 成功激怒了我 肖义兵冷开口 斩空刃缓缓出窍 这一场大局 不能够杀你 但是我能杀 哦 在新罗兵惊恐的眼神中 一道绚丽的剑光 带着毁灭的雷霆之力 暴射而出击中自己 鲜血喷剑而出 寒光闪烁 帝都断头小王子 再创佳境 好 杀得好 此刻 哪怕已经是深夜 但是依旧有一些百姓被惊动 此刻纷纷为消逸叫好 其中 还夹杂着一些神策位 大多数神策位 眼神中都带着敬佩的目光 投向人群正中心的那名年轻人 此乃 真英雄 完了 这一刻 落后半步的白金英等人 堪堪赶到 看到这一幅场面之后 心中都涌现出绝望 那明星罗宾早已经伸手一处 死的不能再死了 很显然 局面已定 萧义 光天化日之下杀人 可是死罪 人群中 闪烁出紫云生的身影 这家伙带着一众手下感到 你知不知道 释放星罗宾可是云宫的命令 如今你杀了他 那就是违抗命令 破坏国家大局 在紫云生心中 如今萧义违抗命令 相当于打了云宫的脸 再加上斩杀星罗宾 可就是死路一条 住手 白金英带着一众神侧位前来 将紫云生的道路挡住 不允许他们接近萧义所在的位置 哦 你们想干什么 难道说 想要对我动手吗 紫云生冷笑一声 警告道 可别和你们家主子一样犯傻 到时候 可就是死路一条了 你 欧巴魔睡网 白金英等人脸色一变 不过依旧 我没有让开道路 放心 让开吧 就凭他还杀不了我 萧义拍了拍白金英的肩膀 脸庞上洋溢着温和的笑容 仿佛刚才的杀人凶手并不是自己一样 丝毫不担心当前的局面 就宛如 胸有成竹一般 这一刻 白金英等人虽然疑惑 但是依旧听从命令 带着众人让开 在众物睽睽之下 萧义被紫云生带着 回到了神策府 不过 这一次是以接下求的身份 其中 白金英等人坐镇在审问室 不给紫云生下黑手的机会 否则 以紫云生的黑心程度 说不定这个家伙 就会借助这次机会 来折磨萧义一番 萧大人 你有什么办法能够脱身吗 白金英压低声音 询问萧义的想法 那名兴罗皇子确实该杀 如果不是帝国为了大局 早就把他杀了 实在不行 我们就监狱 到时候逃到别的王朝 能够看得出来 这个白金英 倒是真心为萧义考虑 放心 这一次紫云生动不了我 萧义胸有成竹的模样 这一次 他笃定穆家会保他 而且云公这样的聪明人 绝对不会动手杀他 所以才会就此束手就擒 大不了 就失去官职 无非就是一个神策府都尉而已 不要也罢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白金英有些摸不着头脑 萧义淡然一笑 开口道 等着看好戏吧 同一时间 就如同萧义猜测的一样 他斩杀兴罗皇子的事情 就如同潮水一般 迅速地传遍了帝都 基本上算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那些酒楼与茶馆 甚至抓住这次机会 将事情改变成画本 赚了一笔横财 萧义虽然之前默默无名 但是最近这段时间 可以说是成了一名红人 要我说 那名新罗皇子 伤害了如此多人 实在是该死 就是啊 那么多的人居然默不作声 放任他如此作为 还是我们萧大人 才是真英雄 听说他修为高深莫测 被誉为四象镜之下第一人 昨晚面对暗宫殿众多杀手刺杀 竟然能够将对方全部杀掉 一众百姓聚集在一处 讨论着相应的事情 青竹书院 萧义斩杀新罗皇子的事情 同样引起了这群读书人讨论 不少人都觉得非常解气 要我说 萧义这次做得太对了 先前那名打赌的白衣学士 满脸敬佩地开口 他如今已经被萧义的行为彻底折服 真不清楚 这帝国为什么要释放新罗皇子 难道说 那么多条人命就不是命吗 上面的那些大臣 享受着明知明高 却做出这样的事情 真是令人痛心 或许是从大局考虑吧 如今这种局面刚刚停息战争 一旦杀掉新罗皇子 恐怕会引起两大王朝之间的决战 但是 或许我们可以为萧义做一些什么事情 比如 清竹书院全体学士集体上奏 请求释放萧义 好主意 慕府 萧义被抓的消息 迅速传遍了帝都 同样包括慕家 姐姐 萧义被抓了 房间中 慕卿轻艰难的起身 满脸焦急之色 我已经听说这件事情了 慕卿越微微点头 轻叹一口气说道 在这件事情上的处理 萧义有些太猛撞了 但是我觉得 那名新罗皇子 确实该杀 慕卿轻嘟起小嘴 有些不服气 慕卿越淡然一笑 一边削着苹果 一边回应道 人确实是该杀 不过方法并不能用这种方法 如果是我的话 会找到一个没有人的机会 来刺杀这名新罗皇子 神不知鬼不觉地干掉他 到时候 也没有理由怀到我的身上 萧义这样众目睽睽之下 斩杀新罗兵 反而落了下策 其实 慕卿越嘴上这么说 但是已经在暗中派人想办法 以他的手段 自然能够想办法救出萧义 慕卿越目光闪烁 在心中喃喃自语 萧义 希望你能撑住 神策位 北斧议事厅 青木身穿铠甲 匆忙进入议事厅 此刻云公正在处理公务 云公 萧义将那名新罗皇子杀了 就在神策府大门 众目睽睽之下动了手 哦 云公淡然一笑 比肩微微一顿 回应道 这个小家伙 居然还真的动手了 难道 云公您猜到了 青木有些诧异 听这番话 云公似乎早已经料到 这一番事情的发生 以他对于云公的把握 只要事情在掌控之中 那就能够解决 原本 青木还有些担心萧义的安危 这样一来 或许不需要太担心了 云公微微点头 放下笔 淡然开口道 萧义 将会成为我们计划的 关键推动者 神策府 南府 紫云生脸庞上 带着细血的笑容 房间之中来回踱步 一副胜利者的姿态 开口道 萧义 这次你就要完了 呵呵 萧义摇摇头 冷笑着开口道 你放心吧 就算你完了 我也不会玩 然而 紫云生早已经陷入幻想之中 自顾自地开口说道 新罗皇子这次死亡之后 两大王朝之间 势必会产生矛盾 到时候 天延帝国为了平息战争 一定会拿你的人头来换取和平 真是一个不错的结局 想必到时候就算是云公 不计前嫌想要帮助你 恐怕朝廷上那么多大臣 也不会同意 而且 你违背了云公的命令 以后云公怎么可能会保住你呢 看来 自己这名晋升路上的绊脚石 总算是被自己除掉了 以后的神策府南府府主之位 就是他的了 萧义淡然一笑 没有理会这个家伙 静下心来开始修炼 一夜时间过去 体内的星辰之力再度凝聚 萧义睁开双眼 对着守候在一侧的白金英开口道 准备点食物 遵命 在吃饱喝足之后 萧义随口一问 对了 外边的情况现在怎么样了 白金英回应道 大人 一切都如同您预料的一样 不少民众为您请命 还有清竹书院等势力联名上书 在确定好外界的情况以后 萧义继续陷入修炼中 就在某一刻 星辰之力的凝聚 达到了第一颗星辰神经的程度 糟糕 萧义微皱起了眉头 轰隆隆 刹那间 黄暴的星辰之力 如同潮水一般汹涌而出 令整座空间随之震战起来 发生什么事情了 顿时 白金英等人匆忙赶来 无妨 只不过是修炼上出了一点岔子 萧义淡然一笑 不过 星辰之力失控这件事 确实让他有些始料不及 紧接着 萧义调动天地之力 试图将先前星辰神经的缺口补充一下 嗡 顿时 其中的星辰之力失去了控制 在一瞬间爆发而出 宛如形成一场无形的风暴一般 刹那间 将整个区域都随之笼罩在其中 带着人 快出去 萧义大喝一声 对着白金英吩咐道 顿时 白金英等人脸色一变 纷纷向着外界逃离 最终 在这种恐怖的威力之下 特殊材料制作的建筑物全部坍塌 形成满地的碎片 轰隆隆 但是 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依旧没有停下 在整个神策府区域蔓延 就连神策府的地面都随之震战起来 宛如形成了地震一般 片刻之间 无数神策卫为之调动起来 向着萧义所在的区域聚集 以萧义所在区域为中心 形成了近千米的滩陷范围 形成了漫天的灰尘 在半空之中飘散着 快叫萧大人 白金英等神策卫纷纷动手 向着地底探寻萧义的踪迹 发生什么事情了 轻木的身影闪烁而过 这位神策府北府府主 此刻正好前来南府 碰见了这样的一副场面 好像是萧大人修炼过程中出了问题 直接将整座区域震塌了 白金英犹豫着开口解释道 出了问题 轻木满脸惊愕之色 紧紧地盯着地底 这个萧义 还真是不安分 居然直接将神策府南府震塌了 轰隆隆 就在这一刻 再度传来一阵轰鸣声 一道纤细的身影破土而出 宛如雷霆一般 浮现在半空中 正是 萧义 你没事吧 轻木疑惑地开口 没事 就是体内的星辰之力 有些失控 萧义脸庞上闪过一抹苦笑 开口回应道 下一刻 他的脸色再度一变 急速地大喝倒 所有人 全部离开这片区域 哇 刹那间 恐怖的星辰之力 宛如潮水一般 再度源源不断地冲击而来 令周围的建筑物 都如同蜘蛛网一般破碎 就连轻木在这种冲击之下 也只能勉强维持住身形 这股力量 远远超出了鱼龙镜 就算是四项镜强者 也难以抵抗 拜见云公 并重神侧位的保护下 进入这片区域 这什么情况 云公微微皱眉 不太清楚 只知道他好像在修炼什么功法 然后就突然失控了 轻木开口回应道 云公略微思索 淡然开口道 萧义应该是掌握了某种 可以吸收天地之力的功法 在这种功法之下 他间接地与天地之力接触 如今算是在初步掌控天地之力 所以体内的能量就失控了 掌控天地之力 轻木顿时一惊 内心十分不理解 看向萧义的眼神 如同看一只小怪物一般 好家伙 这不是四象径的能力吗 怎么萧义这个家伙 仅仅于荣静中期 就这么逆天了 云公脸色凝重 开口解释道 你不理解也正常 传说之中总会有一些天纵之才 在这种境界 就能够掌控天地之灵 虽然无四象径的境界 但是却拥有着四象径的能力 但是 这种力量很难掌控 与其说是一场机缘 倒不如说是一次劫难 此刻 萧义完全是茫然状态 体内星辰之力的失控 让他暂时性失去了感知 根本不知道周围发生了什么 但是知道 如果说不加以控制 那么他的这具身体 恐怕会被恐怖的星辰之力称爆 最终 萧义静下 新来运转星辰神功 压制体内的星辰之力 星辰之力 简直就如同浪潮一般 不断地增强 从气态直接转换为固态 甚至还有不断增强的趋势 令萧义有些压力增大 但是 萧义很清楚 这必然是一场机缘 或许风险很大 但是一旦成功 那么萧义体内的星辰之力 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不过 这一次星辰之力的失控 同样为萧义留下了一个教训 那就是 一些功法不一定合适自己的体制 这种情况下 瞎修炼 反而会因此出坏事 但是 这一次或许是好事 帝都 此刻 整座帝都已经被这一场风暴惊动 神策府南府的异常 令无数人为之聚集 仅仅只是短短片刻 就有无数的大军 将这片区域包围 不少强大的修炼者抵达 而神策府南府 仅仅这么短的时间 却已经化作了一片废墟 那一座恐怖的星辰风暴 不断地肆虐着 以神策府南府为中心 向着周围席卷而来 哇 众多道军级强者出手 堪堪将这一场风暴控制住 勉强阻止了风暴的蔓延 同时 这也意味着一件事情 这一场恐怖的星辰风暴 已经达到了道军级 发生什么事情了 不少大臣前来 有些面面相去 好像有一名鱼龙镜的神策卫 修炼功法出了一些问题 引起了这场动乱 一名道军级人物开口道 鱼龙镜 区区鱼龙镜能 引起这种级别的风暴 开什么玩笑 好天雷前来 这我没开口道 那名道军强者摇摇头 解释道 这名神策卫 绝对不是简单的鱼龙镜 以他目前的能量强度来看 最起码有四象镜的层次 如此看来 或许是下一位独孤奥 这句话一出 顿时令无数人为之震动 又将军独孤奥 帝国年轻一代第一人 他的势力强悍至极 据说在几年之前 就已经是一位道军级强者 甚至在道军中也算是佼佼者 但是 他几乎不想出手 没有人知道他究竟强到什么地步 但是现在 这名道军强者竟然说 这个家伙居然堪比独孤奥 道军有点看走眼了吧 独孤将军乃是年轻一代第一人 这名神策卫 有什么能力与之相比 好天雷满脸不幸 这名道军笑而不语 帝君道 伴随着一道尖锐的声音 楚阳帝的车面缓缓抵达 拜见帝君 顿时 众多大臣纷纷行礼 楚阳帝微微汗手 目光看向前方 闪过一抹惊讶之色 这名神策卫的气息 似乎不简单 在他的身侧 独孤奥副手而立 皱眉开口道 这是四象镜的气息 南部城是云宫又收了一位绝世天才 单纯是一个轻木 就已经在青年一代中成为佼佼者 楚阳帝淡淡开口 双眸中有着一抹紫色闪烁而过 仿佛穿透了风暴 看到其中的景象一般 萧义 顿时 众多大臣神色一变 最近这萧义的名号 在帝都可谓是非常响亮 不论是帝都断头小王子 还是四象镜之下第一人 或者是那些数之不尽的功绩 都让他成为家喻户晓的存在 又是萧义这个家伙 不少大臣纷纷开口 天延帝国最近异象声 看来就和这个家伙有关 一道清脆的声音响起 伴随着如同天籁的声音 绝美女人款款来 周身披着雪白的长袍 悬浮在半空中 仿佛与空间隔绝一般 紫青老祖 众人再度行礼 就连楚阳帝都微微低头 这位女人 就是整个天延帝国的镇国凭政 在整个天延帝国 威望十分高 就连楚阳帝都无法相比 如果萧义在这里 一定能够认出来 在原著中 这位紫青老祖 实际上就是天延帝国阵 国神器的气灵 只不过化形为人进行修炼 吸收帝国的紫气 如今已经是当之无愧的 圣经强者 如果说 有人能够与之相提并论的话 那么恐怕 就只有曾经全盛时期的云宫 只不过现在的云宫 已经灵脉进断了 紫青老祖 前段时间不是在闭关 难道说 今天出关了吗 楚阳帝淡然一笑 与紫青老祖攀谈起来 紫青老祖淡然点头 嘴角扬起了一抹冷笑 向着周围开口嘲讽道 你们天延帝国 出了这样一位天赋一禀的人物 居然还放在神策府中 难不成想要让他不云宫的后尘吗 还有 你们天延帝国传承多年 难道说你们的心思 就天天放在全世上的勾心斗角吗 这番话 顿时让不少人随之面红耳赤 如果是别人来说这番话 恐怕早就已经有人反驳了 但是面对紫青老祖 哪怕是道君级人物 同样不敢回应 毕竟 这位紫青老祖除了身份尊贵之外 自身还是一位圣境存在 紫青老祖 你是想要干什么 楚阳帝淡然一笑 本老祖想要收之为徒 远离全世争斗 给我十年时间 以后我天延帝国 必将多出来一位圣境存在 紫青老祖平静的声音在周围回荡 令无数人震撼 最终再度补充了一句 这不是突然决定的事情 本老祖早就已经观察他许久了 是一个合适的人选 紫青老祖 可从未收徒 而且 圣境的存在 可是人世间的大能 放眼整个天延帝国 如今也不过仅仅只有紫青老祖一位 任何一位圣境存在的出现 都将会影响整个七大王朝的格局 一位圣境强者 就是一座王朝的根本 顿时 众人窃窃私语 内心思绪万千 楚阳帝微微点头 并没有多问 作为帝君 与这位紫青老祖打交道的机会 远比这些大臣多 他十分清楚 紫青老祖绝对不会看走眼 至于被誉为年轻一代 第一人的独孤傲 楚阳帝亲自向紫青老祖推荐过 但是却以添资不够被拒绝了 如今 萧毅却被紫青老祖主动提及 这说明 萧毅的天赋远在独孤傲之上 话音未落 紫青老祖没有理会众人 身影闪烁而过 已经进入神策府南府之中 紫青老祖来临 还真是稀客 可惜如今情况特殊 无法奉上一杯热茶 云公淡然一笑 态度上表现得不卑不亢 云公客气了 紫青老祖目不转睛地 盯着风暴正中心 双眸中紫气闪烁 不断窥视着其中的景象 老祖 难道是为此人而来 不错 紫青老祖微微点头 开口点破云公那点小心思 云公 以你的修为 这个小家伙你留不住 不如让给我 让我收他为徒 哦 云公淡然一笑 回应道 紫青老祖最近这些年 不是在闭关突破吗 我觉得 应该以老祖的修为为重 这一番意思 就相当于拒绝了紫青老祖的 收徒请求 突破一事 未免太难了 紫青老祖由衷地叹了一口气 圣经知道 难以寸境 我已经卡在瓶颈多年 想要再进一步太难了 不如再度培养出一名圣经存在 老祖为何能断定 此子能够突破圣经 而且 您和我都很清楚 圣经可不能够培养 而是自行探寻圣经道路 云公竭力想要拒绝 紫青老祖点点头 玄机淡然一笑 开口道 但是 云公你应该很清楚 他在我这里 突破到圣经的概率最大 不可能 这个人是我的 云公淡然开口 二人不断地讨论 最终在云公强硬的态度之下 紫青老祖离开了这片区域 云公 我不会放弃的 云公摇摇头 看着逐渐消失在虚空中的紫青老祖 内心喃喃自语 紫青 你到底想从萧义身上得到什么 就在这一刻 周围的星辰风暴逐渐平息下来 云公 萧义恢复正常了 青木的身影闪烁而过 来到云公一侧 刚才紫青老祖现身的画面 青木没有看到 对于紫青老祖这种层次的强者 只要他刻意屏蔽 那么圣经之下 几乎无人能够捕捉到他的身影 圣经 岂为规则 好 云公微微点头 神情中看不出喜怒 嗡 伴随着周围的星辰风暴消散 取而代之的是一股由那儿外散发而出的天地之力 这一刻 萧义已经正式地掌控天地之力 缓缓睁开双眼 萧义顿时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 整个神策府南府已经被完全毁灭 周围的建筑物都被移为平地 没等到萧义解释 一道平淡的声音响彻天地 罚除俸禄半年 这是云公的声音 多谢云公 萧义立刻攻身行礼 这是云公再给他面子 如果真心想让他赔偿的话 恐怕几十年的俸禄 也不够修好这座神策府南府 所有神策府人员集合 北府一世 神策府 北府 众多大人物在其中落座 不少人的目光都聚集在萧义的身上 带着浓郁的好奇 甚至一丝敬畏 毕竟 这一次这个小家伙 闹出的动静太大了 整个帝都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据说就连那位传说中的子卿老祖都已经现身 甚至想要收萧义为徒 这就可想而知 萧义这家伙的潜力究竟有多强大 在场的道军级人物 不少都已经将萧义看作了同层次的人物 未来 萧义必将与他们为伍 甚至更上一层楼 萧义 你这个家伙 现在应该有四项劲的实力了吧 青木这个家伙 饶有兴趣的开口 神情中跃跃欲试 迫不及待 想要与萧义打一架 无可奉告 萧义翻了个白眼 拒绝了青木 其实 这说的是实话 哪怕是萧义 如今也不清楚 自身的实力层次 究竟到了什么程度 碰 云公手握金堂木 轻轻一敲 顿时整个议事厅安静下来 不少人都停止了交谈 人 差不多已经到齐了 今天聚集在这里 只为了一件事 或者说一个人 那就是 萧义 紧接着 云公对青木使了一个眼色 后者立刻会议 从怀中取出一份诏书 在场大多数人 在此之前都以为 萧义毁了神策府南府 同时又违抗命令斩杀新罗宾 如今再度引起了 两大王朝之间的战火 恐怕云公不会轻易饶了他 但是 这位诏书之上 却写着另一种内容 经过楚阳帝与云公协商 任命萧义 为神策府南府辅主 从此以后 萧义真正踏入了权势中心 多谢云公 等到萧义回过神来 立刻开口感谢道 众人同样有些茫然 这个家伙违抗命令 斩杀了新罗宾 如今非但没有被责罚 法而升官了 还是神策府南府辅主 真真正正的大人物 至于紫云生 彻底傻眼了 散会之后 紫云生看着悠然离去的萧义 内心十分不甘心 为什么这种家伙 居然能够成为辅主 云公这是在偏心吧 不服吗 身策 那名道军缓缓开口 紫云生点点头 咬牙切齿地开口道 我想不明白 萧义违抗命令 导致战争很有可能再度爆发 为什么萧义非但没事 反而成为了南府辅主 为了这个机会 紫云生放弃了在北府的大好前程 来到了南府就职 在很长的时间里 都有紫云生一个人 来维持神策府南府 如今 眼看着就要成为南府辅主 却被一个不知道从哪里杀出来的家伙 夺走了自己的位置 对于紫云生而言 何尝能够甘心呢 道军摇摇头 开口道 你算漏了明星 萧义为了百姓 斩杀了兴罗兵 这是为民除害 同时 获得了众多百姓的支持 如果我们真心惩罚了萧义 反而会引起百姓的失望 这一点上 其实你远远不如萧义 而且 你的修炼天赋 比起来萧义 差远了 听到道军的话 紫云生轻叹一口气 这一次 他算是输了 木服 见到萧义平安无事 木晴月姐妹都比较开心 哪怕是一向冰冷的木晴月 脸庞上也露出了笑容 这么多天过去了 身上的伤势恢复得怎么样了 萧义关切的开口 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 那就好 萧义松了一口气 在援助中 木晴轻的伤势也顺利的恢复了 如今看来和当时一样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不过 按照时间来看 接下来就是那一起事件了 算算时间 应该刚好来得及 而且 这一次陆修或许也会参与其中 萧义必须要提前一步 否则的话等陆修看破了 时间上就来不及了 果然 萧义刚与木晴月姐妹聊了一会天 管家就急匆匆跑了进来 姑爷 两位小姐 出事了 木家 议事厅 众多下人聚集在议事厅周围 探着脑袋向里面看去 很多人都在疑惑 最近发生什么事情了 向来笑眯眯的木亭叶 此刻皱起眉头 在他面前摆放着众多的灵器 各种类型都有 在帝都 木家主要的收入来源 就是灵器 木家的灵器格 单纯在帝都就有三座 每天助就的灵器 少数也有好几千道 但是依旧难以满足需求 不过 这一次似乎出现了危机 听说好家派人 将我们的灵器大师全部挖走了 还带走了木家的炼器秘籍 这一次 恐怕会造成很大的打击 一是听之外 传来众多的议论声 行走在其中的萧义 听得一清二楚 对于这件事情 萧义十分清楚 整个事情经过 帝都四大家族 其中木家以灵器为主 占据了整个帝都 百分之八十的份额 剩余的百分之二十 则是由好家掌控 但是 好家的灵器水平 远远不如木家 木家正是依靠灵器起家 闻名于整个帝都 最近几年 好家请来了一位灵器大师 炼制出众多新型灵器 不过市场份额 依旧由木家占据 所以 在这种情况下 向来嚣张的好家 直接挖走了数名 木家培养出来的灵器大师 要知道 这可都是自己老丈人 亲手培养出来的 如同师徒一般的关系 竟然会背叛木家 而如今 再度有事情发生了 地面上散落的灵器 十分粗糙 萧毅随手捡起来一道长刀 取指一弹 顿时发出清脆的声音 长刀之上出现断裂的缺口 很显然 这一把长刀质量不过关 放下长刀 萧毅与木亭叶对视一眼 开口问道 苍执是 这种残刺品一共卖多少 萧毅目光一瞥 看向主管灵器销售的一名执士 大约五百件左右 市面上留存的不是很多 苍执是额头上有冷汗冒出 一五一十的说出了实话 萧毅微微点头 内心已经有了答案 这些灵器发出的声音中 带有不规则的韵律声 虽然是非常好的材质 但是完全没有发挥 它的真正效果 炼制的手法 有些太过生疏 在原著中 郝家为了让木家的灵器格 一落千丈 布了一场惊天大局 不仅成功挖走了 众多木家灵器师 甚至还出现了 后续的一件恶劣事情 幸亏主角陆修 碰巧前来灵器格 才会解决这一次事情 同时 则是借助这一次机会 陆修在木晴月星中的好感 再度升高 有一说一 好天雷 还真是好算计 不过 这一次 萧毅就要将他的计划 完全破坏 甚至还要报上次的仇 在与老丈人交谈一番后 萧毅转身离开 清晨时分 萧毅悠然地迈着小步伐 向着帝都 正中心走去 如今 他也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 路上碰到不少 向他打招呼的民众 木家有三座灵器格 分布在帝都的三大区域 每天都生产出大量的灵器 如今萧毅正要前往其中一座 路程 大约需要半个时辰左右 同时 萧毅接到了系统的任务 第一 系统任务已发布 破除好家阴谋 拯救木家灵器格 任务成功奖励 九仓黑雷数 三十点积分 哦 这一次系统的奖励 倒是不少 不过 无论有没有奖励 看在老丈人的面子上 萧毅都会去拯救木家 毕竟是自己老丈人家 在路过一座小巷时 萧毅耳朵微微一动 嘴角扬起一抹冷笑 还真有一些不知死活的人 跟在我后面 我倒是想要看看 究竟是谁这么不长眼 刻意地避开了大路 拐过一条街道 进入一座没有什么人的小巷 两侧都是高大的墙壁 萧毅停住身形 伸了一个懒腰 大早上的各位就追上来 不累吗 嗖 刹那间 三道人影闪烁而过 落在无人小巷的出入口 将道路完全地堵死 这三人手持利刃 黑衣蒙面 周身散发着恐怖的气息 赫然 三位四象进出七强者 哟 你们新罗王朝 能够花这么大代价的吗 萧毅淡然一笑 新罗使者团中 每一位四象进强者 都是帝都的重点关注对象 尤其是最近发生了 这么多的事情之后 必然会重点监控 但是 依旧出现了三名新罗杀手 说明 这三名新罗杀手 当时花费了巨大的代价 隐藏修为 才能够进入其中 对于新罗使者团而言 这也是迫不得已之下 才会使用的方法 毕竟新罗兵被萧毅斩杀 在这种情况下 想要平息那一位新罗帝君的怒火 那就必须除掉萧毅 用萧毅的向上人头 来换新罗使者团活命 萧毅 你斩杀我新罗皇子 今日就是你的死期 阴冷的声音 从一名杀手口中传出 三人一步步逼近 逐渐形成一个包围圈 防止萧毅逃离 哎 萧毅无奈地摊开手 回应道 你知道吗 我们云工宽宏大量 没有对你们进行调查 没想到 你们居然还不死心 你们这是在自掘坟墓 而且 就凭你们三名四象径出七 还想要杀我 简直就是痴心妄想 别跟他废话多了 他是在拖延时间 赶紧杀了他 为首的杀手冰冷开口 显然没有 少做这种杀人够当 经验十分娴熟 反派死于话多 这个道理 显然他们非常清楚 嗡 历任凌空落下 他们的历任之上 附着能量的各种形态 隐约有着天地之力在涌动 这就是四象径的恐怖之处 众多的天地之力涌来 形成一股恐怖的漩涡 刀气不断的肆虐 很显然想要围困萧毅 将萧毅当场格杀 看来云工的消息封锁地很不错 你们居然都没有察觉到一个问题 我如今 狂暴的雷霆闪烁而过 在萧毅手中肆虐着 宛如一只雷霆之龙一般 向着天地展露争容 同样掌控了天地之力 雷霆 龙鸣 轰隆 狂暴的雷霆闪烁而过 充斥着恐怖的毁灭力量 在宛如雷神一般的消逸控制下 精准地击中这些星罗杀手 那一刻 龙鸣冲天起 解决完了吗 青木的身影闪烁而过 从小巷口位置浮现 脸庞上带着一抹玩味的笑容 缓缓进入小巷 空间波动涌现 一杆长枪浮现 青木打了个哈欠 轻轻用长枪挑了一下地面上的几具重伤的四项镜杀手 辨别了他们的面容 与手中的玉剪互相对应 不错不错 正好是星罗暗宫殿的三个通缉犯 老规矩 三七分 你三我七 萧毅翻了个白眼 行 青木玩耳一笑 这两个家伙一拍即合 借着如今星罗王朝对于萧毅的仇恨 来不断地钓鱼 获得这些暗宫殿杀手的赏金 要是让这些杀手知道 自己只是他们钓鱼计划的一部分 转身离开 青木看着萧毅的背影 朗声开口道 牧家的事情 我已经听说了 需要动用神策府的力量帮帮忙吗 以萧毅如今的地位 调动神策府的力量 简直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就算被云公发现 估计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而且 只要神策府出动 这次牧家的危机恐怕会迎刃而解 不需要 我自己能解决 片刻后 萧毅面前浮现出牧家灵气阁这几个大字 整个灵气阁销售面积很大 往常这个时候客人应该很多 但是今天有点奇怪 客人非常少 整个大厅都有些冷清 孤眼 一名下人迈不上钱 恭敬地开口 萧毅轻轻摆摆手 看着其中的掌柜与下人陆陆续续起身 如今没有生意 他们都在休息 见到萧毅前来 立刻起身 唯恐受到责罚 我随便转转 你们随意就好 萧毅淡然开口 进入后方的炼气室 这座灵气阁从规模上来说 已经非常不错了 而且 其中有着各式各样的灵气 灵气阁之外来了一群不速之客 来势汹汹的模样 只要你们能够主事的人给我叫出来 你们穆家 居然敢卖给我们劣质的灵气 害得我们好多兄弟 都死在了帝都山脉中 今天你们 要是不给我们一个说法 我们就砸了这个灵气阁 来者一共有十多位 面色猙獰 周身散发着鱼龙镜的气息 应该是帝都的某些拥兵团 这些拥兵团 常年出生入死猎杀凶兽 灵气消耗十分大 穆家足足四成的灵气 就是卖给这批人 我就是这里的掌柜 有什么可以帮助你们的 你们说就可以 掌柜起身 陪着笑脸开口 就你 为首的黑虎森然一笑 猛然间伸出一巴掌 丝毫不客气的一掌将他击飞 吐出一口鲜血 这群人十分霸道 仅仅只是刚刚开始就改伤人 这名掌柜半边脸肿了起来 缓缓地从地面上爬出来 脸庞上充满了屈辱 穆家灵气阁向来受人尊敬 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委屈 你们有些欺人太甚了 居然敢在我们灵气阁闹事 众多下人纷纷冲出来 与这些人虎视眈眈 居然敢反驳你们黑虎爷爷 大家都给我上 看他们怎么办 黑虎宁笑一声 顿时 众多雇佣兵上前 各自用出杀招 整座灵气阁乱作一团 不少灵气都掉落下来 散落在地面上 周围 不少路边的行人都围了过来 直接在四周指指点点 黑虎这是干什么 居然公然之下 对穆家灵气阁出手 这是不想活了吗 这穆家最近还真是倒霉 不仅生意一落千丈 听说灵气阁的不少灵气大师 全都被挖走了 不过 不少人都是保持疑惑 毕竟 黑虎虽然是鱼龙境强者 但是在穆家面前 简直就如同一只蝼蚁一般 穆家 可是拥有着众多四象境修炼者 以及数位太乙无量境强者 这件事情 绝对不简单 黑虎用兵团迅速地砸了灵气阁 不少下人实力都比较弱 此刻受了重伤 奄奄一息 哟 你们木架 这些破烂还在这里 黑虎目光闪烁 盯着墙上悬挂着的一些珍贵灵气 手中隐约有着空间波动 浮现出 既然都是些破烂 还不如让给我 欧巴摩睡网 不要动 掌柜不断吐出鲜血 妄图阻止黑虎 拿走那些珍贵的灵气 这些灵气可都是价值不菲 黑虎一脚落下 将掌柜揣得远远的 淡然开口道 你们灵气阁都破烂灵气 害死我的兄弟们 凭什么让我别动 紧接着 黑虎手中浮现出一道长刀 抵住掌柜的脖子 看来 今天可以杀个人 安慰一下我兄弟们的在天之灵望 如果此刻萧毅在这里 恐怕早已经清楚 黑虎拥兵团 只不过是好家过来的棋子 目的就是为了损坏木家的名声 同时毁坏木家的灵气阁 原著中 当时不是主角陆修赶到的话 恐怕后果不堪设想 不过 如今萧毅改变了剧情 陆修就不会与木晴月 一同出来购买灵气 所以 更不会参与到这次事件中 黑虎的长刀缓缓落下 眼看着 就要将掌柜当场斩杀 令木家颜面打失 哇 就在这一刻 一道恐怖的嗡鸣声 突然响彻天地 伴随着毁灭雷霆之力 骤然划破空间 出现在这一片区域中 向着黑虎的方向暴射而出 这是什么 黑虎心神阵战 感觉整个人的身躯都被震慑住 在那一道雷霆之下 失去了行动力 轰隆隆 雷霆击中黑虎 爆发出恐怖的雷电之力 哪怕以黑虎的体质 此刻依旧惨叫一声 整个人倒飞而去 碰 黑虎落地爆发出巨大的声响 周围随之扬起漫天的烟尘 将整座灵气阁遮盖住 是谁 谁在偷袭我 黑虎咬牙切齿地开口 在烟尘之中 负有节奏感的脚步声 缓缓响起 闪烁着雷霆的光球闪烁不定 一道身影缓缓浮现 周身的雷霆 令他宛如雷电君主一般 黑虎 你好大的胆子 居然敢在我木家灵气阁上人 来者 萧毅 你 黑虎咽了一口唾沫 在看清萧毅的脸庞之后 内心突然间一紧 面对这位最近赫赫有名的人物 可不敢贸然出手 单纯刚才那一道雷霆 如果萧毅想要动手的话 恐怕早已经将黑虎彻底斩杀 要不是为了真相 萧毅就直接动手了 毕竟 这家伙可是毁了灵气阁 差点斩杀了掌柜 最终 黑虎选择用准备好的说辞 你们木家灵气阁 卖给我们的灵气 有非常严重的质量问题 害得我们不少兄弟 死在了山脉之中 你说说 这鱼杖应该怎么算吧 堂堂神策府南府府主 萧大人 应该不会不认账吧 嗡 话音未落 黑虎从怀中取出一把断裂的长刀 丢在了萧毅的面前 让他自己查看 好 萧毅淡然一笑 接过那一把断裂的长刀 咦 上钩了 这些天 木家灵气阁出现问题的事情 整个帝都不少人都知道了 只不过 木家一直按照原价赔偿 所以一直没有人闹事 但是 如果真的按照黑虎所说 那么事情就真的麻烦了 毕竟 木家灵气阁的灵气出了问题 那么势必会对口碑造成影响 你确定这把长刀 是从我们这里买的吗 萧毅淡然一笑 开口反问道 顿时 不少人的目光都聚集在萧毅的身上 他的话充满了不容置疑的语气 当然 黑虎重重点头 一副自信心满满的样子 你怕不是瞎了 上面可是刻着你们木家的印记 木家的每一件灵气 都会刻画着独特的印记 非常明显的 能够看到这一把长刀之上 也刻画着相应的印记 所以说 这一把长刀 从表面上来看 确实是从木家灵气阁中购买 而且 这种印记 一般只有木家的炼气大师 才能够刻画 一般人都无法模仿 在第一眼看到这一把长刀的时候 就连多年在木家贩卖灵气的掌柜 都相信了 只有萧毅清楚 这一把长刀是假的 来来来 大家都看好了 这一把长刀之上 确实是刻画着木家的印记 大家给我做个公证 萧毅举起长刀 在群众面前晃了晃 不少人 包括黑虎在内 都面露疑惑之色 这位萧大人 怕不是傻了吧 正常人唯恐这些印记不被看到 怎么萧毅反而让别人清楚地看到印记呢 黑虎十分清楚 这些印记绝对没有错 毕竟 印记就是由那些木家的炼气师亲手助就的 掌柜 你在我们家也待了得有十多年了 对于炼气一到 应该不会陌生 你告诉我 木家炼气的主要材料是什么 萧毅将目光落在掌柜身上 想要请这位掌柜 来讲解一下木家的炼气材料 掌柜迟疑了一下 简要地说明了一下主要材料 木家的炼气材料 由玄黑重铁为主要材料 经过多层工序制造最终的灵气 虽然说没有说具体的细节 但是这些信息已经足够了 我相信大家对于这个回答都没有疑问吧 萧毅面向众人开口询问道 木家的炼气材料 经过这么多年的研究 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 主要还是那些炼气手法比较珍贵 顿时众人纷纷点头 萧毅 有话你就赶紧说 我还有事情 不要耽误爷的赔偿 黑虎开口催促起来 眼神中闪过一抹慌乱 这一抹慌乱 或许能够瞒过其他人 但是却瞒不过萧毅 他将每一个细节都尽收眼底 全场的焦点都聚集在萧毅一个人身上 等待着他开口继续往下说 黑虎 萧毅淡淡开口 手掌停留在斩空刃之上 刹那间一股惊人的杀气升腾而起 将整座区域包围在其中 中心位置赫然是黑虎 到底是谁派你来我木家 用一把假的灵气 故意来闹事的 你 黑虎压制住内心的慌乱 开口反驳道 明明是你们木家卖出的灵气 上面可还有你们的印记 大家可都给我平平脸 将我的兄弟们害死 如今还倒打一耙说 我卖道士 这是在煽动群众的力量 向萧毅施压 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那么今天我就让你看看我的手段 萧毅冷哼一声 对那名掌柜开口道 掌柜 推一座炼气炉出来 遵命 很快 一座炼气炉推出来 在填上火石之后 整个大厅的温度顿时上升了不少 萧毅屈指一弹 刹那间天地黑雷眼闪烁而过 尽数涌入 这座炼气炉中 恐怖的火焰在其中肆虐着 断裂的长刀投入其中 这一刻 黑虎受到了一丝不妙的感觉 要出事 今天你们沐家还真是让我大开眼见 就是不想赔偿 所以说才搞出这么多的事情 就当我自认倒霉了 以后再也不买你们家的灵气了 黑虎冷哼一声 带着自己的手下 朝着外面走去 停止了原本戳出逼人的纠缠 令不少人都闪过一抹诧异之色 嗡 斩空刃破空而出 落在黑虎的面前 恐怖的剑气暴射而出 拦截在前方 仅仅只有一步之遥 萧毅冰冷的声音传来 带着一丝不容质疑 我很清楚地告诉你们 今天没有我的允许 敢于踏出半步 那就是死 这一股威严 如同上位者的气息一般 令在场的不少人都心中一震 你们既然都来了 能不把事情搞清楚 就想离开 你未免太不把我与沐家放在眼里了 而且 你还真以为我们好糊弄吗 萧毅用一把铁钳 将溶解的断刀拿出 竟然不是黑色的铁钳 而是一抹淡青色 这是怎么回事啊 掌柜顿时一惊 在场他对于沐家的灵气最为熟悉 铁钳向来都是黑色 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颜色 紧接着 萧毅将一把大厅中 款式一样的长刀溶解 浮现出黑色铁钳 这一幕 顿时震惊了无数人 此刻只要不是傻子都能够清楚 这一把长刀 显然不是沐家锻造 铁钳是非常好的证明 但是 其中的印记 又是怎么一回事 玄机 不少人心中浮现出 沐家炼器大师被挖走的事情 这些大师傅都掌握着核心机密 想要刻画这些印记 实际上难度并不大 黑虎 你居然敢拿一把甲的锻刀 来污蔑我们沐家的灵气格 掌柜强行忍着剧痛 缓缓站起身来 此刻内心充满了愤怒 居然差点被这黑虎给蒙混过去 如果不是自家孤业的出现 今天的事情绝对会对沐家不利 一个弄不好 就会颜面扫地 毕竟 没有谁能够想到 刻画着自己家独特印记的灵气 竟然不是沐家炼制的 黑虎眼神闪烁 强行找着借口 在事情败露之后 自己的语气变得小心翼翼 可能是我搞错了吧 看到上面的印记 就以为是从沐家购买的 毕竟上面的印记可没有错 他想要印记来蒙混过关 毕竟凭借着印记来沐家 倒也是合情合理 而且 黑虎主动承认错误 总不能真把自己杀了吧 归根结底 还是沐家自己将印记泄露出去 才被别人以这种方式攻击 听到这一番话 掌柜也是有些为难 虽然事情已经水落石出了 但是黑虎拿过来的这把断刀 确实刻画着印记 很明显是有人想要故意栽赃 顿时众人的目光 再一次聚集在萧毅的身上 想要听一听 这位年轻人到底该怎么说 然而 萧毅直接冰冷开口 不顾黑虎的解释 我给你们十秒钟 是你们自己说出来幕后主使 还是我逼你们说出来 他的眼神中充满了冰冷之色 手中有着雷霆光芒浮现 直逼黑虎吓得他倒退了好几步 很显然 萧毅动了杀心 黑虎咽了一口唾沫 眼睛滴溜转了一下 找到了一个借口 萧大人 我都和您说过了 没有人支持我们 而且 我刚才说的也很清楚 我并不清楚 这一把断刀并非是你们家炼制的 其实我也是受害者 我的好几名兄弟都死在山脉之中 这是 在打感情牌 不论如何 黑虎只不过是打伤了一些下人 虽然拆了灵气阁 但是罪不至死 最多罚一些钱财 萧毅摇摇头 轻轻伸出手指 不断进行着技术 嗡 当最后一根手指落下的瞬间 天地之间传来恐怖的嗡嗡声 只见有着凶猛的雷霆 轰然向着地面落下 萧毅凌空一握 刹那间 雷霆之力闪烁 宛如一尊雷霆君主 还真是嘴硬 既然如此 那就懒得和你废话了 刹那间 恐怖的杀意席卷而来 话音未落 萧毅已经一步步逼近黑虎这些拥兵团的人 迅速向着外围走去 想要寻找机会逃走 虽然听过这位萧大人不少的传说 但是毕竟是同境界的存在 只要能够逃走 就能够避开 到时候 说不定还能够活下来 走 飞虎抓住一个机会 一声令下 带着自己的手下 向着门外飞速的突围 今天我要是让你们逃走了一个人 我跟你姓 萧毅森然一笑 雷霆闪烁 手中雷光乍现 嗡 一道恐怖的雷霆巨龙 突然浮现在他们的面前 堵在他们的必经之路上 伴随着一声恐怖的龙吼 蕴含着非常强悍的灵魂冲击 释放雷霆之威 一时之间 加黑虎等人全部震飞 落在灵气阁大厅之中 萧毅迈步而来 展空刃落在黑虎的脖子上 微微划出了一道血痕 我记得刚才的时候 你就是对我们家掌柜 做出了这种事情吗 森然的话语 落在黑虎的心头 令他心神一震 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要么说 要么死 面对萧毅的恐吓 哪怕是黑虎这种 常年游走在生死边缘的人 依旧内心恐慌不已 不过 想想好天雷的命令 黑虎咬牙坚持了下来 我跟你说了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恭喜你 成功惹怒我了 萧毅冷哼一声 展空刃一闪而过 雷鸣声乍现 刹那间有着血液飞溅 落在地面上 啊 黑虎面目猙獰 整个人发出杀猪一般的 凄厉惨叫声 只见他的左腿 在展空刃之下 整整齐齐的切断 鲜血不断流出 这些人都是佣兵 平时都是玩命之徒 普通的询问起不到 任何的效果 最好的办法就是 比他们还要很伤很多倍 来击溃他们的信心 此刻 萧毅就是在这样做 最终 黑虎说了出来 都是 好天雷让我们来的 他让我们拿着这把断刀 打压你们穆家的灵气阁 让你们的生意 无法正常维持下去 事成之后 他将给我们一大笔钱财 在展空刃的逼迫之下 黑虎不由自主地说出这番话 令全场所有人一阵哗然 很显然 这个回答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见到事情不妙 剩余的那些雇佣兵 顿时脸色煞白 握紧手中的力气冲向人群 不断地制造混乱 想要趁乱逃走 顿时 整个灵气阁区域乱作一团 其中不少人都是无辜之人 嗡 萧一头也不回 向着后方伸出手掌 顿时有着雷鸣声响起 一道道狂暴的雷霆闪烁而过 击中那些雇佣兵 伴随着惨叫声 短短几秒的时间 除了黑虎之外 所有的雇佣兵 全都化作了尸体 倒在了地上 自始至终 萧一都维持着神秘冷静的姿态 所有人 不论之前是否认同萧一 此刻看向他的眼神都变了 如果今天没有他在 或许事情会是另外一个结局 很有可能 穆家会赔偿一大笔钱财 甚至颜面扫地 灵气阁也会毁于一旦 萧大人 我错了 我刚才不该说谎 饶我一命 黑虎跪倒在地 竭力的求饶 与先前嚣张的模样 判若两人 扑 萧一刀落下 顿时鲜血喷涌而出 黑虎的头颅被斩落 丝毫没有心思手软 掌柜 通知岳父大人 剩下的事情 你知道该怎么做 萧一淡然开口 既然事情已经解决了 那么这位掌柜和自己岳父 应该就知道 接下来该怎么做了 剩下的 就不需要他操心了 该回去忙一些别的事情了 不愧是帝都断头小王子 爱了爱了 离开灵气阁之前 萧一隐约听到不少人的议论声 差点半倒在地 风平 持续被害中 时间回转 萧一进入灵气隔练气室的时候 一名年轻人 正在竭力地锻造着灵气 不过面前的黑烟 预示着他此刻已然失败 唉 我的练气水平终究不行 那不如我来教教你 萧一的身影浮现在一侧 脸庞上带着玩味的笑容 看向这名年轻人 这名年轻人 萧一倒是有些印象 见习练气师 袁青 你有没有想法 成为一名炼气大师 如今 沐家遭受好家暗算 一旦失去灵气阁 那么地位将会一落千丈 到时候 想必会沦落为二流家族 很快就会遭到 其他三大家族的吞并 沐家对他不错 同时他又是女婿 根本不能袖手旁观 但是如果用普通方式 来培养炼气师 时间太慢了 等到缓过来 恐怕早就已经被吞并了 毕竟 灵气阁市场一旦被抢走 想要再拿回来 可就难了 所以 在短时间之内 培养一名可信的超级炼气师 就能够一点破面 解决问题所在 姑爷 您是在开玩笑吧 我自然想成为炼气大师 但是 原青低下头 眼神中的暗淡光泽 显出了他的自卑 如今生意不好 大多数炼气师都已经放弃了 但是原青却还在努力 单纯从这一点上来看 就值得萧毅培养 萧毅拍了拍原青的肩膀 笑眯眯开口道 没事 我来教你就是了 刚刚从狗系统手中 花费了三十点积分 换来了一本炼气图鉴 可不能浪费 紧接着 一场炼气教学开始 三天后 穆家 意识厅 原青怀中捧着众多的灵气 脸庞上带着兴奋之色 兴冲冲地进入意识厅 不顾侍卫的御阻拦 此刻 穆廷夜头发白了不少 这几天为灵气阁的生意操劳了不少 但是生意依旧一日不如一日 如果再不做出改变 恐怕不需要好家打压 灵气阁就会自行解散 见到家主这种模样 原青有些心疼 家主 这是我最新炼制的灵气 还请您过目 这一次 原青足足带来了十种灵气 全部都用黑布包裹着 防止被泄露消息 所以 此刻所有人都不知道他拿的是什么 辛苦了 先放在这里吧 穆廷夜看了一眼原青的学徒标识 轻轻摇摇头 白白手让他放下 仅仅只是一名学徒炼制的灵气 还没有让他过目的资格 这段时间 不少炼气师都已经放弃了 只有原青 还在不断地钻研炼气术 伙食不断地消耗 几乎是到了不眠不休的地步 导致 如今的原青 被不少人嘲笑自不量力 毕竟一位小小的学徒 哪怕钻研的再认真 又能够改变什么局面呢 家主 还麻烦您过目一下吧 原青明白穆廷夜的意思 咬牙开口道 这三天 原青尊从萧义的命令 不断地钻研教授给自己的炼气术 近乎达到了不眠不休的地步 期间萧义来看过他几次 期间甚至给予他一团黑色的火焰 似乎是某种一火的紫火 这让原青 根本不想停止休息 穆廷夜轻叹一口气 最终缓缓起身 打开一道黑布 从中抽出一把银色长枪 刹那间 一抹寒芒爆发而出 令整座空间都随之振战 这 穆廷夜眼神震动 以他的修为 自然能够清楚地感觉到 这一把长枪的珍惜之处 在颤抖的手掌中 穆廷夜小心翼翼地向着其中 注入一丝太义无量镜的能量 刹那间 长枪宛露有了灵性一般 而且能够非常清晰地看到 在灵气之中 形成了一道自然而然的金色纹路 灵气与丹药一样 分为铜纹 银纹 金纹三种纹路 其中 金纹代表着灵气锻造到了极致水平 居然能够承受 太义无量镜的气息 这是四品灵气 而且居然有金纹 穆廷夜神情激动 紧接着将那些黑布全部打开 刹那间 四品灵气的波动闪烁而过 这是 足足九道 四品金纹灵气 就算是穆家灵气阁 也不可能如此轻易地 铸就四品金纹灵气 难度太高了 这是我三天时间炼制的 原青有些憨厚的开口 这三天 他一直在炼气室中 没日没夜地锻造这些四品灵气 穆廷夜彻底震惊了 抓住原青的肩膀 宛如再看一道珍宝一般 什么 居然全部都是你锻造的 这次 穆廷夜满脸惊讶 这位老家伙 凭借着炼气术 在帝都立足 创立了赫赫有名的穆家 但是如今原青的炼气术 哪怕是他都要甘拜下风 没错 这全都是你自己 钻研出来的结果吗 你现在的炼气水平 达到什么地步了 穆廷夜十分激动地开口 急切地发问 一股脑地全部问出 原青有些紧张 作为一名炼气师学徒 这是第一次 与家主距离如此近 这是有人传授给我的炼气术 如今的话 四品之下的灵气 达到经文都不成问题 四品经文灵气 大概三天十道左右 快说 这是谁教给你的炼气术 穆廷夜再度激动起来 必须要找到这个人 这可是穆家的救命恩人 他不让我告诉别人 只告诉 让我帮助穆家 渡过这一次难关 那他在帝都吗 实际上 他就在穆家 不过不能说出来 原青苦笑一声 告辞之后 转身离开 在原青离开之后 穆廷夜迅速地派人跟踪 最终得到了一个结果 在离开议事厅之后 原青拜访了姑爷 送了一把装饰用的灵器 态度十分恭敬 哦 穆廷夜摸了摸胡须 眼神中闪过了一丝明雾之色 以他的精明程度 自然猜到了一些事情 看来 是肖义这个家伙 帮了穆家一把了 倒是欠了自己 这位姑爷一个人情 传令下去 将这些四品经文灵器 再加上一个异字之后 使用最新设计的纹路 全部投放市场 欧巴魔睡网 这是穆廷夜的新赵不宣 刻一个异字 即代表着已经明白 肖义在暗中的帮助了 同时 所有炼气师配合原青 全力炼制灵器 实际上 原青 出身贫寒 自身仅仅只是 一名剑习练气师 父亲只不过是 穆家侍卫队的一名普通侍卫 但是这一次 注定会改变 穆廷夜直接吩咐穆虎 将原青的父亲 提升到副队长的位置 同时安排一些穆家的亲信 在签订契约的情况下 跟随原青学习练气术 穆家 竭力地再为原青提供优良待遇 防止被原青挖走 不过 并没有太过于优待 毕竟穆廷夜心中清楚 传授了三分之二 同时种下了灵魂印记 仅仅需要一个念头 就能够灭掉原青 一道道命令下去 以穆廷夜的经验 迅速进行着安排 萧义都已经帮到这里了 要是穆廷夜还无法翻盘 那就太废物了 短短一天时间过去 穆家的四品经文灵气消息 传遍整个帝都 订单 如同雪花一般 各大势力 神策府 众多家族与机构 纷纷开始预定 三座灵气阁顿时人满为患 没有人会怀疑 这家老字号灵气阁 是否欺骗顾客 只要穆廷夜敢说 那就说明是真的 就连四周的一些城池 都纷纷收到消息 前来预定这些四品经文灵气 灵气阁大厅之中 悬挂着十道四品经文灵气 惹来不少修炼者观看 都流下来了口水 所有的炼气室全部开动 原青拿出浑身解数 布置日夜的炼制 众多的灵气 从一品到四品 全部都是经文 不断从穆家灵气阁 涌入市场 如果不是原青修为不够 再加上萧义仅仅教授了 一品到四品 否则的话 原青甚至能够炼制出 五品灵气 但是穆家的灵气 依旧有响彻帝都 蔓延整个天眼帝国的趋势 此刻 好家 好天雷面色阴沉 脸庞上写满了冰冷之色 忍不住将一件古董 摔在地面上 发出碎裂的声音 该死 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傅家主 我们应该怎么办 外面不少来退单的 甚至连定金都不要 只想要撕毁我们的合约 整个好家 除了闭关的好家家主之外 此刻全都乱作一团 花费了这么多资源 挖来那些炼气大师 打造出来众多灵气阁 全部都要关门 这就像是一击狠狠的闷雷 落在好天雷的身上 整个人都晕晕乎乎的 正是因为萧义料到这种局面 所以才限制原青在三天之内 将那些灵气投入市场 不给好天雷 任何喘息的机会 夜晚时分 萧义盘坐在院子中 吸收着天地间的能量 到宿主完成任务 奖励九仓黑雷数 三十点积分 虽然距离积分由负转正 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但是已经有希望了 但是想想 先前花费的三十点积分 萧义就有些欲哭无泪 幸亏原青的灵气效果 还算不错 而且 如今自己的雷法 进一步加强了 九仓黑雷数 圣集零数 分为上下两卷 以萧义如今的修为 也仅仅能够释放出 九仓黑雷数上卷 至于下卷还遥遥无期 不过有朝一日 能够释放出下卷 甚至完整版九仓黑雷数 那时候绝对能够震慑天地 嗡 萧义化全委长 目光对准前方 轻轻推出 空气中不断有着雷元素在聚集 化作精纯的雷数性能量 在他的手中凝聚 刹那间 一道恐怖的雷霆闪烁而过 竟然是黑色 九仓黑雷数 苍生灭 仅仅只是一瞬间 天地之间有着异象闪过 一座恐怖的黑色雷霆 牢笼落下 宛如天乏一般 恐怖的嗡鸣声在周围响彻 好恐怖的威力 萧义感觉体内的能量不断地消耗 但是这种消耗非常值得 单纯是他的威力 恐怕就能够寝刻间 灭杀一名四象镜强者 凭借着这一道九仓黑雷数 哪怕是四象镜巅峰强者 萧义也能够有一战之力 等到能够释放出九仓黑雷数下卷 岂不是 能够直接震杀 太义无量镜 圣镜之下 直接无敌 我卡卡 好期待 日后一道黑色雷霆闪烁而过 萧义弹指飞灰间 小小胎以无量镜强者 直接制裁毁灭 瘦 萧义轻轻吐出一个字 顷刻间九仓黑雷数收回 进入体内化作一道雷霆标志 这是九仓黑雷数的第二重效果 耗费能量凝聚而成之后 能够在体内储存一段时间 但是 目前萧义只能凝聚一道 不能太多了 毕竟 萧义如今还仅仅只是鱼龙镜中期 碰 这时 一阵轻柔的敲门声响起传来慕婷叶的声音 萧义 在吗 在的 萧义打开幕门 疑惑不解地看向自己老丈人 这么晚了来 自己这里干什么 一道令牌递过来 落在萧义的手中 慕婷叶摸着胡须 笑眯眯地开口道 有没有兴趣帮我一个忙 第一 检测到任务 任务 破解独孤家战馗阵 诸赌核心中枢 奖励 魔化铠甲 五十点积分 好家伙 狗系统似乎有些迫不及待啊 瞧瞧 比萧义老丈人还积极 都还没说出来 任务就发布了 您老人家请说 萧义伸了一个懒腰 边打哈欠边开口道 独孤家的战馗阵 最近遇到一点问题 向整个帝都发布请求 正好借助这个机会 加深一下我们之间的关系 慕婷叶眸光闪烁 老狐狸一般开口说道 如今 好家虎视眈眈 同时欧阳家 同样有倾向于好家的意向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牧家能获得独孤家的支持 绝对是一个不错的事情 而且独孤家的背后 还站着独孤傲这一位幼将军 年轻一代第一人 当然可以 不过这个好处嘛 萧义笑眯眯开口 心照不宣地与老丈人达成了交易 在援助中 正是陆修接受了牧廷叶的邀请 前往独孤家破阵 最后修复战馗阵的中枢 解决了独孤家的问题 同时与牧廷叶加深了关系 但是这一次 轮到萧义出场了 一日清晨 独孤家 战馈阁 作为整个天岩帝国出名的战争家族 独孤家向来是帝君的亲信 从开国时期 就一直跟随着历代帝君南征北战 不过 独孤家最为出名的 应该是战馈一道 每当战争来临的时候 就会有众多的战馈 从独孤家不断地运输出来 前往战场 为天岩帝国征战 同时 在平时的时候 也会有众多的战馈阵 来供应修炼者 前来磨练自身 人流众多 许多修炼者就喜欢在战馈阁磨练 不仅花样多 而且战斗足够真实 在众人之中 萧毅戴着白色面具 腰间悬挂着斩空刃 缓缓进入这座战馈阁中 如今 萧毅名气很大 选择戴面具的方式 正好可以隐藏自身的身份 一群人匆忙离开 其中夹杂着一道熟悉的身影 正是白精英 此刻 战馈阁堵满了人 众人议润纷纷 听说战馈阁的中枢出了问题 或许是卡住了 导致众多战馈阵无法开启 已经两天了 真不知道啥时候能够修好 最近这段时间 战馈阁的战馈阵出现了问题 众多战馈阵都停止运转 所以无法提供服务了 白精英熟悉萧毅的身形 缓缓来到一侧 轻声开口道 萧大人 你怎么来了 如今 白精英对萧毅可是佩服至极 上次闹出那么大的事情 居然还能够升任南府府主 萧毅记得 这个白精英在履历上 记载着独孤家的身份 似乎是独孤家的外围成员 你们战馈阁最近出什么问题了 萧毅直接开口发问 实际上 他对白精英的感官挺不错 上次发生那种事情 他却依旧跟随在自己身边 帮了自己很大忙 大人 我们来这边说 附近人太多了 白精英带着萧毅 来到一处偏僻的地方 此处只有独孤家的人能够进入 你是来这里 借助战馈修炼的吗 萧毅摇摇头 将一枚令牌拿出 开口道 奉我老丈人的命令 来你们独孤家 解决一下问题 不过 我暂时不想露出身份 原来如此 白精英恍然大悟 紧接着带着萧毅 进入独孤家议事厅 此刻 大厅中已经来了不少人 其中有一道熟悉的身影 援助主角 陆萧 萧毅淡然一笑 没有摘下面具 静静看着这一幕 白精英 这是谁 刺猬之上 一名白发老者 眉头一皱 淡然开口道 独孤家副家主 独孤云月 我在神策府一个朋友 想要带进来看一看 是否能够解决战魁症的问题 白精英陪着笑脸 开口介绍道 哦 独孤云月扫尸一眼萧毅 冷哼一声 回应道 什么阿毛阿狗也想进来 还真是不把我独孤家放在眼里 在他看来 萧毅仅仅只是一名普通的神策位 根本不值得一提 在守卫之上 独孤家家主 独孤熊轻轻敲了敲扶手 清脆的声音 回想在半空中 陆修公子已经代表好家前来 不必带一个陌生人进来了 不然错上加错就不好了 是 白精英想要开口 但是在萧毅的劝阻下 最终闭嘴了 走吧 独孤熊淡然开口 带着独孤家的众人 与陆修离开大厅 方向似乎是战魁镇中枢的位置 片刻后 大厅中只剩下萧毅与白精英二人 看着众人离去的身影 萧毅淡然一笑 心底那块石头总算放了下来 在原著中 陆修代表着牧家前来 凭借着陆魔剑的指引 才能够指出阵法的中枢所在 如今没了这把神剑的指引 单纯凭借秦老 果然选错了方向 听说你们独孤家 有一座废弃的战魁镇 有空的话 不如带我去一下 怎么样 萧毅淡然一笑 当然可以 说起来 那座战魁镇已经废弃多年 当年由独孤家先祖布置而成 可以根据你的境界 调整阵法等级 后来据说死过人 就废弃了 大人您可别进去 看一看就行了 说话间 二人已经来到一座战魁镇前方 萧毅微微点头 其实他来独孤家的目的 不仅仅只是为了修复战魁阁 还有就是来锻炼一下自身的战斗力 虽然 以萧毅如今的战魁神路 想要布置一座战魁镇 简直就是轻而易举 但是一座能够令萧毅使用的战魁镇 需要花费大量的材料 还有很多的时间 独孤家传承多年 才练制出来一座 萧毅根本等不了那么长时间 推开屏障 萧毅进入这座废弃的房间中 在镇中间有一道空间传送装置 很显然就是那一座废弃的战魁镇 同时 也是独孤家战魁镇 大多数都失效的主要原因 萧大人 你可别进去 白金英想要阻止 但是早已经来不及 萧毅已经踏入镇法之中 大人 这座战魁镇法真的非常诡异 我们还是先出去吧 此刻 白金英有点小害怕 萧毅充耳不闻 端向着眼前的阵眼 这里已经很久 没有人来了 只能由他自己放入灵石 来激活这一座战魁镇 只有破解了这座战魁镇 才能够破解失效的 独孤家战魁镇 解决眼前的麻烦 嗡 当萧毅放入灵石的一瞬间 装置之中有着光芒闪烁而过 整个大厅传来嗡鸣声 周围的画面迅速的切换 二人再度睁开眼睛时 面前是一望无际的原野 轰隆崩 刹那间 整座原野之中传来轰鸣声 在这种恐怖的地洞山摇之中 白精英直接摊坐在地面上 内心惊恐不已 这种剧烈的震动 是不是地震了 这座战魁镇有点意思 跟紧我 别落下 萧毅淡然一笑 身躯化作一道雷霆 向着声音传来的方向 暴射而出 大人 你等等我 白精英欲哭无泪 连忙从地面上爬起来 跟上萧毅的脚步 此刻已经进入战魁镇 只能等待临时耗尽 或者外面有人关闭阵法 希望以萧大人的战斗力 能够活下来吧 好 由远而近传来寿吼声 一道道黑影闪烁而过 很显然 这是凶猛的食肉动物 周围传来一道苍老的声音 带着极致的冷漠 豆狼战魁 一百只 从那些豆狼的气息来看 似乎是于龙镜 哦 萧一嘴脚勾起一抹笑容 以他如今于龙镜中期的修为 正好是非常好的锻炼效果 好强 白精英直接摊坐在地 他只不过是仰灵镜 以他的修为 面对足足一百头豆狼 还不够塞牙缝 不错 这种战魁 在战魁神路中有所记载 已经能够模拟真实的凶兽 只有半步圣镜强者 才能够拥有的手段 难不成独孤家的老祖 是一位半步圣镜强者 萧一微微点头 这种可能性倒是有 毕竟 以天言地尊的修为 身边的跟随者半步圣镜很正常 这一刻 那一百头豆狼中 已经有不少已经来到面前 萧一淡然一笑 将白金鹰护在身后 握紧斩空刃 对准一只腾空而起的豆狼 嗡 斩空刃出窍 刹那间血液飞溅 那一只豆狼轰然落下 难怪这座阵法中会死人 以这座战魁镇的程度 哪怕战魁是假的 但是试炼者在战魁镇的死亡 可是真真正正的死亡 只有这些战魁 能够通过修复 再度恢复生命 说起来 这豆狼足够真实 都有血液留下 这独孤家老祖 还真是个战魁一道人才 说不定 他就是那位试炼墓中的墓主人 伴随着掌空刃落下 再度有着不少豆狼死亡 顿时众多豆狼围在四周 眼神中带着危险的光泽 让人内心发寒 哥 你是我亲哥 我可不想死啊 白金鹰痛哭流涕 面对这种场景 换做任何人都很难做到淡定 在独孤家的战魁阁 大多数战魁镇都难度适中 而且随时可以停止 什么时候面对过这种场景 放心 死不了 萧义微微一笑 解释道 我猜 这座战魁阵 是因为年久失修 出现了很多漏洞 许多进来的人都无法找到出口 所以才会死在里面 恐怕独孤家派过不少人进来 但是这一座 阵法的难度太高了 所以说一直没有破解 时间久了 造成了连锁反应 导致整座战魁阵出现了问题 哥 我可就靠你了 白金鹰紧紧跟在萧义身边 杀 萧义淡然一笑 根本来不及回答 斩空刃已经在半空中留下一道道绚丽的弧线 那些斗狼在被斩杀众多之后 反而爆发出惊人的斗志 不断暴射而出 这种战魁 当之无愧的斗狼 畏战而胜 带着白金鹰前进 基本上每隔一步都会有斗狼的尸体落下 白金鹰简直佩服极了 破 萧义手中的斩空刃不断落下 面对前仆后继的斗狼 一道道尸体落下 全部都被剑气撕裂身躯 所过之处 鲜血落下 在掌握了这种斗狼的技巧之后 战魁的缺点就暴露出来了 这种缺少变化的对手 已经没有太大的挑战性了 斗狼的尸体落下 白金鹰面色苍白 强行忍着呕吐 这些战魁模拟的太像了 鲜血如同真实一般 萧义手掌落下 有着雷电光芒闪烁而过 雷霆 龙鸣 恐怖的雷霆之力落下 宛如龙鸣一般 将众多的斗狼身躯撕裂 连绵不断的剑气 充斥着虚空 不少斗狼全部腾空而起 在雷电的控制之下 全部动弹不得 嗡 雷霆扫过 周围的斗狼 以萧义为中心 全部死亡 化作漫天的血雨落下 这一刻 一百只斗狼 没有一只存活 萧义收起斩空刃 周围的斗狼 全部落在地面上 露出其中的金属构造 不得不说战魁这种东西 确实是奇妙 就在这一刻 一股恐怖的压迫力 闪烁而过 嗡 伴随着怒吼声 一头通体黑金色的 巨大斗狼 凌空落下 顷刻间来到萧义的后方 一找落下 掀起恐怖的风暴 斗狼王 四象竟战魁 白精英尖叫一声 感觉肝胆欲炼 难怪很多人都死在里面 萧义淡然一笑 面对斗狼王的偷袭 轻轻伸出手掌 有着黑色火焰声唐而起 哄 黑色火焰闪烁而过 带着一股毁灭之力 将这一只斗狼王先飞 不过斗狼王提表的黑金防御 居然在黑色火焰下 丝毫没有受到伤害 斗狼王落在地面上 庞大的身躯 散发出恐怖的气息 与萧义摇摇对立 不断做出攻击的姿态 仿佛下一刻 就要冲击而来 哥 咱们快想办法出去吧 这座战魁阵 绝对不简单 白精英内心害怕极了 此刻只想赶紧出去 别着急 没事的 萧义找了一下 话音未落 斗狼王已经暴食而出 哄 手掌一握 斩空刃浮现而出 轰然间斩出 刹那间 空气都出现了燃烧的迹象 落在斗狼王的身躯之上 顿时 斗狼王发出凄厉的惨叫声 落在地面上 四象镜战魁 依旧一击毙命 这就是萧义如今的实力 萧义目光扫射一圈四周 既然这座战魁法阵十分神奇 哪怕绝对不仅仅只有这么简单 最起码 果然 下一刻 有着五道黑色身影 浮现而出 赫然 五道黑色战魁 从他们身上的气息来判断 足足达到了四象镜后七层次 当五道黑色战魁出现的一瞬间 直接布置了一座战阵 锁定萧义的位置 各自手持力气 长刀 利刃 黑金长枪 匕首 长棍 足足五种恐怖的武器落下 爆发出赫赫凶威 这可是足足五道黑色战魁 而且清一色的四象镜后七 组成的阵法更是十分诡异 哪怕是萧义对付起来 依旧有些吃力 在与这五道黑色战魁的战斗中 萧义对于自身的战斗力 有了更深的感悟 不过依旧还缺一些意思 嗡 斩空刃落下 雷霆闪烁而过 在这种恐怖的攻击之下 五道黑色战魁轰然崩碎 最终完全战败 总算解决了 不过又要来了 萧义目光锁定前方 一道黑金战魁扶现而出 手持两把匕首 瞳孔中带着森然的杀意 仿佛想要一击 将萧义彻底杀死 赫然 四向镜巅峰 嗡 斩空刃撕裂空气 宛如有雷霆炸现一般 有着雷鸣声响彻天地 对着那一道黑金战魁落下 萧义 闲下手为强 斩空刃轰然落下 在距离黑金战魁 仅仅很短的距离时 后者的身躯 却如同鬼魅一般 轻轻退后一步 躲开那一道斩空刃的斩机 瞬间 萧义明白了一个问题 这名黑金战魁 绝对是以刺杀为主 这可是一个麻烦 这种四向镜巅峰的战魁 却以刺杀为主 绝对是一件恐怖的事情 黑金战魁脚尖一点 整个身躯宛如残影一般 暴射而出 落在萧义前方 两只漆黑的匕首 如同风轮一般舞动 带出一道道残影 对准萧义的身躯 一阵穿刺 这一道黑金战魁的 攻击速度十分快 比萧义都强了很多 但是想要防御 却没有太过困难 毕竟 以斩空刃的长度 能够抵挡下来这些攻击 斩空刃不断地回旋 叮叮当当的金属声响起 黑金战魁的攻击速度 堪称恐怖到了极点 仅仅只是几次呼吸的时间 就疯狂地挥动了几十次 宛如雷霆一般的攻势 不过 依旧被斩空刃全部防御 萧义眸光闪烁 一边防御着黑金战魁的攻击 一边内心思索 不愧是四项镜巅峰的黑金战魁 实力果然很强 在先前的战斗中 已经大致摸清了 这一具黑金战魁的实力 相比于真正的四项镜巅峰 这具黑金战魁 没有什么区别 有一说一 还真是一个锻炼的好机会 碰 空旷的原野之上 两道身影宛如闪电一般不断地碰撞 撕裂空间的阻碍 仅仅只是瞬息间 就在空间中央碰撞 刹那间 黄暴的气息如同喷涌一般 形成剧烈的风暴 将周围的一切 尽数化作粉尘 在战斗进入白热化阶段 萧毅的这一场战斗 总算发生了变化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交手 萧毅算是彻底摸清了 黑金战魁的战斗方式 这一种宛如狂风暴雨一般的战斗方式 也该被终结了 握紧掌空刃 萧毅冷哼一声 身躯之上 有着雷霆之力爆发而出 将周围的范围完全包裹 大 面对萧毅突然间的撤回 黑金战魁有些措手不及 手中的黑色匕首 非常精妙地点在长剑之上 微微借力竟然跳跃在半空中 看到这一幕 萧毅嘴角勾起一抹淡然笑容 斩空刃猛然插入地面 双手迅速结印 雷霆之力迅速的凝聚 九仓黑雷朔 仓生灭 狂暴雷霆以极快的速度浮现 九道黑色雷霆宛如炸雷一般 近乎在一瞬间 黑金战魁就被禁锢住 恐怖的破坏力 哪怕无法破开黑金战魁的防御 但是最起码能够令他遭受极大的伤害 虽然仅仅只是插那间禁锢 但是对于这种级别的战斗而言 仅仅只是一瞬间胜负一分 萧毅身影如同鬼魅一般 仅仅插那间就浮现在黑金战魁的上方 握紧斩空刃 带着一股强横无匹的力量 狠狠地对着黑金战魁的头部落下 WOW 恐怖的雷霆波动 以二者接触位置为中心 形成汹涌的涟漪 将整座区域完全地笼罩 随着雷霆扩散 有着清脆的咔嚓声响 忽然刺耳地在半空中响起 在白金庸布满着惊恐的眼神中 一道道裂缝突然出现 最终 这一道黑金战魁终于不堪重负 伴随着声音 崩碎成一道道碎片 落在周围的区域 这一道战魁居然败了 这可是四向镜巅峰的水平 白金庸脸色骤然一变 看向萧毅的目光中 带着浓郁的震惊之色 总算解决了 你待在这里不要动 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要乱走 萧毅擦了一下额头上的冷汗 身影迅速消失 直奔某个区域而去 如今该解决这一座战魁阵的问题了 如果不解决的话 到时候战魁阵的力量会越来越强 最终甚至会被耗死在阵法之中 这么多年来 独孤家之所以失败 就是因为这一座战魁阵的独特之处 紧接着 整座战魁阵之中 突然传来滚滚雷鸣声 白精英脸色苍白 看向远处那几道狂暴的雷霆 酒藏黑雷术 藏生灭 在雷电持续了一炷箱左右 终于消失不见 四周的异象也逐渐地消失 最终回到了那一座大厅之中 萧毅缓迈步而出 显然破解了这座战魁阵 哥 你真是我亲哥 你居然真的成功修复战魁阵了 白精英立刻起身 满脸激动之色 萧毅淡然一笑 微微点头 如今 这座战魁阵的问题已经解决 能够正常地容纳他人修炼 没有生死危机了 萧毅在嘱咐白精英保密之后 二人离开大厅 刚刚踏入大门 外面聚集了不少人 如同看怪物一般看着他们 你们 居然活着出来了 独孤雄满脸 难以置信之色 总算松了一口气 此处早已经被列为禁地 不得任何人踏入 一旦踏入 根本就没有人活着出来 平常大家都唯恐避之不及 家主 你们怎么来了 白精英疑惑开口 独孤雄有些尴尬地开口道 陆公子似乎出了一些差错 目前还在检查战魁阵故障之中 而我正好感受到 这座战魁阵启动 前来看一看 原来如此 不过 这座战魁阵已经修复了 白精英笑眯眯开口 什么 独孤雄满脸震惊 这座战魁阵年久失修 亲近整个家族之力 修复了多年都没有效果 如今一个陌生人刚刚进入 居然就修复好了 周围的独孤云月等人 同样满脸震惊之色 凑巧而已 笑意保持谦虚的风格 白精英开口建议道 不如让他去看看战魁阵中枢 说不定能够解决问题呢 独孤雄跃摇摇头 开口道 不可 我独孤家的战魁阵中枢 乃是核心机密 让陆公子看到是可以 但是让一个来路不明的人可不行 就在这一刻 远处突然传来咔嚓声 独孤家 人群乱作一团 纷纷出现杂乱的场面 众多独孤家高层对视一眼 从各自的眼神中 都看到一抹恐惧之色 这是要完了 独孤云月 心中暗自开口 一旦失去了战魁阵 以独孤家的水平 恐怕将会彻底一蹶不振 众多独孤家高手出手 但是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 不断有的建筑物在倒塌 已经蔓延到这片区域 就连独孤雄 此刻都有些慌乱 多年来的传承 早已经一世不少 面对战魁阵中枢的问题 他们研究了很久 但是一直没有破解的方法 面对着毁灭一大半的局面 根本就没有余地去阻止 只能看着眼睁睁的破坏 哥 如果你有办法的话 赶紧出手吧 我知道你有办法对吧 白金银赶紧开口 求肖义能够出手 解救如今独孤家的局面 肖义轻叹一口气 根据战魁神怒来看 如今解决的难度太大了 玄机开口道 我倒是想要出手帮忙 但是现在出手已经来不及了 最多只能够延缓他的毁灭 然后再想办法修复 二人之间的谈话 全都被独孤熊听在耳中 目光向着这个方向投过来 小正殿 你真的有办法阻止 战魁神毁灭吗 所谓病急乱投医 此刻独孤熊措手不及 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我确实有办法阻止 但是我为什么要帮你呢 肖义摊开双手 虽然他给白金银面子 但是并不代表 他想给独孤熊面子 先前的场面 他还历历在目 这番话 顿时令你众独孤家高层神色一变 脸色都变得难看起来 小杂种 你敢侮辱我们家主 独孤云月冰冷开口 此刻他正在气头上 一旦占魁阵毁灭 到时候将会面临非常大的损失 侮辱 你们也配 肖义淡淡开口 话音未落 他已经转身离开 本来他还想要帮助这个独孤家 但是现在看来 孤独家的死活和他有什么关系 这些人一个个目空一切 都看不起自己 但是他们并不知道 自己连正眼都瞧不起他们 在这段时间之中 远处不断传来轰鸣声 伴随着建筑物的毁灭和倒塌 损失了众多钱财 小杂种 你敢侮辱我们独孤家 居然还想这样离开 独孤云月身影闪烁 横扫周围拦住肖义的道路 周身散发出恐怖的杀气 赫然是四象镜后期境界 哦 肖义饶有兴趣地注视着独孤云月 开口问道 难不成你想要杀我 此刻 白金英浑身颤抖 别人或许不知道自家大人的实力 但是他可是非常清楚 这位帝都断头小王子的赫赫雄威 先前的时候 那一句四象镜巅峰的战魁 都被肖义击败 四象镜后期 简直就如同猪狗一般 肖义若是想找杀独孤云月 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放心 我不会杀你一个小辈 只会教训你一顿 让你知道 什么叫做天高地厚 独孤云月淡淡开口 正好他憋了一度紫气 需要宣泄一下 嗡 刹那间 一道巨大的手掌拍下 爆发出非常恐怖的威力 哪怕白金英想要阻止 但是早已就已经来不及了 家主 你快让独孤云月停手 只有我哥 才能拯救独孤家了 白金英开口哀求 他十分清楚 如今独孤家的生死存亡 全都在萧义一个人的身上 一旦与他走上对立面 那么将会有不死不休的局面 周围的建筑物轰然倒塌 不断有着灰尘扬起 外面都已经乱作一团 很显然 战魁镇中枢即将毁灭 就算是陆修 也有失手的时候 还真是找死 萧义冷哼一声 周身散发出恐怖的杀意 既然都已经得罪那么多势力了 如今也不差一个独孤家 反正背后有着云公 与老丈人护着 再加上这一身恐怖的实力 在帝都还真可以横着走 哇 展空刃闪烁而过 释放出一抹惊人的寒芒 恐怖的气息 凌空落下 向着独孤云月暴射而出 萧大哥 手下留情啊 白金英忍不住开口 一旦独孤云月死亡 那么就真的会走上对立面 展空刃破空而出 与独孤云月的手掌轰然相撞 仅仅只是触碰的一瞬间 就无情地遭到撕裂 四向镜后期 在战魁阵中 萧义足足斩杀了好几个 顿时 独孤云月瞳孔一缩 内心已经意识到不妙 这一招无懈可击 现在是他也找不到任何的破绽 欧巴摩睡网 展空刃速度非常快 就连独孤熊都已经来不及阻止 在瞬间之间 展空刃轻松破开了独孤云月的防御 刀锋出现在驳梗位置 如果再稍微用力落下的话 那么 恐怕今天又会多了一个死人 如果不是白晶英为你求情的话 那么你已经死了 萧义淡然开口 收起展空刃 独孤云月好不容易捡回一条命 此刻浑身湿透 那一刻 他真感觉到了死亡的威胁 只要那一道攻击落下 那么必死无疑 在场的众人都一脸惊恐 就连独孤熊 同样面带不可思议之色 那一道攻击 恐怕已经接近太乙无量进的水准 这可是盗军级的力量 就算是独孤家 也仅仅只不过 只有几位盗军级强者罢了 你们不用惊讶 刚才的时候 萧大哥在战魁阵中 可是足足斩杀了好几名四象镜后妻 与一位四象镜巅峰强者 简直就是轻而易举 白晶英苦笑着开口 不再将这些事情隐瞒 什么 独孤熊满脸惊讶之色 他能够有非常清晰的感觉到 眼前这明面具年轻人 仅仅只不过是鱼容尽中气 这种修为 居然能够爆发出 如此恐怖的战斗力 这一刻 想到白晶英的称呼 再加上萧义的实力 他似乎联想到了什么事情 最近帝都中 那一位赫赫有名的年轻人 独孤熊嘴角颤抖 功身一败 有些恭敬的开口道 见过萧义公子 先前有所示尽 真是不好意思 此话一出 全场人随之震惊 眼前这明面具年轻人 居然是萧义 无妨 萧义淡淡开口 仿佛丝毫不在意 先前事情一样 转身离开 此刻这座战魁阁 已经接近崩碎 地面上已经出现了 不少的裂纹 向着四周弥漫 等等 独孤熊连忙开口 拦住萧义的前行 萧公子 还请您留步 还有什么事吗 萧义缓缓转身 嘴角露出了一抹讥讽的笑容 刚才的事情 我代表独孤家 向萧公子道歉 还请萧公子看在 老朽的面子上 出手帮助我们一次 独孤熊认错态度良好 此刻弯腰鞠躬 一副能屈能伸的样子 萧义双手抱胸 一副丝毫不感兴趣的样子 帮助你们 对我来说 能有什么好处吗 这是在敲出杠了 先前的时候赶小爷走 现在想要我留下 那就要做好大出血的准备 而且 如果先前没有 独孤云月的那次插手 那么看在白金英的面子上 再加上老丈人的嘱托 也许他还会出手 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再说了 都放过独孤云月一马了 这已经算是还人情了 独孤熊咬咬牙 最终开口道 只要萧公子能够帮助我们 这一次渡过难关 那么 我可以告诉你一个 今天的消息 事关你们家族的存亡 虽然他答应过 不能说出来 但是如今 面临这种局面 那就必须有足够的筹码 这件事情 正好是一个好机会 萧义微微点头 目光落在独孤熊身上 淡淡开口道 说吧 什么消息 如果这个消息不值钱的话 那么他并不打算帮助独孤家 但是如果有帮助的话 那么他不介意帮下忙 反正 本来系统就有任务存在 只不过是在看 有没有利用价值罢了 是这样的 我先前的时候收到消息 好家与欧阳家联手 打算抢夺你们的飞金矿山 以此来切断你们的矿石供应 这样的话 就算是能够炼制出金文灵器 没有原材料的话 也就没有办法了 如今 穆家金文灵器的消息 早已经传遍整个帝都 所以 好家与欧阳家联手 盯上了穆家的矿山 一旦原材料的供应被切断 那么到时候 恐怕就会重新陷入困境 消息可靠吗 消息双眸中杀意闪烁 周围的人都感觉到了一股寒冷 如同独孤云月此刻 回想起先前那一招 顿时有些心有余悸 独孤雄点点头 回应道 事情千真万确 而且就在这几天动手 据说他们派出了众多强者 想要一举霸占你们的矿山 或许你们提前防备的话 还能够有一线机会 这番话 绝对是十分属实 可不敢欺骗消息 毕竟如今只能控制住战魁镇 中枢的毁灭速度 后续的修复 还需要依靠他 既然如此 那我就相信你一次 准备下材料 我们立刻开始修复 消息点点头 不论如何先相信他一次 等到结束 这次事情之后 亲自去把矿山一趟 到时候查清楚之后 就知道真假了 只要在镇法中枢中 留下一些小手段 到时候 如果独孤雄敢于欺骗自己 那么他随手 就能将这座战魁镇的镇法中枢 彻底毁灭 独孤雄松了一口气 将一枚储物戒指递给萧毅 恭敬地开口 萧公子需要什么材料 这里面都有 请您尽管使用 其中不少珍贵的材料 果然不愧是四大家族之一 随手给出的材料都这么多 走吧 不过只允许你一个人跟从 好 你们都留在这里维持秩序 我跟随萧公子一起进去 独孤雄说了一句 命令这些高层 暂时维持秩序 防止事态继续扩大 此刻大量的建筑 还在倒塌之中 不少战魁镇都已经毁灭 在独孤雄的保护之下 萧毅施展着雷鸣闪 不断在其中游走着 在独孤雄的带领之下 二人顺利进入镇法中枢 仅仅只是一炷香的时间 二人停下来 在他的前方有一座超级大镇 众多的光芒闪烁着 维持着所有战魁镇的运行 此刻 陆修正在其中 脸庞上有着汗水 显然 这位主角失去了和光剑的帮助 反而失手 造成了这一次的混乱 你怎么来了 此刻萧毅已经摘下面具 陆修仅仅只是一眼 就认出他的身份 在他的语气中有些不爽 勤劳的方法出了错误 反而让这座战魁镇中输出了问题 如今不断地修复 但是却一直没有解决 一边去 萧毅淡然开口 陆修眉头一皱 开口道 你当你是什么人 你懂战魁镇吗 独孤家主 如果你想让我帮忙的话 那就请你把陆公子请出去 我可不想 耳边有一个苍蝇 一直在嗡嗡响 你 陆修愤愤开口 这个萧毅 居然侮辱自己是苍蝇 这 独孤雄有些为难 最终在听到外面 再度传来的轰鸣声时 咬牙开口道 陆公子 还请你暂时离开 你们 最终 陆修愤愤不平地离开 不过 他心里也非常清楚一件事情 以勤劳与自己的手段 暂时应该无法解决这次问题 所以 不如将烂摊子丢给萧毅 他就不信邪 这个萧毅 能够解决战魁阵阵法问题 总算滚了 萧毅伸了一个懒腰 在将碍事的家伙赶走之后 顿时感觉舒服多了 嗡 一道道材料闪烁而过 从萧毅的手中飞出 众多珍稀的材料 全都落在四周的角落 在这种情况下 独孤雄满脸惊讶 根本不理解他的操作手法 刹那间 萧毅身躯宛如雷霆一般 生腾在半空之上 双手结印 一道道璀璨的印记落下 战魁灵魂浮现出 居然是 五品战魁灵魂 独孤雄内心震惊 这个萧毅 居然掌握了五品战魁灵魂 这可是独孤老祖的手段 早已经失传在历史长河之中 如今的独孤家 没有一个人掌握 就连独孤雄 最多也仅仅掌握了四品战魁灵魂 片刻后 萧毅停下身形 周围的轰鸣声随之停止 好了 战魁镇中枢暂时稳定了 不过只能维持十天时间 想要彻底修复 还需要大量的材料 我会列一份单子 你们抓紧时间凑齐 多谢萧公子 我这就派人去准备 此刻 独孤雄已经彻底服气了 如果没有萧毅在场 恐怕今天整个战魁阁 将会彻底毁于一旦 放心 只不过是公平交易罢了 萧毅摇摇头 身躯化作一道雷霆 消失在原地 镇法中枢位置 只剩下沉默中的独孤雄 战魁阁的正门位置 独孤云月等高层 此刻正在解释问题 为受伤的修炼者提供赔偿 同时将损失降到最低 在离开了战魁阁之后 萧毅直接回到木甲 同时 系统任务提示完成 第一 检测到宿主完成任务 奖励魔化铠甲一道 50点积分 魔化铠甲 萧毅内心思索 在看到物品介绍之后 瞳孔一缩 魔化铠甲 蕴含着恐怖的魔道之力 在穿戴之后 能够获得魔道之力 极大幅度透支体内血气 爆发出恐怖的魔道能量 好家伙 这是开大 以萧毅如今的修为 穿戴上魔化铠甲 岂不是能够与太义无量进一战 好刺剑 狗系统好东西真多 木家 意识厅 真是可恶 最近运送矿石的队伍 遭到了这么多次袭击 木亭夜猛然间一拍桌子 内心有些愤怒 面前 苍只是轻轻叹了一口气 脸色同样不好看 岳父大人 萧毅进入议事厅 刚才他谈话 他都已经听到 很显然 木家的矿石来源 确实出了问题 黑金矿脉 位置在帝都非常偏远的位置 同时还会经过一座峡谷 但是这么多年来 虽然偶尔会遭遇到伏击 但是伤害并不会太大 只有最近这段时间 短短两天 就重伤了好多人 黑金矿石遭受掠夺 很显然是有人在针对木家 独孤家的事情解决了吗 解决了 萧毅点点头 反问道 我们的矿石来源出现问题了吗 没错 估计有人在暗中跟我们作对 抢走我们的矿石货物 导致现在原材料缺乏 已经停止运转了 如今 整个帝都 不少势力都调了订单 因为这个消息 人心惶惶 毕竟都交了定金 是不是郝家与欧阳家做的 萧毅直接推断 帝都之中 那些隐藏在暗中的大势力 一心追求逐渐 不屑于动手 根本不敢对牧家动手 再加上 如今牧家订单火爆 伤害最大的 很显然是好家 暂时还不确定 不过听逃回来的侍卫描述 袭击他们的是一群神秘人 听口音以及武器来看 似乎不是帝都的高手 帝都的高手 基本上都被知道了 慕廷叶能够确定不是他们 但是 牧家可从未解决过任何人 为何三番五次 被抢夺运输队伍呢 萧毅内心思索 从独孤雄的消息来看 这两大家族 似乎是从偏远的其他大城 雇佣了高手 在暗中对牧家出手 想到这里 萧毅开口发问 岳父 下一批货物 是什么时候运输 如今 灵气阁早就已经断货了 如果再没有这些矿石 那么下订单的客户 恐怖就要退货了 到时候 恐怕又会面临先前的局面 明天 苍之士开口回应 同时他们会经过峡谷 这几次抢夺的地方都在这里 我们打算派出高手前去看看 好歹也是帝都四大家族之一 自然是非常有血性 拥有不少太乙无量进级别高手 不行 萧毅打断仓直视 以这两家的手段 一旦派出大量高手 那么恐怕会中了 对方的调虎离山之计 到时候 两大家族说不定会派出高手 来侵占牧家的产业 萧毅 说说你的想法 牧廷也明白 自己女婿的聪明程度 目光看过来 想要听一听她的意见 萧毅微微点头 开口分析道 独孤熊告诉我 这次的事情 十有八九是郝家与欧阳家所做 这些神秘人 大多数都是他们 从其他城池雇佣过来的杀手 他们的目的不言而喻 就是想搞垮我们 一旦我们派出高手 前往峡谷区域 恐怕会中了他们 调虎离山之际 如果两大家族真的动手 就算是帝君也不好出手 毕竟一切都在规则之中 所以说 不如我亲自去一趟 牧家的高手继续镇守牧家 这样省得中了敌人的计策 萧毅 你想亲自去 牧廷夜闪过一抹错恶之色 那一座峡谷危险重重 还有那些神秘人虎视眈眈 萧毅前去 说不定会面临危险 最终 牧廷夜同意了萧毅的计策 同时 对那些牧家的客户声明 所有的订单都会如期完成 耽误一天 可以赔付双倍的违约金 紧接着 系统任务发布完毕 第一 检测到新任务 任务 前往雷霆山脉 保护牧家运输队伍 顺利通过 破解好家与欧阳家的阴谋 奖励 破空剑 无限 二十点积分 离开帝都 萧毅前往雷霆山脉 在传闻中 雷霆山脉十分庞大 足足能够蔓延数十万里 其中拥有着众多非常厉害的凶兽 帝都众多的强者 都喜欢来这里历练 同时猎杀凶兽 来获取其中的材料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 雷霆山脉中 生长着众多天才地宝 价值连城 进入雷霆山脉 在暗中 有着三道人影闪烁而过 回去禀告家主 那个萧毅进入雷霆山脉 终是杀他的好机会 如果做得神不知鬼不觉 说不定能够成功 而且到时候 能够将神器摄日宫夺回来 这段时间 郝家与欧阳家 不断地派遣手下 探查着牧家的动静 任何的风吹草动 都瞒不过他们 所以 萧毅刚刚离开 就已经被他们发现 然而 萧毅淡然一笑 眼神中有着杀意闪烁而过 还真以为我发现不了你们吗 其实早就发现 你们在跟踪了 我倒是要看看 你们能够派什么级别的人来杀我 有魔化铠甲在手 太乙无量镜 都别想杀了他 萧毅没有着急赶路 任由他们跟踪在自己身后 反正运输队伍 要到明天才能赶到峡谷 还不如找个地方修炼一会儿 顺便看看 这座雷霆山脉的玄妙之处 深夜时分 天空之上升起了一轮圆月 整个山脉都显得有些静悄悄的 许多夜行的凶兽 此刻已经开始行动 萧毅睁开双眼 体内悬浮着三颗星辰神经 经过修炼 收获颇风 如今 他所缺乏的是实战 虽然在战魁阵中 萧毅已经磨练了战斗力 但是阵法必定有一定的局限性 不如真实的情景 能够拥有非常多的变数 萧毅缓迈步 脚步声惊动了远处的一头凶兽 好 血脚虎向着天空发出一声怒吼 庞大的体型爆发出恐怖的力量 这种凶兽一般人不敢招惹 就连那些锋利的兵器 也无法破坏他的防御 一人一兽相遇 战斗在所难免 嗡 血脚虎化作一抹血影 以迅雷不及而之势 向着萧毅的位置爆射而出 周围的地面都随之发出了轰鸣声 所过之处 血腥气息弥漫 萧毅深吸一口气 稳住身形 手掌落在斩空刃之上 距离迅速拉近 血脚虎出现在萧毅的前方 周身的血腥之气令人作呕 刹那间 萧毅手掌一动 斩空刃出翘 化作一道雷霆光芒 宛如神来之笔一般 攻击一闪而逝 没入这只血脚虎的胸口位置 破 血液飞溅 整个血脚虎的身躯定格在原地 下一刻缓缓地倒下 一道巨大的裂缝出现 众多的鲜血流出 仅仅只是一刀 就已经致命 真没意思 萧毅摇摇头 这一头血脚虎 仅仅只是鱼龙镜 根本无法造成威胁 没有什么挑战性 斩空刃落下 血脚虎的身躯裂开 一颗灵盒从其中闪烁而出 如果卖出的话 价值挺高 突然 萧毅感觉身躯内部 传来一阵恐怖的犀利 卡纳间 那一道灵盒不断地缩小 短短几秒的时间 就化作了灰尘 消失的一干二净 什么情况 萧毅满脸疑惑 好端端一颗灵盒 怎么会突然就消失不见 一抹零石进入体内 在体内探查一圈 顿时发现了问题所在 此刻 那一道魔化铠甲 化作了一道黑色光球 刚才就是这个小家伙 将灵盒中的能量吸收了 似乎 通过吸收灵盒 这个小光球 能够随之变大 原本 他对猎杀凶兽 没有太大的欲望 如今正好是一个好机会 猎杀大量的凶兽 可以壮大魔化铠甲 提升魔化铠甲的能量 萧毅身影闪烁 向着雷霆山脉伸出前进 想看一看 是否所有的凶兽灵盒 都能够被魔化铠甲吞噬 雷霆山脉 入口位置 这座山脉地形复杂 相对而言 仅仅只有这一座入口 哇 伴随着空间波动 一群神秘人缓缓浮现 其中夹杂着好几道四象镜气息 十分强大的阵容 你们确定那个萧毅 进入雷霆山脉了 为首老者满脸阴沉 正是好天雷 向着周围问道 傅家主 千真万确 我们这段时间 一直守在这里 他确实没有出来 还在这座山脉之中 一名好家弟子 恭敬地开口 走 好天雷挥挥手 带着众多高手进入雷霆山脉之中 目标 猎杀肖义 整整一个晚上 肖义都在猎杀凶兽中度过 斩杀了众多于龙镜凶兽 以及小部分四象镜凶兽 这些零和化作能量 被魔化铠甲吸收 其中的魔气在缓慢地增长 按照这样的速度 想要让魔化铠甲 达到太义无量镜水平 还需要很长时间 伴随着远处出现了一抹晨光 新的一天到来 肖义闪身向着峡谷位置暴射而出 雷霆峡谷 整个雷霆峡谷的悬崖非常陡峭 如同平面一般 常人根本无法攀爬 简直就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仅仅只有一条小路 能够容纳运输队伍的通行 嗡 伴随着嗡名声 穆家的运输队伍 缓缓到来 这一次 运输队伍由穆家的柳直氏 亲自出手押送 竞节为四象镜初期 确保这一次的运输安全 无误地到达帝都区域 毕竟已经损失了好几批矿石了 如果这一批矿石再丢失 那么将会面临很大的危机 大家都给我打起精神来 只要穿过这座雷霆峡谷 我们就安全了 柳直氏朗声开口 脸庞上带着严肃之色 他们今天之所以敢于放心地 穿过这座雷霆峡谷 就是因为家主传书 说是会有高手前来援助 但是至于是谁 在场很多人都不清楚 包括柳直氏 同样不知道 足足二十多位鱼龙进侍卫 手持利刃 在车队周围保护着 这一次运了很多矿石 以此来保障零气格的正常运转 这一次不容有事 大约在半个时辰之后 运输车队进入了雷霆峡谷 柳直氏立刻下达命令 让所有队伍都拉开一段距离一段距离 太近了容易造成混乱 同时如果出现突发情况 也可以先后呼应 雷霆峡谷长度大约一公里 正常情况之下 只需要十分钟不到就可以通过 在行驶到一半的时候 并没有遭到伏击 柳直氏等人松了一口气 不管是什么原因 竟然没有遭到伏击 那就是好事 嗡 就在这一刻 突然传了一阵嗡鸣声 铺天盖地的剑雨冲击而来 从远处暴势而下 宛如下雨一般 对准穆家的运输队伍 不好 有伏击 准备战斗 柳直氏一声令下 众多侍卫早有准备 拿出盾牌挡在身前 将那些剑雨纷纷挡住 短短片刻 地面上已经堆积了众多剑雨 很显然 这一次伏击的高手不少 嗖嗖嗖 紧接着 伴随着剑雨声 有着众多黑衣人浮现身影 将整支队伍封锁在峡谷之中 所有人都给我听好了 放下武器 可以放你们一条生路 一旦反抗 杀无赦 一名黑衣人迈步而出 周身散发着四项镜后期气息 恐怖的威压 笼罩整座雷霆峡谷 柳直氏脸色一变 对方居然 派出了四项镜后期强者 其中大多数穆家侍卫 都咬牙切齿 对于他们而言 都对穆家忠心耿耿 只需要柳直氏一声令下 就会立刻以生命 打开一条通路 柳直氏深吸一口气 联想到家主派来的那一位高手 最终挥挥手 全体侍卫 准备突围 遵命 众多侍卫聚集在一起 尽量围成一个圆 将伤亡减少到最低 手中的利刃紧紧握住 对准周围的黑衣人 这些黑衣人手持红色弓弩 这种红色弓弩 杀伤力非常大 一般只有军方能够拥有 市面上非常少能够见到 一剑就可以射杀于龙镜高手 甚至四项镜高手 同样会被伤害 柳直氏统统一缩 追问道 你们到底是谁 为什么会拥有天延帝国军用的弓弩 这些人显然身份不简单 一开始还怀疑是两大家族派的人 但是现在看来 事情绝对没有那么简单 毕竟这两大家族 一般不可能买到这种弓弩 所以说一定有第三方在其中插手 哦 为首黑衣人冷笑一声 周身有着恐怖的杀气爆发 原本还打算废了你们 现在看来 只能是死路一条了 既然对方认出了军用弓弩 那么就必须要灭口了 伴随着黑衣人微微抬手 周围的弓弩顿时启动 发出恐怖的嗡名声 整个场面 剑弩拔杖 突然间 一阵鼓掌声从上方传来 一名白衣青年人戴着面具 坐在一棵树干上 将下面的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 这些黑衣人神色一变 除了他们之外 居然还有人在附近 刚才竟然没有发现 真有意思 堂堂天炎帝国的金天军 作为三军之一 居然前来截取穆家的矿石 还真是令我大开眼见 萧毅淡淡开口 一句话就到破了对方的身份 天炎帝国拥有三支主要军队 金天军就是其中之一 拥有着非常恐怖的杀伐力量 听到这番话 在场的所有侍卫都浑身贪乱 很多人都清楚 金天军杀伐之力很强 以他们的力量 还不够给对方塞牙缝 很好 真有眼力 但是你要清楚 再识破我们身份的那一刻 就意味着 你们所有人都要死 话音未落 那些金天军战士握紧武器 周身有着恐怖的杀伐之力 爆发而出 作为三军之一 要是让别人知道 金天军干涉穆家的事情 那么恐怕整个金天军都要彻查 那名金天军统领缓缓开口 猛烈的杀翼 笼罩整座雷霆峡谷 哦 就凭你们这些杂鱼吗 萧翼细血一笑 握紧斩空刃 不如你们告诉我 到底是谁派你们来的 我到时候可以考虑 放你们一条生路 哈哈 熊捅铃仰天大笑 指着萧翼淡淡开口 就凭你区区一名鱼龙镜中期 也敢如此大放厥词 这位少侠 你还是赶紧走吧 别添乱了 柳直是欲哭无泪 还以为家主派出的 到底是什么高手 没想到 居然仅仅是一名鱼龙镜中期修炼者 都不如他的修为高 走 萧翼摇摇头 缓缓起身 身影化作雷霆 一跃而下 我可是来救你们的 为什么要走 熊统领见状 挥手下达命令 开口道 所有人立刻给我动手 杀了这个小杂种 遵命 顿时 好几十道公务 对准萧翼的方向 如果被击中了 恐怕要被射成筛子 这位熊统领杀法果断 一言不合直接出手 果然不愧是今天军的统领 名不虚传 既然你们非要找死 那小爷就成全你们 萧翼淡然一笑 动若雷霆 以非常快的速度 抵达前方 嗡 斩空刃出鞘 一道狂暴的剑气 暴射而出 笼罩整座峡谷上空 一道道剑雨 纷纷地炸开 从半空中跌落 下方 柳直士不忍看到 这位年轻人被射杀 已经忍不住闭上了眼睛 咔嚓 众多箭矢被展开 仅仅只是几个呼吸的时间 萧翼就稳稳落在地面上 同时酝酿好了下一招 九仓黑雷术 苍生灭 轰隆隆 狂暴的雷霆足足九道 如同雷龙一般 轰然凝聚而成 肆虐在半空之中 向着这些黑衣人的方向 轰然下落 雷霆阵战 天地色变 此位 苍生灭 糟糕 熊统领暗叫一声不好 以他的层次 自然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这一股雷霆之威 已经无比接近太义无量镜 这怎么可能 按照情报来看 穆家四象镜以上的高手 基本上都处于监视之中 怎么可能会突然杀出来 这样一个级别的高手 周围的侍卫 同样都跟见了鬼一样 这名于龙镜中期的年轻人 怎么会爆发出 如此强悍的力量 根本没有给他们思考的时间 狂暴的雷霆之力 已然落下 形成一股碾压的气势 强悍的雷霆 席卷整个地面 在雷霆之下 萧义持刀飞奔 仅仅只是片刻间 就有着众多血光乍现 足足十多名黑衣人 都已经伸手一出 帝都断头小王子 再度出手 这一刻 萧义手持斩空刃 掌控着恐怖的苍生灭神雷 令所有人为之色变 整个峡谷 都变得静悄悄的 哪怕是以这些金天军的实力 手持军用弓弩 都被萧义全部斩杀 好小子 你可以 成功惹怒我了 熊统领怒吼一声 手持长枪奔袭而来 这些金天军 可都是他的手下 如今死了十多个 除了心疼之外 他也需要考虑 回到金天军中 应该如何交差 顿时 剩余的金天军 跟随着熊统领 暴射而出 熊统领冲在最前方 不将这个小杂种杀了 他根本无法泄愤 这位少侠 我来帮你 柳执士咬牙开口 这名年轻人 可是他们的救命恩人 怎么能够放弃他不管呢 柳执士 你护住这些侍卫就可以 这些人交给我 萧义自信一笑 身躯化作一道雷霆 消失在原地 杀入这些人群之中 斩空刃迅速地落下 根本没有痕迹可以寻找 每一次斩空刃落下 都会有一颗人头落地 萧义能够明显地感觉到 当他吸收这些黑衣人的血气时 体内的魔化铠甲 顿时传来一股犀利 看来 杀人也可以令魔化铠甲增长力量 或许 杀光这些人 能够让魔化铠甲中的能量增长许多 这一幕 令无数人震惊 包括熊统领同样如此 只有那些邪灵 才会吸收人类精血 难不成 这名年轻人 是一头披着人皮的邪灵 他 他到底是人还是魔 一名侍卫颤抖着开口 手指指着萧义的方向 柳直是一巴掌拍在他的头上 这可是他们的救命恩人 而且 这么大个活人 还能认错吗 别胡说八道 肯定是然 场面上的杀戮还在继续 萧义的身躯不断旋转 一道道剑气闪烁而过 那一股碾压的气势 令无数人为之色变 紧接着 熊统领悍然出手 当 萧义握紧斩空刃 与熊统领的长枪轰然相撞 形成一道能量光波 朝着四周涌去 二人不断地冲撞 在这种激烈的战斗中 萧义居然丝毫没有退后 反而是熊统领被震退了好多次 你还真是令我刮目相看 区区于龙境中期的境界 却能够与四项境后 欺占一个旗鼓相当 熊统领深吸一口气 不得不再次审视这明面具年轻人 绝对不简单 毕竟 越级挑战虽然并不稀奇 很多天才都能够做到 但是能够跨越如此大的境界差距 那么就足以逆天了 在我看来 你不过是井底之蛙吧 萧义轻蔑一笑 与熊统领不断地战斗 短短几个呼吸之间 已经彼此碰撞了多次 而且 我刚才只不过是在热身 嗡 紧接着 萧义握紧斩空刃 爆发出恐怖的速度 一刀落下 顿时有着鲜血喷出 好快 熊统领瞳孔一缩 自己的手臂已然被斩落 鲜血洒落在地面 刚才如果不是自己躲闪 恐怕已经被断头了 堂堂金天军统领 居然被一个年轻人 逼到这种地步 如果传出去 恐怕会惊动整个天眼帝国 伴随着战斗 萧义周身不断传来自己 将地面上的那些尸体中的血气吸收 全部涌入魔化铠甲之中 剩余的那些黑衣人 此刻浑身瑟瑟发抖 周围的那些同伴尸体 都已经消失 化作了一道道空壳 这些年征战沙场 什么事情没有见过 但是眼前的一幕 都已经颠覆了他们平时的认知 萧义淡然一笑 算了算时间 该解决战斗了 刹那间 换到极点运转 在萧义的双眸中 隐约有着神秘光泽浮下出 宛如六芒星一般 熊统领对视一眼 顿时感觉自己的身体 仿佛被某种神秘的力量给封锁 无法动弹半分 这种力量十分诡异 根本无法提前预防 直接拉入幻境之中 这一刻 熊统领陷入幻境之中 处于混乱状态 萧义抓住机会 身体消失在原地 握紧掌空刃 直接刺向熊统领的腹部 此处击中 可以直接废了他 毕竟 还有很多信息需要得知 暂时不能下杀手 一见命中 熊统领无力地瘫坐在地 此刻 幻境还没有解除 再加上熊统领的修为被废 如今身体摇摇欲坠 根本难以支撑着战力 柳之士 动手吧 萧义扫了一眼 剩余的几名黑衣人 如今大多数威胁已经扫除 以柳之士这些人的力量 能够轻而易举地破局 顿时 柳之士等人从震惊中恢复过来 带着众多侍卫 将剩余的这些黑衣人 全部斩杀 除了可以询问情报的熊统领之外 其余黑衣人 必须全部斩杀 不然消息走漏出去 那么必然会生出很多事情 斩杀所有黑衣人之后 柳之士恭敬地对着萧义开口 姑爷 原来是你 先前有所失敬 伴随着萧义出手 再加上家主的联络 柳之士心中早已经确定了 眼前这名面具年轻人 应当就是自己家的姑爷萧义 无妨 萧义挥挥手 摘下面具 露出自己的真面目 抓紧打扫痕迹 将所有线索全部抹除 遵命 众多侍卫出手 将这些痕迹清洗干净 仅仅花了片刻的时间 就将所有线索都抹除 在场 只剩下熊统领一人 眼神中充满了怨毒之色 敢于杀死金天军 你们完蛋了 说吧 你叫什么名字 到底是谁派你们来的 萧义淡淡开口 金天军作为三军之一 只能由帝君掌控 这一次面对着受惩罚的危险 前来伏击穆家 在暗中一定有人 小杂种 你别费尽心机了 我们金天军都受过特殊训练 别想从我们口中得到一个字 熊统领冰冷开口 这些金天军 向来接受最为严酷的训练 哪怕是各种刑法 都不能令他们开口 哦 萧义嘴角扬起一抹细血笑容 手掌轻轻落下 一股无形的气息 涌入熊统领的体内 我倒是要看看 你能够坚持多久 刹那间 一股恐怖的雷霆浮现 钻入熊统领的体内 啊 顿时 熊统领发出凄厉的惨叫声 脸庞变得扭曲起来 柳之士脸色一变 周围的侍卫同样如此 开口询问道 姑爷 你到底对他做了什么 这可是金天军的统领 接受过非常严酷的训练 如今居然被折磨成这个样子了 一点点小手段罢了 萧义脸色平淡 仿佛在说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 实际上 萧义使用了九转神毒中的恐怖毒术 相比之下 那些刑罚根本就不是一个等级 最近 萧义在不断练习着九转神毒 如今已经是一位手段高明的毒师 哪怕是四项进巅峰水平 可能都遭不住萧义的毒术 我招勾 放过我 求求你 片刻后 熊统领艰难开口 很难以忍受 刚才不是还很硬气吗 萧义淡然一笑 随手一挥 将熊统领体内的毒气收回 说吧 到底是谁派你们来的 熊统领咬咬牙 想到那种恐怖的灵魂毒术 最终开口道 我是今天军的一名统领 前段时间欧阳家主 也就是大将军 对我下达命令 让我抢夺矿石 杀害穆家的运输队伍 萧义瞳孔一缩 周身爆发出惊人的寒意 果然 幕后黑手 就是欧阳家 不错 你可以去死了 萧义握紧斩空刃 紧接着一刀毙命 魔化铠甲再度传来犀利 以熊统领的能量程度而言 绝对是一次非常大的补充 柳直士开口询问道 姑爷 接下来我们一起 回地道吧 我要去矿卖区域 接下来两大家族 或许还会派高手前来 你们尽快将矿石运回灵气阁 话音未落 萧义的身影已经消失不见 直奔矿卖的方向 如今 为柳直士等人消除障碍 矿石能够顺利地运回帝都了 萧义的目标 换为保护矿卖 好家 家主 根据我们的情报显示 穆廷叶依旧没有离开帝都 如今还在镇守穆家 密探这段时间 不断地监视着穆家 一切的活动 都看得一清二楚 确定穆廷叶没有离开帝都 难不成他们打算 眼睁睁地看着林契格出事吗 好家家主 好天明 疑惑不减 为了这次计划 他们花了不少心思 耗费了巨大的代价 目的就是 引诱穆廷叶带领高手离开帝都 以此来霸占穆家的产业 就在这时 外面突然传来急切的脚步声 好大人 不好了 穆家运回来重多矿石 已经进入帝都了 一名密探进入 立刻传来消息 不可能 好天明急忙起身 已经天军的实力 怎么可能会失手呢 你们继续监视穆家 我去欧阳家一趟 话音未落 好天明已经前往欧阳家 雷霆山脉 迎债 好天雷率领数十名高手 在雷霆山脉转悠了很久 却依旧没有发现 萧义的下落 最终安营扎寨 这其中 不仅有好家的人 还有女王家的人 好大人 这个小家伙 到底跑哪里去了 整个雷霆山脉 我们都搜遍了 但是依旧没有他的踪迹 一名好家高手开口询问 好天雷自信的开口 别急 他跑不了 这一刻 一道人影 翘无声息的靠近 嘴角带着一抹细血的笑容 在昨天的时候 他就已经发现 有人跟踪他 只不过装作不知道罢了 在解决运输队伍的事情之后 如今该解决他们了 啪 篝火在燃烧 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 一名巡逻的高手 转身的瞬间 突然感觉脖子一凉 深夜之中 这名巡逻的高手 化作一道空壳 体内的能量 已经被魔化铠甲全部吸收 萧义将尸体丢进草丛 宛如一道鬼魅一般 不断地在营地周围穿行着 周围的巡逻高手 一个接一个地减手 但是所有人都不清楚 杀鸡不断地涌现 第十一个 消逸算了算人数 仅仅一炷香的时间 已经悄无声息地解决周围的巡逻弟子 就在这时 一便突生 一名修炼者离开营地 瞳孔一缩 急忙开口道 巡逻的高手 都去哪里了 他的声音非常大 顿时响出了整个营地 惊动众多熟睡的人 就连郝天雷也随之起身 周围没有凶兽的气息 应该不是凶兽吃了他们 倒是有一些血腥气息 郝天雷眉头一皱 朗声开口道 哪位高人在此 若是有得罪的地方 我们给你道个歉 道歉 冰冷的声音传出 从四面八方传来 根本分辨不出具体的位置 你们也配 鬼鬼祟祟的算什么本事 有本事救出来一战 郝天雷冷哼一声 虽然被暗中干掉了不少巡逻的人 但是几方依旧有不少高手存在 消逸淡淡开口 声音宛如炸雷一般 轰鸣四周 你的激将法对我没有用 我只能告诉你 从现在开始 每隔半炷香的时间 我就会杀一个人 一直到杀光为止 紧接着 一道雷霆闪烁而过 篝火随之毁灭 整个区域陷入黑暗之中 众人聚集在一起 保持着安全距离 防止那名神秘杀手出动 欧阳家的围守者 微微皱眉 开口问道 郝天雷 会是谁与我们作对 我也想不清楚 这一路上 我们也没有得罪什么人 郝天雷摇摇头 这一次死伤严重 让他十分痛心 紧接着 众人在郝天雷指挥下 结成一道阵法 以此来防御暗中的杀鸡 希望能够有所帮助 不过 恐惧依旧在蔓延 这就是萧义的目的 轻易地将他们杀死 有些太便宜了 要让他们时时刻刻 处于恐惧之中 伴随着风声吹过 一道漆黑的人影 通过幻术 将自己与黑夜 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如果不是仔细看的话 根本发现不了他的踪运 破 紧接着 一名好家高手毙命 这一刻 众人慌乱起来 在阵法之中 对方还能够从容不迫地杀人 这明显已经超过了人类的极限 只有邪灵能够做到 尤其是对方的死状 很显然被抽空了血气与能量 化作了一具空壳 同样证明了这一点 紧接着 一名好家高手崩溃 直接手持利刃 冲向黑暗之中 面对着空气一通乱砍 宛如失去了理智一般 快回来 外面 郝天雷连忙开口 然而话音未落 已经停顿住 在他们的眼睁睁之下 一点点点消失不见 魔鬼 这是魔鬼 立刻 再度有一名高手冲出阵法 想要逃离这片区域 然而 在下一瞬间 这名高手的身躯 已经化作了空壳 时间悄然无声地流逝 距离天亮还有一个时辰 如今众人只剩下了十人左右 每一个人的脸庞上 都写满了恐惧 最终 一名高手坚持不住 握紧长刀自杀 这是彻头彻尾的心理战术 被消逸完美地运用 其中不少人 都已经被恐惧控制 随时都有可能失去理智 你给我出来 郝天雷眼睁睁地 看着这种局面 终于忍不住开口 周身爆发出恐怖的杀气 难不成只允许你们杀我 却不允许我杀你们 你们两大家族 还真是霸道啊 一道漆黑的人影 握紧斩空刃 缓缓地迈步而出 你是谁 郝天雷感觉声音有些熟悉 谁杀我了这么久 居然连我都不认识 还真是可笑 人影从黑暗中走出 嘴角带着一抹冷笑 郝天雷看清人影的真面目 顿时脸色一变 浑身颤抖起来 来者 牧家坠续 萧毅 轰咆咆 雷霆闪烁 宛如宠物一般 被萧毅把玩着 恐怖的威压爆发而出 令在场所有人都被压制 居然是你 当人影靠近的一瞬间 郝天雷已经认出 眼神中充满了金句之色 那名欧阳家长老 同样看到这一幕 整个人停留在原地不知所措 没错 就是我 萧毅手掌放在斩空刃之上 缓缓出窍 有着恐怖的剑气闪烁而过 寒光一闪 紧接着那名欧阳家长老的身躯崩碎 化作一具空壳 你 郝天雷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幕 满脸不可置信之色 这名欧阳家长老可是四象镜后期 哪怕先前维持阵法 损耗了能量 可是也应该不至于被一剑斩杀 萧毅被誉为四象镜之下第一人 这确实没错 但是居然能够轻易斩杀四象镜后期 这股力量 恐怕已经接近太义无量镜了吧 居然是 萧毅 在场所有人 借着光线都已经看清了萧毅的面孔 那一张清秀的脸庞上带着一抹笑容 但就是这名年轻人 轻而易举地斩杀了几方众多高手 不可能 他仅仅只是鱼龙镜中期 怎么可能杀死我们这么多人 众多高手难以置信 鱼龙镜中期 郝天雷嘴角扬起一抹惨笑 刚才的那一剑 除非是四象镜后期 否则根本没有人能够接下来 这可不是一位简单的鱼龙镜中期 快逃 你们分散了逃出去 将消息传回家族 郝天雷一声咆哮 让他们立刻分散逃走 还有一线机会 最起码 要让他们逃出去 将这里的消息传回帝都 让两大帝都做好准备 提防萧毅这个怪物 顿时 剩余的所有人 分为各个方向 不断地飞奔逃逸 想逃走 萧毅冷哼一声 刹那间 斩空刃落下 有着恐怖的剑气四射而出 形成一股恐怖的威力 击中的一瞬间 体内的血气全部被吸收 涌入魔化铠甲中 一剑 斩杀所有高手 郝天雷惊恐地看着这一幕 这一刻除了他之外 所有人都已经被斩杀 这个萧毅 还是个正常人吗 别急 马上就到你了 萧毅握紧斩空刃 一步步走向郝天雷 不 你别过来啊 郝天雷内心恐惧至极 他还没有活够 就要死在这里了 上一次新罗皇子的事情 我还没有找你好好算一账呢 如今 正好我们来聊一聊 萧毅迈步走来 造成了非常恐怖的威压 不过 如果你能够告诉我 你们两大家族的下一步计划 或许我能够放你们一命 休想 郝天雷咬牙切齿 最终调动全身的能量 恐怖的气息爆发而出 四向近后期 显露无遗 很显然 他想自爆与萧毅同归于尽 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萧毅微微摇头 直接斩空刃落下 传来一阵恐怖的音爆声 顿时击中郝天雷的身躯 一剑截断郝天雷的双腿 最终 斩空刃抵在郝天雷的脖子上 只需要稍稍一动 就能够将其毙命 最后一遍 你们两大家族的下一步计划 到底是什么 萧毅兵冷开口 斩空刃再度落下 将郝天雷的手臂斩断 在这种痛苦的折磨之下 郝天雷终于开口 我们两大家族联合了惊天军 来对付你们牧驾 妄图趁着牧亭业率领高手 进入雷霆山脉 霸占你们的产业 还有呢 萧毅继续逼问 这些信息 他都已经知道了 我们已经派遣了一支 雇佣的高手队伍 进入你们牧家的矿脉 如果不能占领 就将其毁灭 到时候 你们牧家失去了灵气阁 必定会沦为二流家族 这个阴谋 实在是诛星 一旦失去了矿脉 到时候 牧家恐怕会失去原材料供应 灵气阁必然会关门 除非到时候 寻找到一批新的炼气材料 这支秘密队伍 什么时候能够到 萧毅追问 希望他现在前往矿脉 还能够来得及 防止被两大家族霸占了矿脉 就在这两天 得到了想要的答案 萧毅给了牧亭叶一个痛快 斩空刃落下 体内的血气涌入魔化铠甲 紧接着 萧毅恢复了体内能量 前往矿脉 如今时间紧急 一定要在那一支秘密队伍之前 抵达牧家的矿脉 雷霆闪不断催动 宛如流星 仅仅只是一天时间 萧毅就已经赶到了牧家的矿脉 这座矿脉之中 驻守了众多侍卫 一名四向境巅峰高手 由于牧家的地位 这些年来一直平安无事 营地一切如常 目前来看 没有出什么事 萧毅松了一口气 看来自己提前抵达了 这一刻 在营地的正门位置 一道紫袍身影缓缓出现 后方悬挂着一把长枪 气息十分恐怖 来者指不 此处是禁地 不允许通过 众多侍卫握紧刀剑 阻止这名紫袍人前行 紫袍人淡然一笑 向着身后轻轻一挥手 缓缓吐出一个字 杀 刹那间 半空中是来众多箭语 啊 七历地惨叫声 在整个营地之间回荡 不少正在巡逻之中的侍卫 都在错不及防之下 受到了非常严重的伤害 紧接着 大量的黑影从周围浮现 仅仅只是顷刻间 就已经冲破了营地的障碍物 足足一百多人 众多于龙镜 与少量四向境强者进入其中 多人 袭击 紧急集合 有穆家侍卫敲响信号 惊醒了无数人 此刻 正是深夜时分 穆家营地之中的侍卫刚刚入睡 根本反应不过来 一时之间死伤无数 这些高手没有着急杀人 反而将出入口全部堵住 防止他们想办法突围出去 拦止士 不好了 有袭击 营地之中的最强者 穆家的拦止士被惊醒 连忙抓起武器起身迎接敌人的冲击 其中不少人 此刻都已经被这一百多人给震慑住 有人已经认出了那名紫袍人与这些人的身份 一座大势力 血刀雍兵团 血刀雍兵团 非常出名的凶恶大势力 为首的紫袍人 身份同样不一般 正是血刀雍兵团的老大血子狂 修为达到盗军级 即为一位太乙无量镜强者 安直士 不好意思 过了今天晚上 你们穆家或许将不复存在 血子狂宁笑一声 手中的长枪爆发出赫赫雄威 在太乙无量镜之下 所有对手皆为蝼蚁 如今的局势非常不利 在听到血刀雍兵团这个名字 再加上血子狂出现之后 不少人都浑身颤抖 所有人都清楚 血子狂这位盗军级强者 可谓是杀人如麻 手中沾了太多的鲜血 没想到今晚居然会是他来袭击矿卖 安直士强行起身 艰难地对着血子狂开口道 就算是杀了我们 穆家也绝对不会放过你们血刀雍兵团 我劝你还是立刻离开 今晚的事情就当做没有发生过 他曾经和这个血刀雍兵团打过交道 当时在穆廷叶的震慑之下 这个血子狂简直就是客客气气 真没想到他今天居然会前来矿卖 袭击穆家的营地 血子狂眉头一皱 开口道 对于我而言 忌惮的只有你们穆家那些道军级高手罢了 区区一个蓝直士 四向径巅峰修为 一根手指就能够碾压 堂堂蓝直士居然也有惊天 你还真以为自己的一番话 能够吓到血子狂吗 黑暗之中 一道人影缓缓浮现 嘴角带着细血的笑容 忘了告诉你一件事情 我们欧阳家与好家联手 已经调动高手 准备围攻你们穆家 如今穆廷叶那个老家伙 恐怕自己都顾不上了 哪里还顾得上你们 来者 欧阳家直士 欧阳空明 蓝直士神色一变 不仅仅因为对方所透露出的消息 还因为如今欧阳空明周身的修为波动 四大家族职市级人物 一般都是四向径修为 但是如今欧阳空明 却散发着泰乙无量镜波动 这说明 对方已经踏入泰乙无量镜 很显然 欧阳空明早已经突破到泰乙无量镜 只不过一直在隐藏修为 一切都为了今晚这场突袭 牧家的情报机构 对于欧阳空明这种直视级人物 一般会放松警惕 但是没想到 对方居然突破到了泰乙无量镜修为 安直士 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牧家的众多侍卫十分慌乱 如果对付一般人还行 但是面对如此强大的敌人 心中只剩下了恐惧 必须守住矿脉 不能落入他们的手中 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安直士迅速做出决定 必须守住矿脉 等待援兵来临 顿时 伴随着命令传播下去 众多牧家 侍卫手持武器 与来势汹汹的敌人展开对决 动手 不留活口 血子狂挥挥手 他非常清楚 既然已经上了这艘贼船 那么就要办事办到底 堂堂写刀拥兵团 居然与欧阳家合作 掺进这场局里面 到底是应该嘲笑你们无知 还是说 你们大胆呢 就在场面激烈的时候 一道雷鸣声响彻天际 所有人顿时停手 仰着黑暗中缓缓走出的 那名年轻人 萧义手持掌空刃 一步步走向这片区域 周身营绕着雷电之力 居然敢骂血刀拥兵团无知 哪怕是那些盗军级强者 恐怕也不敢说出这样的话 所有人的目光 都聚集在萧义一人身上 一抹淡淡的笑容 勾勒出俊美的脸庞 小家伙 你敢说这样的话 是不是找死 一名雇佣兵悍然出手 周身爆发出四项镜中期修为 作为血刀佣兵团的一员 这些人出手非常狠辣 不给对手丝毫喘息的机会 而且 在他看来 萧义仅仅只不过于龙镜中期 差了一个大境界 如同蝼蚁一般 蓝指使面色一变 认出来者是自家古也 正要出手解救 但是 一道光芒箭矢 令他停住脚步 扑 一道光芒箭矢闪烁而过 以迅雷不及耳之势 击中那名雇佣兵 没有人看清楚 他是如何拉动弓箭 等到所有人反应过来的时候 那名雇佣兵 已经化作了一滩血水 一箭毙命 死 周围顿时传来了一阵到西凉气的声音 不论是何人 都被眼前的一幕震惊住 一箭 射杀四项镜中期强者 蓝指使同样震惊 自家古也仅仅于龙镜中期 但是刚才那一招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到底是谁 一侧 血子狂微微眯起双眼 在刚刚进入这座营地的时候 他就感觉到了一股心计的感觉 那是自己的危险感知 但是他却不清楚 那一股危险到底来自于何处 如今看来 似乎就是这名年轻人 穆家 萧毅 萧毅淡然一笑 轻轻拉动了一下手中的弓箭 隐约有着雷鸣声响彻 先前 在完成系统的任务之后 萧毅立刻获得了无限量破空箭的奖励 同时还有二十点积分 萧毅花费了二十点积分 将好家的那一把神器 升级为符合自己战斗风格的雷龙弓 在搭配破空箭之后 雷龙弓已经成为一道大杀器 血子狂 你伤我穆家侍卫 我念你无冤无仇 所以你们每个人自断一条手臂 然后滚出这里 萧毅语气冰冷 仿佛是在谈判一般 一出口 全场震惊 何等地霸气 不仅想让雪刀拥兵团滚出去 而且还想让他们每个人自费一条手臂 恐怕就算是沐家那些盗军级强者在此 也不敢如此放言 但是这番话 反而说出来了 虽然非常平淡 却给人一股不容拒绝的威严感 哦 欧阳空明仰天大笑 周围的人同样如此 指着萧毅开口道 你这个小子 怕不是得了失心疯 只不过用一些手段 射杀了一名四项竞争妻 你难不成是想要笑死我吗 在他看来 如果萧毅真有震慑雪刀拥兵团的手段 那么早就对他们用出来了 何必使用这种威胁的方式呢 血子狂眉头一皱 凭借多年的经验 他能够清楚地感觉到 眼前这名年轻人绝对不简单 我可以选择退出 但是断手必不可 哦 全场顿时响起了轰鸣声 这番话从血子狂口中说出 简直震惊了所有人 包括沐家的侍卫 同样如此 蓝直视等人对视一眼 从彼此的眼神中 看到了浓郁的震惊之色 萧毅 我听说过你的名号 今日之事我可以停手 但是断手臂这个要求不行 血子狂摇摇头 一旦断了手臂 那么他们这些人将元气打伤 不可以 然而 萧毅冰冷开口 三个字想撤整座营地 直接宣判了结果 想走 那就留下一条手臂 此刻 蓝直视简直想抓狂 好不容易有机会 劝走血刀拥兵团 到时候 面对两大家族的人 或许还能够有些胜利的希望 但是 萧毅却一口拒绝了 然而 想要阻止却已经来不及了 毕竟话已经说出去了 蓝直视小声开口 对着萧毅道 姑爷 见好就收吧 萧毅淡然一笑 假装没有听到 依旧目光灼灼地 盯着邪子狂的方向 血子狂 你到底在犹豫什么 赶紧出手杀光他们 欧阳空明怒吼一声 血子狂没有机会 欧阳空明 双眸中闪过一些光芒 内心清晰地感觉到 一股狂暴的魔气 从萧毅周身涌来 那股力量 仿佛致命一般 没有商量的余地吗 没有 萧毅冰冷开口 顿时 场面之上的气氛 变得非常诡异 既然如此 那就让我来领教一下 萧公子的刀招 血子狂淡淡开口 如果自费一条手臂 那么还不如杀了他们 他自然不会答应 而且萧毅也清楚 他们不会答应 所以一开始 就没打算让他们离开 既然动了木架的人 那就就此陪葬吧 萧毅手持斩空刃 黑色长袍在风中 烈烈作响 三招 三招之内若是杀不了你 我可以留你一条活命 斩空刃缓缓出窍 一股恐怖的气势爆发而出 周围的人群自动退开 给他们让出一座区域 来进行对决 兰执氏 待人守住所有出口 今天晚上 一个人都不要放走 事已至此 兰执氏只好遵守命令 孤业难不成是疯了吗 就是啊 血子狂可是成名已久的 太乙无量镜强者 想要三招之内击败他 根本就不可能 除非同样是太乙无量镜 但是 孤业仅仅只是鱼龙镜中气 周围的侍卫在低声的议论 原本好好的局面 突然被自家孤业弄得一团乱糟 不少人都认为 血子狂之所以想要退出 估计的应当是牧家 而不是自己家孤业 只有血子狂清楚 事情截然相反 那一把长枪缓缓落下 爆发出狂暴的血气 在这座黑夜之中 如同被血光笼罩一般 太乙无量镜 即规则之力 血子狂所涉足的规则 十分强横 为血之力 令人窒息的气势 席卷四方 在场所有人都摇摇欲坠 这就是太乙无量镜强者出手的气势 简直就是强大到了极点 规则之力 血玉 出 仅仅只是刚刚出手 血子狂就直接动用了杀招 整个天地之间 仿佛陷入了血海之中 一座恐怖的血玉凝聚而成 浓郁的血之力 弥漫在四周 从一开始 血子狂就动用了权力 在这一招之下 所有人都面色俱变 以消逸于龙镜的修为 岂不是会被直接化作渣子 而在血玉之中 消逸缓缓闭上了双眼 魔化铠甲随之启动 按照系统的功能介绍来看 这道魔化铠甲有三个等级 分别是魔将咒 魔王咒与魔皇咒 以如今消逸的实力 仅仅只能催动魔将咒 至于更高等级的魔化铠甲 以如今消逸的实力 根本无法将其掌控 而且所积累的血气 也仅仅只能达到魔将咒的程度 但是 这已经足够了 魔将之力 代表太乙无量镜 不过 如今消逸乃是第一次动用魔化铠甲 除了催动魔将咒之外 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难题 那就是魔化铠甲的精神污染 一旦无法抵抗住那种污染 不仅难以掌控魔化铠甲的能量 反而会被污染 失去理智化作魔物 所以 消逸直接消耗十点积分 购买了系统商城的圣级清新服 魔化铠甲微微颤动 覆盖在消逸周身 一道道血线随着身躯蔓延而下 最终完全将消逸包裹在其中 下一瞬间 一股恐怖的能量 如同潮水一般涌上来 磅礴的魔力 如同潮水一般涌入消逸体内 这一刻 伴随着双眸缓缓睁开 有着魔光乍现 神色之中充满了争獰与残暴 此刻的消逸 宛如一位魔族强者 一股杀戮之气 在心底不断地爆发 试图冲破一切理智 将消逸化作杀戮的傀儡 杀光眼前的一切 同时 目中所及 全部染上了一股魔气 但是 最终消逸依靠圣极清心服 竭尽全力 将体内那一股杀戮的负面情绪压制住 这一股魔力 必须立刻释放出去 否则将会对它造成非常恐怖的损伤 哇 随着消逸握紧斩空刃 雄魂的能量迅速的凝聚 刹那间 化作一道惊天的魔刃 呈现出汹涌的魔气 魔刃剧烈的颤动 因为能量太过强横的原因 直接令周围出现一圈圈能量光环 此刻的魔刃 恐怖至极 这一刻 在场的所有人都有所察觉 包括血子狂在内 眼神惊恐地望着血液之中 如此恐怖的能量 血子狂脸色一变 虽然他十分清楚 消逸一定会有一些底牌 但是他从来没有想到 消逸居然能够爆发出 如此恐怖的能量 这种汹涌的魔力 绝对已经达到了 太乙无量镜的水平 这似乎是 一种提升实力的秘法 可是 究竟是什么秘法 能够如此可怕 仅仅只是那一股恐怖的魔气爆发 周围的血液立刻崩碎 化作漫天的血之力 而以消逸为中心 那些血之力 仿佛见到了天敌一般 完全地被吸收进魔化铠甲之中 伴随着血气散去 滔天的魔气爆发而出 一具铠甲人缓缓走出 手持滔天魔刃 震慑着周围 靠 这是在作弊吧 血子狂面色一变 忍不住在心中怒骂一声 就连他都没有想到 眼前这名年轻人 竟然能够变态到这种程度 如此恐怖的魔之力 就连他都感觉到了心迹 完全就不符合常理 居然从一鸣鱼 熔镜中期周身爆发出来 在这种生死关头 血子狂只能催动全部能量 诸如一道银盾之中 这是如今他最强的防御手段 哇 银盾之中绽放出光泽 悬浮在他的面前 不错 有点意思 萧一嘴角勾起一抹笑容 此刻宛如魔尊一般 手指微微一动 刹那间恐怖的能量爆发而出 轰隆隆 雷霆闪烁 所有人都能够见到 隐约有着无穷的雷霆咒纹浮现 当那些雷霆咒纹出现的一瞬间 一股非常恐怖的悲哀 在整个区域之内 开始不断的蔓延 在场的众多四项镜强者 乃至欧阳空明 这种太乙无量镜强者 都不由自主的内心一震 从那些雷霆咒纹之上 感觉到了一股 令他们恐惧的波动 那一刻 血子狂与欧阳空明 瞳孔紧缩 然而 没等到他们有动作浮现 萧毅已经毫不犹豫地 催动那些雷霆咒纹 猛然落下 伴随着雷霆咒纹落下 面前的虚空 仿佛被撕裂开一道痕迹 下一刻 有着狂暴的雷鸣声传出 有着雷霆光芒席卷而出 转眼间化作了九道雷霆 欧巴魔睡网 九道雷霆闪烁光芒 隐约有着狂暴的龙吼声 响彻天地 所有人的目光 在这一刻 都变得惊恐起来 因为 在他们的视线之中 有着九头雷龙浮现出 栩栩如生 周身的龙铃宛如钢铁铸造而成 在月光的照耀之下 闪烁着冰冷光泽 顿时 一股恐怖的威压 以萧毅为之中 如同潮水一般 向着四周蔓延 就连虚空都仿佛受到了压制 从九头雷龙散发出的波动来看 这应该不是真实的雷龙 而是萧毅掌握的一道秘迹 但是 这种级别的秘迹 怎么可能是一个鱼龙镜中期的萧毅 能够修炼成功的 这位穆家姑爷 真是太恐怖了 萧毅双手结印 森然的目光对准血子狂 虚指一弹 刹那间 有着恐怖的雷鸣声 在天地之间响彻 九仓黑雷术 雷之急 系统奖励的九仓黑雷术 在此刻能量达到 太乙无量镜层次的萧毅手中 已经能够释放出下卷 急 雷之急 哄 撞击的一瞬间 爆发出惊天动地的轰鸣声 在接触的那一刻 九仓黑雷术 直接将那一道银盾消融 宛如豆腐一般 一触即溃 半空中 血子狂眼神呆滞 最终化作了惊骇 内心涌起无尽的寒意 如果让那九头雷龙击中 恐怕必死无疑 所以 血子狂毫不犹豫地暴退 紧接着 那九头雷龙 直接将空间突破 化作众多的雷霆之矛 速度快到根本无法躲避 血子狂都没有来得及离开 就感觉到身躯周围 传来的一股撕裂感 周围的区域 传来众多的惊骇声 血子狂艰难地低头 立刻发现自己的身躯之上 浮现出众多焦黑的窟窿 伴随着雷霆肆虐 不断损害着身躯 看着这副惨状 血子狂内心失去了希望 他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自身的生机 在以非常惊人的速度流逝 竟然 输了吗 血子狂的目光 落向那名被黑色铠甲包裹的年轻人 后者此刻正用一种 漠然的目光注视着他 啪 咩 紧接着 血子狂的身躯暴碎 雷霆光芒闪烁 嗡 低沉的声音在天地之间不断地回到 整个旷迈区域 在这一刻都变得寂静无声 这个结果 恐怕所有人都没有预料到 成名已久的血子狂 堂堂太义无量镜强者 居然败在了一名鱼龙镜中期的年轻人手中 这是何等恐怖的天赋 简直就是神明 血子狂 死了 欧阳空明脸庞上闪过一抹惊恐 口中喃喃自语 众多入侵者 此刻都内心恐惧 宛如看怪物一般 看着萧毅的方向 而众多牧家侍卫 此刻的心情堪称复杂 萧毅 居然一招 灭杀了邪子狂 这种恐怖的实力 恐怕已经能够达到 太义无量镜中的佼佼者水准 一般人都难以匹敌 萧毅感受了一下魔化铠甲的侵蚀度 最多在有半炷香的时间 这一道魔化铠甲 就将完全侵蚀自身 必须在实现到达之前 解决这次危机 嗡 萧毅身影闪烁 魔力涌动 直接杀入地方阵营 宛如杀鸡屠狗一般 这些敌人 此刻在魔化状态的萧毅 仅仅只是随意地挥动魔刃 就能够灭杀众多 同时 伴随着灭杀这些修炼者 魔化铠甲中的能量 不断地积累中 逃 欧阳空明咬牙开口 立刻下达命令 此刻 他非常清楚 仅凭萧毅一人之力 就能够杀光他们 就连太乙无量镜 都不可能抵挡萧毅的步伐 杀 兰直士抓住机会 依靠着先前占据的有力地形 迅速下达命令 刹那间 弓箭如同雨水一般 不断地落下 众多敌人都没来得及跑路 都被沐家侍卫射杀 留下众多尸体 该死 小杂种 我和你拼了 欧阳空明健壮 忍不住大吼一声 爆发出最强手段 来拦住萧毅 换取手下的生路 但是 紧紧出入太乙无量镜的欧阳空明 恐怕战斗力 还不如血子狂 在萧毅面前 简直就是蝼蚁一般的存在 嗡 紧紧一刀 魔刃闪烁光泽 欧阳空明已经伸手一触 时间不多了 萧毅喃喃自语 轰隆 紧接着 所有的魔器注入魔刃之中 恐怖的魔刃 对准那些敌人的方向 猛然间暴视而出 整个大队都在震动 无数的惨叫声响彻 当尘埃散去 整个矿脉恢复平静的那一刻 矿脉的中央区域 魔划铠甲缓缓脱落 消失不见 那名黑袍年轻人 手持利刃 站立在原地 宛如一位恐怖的上位者一般 周围躺着厚厚的一层尸体 整个血刀拥兵团 在一道魔刃之下 完全地毁灭 恐怖 这是萧毅此刻的代名词 穆家 意识听 萧毅 发生了一件事 穆廷夜缓缓开口 神情中带着一丝担忧 在解决矿脉危机之后 萧毅迅速回到了穆家 由于欧阳家与好家的阴谋全部失败 所以 三大家族的争斗 只能暂时停止 岳父 是不是调查金天军的事情 再回到帝都的路上 萧毅就已经听说 楚阳帝派遣调查团彻查帝都 四大家族全都是调查对象 没错 那么多的金天军 再加上一位统领 全部失踪 自然会惊动楚阳帝 派遣调查团彻查这件事情 这段时间 穆廷夜一直都在发愁 如今穆家已经恢复 击破了两大家族的阴谋 但是依旧存在这个后患 一旦金天军的事情 查到了他们头上 那么恐怕将会面临一场楚阳帝的震怒 萧毅叹了一口气 在原著中 主角陆修同样击杀了金天军 但是无法摆平 最终依靠着华银公主的能量 才将这件事情摆平 如今 对于萧毅而言 除了去请华银帮忙之外 办法倒是有 不过比较困难 调查团什么时候到 今天刚刚到 已经开始调查了 种种迹象表明 金天军的这一次失踪 必然会引起一场风波 此刻 整个帝都有一种风雨欲来的感觉 四大家族全部人心惶惶 明显惧怕这一支调查团 家主 调查团的第一站是独孤家 从他们开始调查 目前来看独孤家没有问题 有独孤傲在 无法彻底调查 一道道消息迅速地传回穆家 萧毅与穆廷夜端坐在大殿中 命令密探迅速地打听消息 独孤家 调查团缓缓离开 独孤雄亲自送出来 整个独孤家算是松了一口气 这一次 调查团的领头人 乃是楚阳帝手下的敬畏统领 一位白发老者 修为太乙无量进巅峰 玄统领 招待有些不周 还请你海涵 等到这一次调查结束之后 必定大赦宴席 独孤雄微微行礼 眼前的玄统领 不论是修为还是身份 都足够令整个独孤家瑟瑟发抖 必须严肃以待 楚阳帝之所以派出这一位 自然有所考究 如果是战场杀敌 那么就算死了成千上万名惊天军 恐怕也不会派出这种人物 不过这一次却不一样 如此数量的惊天军 擅自离开营地 甚至还贪污了众多钱财 在纪律严明的惊天军之中 突然之间爆发出如此大的问题 那么 这件事情必须要查清楚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如果这支惊天军投靠敌国 那么对于天延帝国而言 将会变成一场莫大的耻辱 独孤家主就送到这里吧 打扰了 还请见谅 玄统领回礼 作为禁军统领 却没有丝毫的架子 在调查团离开之后 独孤雄终于松了一口气 这一支调查团之中 可都是老狐狸 一旦落入他们的圈套 恐怕将会面临众多麻烦 幸亏 这段时间以来 独孤家没有人离开帝都 家主 下一家是欧阳家 独孤云月迈步而来 低声开口 听说肖义回来了 独孤雄反问道 如今 战魁正勉强维持住 但是依旧没有完全恢复 肖义需要的材料 独孤雄早就已经凑齐了 等待他前来 战魁阁的命运 已经与肖义绑在了一起 没错 听看着说 昨天回来了 将调查团说过的话 全都整理一下 一字不漏地告诉牧家 这件事情 只有你和我知道 独孤雄立刻做出决定 至于方式 就用购买灵器的方式 这件事情 一旦被调查团知道 恐怕就是死路一条 但是独孤雄依旧这么做了 一个时辰之后 调查报告送到牧家 独孤家 故意将信息泄露给我们 这是在做什么 牧廷夜手中有火焰生腾 将调查报告完全毁灭 其中的内容已经全部知晓 紧接着 调查团前往欧阳家与好家 全部没有查出任何结果 两大家族所提供的线索 以及他们最近的活动轨迹 与今天军完全没有半点联系 调查团进入牧家 牧廷夜已然出来迎接 玄统领 好久不见 牧廷夜笑眯眯地打了个招呼 作为牧家家主 与这位玄统领倒是打过几次交道 玄统领微微点头 牧家主多理了 我们此次奉命行事 如有得罪的地方 还请海涵 顿时 调查团一行人 在牧廷夜的带领之下 进入牧家议事厅 众多高层全部回来接受调查 玄统领淡淡开口 神情严肃认真 说道 牧家主 我现在问你第一个问题 这段时间你们牧家 都有什么人进入过雷霆山脉 顿时 牧廷夜拿出一份名单 上面记录着每个人详细的资料 包括他们的修为与家庭成员 其中 修为最高的职士 也不足以对付今天军 调查团纷纷看过资料 一时之间气氛压抑起来 我记得 你们牧家的女婿萧逸 最近风头挺上呀 而且根据我们的情报显示 萧逸这几天进入过雷霆山脉 但是在名单中却没有出现 这件事情 你怎么解释 我觉得 还是让你女婿出来 我们当面对质一下 才能够证明他的清白 玄统领淡淡开口 声音中带着一丝不容质疑 欲家之罪 这是牧廷夜内心闪过的念头 这次调查 必须要有一个答案 否则的话 难以与楚阳帝交代 说白了 玄统领需要一个替死鬼 独孤家与独孤傲 欧阳家有欧阳大将军 郝家同样势力不弱 那么如此一来 替罪阳就只能是牧家了 而且 牧廷夜隐约记得 这位玄统领 与欧阳家关系不错 萧义最近在闭关 恐怕不太方便 哦 玄统领神色一冷 既然如此 你是要质疑帝君之令吗 一时之间 气氛剑弩拔胀 就在这一刻 一道清脆的声音 打破了这种气氛 晚辈萧义 见过各位大人 你就是萧义 玄统领冰冷开口 审视着眼前这名年轻人 最近这段时间 萧义这个名字 可谓是风生水起 在整个帝都算是知名人物 同时也惹了不少大人物 没错 萧义微微点头 态度平淡 经过我们的调查 你在三天前 进入雷霆山脉 对吗 对 一个个问题迅速地说出 变得越发刁钻 甚至都已经超出边界线 但是 萧义依旧没有露出任何破绽 几天前 你们家的车队 遭遇了一支神秘队伍的袭击 但是车队却安全返回 那个时候 你在哪里 这个问题至关重要 一旦回答错误 恐怕将会引起众多麻烦 萧义嘴角一勾 淡然开口道 我在哪里这件事情 很重要吗 二者目光对视 刹那间迸射出无数的火花 这位玄统领 显然不是省油的灯 重要 玄统领点点头 弹开双手回应道 如果不能证明你当时在哪里 那么这支惊天军的失踪 肯定与你脱不了干系 除非有人能够证明 你当时不在场 此刻 玄统领想让萧义提供不在场证明 但是所有人都清楚 当天是萧义一个人出帝都 这根本就是在刁难 穆廷叶上前一步 反问道 玄统领 这个问题已经有些偏离调查方向了吧 这支惊天军实力强横 萧义虽然堪称四向镜之下第一人 但是面对这种队伍 想跟他有关系 绝不可能 再这样问下去 恐怕就真的是御家之罪了 穆家主 说起这件事情 我突然想问问你 所有的调查结果都显示 萧义虽然仅仅只是于荣进 但是战力已经能够媲美四向镜 你可以在名单上隐瞒他的存在 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有理由怀疑 今天军死在萧义的手中 这些话字字诛心 但是在实际上所有人都清楚 萧义仅仅于荣进中气 笑话 如果这样的话 就算是图谋不轨 那么欧阳家派遣大量弟子参军 岂不是要谋反 萧义 你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顶撞调查团 玄统领冷漠开口 这位玄统领 身份可是十分尊贵 一旦将消息传到楚阳帝尔中 到时候恐怕会非常的不利 不敢 萧义微微一笑 态度上绝不妥协 气氛逐渐的僵持 活药味非常重 一时之间陷入了僵局 欧阳家 一时听 欧阳盛奇正在看书 外面突然传来敲门声 老管家进入其中 轻声开口道 家主 刚才有人送来一份书信 还有一个包裹 想让您亲自打开 欧阳盛奇眉头一皱 反问道 谁送来的 一个小孩 受人所托 拿进来吧 欧阳盛奇伸了个懒腰 此刻心情愉快 只要借助这次机会 将牧家击垮 那么从此以后 他的地位将一跃而上 没有牧家的威胁 一个包裹与书信 放在桌子上 欧阳盛奇缓缓打开书信 在阅读的过程中 脸色越发阴沉 包裹迅速被打开 其中是一份份卷宗 随着翻开第一页 众多的欧阳家犯罪记录符 陷在其中 多年来的事情 全部都记录着 基本上没有遗落 如果萧毅将这些东西 交给调查团 那么恐怕从此以后 欧阳家将会不复存在 萧毅 你果然留了一手 欧阳盛奇眼神中 杀气腾腾 瘫坐在椅子上 一定是萧毅 从神策府卷宗中 翻出了这些资料 看来清暮也有所参与 居然敢威胁我 不过 这个威胁 确实有用 来人 背车 前往牧家 马车迅速准备好 离开欧阳家 前往牧家 此刻 牧家一时听中 经过激烈的辩论 如今牧家的局势 越发的不利起来 经过我们的调查 你们牧家的运输队伍 多次遭到袭击 只有这一次 顺利地通过了雷霆峡谷 那些抢夺你们的黑衣人 同样消失不见 对于这件事情 你们怎么解释 玄统领将调查结果 拍在桌子上 冰冷质问道 如今 种种迹象表明 抢夺牧家车队的 神秘黑衣人 就是今天军 雷霆峡谷中 传来了一定的证据支持 在场这些人 基本都是老狐狸 仅仅只是稍加推断 就能发现问题所在 然而 萧毅依旧脸色平淡 内心涌起一抹嘲讽 独孤家家主道 此刻 外面突然传来一阵喧哗声 独孤雄迈步而来 直接进入这座议事厅 见过牧家主与玄统领 独孤家主此次前来 是为了什么事情 玄统领的审问节奏被打破 此刻有些恼怒 刚才只差一步 恐怕就可以为萧毅定下罪名了 我前来是为了 今天军失踪的事情 其中有一些有用的信息 希望能对各位有帮助 独孤雄拿出一份材料清单 众人纷纷看去 大家应该都非常清楚 我们家族的战魁可出了点问题 想要修复的话 还需要几种重要材料 最终我们打算委托萧公子前往 这种重要材料 只有雷霆山脉中拥有 诸位请看 这是萧公子带回来的材料 这些信息提供了十分有用的证据 为萧毅洗清了大半的嫌疑 玄统领神色一变 正要开口 外面再度传来一阵喧哗声 打断了玄统领的话 欧阳家主道 欧阳盛奇进入议事厅 令众人疑惑不解 各位 我此次前来 是为了牧家证明清白 最近这段时间 雷霆山脉有众多神秘匪徒 身为大将军 我立刻派人调查 同时我发现 血刀拥兵团出现在雷霆山脉 惊天君的失踪 一定与他们有关 一份份调查报告 摆放在桌子上 根据这些材料 惊天君失踪 基本上与牧家没有任何关系 反而是血刀拥兵团所为 血子狂太以无量进修为 具备灭杀惊天君的能力 调查团最终离开 在经过多方调查之后 得出血刀拥兵团杀害了惊天君的结果 同时因为畏罪潜逃 血刀拥兵团离开了天延帝国 这个结果 震惊了所有人 欧阳家与郝家的阴谋 以失败告终 牧家 亦是听 此刻 调查团已然离开 牧家洗脱了嫌疑 牧廷叶遣散众人 留下萧义 开口询问道 萧义 怎么回事 欧阳家家主 与独孤家家主 全都是你找来的吗 矿脉与雷霆峡谷发生的事情 全都已经传回来 两大家族收买了血刀拥兵团 在深夜时刻偷袭矿脉 幸亏有萧义在 将整个局面逆转 萧义叹了一口气 岳父大人请见谅 有些事情暂时没法说出来 但是您放心 牧家经历这一次事情之后 将会迅速发展 行 不过两大家族 如今彻底撕破脸皮 估计这段时间会再度动手 我们一定要做好防范 好 如今 萧义拥有魔化铠甲 两大家族 已经不能构成太大威胁了 姑爷 白金英前来 刚刚回到房间中 管家就前来 身后跟着白金英 请进 萧义微微点头 这次事情 萧义欠下独孤家一个人情 战魁阁阵法 修复的时间 必须抓紧展开 萧大人 你可算回来了 白金英恭敬的进入 是独孤家主让你来的吧 如今距离战魁阵崩溃的时间 已经不多了 再不进行修复 恐怕会面临崩溃 没错 既然这样 那就现在去一趟 半个时辰后 萧义前来 众多独孤家高层 已经等候多时 所有的材料 都已经准备齐全 摆放在战魁阵周围 修复战魁阵 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一道道精妙的纹路落下 整座战魁阵 再度焕发出生机 一直到正午时分 战魁阵中枢修复完毕 相比之前更加牢固 萧公子 请受老夫一拜 独孤雄恭敬鞠躬 今天不仅修复了阵法 同时授意匪浅 从萧义手中 学到了众多手段 不必客气 萧义摆摆手 郑玉离开 嗡 一道灵力的枪翼 突然间爆发 对准萧义所在的位置 恐怖的气息 在一瞬间轰然炸开 太义无量镜 斩空刃出鞘 轰然相撞 哄 冲击波炸线 形成一道道连衣 周围的建筑物随之爆裂 萧义面色一变 仅仅只是接触的一瞬间 就已经判断出 这一股恐怖的力量 属于一位太义无量镜强者 不过 如今萧义的实力 依旧轻易地挡住了这一击 不错 平淡的声音响起 周围所有人神色一变 一道魁梧的身影缓缓走出 周身是一套黑金铠甲 升腾着紫色火焰 背后是一把恐怖的长枪 出现的一瞬间 就成为了全场焦点 右将军 独孤奥 先前那一道恐怖的枪翼 正是由独孤奥发出 萧义注意到 当孤独奥出现的一瞬间 所有的独孤家弟子都脸色一变 仿佛见到十分恐怖的存在 传闻 独孤奥与独孤家存在矛盾 多年前曾经大闹独孤家 造成了众多伤亡 最后投入帝军阵营 与独孤家一刀两断 如今看来 似乎是真的 萧义 果然所有人都小瞧了你 如今的你 战力恐怕已经媲美 太义无量镜了 独孤奥淡然开口 双眸中有着战役浮现 不敢当 萧义微微一笑 不需要如此谦虚 像我们这样的天赋之人 应一往无前 萧义 拿出你真正的实力来吧 不然的话 今天或许我会让你这位 沐家坠绪 沿边扫地 当他声音落下的一瞬间 周身的紫色火焰升腾流动起来 太义无量镜的能量 毫无保留的爆发 哄 恐怖的火焰之中 独孤奥身躯暴射而出 这种速度 令萧义都脸色一变 太义无量镜 果然强悍 仅仅只是一刹那 独孤奥就已经出现在萧义面前 手中的火焰长枪 划破虚空 击中萧义所在的区域 火焰升腾 带来一股恐怖的压迫感 在这种压迫力之下 萧义毫不犹豫地 动用了杀伤力最大的杀招 雷电之力涌动 九藏黑雷术 藏生灭 雷霆之刃炸现 与火焰长枪撞击在一起 二者碰撞的一瞬间 顿时在半空中 留下一道焦黑的痕迹 当 二者碰撞在一起 爆发出恐怖的冲击波 卷起众多碎石 在这一次的正面碰撞之中 独孤奥身躯纹丝不动 但是萧义却身躯倒飞而出 很显然 这一场碰撞 独孤奥占据上风 雷霆之力 虽然仅仅只是鱼龙进中期 但是你的能量十分精纯 我的子级神火 要知道 他可是太乙无量镜初期修为 再加上掌控枪之规则 能量十分霸道 刚才击退了萧义 但是无法侵入对方体内 萧义握着掌控刃的手臂 微微颤抖 先前的碰撞 已经让他明白 对方的实力到底有多么的强悍 难怪有那么多人 将独孤奥称为年轻一代第一人 如此的年纪 太乙无量镜 堪称恐怖 而且他的战斗力 远超先前的血子狂 倒是一个不错的劲敌 但是 萧义嘴角反而露出一抹笑容 他能够感觉到 自身并没有因为对方的强大而感觉紧张 反而 生起了一股沸腾的感觉 下一刻 二者再度相撞 周围的区域之中 仅仅只剩下萧义与独孤奥 其余的独孤家弟子 在第一时间就已经被遣散 二者的战斗 堪称恐怖 一个不小心就会误伤 当当当 狂暴的金属敲击声不断响起 两道人影迅速地冲撞在一起 手中的武器互相争斗 有着狂暴的力量升腾 周围都化作了废墟 萧义神色严肃 斩空刃落下倒倒雷霆 连绵不断如同潮汐一般 一波接一波的击中独孤奥 但是 面对萧义的攻击 独孤奥反而如同玩耍一般 哪怕萧义的攻击众多 但是依旧以力破支 每一次紫色火焰升腾 都会撕裂众多雷霆 二人激战在一起 明眼人都能够看出 独孤奥明显占据了上风 而且依旧没有动用权力 玩够了 独孤奥淡然开口 握紧火焰长枪 该结束了 火灼 炎之欲 嗡 独孤奥的长枪之上 紫色火焰迅速地升腾 有着剧烈的灼烧感浮现 整座天地之间的温度 仿佛上升了好多 置身于火炬之中 周围有着一道紫色火焰 凝聚而成的长枪 浮现在半空 庞大的身躯 迅速化作一道狂暴的火龙 以非常凶狠的气势扑杀而来 仅仅只是触碰的一瞬间 斩空刃就被彻底击溃 不过 就在火龙袭来的那一刻 萧毅前方有着魔器升腾而起 嗜血的力量乍现 魔化铠甲 魔降咒 嗡 一只庞大的魔器手掌轰然浮现 与火龙撞击在一起 二者相撞 顿时有着冲击波浮现 不过在下一刻 魔器手掌之中 有着爆炸声响彻 爆炸声传播四周 剧烈的冲击波将周围的建筑物击碎 空气隐约出现裂纹 火龙与魔器手掌轰然爆碎 嗡 空间波动浮现 漫天的白雾中 一道覆盖着铠甲的身影缓缓走出 手持一柄滔天魔刃 狂暴的气息散发出嗜血的波动 魔化铠甲 魔降状态 之前 在矿脉中的一战 萧毅凭借着魔化铠甲 击杀了众多血刀拥兵团修炼者 最终消耗的能量 基本上再次补充回来 所以 如今还可以再度动用魔化铠甲 这就是你击杀血刀拥兵团的手段吗 独孤奥淡淡开口 如同雄鹰一般的目光 带着锐利之感 对准萧毅 仿佛已经知道了所有的事情 很显然 他掌握着一些情报 对此 萧毅并不意外 没错 魔气生疼 萧毅淡淡开口 面对萧毅的回应 独孤奥眉头一皱 长枪轰然落下 火焰之力再度升腾 紧接着 一道火龙浮馅出 萧毅微微抬手 魔气手掌凝聚而出 紧接着 二人都被震退 紧接着接下来又是一番争斗 虽然独孤奥毫无保留 但是他的攻击 始终无法击中萧毅的核心 魔化铠甲 赋予了萧毅太 以无量镜的能量 但是身躯依旧是鱼龙镜中期 一旦受到重大伤害 同样会受重伤 这一点 以独孤奥的战斗经验 轻而易举地察觉到 二者的战斗 一时之间僵持下来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在某一刻 独孤奥催动火龙 再度冲击而来 一道魔气手掌轰然浮现 但是这一次 火焰龙枪之上 有着细密的火焰升腾 仿佛形成一道火焰铠甲一般 当那一道魔气手掌 接触到火龙的一瞬间 顿时在半空中泯灭 突如其来的变故 令萧毅眼神一变 身躯刹那间闪烁 然而 独孤奥出手迅速 长枪重重落下 浩荡火焰升腾 直接击中萧毅的身躯 碰 沉闷的撞击声响彻 萧毅在这一击之下 直接倒飞而出 手中的魔刃 狠狠在地面上 留下一道痕迹 勉强维持住身形 嘴角浮现出一抹血迹 胸口位置传来剧痛的感觉 魔气的升腾变得不稳定 显然被独孤奥那一枪所伤 萧毅目光一宁 看向正前方 此刻 独孤奥手持火焰长枪 脸色一片平淡 在身躯的周围 有着一道道火焰纹路 形成恐怖的火焰铠甲 正是由于这一道火焰铠甲的存在 刚才独孤奥 才会爆发出如此恐怖的力量 火焰铠甲 萧毅内心思索 在原著中 主角陆修与独孤奥 曾经有过一场战斗 这就是独孤奥的杀手锏 一旦火焰铠甲浮现 那么独孤奥的杀伤力与防御力 甚至自身的速度 都会有极大的提升 如今看来 果然十分棘手 独孤奥显然不会给萧毅喘息的机会 周身火焰生腾 刹那间化作一道光芒 闪烁而过 浮现在萧毅面前 火焰长枪落下 爆发出赫赫凶威 独孤奥的攻势 丝毫没有停止 宛如火焰爆发一般 轰鸣声不断响彻 对着萧毅追击而来 在火焰铠甲的加持之下 如今的独孤奥彻底碾压萧毅 按照这种局势下去 恐怖要不了多久 萧毅就会战败了 当 火焰长枪生腾 刹那间击中萧毅 直接砸进一座建筑物之中 漫天灰尘浮现 化作一座废墟 不得不说 这个独孤奥 丝毫不在意独孤家的资产 一场战斗下来 不知道破坏了多少建筑物 萧毅 以你如今的能力 看来还不行 独孤奥手持火焰长枪 刚毅的脸庞上 带着一丝嘲讽 如果坚持不住了 那就认说吧 起码能够保全一下颜面 这一场战斗 分别是年轻一代第一人 与如今风气 正胜的萧毅 如今看来 即将落下帷幕 残破的建筑物中 萧毅不断地咳嗽着 缓缓从废墟中迈步而出 不由自主地感叹道 不得不说 你确实是一个强敌 原本以为不需要做到这一步 如今看来 或许可以试一试 哇 伴随着光芒浮现 雷霆弓出现在萧毅手中 雷鸣声不断轰鸣 天地之间的雷霆之力 随之引动 弓箭 独孤傲淡淡开口 神色依旧冷漠 在他的感受之中 那一把雷霆弓的能量强度 虽然不错 但是远远没有达到 对他造成威胁的地步 倒是想看看 这个萧毅 到底能够做到什么程度 萧毅身吸一口气 微微拉动弓弦 隐约有雷鸣声响彻天地 轰隆隆 下一刻 雷霆光芒闪烁 黄暴的雷霆之力 刹那间涌入雷霆弓之中 无数的雷霆之力 在弓箭之中流转 九仓黑雷术 雷之急 黑色火焰升腾 狂暴的温度炸现 附着在雷霆弓周围 宛如火焰君主一般 释放着毁灭之力 天火榜第十三名 天地黑雷炎 体内的能量 尽数涌入雷霆弓之中 凝聚成一道雷霆箭矢 这一道攻击手段 实际上是以雷霆弓为载体 承载着雷霆与火焰的能量 成功地凝聚出这一剑 虽然以萧毅如今的实力 仅仅只能释放出一次 但是以这一剑的能量程度 恐怕只需要一剑 就能够结束这场战斗了 以前的时候 仅仅只是一个想法 如今付诸了十剑 这一剑 萧毅称之为雷级黑炎剑 有点意思 独孤奥冷哼一声 当雷级黑炎剑凝聚出的一瞬间 立刻感觉到一股锁定感 无处不在的刺腾 这种感觉 仿佛在面对一名强敌一般 哪怕如今的独孤奥 有着火焰铠甲加持 但是依旧感受到了威胁 不过 这才是他想要的结果 就让我看看 这一剑 究竟有多强 独孤奥握紧火焰长枪 身躯如同火焰一般闪烁 仅仅只是一瞬间 就已经浮现在萧毅前方 二者之间的战斗 接近了终点 轰隆隆 萧毅眼神平静地 看着袭来的独孤奥 深吸一口气 微微拉动弓弦 刹那间轰鸣声震战天地 小爷就不信了 这道雷级黑炎剑 你独孤奥还能接下 嗡 那一刻 有着恐怖的嗡鸣声浮现 一道流光乍现 在半空中急射而出 根本难以看清他的飞行轨迹 在独孤奥的视线之中 仅仅只能看到一抹流光 哄 同一时间 独孤奥甩动手中的火焰长枪 化作一道流光 对准萧毅的位置 猛然间射出 破 这道火焰长枪 请客奸击中萧毅的身躯 在这种攻击之下 如今魔器接近消失的萧毅 直接吐出一口鲜血 很显然受到了重创 叮 而就在这一刻 雷级黑炎剑暴射而来 在独孤奥瞳孔一缩中 直接洞穿自身的防御 火焰铠甲 仅仅坚持了一瞬间 就被洞穿击碎 独孤奥鲜血喷涌 整个人如同遭受重击一般 倒射而出 狠狠地撞击在废墟中 同样遭受了重创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二人缓缓站起身 独孤奥手掌一台 火焰长枪收回手中 周围的火焰散去 这一场 算平局 如何 可以 萧毅淡然一笑 微微点头 能够让如此骄傲的独孤奥 认下这场平局 已经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结果了 毕竟 萧毅仅仅只是鱼龙进中期 而独孤奥 却是太乙无量进初期 如此大的差距 平局就等于赢了 而且 魔化铠甲的能量 已经耗尽了 如今自己 都不一定有力气继续战斗 不过 很可惜的是 经过这一场战斗 魔化铠甲 没有像是矿卖一战中吸收能量 所以 除非重新收集能量 否则暂时不能动用了 我这一次来 有正式 独孤奥倾咳一声 神色有些不自然 似乎刚刚想起正式一般 这个小傲娇 还有点可爱在身上 一道黑金令牌扔了过来 上面记录着一些信息 以及特殊标志 金天军 第三部 第五队统领 帝君让我告诉你 那一支金天军 这一次抢夺运输队伍在先 你杀得很对 不会有人追究你的责任 同时作为补偿 封你为 金天军第三部五大统领之一 地位仅次于都主 伴随着独孤奥话音落下 萧毅瞳孔一缩 好家伙 帝君明显知道了 金天军是自己杀的 但是却不追究 反而赏赐了金天军的 一位统领之位 天延帝国 一共有三大主要军队 与普通军队不同的是 这三大军队 全部都是精英中的精英 分别是守卫帝都的禁军 云宫掌控的神侧位 以及最后一支军队 战争兵器 金天军 金天军军纪严明 每一名战士都是精英 由帝君亲自派人掌控 就连大将军欧阳盛齐 都无法掌控 传说 金天军君主 乃是一位半圣级强者 金天军中 一共有十部 由十位都主掌控 每一位都主 都是太义无量境巅峰强者 而在每一部中 都有五位统领 修为基本上 都是太义无量境层次 或者四向境巅峰水平 如同雄统领那种四向境巅峰 在其中仅仅只是 算是一位示威的统领 根本无法成为至关重要的人物 根据原著中的情节 陆修正式在推荐之下 进入金天军中担任统领 参与到七大王朝的旷世战争之中 获得了众多好处 多谢帝君 萧义微微一败 算是感谢楚阳帝 这一次 或许又会与主角陆修见面了 前者 根据原著来看 似乎也在第三步 距离复生宴 还有三个月的时间 这段时间必须抓紧时间提升实力 不然萧义很清楚 自身面对那些怪物 恐怕实力还不够 有系统在 天赋都是不耸 但是时间不够 必须抓紧时间 将天赋转化为实力 帝君的命令 我已经传达完毕 接下来是一些我个人的私审 独孤傲双手抱胸 缓缓开口道 三个月后 将会迎来复生宴 无论是 对于我还是 对于你来说 都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点 如今 你们穆家 遭受众多势力的围攻 一旦抵挡不住 恐怕就会灭族 到时候 这天赋帝国将会再无帝都穆家 所以 我的对手 抓紧时间提升实力吧 话音未落 独孤傲的身影 已经化作一道火焰 向着远处暴射而出 这一刻 独孤傲周身的气息 赫然是太义无量进后期 好家伙 果然他刚才压着修为境界 消逸瞳孔一缩 作为年轻一代第一人 独孤傲绝对有其资本 如果只是 刚才展现的那样 实力的话 恐怕不能够服众 如今的太义无量进后期 才是真正的资本 能够被这家伙视为对手 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不论如何 我都不会让穆家被毁灭 消逸握紧手掌 伴随着战斗结束 独孤家的众人再度出现 对于战斗所造成的损害 独孤雄毫不犹豫地 全部承担下来 毕竟 这一切的发起者 都是独孤傲 不论如何 他也是独孤雄的儿子 老大 你和独孤傲 谁赢了 白精英的称呼已经变化了 此刻好奇地开口道 平局 消逸犹豫了一下 回应道 顿时 周围所有人都面色震惊 神策府北府府主 青木道 话音未落 一道青色光芒闪烁而过 人影浮现在消逸面前 带着一抹邪魅的笑容 对着消逸开口道 消逸 云公有请 完了 又要来试了 云公 这一次给了我们一个危险的任务 不过也是一个好机会 青木边走边开口说道 哦 消逸隐隐猜测到了什么 根据原著的时间线来看 血魔塔危机似乎该爆发了 不会是与血魔塔的事情有关系吧 你听说过血魔塔吗 青木开口询问道 虽然 通过原著之中的剧情 消逸清楚血魔塔的事情 但是按照常理来说 消逸应该不清楚血魔塔的存在 所以 消逸摇摇头 再提起血魔塔的事情 一向玩世不恭的青木 此刻面色十分凝重 眼中十分罕见地 闪过了一抹恐惧之色 以青木的性格 能够如此忌惮地存在 绝对不会简单 血魔塔中 青木深吸一口气 淡漠的声音中 蕴含着一股透彻心扉的寒意 仿佛周围的空间温度 都随之下降 封印着 一头圣境魔族强者 圣境 虽然早就已经有所预料 但是消逸依旧瞳孔一缩 对这个答案十分震惊 七大王朝 除了极少数的存在 如同圣诏王朝 基本上都只有一位圣境强者 一位圣境强者 代表着恐怖的能量 每一座王朝的根基 都是圣境强者 这个世界之中 时刻有着一些空间裂缝 侵入人类区域 其中就会存在着 众多来者不善的魔族强者 东苍狱同样如此 甚至 在历史上一些王朝 或者强大的势力 都会因为这些魔族强者入侵 最终完全的泯灭 青木声音一顿 咽了一下口水 紧接着开口道 在天延帝国帝都的地底 就有一道恐怖的空间裂缝 形成了稳定的空间节点 帝都之所以建立在此处 就是因为传说中 那位天延帝尊想要镇压 这道空间裂缝 在地底建立了一座血魔塔 避免它的扩散 这些事情 在原著中 萧毅早已经有所了解 而且他很清楚 那一位紫云老祖常年 居住在血魔塔深处 封锁那一道空间节点 防止其中的血魔王冲破封印 但是 青木轻轻叹了一口气 因为血魔塔之中 形成了一座魔狱 经常会有众多的魔物诞生 如果没有及时清除的话 等到它们强大之后 就会从血魔塔中涌出 对帝都乃至整个天延帝国 造成恐怖的损害 所以 帝都每隔十年 都会派遣一批强者 进入其中 处理那些强大的魔物 就连到军级人物 同样不例外 到军级人物 即太乙无量镜存在 这种存在可是战略性资源 却向血魔塔之中投放 足以可见 血魔塔的重要性了 不过 每一次十年来临 进入其中斩杀魔物 都会获得一笔积分 依靠这些积分 可以兑换众多奖励 当然了 这种任务十分危险 每次都会有众多强者陨落 肖义微微点头 目光看向帝都中 熙熙攘攘的人群 在原著中难以体会这种感受 只有在这一刻 他才能清晰地感觉到 一片祥和的帝都之下 同样有着凶物之地 但是 消灭这些魔物 乃是所有人的责任 否则 一旦等到这些魔物涌出 恐怕帝都将会毁于一旦 三大军队 每十年轮换一次 今年正好轮到了神策位 即我们这些神策府成员 神策府 北府 萧义二人缓缓进入演武场 刚刚进入 就已经发现在场的众多高层 都没有了平时那一副悠闲的模样 反而一个个神色凝重 很显然 与血魔塔有关 毕竟 一旦开启血魔塔 那么在场这些人 恐怕基本上都会进入其中 到时候 很有可能就会遭遇恐怖的魔类 或许就会出现众多死伤 神策府十位长老 即为神策府中最强的十位存在 同时 神策府招募了众多外援 其中 包括主角陆修 目前这位主角 已经突破到鱼龙境巅峰 足足比萧义高了好几个境界 有一说一 主角就是厉害 修为突破的真快 不过 要不是萧义这段时间忙 懒得去截胡 陆修说不定修为还不如他 这一次 在场的集合人员 最低也是鱼龙境修为 基本上走的是精英路线 进入血魔塔有能量限制 所有进入人员的能量总和 不能高出界限 否则的话 恐怕会导致空间节点崩溃 伴随着众多高层前来 在演武场的正前方 一道人影缓缓浮现 脸庞上带着一抹肃然之色 欧巴摩睡网 诸位 今天召集你们前来的目的 想必你们都已经知晓 血魔塔即将开启 其中的魔类众多 如果没有及时进化的话 伴随着污染的加强 最终恐怕会进入到我们的世界之中 到时候 帝都都会毁灭 这一次的进化任务 由此开启 经过帝都高层议论 最终决定 投入一些鱼龙镜层次的修炼者 参与进化任务 但是需要在长老的带领之下 才可以进行 很显然 这一次的进化任务十分严峻 血魔塔开启之后 第一批由十位长老进入其中 清理一些强大的魔类 并且深入血魔塔 给予老祖帮助 第二批 盗军级存在进入 清理一些漏网之鱼 第三批 四项镜与鱼龙镜存在进入其中 以完成进化为目的 执行此次任务 在将众多安排全部说出之后 云宫神色凝重起来 看向一侧的十位长老 缓缓开口道 既然已经安排完毕 那么开启血魔塔吧 哇 天地之间的能量迅速的凝聚 在正前方形成了一道巨大的空间之门 浩瀚的空间展开 令在场所有人为之一阵 这座空间之门连接着血魔塔 在其中 有着恐怖的魔器在肆虐着 令整座炎武场的温度下降了许多 有着令人毛骨悚然的气息传出 伴随着十位长老 以及第二批的道君存在进入 很快就已经轮到了萧毅等人 第三批 进入 萧毅与青木对视一眼 纷纷迈步 进入空间之门中 有黑的光芒闪烁而过 如同吞噬一般 将二人的身影吞入其中 顷刻间消失不见 嗡 当萧毅再度睁开双眼时 眼前是一片血色的天地 有着嗡鸣声响彻 诡异的黑色雾气在空中流动 仿佛十分粘稠 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 伴随着周围 不断有着光芒闪烁 一道道人影凭空浮现 出现在萧毅的周围区域 此刻 众人处于一座石塔正上方 周围有着淡淡的光幕 一旦那些黑雾接近光幕 就会顷刻间泯灭 很显然 这就是原著中的净化装置 在资料中显示 第三批人员众多 被分到十多座不同的灭魔塔中 此处是六号灭魔塔 同时也是这段时间 在血魔塔中的安全据点 感觉如何 青木的声音传来 带着麾下的人马前来 有些压抑 萧毅微微皱眉 在这座区域之中 总会有一种非常压抑的感觉 远处传来众多嗡鸣声 似乎是某种非常诡异的东西 而这 仅仅只是 他们处于这一座灭魔塔之中的感觉 一旦离开灭魔塔 这种感觉 恐怕会更加强烈 毕竟这是你第一次进入血魔塔 以前的时候 我跟随惊天君进入过其中一次 所以能够习惯这种氛围 青木笑眯眯开口 拍了拍萧毅的肩膀 周围有着众多人影 其中没有陆修的存在 不过放眼望去 足足有一百多人 数量上倒是也不少了 不过 四项镜巅峰存在 仅仅只有青木一个人 同时 青木也是这座据点之中的负责人 接下来的任务是什么 萧毅开门见山道 不着急 青木摇摇头 解释道 我们的进化任务 不是短短时间就能够完成的 需要先找一些合适的区域 对接下来的任务做出规划 这座灭魔塔 是这座据点的核心 每天能够进行一次传送 会有众多物资传送到这里 很显然 这一场进化任务 是一场时间很久的战斗 好处 萧毅眨眨眼 二人心有灵犀一般 尤其是对于青木这种人而言 一般都是甩手掌柜 能够担任这一次负责人 除了实力之外 很显然还有积极性的问题 能够让青木有积极性 一定有所好处 在这座血魔塔中修行 开始算计起来 而且 我听说 血魔塔外围区域有个大宝贝 好家伙 详细说说来 萧毅眼前一亮 在原著中 主角陆修的剧情 基本上就是进入血魔塔 与一位反派产生矛盾 然后借助机会斩杀 并且在血魔塔中突破瓶颈 获得大量积分 老套路罢了 对于萧毅而言 都没有截胡的兴趣 所以说 还不如跟着青木这个家伙 混点好处呀 简单点来说 血魔塔之中 有一头太乙无量镜的魔兽 在血魔塔的身处位置 据说实力接近 太乙无量镜巅峰层次 萧毅兴奋地搓搓手 在听到这头魔兽的战斗力之后 顿时脸色一变 欧巴魔睡网 青木 你疯了吧 这种级别的魔兽 咱俩还不够人家塞牙缝的 没有长老级人物在 纯属找死呢 这种级别的魔兽 恐怕第二批的那些人马 都不会轻易地动手 不然的话 恐怕会损失惨重 而且 魔兽与那些魔类不同 一般而言 不会轻易进攻灭魔塔 所以 也没有攻击的必要 这头魔兽实力如此强大 以萧毅二人的实力 别说如今魔化铠甲没有能量了 就算有能量 也不够那头魔兽一巴掌下来 而且 血魔塔深处 那些魔类可不简单 一个不小心 就会死在这里 萧毅可不想在血魔塔中陨落 别担心 这一次我准备了万全之策 而且实在不行的话 我们接近血魔塔深处 也能够加强我们修炼的速度 轻木一边说着 眼神中有着跃跃欲试的神情 很显然 这个家伙明显又上头了 等到进化任务完成之后 就是咱哥俩动手的时机 同一刻 血魔塔中心 这座天地之中 弥漫着恐怖的气息 有着众多的魔类肆虐着 存在不少恐怖的存在 一般人难以接近 黑暗中 脚步声缓缓浮现 一道人影在黑暗中行走 身穿华贵的衣袍 脸庞上带着邪魅之色 周身散发出恐怖的气息 周围的魔类 在见到这道人影的一瞬间 立刻顶礼膜拜 仿佛见到了上位者一般 这是 半圣即存在 距离圣境 仅仅一步之遥 魔闻 现 一道黑色光环 以这道人影为中心 迅速地开始扩散 最终完全地凝聚成形 在黑色光环中 鸣刻着众多奇异的纹路 散发着恐怖的魔气 宛如碾压天地之间一般 一只恐怖的血色瞳孔 从黑色光环中浮现 这是 血魔王 属下 拜见血魔王大人 这道人影躬身行礼 虽然拥有着人类的身躯 但是那一股恐怖的魔气 已经证明 这是一头人形魔类 呼 魔风阵阵 一股浓郁的血气浮现 传来一阵疯狂的低语声 那些人类 再度进入血魔塔了吗 没错 十年一次 这些人类自以为 能够镇压我魔族入侵 实际上却不清楚我们的计划 不愧是愚蠢的物种 王上英明 恐怖的血色 瞳孔微微一缩 似乎十分满意 紧接着开口道 魔血明 这次召唤你前来 是因为我感受到 有一道令我震动的气息 进入了这座血魔塔空间中 似乎是一道龟虚镜物品 与我魔族有关系 龟虚镜 魔血明瞳孔一缩 难以置信地开口 圣镜之上 即为龟虚镜 每一位龟虚镜强者 都是足以开天辟地的恐怖存在 可以说 站在了这座世界的顶尖层次 没错 一旦获得那件东西 恐怕我就能够突破 血魔塔的封印了 魔血明 本王命令你找到它 遵命 黑色光环缓缓消散 化作一道魔器 进入魔血明脑海中 标注了那一道 龟虚镜物品的方向 魔血明缓缓起身 嘴角扬起一抹嗜血的笑容 目光对准那一道 龟虚镜物品的方向 赫然是 六号灭魔塔 六号灭魔塔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 众人纷纷确定了 这段时间的居住房间 三设是非常简单 但是比较完善 简单的解决了一下温饱问题 青木直接展开一张血魔塔地图 开始划分任务区域 这张地图 每一位灭魔塔负责人 手中都会存有一道 上面的信息 会伴随着灭魔塔的开始 而出现相应的变化 此次的主要任务 就是开启灭魔塔 其中 有着十多座灭魔塔 已经开启 但是 依旧有着众多灭魔塔 目前呈现黑色形状 显然未曾激活 正在被魔类肆虐着 各位 应该都已经注意到 这些灭魔塔的黑色浓郁 有些不一样 这是因为周围的魔气强度 存在区别 比如 靠近我们这座据点的灭魔塔 等级基本上都是一级 伴随着远离这片区域 灭魔塔逐渐提升为二级 而在外围区域的最深处 青木的手指落下 赫然是两座犯着寒意的灭魔塔 浓郁的魔气 几乎要完全覆盖 这是两座三级灭魔塔 萧毅适时开口发问 没错 这两座灭魔塔 已经基本上快被魔类侵蚀完全了 其中拥有着众多的魔类 是我们这一次进化任务的最终目标 援助中 几乎一座三级灭魔塔 足足可以获得十万点积分 能够获得一笔十分丰厚的奖励 而二级灭魔塔为一万点积分 三级灭魔塔则是一千点积分 都是不错的奖励 仅仅只是粗略上来看 其中的灭魔塔 足足就有数十座 这种级别的积分 足以付到流油了 除此之外 灭沙魔类同样会有积分奖励 鱼龙镜一百点积分 四象镜五百点积分 太乙无量镜十分稀少 不过一旦击杀 可以获得三千点积分 听到这些话 周围的神侧位对于魔类的恐惧 显然减少了许多 这可都是积分啊 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萧毅直接开口 作为援助十分熟悉的存在 对于这些魔类并没有太大的恐惧之情 此刻 倒是迫不及待 想要踏上积分获取之旅 青木淡然一笑 将地图收起 事不宜迟 现在就出发吧 接下来 开始体验 雪魔塔的恐怖 众人分为不少支队伍 其中 青木与萧毅 带着三名实力强悍的神侧位 组成了一支五人队伍 来到灭魔塔出口位置 淡淡的光幕闪烁着 在光幕之外 有着十分浓郁的黑雾 仿佛其中存在着某种恐怖之物 令人内心发寒 萧毅与青木 神色一片淡然 至于周围的几名神侧位 则是面色凝重 一旦踏出这道光幕 那么将失去光幕的保护 直面雪魔塔的恐怖 同时 这支队伍 是周围众多队伍的第一支 在周围不少人的注视下 萧毅缓缓踏出一步 进入恐怖的黑雾之中 请客间温度降低 仿佛置身于冰天雪地一般 黑暗中 传来众多恶意的视线 不断翻腾的黑雾中 有着猙獰的笑声 以及诱惑的低语传来 直击心灵深处 萧毅深吸一口气 双手之中 有着雷霆与火焰浮现 顷刻间 周围的一切变得平静起来 这一幕 落在众人眼中 都瞳孔一缩 真不愧是最近声名赫赫的萧毅 仅仅只是瞬息之间 就已经破解黑雾之中的魔气 走吧 开始行动了 萧毅挥挥手 率先迈步脚步 向着黑雾深处前进 这种行为 仿佛是如同队长一般的发号施令 但是队伍中的所有人 包括青木 都没有任何意见 与其让不靠谱的青木来指挥 还不如让萧毅来 青木这家伙 太完事不公了 浓郁的黑雾弥漫在周围 萧毅一队缓缓前进 每隔一段距离 就会有金石光剧出现 吸收能量化作光芒 为众人指引道路 当进入黑雾的时候 萧毅就已经受到了系统的任务 叮 检测到宿主进入血魔塔 发布任务中 任务 击活一座三级面魔塔 奖励 青星神珠一枚 三十点积分 青星神珠 蕴含着特殊能量 能够净化脑海中的暴虐心绪 起到清净心灵作用 哦 萧毅瞳孔一缩 狗系统这任务 倒是挺不错 正好自己要机会 一座三级面魔塔 到时候就可以完成这次任务 上一次 自己购买的压制魔化铠甲的物品 已经用完了 正愁着没有手段 能够压制魔化铠甲的力量 这枚青星神珠 一旦获得之后 正好可以压制魔化铠甲中的暴虐情绪 防止污染心灵 小队赶路的时间中 倾目不停地说话 偶尔逗弄一下队伍中的一个女孩子 让队伍中的气氛变得活跃起来 而萧毅处于正前方 某一刻 突然有着怪异的声音 从四面八方传来 萧毅挥挥手 刹那间 众人停下脚步 进入戒备状态 纷纷拔出自己的武器 在众人的注视下 前方的黑雾缓缓拨动着 有着低沉的乱雨声传来 紧接着 众多诡异的魔类 从黑雾中缓缓而出 伴随着魔类浮现 天地之间传来诡异的鸣叫声 这是一些低级的魔类 紧紧于龙镜 不过 他们的鸣叫声会引发幻觉 青木迅速开口介绍道 萧毅挥挥手 众多纹路 鸣刻在众人身躯之上 化作一道道小型阵法 这是一些幻术阵法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制幻术 众人对萧毅的幻术水平 都有一定的了解 此刻安心了不少 动手吧 嗡 下一刻 萧毅率先攻击 斩空刃落下 有着恐怖的雷鸣声响彻天地 紧接着周围的魔类受到重创 除了慵懒的轻木之外 其余众人全部出手 在这种全力攻击之下 皱眉的异类根本难以抵抗 轻而易举地被冥灭 众人腰间的身份令牌光芒闪烁 紧刻间就已经拥有了众多积分 在战斗中 萧毅隐约能够发现 击杀魔类之后 魔化铠甲之中的能量 提升得似乎更加快了 不过 这也正常 毕竟 此处魔类体内的能量 与魔化铠甲相差不大 战斗结束了吗 轻木伸了个揽腰 缓缓而来 这些魔类 仅仅只是最简单的级别 等到你们以后遇到 高等级魔类的时候 就能够明白 它们到底有多么诡异了 随口说了一句 轻木从怀中拿出地图 挥挥手众人围过来 我们今天的目标 就是这座一级灭魔塔 之后逐渐进行推进 激活这些一级灭魔塔 这样就能够 清理出来一条安全退路 轻木手只在 几座灭魔塔中落下 详细地解说道 众人微微点头 他们这一次的目标 依旧是距离据点 更远一些的 二级灭魔塔 甚至最后的 三级灭魔塔 但是血魔塔之中 危机四伏 在动手之前 必须将后路清理干净 否则到时候 一旦发生什么变故 到时候恐怕就完了 这是一个非常稳妥的表现 紧接着 轻木再度展现出了 自己搞事情的能力 然后 我打算顺路去这个位置 消逸目光落下 瞳孔微微一缩 青木手指落下的区域 有着血色插号标志 看起来十分鲜明 很显然 这是一座非常危险的区域 队伍之中的那名女孩 夜染红脸色一变 惊讶开口道 轻木 你想要去禁区 不 一名神策 为名为雷塔 缓缓开口道 我猜轻木的意思 应该是前往血僧池 血僧池 夜染红微微一愣 紧张的神色变得缓和起来 轻木微微点头 轻声开口道 没错 这座禁区外围 有着一座血僧池存在 不过能量程度 只适合四向径之下的修炼者 话音未落 众人反应过来 队伍之中一共有五人 轻木是四向径巅峰修为 剩余的雷塔与夜染红 以及第五名队员炎灵 实力同样很强 这些人 全部都是神策府北斧中的精英 与神策府南斧不一样 北斧汇聚着最强的神策位 代表着神策府的主要力量 所以 剩余这三人 赫然都是四向径后期修为 很显然 这座血灵池 仅仅对萧毅有效果 三人对视一眼 都从彼此眼中 看出了一抹复杂 现在算是看出来了 这一次小队的进化任务 所有的路线 基本上都是在为萧毅量身打造 这样一来 很有可能 轻木早已经放弃与其余据点 争夺此次进化任务的第一名 但是 三人对此 没有任何意义 毕竟 轻木虽然玩世不恭 但是平时也有不少人情 再加上萧毅刚才一直在开路的行为 博得了好感 就算这一次进化任务 没有获得太多的收获 他们对此同样能够接受 萧毅眉头一皱 以他对轻木的了解 他可不是这种人 原著中 陆修前往过血灵池 正是在其中 与其余的对手争夺资源 最终收获很大 突破到四向径 这一次 正好是一个截胡的好机会 众人继续前进 在路程中 轻木对着萧毅眨了眨眼睛 用灵力传音道 血魔塔的天地规则 因为这些魔类的缘故 所以有些变化 诞生了不少秘境 这座血灵池 就是其中之一 蕴含着大量的能量 算是一个不错的地方 一旦能够进入其中修炼 能够获得不错的锻炼效果 或许能够让你提升一个境界 萧毅微微点头 从原著中就能够看出来 这座血灵池确实不错 如今 萧毅不依靠魔化铠甲的情况下 只能够与四向径巅峰一战 不一定能够战胜 或许 突破到鱼龙境后期 就能够有所改变 更重要的事情是 禁区之中 有着一头魔兽 也就是 我们的目标 果然 这个青木压根就不靠谱 分明就是 打着照顾它的幌子 前往禁区周围 提前踩踩踩点 或者直接动手 萧毅翻了个白眼 不过最终还是同意下来 接下来一段时间 众人遇见了 众多诡异的魔类 不过这些 都属于低级魔类 虽然具有非常诡异的能量 但是轻而易举就能够斩杀 魔化铠甲之中的能量 不断地急剧中 但是距离魔将咒 还有不小的距离 某一刻 在它们登上一座山丘时 前方出现一座幽深的树林 正中央位置 一座黑色灭魔塔 缓缓浮现 在这座灭魔塔周围 黑雾更为浓郁 第一个目标 就是这里了 青木淡淡开口 神色变得严肃起来 哪怕是它们这些人 面对一级灭魔塔 同样需要谨慎 否则的话 遭遇到诡异的魔类 说不定就会面临灭顶之灾 直接进去吗 萧毅开口询问道 如今 恨不得直接杀进去 将灭魔塔激活 赚取积分 为魔化铠甲充能 开无双就是了 不 青木淡然一笑 轻轻拍了拍萧毅的肩膀 完了 这是要迫害自己的节奏啊 萧毅脸色一变 顿时有着一股不好的感觉生气 果然 青木笑明一开口道 一击灭魔塔的危险 在于周围不断涌来的魔类 时刻会从外围入侵 形成包围圈 但是 一旦有人封锁住出入口 那么难度就不大了 封锁这座灭魔塔出入口的任务 就交给我们四个来做 至于激活灭魔塔的任务 就交给你了 萧老弟 什么 萧毅满脸愕然之色 这座一级进化塔 居然直接交给他一个人来动手 这怕不是在开玩笑吧 你就不怕 我一个小小的鱼龙镜中期修炼者 直接当场陨落在里面吗 周围的叶染红等人 同样面色震惊 一级灭魔塔 对于他们而言 或许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度 但是对于萧毅这种鱼龙镜中期 同时又是 第一次接触灭魔塔的新人而言 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当年 他们第一次进入血魔塔时 同样由一些前辈带队 才能够避免危险 但是依旧有些手忙脚乱 不过 这也算是对萧毅的一个考验 来看看 这位神策府南府的新任夫主 究竟有什么能耐 青木打来的哈浅 慵懒的开口道 总之 就交给你了 去吧 小卡敲 一级灭魔塔周围 黑暗中 看着缓缓进入灭魔塔中的萧毅 叶染红忍不住开口道 老大 你真打算让他独自解决 这一座一级灭魔塔吗 萧毅 可仅仅只是鱼龙镜中期 这座灭魔塔中 可是拥有着起码三只四象镜魔类 而且手段非常诡异 可不好对付 严林眉头一皱 微微点头 开口道 我觉得 老大你就算要考验萧毅 这三人平时都与青木关系不错 此刻直接开口对 青木淡然一笑 目光停留在进入灭魔塔的那道身影上 玩味的开口道 可别小看了 这位新任南府府主 他身上的手段 可并不简单 在我看来 你们三个人加起来 都不一定是他的对手 哦 雷卡魁梧的身躯 升腾起剧烈的战役 我倒是要看看 这个萧毅有什么能难 在众人的注视下 萧毅缓缓进入灭魔塔 虽然在原著中已经了解过剧情 但是真正面对一座灭魔塔时 依旧有些紧张在心中 灭魔塔中区域非常大 但是一片荒凉的气息 不断有着黑雾在缓缓流动 诡异的声音传出 令人心惊胆战 在黑暗中 似乎有着冰冷的视线 注视着萧毅的一举一动 哇 在这种情况下 萧毅直揭拔出了掌空刃 观察着周围的动静 进入浓郁的黑雾之中 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眼球 阴冷的目光 仿佛能够看透人心 具有蛊惑能力 修为达到四项镜中期 一瞬间 萧毅的眼神变得空洞起来 好 魔泪发出刺耳的鸣叫声 紧接着身躯闪烁而过 锋利的魔爪猛然间落下 对准萧毅的要害位置 一旦击中 恐怕以萧毅的防御力 都会造成致命的伤害 魔爪落下 在击中的一瞬间 居然从萧毅的胸口位置穿透而过 这种便孤令这头魔泪神情一致 在注视之下 萧毅的身影变得虚幻起来 不得不说 这座血魔塔的魔泪 手段还真是诡异 伴随着话音落下 萧毅的身影浮现在周围 此刻双眸中有着淡淡的光幕遮盖 阻断了这头魔泪的蛊惑手段 在黑雾出现的一瞬间 萧毅就已经施展幻术 在原地留下一具虚幻的身影 避免中招 否则的话 以这头魔泪的实力 再加上诡异的手段 萧毅最起码也要受重伤 他可不想一会完成任务之后 因为负伤 被轻慕那个家伙笑话 So 刹那间 萧毅的身躯 已经化作雷电暴射而出 在黑暗中完成数次跳跃之后 手中的斩空刃 散发出恐怖的气息 直接对着这头魔泪 轰然落下 然而 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这头魔泪周身有着鳞片浮现 形成防御措施 与斩空刃碰撞在一起 当 金属碰撞声响起 火花四箭 萧毅的身躯倒退而出 远离这头魔泪的攻击范围 眼神中闪过一抹严肃之色 这家伙 果然不简单 不仅拥有着四项镜中期的实力 而且还有诡异的蛊惑能力 再加上如今的鳞片防御 战斗力能够与四项镜 后期修炼者媲美了 好在 萧毅已经破解了那种蛊惑能力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如何破防 嗡 萧毅再度暴射而出 斩空刃营绕着雷霆 轰然落下 这头魔泪同样不简单 力找伸出 与斩空刃碰撞在一起 二者之间顿时陷入僵持的局面 战斗中碰撞了十多次 仅仅凭借斩空刃 根本无法破防 此刻 这头魔泪仿佛受到了刺激一般 周身所有的眼睛融合成了一颗 对准萧毅的方向 凝聚出一道恐怖的光芒射线 面对这一击 萧毅并没闪避 嗡 双手结印 刹那间雷霆闪烁 在魔泪惊恐的目光中 九道黑色雷霆凝聚而成 散发出毁天灭地的气息 将周围的魔气尽数毁灭 去 萧毅低贺一声 屈指一弹 刹那间九道雷霆暴射而出 小爷就不信了 动用九仓黑雷术这种恐怖手段 还能够破不了你的防御吗 轰隆崩 九道雷霆爆发出恐怖的能量 顷刻间那一道光芒射线泯灭 雷霆击中 这头魔泪爆发出璀璨的光芒 身躯之上的眼睛直接爆碎 刹那间 这头魔泪化作灰烬泯灭在半空中 果然如此 萧毅松了一口气 援助中 萧毅就能够看出 这些魔泪很显然惧怕雷霆 火焰 光明之类的能量 虽然诡异的能力不少 但是却有着这种缺陷 所以 九仓黑雷术 简直就是这头魔泪的克星 哇 那头魔泪死亡之后 有这一道魔气涌入令牌之中 萧毅的积分顿时涨了不少 很显然 这种级别的魔泪积分众多 而且 魔化铠甲的能量 同样吸收了不少 因为能量同源的原因 所以斩杀一只四向镜中气的魔泪 能够带来非常棒多的能量 距离再一次使用魔化铠甲 恐怕用不了多长时间了 接下来 该继续了 不错呀 灭魔塔之外 叶阳红等人双眸中流光闪烁 动用某种铜术 将灭魔塔中的战斗 尽收眼底 而那片区域之中 很可能存在一只四向镜后期魔泪 那就 先过去看一下 萧毅思索片刻 缓缓向着那一片区域前进 他打算先探测一下 那一只魔泪的情报 以幻术开路 缓缓前进中 不过 一炷香时间过去 萧毅这一路上 竟然没有遇见任何的魔泪 这片区域之中的魔泪 似乎被一种不知名的力量 抹杀得一干二净 而这些人是不寻常的一种现象 在先前那些区域 最起码也有一些低级的魔泪 萧毅眉头微微皱起 双眸中有着流光闪烁 朝着前方探测 这是 瞳孔一缩 前方区域的场景 映入他的眼中 只见 两只恐怖的魔泪 不断地进行着争斗 周身的气息 都是四向镜后期 从不稳定的气息来判断 这两只魔泪 吞噬了这片区域中的其余魔泪 如今 这是最后两只 一旦其中一只吞噬完毕 恐怕获胜者 将会直接达到四向镜巅峰层次 到那一刻 这座灭魔塔 恐怕会提升为二级水准 萧毅双眸闪烁 最终做出了决定 趁着这个机会 先去激活灭魔塔 到时候二者相争 将会没有时间阻止消逸 一旦灭魔塔被激活 二者 恐怕非常容易就会被毁灭 片刻后 灭魔塔中心区域 严格意义上来说 萧毅刚才所经过的区域 都算是灭魔塔的外围 如今才算是真正接触到灭魔塔 黑色的灭魔塔周围 非常干净 周围的黑物都无法靠近 虽然这座灭魔塔 处于没有被激活的状态 但是自身依旧具备一些特殊的能力 令那些魔类 根本无法靠近其中摧毁灭魔塔 仔细看去 灭魔塔周围刻画着奇特的纹路 散发出一股古朴气息 原著中 对灭魔塔进行过介绍 这些灭魔塔 正是那位天炎帝尊 率领着众多麾下 通过特殊手段制造而成 材质都是十分珍贵的材料 开始吧 萧毅神色淡然 缓缓将体内的能量 注入灭魔塔之中 哇 刹那间 灭魔塔周围有着光芒释放而出 伴随着灭魔塔震动 那些纹路逐渐变得清晰可见 一道道净化光波释放而出 再开启灭魔塔的一瞬间 整座天地随之一变 哇 不断有着刺耳的吼声响彻 很显然 一些漏网之余的魔类受到了影响 伴随着净化之力释放 周围的魔气随之泯面 灭魔塔之外 青木等人看到这一幕 神色微微一变 不错 这个小子 终于开始激活灭魔塔了 青木满意地点点头 嘴角扬起了一抹笑容 激活灭魔塔 是至为关键的一步 同时也是最后一步 夜染红眉头一皱 白皙的手指指向一片区域 开口道 这座灭魔塔之中的魔类 基本上都被他清理得差不多了 确实也该激活了 不过 那一头魔类 确定不需要我们出手吗 这可不是 那个小家伙 能够对付的存在 以众人的实力 自然能够轻而易举地感觉到 在其中一片区域 一只魔类吞噬了另外一只之后 已经达到了四项镜巅峰水平 这种实力 可是远远超越了萧毅 将会面临危险的境地 哪怕是夜染红三人 也没有把握 在一个人的情况下 击杀那一头四项镜巅峰魔类 刚才 三人就已经想要出手了 但是却被青木拦下了 青木摇摇头 嘴角扬起一抹细血的笑容 开口道 不着急 再等等看看 老大 你不会认为 萧毅能够独自解决那头魔类吧 三人顿时震惊 内心有些不可置信 因为这头魔类的存在 在青木的地图上 这座灭魔塔 都已经自动升级为二级灭魔塔 危险程度十分高 难不成 萧毅能够有手段解决吗 青木打了一个哈欠 莫不关心的开口道 你猜 灭魔塔 在开始激活灭魔塔之后 萧毅的工作就已经完成了 如今只需要等到激活完毕就可以 但是 如今 依旧会面临一个威胁 即 大只四项镜巅峰魔类 轰隆咚 就在萧毅思绪流转间 一股恐怖的魔器从前方蔓延而过 宛如潮水一般 向着萧毅所在的方向涌来 整座地面都随之震动 灭魔塔的激活 被魔器阻断 随之停滞下来 很显然 那只魔类出现了 魔器潮水不断流淌 仅仅只是片刻的时间 就已经抵达了灭魔塔 造成了十分剧烈的影响 其中 能够看到 有一只恐怖的八臂魔类 缓缓而出 身躯极为庞大 宛如猿猴一般 每前进一步 血色的手掌 都会在地面上 留下深红色印记 在他的一对瞳孔中 充斥着有黑的魔器 念头中 只剩下无尽的混乱与杀戮 人类 吃掉 轰 在发现萧毅的一瞬间 那头魔类身躯 宛如流光一般 掀起一阵狂风 对着萧毅的方向轰然而来 速度堪称雷霆之速 宛如一枚炮弹 体内的那股魔器 简直就是强横到了极点 哪怕以萧毅如今的实力 依旧能够感觉到 自身的实力悬殊 如果这一击落在身躯上 那么根本没有把握 能够接下来 除非动用魔化铠甲 才能够弥补这种差距 但是 魔化铠甲的充能 尚未完毕 所以 萧毅连忙闪避 笑话 打不过 还闪不过吗 哦 魔猿轰然落地 虽然扑空 但是八只手臂 仿佛带有感应器一般 以闪电的速度 向着萧毅抓去 刚刚落地 萧毅再度闪避 在这短暂的战斗之中 萧毅已然动用了 不少杀伤力极强的手段 以及那些魔类 所惧怕的雷霆之力 但是不出所料 全都已经失效 这头魔猿的能量十分强 恐怖的侵蚀之力蔓延 萧毅感觉 身躯仿佛都要失去控制一般 距离灭魔塔非常近的高地 青木等四人出现在这一处 将这一场战斗尽收眼底 如果萧毅落败 那么四人会在关键时刻出手相助 叶染红紧紧盯着战斗 皱眉开口道 老大 很显然 萧毅应付起来非常艰难 刚才 萧毅都在闪避 根本没有对这头魔猿造成有效攻击 严林点点头 评价道 这也非常正常 魔猿的实力已经抵达四向境巅峰 哪怕是我们三个人出手 都会十分危险 更何况是萧毅呢 除了青木 三人的目光中都带着一些惋惜 仅仅差一点 萧毅就能够独立地激活这座灭魔塔了 但是 由于那头魔类 灭魔塔升级为二级 反而变得非常困难 不过 对于一名新人而言 能够做到这种程度 已经非常不错了 灭魔塔周围 魔猿的攻势十分狂暴 八只手臂轰然落下 将萧毅请客间震飞 轰隆 震耳欲聋的音爆声响彻天地 魔猿挥动手臂 紧接着追击萧毅 这一击速度十分快 根本没有反应过来 重重地砸落在地面上 远处的夜染红三人握紧武器 周身声腾起能量 即将动手 哄 不过就在这时 萧毅已然起身 周身刹那间爆发出轰鸣声 以自身为中心 释放出吞噬之力 伴随着这股吞噬之力 魔猿周围的魔气随之减弱 此刻的气息变得微米不振 顷刻间竟跌落 这就是萧毅的杀手锏 由于魔化铠甲具有吞噬能力 而且这些魔类与之同源 所以萧毅能够动用魔化铠甲 释放出吞噬之力 虽然不能够将这只魔类直接吞噬 但是最起码 能够吸收一些能量 令刚刚突破的魔猿跌落境界 此刻的魔猿境界跌落 很显然已经不具备先前的杀伤力 所以立刻选择逃跑 不过 萧毅已经拦在他的必经之路上 握紧斩空刃 脸庞上带着一抹不怀好意的笑容 笑话 四向镜巅峰的魔猿小爷打不过 但是如今削弱版本的魔猿 小爷岂不是轻而易举就能收拾了 如果魔猿能够发出声音 那么绝对会大骂萧毅卑鄙 萧毅十分直接 握紧斩空刃 再度对着魔猿斩落 战斗再度爆发 不过这一次 结果很显然变得不一样起来 远处 叶染红三人面面相去 沉默降临在周围 直到轻木笑骂了一句 三人才回过神了 萧毅的表现堪称神级逆转 谁都没有想到 这一场局面 居然能够用这种手段破解 这个萧毅 居然直接用一道非常奇特的铠甲 吞噬了一些魔猿的魔气 令他跌落境界 实力大幅度锐减 今天 倒是大开眼界了 轻木同样得意一笑 心情十分的愉悦 他就知道 以萧毅那个家伙的阴险程度 绝对能够破解这个局面 这一场战斗 结束的比想象之中要快得多 跌落境界的魔猿 面对着萧毅的凶猛进攻 硬生生的被泯灭 化作了萧毅的积分 哇 就在这一刻 灭魔塔再度激活 爆发出璀璨的光芒 直接笼罩了周围区域 甚至有着向更远处蔓延的趋势 黑雾 随之消散 最终变得彻底不见 由于那头魔猿的缘故 算是萧毅成功激活了一座 二级灭魔塔 虽然仅仅只是二级中 比较弱的存在 但是依旧有一笔 非常可观的积分收入 不错嘛 小弟点 恭喜你 独自一人成功激活了一座 二级灭魔塔 有机会 来战斗一场 有着三道截然不同的声音传来 轻木等人缓缓而来 看向萧毅的目光中 都带着敬佩之色 哪怕是夜染红三人 面对这种局面 也不能够将这座灭魔塔激活 但是萧毅却做到了 这一刻 三人将萧毅放在了同等的地位 这座灭魔塔已经被激活 接下来可以继续前进了 这一次 或许得加快速度了 轻木悠闲地看着地图 挥挥手 下达前进命令 继续出发吧 以我们的速度 三天之后 应该就会出现在 那座禁区之外 禁区外围 三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这段时间几乎都没有停歇 五人小队保持着高度精神集中 期间 遇到了不少棘手的魔类 但是伴随着经验逐渐增加 在面对魔类时 娴熟了许多 同时 积分增长了不少 如今 五人抵达了禁区外围 这座禁区之中 群山连绵不断 仿佛自从一片空间一般 有着云雾浮现 没有存在半点魔气 在禁区界限周围 简直就是两片天地 但是 其中的绝大多数强悍的太乙无量镜凶兽 都与那些魔类一起 被第二批的道军级存在清除完毕 不过 依旧存在不少四项镜凶兽 而且 在禁区的中心位置 有着一头实力恐怖的凶兽 修为堪比太乙无量镜巅峰存在 由于过于狡猾 再加上实力强横 哪怕是长老级人物 在没有付出巨大代价的前提下 都无法清除这只凶兽 所以只能放任自由 反正 这头凶兽厌恶魔气 而且一般情况下 仅仅栖息在禁区中心 多年以来 也算是相安无事 放心 那头凶兽多年来一直栖息在禁区中心 而且我们的目标血灵池 仅仅处于禁区外围 这些年来 不少修炼者进入其中 但是都没有引起他的注意 轻目凝视着禁区中心 对周围的队员开口道 四周 不少神策为成群结队的前来 目标同样是血灵池 叶染红三人 一路上不断对萧毅讲解着血灵池的情况 提供了众多有用的情报 如今 萧毅能够提升实力 那么对于接下来的战斗 将会产生非常大的助力 所以 三人对此自然十分热心 片刻后 一座血色的灵池浮现在视线中 有着众多浓郁的天地能量 不断地席卷而出 这座灵池 就是此行的目标 正中央位置 有着一颗血色核心 不断释放着能量 池水之中 有着众多岩石 伴随着萧毅等人出现 不少人都目光汇聚而来 当他们看见青木的一瞬间 脸色微微一变 一般四象镜以上的神侧位 都不会花时间来这座血灵池 毕竟对于四象镜而言 血灵池的效果微乎其微 所以 青木这种级别的人物前来 很显然是为了消逸 可是 每一次血灵池的潮汐 不会存在非常强烈的竞争 对于这些视线 作为北斧辅主 青木毫不在意 嗡 青色光芒闪烁而过 爆发出恐怖的能量 落在一片距离核心 十分近的一道岩石上 这个位置 我占了 慵懒的声音传遍四周 顿时不少人窃窃私语起来 血灵池之中 距离核心越近的岩石 就能够吸收越多的能量 所以那一座岩石 算是最好的位置之一 刚才 就有不少人虎视眈眈 但是没想到 被青木占据了 不过 众人对此并没有什么意见 毕竟青木的实力和地位 败在这里 叶阳红等人 同样如此 再说了 以消逸的实力 就算不用青木出手 恐怕也能够 轻而易举地占据那一座位置 不过 就在这一刻 一道阴冷的声音传来 秦府主 你这样做 似乎有些不太妥当吧 伴随着声音传来 不少人脸色一变 目光随之投了过去 他们倒是想要知道 究竟是谁这么有胆子 竟然敢对这位秦府主 只见 两道人影缓缓而来 说话者就是其中一人 来者身穿铠甲 身姿挺拔 周身散发出强大的波动 赫然 是一位四向镜巅峰强者 居然是金天军的沙银星 负责九号据点 这个沙银星 可是金天军第七部第三队的统领 据说实力十分强横 能够与太乙无量进匹敌 难道说 沙银星与青木有过节吗 这一次进化任务 不仅仅只有神策位 还有不少金天军 以及晋军前来 由一军主导 其余两军辅助 本来就已经是惯例了 毕竟 每一次开启血魔塔 都有着不少好处 在周围的窃窃私语中 萧毅明白了对方的身份 说起来 自己如今兼任 金天军第三部第五队统领 与这位沙银星 倒是金天军的同僚 第一 系统检索中 发现重要剧情人物 沙银星 狗系统 这是烦什么病啊 萧毅眉头一皱 不过 紧接着系统传来的提示音 令萧毅满意的点点头 这个狗系统 如今居然开发了检索功能 能够识别一些 原著中的重要剧情人物 沙银星 目前实力四向近巅峰 援助中向金天军推荐陆修 在经七部独主的考验之后 陆修成为第七部第五队统领 是陆修的前辈以及好兄弟 在亡国之战中 与新罗王朝的敌军战斗而死 后由萧毅报仇 萧毅眼前一亮 立刻想起来了沙银星这个人物 说起来 沙银星给予了陆修众多帮助 二人正是在血魔塔中结石 果然 在沙银星的身后 一道人影缓缓而出 赫然是 主角陆修 如今 萧毅与陆修 经历过一系列事情之后 双方之间存在众多恩怨 青木慵懒开口 仿佛没有将沙银星放在眼里一般 沙统领 为什么这么说 大家都清楚 血灵池位置的争夺 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 那就是依靠自身的本事 轻浮主你的实力确实很强 如果你是为了自身争夺位置 那么我相信 大家都心服口服 但是为了萧毅 会不会有些不太符合规矩 陆修抓住机会 调侃道 沙兄 毕竟轻浮主实力强 我看我们还是让一步吧 哦 沙银星明白陆修的意思 戏谑地道 如果实力强就可以无视规矩 那么太不公平了吧 周围的众多修炼者窃窃私语 很显然 这一番话引起了不少共鸣 再加上触动了他们的利益 先前的时候 只不过没人出头 如今多了沙银星 反而有了一些底气 随意 青木不予理会 沙银星脸色有些难看 最终放弃煽风点火的机会 反正 抢夺血灵池中的血灵精 同样需要实力 沙银星就不幸 以入修的实力 难不成 还能弱了这个萧毅吗 血灵池 叶染红三人感受着周围的视线 低声开口道 老大 你确定 萧毅能够抢得过这些人吗 其中 可是有一些四项仅存在 先前的行为 已经将萧毅成为了全场焦点 一旦开启争夺 恐怕会面临围攻 青木淡然一笑 反问道 我记得 先前我让萧毅独自一个人去激活灭魔塔的时候 你们也是怀疑吧 顿时 三人明白了青木的意思 对世一眼开口道 既然如此 那就 拭目以待了 血灵池之中 那一座核心 基本上不会有人去动 这种劫子而鱼的行为并不可取 除非特殊情况 但是 血灵池经常会有潮汐发生 每一次都会有一些血灵精喷射出来 这些血灵精 能够令修炼者 无视血灵池的威压 进入池水深处修炼 相当于 血灵精等于血灵池的入场资格 但是血灵精极为携手 在这种情况下 越发前排的位置 反而越有优势 这也是青木出手 为萧毅占据位置的原因 片刻后 潮汐即将开始 陆修同样占据到了一个前方的位置 以他的实力 自然轻而易举地占据成功 石板之上 萧毅调息着状态 等待潮汐爆发 突然间 一股嗡鸣声响起 仿佛有着海浪翻滚一般 刹那间所有人的目光都注视着前方 众多视线紧紧盯着血灵池 每一次潮汐发声 都仅仅只有少数的血灵精喷射出 有的时候 甚至只有一枚 所以 每一次的争夺都非常惨烈 就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之中 血灵池之中的能量爆发起来 宛如有着炸雷巨响一般 轰隆隆 刹那间 狂暴的血灵潮汐袭来 下一瞬间 周围所有人的呼吸微微停滞 所有人都能够看到 在汹涌而来的血灵潮汐中 有着三抹血光暴射而出 爆发出喧哗声 目光对准血灵精的位置 三枚血灵精 向着不同的方向暴射而出 其中有一枚 正好是对着 消逸所在的方向而来 哄 然而 在血灵精到来的一瞬间 空气中有着轰鸣声响彻 一道银色光芒闪烁而过 目标赫然是那一枚血灵精 此刻 陆修联合勤老 动用灵魂之力 将那一枚血灵精吸收而来 虽然陆修有其他的选择 但是偏偏选择了这一枚 非常显然是他故意的行为 不过不得不说 在勤老的加持之下 确实有这种本事 如同闪电一般的速度 直接令血灵精偏向于陆修 眼看着就要得手 沙银星看到这一幕 嘴角扬起了一抹笑意 目光扫过轻目 看吧 很显然 你的人远远不如我 陆修看着即将到手的血灵精 眼神中闪过一抹得意之色 联合勤老的灵魂力量 比起手段而来 在场之中 能够胜过他的人 简直就是屈直可数 这一次 陆修悠闲地伸出手掌 眼看着就要抓住那一枚血灵精 嗖 而就在这一瞬间 有着一抹雷光闪烁而过 竟然抢先一步 击中那一枚血灵精 爆发出金属碰撞的声音 直接被击飞而去 陆修脸色一变 这一把居然抓空了 眼神的余光向着周围扫去 只见在一侧 萧一手持雷霆弓 面色中带着一抹笑意看向他 很显然 刚才那一道雷光剑矢 就是这个家伙的杰作 这个家伙真狡猾 知道速度没有自己快 所以说 就想要用雷光剑矢来干扰他 不过 陆修可不会令他轻易得逞 秦老 加大灵魂力量的输出 好 秦老同样不服 那么多次的机缘都被破坏 这一次 就不幸萧一那个家伙 还能够抢得过他们 嗡 陆修手掌一抬 无形的灵魂力量 散发出嗡名声 请客间如同雷霆一般 向着血灵精熄来 然而 就在这一瞬间 再次一道雷霆剑矢 雷霆剑矢而来 还想来 陆修淡然一笑 仿佛早已有准备 他的另一只手掌之上 再度有着灵魂之力浮现 硬生生地向着那一道雷霆剑矢吸去 然而 就在灵魂力量 接近雷霆剑矢的一瞬间 雷霆剑矢却突然间消失不见 糟糕 这一道剑矢是幻术 陆修瞳孔一缩 暗骂一句 他没想到 居然又中招了 还没有等到他反应过来 接二连三的剑矢暴射而出 其中夹杂着众多幻术凝聚而成的幻影 令陆修一阵头疼 他是真心没有想到 萧毅这个家伙 居然这么阴险 等到他回过来神的时候 那些雷霆剑矢 已经以十分刁钻的角度 凭借萧毅出色的控制力 不断地弹射 弹射的方向 正是萧毅所在区域 陆修内心一怒 紧接着追击而来 倾尽全力 爆发出恐怖的速度 然而就在他即将抓住血灵精的一瞬间 哇 雷霆之力闪烁而过 狂暴的雷霆宛如一头雷龙一般 猛然间冲击而出 对准陆修所在的区域 竟然请客间将陆修震退 陆修强行遏制住趋势 爆发出能量 将那只雷龙撕碎 继续抓向那一枚血灵精 然而 萧毅已经将血灵精握在手中 陆修杀不住车 直接冲到萧毅所在的石板之上 近乎就要撞在一起 看着在萧毅手中把玩的血灵精 陆修心头升起一股无名之火 体内的能量尽数爆发而出 萧毅淡然一笑 握着血灵精指了指远处的青木等人 陆公子 你这是打算硬抢吗 陆修文言气息顿时停歇下来 不论是萧毅刚刚爆发出的实力 还是远处虎视眈眈的青木等人 都是不小的威胁 哪怕硬抢陆修也没有把握 获得这一枚血灵精 所以 这件事情只能忍耐下来 不过 萧毅依旧没有客气 继续撩拨陆修怒气 陆公子 还记得上次你差点毁灭 独孤家战魁镇中枢的时候吗 看来啊 有的时候光有手段可不行 耗费那么多灵魂力量 不可惜吗 萧毅拍了拍陆修的肩膀 意味深长的开口道 综上所说 脑子是个好东西 你值得拥有 这番话 在场众多人都已经听到 不少人都面露一色 叶染红等人 更是笑眯眯的看向萧毅 杀人诛心 太狠了 萧毅 陆修满脸恼怒之色 很显然被这句话伤害到 在他看来 自己拥有众多机缘 在双方的较量之中 明明他还是占据 绝对优势的那个人 而且以他的手段 抢到血灵精 绝对没问题 但是 陆修没想到 萧毅一开始就放弃了 比拼速度的想法 而是站在原地 用一种非常巧妙的方式 将血灵精争夺到手了 反而陆修 一开始就着了对方的道 面对周围不少看好戏的目光 陆修恨不得立刻离开 刚才的对决之中 几乎就宛如猫戏老鼠一般 让他丢进了脸面 最终 陆修只能放弃 如何 青木依靠在树干之上 嘴角扬起一抹淡淡的笑意 听到老大的话 叶染红三人哭笑不得 惊讶地开口道 真是没想到 居然还能够这样抢夺 血灵精出现以来 从来就没有出现过 这种抢夺方式 还真是开了一个先河 而且 所有人都能够看得非常清楚 萧毅根本就没有移动过一步 但是那一枚血灵精 最后却落在了他的手中 将血灵精握在手中之后 萧毅与另外两名 获得血灵精的修炼者 在众多羡慕的目光中 缓缓进入血灵池 血灵池深处 有着浓郁的血气 在血灵精的庇护之下 顺利地迈入这座血灵池之中 不知道萧毅这个家伙 能够达到多么深的程度 青木摸着下巴 思索到 血灵池之中 分为十二层区域 每向下一层 就能够接受到 非常恐怖的能量灌输 在历史上 众多修炼者进入其中 但是很少有人能够突破第十层 能够抵达第十二层的人 根本就没有出现过 在原著中 陆修也仅仅只是达到第十一层 第十二层的威压太强了 哪怕有血灵精庇护 依旧难以抵达 当萧毅进入血灵池的一瞬间 立刻有着众多能量涌来 进入萧毅的身躯之中 魔化铠甲 萧毅瞳孔一缩 在进入血灵池之后 魔化铠甲自行 爆发出了非常恐怖的吞噬之力 不断吞噬着其中的血气 转化为其中能量 二者似乎同源 So 萧毅周身有着雷霆闪烁 整个人的身躯 仿佛化作雷霆一般 迅速地向着血灵池深处而出 在这座血灵池之中 越向着深处游去 获得的好处就越多 不过相应的压力 就会越发地强横 哗啦啦 水声飘荡而过 萧毅周围 有着极为粘稠的血色液体 身躯不断地向着下方沉入 但是 周围的压力也随之变强 即便萧毅周身包裹着雷霆 同样感觉皮肤传来一股刺痛感 在这种过程中 有着一道道血气 源源不断地涌入他的身体之中 仿佛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能量 所过之处 血液沸腾起来 仿佛是遭到淬炼一般 真不愧是血灵池 果然是神气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转眼就是半个时辰 血灵池之外 不少人凝视着血灵池之中的动静 通过各自的铜树 三道身影若隐若现 看来这一次的修炼者 比以前要强上一些 都已经接近第十层 那个消逸也已经抵达了第十层 不过 看来依旧没人能够抵达第十二层 周围的修炼者 多多淡淡一笑 所有人都十分清楚 想要抵达第十二层的难度 究竟有多大 这么多年来 从来没有人抵达过 青木瞳孔中清光闪烁 紧紧盯着血灵池之中 冥冥之中 他有种感觉 以消逸这个家伙的性格 哪怕是血灵池第十二层 也能够给突破 血灵池深处 如今 消逸位于第十层 周围粘稠的血色液体 不断流淌着 化作磅礴的能量 涌入消逸体内 魔化铠甲 极为贪婪地吸收着 仅仅只是片刻的时间 就已经积累了众多能量 魔将咒的能量 已经积累完毕 如今的魔化铠甲 正在向着魔王咒 不断地积累 如果是在外界 想要积攒这么多能量 根本不可能 但是在血灵池中 却变成了现实 某一刻 消逸缓缓睁开双眼 在这里吸收的能量 似乎还远远不够 虽然 第十层的能量 已经非常浓郁 但是对于消逸这种 无底洞而言 依旧还是不够 距离突破到 于熔镜后期 还差一步 举例来说 正常的同境界修饰 需要的能量是湖泊 那么如果是消逸 最起码也要大海程度的能量 此刻 血灵精已经出现 众多裂纹 一旦完全崩坏 那么将会面临这座 血灵池恐怖的威压 必须赶在血灵精崩碎之前 寻找到更加磅礴的能量 消逸眸光闪烁 旋即目光落下 看向深处的血灵池 哗啦啦 雷霆光芒闪烁 由着魔化铠甲吸收血气 分担了众多威压 在这种情况下 消逸轻而易举地 迈入第十一层 第十二层 紧紧一步之遥 不过 周围的压力却成倍的浮现 宛如一座座山岳一般袭来 面对这种压力 消逸咬咬牙 催动着魔化铠甲的吞噬之力 猛然间进入其中 哗 第十二层之外 似乎拥有着一道护照一般 传出恐怖的轰鸣声 在微压冲击之中 消逸的皮肤逐渐变红 但是双眼之中 没有退缩之色 反而变得越发的炽热起来 哗 终于在某一瞬间 有着碎裂声音响彻 那一道护照 似乎无法承受一般 直接在轰鸣声中爆碎 同一时间 消逸体内的桎骨崩碎 踏入鱼龙镜后期 血灵池之外 无数的目光对准血灵池深处 其中传来的场景 令他们内心震惊 在消逸进入第十二层之后 仿佛就被一股无形的气息遮盖 众人的铜数 都无法捕捉到他的身影 不过所有人都很清楚 消逸那个家伙 居然冲进了十二层 堪称 一场奇迹 新手饲养员必备预售手册 宠兽产后的护理 一种族 兽尔娘评鉴指南 十语 前两本书的名字还算正常 最后一本 你是怎么回事 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